我为了证明射牛并非射死 就当着直播间数万粉丝面前 单间猛扇了一巴掌200斤重的鸡肉男 这让直播间里的粉丝见了都说主播是疯了 可这鸡肉男不但不反抗 反而是一边哭一边跑了 只因我直播挑战完的就是真实 而且不射死不奇葩的挑战我一概不做 刚才被我扇了一巴掌的那鸡肉男 正是在我直播间里扬言让我有本事过去给他一巴掌 面对这种请求 我怎么能错过呢 很快直播间里随机抽到了一个叫王大爷的粉丝 他给我的挑战是让我去动物园训猴 教他们做人 面对这要求 我说干就干 立马用手机订了动物园的门票 好在我的地方离动物园不远 只要半小时路程 而直播间蹲守的网友们在听到我要去动物园训猴 都瞬间安静了下来 要知道最没礼貌的动物 猴子必定上话 他们是群聚动物又不怕人 被牵到动物园更是当起了山大王 抢游客的东西 背包 抓人都是习以为常的事 主播 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猴子多可怕呀 你不怕被揍 前段时间我去动物园玩 有只猴子跳到我背上 头发都快给我薅脱了 现在想想都后把 楼上这话我赞同 有次我带孩子去看猴 结果反被猴子抓伤了 是啊 是啊 没必要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面对直播弹幕里的分寸刷屏 我只是淡然一笑 网友们不用担心 主播既然赶去就有失足保护 不就是猴吗 我就不信他们还能上天 一会给你们表演怎么驯化他们 而我这番豪言瞬间 让为我担忧的网友们 觉得我多少有些不识好歹 瞧主播这拽样 晚一秒被猴子群殴 都是对他的不尊重 主播好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一路走好 希望主播说到做到 不要表演 我可是慕名来的 不要叫我失望 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动物园座里 我按着指示牌 找到了猴群坐在地 放眼望去来看猴子的游客 还真不少 男女老少都有 这里的猴子或站 或躺 或在树林间跳跃属时惬意 有的甚至不怕人 还在人群中游走 圆鼓鼓的眼睛 不停地打亮着过路的游客 仿佛在看他们的手上 有没有食物 他们的意思很明显 只要到了这里 这些人类带来的东西 都是他们的 就在这时人群中 传来一声惊呼 我毫无犹豫地 立马将镜头对准发声音 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看清了发声什么 发出尖叫声的是一位女游客 此刻她正一脸害怕 又慌张地拉着塑料袋的一头 塑料袋另一端 则由贪吃的猴子拽住 拉扯间零食散落一臂 三秒不到 四面八方的猴子们 便将地上的零食 围了个水泄不通 以正我强好不热闹 旅游客下得不断后退 和同伴抱成一团 猴子们的举动 让直播间的水友们不齿 看吧 我就说猴子是最没有素质的动物 这两女生应该是第一次来这里 还不懂规矩 轰鸣的人来看猴都不带东西 默默同情这两位美女一秒 果然泼猴是不会怜香惜玉的 主播在干啥呢 这么好的机会上还愣着干什么 真当来看猴了 就是主播咱们还是赶紧回归正题 我们想看你训猴 不就是训猴吗 这就来 玩的就是真实 看着吃相难看的猴子们 我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前 嗨 婆猴们 爷爷来看你们了 文言直播间里都觉得我这是又疯了 就连周围的游客都觉得 我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要知道猴子吃东西的时候不能打扰 更别提还离猴子这么紧 而周围的游客本能地又后退紧 生怕一会猴子撒泼泼急到自己 不少吃着东西的猴子 则纷纷侧目看着我 聊牙露了出来 这一幕让现场的游客和水友们捏了把冷汗 就当他们无眼为我默哀的时候 我的骚操作用开始了 我伸手抚摸着那只率先抢东西的猴 嘴里念叨着 你这小猴 不要抢别人的东西知道吗 抢东西是不对的 你抢了小姐姐的东西 你看小姐姐都快哭了 摄像头一转 网友们就看见被泼猴 抢了东西的漂亮小姐姐一脸无辜 两眼泪汪汪的感觉 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你说你们当猴子就该有个猴样 要尊重游客 他们可是你们的一世父母 没有他们哪有你们的自在生活 莫不是你们还想以前的生活 混个编制不容易 你们还不珍惜 你们难道还想回野外当野猴子 而我说的这一连串话语 让现场的游客们和直播间的水友们感到叹为观止 主播这人怎么有种裸里把缩 四念经的感觉 这这这 不是星夜电影里面的名场面吗 一开始还担心 我被猴子抓伤的水友们开始不淡定了 这这这 这猴子不会是假的吧 主播真的上手摸到他了 他竟然不反抗 我没有眼花吧 怎么感觉这猴子没有反抗的意思 反而还一脸享受的被主播服务 是啊 就连其他的猴子都一脸羡慕的看着那只猴子 这世界怎么了感觉好梦幻 主播身上还有这魔力 刚才那一刹那我还以为主播要凉 好在这些猴子乖巧 不然被他们群偶可不是什么好事 重则可是会要命的 我记得以前就有个小孩 光屁股被猴子咬到小兄弟 差点就咬下来 每每想起我都会夹 紧双头 疯子哥牛逼 疯子哥雄起 疯子哥我爱你 就准这些猴子没有反抗 疯子哥就完成了这次条段 别说直播间的网友们 就连现场的游客们都傻 被抢东西的两位小姐姐本想出声阻止我 让我不要擅手去摸猴子 结果话到嘴边就被我的豪言壮语给扼杀在摇篮里 这些猴子在我的手下观顺的跟小猫小狗 一个个伸过头来给我摸 脸上的表情就跟人一样 非常深刻 没有被摸到的竟然还委屈的狙击 这小模样同时还引起了游客们怜惜的心 甚至忘了刚才还吐槽猴子是最没有素质的动物 这一声声呼喊让我拉回思绪 侧身一看 那果然有只抱手的小猴正委屈巴巴地看着自己 于是我张开双手对着小猴轻唤一声 过来 下一秒原本还委屈的小猴子如听见了神圣的指 乐颠颠地跑到我怀里坐着 脸上的委屈立即转化为高兴 这猴子这么通人性 还知道谢谢 真特么震惊了我一脸 要不是我来过无数次 见过这些猴子的真面目 真要被现在的这一番景象给蒙蔽 这小伙子有点邪乎在身上 莫不是孙悟空转世 还别说还真相呢 瞧瞧这些猴子一个个恭敬的小猫样都快要笑死我了 而游客们的话语一字不落地落入水友们的耳朵 虽然他们没有游客们看得那么真切 但我周围猴子的神态可是微妙微笑地印在视频里 这一刻他们有种想要跃出屏幕 替我抚摸一把小猴子的想法 周围的震惊我自然知道 别说这些人就连我自己都震惊的不行 其实刚开始我也怕这群猴子围攻我 谁料我说完第一句话后 就能听懂猴子们内心的声音 而这都是因为系统从中帮助了我 这也是我为什么赶上前摸猴子的原因 你们排队站好 把手上的东西都还给那位小姐姐 话音刚落 几十只猴子迅速站好 有秩序地排成三排就像人一样 他们听话地将刚才抢来的东西捧在手心 挨个走到那个小姐姐的身前 被抢了东西的小姐姐 显然被刚才的荧幕吓得不轻 和同伴一个劲的后退 嘴里不停喊着别过来别过来 小猴子们不解她的动作 纷纷回头看着我 这时我上前一步安抚道 小姐姐你们别怕 他们只是想将东西还给你们 没有恶意 小猴子还配合地点点头 两个小姐姐半信半疑对视一眼后 这才鼓起勇气上前 看到小猴子们递上来的东西 他们试探性地拿回来 接下来的一幕让两人惊讶不已 真的拿回来 他们不敢置信地探向我 两久才说了句 谢谢 我摆摆手 不客气 见完成任务 猴子们回到我身边乖乖地站着 见他们这么乖 我这才将肩上的双肩包放了下来 刚拉抬拉力 里面的香蕉就露了出来伴随着的 还有香蕉独特的香味 猴子们看到最喜爱的食物 很高兴叽叽叫了起来 背包不大 里面也只能放20分香蕉 面对眼前接近40只猴子 明显是不够分的 我带的香蕉不多 你们两两分一分 我说完就开始分香蕉 猴子们异常地乖巧 双手从我手里接过香蕉 平时普通的 在不能普通的香蕉这一刻 却如同稀释珍宝 猴们一脸殷勤地看中 在我点头 他们才开始凉凉 就连包掉的香蕉皮 也总是地扔到路边的垃圾桶 然后小口小口地品尝 手上的半分香蕉 好似这美味吃完就没有了一样 仔细看猴群里面 还有一只体型较大的猴子 不用想就知道他是猴王 而他现在也如同 其他小猴安静地吃着香蕉 完全没有盛起凌人的感觉 游客和水友们慢慢麻木 他们从一开始地怀疑 惊讶 难以置信再到震惊 只用了不到十分钟 这十分钟足以让他们 对猴子们改变看法 原来他们也可以有礼貌 吃完香蕉 猴子们纷纷拿出自己的绝活来讨好我 猴子们会捞月 抓鱼 喋喋乐 有的还将小朋友的自行车 围在猴群中间的我是训猴师 这样盛大的表演难得一见 大家相继拿出手机 对着猴子和我一顿猛派 就在大家正高兴时 人群里走出一名身穿动物园 员工制服的年轻男人 他的出现立马让猴子们停下动作 一个个害怕地躲在我后面 猴子们激烈的反应 令大家好气不已 从猴子们的话语里 我得知眼前这个工作人员 爱拿弹弓打他们 有的还露出身上被弹弓击中的痕迹 宫剑是其次 主要这家伙身上有麻醉剂 不听话就直接放倒 猴王更是自责没有保护好他的自己 这名工作人员 打着怕他们伤害游客的招牌 实则是为发泄自己的怨念而越大 猴子们越说越气愤 肢体动作表现得更加明显 周围的游客被这举动 也吓得构腔纷纷厚 我眉头一皱 眼神不善地看着眼前这个工作人员 这位先生 我们园区有明确的规矩 不能投卫过 这些猴子要是出了什么事 可不是你们担待的气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请配合调查 文言我气笑了 猴子们抢东西时候还少 你怎么不去找他们 再说了 刚才你咋不出来 现在才跳出来 你又是何居心 莫不是怕我抢了你的工作 这工作人员从我的话语里听出了不信 你你 强词夺理 没等他说什么 周围传来议论声 虽说猴子们不能投卫 可就如同小伙子所说这些猴子抢东西的时候还少 就是不去追究这些猴子反而上人家身上找毛病 真是险的 以前也有人投卫猴子 怎么不见出来制止 不会真像小伙子们说的一样 怕他抢了他的工作 那工作人员顿时感觉羞愧不已 怒声道 妨碍公务 私自投喂动物 拒不配 给我抓住他 一声令下人群里立马走出两名身着保安制服的男人 我被他这举动气笑了 这世上还有这样无理取闹的人 真当动物园是他家的 看着越来越近的保安 原本躲在我身后的猴子们 护主地跑到我面前自嘴 猴们的举动也彻底惹怒了那名工作人员 你们这些泼猴 还不快让开 不然连你们一起打 见猴子们没有任何反应 他怒吼道 你们就是为不保的白眼 往我辛辛苦苦的卫士 畜生果然就是畜生 这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 辛辛苦苦的卫士吗 笑话 平时你可没少磕待他们吧 他们身上的伤疤几乎都是你用弓箭 真计打出来 还有 他们伙食压根就不够 远远只有你们标准的四分之一 想到猴子们受到的不公平对待 我没想给他留面了 胡说八道 他不知我是从何得知的 明显荒应了 这个员工不会真如同这个小伙子 说的这样 磕待动物可是有罪的 这胆子也太大了 就冲这些猴子都站在小伙子身边 我就站他这边 幸好 仔细看这些猴子的确瘦血 感觉是有点营养不良的药 不会真如同这个小伙子 说的一样被克扣了食物 反正我啥时候来 他们都像饿死鬼头胎一样 空口白说我可要告你鬼放罪了 男子非常不齿游客们顺风搞心 你没有证据就诬陷我虐待猴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你的香蕉不干净 这个工作人员的确虐待过动物 我亲眼见到他把猴子 还将猴子从山上扔下来 猴子脑袋当时就开花了 虽然他形式隐蔽 但还是被我看到 我有视频作证 这位游客的话语瞬间引起大家的共鸣 一时间关于猴园的记忆席卷开 对对对 这么一说我也有印象 我在网上也刷到过他虐待猴子的视频 那小猴子被他生生折磨到死 只是视频后来就找不到了 要不是小伙子这么说 我都快忘了 他压根没想到因为我的一句话 自己的糗事竟然被公之于众 正当他刚要开头想要反驳的时候 人群里走出几个人 带头的是一位40左右的中年男子 可以让我看看视频吗 园长 您怎么来了 看到眼前的人 男子慌了 这声称呼让大家知道 中年男子的身份是动物园的园长 我没想到自己投喂个猴子 还能惊动动物园的园长 就是这个视频 刚才发话的游客想也没想 就把视频翻了出来 园长接过手机一看 时长30秒的视频清清楚楚地录制 那名工作人员用弹弓击落猴子 又将猴子扔下山的话 连同那血腥的荧幕里 清晰地浮现出来 园长几乎是皱着眉头看完的视频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手下的员工竟然被虐待猴子 不惜将猴子摔死 李强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园长 我可以解释 是那畜生自己跳下去的 不是 那名叫李强的员工还试图走 开脚店 你自己看 园长气到不想说话 直接将视频对着他播放 这一刻 不光他看到 就连周围的游客 直播间的水友们都看见 猴子们各个呜咽着 为视频里的小猴可疼 这TMD还是人 简直就是出声 还说没有虐待猴子 我就问你脸疼 这样的人渣是这样 运聘上工作人员 你们不做调查 真是什么人也敢往动物园里跑 周围的议论让园长羞愧度 他平时是很少上人去走 来人 带走 我没有错 你们凭什么抓我 李强正脱开束缚指着我大声道 你们该抓他 说完见大家没有反应 他愤怒地看向我 觉得要不是我 他自己就不会被园长抓住 想作想着他便朝着我冲了过来 好在我早有防备往旁边一躲 那家伙直接冲进了猴群 下面的场面不用说大家也猜到 待猴群散去 就剩下个脸被划划满身 伤痕血迹斑斑的李强躺在地上身影 目睹这一切的所有人都被挤一凉 可没有人是同情李强的 反而为猴子们的行为感到惊奇 最终李强被人用单架抬了下去 迎接他的不只有伤痛 还有踩不完的纷纷地 李强被带走后 园长并没有离开 反而直径走到我的面前 这位先生 是这样的 我刚才了解了一下 感觉这些猴子似乎很听您的话 李强走了 我们园区还差个训猴师 您看可否有这方面的意向 园长话没说完直播间的谁有没沸腾吗 主播上动物园挑战 还给自己挑战出一个奥 现在工作都变成上了市道了 有才的人在哪里都有人了 疯子哥牛逼 想到我们未寻得一份 offer努力奔波的样子 爱始终是我们不值得 羡慕主播 动物园的工作可不好找优 一般人可进不去 就主播这训猴的技术 往哪一站就是老大 猴子们哪敢造字 主播你可别当训猴师啊 我们还等着你以后的挑战直播呢 就连猴子们听到这个提议都激动坏了 一个个心心眼的等着我同意 可我的志向可不在这里 不好意思 恕我不能接受这个提议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这份工作恕我不能接受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不过你放心 只要你们好好对待他们 食物广告 他们是不会轻易伤人的 猴子们见我这么说都纷纷顶头了 那好吧 我给你留张我的名片 你要是想来我们随时恭候 在场的人都没有想到 因为我的这句话 往后的几十年间 这个动物园的猴子 再也没有抢过游客的东西 更不会伤人 反而特别温顺 想要合照的 只要好好说猴子都会偷偷 这个动物园 因为这群猴子 还被评为模范动物园 更成为了大家上京都的必拔凯 在动物园没待多久 叶峰就离开了 得知他要离开猴子们 跟死了爹娘一样 泪花在眼眶里打转 最后叶峰承诺 以后会再来看他们 这才得以脱身 晚上八点 叶峰回到家 第二个挑战完成 叶峰从系统处 一共得到一千块钱奖励 抛去吃饭给猴子买香蕉卡里 只剩九八十五块 他在京都租的房子 一个月要八百 这点钱只够交一个月 叶峰躺在床上 翻着抖音后台 两场直播 应该有不少钱了吧 一看后台不得了啊 两场直播收益 竟然到达了三千五百十七块 有钱了 叶峰想也没想 就将这钱提现到卡里面 加上原有的九百十五块 现在叶峰卡里 有四千四百五十二块 有了钱 叶峰想也没想 就点开房东的微信 连同欠款 和这个月的房租 转账两千四百过去 对面几乎秒收 还给叶峰发了个笑脸 做完这一切 叶峰丢下手机 走厕所里冲凉 京都现在的天气 就如同蒸锅里面的温度 就算傍晚 也没有减少半分 白天的事件 不意外地上了热搜 动物园的员工 虐待致死猴子 成为了罪热话题 要不是叶峰上 动物园主播被挑衅 又怎么会牵扯出 后面的一系列的事 要说就是李强装逼 踢到铁板了 天底下竟然有 如此可恶变态的人 这人的性格被扭曲了 真当不怕因果循环 可怜这些猴子了 都受得瘦骨灵巡 还要被这般对待 希望相关部门 好好管管 彻查还有没有 类似的情况 这种人心里极度扭曲 今天敢杀猴 驯猴视频一拍红 现场围观群众很多 一时间 叶峰现场驯猴的 各种视角的视频 都被发了出来 他们不知道 叶峰的名字 只是用勇士称呼叶峰 驯猴也一度上了 斗音热搜 每个发布 驯猴视频的网友们 都获在上万 纷纷在评论区 感叹叶峰的壮举 这主播我认识 这不是疯子哥吗 我又错过了什么 驯猴视频 这家伙 不会一早就跟这些猴子 混熟了吧 不然他们 他们不是这么温顺的动物 这位勇士 简直就是猴子头上冻土 找死 多亏猴子听话 不然不得五马分尸 这哥们流逼啊 这句也在此 让我真的感觉 大胜回来了 啥也不说关注一波 就想看勇士再闯辉煌 同上 驯猴视频已经错过了 以后定不会缺席 一晚上 因为驯猴视频 以及山巴掌视频 叶峰一页涨粉20万 不少网友 顺着评论区的关键词找来 相继给叶峰一个关注 都想一度勇士的风采 这种挑战类型的直播 水友们 还是第一次见 许是新鲜 大家对叶峰很是期待 期待他再给带来 更加奇葩直播 这些水友纷纷将叶峰的直播 设置为响铃 只要他一上线就提醒 确保不会错过直播 大家都知道这个主播 只会在直播间抽粉丝的留言 大家都想看看 满级射牛 怎么接受奇葩挑战 想成为网红的人 比比皆是 这不 看到叶峰一页涨粉20万 有人动了恻影之心 这个叫勇敢牛牛的博主 就是其中之一 叶峰的直播方式 让他看到了商机 或许他也可以相仿 叶峰出几期这样的挑战视频 只要自己出得快 还愁不能赚钱 这不 一有想法 勇敢牛牛就开始和朋友 开始操作抽评论区的留言 进行挑战 主打一个射死 第二日 当叶峰看到自己的粉丝数量 微微惊讶后 又开启了直播 点开直播 叶峰悠闲地靠在椅子上喝着茶 直播间的人数不断上升 一分钟时间就长到了一万多人 没等叶峰说什么评论区 就开始飘起单目 竟然开播了就来吧 想看主播 找几个心理医生 去玩狼人煞 去厕所开门发筷子 让里面的人慢用 挑战带一个樱花果小日子 看抗认神剧 去理发电烫嘎直窝的毛 烫完了 说不满意见了 挑战去做分娩体验 加一集笑一分钟 狗头 在民政局找一个刚离婚的女的 当着他前夫的面向他求婚 叶峰从不断刷屏的评论区里 捕捉到了些许关键词 烫搭直窝的毛 找离婚的求婚 你们真探娘的是人才 想看主播出酒就直说 你们也太狠了 随即任务发布 接受粉丝大地之子的评论 在民政局找一个刚离婚的女的 当着他前夫的面向他求婚 叶峰 你探娘的也是人才 你也是人才 微笑 嗨嗨叶峰倾咳一声也是尴尬 善善说道 今天要挑战的是 粉丝大地之子的评论 在民政局找一个刚离婚的女的 当着他前夫的面向他求婚 什么 找离婚的女人 当着他前夫的面求婚 这是真可以做 确定是射死 而不是找死 主播呀 你真是满身反骨要 不过我喜欢 哈哈哈 主播简直做得一手好死 在此我只能 祈祷你遇到一个软柿子 不然就你这个小体格 不得被人一拳抡死 主播不怕表白成功 别人赖上你 刚离婚的人 很需要安慰哦 我就静静看着主播 做死不发表意见 既然确定了目标 叶峰直接出发 民政局门口 叶峰手里捧着一束杨甘菊花束 打量着从民政局 进进出出的人们 卧槽 主播这是有备而来 难道还想求婚成功 现场领证 这波还属主播最溜 不是主播 你来真的 有点期待是怎么回事 十几分钟过去 民政局门口依旧人来人往 离婚的人 甚至远超结婚队伍 排到了大门口 占比四分之三都是轻的 从民政局出来的人笑得少 愁眉苦脸的多 有的还领着孩子过来 屁大点的孩子的第一堂课 竟然是父母的不幸 这样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 是多么的残忍 实际上 这种情况屡见不止 就在叶峰寻找目标的时候 他的目光被民政局门口 刚出来的一对年轻夫妻蜥蜴 男人一脸怒意地拽着女人出来 从台阶上拖到了平面 女人被推到在地 他却丝毫没有停止的举动 不顾女人的凄惨喊叫 上手打她 她身后还跟着个 长相凶悍的妇女 嘴里不断吆喝 打死她 这样的变故 立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叶峰想也没想 就走了上去 你个贱人 吃我的 喝我的 还要和我离婚 看老子不打死你 你个没人要的贱货 是我家收留你 养着你 不敢接也就罢了 还闹幺蛾子 我看你就是活腻歪了 那长相凶悍的妇女 也搭腔着 儿子 这个不会下单的女人 离了就离了 成天好吃懒做 我可不想伺候她 你可没见她在家里的嘴脸 都敢斜眼瞪我 我可是你妈 啥时候受过这份委屈 短短几句话 就引起了直播间 网友们的愤怒 这特么的 还是男人 这是男人该说出的话 还有那老毒妇 是几个意思 我看他们离婚 这老妖婆也参与了 这么护着你儿子 干嘛给她找媳妇 你和她过不就得了 还收留 人家嫁到你家 就是这般对待的 啊 气死我了 我最见不得家暴的人 家暴男都去死吧 自己无能 就怪女人打女人 懦夫行为 主播上啊 我都快气炸了 你快去帮帮她 网上的评论叶峰不知 此刻她已经来到了男人旁边 男人脑海里 只有她娘受委屈了几个字 本就愤怒的心又被点燃 贱人 你怎么敢 她轮圆了胳膊 想再来一巴掌 为她妈出气 没成想高高举起的右手 被一股蛮力牵住 男人大怒 草泥麻 那个不长眼杂种 敢管你大爷的事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周围的人迅速围了过来 直播间的人数 也因此不断攀升 要不是隔着屏幕 网友们都想给这个口出狂言的 龟孙一个大笔兜 原地教她做人 痛痛痛 男人近乎扭曲着脸回头 打量着身后这个长得跟若姬 却异常有力的男生身上 他不费吹灰之力 就钳住了自己 右手甚至还抱着一束花 男人试图挣脱 却发现对方的手纹丝不动 一想到自己一个180斤的壮汗 被这样制止住 怒火刷一下子窜上来 放开 臭小子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这时 一旁的妇女也反应过来 冲过来嚷娇道 快放开我儿子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再不放我就告你故意伤人 他不停地拍打着对方的手 故意伤人 叶峰听笑了 冷声反问 原来你们还懂法 叶峰丢开前住男人的手 满不在意地说道 想告我不妨看看 警察先处理谁 公共场合殴打妇女 你说15天能解决吗 剑巴掌迟迟没有落下 女人才敢睁开双眼 她艰难地支起身子 抬起头 小心翼翼地打量着 这个出手解救自己的人 原来这个世界上 还会有人会站在她这边 刹那间 泪花湿润了眼眶 啊 我的家事关你屁事 男人揉着自己的手不善道 识相点就快滚开 妇女附和道 快滚开 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毛都没长齐 还想管别人的事 这片谁不知道王家 有后台啊 叶峰挑了挑眉 原来如此 难怪这两人敢如此放肆 公然在民政局门口打人 就连里面的保安 都没有出来制止 现在知道怕了 男人一脸傲然居高临下地 看着叶峰 一字一句说道 现在给爷爷我跪下道歉 我就放过你 别说叶峰了 就连见多识广的网友们 都没见过这般狂妄的人 这特么是谁啊 他王家很有面子 有背景 有没有认识的出来说一下 三分钟我要这个狗男人的消息 我倒要看看他 又和嚣张的资本 特么的 看到我拳头都硬了 只恨我不在现场啊 不然我真想 对着他的逼脸来上一拳 叶峰蹦不住了 这是哪里来的傻袍子 也不怕家里的事业败不完 道歉 叶峰顿了一秒说 爷爷我的字典里 就没有这两个字 找打 男人咬着牙揉着拳 他不信这个弱鸡一样的男生 能打过他 刚才被钳住 一定是意外 见男人起了动手的心 地上的女人站了起来 拉了一把叶峰的手臂 担忧道 这位小哥 反正他都已经这样了 不想再连累无辜的人手上 叶峰这才看清女生的脸 巴掌大的小脸上 满不于青 左眼微肿 嘴角挂着血丝 唯有那双清澈的眼睛 忍不住令人动容 若是没被家暴 不难看出 他是个长相亲厉的女生 叶峰的手机挂在胸前 女生的容貌 自然也映入了网友们的视线 家暴 妥妥的家暴无疑了 你们看这女生的脸上 全是伤疤 这畜生 难道京都没有王法 为什么天子脚下还会发生这种事 啊 为什么 你们没听人家说 人家可是有后台的人 怎么会关心老百姓的死活 这不就是法外的漏网之鱼吗 真心建议普查 家暴一日不除 就别怪结婚律手 要钱和要命 大家还是分得清的 啊 我想起来 他是谁了 一语激起千层浪 网友们的好奇心 一下子就被勾了起来 展开说说 你就别留悬念了 知道我们着急 就别卖关子 快说 就是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是是是 这个人叫王健龙 是这一代名副歧视的富二代 家里有权有势 至于他家是什么 背景我倒是不清楚 但有知情人士透露 王健龙家在朱里有人 在一个他三十好几的人 整天跟个混混一样惹事 去朱里就跟回家一样 这也是大家不敢惹他的关键所在 不然敢在民政局闹事 早让保安制止了 卧槽 还带这样呢 难怪这龟孙这么狂 主播这下碰到硬查了 这就是全世带来的便利 有人真的 敢如此仗势欺人 奇耻大辱 这不是藐视我国的权威吗 咱们国家就是有这样的蛀虫在 才会发展的缓慢 我相信 在咱们看不见的地方 依旧有不少这样的事情发生 GG相互已经是常试 我们又怎么能撼动 与此同时 远在长宁区的一对夫妇 睁目不转睛地盯着直播 正确地来说 是盯着直播里的女生 两人瞪圆了眼睛 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画面 脸上的表情 从不敢置信 变到震惊 再到心疼 是他对不对 妇女含着泪 对着身旁的男人求证道 他脖子上有疤 我没有看错对不对 是他 男人肯定地点头 搂过他的肩膀安慰道 是他没错 若仔细看就能看出 他也在颤抖 他也怕这次再像以前一样落空 电话 对 打电话 是 咱们去找他 好 没等叶峰开口 对面的王健龙不乐意了 你个贱人 到现在还不忘勾搭男人 你真是见到了骨子脸 看着拉扯的两人 他火冒三丈 直直朝着 两人冲了上来 抡着拳头 对着叶峰面部袭来 千军一发之际 就在大家为叶峰 捏了把冷汗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叶峰一个侧身 反手就将王健龙压倒在地上 后者呈现面朝地 守备身后的姿势 王健龙甚至挣扎不了 叶峰就像一座山一样 压在他的身上 压得他动弹不得 右手更是疼得厉害 像是断了一样 痛痛痛 你快放手 王健龙想得很简单 只要自己挣托就摇人 他不信人多 奈何不了这臭小子 两手难敌四手的道理 他还是懂的 老实点 再敢多嘴 就不是叫两下这么简单 叶峰是何许人物 又怎会不知他心里的小九九 更别提他那脆了毒的眼神 这货指不定又在算计什么 你 迫于疼痛王健龙只好妥协 乖乖趴在地上 只求叶峰不再使劲 这一幕发生得太快 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看见王健龙被压倒在地上 就连那老毒妇都吓傻了 见自己儿子被制服他也不敢上前 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起来 我这是遭了什么孽啊 我的儿啊 你们竟然这样欺负我们娘俩 周围人 网友们连同叶峰都蹦不住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这这怎么感觉像是死了儿子一样 他在哭丧吗 笑死我了 主播这一波实属秀啊 想不到这么瘦弱的身体 还能撂倒壮汉 主播速度太快 我眼睛都没跟上王健龙就倒地了 真是解气 痛快啊 欺软怕硬的家伙 剑打不过就撒泼打滚 简直丢死人了 这还是城里面的人 主播太帅了 今夜我愿称你为神 看着平时张牙舞爪的两人 落得这样的境遇 女生心里直呼痛快 只恨这是法治时代 不能一刀解决了两人 殊不知她的表情 没有逃过叶峰的法眼 她看着她想了想才到 可以说说你的故事吗 女生 她这是要为自己做主 她不敢想象自己的耳朵 此时周围的群众也开口道 姑娘你就说说 只不定能帮到你 就是不要怕 不就是遇人不输吗 只要你说出来 他们就会得到相应的惩罚 你要相信 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对对对 你不要怕 我们都站在你这边 我们都支持你 你说便是 慈禧彼伏的声音 回荡在女生耳边 她攥紧手咬着牙 内心挣扎着 似在舒服自己 片刻后 她深呼了一口气 郑重地点头 她知道 若是今天不彻底解决这件事 以后自己 也别想再过好日子 这家人就是恶魔 她好不容易逃出来了 实在不想再入魔窟 我叫灵珠 今年22岁 我是被父母 卖到王健龙家的 在17岁的时候 一句话让周围寂静 各种原因 他们都猜到了去 独独没有猜到这个 你胡说 贱人 你要再敢多说 半句我就要你 见不了明天的太阳 王健龙慌了 他挣扎着想要起来 恨不得撕烂灵珠的嘴 因为他知道 今天这是一旦暴露 自己可就完了 让你说话了 叶峰暗中使劲 疼得王健龙嗷嗷叫 让灵珠周身一颤 身子忍不住开始发抖 看她这反应 大家就知道 她平时没少被恐吓 这时 围观群众中 走出两位女生 一左一右的 来到灵珠的身边 用手轻拍她后背 以示安慰 灵珠感激的 对他们点点头 不要怕 你继续 叶峰安抚道 嗯 灵珠深吸一口气 说 我是被我的父母 卖到王健龙家 他们明约 为我好给我找个有钱人家 可是我抵死不从 他们舅舅将我打晕 醒来后就在她家 还被玷污 从那时起 我就被关在 不足十平米的屋子里 不听话就打我 不高兴也打我 你们看 说着 灵珠露出被 王健龙家暴的痕迹 除开脸上 她的脖子 胳膊 腰间 腿上都不满的轻硬 还有一道又一道的伤疤 甚至还有圆形的 疤痕印记 四眼头烫上去的 灵珠身上 近乎没有一块 白净的皮肤 全是颜色深浅不一的淤青 不用看也知道 是快好了 又被暴力施加的痕迹 这一幕彻底激怒了所有人 相比愤怒他们 更多的是心痛 心痛灵珠在花一样的年纪 却遭受到非人的待遇 这个人渣 你看看 你这都干的什么事 真TMD不是人 说人都抬举她 她就一个畜生 还有他妈那副嘴脸 还人家好吃懒做 我看是你们才对吧 看看人家姑娘的手 操成什么样了 一看就是经常干活的模样 还没少干 17岁啊 你们这是QJ 还有非法犯 卖人口 这姑娘的家人 是怎么回事 怎么还将女儿卖了 抢买抢卖 人家不愿意 就打孕送走 这还是亲生父母吗 重男轻女家庭 这丫头说来也可怜 这身上的伤疤看着就疼 这五年 不知道她怎么过的 周围的群众和直播间的水友们 都对灵珠感到难过 尤其是嫁过人的女同志们 为人妻子 他们了解灵珠的感受 而婆婆同样是 他们最害怕的人 这个人关系着 他们小家庭的命运 灵珠的遭遇 他们倍感深受 更别提灵珠 还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 被父母卖到王健龙他家的 是个人都会愤怒 灵珠还在继续 五年 我都不敢想我是熬过来的 我挣扎过 反抗过 可越是这样等待我的 只有无尽地打骂 打完是无情地蹂躏 他们说 我是声誉工具 可我不想变成这样 滚热的泪水 从脸上滑落 灵珠掐着自己的大腿 迫使自己清醒 我无数次有轻生的念头 可他们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不能死 后来我学会了讨好 这才讨出来 就为了今天才换来这张证 灵珠将口袋里的离婚证拿了出来 他笑了 满含泪水的笑 一句讨好大家 不知灵珠得付出多少努力 大家心疼灵珠的同时 又对王健龙恨得牙痒痒 恨不得一口唾沫淹死他 这种人渣 怎么配活在世上 虽然我不赞同网报 可若对象是王健龙 我就不客气了 我愤怒地直接问候 他的祖宗十八代 看那老妖婆 就知道这王家家风不正 怠珠出不了好损 这句话果然没错 哎呀呀 我受不了了 他王家有权有势 咱们人多 还愁帮不了灵珠 干就完了 主播我们挺你 对 今天这事必须上热搜 晚一秒都不行 这王八蛋不吃一颗花生米 难解我们心头之恨 算我一个 必须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加一 加一 这边 相比灵珠的控诉 王健龙和老妖婆的表情 都没有过多反应 仿佛灵珠说的不是他们一样 想到自己的后台 王健龙的心又稳了稳 这么多人看见了又怎样 风口不就得了 这种事 他也干了不少 压根没有负担 母子俩对视一眼 王健龙吃笑道 这个贱人说的话 你们也信 他可是神经病 脑子有问题的 听到儿子这么说 老毒妇也不好了 嚷嚷的 就是就是 他有神经病 他说的话都是意想出来的 我们压根就没有可待他 相反我们对他可好了 好吃好喝地供着他 却不料被反咬一口 不得不说 这番言语下来 大家都懵了 灵珠身上的伤疤和淤青 大家都见得真真的 他们还敢狡辩 有后台就可以胡编乱造 说人是神经病 你们 这句话令灵珠眼前一黑 再次跌坐在地上 要不是身边的两个女生扶着 他怕是要倒地不起 他咬着牙 你们害得我还不够 还要诬陷我是神经病 你不是神经病是什么 再说了 家里可是有你的诊断证明 你还想抵赖 王健龙对灵珠表现出来的反应很满意 他就喜欢看他被自己贬低到骨子里 却又无法摆脱的样子 这别提有多爽 只是他没高兴多久 一阵剧烈的疼痛 就从腰间传来 啊 我的腰断 断了 草尼玛 你小子顾得好死 叶峰哪里肯听他的 自顾自地将膝盖顶在王健龙腰间 咔的一声 仿佛有什么东西碎裂了 啊 放手放手 王健龙疼到 不能形容自己现在的状态 反正揪心的痛 老妖婆 那见得了自己儿子受罪 蹭一下就跑了过来 要不是有眼疾手快的群众拦着他 只怕他手上的包 就砸到了叶峰头上 叶峰冷眼看他 盯得他寒毛直竖 他不示弱道 你自己找死 就不要怪我们无情 到时候 可以有你好果子吃 王健龙 妈 我要杀了他 你要杀了谁 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只见原本密不透风的人墙 散开了一个角 七八个身穿黑色制服的帽子警 查走了过来 听到熟悉的声音 王健龙和老妖婆 同时露出了笑容 老妖婆更是跑到 为首的警察身旁哭诉道 你们可要为我们做主 他指着叶峰愤愤不已 这小子不分青红皂白 就打了剑龙 还威胁我们 看着这张老脸 渲然若气的模样 叶峰 网友们 现场的群众们 甚至那为首的警察 都有一股想要吐的感觉 直播间更是一阵喧哗 真特么的小道华 屁股开了眼了 这老妖婆 竟然恶人先告状 意思谁先说 谁有理 给爷看吐了 要不是想看他们遭报应 真想看看 黑丝洗洗眼睛 我直接又出声 虽说很恶心人 可你们注意到 老妖婆和王健龙的表情了吗 狂血 没错吧 他们绝必认识 这样一来 主播岂不是威仪 主播顶住 等我们为你摇人 直播间的 心风血与叶峰一概不知 他此刻正在思考 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没有错过 王健龙母子的反应 也就是说来的这几个帽子 可他们是一伙的 情况不妙啊 没等警察答话 周围的群众看不下去了 纷纷为灵珠鸣不平 警察叔叔 他们说的都是假话 明明是他们动手在先 先打了这小姑娘 小伙子见义勇为 才出手制止的 是啊 你们看看这小姑娘 身上的伤疤和淤青 都是那混蛋打的 你们可不能护着他 你们得为小姑娘讨个说法 对 我们都亲眼见了 我们就是证人 这家伙还是个QJ犯 海家暴 若是这件事 你们不处理 今天的热搜头条 必将是你们 就是就是 见群众反应如此大 带队的刘警察也知道 今天这是不简单 要是不给一个交代 热搜上定了 大侄 你可要为我做主 不要听他们的话 他们是一伙的 和灵珠那死丫头 串通好整理兄弟 一句大侄 瞬间让刘警察头皮发麻 忍不住出声制止 够了 颇具威严声音 直接吓破了老妖婆的胆子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刘警察 四再说 你也在维护他们 刘警察差点没爆出口 有这样的亲戚是怎样的体验 简直糟糕至极 要不是自己的上司 是王健龙的父亲 他才懒得管这家伙的破事 整天无所事事就知道惹祸 他都不知道 为他擦了多少次屁股 怎么就不长记性 更离谱的是 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公然叫自己大侄 这不是明摆着 让别人知道他们认识 还关系匪浅 见过蠢的没见过这么蠢的 要不是碍于情面 他都想撬开他俩的头 看看里面装的 是不是豆腐炸 怎么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这一生过后 大家的眼神明显变了 连带着看他的眼神 都不再是信任 而是质疑 现状刘景查清咳了两声 嗨嗨 这位女士 你先别说话 带我问清楚事情的缘由 还有 刘景查看着叶峰说道 你先松开他 他的话语里 充斥着不可质疑的音调 秉承着好功名身份的叶峰 当即就松开王健龙 从他身上起来 被松开后 王健龙却迟迟没有起身 不是他不想起来 而是他压根起不来 他的腰像灌了签一样 压得他动弹不得 纵使他将脸憋红 也没有挣扎起来 在群众的一声声嘲笑中 他尴尬不已 脚趾头差点没原地 扣出一座魔法城堡 最后还是 刘景查看不下去 让两名警员将他架了起来 看着被拖得像狗一样 嗷嗷叫的王健龙 大家纷纷笑出了声 碍于围观群众过多 刘景查不好公然训思 只好向征信地问问受害人 他来到林珠面前 公事公办地问道 请你说说事情的经过 眼前这个人 林珠又何尝不认识 他可没少上王健龙家见过他 包庇就算了 还当不知情者 真是贼鼠一窝 看着怒视自己的林珠 刘景查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没等他再开口 叶峰抢先道 你且如实说 真相如何 只有大家定博 没错 小姑娘你就放心吧 咱们都明眼见着呢 都是证人 就是就是 不要怕 参差不齐的话语 从四面八方传来 这一刻林珠感觉到无比心安 随后 他又将自己的事 对刘景查一一道来 他一字一句诉说着自己的冤屈 丝毫没有添油加醋 每说一句 大家就对王健龙的恨就加深一分 心里想着 这种人渣就应该直接枪毙才对 不然还留着霍霍人间 讨伐王健龙的声音不断响起 刘景查这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他佯装镇定地开口道 事情的经过 我们已经了解 剩下的 还需各位配合调查 请几位跟我们走一趟 随后他又看向叶峰 还有这位先生也一起 一听还牵连到了叶峰 灵珠急了 不行 他不能去 这不关他的事 再说了 你们真的能调查好我的事情 确定不会包庇他们 刘景查微怒 人民警查你也不信 他不相信 灵珠敢当面说出 他们之间的关系 人民警察 哈哈 灵珠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良久才看向刘景查 别人我或许会信 但你就算了 你们什么关系 不用我多说吧 你需要胡说 我们能有什么关系 刘景查慌了 声音不断拔高 这样的反应 落在群众眼里 就是心虚 再结合刚才老妖婆喊的那声大折 他们之间的关系 还有多说 明眼人也知道 其中有猫腻 这时 许久没有说话的王健龙也嚷嚷的 哥 别聊了 赶紧的我腰还疼着呢 赶紧抓人完事 赶紧抓人完事 听听 听听 真当这京都市他王家当家了 竟然敢如此嚣张 你闭嘴 刘景查只觉得一股怒火 直窜天灵盖 就特么差点栽倒在地 王健龙那受过这份委屈 又嚷嚷着 灵珠就是个没人要的贱火 难道你也要帮他 你怕不是跟那小子一样 跟他有一腿 刘 没等叫出刘景查的名字 他的嘴巴 就被身边的两个警察捂住 此番言论 更是激怒了所有人 网友们隔空乱骂 他娘的 真是开了眼了 这人怕不是有大病 主播 这口锅我不背 不过 我要当着你的面 给你前妻求婚 主打一个气死他 这男友妄想症 我看神经病是他才对 可不是 瞧着说话 都像是刚从精神病院里 跑出来的 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 否则视为任务失败 任务失败惩罚 惦记一次 叶峰特么的都猛了 压根忘记了 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可是现在这么多人 真的好吗 原来任务失败 还有惩罚 惦记一次 叶峰表示不想体验 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拿着手机拍照的屡见布置 刘警察再次催促到 麻烦配合调查 不然就不要怪我们强制执行 说完 几名警察上前 这时 叶峰大喊道 等等 你有事 留警察不检 等我办完一件事 我可以跟你们走 叶峰笑了笑又道 两分钟就好 他这个迷之操作 让众人疑惑不已 只有直播间的网友们 快速反应过来 纷纷猜测道 不是吧 不是吧 主播不会要开始挑战了吧 这合适吗 这么多人主播 不怕尴尬 本社孔的脚趾头 都扣紧了 可还是好期待 无脸 虽然这个情况有点不对 可若是能看到 主播弃王剑龙 我还是恶意见到的 上啊 主播 弃死王剑龙这个龟孙 对 弃死王剑龙这个龟孙 加一 加一 虽不解叶峰要干什么 为了不将事情闹大流警察 还是同意了 搞快点 叶峰汉手 是是是 话落 叶峰转身面对灵珠 在后者不解的目光下 单膝下跪 轻轻举起手中的鲜花 灵珠 我知道你是一个特别的女孩 我知道 现在对你说这个有些冒昧 我们虽然认识的时间短 但我希望你 可以给我一个了解你的机会 面不红心不跳地说完这句话 叶峰将手上的鲜花递了出去 这树鲜花叫杨甘菊 杨甘菊的花语是 逆风中成长 不像困难低头 我希望你坚强勇敢 不被束缚 看着手捧着鲜花的叶峰 灵珠整个人都是猛的 这个素未谋面的男生 在向自己表白 不对 他来时就手捧鲜花 应该是送给心仪的姑娘的 只是他又为什么会对自己说这番话 是安慰 除了安慰他 想不到第二个词 来形容现在的状况 叶峰看着灵珠 所有人看着他们 又看向王健龙 叶峰这番举动 惊呆了所有人 这一刻 大家的三观都炸裂了 虽说这样有些不道德 可实在解切 大家不得不再呐喊一句 小伙子牛逼 王健龙清晰地感受到 他们的嘲弄之意 他怒了 咆哮道 我TMD就知道 你俩有一腿 竟然敢在我眼前挑衅 真当我是死的 灵珠我告诉你 就算咱俩办了离婚证 你生是我王健龙的人 死也是 叶峰压根没听他的鬼话 起身将手上的杨甘菊 塞进灵珠的手里 原因无他 只因系统 在脑海里拨爆了任务完成 灵珠本就处在猛逼状态 哪还注意王健龙的话 他低头看着怀里的花 逆风中成长 不像困难低头 他能做的 王健龙见两人都没搭理自己 脸上挂不住了 又嚷嚷道 你们这对肩负淫妇 等老子好了 人群后就传来一道威严的声音 你要弄死谁 这声喊话颇具威严 带着强势不可置疑的语调 更让人有种胆寒的感觉 大家纷纷在想 谁这么胆大 竟然敢当着警察的面 说出这种话 人群闪开 众人望去 为首站着三个人 两男一女 他们身后跟着十几名 整装待发的警察 刘警察的目光 自然而然地 落在三人中 位于最左侧的中年男子身上 待看清他肩上的尖灰石 不由道西一口凉气 橄榄枝环绕半周的国 灰 副总监 监 别人不知道他的来历 刘警察和底下的警察能不知 这可是局长 见了都要讨好的存在 刘警察不清楚 他们为何会到这里 但狂挑的诱言 仿佛在浴室 接下来有不好的事发生 没多想 刘警察几人 就来到中年男人面前 整齐地行了个脸 中年男人点头示意 并没有开口的想法 一时间刘警察几人忐忑不已 只能站到一旁等候 眼下的事情 已经不是他一个小警察能解决的 这些人一出场 直播间刷一下子沸腾起来 卧槽卧槽 我没有看错人吧 谭克 谭副总警 奸 想不到他这样的职位 还会出现在这里 我有预感 接下来要发生大事 什么样的事 需要他亲自出面 还有 他身边的那两人 不是富豪排名榜上的富豪 模范夫妻顾红飞和段慧吗 他们怎么会和谭克来这里 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听过一件事 这对夫妇早年丢失过一个孩子 他们出现在这里漠不慎 难道这里有他们孩子的消息 就在大家众说纷纭的时候 顾红飞和段慧 已经迫不及待地来到林珠的面前 直勾勾地打量着他 面对突然凑到眼前的俩人 林珠表示有些不适 闪躲着往后退 害怕地躲到了叶峰身后 叶峰自然地为他挡住了两人的视线 虽不知他们是何来意 虽说如此 但短短几秒 已经足够让顾红飞和段慧 看清林珠脖子上的印记 是他没错 但真正看清人 在想起直播间所听到的述说 段慧没忍不住流下的眼泪 他心疼坏了 压根不敢想林珠这些年 是怎么过来的 还有这个印记 他是无论如何也忘不了的 当年 他出为人母 纵使自己万般小心 还是让孩子被热水烫倒 只是没想到 今天静音这个而找到他女儿 说不激动那是假的 他拉着顾红飞激动到语无伦次 是他 我没看错 嗯 我知道 顾红飞肯定地点头 两人这番操作 直接看猛叶峰 更看傻的群众 这俩人在打什么哑咪 什么就是他 叶峰不解地问道 你们这是怎么了 说完还不忘将林珠湖的更紧了几分 这位小兄弟别紧张 我们没有恶业 缓了一会儿 顾红飞才组织好语言道 我们是来寻亲的 二十年前 我和妻子育有一女 她刚学会走路 就被人带走 至今没有下往 段慧也忍不住道 我们找了她二十年 每日每夜不曾放弃 只恨当时不是信息时代 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短短几句话 叶峰和所有人都了解他们的来意 可看林珠是怎么回事 突然 一道金光砸进所有人的脑海 难道林珠是他们的女儿 若说这是真的 那林珠的遭遇 就都说得通了 那有自己的父母 会卖掉自己的孩子 所以 叶峰看向身后的林珠说 反问 你们认为她是你们的女儿 是 段慧肯定地点头 她怕大家不相信诱导 她脖子上的那道疤 是我当年不小心留下的 所有人一致望去 林珠脖子上 的确有一道伤疤 四趟伤 看着的确有些年头 脖子上的伤疤 林珠不禁上手 抚摸着段慧所说的地方 整个人猛得不能再猛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梦 她甚至从来也没有 怀疑过自己的身份 只想着自己是女孩的缘故 所以不受待见 可谓和眼前这个 女士哭她也会有心痛的感觉 林珠不知道用什么 来形容她现在的心情 反正就是极其复杂 这是我女儿小时候的照片 说完 段慧又着急地 从包里掏出几张照片 看上面的柔痕就知道 这些照片经常拿在手上 她试探性地来到林珠面前 将张片递了过去 照片里 一个长相白皙的小丫头 正捧着脸开心地笑着 露出了两颗小虎牙 短短的头发 也被砸成小辫 可爱极了 看着这照片 林珠愣住了 原因无她 照片里的小姑娘 和她小时候很像 就连那脖子上的伤疤 也如出一辙 这是巧合吗 林珠不敢确定 就在大家沉默的时候 谭科走了上前 对着林珠道 是不是做个亲子鉴定就知道 还有 王承明已经被我们控制 你的冤屈 我们会为你解决 听到王承明被控制这几个字 林珠想也没想 就对着谭科跪了下去 王承明是王健龙的父亲 也是这片的警察局 长 眼前这人竟然能将他控制 定是来历不凡 哎 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 谭科试图将他拉起来 警察叔说 请您一定帮我洗涮冤屈 好好 我们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嗯 临走前 林珠特意来到叶峰面前 感激道 谢谢你的安慰 花我很喜欢 我也会像他一样坚强 顾红飞夫妻二人 同样感激叶峰 询问他姓名后 留下了一张名片 事已办完眼前事 再来感谢他 就这样 这场闹剧收场 人群散去叶峰 才得以关注直播间的情况 哇 给我看哭了 主播这举动 直接升华了这个挑战 听到林珠的感谢 我更是哇的一声哭出来 想不到看个直播 还能看到这么颠覆三观的事 好在一切都在向好的地方发展 希望林珠就是顾红飞的女儿 她这辈子太苦了 该想想福了 感谢直播让我们看到 这不为人知的一幕 满屏的感谢 伴随着各种礼物特效 刹那间 跑车 火箭 甚至嘉年华都出现了 粉丝都这么给力 叶峰还能矫情 他立马笑开眼感谢道 感谢峰哥最牛逼送来的跑车 感谢大飞扬送来的火箭 感谢Be bye bye 送来的嘉年华 感谢大家的支持 简单感谢粉丝后 叶峰表示 要下播缓缓 明天再播 今天这阵仗 尾时有点吓人 作为好功名的叶峰 哪见过 要不是来十根系统 换了强壮丸 只怕刚过去 就被王健龙打趴下 还装什么病 这件事 让叶峰清晰地认知到 有后台是多么重要 要不是顾红飞夫妇和谭柯过来 只怕他今日进去 就见不了明天的太阳 人脉啊 叶峰摇了摇头 决定化悲愤为食欲 就在他胡吃海喝的时候 今天的视频也上了热锁 不到一个小时 官方发布了消息 通报中 以王健龙为首的施暴者 连同王成明 老妖婆 刘警察 还有林珠原来的父母 统统伏法 他们共认不会自己的犯罪事实 择日开庭判处 此消息一出 全网拍手称快 想不到这次官方这么给力 我刚刷到视频 这就出结果了 这波操作我愿称之为神作 原本我还想说 官官相互来着 这下啪啪打脸 无脸钟 大快人心 让他一家嚣张 这下活该了吧 死刑 必须死刑 这件事告诉我有背景才是王道 我敢说 顾红飞背后肯定出手了 且不说林珠是不是他的女儿 林珠都直了 不然凭借他个人能力 怕是告到死 都不会有任何结果 早日开庭 我要去现场围观 看我不把臭鸡蛋 砸在这些王八蛋的脸上 楼上带我一个 带我一个 还有我 搁着屏幕 叶峰都为林珠感到高兴 简单刷了几个视频后 就下线了 现在他已经完成了三个挑战 可以开启抽奖 叶峰点开普通宝箱 查看里面有什么 直一眼 叶峰就失望地摇摇头 这里面的技能 他看了都猛 厨艺 绘画 唱歌 舞蹈 确定这些不是鸡类的东西 想也没想 叶峰就将算盘打到盲盒上面 正所谓风浪越大 鱼越贵 看着控制面板 叶峰用手 点击了盲盒按钮 一道光束过后 盲盒打开 大师及歌唱水准 适用于各种音乐 一唱歌技能 虽说叶峰对这些不太注重 但有总比没有好 他毫不犹豫地吸收了技能 刹那间 各种音乐知识 会走到他的脑海里 嗨嗨 叶峰倾咳了两声 准备唱两句试试 爱你孤身走暗象 爱你不跪的模样 爱你不肯哭一场 一曲结束 叶峰惊了 完全想不到 这是自己唱的 原先的他 可是五音不全 唱歌要命那种 现在却唱得这么好 跟原唱没有什么差别 果然还得是系统 虽说这技能有点鸡肋 但不妨碍出去的时候 可以装逼 试问哪个小姑娘 谁能拒绝一个 逼格满满的男人 休整了一日 叶峰开启直播 刚开播 不少关注他的粉丝 就收到消息提醒 直接进入直播间 短短几分钟 直播间就达到了上万人 这还没完 人数还在增加 大家笑我好 主播又回来了 一进直播间 大家就听到了 叶峰火力满满的声音 弹幕立马刷了起来 主播好呀 我们想看你直播挑战 话不多说我先来 挑战去医院化验尿 把尿换成红牛 然后当着护士的面喝掉 然后说一句 好甜 像你一样 叶峰汗烟 我要是像你一样 变态就好了 挑战用飞鱼罐头水 抹在脚上 用塑料袋 五两个小时 去足疗店洗脚 叶峰皱眉 你也不嫌恶心 呦 这问题狗 看了都要摇头 带三个小学生 绝地求生 顺利吃鸡 挑战带开锁师傅 去密室逃脱 发随机任务 完成粉丝饭 吃了吗 得挑战 带开锁师傅 去密室逃脱 以最快的速度通关 听到系统播报 叶峰开口道 今天要挑战的是 带开锁师傅 去密室逃脱 以最快的速度通关 不得不说 这个想法 也算够奇葩的 带开锁师傅 去密室逃脱 主播你来真的 不怕老板打你 哈哈 已经想象到 老板气绿了的脸 老板 那有人玩 密室逃脱 带开锁师傅的 这不作弊吗 哈哈 替人尴尬的毛病又犯了 美馆直播间的评论 叶峰已经着手开始准备 首先要找的是 开锁师傅 这不 叶峰随便找个电线杆 就找到了 开锁师傅的电话 十来分钟过后 一个长相憨厚的小伙子 来到叶峰跟前 他问 先生 你需要开锁 是 叶峰点点头问道 你什么锁都能开 就没有我开不了的锁 有喝 还挺狂 开锁多少钱 八十 八十 还挺便宜 叶峰想也没想就到 好 救你了 跟我来 说完又吩咐道 一会你别说话 只管开就行 看叶峰搞得这么紧张 开锁师傅 还以为是桌 尖呢 连连点头 好 吩咐完 叶峰就带着他 来到最近的一家密室逃脱 两人走了进去 开锁师傅 看着这地儿有点猛 但很有职业操守的没出声 叶峰询问完老板后 得知快通关 也要65分钟 破记录 可以获得免单的抢力 叶峰大手一挥 给我们来最难的 好嘞 老板看着两人 露出了标准的八颗牙 并拿出了对讲机 说 若是里面遇到过不了的关卡 有什么问题 随时联系我们 随时可以退出 后面这话明显就认定 两人通不了关 叶峰能如他所愿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老板瞧好了 放下这句话 叶峰和开锁师傅 进入了密室 一切准备就绪 叶峰看着开锁师傅 郑重其事道 师傅 这下就看你的了 可不能让他小看了我们 好 开锁师傅匆匆答复了一句 就此包里掏出工具 看着紧闭的一扇闪门 嘴角忍不住上扬 叶峰不禁明白了什么 说 平时没干过这种活吧 没干过 你是第一个 要我开这种锁的 开锁师傅头也没抬 专注着手上的活 短短几分钟 叶峰就建设了 开锁师傅的各种道具 什么钢丝 卡片 发卡 区别针等等 只有你想不到 物件没有他开不了的锁 想到开锁师傅 先前放的狠话 叶峰暗自点头 的确有两把刷子 就在叶峰佩服间 啪哒一声 又一扇门被打开 叶峰不禁大喊 师傅牛逼 小意思 小意思 开锁师傅 笑得越发灿烂 此刻的叶峰 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突然开锁师傅 像是发现了什么 指着叶峰的手机疑惑不已 你不会再直播吧 对啊 做个挑战而已 叶峰画风一转问 能出镜吗 可以 他就说 怎么会有人玩密室 带开锁师傅的 搞直播的 就说得通了 听到准确的答复 叶峰将摄像头翻转 揽着开锁师傅的肩膀笑道 来给直播间的朋友们 打个招呼 开锁师傅 腼腆地对着镜头挥了挥手 大家好 师傅你看 评论区都在夸你 说你是开锁小能手 评论区一水的赞美 砸猛了开锁师傅 过了一会 他才反应了过来 笑道 谢谢大家的夸奖 解你所难 我是开锁师傅小张 有困难就找我 华莫还不忘 对着镜头比了个眼 网友梦了 叶峰更是露出了 黑人问号的表情 你还打上广告了 你广告费都没交 面对叶峰的控诉 开锁小哥摸着头 憨厚的一笑 养家糊口 养家糊口 你真妞 叶峰不得不对他竖起大拇指 兄弟们 记得有开不了的锁 可以找这位小哥 叶峰很欣赏他的职业精神 想着八十的酬劳 的确有点少 打广告就打广告吧 这波操作 也看待了直播间的网友们 他们蹦不住了 快速敲击键盘 哈哈 我直接被开锁师傅 这波操作看傻了 直播打广告可还行 收回我觉得开锁小哥 腼腆的话 他是会找机会的 商业鬼才 商业鬼才 我特么的直接傻了 万万没想到 开锁师傅打广告 还尽我所能 解你所难 还挺押韵 蹦不住了 我直接笑出了猪叫 我妈问我 家里为什么会有猪 这操作我看行 以后开锁就找你了 小张师傅 小张师傅 这波爽啊 又能玩又有钱 还顺带打了波广告 直接走上人生巅峰好吗 打完广告 叶峰和小张又投入到了开锁中 他们可没忘要完成通关 许是被这么多人看着 小张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势必要给叶峰和网友们露一手 手上的动作更加快 直播间的网友们 只看见他用工具插进锁孔 一转啪哒一声门就开了 十分钟后 叶峰和小张走出了密室 整个过程二十分钟不到 看到两人出来 老板直接傻眼 这时 有个小伙子在老板的耳边 不知说了句什么 叶峰明显见到老板的眼神 从震惊转变为怀疑人生 只见老板哆哆嗦嗦吐出一句 你玩密室逃脱带 开锁师傅 他咬着牙 这不作弊吗 叶峰实在没绷住 直接笑出了声 笑死我了 连同笑的还有密室逃脱的员工 以及身后排队等待玩密室的玩家们 叶峰这波操作直接看待众人 玩密室逃脱带开锁师傅 你说说 这是人能干的事 这不闹吗 直播界也是喧哗一片 蹦不住了 实在蹦不住了 主播实属是作弊无疑 但不妨碍我爱看 老板的表情直接笑傻我 他的眼神渺茫又带着猛逼 像是没想到会有人玩密室逃脱带开锁师傅的 今日功德之一实在是憋不住啊 老板 不能理解不能理解 这是常人该有的想法 老板 老六 纯属老六行为 离开密室逃脱 叶峰和开锁师傅小张走到屋外 叶峰拿着手机对着小张二维码一扫 说 八十对吧 刚要输入密码就被小张打断 你输错了 不是八十 而是一千六百八十 你就给我一千六百好了 一千六百 叶峰直接特么的傻了 他不确定的问了一句 不是说八十吗 八十 一扇八十 开锁师傅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叶峰傻了 直播间的网友傻了 一扇八十 二十一扇门 一千六百八十开锁 小哥的确没算错 只是我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 我就说八十开锁怎么可能 原来在这里等着主播呢 哈哈 我直接一个嘲笑 主播 你要不要看看 你说的话又多么荒谬 哈哈哈哈 你们看主播的表情多搞笑 直接给他干猛逼了 想来他也没想明白 一开始开锁师傅说的 八十是一扇门八十 而不是开锁就八十 这下好了 钱包要扁了 开锁师傅内心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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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头 JPG 开锁师傅 今天可算接到好活了 轻松又好玩 还赚得多 更搞笑的是 开锁师傅还在主播直播间打了一波广告 这波主播血亏 想必苦茶子都要亏掉了 开锁师傅 这波血赚 韩累收下一千六百 哈哈哈哈 你特么的笑死我了 兄弟们 我实在绷不住了 叶峰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 原来开锁师傅说的 八十是一扇门八十 他就说不可能这么便宜 唉 终是吃了贪便宜的亏 最后叶峰含泪输入了一千六百 开锁师傅美滋滋的离开 同情主播一秒 但实在太好笑了 哈哈 主播血亏 默默心疼主播一秒 还没赚钱就赔了苦茶子 笑归笑 网友们还是很给力的 纷纷刷起了礼物 赛亚人阿雅打赏主播一发火箭 隔壁小灰灰打赏主播无发火箭 我有一点小钱钱打赏主播三辆超跑 KKK打赏主播两个嘉年华 无数的巨额打赏 令人目不暇接 直接砸猛了叶峰 若说刚才 他还未被开锁师傅捞走这么多钱 而感到心痛 下一秒就被这些大款抚平 迟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句话 果然没错 感谢赛亚人阿雅的打赏 感谢隔壁小灰灰的打赏 感谢我有一点小钱钱的打赏 感谢KKK的打赏 但叶峰感谢完 他便下播了 谁也挡不住他去干饭的心 网友们都习惯了叶峰直播的随性 想下就下 压根不带一丝犹豫 可这又如何 他们依旧爱看 还欲罢不能 一天不看直播 就浑身刺脑 因为看不到叶峰直播 大家就将目标转移到视频上 今日的直播 同样被网友们裁剪 拼接发布到了网上 今天的直播 可有不少名场面 叶峰 老板 开锁师傅 各贡献了一个名场面 不用想 只要发表视频 就会火爆豆音 这次的直播内容 放眼直播界 也是相当炸裂的 每个人都想给自己的亲友 安丽叶峰这个主播 只因他实在跳脱 不按套路出牌 只要关注他 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亲友们一开始 他们还在想 直播有什么好看的 不就那一套吗 可事实却狠狠地抽了他们一巴掌 我收回不好看这句话 主播是神人眼 他的脑回路 我实在跟不上 笑死了 居然会有人带开锁师傅 去玩密室逃脱 看看那老板的脸 好家伙直接绿了 可不好是 这都不是最好笑的 想不到开锁小哥这么有梗 竟然在直播间打广告 我特么的直接一个大写的佩服 还有主播也是 他做梦也没想到 开锁师傅说的 八十是一扇门八十块 哈哈哈哈 太搞笑了 这不血亏 不得不说 带开锁师傅去密室逃脱 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首先你得有钱 其次是 你得有钱 楼上这位 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我常常因为脑回路过于正常 而和你们显得格格不入 狗头 JPG 这些视频火到不能再火 有的人甚至将叶峰三人的各种表情 单独截图下来 做了表情包 老板友 猛逼中 JPG 求求你做个人 JPG 叶峰友 你要不要看看你说的话 JPG 这合理吗 JPG 开锁师傅友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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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合理 JPG 这一系列表情包一出来 就被大家快速收藏 使用率达到了百分百 而咱们的主人公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此刻他正在家里录着游戏 几天高强度的挑战 让叶峰有些疲惫 他想要放松一下 扣扣扣 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 响起 叶峰起身透过猫眼看去 门外赫然站着三个人 两女一男 这不是顾红飞他们吗 他们来找自己干什么 灵珠也在 难道结果出来了 叶峰将房门打开 叶先生你好 三人礼貌地问候着 你们好 简单问候过后 叶峰的视线 落在三人手中的礼品上不解报 这是 叶先生恕我们没有告知 就自行前来 实在是我们高兴了 所以忍不住想过来感谢你 顾红飞解释道 段慧附和道 对对对 叶峰当是什么呢 原来是这件事 他连连摆手 不用感谢 都是举手之楼 再一个 他那天去民政局 是因为接受了粉丝的挑战 帮灵珠不过是顺手 其他的 他不敢鞠躬 那怎么行 段慧直接将手中的礼品 塞到叶峰的手中 说 若不是看了你的直播 我们又怎么会演任出女儿 女儿 做完亲子鉴定了 叶峰有些好奇 嗯 顾红飞点头肯定道 雪儿的确是我们的女儿 现在我叫顾雪 许久没有说话的灵珠也开口道 他看向叶峰的眼神满是感激 若是没有她 她怕事已经凉得不能再凉了 听到结果 叶峰发自肺腑地笑了 恭喜你们 终于和家团圆了 谢谢你 叶先生 若是没有你 我们不知道 还要寻找多久 是啊 若是没有你 我只怕当时就会被打死 那还能站在这里谈笑风声 所以这些礼物 你必须收下 见推辞不了 叶峰收下了礼物 婉拒了顾红飞递过来的红包 看那沉甸甸的模样 不用想 也知道金额不少 举手之劳的事情 叶峰并不企图得到回报 最后 顾红飞一家飞拉着叶峰出去吃饭 末了还不忘邀请 叶峰去他家参加顾雪的回家宴 作为富豪榜上的人物 他们少不了应酬 这不因为顾雪的回来 大家都等着 想要一睹顾雪的风采 顾雪刚回家 一切都需要布置 为了让他以最好的状态 呈现在大家面前 宴会定在一个月后 他们视叶峰为恩人 百般游说叶峰才没推辞 第二日 叶峰开启新一轮的直播 鉴于前几天打架的基础 叶峰一开播 直播间就爆满 上来就是五万人 这个战绩吊打卖货主播 和颜值主播 叶峰没开始说话 但不就多到飞起 各种要求层出不穷 想看主播挑战40度 穿羽绒服戴帽子 然后跟大爷借个打火机 捡点柴火取暖 找四个代价 然后自己开车回家 敢不敢找两个算的 不一样算命先生 让他们当面对峙 挑战去高中门口抓小情侣 抓完后 庄老师教育他们 看着评论叶峰 抬起水杯喝了一口 心里琢磨 系统会选择哪一个 两秒后 随机任务发布 接受粉丝小K大人的挑战 敢不敢找两个算的 不一样算命先生 让他们当面对峙 这活儿 确定算命先生 不会联合起来打人 对于不按套路出牌的系统 叶峰表示已经习惯 奇葩挑战系统 果然不是白叫的 的确够奇葩 叶峰清了清嗓子 对着镜头说 今天的挑战 来自小K大人的评论 敢不敢找两个算的 不一样算命先生 让他们当面对峙 话锋一转 叶峰又道 不得不说 你小子是懂得评论的 啥也不说 开干 咱玩的就是真实 话落 直播间炸裂了 大家纷纷想翘开叶峰脑袋 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怎么会如此大胆 哈哈哈哈 我TM直接裂开 迫切想要看 受害人的表情了 算命先生 你不要过来啊 算命先生 退 退 退 什么玩意儿 刚进直播间的网友 不知发生了什么 不明白弹幕为何刷到飞起 更不知叶峰 接下来要做怎样的壮举 一个个虚心请教着 你们咋这么激动 我来得晚 错过什么了吗 求求你们 展开说说 主播是不是又接受挑战了 面对询问 很快就有知情网友现身 你们刚来不知道 主播他今天要挑战 找两个算的 不一样的算命先生 然后让他们当面对峙 这一解释 评论区炸了 不到一秒 所有人都知道 主播又整活了 而且还是个劲爆的大活 主播你接受这个挑战 不怕被算命先生打死 论直播界整活大佬 还得是我风哥 脑回路太清晴 我等实属有点跟不上 只能旁观 方才彰显诚意 完了完了 一想着两个算命先生 见面的样子 我就蹦不住了 别说我脑海里已经有画面了 甚至联想到 两人吹鼻子瞪眼 谁也不服谁的模样 哈哈 我特么直接笑喷 哈哈 不知道哪两个倒霉蛋 会被咱们风哥盯上 这做法虽说有些不道德 可耐不住太有意思 我直接实名观看 叶峰秉着说干就干的原则 直接出发 只是刚迈出 几步他犯难了 兄弟们 你们说哪的算命先生多 给主播指指路 对着镜头 叶峰露出了尴尬 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叶峰是唯物主义者 这种鬼神邪说 他从始至终都不信 听到求助 网友们立马刷起弹幕 这提我熟 算命先生 一般不都在公园吗 田桥上也有 我每次路过田桥的时候 都能看见 还有地下通道 得到答案 叶峰大手一挥 开启寻找之路 走着 咱们先去公园转转 半个小时后 经过一番寻找 叶峰终于发现了目标 顺着镜头望去 公园树荫的一角 一位身着青色长山的老大爷 正端坐在矮桌前看书 只见他时不时 抚摸一把花白的胡须 颇有几分先锋倒鼓的模样 在他面前还摆放着一张矮桌 目不垂下 上面写着 算命大师张大师 左右还附着一首诗 算一个准一个 算十个准十个 横批不准不要钱 这个广告语倒是很醒目 只希望他真有两把刷子 而不是在招摇撞骗 视线网上 叶峰竟然从他桌上 看到了一个收款码 想不到算命也开展线上收费 倒是与时俱进 许是因为叶峰的眼神过于醒目 算命先生抬头看了过来 他毫不掩饰地打量着叶峰 试图从他身上看出点什么 两人对视间 直播间沸腾了 眼神对上了 确认你就是对的人 要来了吗 要来了吗 开始燃起来了 是怎么回事 我想 大师今天肯定没给自己算命 不知道主播憋着大招在等他 大师现在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还看主播呢 你当他是肥羊 殊不知他才是猎手 高端的猎人 通常会以猎物的身份出现 你以为你在第二层 殊不知主播已经在天际等着你 啥也不说 我先笑为敬 叶峰没多想 走了上前 看着他 算命先生一脸堆笑 小伙子 感兴趣 不妨算一挂 那模样像急了哄骗 小孩吃糖的坏人 我就看看 叶峰摇摇头 转身就要走 叶峰这波操作 弄得算命先生一愣一愣的 这家伙明明很好奇 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见不得倒嘴的鸭子飞走 大师慌了 连忙起身 小伙子 我关你硬堂发黑 近几日恐有血光之灾 血光之灾 叶峰不由地顿住了脚步 他不解地看着张大师 自己送上门 那他就不客气了 见叶峰回头 算命先生摸着胡子 做出一副了弱执掌的表情 若要趋吉避凶 请听我一言 叶峰被地里翻了个白眼 但还是配合地说了句 我当真会有血光之灾 没错 那如何破解 叶峰一脸慌乱 见肥羊上钩 大师没说话 转身回到小马闸上坐着 并示意叶峰也坐下 为了解惑 叶峰乖巧地 坐在小马闸上等待 大师 现在可以说了吗 大师依旧没说话 眼神瞄了眼 桌上的二维码 看着他那掉胃口的模样 叶峰那还不明白 他立马拿着手机 对着二维码一扫 末了又看向大师 挂金一百五十 童走无期 叶峰快速输入金额 刚支付完 就听到桌上的收款机 博保钱到账 看着满脸笑意的算命先生 叶峰忍不住发问 大师可真如告示上说得那么深 那是必然 算命先生肯定道 就差没把我是神人算卦 很准几字写在脸上 网友们怎么也没想到 受害人竟会主动落网 瞬间笑喷了 哈哈 这可是张大师自己主动落网的 被坑可不要怪主播哦 蹦不住 实在蹦不住了 大师都不知道 接下来要面临什么 这高兴呢 看你一会怎么哭 狗逃 JPG 算命先生 你狼子野心 不要过来啊 见大师如此 叶峰心里仅存的一丝愧疚 也消散开来 小伙子 不知你的生辰八字 收了钱 张大师也没藏着掖着 直接发问 文言 叶峰立马将自己的生辰八字 说出 得到八字后 张大师抬起手 开始掐绝 掐着掐着张大师似遇到困难 他的眼神在手和叶峰之间来回转悠 还皱起了眉头 叶峰再次猛了 大师 我这是怎么了 你说的血光之灾 可有什么破解之法 大师依旧没说话 欲言又止的模样 着实引人好奇 直播间的网友们的好奇心 同样也被勾了起来 这老头这么回事 咋还皱上眉头了 主播八字不好 哈哈 似曾相识的一幕 主播小心了 他要套路你了 算命先生皱眉 实属生死难料 感觉算命先生要憋大招 看着给我急的 就不能快点说 非得磨磨叽叽 叶峰故作紧张喊了一声 大师 你就快说吧 别卖关子 怪哉 怪哉 算命先生没有回答叶峰的问题 反而自顾自地摇头 便摇头 还不忘摸着小胡子 张大师两久才吐出一句 小伙子 不知有句话当不当讲 请讲 叶峰毫不犹豫地答道 他很好奇 张大师要说些什么 你这八字 是算命大师 挣扎了很久才到 夭折的命啊 说完还不忘叹气 夭折的命 叶峰猛了 直播间的网友们也梦了 刚才不是只说 近几日有血光之灾吗 怎么又变成夭折的命了 叶峰十分不解 不是说算命的 都喜欢说 别人喜欢听的话 怎么到自己这里就变了 难道眼前这算命先生 真有两把刷子 若说夭折之命 远主的确负合 这老头怎么关套路出牌 咋上来就说人是夭折的命 不怕挨打 你老头不讲武德 快说是不是后面 还有坏招等着主播 哈哈 夭折命可还行 主播一个活生生的人 站在你面前 你说他是夭折的命 好家伙直接震惊了我一脸 就在大家以为主播 要生气的时候 叶峰看着算命先生 郑重地问道 怎么说 你且听我缓缓道来 算命先生见叶峰 一脸紧张 顿时来了精神 炯炯有神的眼珠子 快速转了一圈 按理来说 你这命格 定然活不过25岁 不过也不是 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张大师依旧迈着关子 是何办法 求大师告知 顿了几秒 算命大师才故弄玄虚道 我这只有张福 只要贴身佩戴七七四十九天 方能保你无恙 此福只需二百即可带走 话落 张大师不忘从兜里 逃出一张泛黄的福地了过来 叶峰直接看傻眼了 这张破纸 能管二百 这不闹呢 网友们还以为 这个算命先生 要费一番口舌 才会说出后面的话 却不想他这么沉不住气 是因为叶峰的样子 看着很好骗吗 哈哈 我就知道 这些话说的镜头是套路 坏招果然在这等着主播呢 兄弟们笑死我了 这个张大师实在太搞笑 完全没有掩饰 自己想脸才的想法 楼上的你说错了 张大师是打着 为主播解货的棋子收钱的 含泪赚钱 这波操作是我没想到 他明明可以去抢 可还是配合主播演了这么久 没绷住 我直接笑出了讹叫 直播间热闹的场面 叶峰不知 此刻他正琢磨着什么 你说我只要戴上这服 就可以逢凶化吉 没有血光之灾 更不会夭壮 对 这可是我家祖传的服装 一般人我是不会给的 今天你与我有缘 不然就是千金我也不换 张大师盛气凛然地说道 仿佛叶峰占了多大便宜似的 见张大师这样卖力 叶峰那还有拒绝的理由 他直接买下服装 再次听到收款音 张大师脸上的褶子 都笑咒到了一块 离开摊位 叶峰还能看到 目送他的张大师 想必张大师十天半个月 也开不了自己这样一单 过了这个小插曲 叶峰又开始寻找 第二位算命先生 他就不信 这些算命先生 还能说出一样的托词 在公园里绕了一圈 叶峰也没见到 第二个算命先生 无奈他只好就近寻找 他上了天桥 希望这里有算命先生的身影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叶峰终于在天桥末尾 找到了目标 来哥来了 第二个受害者已经上线 不知道他会不会和张大师一样 说主播是夭折的命 好好好紧张哦 我已经迫切想要见到 两位算命先生见面的模样了 两位都不知道 今天自己要经历什么 大师快跑 此人来着不善 我怕你今后 再无法立足算命见 这个算命先生和张大师 差不多都比较轻瘦 同样身着长袍 也是一张桌子 一个马扎 就支起了摊位 与张大师不同的是 这位大师桌面就写着 铁嘴说尽人生疾凶几个字 叶峰没有犹豫 直接走了过去 他立于摊位前 他打量算命先生的同时 对方也在打量他 见叶峰盯着 他摊位看了半天 算命先生开口道 可要算一挂 正有此意 叶峰顺竿 爬一屁股坐在小马扎上 大师怎么收费 算命先生没想到 叶峰竟如此爽利 忙到 一百一挂 一百 倒是比刚才的张大师便宜 许是因为这个算命先生 没有上一个要得高 粉丝们纷纷需要劝解他 不是吧大师 你怎么也掉坑里面了 快逃啊 收了钱可就推脱不了了 你注定要和张大师见面了 魏大师默哀三分钟 主播压根就不是来算命的 他就是一老六 直播间弹幕频出 可奈何算命先生也看不到 小兄弟想算什么 算命先生问 就事业和寿命吧 叶峰就是要让他们算同一种 看看是不是同样的说辞 小兄弟 麻烦说下生辰八字 叶峰直接道出 活络 算命先生开始掐绝 不同于上个张大师的表情 他反而越掐越高兴 时不时抬头看向叶峰的眼神 都带着些许兴奋 他这模样直接看蒙叶峰 原来算命也不是只有一个剧本 你看 光看这个算命先生的表情 叶峰就知道 他要说自己命好 果不其然 小伙子 老夫算命多年 还从未算到过 你这种奇特的命格 哦 我的命格很好吗 叶峰露出了感兴趣的模样 好 岂止是好啊 你这命格若是哥骨带 都是要黄袍加深的 算命先生越说越兴奋 你的财运在28岁之后 28岁后 不管你做什么 投资什么都会赚 妥妥的天降紫微星 一连串的彩虹屁 吹傻了叶峰 更吹猛了直播间的网友们 弹幕竞技几秒后 又炸开了锅 哈哈 骗子无疑了 想当年就有人说 我20岁后会黄袍加深 果不其然 我现在黄袍加深了 还送起了外卖 这些算命的 都不换话术的吗 这话 我从好几个人那都听过 不过 这波彩虹屁我爱听 这不比张大师强 但是 算命先生画风一转 看着叶峰 你28岁前还有一截 哟喝 还有一截 看来自己的命 的确有点坎坷呀 还请大师解释一二 叶峰一脸紧张 似乎很在意这个问题 叶峰的表情 被算命先生尽数纳入眼中 两久他才高深莫测地开口 你财运很好 只是背地里 会有小人暗算你 他面色严肃 这一截你躲不过 是这样啊 叶峰恍然大悟 又追问 可是我没有得罪过谁 为什么会有人暗算我 因为你是天降紫卫星 他见不得你好 算命先生一脸理所当然 叶峰很是好奇 那这个能解决吗 见叶峰一步一步 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算命先生嘴角上扬 这倒不难 算命先生吐了一口浊气 缓缓道 你我今日遇见便是有缘 我自是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没等他说完 旁边摊位的大娘 没绷住扑斥 一声笑出声 身子抖得跟筛子似的 叶峰好奇地看了过去 只见他轻壳一声 掩饰着拿起手机 嘴里嘟囔 这年头片子那么多 咋还有人会上当呢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屏幕 仿佛脱口而出的话 是对着手机里的人说的 下一秒他又看了过来 眼神似看傻子一样 看着叶峰 叶峰头都快大了 直播间的一众观众 也是忍俊不惊 哈哈 我直接笑裂开了 看看人家大娘 这分明就是想提点主播 又不敢明说 大娘 我就静静地看着你骗人 还你我有缘 是何钱有缘吧 哈哈 我能理解大娘的心情 我要是搁现场 笑得一定比大娘还厉害 大娘表述我太难了 天天看着 他骗人也就罢了 还偏偏有傻子上当 大娘看着主播的眼神 也太搞笑了 似乎再说 我都提点你了 再被骗 可就不怪我了 我蹦不住了 哈哈哈哈 大娘这一笑 算命先生也略显尴尬 他假装没听见坐直身子 随后摆出一副 悲天悯人的模样 对着叶峰微微汗手 道 虽说泄露天机会遭反噬 可谁让你我有缘 大师愿帮我 叶峰一脸惊喜 见叶峰这么容易上钩 算命先生 还有点不适应 他点头道 那是自然 只见他从包里 拿出一张黄纸 他仰起手 道 一张平安符 便可保你无忧 平安符 叶峰反问 大师不怕反噬 怕呀 大师一脸命运使然 道 既然遇到了我就得做 不然往后的每一日 我都会寝食难安 大师这副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表情 直接看傻网友 遇到就得做 确定不是遇到就得骗 笑死我了 还寝食难安 是不骗人才寝食难安吧 说来说去 就是为了再骗你一次 这玩意儿 要是算得准 大爷还坐在这里 相同的套路 相同的配方 就为多坑你一次 反噬 他自己都是骗子 还怕什么凡事 你要是算得准 现在就该跑了 不然一会儿 和老张见面 可有你好看的 直播间一阵喧哗 满屏的笑意 快要溢出屏幕 也就是这时 直播间的热度不断攀升 在线观看人数 更是达到了20万 这是目前直播间 最多的在线观看人数 大师 你就说多少钱 叶峰表现得 很想要这张服的模样 立即道 我买了就是 这张服别人200 你的话给150就好 说完算命先生 还一脸肉疼的模样 叶峰爽快道 好 正当他对着二维码扫描时 旁边的大娘咳嗽了几声 叶峰再次回头 待听到收款机 播报收款时 大娘尴尬地说了句 嗓子有点干吧 大娘多喝水 叶峰自知他是好意 回过头 叶峰将算命大师 递过来的服装收了起来 做完这一切 他又看向算命先生 一脸郑重地问道 大师可看风水 算命大师一脸疑惑 看的 怎么你要看风水 叶峰点点头 一脸为难地说 最近我总觉得 家里不太对劲 大师可以帮我看他吗 话风一转 叶峰又道 报收好说 我住的地方 离这里很近 这样啊 算命先生故作为难 思考了几秒后 他一拍腿 大意凛然道 既然如此 我便和你走上一遭 说完他心里 开始合计一会儿 该说些什么 见他答应 叶峰悬着的心落下了 谢谢大师 叶峰笑得越发灿烂 带路吧 好 算命先生还不知道 自己接下来要面临什么 还在沾沾自喜 今天遇到一只大飞羊 直播间的观众 更是看笑了 评论不断 哈哈 这也太搞笑了 估计这一刻 大师还在算解 要怎么再骗主播钱吧 哈哈 笑死我了 大师 你还不跑 再晚点 就是神仙也就不了你了 一想到倒霉大二号 和老张见面的场景 我就蹦不住了 哈哈 好戏开场了 希望算命先生 看到老张 不要太惊讶 两个受害人要见面了吗 好期待 张大师 你们不要过来啊 天桥距离公园不算远 几分钟的路程就能到 叶峰带着算命先生来到公园 远远的 叶峰就发现了张大师 此时张大师并不在摊位上 而是站在一旁看人下象棋 他背着手很是惬意 此刻他还不知道 接下来要面临什么 四方桌旁边围满了人 算命大师不知叶峰为何会来这里 还以为叶峰家就要经过公园 当看到对面有一个算命摊位时 他还吃笑一声 心里嘟囔 还算一个准一个 不准不要钱 口气倒是不小 算命先生倒是不在意 这个不起眼的摊子 以为遇见只是偶然 这边 看下象棋的张大师 似欲感到什么 回头一看 就注意到了叶峰 看着他身边有个 跟自己一样打扮的人 张大师先是皱眉 紧跟着心里 生起一股不好的感觉 正当他还在安慰自己 是不是太累了的时候 叶峰领着算命先生走了过去 心中同样疑惑的 还有算命先生 他还以为叶峰想看一下象棋 才往这边走 殊不知 下一秒 两人都破防了 张大师 只见叶峰熟练的开口 算命先生梦了 心里不知怎的突然打起鼓来 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更不明白 叶峰为何要喊对方 张大师也疑惑 但不得不开口问道 小伙子 怎么了 他心里还琢磨着 叶峰为何喊他 张大师 我有个疑惑 张大师点头 你说 我不知该听谁的 你们一个说我是夭折之命 一个说我是紫微星 叶峰摆出一副特别困惑的样子 问 我到底该信谁的 此话一出 张大师梦了 算命大师也梦了 连同一旁下棋的群众也梦了 他们没明白 叶峰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一时间大脑当机 待思考过后 再结合张大师和叶峰旁边之人的装束 他们误了 感情这小伙子 找了两个算命先生 给自己算命 结果两人算得不一样 所以他将人带过来当面对峙 世上还有这种人 他们感觉自己的三观被刷新 不禁感慨 原来还可以这样 张大师被问得哑口无言 只觉得自己的脑子都给干短路了 连带着CPU都被烧坏了 但反应过来 他的眼神从迷茫变到震惊 他万万没想到 叶峰从他这走后 又找了一个算命的 这使人干的事 世上当真有这么较真的人 张大师想不通 实在想不通啊 算命大师也没好到哪里去 听完叶峰的话 他的眼睛瞪得跟同龄似的 微张着嘴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侧身看着叶峰 长子都要毁清了 就说这小子咋这么上道 感情人家早就已经算过 难道就为了求证上一个算命先生算的对不对 你就来偷袭我这个老头 小伙子你不讲武德啊 还家里不干净 这不是骗人吗 他就不该听信这小伙子的话 要是早知道 他宁愿拿钱给他 哪怕他找别人也好 他咋就这么倒霉 还遇到这么个祸 这不是闹吗 这是正常人会做的事 两位看着对方无语凝噎 气氛顿时尴尬起来 直播间的观众们尴尬的抠紧脚趾头 哈哈 万万没想到 两人见面竟然是这样一副现象 他们的眼神也太搞笑了 从迷茫再到震惊 直接傻眼了好吗 傻了吧 你们两个压根没想到 主播他就是个老六 从他们的眼神中 我看出了同是天涯伦落人的意思 尬住了 尬住了 要是地上有个洞 我感觉他俩都想钻进去 场面太尬 我不敢看 哈哈哈哈 我直接笑出了猪叫 蹦不住了 这也太搞笑了吧 求两位大师心里的阴影面积是多少 场面足足尴尬了几分钟 见俩人还不打查 叶峰耐着性子又问 两位大师 我该听谁的 话音刚落 周围的人都围了过来 连象棋也没有了吸引力 这个张大师还试图解释 却不料被算命大师给打断 他看着叶峰一脸紧张 说 小伙子 你别听他的 我算是真的 你就是天降紫微星 命格很好 怎么可能是夭折的命 他分明是在骗你 他这一开口 张大师不乐意了 立马嚷嚷道 老夫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说这话 你真的学过算命吗 俗话说 同行相见分外眼红 你是假的 你才是假的 你这个骗子 你胡说 老匹夫 看我今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不知道 谁算得准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就呛呛起来 没多会儿就扭打到了一起 两人你扯着我的衣服 我揪着你的胡子 谁也不让着谁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网友们更没想到 两个大师还有这血型 不是吧 真的打起来了 头一次见老头打架 原来他们也会揪衣服扯胡子 哈哈哈哈 好笑了 虽然不道德 但我实在憋不住 让你们骗人 这一下好了 被揭穿了吧 他俩还互相诋毁 要我说 他们都是骗子 算命顶多是摸到点门槛罢了 看着打得不可开交的两人 叶峰傻眼了 他万万没想到 两人真的能打起来 真当他要开口阻止时 令人惊掉下巴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两位大师 朝着人群扭打着 不一会儿就出了人群 见没人跟上他俩对视一眼 竟然 跑了 对 你没看错 他俩跑了 这下大家傻眼了 直播间瞬间炸锅 紧接着一顿鬼哭狼嚎 我这都看见了什么 他们跑了 那他俩刚才在干嘛 做戏吗 绷不住了 主播你 还是没玩过人家 他俩在做戏给你看 这一幕 我实属没想到 感情他俩打着完 就为了转移注意力 然后跑步 这波操作太骚了 我甚至都没来得及反应人 就没了 主播 你们两个别太离谱 这速度 是老头该有的速度 骗人的吧 不到一分钟 两个大师 跑得无影无踪 他们甚至连自己的摊位 都没来得及带走 叶峰愣在原地 望着两人跑路的方向 有点怀疑人生 好在两人跑路的上一秒 系统播报了任务完成 不然叶峰 还真以为白忙活了 由于两个算命先生跑路 这一挑战到此结束 叶峰缓了缓 幼小的心灵 这才有时间观看直播间 看着右上角显示30万人 叶峰再一次猛了 这么多人 这已经创下了他的最高纪录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本次挑战圆满完成 对了 叶峰突然正责到 算命这种事 骗子居多 大家不要上当受骗了 看着满屏的哈哈哈哈 叶峰忍不住吐槽 主播怎么也没想到他俩会跑 他们实属有点不讲武德 这么说 也得把钱退我再跑吧 哎 又是赔钱的一天 哈哈哈哈 主播你是怎么想的 人家就是因为不想给你钱 才表演了这一出 可不是 给你钱了还骗什么呀 哈哈 笑死我了 叶峰道 他们演我 本来 我还想劝架来着 白着急了 哈哈 主播你就当是背上了一刻 其实 叶峰对两个算命大师说的话 还是挺幸福的 他和原主可不就是夭折的命 加上系统 也是妥妥的紫微星 也不知他们是真有本事 还是话术 叶峰不知也懒的深究 许是大家见不得叶峰 这副垂头丧气的模样 直播间纷纷刷起了礼物 别太荒谬 打赏主播五架直升机 战狼打赏主播三艘邮轮 张公子打赏主播十发火箭 黑四万岁 打赏主播五座 梦幻城堡 接二连三的特效 在屏幕上绽放着 丝毫没有停止的趋势 土豪粉丝的豪气 瞬间安抚住了叶峰的心 有了这些礼物 刚才贴出去的几百块 瞬间变成了毛毛雨 感谢大家的打赏 叶峰对这视频鞠了一躬 眼神更加的柔和 站直身子 他还不忘开口道 兄弟们 弹幕刷起来 给大哥们将牌面刷起来 话音刚落 直播间就热闹了起来 大家都知道 没有钱可以捧个人场 给富豪大哥刷屏弄牌面这种事 他们做的不要太熟练 感谢大哥别太荒谬的打赏 大哥帅气 大哥威武 加九九 感谢大哥战狼的打赏 大哥帅气 大哥威武 加九九 感谢大哥张公子的打赏 大哥帅气 大哥威武 加九九 感谢大哥黑丝万岁的打赏 大哥帅气 大哥威武 加九九 感谢 打赏主播的大款们 本就不差钱 看叶峰的直播 只是因为热门推荐 一开始 他们也没有太感兴趣 但当看到叶峰 想要找两个算命先生算命 算不准再让他们当面对峙时 他们梦了 好奇了 脑子不自主地让他们留下 这一刻 就连擦边和黑丝 都吸引不了他们 他们迫切 想要看看叶峰的下一步动作 毕竟这种直播方式 放眼整个直播界 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若说网友们脑洞大开是真 可没有主播的亲自实践 又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热度 这么一对比 可不就是比只会扭来扭去的黑丝有趣 再一个 这家伙简直就是随机机挑战 你也不知道 他下一次要挑战什么 反正就是相当有趣 相当想看就对了 面对主播和网友们给的牌面 富豪们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这不 一个高兴 又开始刷起礼物 灿烂绚丽的特效 一个接又一个的砸在屏幕上 快到都看不见评论 几位大款似要争个高下 谁也不让着谁 目睹这一切的吃瓜群众 只能呐喊助威 大佬们流逼啊 这礼物刷的 我一个月工资都不过这一分钟造的 有钱人的世界我们不懂 但我会呐喊 大哥牛逼 大哥太帅了 燃起来 燃起来 这波主播狂赚 前几天咱还说主播穷 现在好了 人家付的流油 瞧瞧这一会儿的收益 都快赶上我两个月的工资了 不得不说 直播真赚钱 俗话说 钱难正使难吃 你们要是有主播这胆量 完全可以试一试 直播间各种评论 层出不穷 挑战完成 还不见人数减少 见状 叶峰决定趁热打铁 直播间的观众们 感谢大家观看主播直播挑战 主播立志做一个挑战人 不奇葩不挑战 且接受挑战 必定使命必达 若大家想要看主播接下来的挑战 左上角关注走一波 关注主播不迷路 叶峰一口气说完这些话 还不忘用手指了指左上角 直播间有很多是第一次进来的 听到叶峰的话 再联想到他刚才的挑战 大家一致点上关注并留言 关注了关注了 就等着主播带来更加精彩的挑战 看着不断上升的粉丝数量 叶峰咧着嘴笑得格外开心 其实不用他多说 大家都会关注 作为挑战类主播的第一人 叶峰的一举一动 都牵引着大家的眼球 这波 他刚下直播 今天的壮举就上了热搜 锦浩如何一句话 让两个老头为你大打出手 锦浩报 锦浩两个算命先生当面对峙 锦浩报 锦浩找两个算命先生算命 然后让他们当面对峙 世上真的有这种人 锦浩报 不得不说 在这些奇葩标题的影响下 没有一个人能躲过 点进去一看的魔咒 一开始 大家都以为 这是标题狗故意起的噱头 并没有太在意 只是 下一秒 现实就给了他们一个大嘴巴子 他们不由地瞪大眼睛 反复观看着标题 在结合里面的内容 大家不得不承认 今天的标题狗 不是标题狗了 他竟然如实播报了 还没有夸大说辞 你敢信 真的有人会想到 找两个算命先生算命 然后他两算的不一样 还被拉去当面对峙 这是个正常人 该有的脑洞 确定不是太抽象了点 真想挖开主播的脑袋 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怎么会如此大胆 主播做了 我一直想做 却又不敢做的事 啥也不说 我先分为敬 哈哈 这两老头也太搞笑了 当面质疑可还行 眼神串通逃跑更流鼻 我压根没想到 还有这种操作 这种片子太多了 真正有手艺的大师 从来不缺生意 人家坐在家里 都会有人上门 那像这些随便摆个小摊位 能坑一个是一个 一点也不道德 主播这挑战 虽然有些不道德 但是抵不住太好笑了 哈哈 实在太精彩 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主播 真的是当代勇士 射牛天花板 有了这些营销号的宣传 叶峰的人气不断上升 粉丝数量 更是一举突破了百万 成功迈入了二线主播 与此同时 所有人都知道 直播界新出了一个胆量王者 且画风十分不对 随机刷新挑战也就罢了 还这么令人欲罢不能 大家恨不得 每天盯着叶峰的斗音号 只为了看到他直播的消息 这边 结束完直播的叶峰 看着系统开始发呆 不是系统 这个通灵眼是认真的吗 通灵眼是本次完成 挑战系统附带的奖励 叶峰有些好奇 系统为何会给这个东西 任务随机发放 奖励自然也随机 叶峰 好家伙 奇葩系统果然不同反响 不辱莫其名 只是这通灵眼 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吗 通灵眼 顾名思义可以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比如阿飘 没等叶峰说什么 他明显感觉眼睛一阵清凉 在看向背包时 这个通灵眼已经变成了灰色 就是说通灵眼的技能已经点满了 一想到从今往后 日子将不再频繁 叶峰心里那叫一个苦啊 本来他还想着 这个技能不到非用不可的地步 是不会用的 结果没等关闭页面 系统这个老六啥也没说 就直接给他使用了 这下好了 今后的日子 想不经才都难 叶峰一阵抓狂 他咬着牙 一字一句说道 老六 我特别谢谢你啊 谁料系统就不带怕的 直接回复 不用谢 小事儿也 叶峰无语宁言 他不得不承认 这个系统的确有点气人的本事在身上 这一日 叶峰按例点开直播 他一开播 不少网友就点进直播间 这家伙就没有个定性 开播也很随意 想啥售播就啥售播 大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见主播还在悠哉地喝茶 大家急了 不断戳着屏幕评论 主播主播 上班了不要这么悠闲好不好 叶峰放下水杯 从容不破道 是 咱严肃点 开始干活 说吧 你们今天想看什么挑战 叶峰环抱着手 靠在椅子上 像个大爷一样 神色怡然自得 见主播发话 直播间的网友们也不甘示弱 纷纷发动自己的脑洞 评论道 主播 我真的很想看你带个小日子 去看抗日神剧 这个评论看得叶峰直摇头 要是他认识 怎么也得安排不是 家国大师面前 谁又会退缩 这指不定还会写入族谱 再说了 又有哪个男人 能拒绝上族谱的诱惑 敢不敢去KTV当保洁员 然后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站起来罢卖 敢不敢不带帐篷 去乱葬岗待上一晚 主播敢不敢身无分文 去吃烧烤 吃完说自己没钱 随即任务 接受粉丝请你闭嘴的评论 敢不敢不带帐篷 去乱葬岗待上一晚 完成任务奖励 反伤刺甲 反伤刺甲 有效75天 可保宿主刀枪不入 受到的伤害 尽数反弹到加害者身上 乱葬岗 叶峰傻眼了 终于知道 为什么系统 给发放通灵眼了 原来搁着等着他呢 这特么还让不让人活了 若是平时 叶峰倒是不觉得 这个挑战有难度 可现在他有通灵眼 你想象一下 荒无人烟的乱葬岗 天色昏暗 一群造型各异的阿飘 目不转睛地看着你 你做何感想 是个人都会被吓尿吧 偏偏系统这个老六 给叶峰发布了这个任务 不做又不行 叶峰 现在拒绝还来得及吗 直播间的网友们 见叶峰上一秒还好好的 下一秒就摆出一副苦瓜脸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正当他们想要询问时 叶峰的一句话 为他们解惑 只见叶峰苦着一张脸 对着镜头道 好了 今天的挑战已出 他就是 叶峰挣扎了几秒才到 今天就接受粉丝 请你闭嘴的评论 敢不敢不带帐篷 去乱葬岗待上一晚 纷纷笑出了声 哈哈 我就说 主播咋一副便秘的模样 原来是因为这个挑战啊 诶 请你闭嘴 不得不说 你他娘的是个人才 这评论的确够读 蹦不住了 哈哈 主播也是人才 看他这样子应该怕鬼 想不通咋还接受这个挑战呢 乱葬岗有啥好怕的 不就待一晚上 也不是什么太难的挑战 主播胆子挺肥啊 啥也不说 关注走一波 上乱葬岗可还行 一想到四处的阿飘向你飘来 已经开始怕了 网友们的评论 叶峰自然看得见 但他又不能拒绝 啥也不说干就完了 调整好心情 叶峰看了一眼时间 下午1点12分 此时去乱葬岗 有点为时过早 想了想叶峰看着屏幕开口 兄弟们 现在还早 我就先下播了 你们等晚上8点再来 好吧 大家不外乎 就想看晚上的乱葬岗 他倒是可以一直播 只是时间有些长 恐怕会适得其反 与其这样 还不如晚点再播 好让大家宣传一播 到时候后 还怕直播间的人少 眼见叶峰刚开播就要下播 大家都不愿意 只是现在也没什么好看的 再说 他们有的还在上班 摸鱼看直播 这样不保险 还不如晚上慢慢看来的安逸 虽有遗憾 但大家还是一口痛声道 好 我们听主播的 晚上8点不见不散 主播你可不要失言哦 不然一辈子不绝 这评论让叶峰扑斥一声笑出声 你们够狠的呀 叶峰尾音拉长 表情有些无可奈何 又和网友们寒暄了几句 叶峰麻溜的下了直播 开始着手准备 晚上要带的东西 离开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没闲着 开始转载 从叶峰直播间录下来的视频 不到半个小时 全网都知道 叶峰晚上8点 要去乱葬岗直播 还要在乱葬岗待上一晚 这件事本来不奇特 网上也不乏 有为了涨粉去乱葬岗的人 只是他们都没有拍出点什么 索然无畏 是他们对那些人的评价 反观叶峰就不同了 他是近些时活起来的主播 主打直播挑战 直播内容真实 更没有虚假剪辑 另外 在看到他接受这个挑战时的表情 不难看出他怕鬼 让一个怕鬼的人 去买是孤魂野鬼的乱葬岗 你听听是不是特别有意思 这个主播又整活了 还去乱葬岗 不怕阿飘收了他 主播的胆子大到飞起 我已经开始好奇了 晚上8点是吧 我一定到 哈哈 怎么会有人想到 要去乱葬岗待一夜 光是想想我就胆寒 我胆子小惊不住想 可不是杂地 我平时路过坟包 都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 更别替呆上一夜了 想想都吓人 主播呀 你这不是玩命吗 可别到时候被吓破胆 网上众说纷纭 叶峰还在家里准备手电筒 充电宝 数据线 雨伞等必须用品 以备不时之需 另一边 一间欧式公主房里 一个身形消瘦 长相清秀的女生 正趴在床上晃动着脚丫子 纤细的小手在屏幕上滑动着 看上下滑动的视频 不难看出他在看抖音APP 突然 一个视频引起了他的注意 八点上乱葬岗直播 晚上 叶峰如约来到京都郊区 据网友所说 这里有个无人管辖的乱葬岗 且数几十年间都没人过问过 今日他不要探上一探 刚下车 还没等站稳脚步 出租车司机一脚油门跑了 留下叶峰在风中凌乱 后面有洪荒猛兽 八点 京都已然进入黑夜 叶峰今天运气不太好 天上没有明月 没有星星 只有乌云 灰蒙蒙的环境 叶峰心里不免打气鼓来 还没进入乱葬岗 他就有点腿软了 为了壮胆 叶峰打开了直播 早早等候的网友们 一见叶峰开播 立即涌了进来 短短几分钟 叶峰直播间的人数 达到了五十万 他们都是来看 叶峰如何度过这一晚的 突然暴增的人数 令叶峰有些诧异 他输了口气 对着镜头笑道 大家晚上好 叶峰身后乌漆嘛黑的 大家纷纷猜测 他真的去乱葬岗了 这么勇的吗 主播主播 你现在在哪里 不会真在乱葬岗吧 把摄像头调换一下 让我们看看呗 我还没见过乱葬岗 长什么样子 不是 你来真的 真去了 面对网友们的发问 叶峰一一作答 接受挑战 可不是就得做到 你们看 说着叶峰将摄像头调转 方便直播间的网友们观看 摄像头一翻转 网友们透过屏幕 就看见黑漆漆一片 周围还伴随着蚊虫的鸣叫 的确是外面没错 只是有点看不清 前面都有些什么 叶峰自然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淡定地从兜里拿出手电 一束白光照过去 直播间瞬间亮堂了起来 大家的视线也逐渐清晰 透过白光 大家看到主播身处荒凉之地 乱葬岗上蒙着层灰雾 此处怪事临循 乱目参差 忽然吹过一阵冷风 杂树野草随风摇曳 稀薄的雾气飘飘荡荡 破棺烂木随处可见 杂草中隐隐藏着白骨 老鼠和蚊虫四处流窜 啃食着腐烂的骨骸 稀稀素素的声音 和呼啸的风声混杂到一起 顿时让人毛骨悚然 胆战心惊 这不是乱葬岗是什么 啊 直播间哀嚎一片 这TMD也太吓人了 主播快逃吧 这种地方哪能住上一宿 有有有有骨头 这里是乱葬岗没错了 主播你来真的 透着屏幕 我都吓得腿软了 此时有位靓女正蒙着被子 瑟瑟发抖 这场景要是再遇到点什么 可就太刺激了 孤魂野鬼 哎呦 大活人 稀客稀客 别提他们 叶峰也被眼前这番景象震撼到 不同于网友是隔着屏幕观看 他是实实在在的在这里 这片地儿的确荒凉 还甚人 耳边不断划过的冷风 都在强调 这里不是常人能待的地方 可为了完成任务 叶峰岂是那么容易临阵脱逃的人 不就是上乱葬岗待夜吗 你疯爷就不带怕的 啥也不说 开干 咱玩的就是真实 调整好心情 叶峰朝着乱葬岗里走去 直播间的观众们 因为他这个举动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主播 我看咱还是走吧 这要是碰到 或不小心踩到多可怕呀 这这这 我又害怕又想看 希望不要遇到什么奇怪的事 主播真的想在乱葬岗里面 待上一晚上 胆子这么大 一点也不带怕的 这环境看了我都想逃 主播真是胆量王者 主播 来都来了 岂能退缩 叶峰一边和网友们互动 一边往里走 大有一副带着大家参观参观乱葬岗的意图 若说一开始 他还有点害怕 但半个小时拨下来 什么事也没发生 也没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叶峰不免镇定了下来 这地方除了是脏了点 乱了点 味道充了点 其他都还好 将就一晚上不难 转有了大半天叶峰来到一棵树下 他将肩上的双肩被拿了下来 从里面拿出一个支架 架在地上 待着好角度后 叶峰将手机放了上去 随后席地而坐 兄弟们 今天咱就凑合在这里待上一个晚上 聊聊天吧 反正在这种地方也睡不着 叶峰想着聊聊天 打发打发时间 主播想聊些什么 叶峰耸耸肩 我都可以 你们呢 这大半夜的 当然要聊些男人该聊的话题 比如说 黑丝啊 长腿啊 我都可以 展开说说 我有个朋友想听 无中生有 你别太离谱 这大半夜的说的 我都心痒痒了 看着评论区突然聊起的颜色物料 叶峰忙不迭地说 哎哎哎 兄弟们 这可不行了啊 弄不好可是要封号的 你们不想看我直播了 再说了 直播间还有女生 注意点影响 尊重一下女生们 叶峰这番话 瞬间俘获了女网友们 还有守在直播间的顾学 这是他摆脱魔窟 第一次看直播 他想了解一下自己的救命恩人 却不料被叶峰这番言语所吸引 试问那个女生 能拒绝温文尔雅 又懂得尊重人的人 答案肯定是没有 想着想着 他开始戳动屏幕 仔细看你会发现 他手法有些生疏 紧接着 一连串的礼物特效 就出现在了屏幕上 小太阳打赏主播 十发火箭 小太阳打赏主播 十艘游艇 小太阳打赏主播 十座梦幻城堡 小太阳打赏主播 九十九支千纸鹤 小太阳打赏 一连串的绚丽特效 砸晕了网友们 也砸晕了叶峰 大家十分好奇 这个豪气冲天的人是谁 上来就刷这么多礼物 看了主页应该是个富婆姐姐 只是是个星号 其他什么也不知道 富婆姐姐 我可以啊 姐姐看看我 我不想努力了 这么多礼物 富婆姐姐 威武霸气 豪气冲天 叶峰愣了一秒就反应过来 他扬起一抹微笑 双手合十 朗声道 感谢小太阳姐姐的打赏 感谢完 叶峰点进他的账号 新的不能在新的页面 又一次看猛了叶峰 他竟然只关注了自己 这种大款他 还是第一次见 听到叶峰清凉的声线叫着姐姐 顾雪感觉脸上发烫 嘴里嘟囔一句 谁是你姐姐 明明比你小好不好 真是瞎叫 没一会儿 顾雪又怒刷了很多礼物 心里美滋滋的 他捧着手机喃喃道 给你红包你不要 只好这样哦 可不是为了听你叫姐姐 对 就是因为这样 足足十分钟 叶峰感谢的嘴都要瓢了 对面还没有收手的想法 网友们更是大为震惊 见状 叶峰无奈地开口道 那个小太阳姐姐 你别刷了 让我先些话 咱们还是聊天吧 话锋一转 叶峰又到 你说吧 你想聊点什么 叶峰真的很想歇一些 再安静地坐一会儿 小太阳 要我说 小太阳 讲鬼故事如何 这番言语 一下子就激起了所有人的兴致 对对对 这种情景不说鬼故事 多可惜啊 你们要是聊这个 我可就不困了 嘿嘿嘿 听到鬼故事 我下得赶紧收回录在外面的角 哈哈哈哈 叶黑风高讲鬼故事 简直不要太配 有点小期待了 对此 叶峰倒是没有什么意见 他点着头 说 鬼故事好啊 提神 就这样 直播间五十几万人 开始讲起了鬼故事 愣是一个人也没走 相反 直播间的热度又上升了不少 人数还在匀速增加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 各种各样的鬼故事 层出不穷 时间一分一秒 来到凌晨十二点 原本该睡觉的网友们 却没有一点睡意 都不舍得离开直播间 纵使聊天很无趣 我们今天要决战到天亮 看着主播把挑战完成 就是 反正也睡不着 全当监督主播 哈哈 头一次感觉 直播有意思 没有那么喧哗 还这么好笑 反了反了 就在叶峰以为 今天就这样过了的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叶峰头顶的树木 无风自动 稀疏作响 这奇怪的一幕 让大家不禁联想到 刚才讲的鬼故事 这乱葬岗上 不会真的有鬼吧 哈哈 总感觉有不好的事要发生 主播快逃啊 这里太诡异 我就说 这地儿不干净吧 眼下已经过了十二点 正是阴气最重的时候 哎呀 我都不敢看了 这树叶 怎么会无风自动 怕不是真正的鬼来了 搁着屏幕 网友们都觉得很不对劲 叶峰亦是如此 就在刚才 应该说 刚过十二点 他就感觉 有人在看着自己 而且感觉离得很近 难道真的是鬼来了 叶峰不敢转头 他绷执着身体 靠着树木 企图寻求点安全感 正当他调整好 坐姿抬头时 一个人影映入他的眼睛 刚开始他还以为 自己是眼花了 在网友们不解的眼神中 揉了揉眼睛 定睛一看 叶峰差点没把胆给吓破 手机镜头里 不光只有他一个人 在他的右后方 还有这个披头散发的女鬼 他脸色惨 此刻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啊 这声惨叫响彻天静 直播间的观众都猛了 不知叶峰为何会突然惨叫 怎么了 主播咋了 真遇到鬼了 不是吧 鬼真的来了 捂住眼睛 为主播默哀三分钟 完了完了 主播要被鬼吃了 数不胜数的评论 叶峰是没心情再看了 此刻他正想着这么逃呢 女鬼对叶峰同样也很好奇 他到横前 只有午夜十二点后才能出来 今日他同往日一样出来溜达 却不想遇到了叶峰 你好呀 突然看见活人 女鬼很是好奇 殊不知这道声音落在叶峰里 是那么的凉嗖嗖 仿佛整个人身处冰窖一样 他头也没抬 大喊一声 你不要过来啊 见叶峰答话 女鬼笑了 激动道 你能看见我 还能听到我说话 什么情况 叶峰竟然从他的话语里 听出了激动 挣扎了好久 叶峰才鼓起勇气抬起头来 他缓慢地侧身看向身旁 此时 一个脸色惨白的女鬼 正蹲在他旁边 他侧着头 拖着腮 好奇地看着自己 叶峰竟然不怎么怕了 他看着也就十七八 瓜子脸 一双眼睛明亮的四星辰 长得十分精致 若不是脸白了点 叶峰都看不出他是鬼 他好看得出乎叶峰意料 原来鬼里面还有颜值鬼 你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的 女鬼连连摆手的样子 落在叶峰眼里 竟然有一点呆萌 他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见叶峰没搭话 女鬼又自顾自地问道 你这是在干什么 他指着叶峰的手机 很是好奇 见他没有恶意 叶峰的胆子也大了几分 他问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吗 女鬼表现得很茫然 摇了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 你叫什么 不知道 多大了 不知道 怎么问什么 也不知道 难道他失忆了 鬼会失忆吗 叶峰还在思考 殊不知这顿操作 直接将直播间的观众吓傻 他们不知道 叶峰为何会自言自语 卧槽 我感觉主播遇到鬼了 而且 他们还在聊天 主播不是中邪了吧 咋还胡言乱语上了 有点圣人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挑战直播间吗 怎么感觉怪怪的 主播不会是装的吧 也不是没可能 他是不是想以这个来弄噱头啊 不得不说 主播这一招 真的高啊 的确 自从叶峰开始胡言乱语 直播间就突然火了起来 在线人数高达一百万 在大家惶恐的眼神中 叶峰已经摸清了女鬼的底细 他是三年前到这里来的 至于怎么来的他也不知道 以前的事也全然记不得 平时也就午夜能出来 且离不开这里 准确来说 是离不开叶峰身后这棵树 他尝试过 只要离开超过五米的距离 就会被弹回来 许是很久没有遇到人 这个女鬼表现得异常亢奋 话也很多 活脱脱的小女生性格 叶峰不解 她为何会在这里 还失去了记忆 一个少女死在乱葬岗 怎么说都有点不对劲 她的家人呢 许是想到了什么 女鬼突然道 你可以帮我找到家人吗 找家人 叶峰不解女鬼 还有这个要求 对对对 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 能看见我的人 我求求你 帮我找找家人好不好 女鬼一脸哀求 她虽然什么也不知道 但内心一直有个念头在叫嚣 那就是想找到家人 这个就是她的执念 或许找到 家人她就可以去投胎了吧 她期盼的眼神 落在叶峰眼里 很不是滋味 她又不知道如何下手 可是 你什么也不知道 我怎么给你找家人 你一点身份信息都提供不了 找家人不是大海捞针是什么 轻飘飘的几句话 瞬间击破了女鬼的方线 啊 果然是她想太多了 她不过是想找到家人 仅此而已 她也很想弄清楚 自己是怎么死的 又为何会在这里 她想轮回 更不想当孤魂野鬼 想着想着 她不禁埋下头 身形落寞 叶峰侧头 看着她双手还膝 肩膀微颤 紧接着传来一阵抽气的声音 叶峰知道她在哭 但又不知如何安慰 她眉头紧锁 想了半天 也没想到任何办法 不知怎的 在女鬼哭的那一瞬间 直播间的网友们 都感觉凉嗖嗖的 你们有没有感受到 奇怪的感觉 比如凉嗖嗖 我总感觉 手机冰冰凉凉的 是吗是吗 我还以为 只有我有这种感觉吗 主播不会真的见到鬼了吧 她对着空气 一会儿问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一会儿又叫什么名字 她不会真的和鬼在交流吧 呜呜 好吓人 搁着屏幕 顾雪也很好奇 叶峰在搞什么 虽然她认识她的时间不长 但她觉得她并不是那种 会弄虚作假的人 所以她真的遇到鬼了 大家纷纷猜测着 而叶峰的脑海里 只有女鬼 让她找家人这句话 许是觉得女鬼可怜 叶峰有点于心不忍 她安慰道 你先别哭 我再想想办法 听到叶峰的答复 女鬼猛地抬头 一脸惊喜地看着她 真的 突然凑近的女鬼 让叶峰心里咯噔一下 她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挪 不自然地说道 你别着急 容我先想想 女鬼见叶峰 不像说假话的样子 郑重地点点头道 好 听你的 说完 她乖巧地等着 没有开口打扰 好似一开口 叶峰就不帮她找家人的一样 叶峰思索着 怎么帮女鬼 只是十几分钟过去 还是没有一点头绪 突然 她想到了什么 她看向直播间 眼睛一亮 或许他们能帮忙 也说不定 没错 叶峰想通过网友们的力量 来帮女鬼 虽说有点不现实 但眼下也就这个办法最为靠谱 直播间足足一百多万人 或许真就这么敢抢呢 想着 叶峰没有犹豫直视镜头 网友们被她突如其来的视线看梦了 主播这是怎么了 怎么感觉她的眼神有种算计 对对对 我也有这种感觉 慌什么 看看主播想干什么 不就知道了 看着不断刷屏的评论 叶峰表情很严肃 她看着镜头郑重地说道 兄弟们 主播有个事情 需要你们帮助 网友们不解 问道 什么事 挣扎了一秒 叶峰决定如实说出实情 是这样的 我这里有个恩 她嘟了一页女鬼说 有个人 她想找家人 但是她什么也不记得了 话音没落 直播间立即炸锅 看吧看吧 我就说主播疯了 她都开始说胡话了 她看的方向 压根就没有人 完了 主播中邪了 还帮人找家 幻想的 主播怎么想的啊 拿我们消遣 当我们是傻子吗 你别吓我 这大晚上怪吓人 评论区几乎没有人相信 叶峰说的话 都以为她在整活 吓唬网友 叶峰自然也知道 他们不会这么快接受 可是她说的 都是真的 兄弟们 我没有骗你们 叶峰斟酌了一会儿 她说 我真遇到鬼了 还是个女鬼 她想找到家人 我能力有限 真的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叶峰的表情极为认真 这下抱有怀疑的网友们 也动摇了 心里生起一种莫名的感觉 你怎么证明 你遇到鬼了 而不是在消遣我们 消遣 叶峰低头沉思 看来得让网友们 相信她是真的能看见鬼 正当她想着 这么证明的时候 女鬼拉了拉她的衣袖 指了指地上的树枝 叶峰恍然大悟 对啊 可以让女鬼自己证明 想着 她看向镜头 激动道 兄弟们 接下来你们看到的一幕 或许会超过你们的认知 但主播还是希望你们能看完 她指着旁边 她要向你们证明它 就在这里 没等网友们质疑 接下来的一幕 直接将他们吓傻 透过屏幕 他们看见叶峰脚边的一根树枝 缓缓升起 一开始他们还以为是叶峰在搞鬼 叶峰怕他们不信 用手在树枝的上下滑动着 你们看 这个树枝主播可没有使手段 经过叶峰的证明 大家不得不承认 这根树枝是自己起来的 还停留在半空中 观众们猛了 紧接着 女鬼怕他们不相信 又演示了几样 比如自动飞起的石头 叶峰悬浮的背包 女鬼再一次刷新了观众们的三观 足足一分钟 评论才开始刷动起来 卧槽 真特么见鬼了 主播真的遇到鬼了 妈妈 我还想活啊 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我看到的都是假的 对不对 第一次 网友们觉得自己的眼睛有问题 三观也被炸裂了 若说一种是巧合 那所有的都是吗 这显然说不通 他们想要否认 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 慢慢的 他们不得不承认 叶峰说的是真话 他真的遇到鬼了 就在叶峰以为大家要跑时候 评论去遍了 主播 你说他是不是在看着我们 我长出息了 第一次见鬼 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 听主播说 还是个女鬼 想不到他还有这种言语 这个评论看得叶峰直翻白眼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心里吐槽了一番 叶峰开始干起了正事 他从背包里拿出纸和笔 在女鬼和网友们好奇的眼神下 在纸上勾勒着什么 女鬼凑上前看 发现叶峰在画画 但是这模样 怎么感觉和自己有点像 难道他画的是自己 网友们同样好奇 几分钟过去 叶峰吐了一口浊气 随后将手上的纸 翻转对着摄像头 下一秒 大家看到了一张画像 画像上是一名女生 她看着不大 也就十七八这样 瓜子脸大眼睛 还有一头秀丽的长发 网友不禁好奇 难道这个 就是主播所见的女鬼 看着蛮漂亮的 挖着女鬼长得真翘 难怪主播不怕 是啊是啊 我感觉鬼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我总结一个事 电视剧所说不假 的确有漂亮的女鬼 通过画像我也能感觉到她漂亮 这要是真人 不得更好看 只是有点可惜 这么早就死了 可不是吗 我还有一个疑惑 她为什么会在乱葬岗 这个问题瞬间激发了大家的想象 刹那间 各种各样的想法 浮现在大家的脑海里 谋杀 抛尸 除了这两个 大家想不到别的 不然为什么一个妙龄女子 会出现在这个荒无人烟的乱葬岗上 这后面 定还有其他的秘密 就在大家思考的时候 一间朴素的楼房里 一名中年男子 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 原本他想着刷刷直播打发时间 但看到 主播说他遇到鬼 他不禁好奇 这个主播要闹什么幺蛾子 就在他吐槽主播 划中取宠的时候 一幅画像吸引了他的注意 待看清画像时 他的眼睛瞪得跟同龄似的 这张画像画得并不厚 但好在画画的人抓住了精髓 将女鬼左眼下的类质画了出来 因为这点中年男子才震惊 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照片竟让他想到了一个人 是他吗 他着急地打开电脑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不多时 一张照片被调了出来 照片上是一个笑意盈盈的少女 仔细看他的左眼底下 也有一颗醒目的类质 难道这个是巧合吗 此刻他的脑海里头 只有一个想法 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他点动手机评论着 主播 能再描述一下他的特征吗 我或许知道一点什么 很快 这个评论就被叶峰看到 他没想到 还真的有人能知道女鬼的消息 叶峰打量了一下女鬼 开口道 他看样子一 六十五米左右 上衣穿着白色T恤 浅色牛仔裤 脚上还有一双小白鞋 剩下的 没有其他特征了 他什么也不知道 像是失忆了 其实 叶峰对此 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毕竟这样寻人很不现实 直播间的网友们 同样很好奇 但他们 怕打扰到叶峰都选择没有评论 只是默默地看着 殊不知 叶峰的这些描述 让男子更加惊喜 因为叶峰描述的这些信息 都和他手中的照片完美符合 突然 男子心里冒出一个强烈的念头 他评论道 主播 可以连线吗 我想我知道他是谁 嗯 他知道 叶峰不禁也惊讶了 他点点头道 好 两人接通连线 对方率先开口 主播你好 我这里有张照片发给你了 你看看 是不是和男子顿了一秒说 和他一样 叶峰点点头 好 答完 叶峰点开了后台的私信 这个连线的男子 的确发了一张照片过来 叶峰定睛一看 又看了看女鬼 下一秒 他有点怀疑人生了 因为这张照片 和女鬼如出一辙 分明就是一个人 这时 一直没说话的女鬼 也激动了起来 他指着照片 语无伦次地说道 是我 通过叶峰的表情 大家也知道 这个连线的男子里的照片 和女鬼一定有关系 不然主播 也不可能这么惊讶 男子 主播 他们可是一个人 男子知道自己的做法荒谬 但主播凭空 画出一人的画像 又说对了他着装 男子不觉得这是巧合 只能说 主播在机缘巧合之下 真的能看见鬼 他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听到问话 叶峰的思绪被拉回 他点点头 是他没错了 听到答复 男子从椅子上猛地站起来 真的 他好了 这件事终于有着落了 隔着屏幕 大家都能听出 男子很激动 像是 发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 叶峰不禁发问 这位先生 你认识他 是他的家人吗 他可没忘女鬼 想要找家人 说到这个 男子不得不正色道 我是警察 而照片中这个女生 正是三年前失踪的人员 一时间 直播间的网友们和叶峰 像是听到了什么惊天秘闻 他们想不到 对方竟然是警察 那也不怪人家有女鬼的照片 警察都来了 这开始有点玄乎了 想不到他给的照片主播 竟然说和女鬼长得一样 这场直播 必然是近些年来 最玄幻的一场直播 遇到鬼不说 还被警察认出来 怎么有种要破案的感觉 原来 他已经失踪了三年 难怪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这件事 无疑是震撼的 接下来 这名警察又询问了叶峰一些事情 通过叶峰的转述 大家都知道 女鬼的尸体 就在大树底下 刚知道这个消息 叶峰都吓傻了 只见他搜的一下 挪出老远 一副被吓到的模样 不过这也正常 你能想象到 屁股底下有具尸体 这不甚的慌 虽然其主人就在他身边 但叶峰还是感觉心里毛毛的 一番联络后 为了尽早摸情况 男子给叶峰要了地址 说联系了领导 一会儿过来看看 直播间也因此而沸腾 想不到主播 随便接受一个挑战 也能碰到这么奇怪的事 难道只有我关心 为什么主播会看见鬼吗 咱们不会将要目睹 一件惊天大案吧 我刚才去查了一下杜娘 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什么 快展开说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结合警察叔叔说的消息 三年前的确有个女生失踪了 当时这件事很轰动 上了不多电视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人 直到现在 网友的这番话 一下勾起了网友们的记忆 大约半个小时后 昏暗的乱葬岗 突然亮起了灯光 突然亮起的灯光 让叶峰有些不适 他抬手挡住眼 待一会儿后 他起身拿起手机往出走 迎面走来了一群 身着黑色制服的警察 他们打着手电 不乏着急 为首的是一个 面色严肃的中年男子 身后跟着七八个警察 叶峰打量了着他们 发现他们竟然 还带着家伙 铲子 想来是要现场挖掘 看到叶峰 中年男人上前一步 你好 我是刚才和你连线的警察 方远 说完 男人出示了他的警官证 看到他们这个架势 叶峰也知道 这件事不简单 叶峰连忙点头 方警官 你们好 请跟我来 知道人家是为什么来的 叶峰也没客套 静止带着几人 来到刚才的树下 看着叶峰将人带了过来 女鬼有些激动 他好奇地 在他们周围绕了一圈 目不转睛地打量着他们 许是他的气场 和活人不同 几名警察明显感觉 周身凉嗖嗖的 似乎有双眼睛在盯着他们 难道这里真的有鬼 他们不禁有些疑惑 刚接到搜查指令 他们一直觉得 方远队长是小题大做 怎么能相信 一个主播的话呢 他说 能见到鬼 就真的能见到 确定不是为了 红座的炒作 虽然方远说 叶峰提供了 女鬼的一些信息 确定和失踪少女吻合 只是这种事 网上知道的人还少 若说那树底下 真的有被害少女的尸体 那他是如何知道的 又或者说和凶手有关 各种各样的猜测 在他们脑海里浮现 为了不放过一丝线索 他们开始调查这个主播 得知他名叫叶峰 是个无业游民 除了窝在家里打游戏外 很少出门 户外直播也是最近才开始的 扒了他所有社交信息 发现他和被害少女 并没有接触过 也没有认识的可能 那么他又是如何得知 被害少女的穿着 甚至还画出了画像 这是说出来不荒谬 女鬼不停地在他们身边转悠 每站到一个警察边上 那人就挤两股发凉 而且十分不自然 碍于身份 他们都不敢有 作为有通灵眼的叶峰 自然能看清女鬼的一举一动 看着一个个紧绷着身子的警察们 叶峰不禁觉得有点好笑 想了想 他对着女鬼招招手 说别闹 过来 哦 女鬼听到叶峰的话 立马就来到他身边 警察们虽不解叶峰 为什么要这样说 但很明显 叶峰说完 他们周身就没有凉悠悠的感觉 他们不禁相信 叶峰真的能看见鬼 通过方圆转述 他们想到叶峰说 这个女鬼只有晚上能出来 若再晚点 等天亮了 她就会消失 若叶峰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有女鬼的当面指证 或许对破案有很大的帮助 方圆第一次接触 怎么玄学的事 也有点范畴 但想到手里的案子 她不由得正色道 好 开始行动 她指着叶峰刚才做的大树 陪我把这挖开 听到指令 一众警察回道 是 紧接着 他们手持着铁锹 工具开始对方圆指着的地方挖掘 因为不知道底下是否有尸体 或埋得有多深 他们格外的小心 看他们开展工作 叶峰拾去的 走到方圆身边站着 因为涉及到办案 方圆已经让叶峰 关闭了直播间 虽然网友们很想看 但规定始终是规定 他们也没法 只能等官方通报 眼下能确定的就是 这个乱葬岗不简单 或许真的有三年前 失踪少女的消息 随着警察们小心地挖掘 十多分钟后 一个一米多的坑 出现在大家眼前 突然 一位警察大喊 这里有东西 刹那间 所有人围了过去 俯视下去 只见两个警察 用手扒开泥土 不多时 一个长条形棚布显露出来 这包裹的模样明显是个人 真的找到了 一时间 所有人的视线 都聚集在叶峰的身上 方圆也多了叶峰一眼 心里感慨万分 叶峰倒是坦然 没有说话 几秒后 大家又将视线 落在长形棚布上 棚布周身 都被铁丝环绕着 看到这一幕 大家心里不由的一己 这分明就是一起 恶意杀人抛尸案 不管里面 是不是那个失踪的少女 这件事也不容小觑 好在方圆的队伍里有法医 想也没想 他就让警察将尸体抬上来 经过一番专业的操作 棚布被打开 这时 一具充满恶臭 几乎腐败完的尸体 暴露在大家眼前 这具尸体上的衣服 虽然破旧腐朽 但还是能看出一点颜色 结合法医的现场坚定 这具尸体 和失踪女孩 的确极为相似 可若要确定其身份 还得进行DNA比对 透过人群 女鬼的视线 落在地上的尸体上 虽没有说话 但叶峰明显感觉 他的气压很不稳 冷气直茂 看着身形落寞的女鬼 叶峰安慰道 你放心 警察一定会帮你找到家人 也会找到害你的人 女鬼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你要相信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紧接着 方圆又问了叶峰一些问题 准确来说是问女鬼 叶峰作为转达人转述 但了解完 警察们将现场封锁 又打电话调动人员过来 叶峰就在原地 看着她们忙碌着 原本这种场景 她应该害怕才对 只是一想到一个无辜的女孩 就这样遇害 她就害怕不起来 心里更多的是愤怒 不用检验 叶峰也知道这个女鬼 就是方警察说的 三年前失踪的少女 她叫李玉蓉 十七岁 三年前的某一天 她在放学路上消失 从那以后 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不管派了多少人力 都没有找到蛛丝马迹 这件事轰动了一时 大家一致以为 这是一个不解之谜 第二天 警察已经比对到了 这具女士的身份 的确是李玉蓉没错 这一下所有人的三观 都刷新了 叶峰是真的能看见鬼 经过仔细检查 法医还在李玉蓉的体内 提取到了不明液体 这也证实了 她是被奸杀 然后抛尸 随着更深一步的调查 警察们还在尸体附近 找到了一枚烟蒂 纵使凶手做得天衣无缝 警察们还是找到了蛛丝马迹 通过这些线索 警察在信息库 比对上了一个人 包某 年龄三十一 无业游民 常年游历在各个网吧 她多次实施抢劫 却因金额不大 屡次被放 警察们都没想到 这起案件 也跟她有关 警察们气得直咬牙 原来人就在眼皮底下 他们真是疏忽 自责完事好奇 她是如何瞒天过海的 若不是叶峰他们 或许一直也发现不了 紧接着 警察们发起了通缉 各个地区的警察 纷纷行动起来 经过警察们的通缉 包某很快就被逮捕归案 在种种证据面前 包某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承认自己先监后杀了李玉荣 因为他以前当小工的时候 安装过监控器 所以知道哪里有监控 因此他才避开了所有监控 从而达到抛尸的目的 宣判场上 李玉荣的家人 恨不得杀了包某 要不是警察拦住 包某都得被李家人打死 随着事件的跟进 李玉荣也想起了 生前的所有事 他看着包某眼含目意 就是这个男人杀害自己 又抛尸荒郊野外 他恨自己不能杀了他 经过处决 再加上情节恶劣 包某被判处了死刑 且立即执行 短短五天 这件事就告一段落 李家人得知 叶峰能看见自己的女儿 纷纷求他传话 通过叶峰的转述 李玉荣想要说的话 都被一一转达 纵使李家人 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但人死不能复生 他们还得向前看 因为执念已除 李玉荣感觉到 自己就要进入轮回 末了 李玉荣看着叶峰 他含着泪 感激地说了句 谢谢 随后消失 对于李玉荣的遭遇 叶峰既心疼又同情 却又无可奈何 他只能在心中 祝愿他早日投胎 当天 官方也公布了消息 确认乱葬岗挖出的尸体 就是三年前失踪的李玉荣 且杀人犯已经伏法 被判处了死刑 此条消息已经播报 迅速占领了各大平台的热搜 连同上热搜的 还有叶峰 大家唏嘘李玉荣遭遇的同时 也对叶峰生起了浓烈的兴趣 可能被迫 虽然这件事很玄乎 但当时在直播间的人 足足有一百多万人 他们可是明眼看着呢 要不是叶峰提前结束直播 他们也能亲眼目睹现场 你们是不知道 主播当时的模样 都快吓死我们了 他一个人对着空气说话 我们还以为是中邪了 可不是 谁能想到 他真的能看见鬼 这件事太玄幻了 我得好好缓缓 可怜李玉荣了 这么年轻 竟遭到这样的下场 可怜啊可怜 这天杀的包某 死不足惜 枪笔都算便宜他 我见一千刀万剐 多么漂亮的姑娘啊 远天堂没有痛苦 经过网友们的转载 全网都知道 叶峰能看见鬼 虽说叶峰一直强调 要相信科学不要迷信 但这件事就摆着这里 这么多人看到 他想解释 可没人信 与此同时 方警察关注了叶峰 连同好几个警察官方账号 也关注了叶峰 这下他想起也洗不清了 他叶峰 就是能看见鬼 大家讨论的声音过于大 叶峰不得不暂缓直播 又过了一个星期 在这件事尘埃落定后 叶峰才开启直播 时隔十来天 叶峰再次开启直播 直播间人数爆满 从一开始的十万 再到五十万 甚至一百万 人数只增不减 很快就达到了两百万人 没等叶峰说话 弹幕和礼物就刷了起来 峰爷 你是当代大师啊 破案还得是你 要不是你 这个案子都破不了 可不是吗 咱们峰爷是谁啊 鬼看见都要求帮助的人 这些话叶峰看得太多 已经麻木了 他直接无视 待评论区安静了些 他才开口道 休整了这么久 咱们也要拾起老本行 说吧 你们今天想看什么挑战 听到主播又要接受挑战 大家也不再打去了 纷纷评论道 想看主播抓鬼 嘿嘿嘿 叶峰翻了个白眼 无奈道 能怕我点好行不 说点正常的 敢不敢逮住小学生 就对他说 好好学习 去洗浴中心叫十个济师 然后一人揉一个脚趾头 带上碗去路边乞讨 要多少吃多少 没要到就饿肚子 挑战去参加好生意 看能进入多少墙 挑战拿着试卷去酒吧大海 你们不学我还学 看着不断刷屏的评论区 叶峰毫无波澜 好在大家听确 没有搞太离谱的挑战 果不其然 下一秒系统就出声 随即任务发布 接受平安人生的挑战 挑战去参加好生意 看能进入多少墙 参加好生意 这个挑战倒是有意思 叶峰不禁想到 前段时间得到的奖励 看样子到他发光发热的时候了 想着 叶峰盯着屏幕笑道 挑战出来了 他就是平安人生发起的挑战 挑战去参加好生意 看能进入多少墙 此话一出 评论区猛了 主播挑的是什么挑战 真敢想 好生意是普通人能参加的节目 没点实力 怕是要闹出洋相 哈哈哈哈 主播你这又是何必呢 虽然你声音好听 但我不觉得你唱歌也好听啊 就是 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别第一场就被刷下来 好生意可是很严的 你确定能参加 主播 咱还是别去了 咱丢不下这个脸 坐等主播被打脸 嘿嘿嘿 我就不相信 这次也能挑战成功 我也不信 评论区都不信叶峰会唱歌 都觉得他只会直播 不会别的东西 若说以前 叶峰的确会怕闹出洋相 但现在不同 他有系统傍身 怕什么 干就完了 因为好生意要提前报名 这不叶峰就在直播间 将名给报上 接下来就等通知 周末 叶峰接到了京都赛区的通知 说周末可以来参加初赛 这不 整活王叶峰又开始整活了 因为摄像设备过于简便 加上就他一个人 叶峰不得不用人气值 跟系统兑换了一个全新的直播设备 这个设备是个小球造型 不大 会飞 可以360度无死角摄影 还可以随意转换视角 有了这个 直播间的观众们 可以更直观地看叶峰挑战 上午10点 叶峰来到好声音现场 通过工作人员的指引 叶峰拿到了号码牌 25号 他前面有24个人 工作人员安排他和其他人到选手席等待 因为参加的人过于多 有的都没有位置可坐 这次的出赛场地 定在京都一个叫金马商城的地方 商城一共有6层 可容纳很多人 此时 商场一楼聚集了不少人 6楼上下也站满了人 大厅中间搭建了一个弱大的舞台 还有一个硕大的广告海报 上面写着好声音全国巡演歌手大赛京都赛区 台下一共有三名导师 若干明选手 还有不少工作人员 随着选手们一个个登场 好声音大赛正式拉开序幕 一开始叶峰还满心期待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听得昏昏欲睡 也不是他认真 打不起精神 而是这些选手实在无趣 再加上他有系统的加持 这些选手们唱的歌简直不堪入耳 这唱的都是什么啊 忍无可忍之下 叶峰打开了直播间 决定让网友们也来欣赏一下选手们的歌喉 第一次使用系统兑换的直播设备 叶峰还有些不适 不过使用了一会儿 他就适应了 圆形小球飞到他前面 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一块偌大的弹幕出现在叶峰的眼前 随着越来越多人进入直播间 弹幕也像水一样刷动着 叶峰满含笑意地对着镜头挥了挥手 刚进直播间的网友 还没来得及吐槽 主播这些天都去哪里了 耳朵就被一阵魔音清洗 这声音好比破步调碎裂的感觉 主播你这是在哪啊 还有这声音是怎么回事 对啊对啊 这声音简直要了我的老命 这也太难听了吧 叶峰知道大家很疑惑 他笑道 你们看 他指着舞台 直播设备很人性 立马就翻转镜头 这下 商城 舞台一一映入网友们的眼帘 下一秒 网友们沸腾了 主播真的去参加好声音了 主播你来真的 原来刚才的声音是台上选手发出来的 真是想不到 这是人能发出是声音 这下我真的能体会 大家所说的 有的人唱歌要命了 原来真的有人能唱出这么难听的歌 也是奇了怪了 主播还真速度 这就已经去参赛了 坐等主播出球 哈哈 看着弹幕 叶峰淡淡一笑 他拿出自己的号码牌 对着镜头一晃 我是25号选手 还有一会儿才到我 你们记得要为我加油哦 话锋一转 他又道 现在你们还是先欣赏其他选手们的歌声吧 别别别 我感觉我的耳朵已经被侵害了 不想再被伤害第二次 求求主播放了我们 你不讲武德 你直接开直播 我的耳朵很无辜啊 上场的人是这么想的 这种水准也能参赛 确定不是来搞笑的 我不要 放过我的耳朵吧 你好毒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现在开播了 你一定是想让我们也试试 耳朵被毒查的感觉 我特么谢谢你啊 网友们哀嚎一片 一句我一句地吐槽着夜风的恶行 夜风勾起一抹邪笑 俗话说 毒乐乐不如中乐乐 我也是为你们好 记得别太感激哦 选手们一个接一个地上场 抛开不好听的 其他的选手都重归重拒 都有缺点 因为怕打扰到其他选手 夜风起身来到角落直播 直播间的网友们 更是无情地吐槽着这些选手 终于 他们期盼的选手来了 只听见主持人高喊一句 下面有请25号选手 夜风上台 现场顿时响起了嘻嘻啦啦的呈声 许侍前面的选手 带来的歌曲过于乏味 不少观众已经离开 就连评委席的三位导师 也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 对于夜风他们不算陌生 三个导师都知道他是一个主播 而且还是最近很火 还帮鬼破案的人 他的大名很少有人不知 听到主持人喊他 夜风麻溜地走上舞台 从主持人手上接过话筒 他面向众人 看着舞台底下这么多人 夜风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直播和现实还是有区别的 见夜风站定 三位导师中唯一的一位女导师开口 25号选手 请做个自我介绍 虽然他们对夜风很好奇 但这家伙擅长直播 对音乐嘛 就不好说了 反正他们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毕竟他是个挑战主播 随便参加一下好声音 也能长长人气 大家好 我是25号选手 夜风 来自江城 喜好直播 接下来我要演唱的是 《孤勇者》 《孤勇者》 这是什么歌 仅仅一瞬 这个问题就出现在所有人脑海里 这是什么歌 《孤勇者》 主播说的是《孤勇者》 《孤勇者》好不好 要学会发音 这名字没听过 不知道歌好不好听 主播也是的 你说不会唱歌 就别增加难度 随便唱首小毛驴 我们也能接受 只要不出丑就行 哈哈 小毛驴 你们可真敢想啊 我见了都脸红 无嘴笑 直播小球围绕着夜风 来了个360度无死角拍摄 因为这首歌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夜风选择轻唱的模式 他这番举动 也惊掉了现场人的下巴 轻唱 若说有实力还好 没实力 唱的什么调都不知道 这个叫夜风的是谁啊 竟然要轻唱 真有两把刷子 另一位观众摇摇头 嘴一撇 说 我看不见得 会不会是想出名 所以炒作 听同伴这么一说 路人假悟了 夜风心里数着节拍 深吸一口气 将话筒放至嘴边 都是勇敢的 你额头的伤口 你破旧的玩偶 你的面具 你的自我 他们说 要带着光 驯服每一头怪兽 他们说 短短几句歌词 就让所有人来了精神 不管是现场的观众 网友 还是评委 每一个人脸上 都震惊万分 夜风带给他们的是震撼 他们从来没想到 轻唱也能唱得这么好听 这么有意见 直播间的网友们都傻了 刚才质疑夜风 不会唱歌的 都在啪啪打脸 卧槽 主播这是开挂了 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想不到主播还留了一首 我就说他 怎么敢来参加好生意 原来有后招 难怪这么有底气 风爷牛逼 你就说 还有什么你不会的 这他妈不是 全能型主播是啥 这也太牛了吧 我承认刚才说的话 有点大声 我长嘴 我错了风爷 今后你就是我的神 主播你也太有才了 这首歌牛啊 有伴奏 不得成神曲 一输血球 这首歌的伴奏 这首歌大家听出了 振奋人心 听出了平凡之人 面对困难所展示出来的 无畏与勇敢 拼搏与坚持 当之无愧的神曲 叶峰还在沉浸在 音乐的海洋里 谁说无你满身的 不算英雄 爱你 孤身走暗象 爱你 不贵的模样 爱你对之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这高潮 这吊吊 简直太对弯了 神曲 妥妥递神曲啊 震惊 所有人都震惊了 他们从歌词里 听出了卑微的生活和梦想 并不能击垮的每个平凡人 哪怕是平凡人 在面对困难时 也能展现无畏和勇敢 拼搏和坚持 铿锵有力的音调 无不再向人们传递着 面对坎坷挫折的 千军之力和无限勇气 一首歌仿佛为所有人打造 导师们梦了 他们从一开始的懒散 再到听见歌曲响起的那一秒 坐直身子 叶峰是个苗子 而且还是好苗子 他就像突然空降新手区的黑马 一举震撼了所有人 这首歌他们都没听过 大家不禁在想 难道这是叶峰所做 三人对视着 都对方眼里 看出了激动之意 异曲结束 叶峰吐了一口浊气 看着众人 殊不知大家都傻了 我最喜欢那一句 谁说站在光里的 才算英雄 直接感动到哭 这首歌太有深度了 不由得想起了我的家人 他是做特殊职业的 非常的危险 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 致敬每一个逆风奋斗的人 叶峰实在太有才了 这首歌也非常好听 他们震撼这首歌唱的 太有深度 太有寓意 足足两分钟 现场鸦雀无声 带大家反应过来 随之而来的是轰鸣般的掌声 啪啪啪 就连直播间的粉丝们 也纷纷放下手机鼓掌 即便叶峰看不见 看到这样的反响 叶峰笑了 专业的歌唱水准 可不是闹着玩的 没等叶峰开口 三位导师就站了起来 叶先生 请问这首歌有伴奏吗 这首歌是您作曲的吗 对对对 三人突如其来的热情 叶峰着实有点招架不住 看着反响 那是不是证明 他要火了 想着 叶峰心生一计 他对着导师淡笑 这首歌是我朋友做的 他是女生 听说我要来参加比赛 他很高兴 所以想要我来演绎这首歌 这招无中生有 已经被叶峰玩明白了 反正这是平行世界 作曲人也不介意多一个朋友吧 是你朋友 女生 导师们着实没有想到 一个女生 竟然能填出这么气势磅礴的词 当真是女中豪杰 这首歌是他做的 叶峰点点头 是 填词 作曲呢 还是他 四 现场的人都瞪大双眼 毛子里满是敬佩 叶峰的话无不意外的 让三位导师惊呆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 一个小小分赛区 能刷出大boss 一个会唱 一个作曲 这两人要是搞个组合 不得杀疯吗 俗话说 行家一出手 就只有没有 很显然 叶峰和他朋友 都是行家 这是哪里来的神仙 直播间里 听到叶峰承认 这首歌是他朋友 做词作曲后 弹幕顿时如同瀑布一样 刷了出来 妈呀 主播朋友 竟然这样牛逼 还会做词作曲 天啊 你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我怎么感觉 只有我一个人 是来人间凑数的 第一 跑掉 第二 过度不自然 第三 用假声演唱 第四 高音上不去 第五 没有正确换情 没错 这些都是我的问题 他唱得很好 比心 楼上的 我差点没收住刀 你竟然说自己是友军 让你去挑战一下 没让你去超越啊 帅 老师 你为什么来参加好声音 主播 我玩的就是真实 哈哈 有被笑的 没想到 主播真有两把刷子 在身上 朋友也牛逼 好想见见这首歌的作曲者 真是人不可冒象 海水 不可抖凉 现场 三位导师 终于从震撼中 恢复过来 他们看着叶峰 问道 你是怎么想到 来参加好声音的 这个问题 叶峰有点懵 殊不知 直播间里的网友们 都笑疯了 哈哈 我居然猜到了 导师们的问话 好想知道 主播接下来的回答 我有预感 接下来一定还有一个名场面 叶峰想了一下 还是觉得要如实回答 粉丝让来我就来 我玩的就是真实 说完这句话 叶峰自己都想笑 一句话 观众猛了 你来参加好声音 居然不是为了理想 不是为了喜欢 而是因为粉丝的话 所以才来的 这件事 说给谁听不感觉离谱 导师们导师没想到 叶峰这么直白 没有隐瞒 就说出这话 倒是个实在人 为了不打扰 选手参加比赛 三个导师开始点评 唯一的女子开口道 你的表现还不错 虽然是轻唱 但音语和音色 都把控得很好 这首歌作词作曲 也非常棒 另一位男导师 这首歌是近些年 我听到最有意义的歌 你很棒 期待你的再次发挥 接下来就等待结果吧 见导师们都点评完了 叶峰面朝他们鞠了一躬 说 谢谢 随后来到台下等待结果 许是刚才精彩的发挥 让大家对叶峰刮目相看 每每他从身边走过 他们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 赞美道 唱得真好 因为比赛的人比较多 主办方选择每20位选手 就要进行投票 从而决定留下来的选手 叶峰是25号选手 也就是说 他还得在现场等待 剩下的15位选手演唱完 才能听到自己是否晋级 是否可以提前离开 因为前面有叶峰这匹飞马 没上场的选手们 都感觉很有压力 以至于他们上台 都会不自觉地往叶峰的方向看上一眼 网友们也被选手们的迷之操作给看猛 叶峰同样也觉得很奇怪 看吧看吧 咱峰爷现在给人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26号选手默哀一分钟 这家伙也是够倒霉的 要是主播是个路人还好说 可谁知道他竟然还有这一手 这就好比新手区突然杀出了一位大佬 这感觉简直不要太爽 这分明就是全方位的碾压好不好 要我是下一个选手 没有一点实力我都不敢上台 当面对比什么的最为致命了 谁也摆脱不了被比较的魔咒 26号自求多福吧 咱们主播实在太给力了 以后我要说出去我的偶像是封爷 我敢确定没人敢说他不好 又会唱歌又会直播 还会和鬼对话 哥谁不迷惑 反正我没了 你们随意 网友们的讨论叶峰一字不落地看在眼里 不得不说 这些网友简直太好带了 都不用他说 网友们已经将他的逼格拉得满满的 这感觉简直不要太爽 爽归爽 叶峰并没有表露出来 因为26号选手 就要开始表演 他正惊危坐 将视线落到舞台上 26号选手和工作人员沟通好后 来到舞台中央 听了他自己的介绍 叶峰知道 他要唱的国风歌曲 叶峰来到这个世界 还没有听过这类歌 也不知道有没有前世的歌好听 这首歌叫 《前世今生》 听旁边的人说 这首歌还有戏腔 名副其实的高难度歌曲 说到戏腔 叶峰不免起了点兴致 希望26号能带来点惊喜 随着26号小哥开口 全场安静下来 叶峰顿时眼睛一亮 这小伙子行啊 有点才华在身上 若说观众们 想要看他如何表现 无论他表现得多好 都会被拿来和叶峰比较 可是他这一开口 大家就没有这种想法了 这两首歌 就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各有各的特色 完全没有比较的必要 好听就完了 慢慢的这首歌 来到高潮部分 也就是最为精彩的 戏腔部分 这一刻 导师和叶峰 都来了精神 众人听着26号唱着 虽然他们听不懂 但还是觉得好听 而叶峰和导师们则不同 他们听见这位选手 或许是紧张 所以原本该拿你好的戏腔 没有唱好 声音有点飘忽 音调也不准 没有把控好 但叶峰看来 晋级倒是不成问题 果不其然 26号一曲结束 导师们开始点评 你这首歌选得很好 你的声线也很适合唱这种歌 只是 美中不足的就是 你没有把握住副歌部分的演唱 你是太紧张了吗 26号连连点头 是 他紧张的钻井话筒 主要是有叶峰在前打样 他紧张也是在所难免的 其他的我倒是挑不出来毛病 唱得很不错 再接再厉 下次记住不要紧张 这会影响你的发挥 26号 谢谢三位导师 评委们的点评和叶峰不谋而合 都重归重拒 网友们也发表了自己的想法 这位选手唱成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虽然不能和咱们主播相比 但他已经表现得很好了 楼上这话我赞同 毕竟没有几个像主播这样的怪胎 我就喜欢这歌 这歌代表着咱们国家的底蕴 好听极了 好听 紧接着又陆续上了几个选手 只是他们的表现都没有太出彩的 资质都比较平庸 网友们再一次证实了 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有才的人 就在第26个选手 快要结束演唱的时候 评委席的一位男导师 带着一名带着眼镜的男子 向叶峰的方向走来 在说明来意后 叶峰同他们一起来到了主办方的办公室 不用说叶峰也能猜到他们的来意 果不其然 下一秒两人就开始自我介绍 叶先生 我是本场赛区的导师 我叫张健 你应该知道 叶先生你好 我叫汪友 是京都赛区的负责人 你们好 叶峰和两人握手表示认识 叶先生 我就不客套了 长话短说 我们对您刚才演唱的歌曲很感兴趣 我们想和您聊聊这首歌 如果方便的话 我们想见见您哪位朋友 京都赛区的负责人汪友 没有掩饰自己的来意 张健也搭枪道 在此之前 我们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叶先生是否感兴趣 找做词人 这可难办 人家又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看着两人激动的神情 叶峰不难猜到 他们对孤庸者的伴奏很感兴趣 对这首歌也很感兴趣 叶峰没想藏着掖着 他开口道 我这个朋友 你们一时半会儿见不到 但是来时 他说这曲子全权由我负责 你们要是有什么 可以和我说 这样啊 两人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 看出了为难 没想到 竟然是这样的情况 转念一想 竟然叶峰全权负责 不妨先和他说说看 两人心里合计着 张健率先开口 是这样的 您看能不能将这首歌 完整地呈现出来 也就是 再演奏一次 看着两人满怀期待的模样 叶峰顿时觉得有些无奈 不过也对他们的反应感到欣赏 这样的人才叫音乐人 而不是听到好听的歌 就各种封杀 各种打压 叶先生 您要是不介意 可以再弹奏一次吗 汪勇又说了一遍 这一次 他指着办公室的一脚 那里摆放着一架钢琴 还有小提琴 以及一些轻便的乐器 经过他的指引 叶峰也看到了那些乐器 看着架势不演奏一番 都显得有点不懂规矩 在两人期盼的眼神下 叶峰最终选择答应 他豪爽地说 没问题 那太好了 两人均是一脸激动 不光是他们 就连直播间的网友们 都很激动 难道主播 想要用这些乐器演奏 他真的还会这个 作为一个专业的音乐学生来说 没有哪一个音乐人 是不会乐器的 那这就是说 主播接下来要挑乐器 然后演奏 还得是咱主播啊 你到底有多少惊喜 是我们不知道的 主播浑身是宝 挖不完 完全挖不完啊 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下 叶峰静止走向 放置乐器的地方 看着种类繁多的乐器 叶峰开始思考 要用什么乐器来演奏 比较合适 他一一撂过 最终在角落里 发现了一件落了灰的乐器 众人只见他伸手去拿 待看清他手里的东西时 他们愣住了 叶峰手里 竟然出现了一把二胡 二胡 没错 你没看错 就是一把二胡 他这波操作 把汪友 张剑和网友们看猛了 难道他想用二胡来演奏 他们不禁开始质疑 不是主播 你哪怕挑的像样点的乐器也好啊 哪怕是钢琴也好啊 这只二胡 我着实想不到 拉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旋律 不是我歧视二胡 只是这种乐器 不是半白式的专用吗 真的能拉好 震惊 我直接一个震惊大动作 二胡 是我想不到 用什么词语来形容 光是听到二胡这个词语 我就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我想起了我的二大爷 二大爷 你走得太早了对不住 走错片场了 哈哈 蹦不住了 真的蹦不住了 别提网友了 就连在现场目睹 叶峰拿起二胡的张剑和汪勇两个人 都特别惊讶 两人对事业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最终 张剑站了出来 他指着叶峰手上的二胡 难为情地开口 那个 叶先生 你打算用这个演奏吗 直到这一秒 他们都还幻想着 叶峰只是好奇 所以才拿起来看看 他应该还会选择别的乐器 只是下一秒 他们的美梦魄散了 听到问话 叶峰斩钉截铁地说 是啊 就用二胡 他擦拭着二胡 淡淡补了一句 这个衬手 张剑 汪勇 他们着实没想到 过了人这一关 竟然要败在乐器这一关 此时 他们已经想象到 接下来的场景了 一定很壮观 就在两人想着 怎么游说 叶峰再演奏一次的时候 叶峰已经走到 沙发上入座 他尝试性地拨动琴弦 确保没有音叉后 他看向两人 那我开始了 他将二胡放置到腿上 一手拨弦 一手拉动 两人见叶峰已经下定决心 也没有再说什么 两人相继落坐在叶峰的对面 见他们点头后 叶峰开始演奏 琴弓拉响的那一秒 大家震惊了 所有人现在只有一种想法 那就是安静 先听完叶峰表演完再说 随着伴奏跟进 叶峰开口唱道 嘟 是勇敢的 慢慢地 音乐来到了高潮部分 叶峰拉奏得相当到位 身体不自觉地跟着律动着 他再一次给大家带来震撼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二胡可以演奏得这么好听 这份震撼 比刚才叶峰清唱的时候 还要震撼 一扬顿挫的旋律 直接升华了整首歌 这也太好听了吧 妈妈问我 为什么要跪着看手机 我的天 这还是主播吗 这么有才我都怕他原地出道 这不比什么男团乡 这才叫真正的实力派 主播已经不能用偶像来形容了 他这时才传扬咱们国家的文化 这二胡牛逼 他不再是专供白氏的乐器 他也可以登上更大的舞台 有了伴奏 这首歌直接升华了 我有预感 咱们主播要出道了 叶峰闭着眼睛 享受着音乐带给自己的乐趣 他虽然是第一次摸二胡 但二胡一上手 他就有种演练过千百万次的感觉 熟练的不能再熟练 异曲结束 大家还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 没有反应过来 这首歌太容易上口 他们已经开始哼唱起来 足足五分钟过去 汪勇和张剑才清醒过来 他俩见叶峰盯着自己 顿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叶先生 对不住啊 这首歌实在太好听了 以至于我们失态了 多有待能不好意思 叶峰也没想到 他们的态度竟然这般好 再说了 他也没有觉得 对方的表现有不同 他倒是对他们的印象好上几分 没事没事 叶峰随意地摆了摆手 表示自己不在意 两人对视一眼后 汪勇歉一道 叶先生 是这样的 我们想和你朋友谈合作的事 若是可以 我们希望他可以过来 又或者我们过去聊 闻言 叶峰心里苦啊 让他上哪里去找这么个人 我这个朋友不喜欢怕生 平时不喜欢出来 你们不妨和我谈 我再转述 两人没想到接连破壁 竟然连这个人都见不到 顿时有些气馁 可又不愿意放过这次机会 斟酌了一会儿 汪勇道 若是他本人来不了 容我先打个电话 询问一下总部 可好 这番话下来 汪勇将小心翼翼 表现得淋漓尽致 好 叶峰汗手 得到答复 汪勇走出了办公室 和张剑寒暄 网友们怎么也没想到 叶峰去参加个唱歌比赛 竟然还能被领导接待 这都不算完 领导 还要再请示自己的领导 这说出去不乍链 而且 他们还要聊合作 雇佣者的合作 这是不是说明 主播和他朋友要火了 一时间 大家的心里纠结万分 哎 我怎么有种惆怅的感觉 既想要主播好 又不希望他比我过得还要好 很正常 因为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咱们你一票我一票 明天叶峰就出道 主播哟 对你我真的是又爱又恨啊 你说说 你咋就这么有才呢 敢不敢给我们一点活络 十分钟后 汪勇从门外进来 他脸上笑意 怎么也止不住 看他这副模样 不用说叶峰 也知道他将事情谈妥了 那么 接下来就该他了 因为涉及金钱 叶峰心意移动 关闭直播 原本好奇不已的网友们 被他这番举动给气到 纷纷叫嚣 有什么话 是我这个尊贵的粉丝不能看呢 不过他们都很理智 知道就算叶峰想要直播 人家好声音主办方也不愿意 大家只好等待 这边 汪勇已经坐到叶峰对面 他双手交叉 郑重地说道 叶先生 通过和总部的沟通 我们希望买下 你朋友这首歌的版权 作为今年好声音的主题曲 您看能不能问问 您朋友的意见 您放心 搞仇这方面很丰厚 汪勇又补充道 他这番话 就连张剑听了都觉得震惊 原本他和汪勇 是来找叶峰合作 但不是将这首歌作为主题曲 而是想要叶峰将这首歌 在好声音平台再次呈现 作为首发 只是在听到这首歌完整的伴奏 张剑觉得这个决定 简直不要太棒 叶峰并没有太惊讶 因为这首歌值得 不愧是前世火遍 大江南北的歌 就连路边的小学生 都能口口相传 足以见得这首歌的影响力 只是这买版权 叶峰还有带思考 见叶峰一副思考的样子 汪勇决定再接再厉 他开口道 三百万 如果叶先生 能让朋友将这首歌的版权 卖给我们 我们将给他三百万的价格 试想一个无名小卒 一首歌就能挣三百万 歌谁不迷糊 换作意志力不坚定的人 只怕现在 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可叶峰可不是按套路出牌的人 这首歌的价值 远远不止于此 叶峰想了想开口道 你们想要将这首歌 作为好声音的主题曲 是 这首歌 我们一直觉得很符合咱们的主题 汪勇肯定道 可是 叶峰摆摆手 他说 这首歌不止这个价 相信你也知道 他能看出他们的着急 好声音近些年来有些落寞 完全没有以前刚出来试火爆 好声音一直在寻求一个办法 让这个节目再次火爆起来 只是事与愿违 好声音不光没有好选手 还没有观众 以至于走到最后的选手都刻惊了 这其实也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 终于 他们发现了机会 那就是这首歌 古勇者 他们也希望通过这首歌 让节目再次火起来 听到叶峰没有一口拒绝 汪勇就知道 这件事还有回转的余地 他想了想 脸上一阵纠结 像是在做着什么决定一般 终于他看向叶峰 像是下定决心 他说 四百万 不能再多了 叶先生好好考虑一下 这个价格在业界都是高价 看吧 一句话让一个男人多为你花一百万 有实力就是这么掉 叶峰洋装拿着手机沟通 心里已经波涛汹涌 脸上还是一脸平静 过了一会儿 他看着两人 不紧不慢地开口 四百万换取的不止是四千万 甚至是四个亿 我相信你们心里也有自己的决断 五百万 外加每年歌曲收益的百分之十 顿了一秒 他说 我朋友说 就这个价 不然不满 可以的话 他这边就没有问题 话落 叶峰都向旁边的二胡 轻轻用手拨动了一下琴弦 这一下虽轻 但又重重地敲击在两人心头 场面足足安静了五分钟 反正叶峰不着急 接下来就看他们的表现了 汪勇和张剑 此时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叶峰和他朋友就是拿捏住了他们的心理 知道这首歌对他们的重要性 所以才敢狮子打开口 五百万并不是很高的价格 但是后面的附加条件就有点难为人 每年歌曲百分之十的收益 不用说一年也有个几百万入账 他这朋友是想顿顿宝啊 汪勇很是无奈 要是叶峰单要五百万 他也能自己做决定 但是这附加的条件就有点头疼 最后 他还是想再联系一下总部的领导 叶先生 麻烦再等一下 汪勇起身说道 你随意 叶峰淡笑着抬了一下手 其实叶峰心里也在打鼓 他知道五百万已经是这首歌的极限 现在大家对这首歌感兴趣 它的价值就在 能捞一笔是一笔 两分钟后 汪勇再次进来 他对着叶峰笑道 你赢了 话锋一转他又道 不过 后面的条件 我们只能给到百分之五 毕竟大家都有个新鲜劲 若是过了这个镜头 就不好说了 这个结果倒是在叶峰的意料之中 他假装发消息询问 最终站起身子 对着汪勇伸出手 笑道 我朋友答应了 合作愉快 汪勇大喜所望 连忙和叶峰握手 合作愉快 紧接着 他们就开始了繁琐的签约仪式 因为好声音 官方很注重这次合作 没多话 合同就已经已定出来 叶峰再一次佩服好声音的办事效率 因为叶峰是代理 全场都有视频记录 在确定合同无误后 叶峰签下了朋友和自己的名字 汪勇告知 酬劳将在三天后到账 三人又寒暄了一阵 这时 工作人员来通报 第四十位选手已经演唱结束 现在该宣布竞技名单了 来到大厅 叶峰再一次打开直播 接下来是振奋人心的时候 大家猜猜 这次的晋级人数有几个呢 主持人在台上迈着关子 现场的气氛 一下子就被调动了起来 三个 一个 六个 non or no 主持人摇晃着手指 深吸了一口气候 他说 这一轮很遗憾 只有两位选手入选 不过也是众望所归 他们就是 二十五号选手 和二十六号选手 恭喜他们 现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叶先生恭喜恭喜 恭喜 跟随叶峰来的汪勇 和张建都和叶峰道喜 叶峰含笑道 谢谢呀 虽然这个结局 大家都猜到了 但还是要有客套一番 最后叶峰和二十六号选手 被叫上了台 明月发表自己的竞技感言 看着舞台上的叶峰 网友们万分感慨 我感觉总有一天 主播要离我们远去 他属于更宽阔的天空 我也舍不得呀 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主播 你可不要就这样走了 主播别走 这晋级不是显而易见吗 就主播这水准 专业的好不好 恭喜主播喜提出赛 晋级名额 就在大家关注叶峰晋级的时候 摄像头调转 这下网友们清晰地看见了 在台下笑得跟花一样的汪勇和张建 这下他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有预感 主播唱的雇佣者要发歌了 火了火了 咱们主播火了 歌也火了 别的我倒是不感兴趣 我就想再听一遍雇佣者 我也是 离开好声音现场 叶峰才有功夫看直播 看到评论区哭声一片 叶峰猛了 他不禁发问 你们这是怎么了 我晋级了不高兴 不是不是 我们就是怕你播着播着就出道了 以后就不直播了 看到这个答案 叶峰冷了一秒 原来大家担心的是这个 他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又伴随着开心 他们舍不得自己 想到这群可爱的粉丝 叶峰觉得 有必要给他们一个定心丸 你们放心 直播才是我的主演 其他都是顺带 听到叶峰温声细语的安抚 直播间的网友们 感觉十分的舒心 一个个咧着嘴 录着大门牙 心里美滋滋的 主播 这可是你说的 可不要实验好 我们都等着你呢 想不到啊 原来主播这么练就呢 我简直太爱你了 我既然因为主播这句话 忍不住哭了出来 主播你太好了 就冲你这句话 我就狠狠地粉上你了 风也勇敢冲 粉丝勇敢追 直播间的网友们 无意是感性的 仅仅一句话 叶峰就将他们给哄好了 叶峰宠溺一笑 只要你们喜欢我直播 我就会一直直播 以前是出于为钱而直播 但现在他不缺钱 更在乎的是 直播代理他的快乐 反正系统 也没要求他什么时间 就要直播一次 所以他可以随心而动 想干就干 这对于他来说 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没有什么工作 比这个来得更加自在 安抚完网友们 叶峰找了个地方坐下 他倒要看看 这次得到的奖励是什么 上次直播遇到鬼的时候 得到了反伤刺甲 虽然他现在还没有体会到 这个技能的重要性 但他始终觉得这个技能 有朝一日 会发挥他的作用 果不其然 就在叶峰关闭直播后 系统冷不丁地冒了出来 叮 任务完成 奖励 超凡的画技 超凡的画技 顾名思义 比专业大师还要大师 一眼可记住 想要画下的画像 从而随心而画 画技 这个技能 叶峰着实有点没想到 不过既然系统给了 相信很快就能用得上 就在叶峰点击吸收的那一秒 他立马感觉 手上有一股热量涌来 熟悉的感觉 瞬间吸上心头 各种颜色 勾勒 框架 都一一出现在叶峰脑海里 足足一分钟过去 叶峰 才将这技能吸收完 这感觉叶峰盯着自己 根根分明的手指 楠楠道 就是现在让我画下 祖国的万里江山 也能轻而易举 这就是画家的感觉吗 现在只要给他一支笔 你想要什么 就能给你画出什么 这就是手艺人 这项新技能 叶峰很满意 他的人生 又更加富有色彩 逼格简直不要拉得太满 网友都说他浑身是个宝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 系统才是这个真正的宝贝 惊喜太多 挖不完 真的挖不完 在和好声音节目组 订完歌曲录制的时间后 叶峰决定 先给粉丝们再来一次挑战 算是对他们有个交代 最近他不是休息 就是在休息的路上 着实时让粉丝们又爱又恨 这不 打好主意的叶峰 在家就开启了直播 看到叶峰熟悉的面孔 网友们都非常激动 弹幕刷得像瀑布一样 哈哈 终于逮住你了 还好我没有放弃 伟大的主播大人 你的忠实粉丝 他他他又来了 什么时候接受挑战 我等的花都要凋谢了 你小子可不能有钱了 就忘记直播 挑战可是你的主页 记住了吗 哟喝 还挺八道 叶峰顺从地点点头 保证道 是是是 直播才是我的主页 我怎么会忘呢 他这番调皮劲儿又 斩获了不少粉丝 顿了几秒后 叶峰终于说出了 大家都为之动容的那句话 主播开始挑战了 大家踊跃发言 让我来看看 要挑谁呢 叶峰洋装着 用手在屏幕上点动着 似乎很认真地找着评论 见他发话 网友们那还做得住 他们疯狂地敲击着键盘 就为了主播挑到自己的评论挑战 能听到主播念出自己的ID 放眼整个粉丝界 都是相当炸裂的 想看主播去美甲店做美甲 做最妖艳的颜色 瞧瞧 这家伙竟然还没有死心 叶峰觉得他都见到这个评论很多次了 敢不敢挑战 来亲我一口 楼上这位麻烦收敛一下 我在南城都听到你的算盘 珠子在响 哈哈 你们实在太搞笑了 挑战带我去见见世面 我想去远方看看 叶峰有点汗颜 我这里是接受挑战 但不是许愿池 无奈 敢不敢挑战 帮我找到儿子 找儿子 上哪找 叮 随即任务发布 接受寻子方鸿赋的挑战 敢不敢挑战 帮我找到儿子 嗯 叶峰直接一个黑脸问号 这是什么挑战 网友们见叶峰愣住了 都好奇地问道 主播这是怎么了 咋一副这种表情 变秘了 同好奇 疑惑中 五分钟后 叶峰才幡然醒悟 看到评论区评论的奇葩言论 叶峰美好气地说道 我没有别秘 只是今天的挑战 有点特殊 所以有些惊讶 特殊 怎么个特殊法 叶峰毫无疑问地 激起了网友们的好奇心 展开说说 有什么是我这个尊贵的 粉丝不能听的 说就完了 我就看看 能离谱到哪里去 好好奇啊 主播你就别卖关子了 再卖关子 我就祝你好人一胎八个儿子 楼上留弊 真特么的够狠的 我一个都招架不过来 叶峰没管评论区怎么说 只见他对着镜头 郑重其事地说道 今天的挑战 是来自粉丝 荀子方红富的挑战 敢不敢挑战 帮我找到儿子 就在刚才的五分钟里 叶峰点开了 荀子方红富的账号 也就是那一刻 他开始了解到 还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人群 他们跋山涉水 千辛万苦 历经艰难 只为找到失散多年的孩子 而这些孩子 统统都是在很小的时候 就被人拐走的 荀子方红富 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的账号 有接近四百多条荀子视频 叶峰翻到 他的第一个视频 上面有这个账号注册的时间 他竟然是去年才注册的 这也就是说 荀子方红富这个账号 才开通一年 就发布了四百多条荀子视频 几乎一天一条 这是多么渴望 找回自己的孩子 才会这样漫无目的 大海捞针 他竟然还将希望 寄托到了自己的身上 这是已经走到了绝路 才出此下策 这一刻 叶峰的内心是沉重的 心情极为的复杂 叶峰说完这句话 直播间顿时落针可见 他们纷纷怀疑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听错了 我没听错吧 主播要挑战 帮荀子方红富找到孩子 其他的我相信主播能完成 可是这个真的有点不现实 人家找了接近二十年的孩子 上过无数次电视 都没有找到的人 你现在让主播来找 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话到嘴边 我竟然不知道该怎么说 诶 得荀子方红富 我很体谅你的心情 但真的不要为难 主播好吗 他也不容易 这件事怎么看也是天方夜谈 主播你咋就想不开呢 完了 主播现在已经进退两难了 找与不找 都要被人诟病 爱看直播以来 第一次如此心塞 刚才还想笑 现在却笑不出来了 荀子方红富这个人 网友们都不陌生 他们知道 他儿子丢了二十年 二十年间 方富一直在寻找孩子 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 第一次见方富 还是通过几年前的电视节目 当时 年仅三十五的方富 竟操心的黑发变了白发 整个人都透着于这个年纪 不服的沧桑 最为震撼的 还是他口中的那一句 就算是砸锅卖铁 也要找到儿子这句话 也正因为这句话 大家都对他印象深刻 可印象归印象 你也不能找人家主播 去完成这样虚无缥缈的事情 这件事就连警察都做不到 他一个主播就能做到 这说出去 不叫人惊讶 哎 荀子方红富 兄弟 我知道你荀子心切 但也不要过于着急 主播是人 他不是神啊 可不就是吗 主播能力有限 宣传可以 但找人还是有点强人所难了 爱千言万语 我只希望孩子早日回到父母身边 这样吧 咱们大家帮助 荀子方红富转发转发视频 也算帮他一把 这个好 只要不为难主播 我们都愿意做 一间破旧的出租房里 一个白发苍苍的中年男人 正坐在马扎上盯着手机 他的衣服前后面 都印着荀子信息 没错 这个人就是荀子方红富 此时他正钻紧手看着直播 看到网友们的评论 他心酸的荀子经历 又吸上心头 他发表评论 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却不成想叶峰真的就选中了自己的这个挑战 他来看叶峰的直播也不是偶然 而是通过顾红飞 也就是顾雪的父亲 曾几何时 顾红飞两口子 也是整个荀子团队中的一员 在大家有困难的时候 都是这对夫妇施以援手 他们方能有喘息的机会 也正是因为他们在群里说 通过看直播找到了女儿 荀子方红富这才将视线落在叶峰身上 起初他也只是想蹭点好运 但经过叶峰和鬼对话一事 叶峰在他心中的形象 足足翻了好几倍 不知有什么力量牵引 他竟然觉得叶峰有办法帮他找到孩子 哪怕是蹭蹭热度也好 原谅他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可当看到直播间网友们的评论时 他才恍然大悟 叶峰他其实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不应该给他施加压力 荀子是他自己的事 并不关别人的事 自己实属有点抢求了 想着他评论道 荀子方红富 主播 对不起 是我穷途末路了 我实在是太心急 荀子方红富 我撤回刚才发起的挑战 对不住主播 对不住大家 短短两句话 就把开口要骂人的粉丝 给整不会了 他们还以为这个人会胡搅蛮缠一番 然后强迫主播完成这个挑战 现在看来是他们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腹了 他们差点就没收回到 没等他们评论 叶峰率先开口 撤回 我接受的挑战 就没有撤回的道理 他的话音极其的斩钉截铁 荀子方红富却一脸苦笑 认为主播是怕砸了自己招牌 才故意挽回颜面 只是这已经不重要了 他要去找孩子了 荀子方红富 主播 多谢你的好意 能在你直播间落个面 我已经心满意足 荀子方红富 感谢 万分感谢 光是看这话叶峰 就能猜到他无奈的脸 正当他想着 怎么完成这个挑战的时候 突然 一个想法在脑海里浮现 他看着镜头突然道 荀子方红富 方大哥 你先别走 咱俩连个线 聊一聊 听到叶峰的话 方红富本想拒绝 可是这又是一个 不可多得的机会 叶峰人气很高 已经是现在直播界的翘楚 光是直播间 实实在在地观看人数 就已经甩掉别人几条街 两百多万人的观看 这么多流量 方红富说 不心动 那是假的 内心挣扎了许久 方红富终于接通了 叶峰发来的连线邀请 原本热闹的直播间 一分为二 叶峰当即就看清了 方红富的脸 他满头白发 脸色异常地沧桑 面对镜头 他不免有些紧张 为了缓和他的情绪 叶峰率先开口 方大哥你好 他脸上洋溢着笑 很随和 方红富慌忙起身 对着镜头鞠了一躬 态度诚恳道 主播你好 给你添麻烦了 对不起 他没想到 自己的一个举动 竟然让叶峰陷入两难之地 这的确是他考虑不周 方红富的意图 叶峰自然知晓 他也站起身子 连连摆手道 没有没有 再说了 选择接受挑战的人是我 你不必感觉歉意 主播 其实能和你连线我已经心满意足 其他的我别无他求 我只希望主播可以撤回 直到这一刻 方红富还在想着 让叶峰撤回挑战 毕竟这种挑战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没等他说完 叶峰就打断了他的话 方大哥 你先缓缓 咱们先不提这个事 直播间这么多人 咱们还是先来聊聊你孩子是吧 叶峰的想法很简单 先安抚他 俗话说 人多力量大 他就不信 直播间这么多人 还就真没有一点线索 方红富自然听懂了 他也不矫情了 觉得什么也没有比找孩子更重要 叶峰又道 你先说说你的故事 让我们好对你们有个了解 好 谢谢你主播 方红富含泪点头 这一刻他没有犹豫 他站直身子 将自己的衣服拉板正 哽咽道 我叫方红富 来自偏远的云城 我叫方红富 来自偏远的云城 二十年前 我和妻子育有义子 他叫妞妞 有了他 我们这个家更加的完整 每当我工作回来 只要看到他们 心里就异常的踏实 我们是非常幸福的一家人 说到这个 隔着屏幕 叶峰和网友们 也能感觉到 方红富内心的开心 这是不用言表的 他的眼神中 透着对未来的向往 或许他到现在也没有想到 这种事情 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原本幸福美满的三口一家 就这样被坏人破坏 弄得支离破碎 比较感性一点的网友 光是看到这几句话 就开始有感触了 哎 心中有种无力感升起 好想帮他们 却有无能为力 我 听到他和妻子 遇有一子我瞬间泪目 我也是一个母亲 一想到和孩子分离 我就心如刀割 这种痛 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住的 我也感动身受 记得有一次 我和孩子 他爸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 期间 因为旅游的人太多 我们和孩子不小心走散了 那一刻 我只能用五雷轰顶 天塌的来形容 足足寻找了三个小时 这三小时 像是用尽了我的一生 太过漫长 好在最后 有惊无险孩子找到了 最后说一句 家长们真的要看好自己的孩子 光是从别人的话语里 我就感触颇深 真的不敢想象 方红富一家是如何度过的 二十年的青春 从黑发到白发 哎 方红富眼角的泪水 我真的绷不住 我想家人了 不要气馁 总有一天 孩子会回到你的身边 作为连线的人 方红富自然也能看见 直播间的评论 这是头一次 他当着这么多人 诉说自己的故事 看着不断增加的人数 方红富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今天就算是找不到 一点线索也值了 有了这些热心网友们的曝光 多一个人 多一份力量 他一直坚信着 他的儿子会回到自己的身边 只要他坚持 就会有奇迹的发生 方红富调整好情绪 又说到 二十年前 牛牛刚学会走路 因为家里负担重 牛牛妈不得不断奶 和我外出务工 牛牛又小 少不了要人看 所以我们将孩子 留给了家里的老人带 但我们万万没想到 就是因为这个举动 让我们痛失了孩子 记得那一天 我接到父亲的电话 他颤抖着说牛牛丢了 就在家门口丢的 他只是 回家去端孩子奶奶煮的面条 却不想就在这一分钟内 孩子没了 等他走出来 牛牛早已不见 他跑出去寻找 只看见了飞驰的面包车 方红富拉着衣服的手 在颤抖 心里的悲伤再次涌来 叶峰双手交叉 抵着下巴下 认真的听着方红富诉说着 他不敢出口打扰 只能默默地当个听众 我们并没有责怪孩子的爷爷奶奶 但这些年来 他们一直沉浸在自责中 前些年也双双撒手人寰了 短短时间 我就经历了丢失孩子 又丧服丧母之痛 此时方红富沧桑的脸上 已满是泪痕 我真的就只是想找到我的儿子 无论多艰难 我也不怕 牛牛 我和妈妈都在家里等你回来 你现在好不好 有没有吃饱 有没有长大 有没有还在读书 还有没有在人世 一连几问 问得直播间的女粉丝们 动容不已 他们各个眼 含着泪戳动的评论 试图安慰方红富 方大哥 你要坚强 你要相信 总有一天牛牛 会回到你的身边 或许他只是不知道 自己的身份而已 真的很心酸 祝愿所有丢失孩子的父母 都能找到孩子 祝所有被拐的孩子 都能早日回家 愿天下无拐 孩子都快早点回家 人贩子实在太可恨了 人间惨剧 这比杀人还有诛心 几年时间 方红富先后失去了三个家人 这是谁也接受不了的事 可怜孩子的爷爷奶奶 一辈子都活在阴霾之中 就连到死都还在自责 真的好心酸 只恨不能手刃了人贩子 这群人渣 简直就是畜生 不得好死 这充分说明了 建立一个完善的 DNA系统固是多么的重要 丢孩子 这是割肉之痛 看着你满头白发 忍不住泪流满面 方红富很努力地 压制着自己的情绪 可看到网友们的安慰 他心里的防线 又如何能坚持得住 方红富不知道 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但只要想到孩子 他就不能倒下 牛牛是他的信仰 说着说着 方红富四下定决心一般 扑通一下 他双膝跪在了地上 满脸泪光地 看着屏幕祈求着 当年拐走牛牛的人 我知道 一定能看到这个段视频 我改变主意了 只要你肯告诉我孩子的下落 我保证不会找你 或者你们的麻烦 只求只求你们 能将我孩子还回来 我愿意倾家荡产 只为将孩子换回来 我求求你们了 方红富独自一人 在直播间里磕着头 就连叶峰 也被他这番举动给震惊到 一个恨极了人贩子的人 竟然对着视频磕头 试图求人贩子 良心发现还回孩子 自己低下了尘埃 只为换取孩子的消息 试问哪一个人 做到这种地步 若不是为了孩子 方红富恨不得手刃人贩子 只是 为了孩子他退缩了 害怕他们把他藏起来 他不敢赌 不敢赌啊 见到方红富跪下的那一刹那 叶峰迅速站了起来 他站到视频的一脚 安抚地说道 方大哥 你先别着急 咱们直播间这么多人 怎么也会有一点线索 咱们不能乱了阵脚 你这样只会让人贩子 更加的嚣张 后面这句话 叶峰没有说出来 但大家都能听懂 这后面的意思 方红富又何尝不知 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只要能寻回孩子 哪怕现在让他去死 他也会去照做 网友们无不意外的泪目 隔着屏幕 我都感受到方红富的无奈 心酸 哎 我 再多的话 都不能描绘我现在的心情 方大哥 奇迹会发生 牛牛会回来 我们都会默默支持你 只要你需要 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我们都会帮你 请你一定不要放弃 牛牛他一定 还在等着你 短短十来分钟 叶峰直播间的人数 竟然涨到了三百多万人 就连先前关注 叶峰的几个官方警察账号 也陆续走了进来 他们纷纷评论 让方红富宽心 他们也会尽自己的职责 帮他寻回牛牛 直播间的网友们 无意不是感动的 方红富更是感动到痛哭流涕 一直跪卸着众人 额头也磕出了血泡 看着那触目惊心的红色血泡 大家更加的揪心 这时 外出买菜的方红富妻子 也回到了出租屋 看到自己老公在地上跪着磕头 他同样是一头雾水 但了解了情况后 他也做出了和方红富一样的动作 最后在叶峰的阻止下 两人才搀扶着对方起身 他们俩搬来小凳子 端正地坐在镜头前 大家也看见了方红富妻子的面容 他和方红富一样 皆以白发苍苍 一脸愁容 可见这些年在寻子的路上 饱受了不少风霜 见两人缓和了一会儿 叶峰才询问道 方大哥 有牛牛正面的照片吗 他就在自己的衣服说 牛牛的照片就只有这张是正脸 我们那个年代穷很少照相 这张照片也是牛牛生日照的照片 说来惭愧 他们手上竟然只有几张牛牛的照片 却没想到 这张照片竟是他们最后的留恋 这样 叶峰思考了一下 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下 他从桌面拿起了一支笔 又找了一张白镜的纸 将它摊在镜头下 就在大家疑惑不已的时候 开始画了起来 他这番操作 愣是将方红富两口子看猛了 他们不知道 叶峰为何会问过牛牛照片后 就开始画起画来 更不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抱着疑惑 方红富小心翼翼地问道 主播 你这是在做什么 叶峰头也没抬回了句 画画 说完他又觉得有些不妥 抬头笑了一下 在画牛牛长大后的模样 这个答案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画牛牛长大后的模样 怎么画 恕他们想象不到 评论区也是沸腾一片 网友们纷纷发起质疑 主播啊 你怎么就是不按套路出牌啊 看牛牛小时候的照片 就能画出他长大后的模样 这不是吹吗 你在搞笑吗 我真是服了 知道你在安慰方大哥一家 但是要不要看看现不现实 今天的大离谱 还得是你啊 我简直无话可说 你们也别质疑主播了 他也是好心 再安慰方大哥罢了 别的真的不用太在意 不光是他们觉得离谱 就连方洪富两口子也觉得离谱 但他们不会当面说 而是选择接受叶峰的好意 主播谢谢你 有心了 方洪富勉强扯出一抹笑容 他妻子也在一旁点头符合 叶峰倒是没在意 他淡定道 方大哥 你们再和粉丝们说说 牛牛被拐走的细节 我这边大概十分钟就好 说完叶峰头也不抬的 就专注着手上的话 仔细看 现在白纸上 已经有了一张人脸的雏形 虽然觉得叶峰有点离谱 但方洪富不会在意这些 他只在意 怎么多在直播间停留一会儿 哪怕多一秒 都是对找到孩子 多一丝希望 紧接着 方洪富和妻子 你一言我一语地 描述着牛牛走势的细节 网友们再一次被他们吸引 时间流逝 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眼见的网友 看见叶峰桌上的话 已经接近尾声 虽然画像是倒着的 但不妨碍看到这张画的神韵 在大家好奇的目光下 叶峰终于停笔 方洪富两口子 也在这时停止讲话 等待着叶峰发话 在大家的注视下 叶峰将白纸翻转 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画像 映入大家的眼帘 这个男生 有着如同方洪富一样的脸型 一样的眉骨 其眼睛鼻子嘴巴 都和方洪富妻子如出一辙 是个帅小伙 看到这张画像 大家竟然有那么一瞬间 觉得这就是牛牛长大后的模样 难道这就是牛牛 大家不禁发问 主播也太神了吧 我记得他就看了一眼 牛牛小时候的照片 而且画画时 连头也没有抬 几乎没有一丝停顿 就描绘出了这张传神的画作 太牛了 啊 就算牛牛长大不长这样 主播也很暖心了 看到我都感动哭了 主播你要不要这么混 我有预感牛牛长大 就是这幅模样 我也是 这幅画实在太生动 我以一个美术学生的眼光去看 这比我们老实画的还要好 而且 主播刚才都没有构图直接落笔 甚至没有抬头 就将整幅画给画了出来 牛 我只能说太牛了 佩服 主播竟然还有这样的大才 以前是我小看你了 这张画像收获了一众好评 连同方红富两口子 也觉得这张画像 很像长大后的牛牛 看到画像的那一刻 原谅他们又忍不住了 眼泪再一次浸满眼眶 方红富与无伦次地说道 主播 可以将这张画像送我 说完他怕自己太唐突 又解释道 我只是觉得 这张照片 真的很像长大后的牛牛 我想留在做个念想 方母抹了一把泪也道 是是是 真的很像 牛牛结合了我和他爸爸的优点 长得可比我们好看多了 他哽咽着说出这句话 叶峰扫了一眼手中的画像 点头道 可以 但现在 还需要拿这张画做一件事 说完 叶峰将画像放在桌面 在大家诧异的眼神下 拍了一张照片 分别发给了方红富和方原警察 方原警察是 他在直播挑战 去乱葬岛节时的 他当时说 要是叶峰以后 有需要 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 不违背道德 他们会尽力完成叶峰一个心愿 也算是对这几年 侦查失踪少女案件的一个交代 同样的 他们也是有私心的 叶峰能看见鬼的体质实在太特殊 或许可以通过他来侦查 破一些没有头绪的案子 叶峰自然知晓此事 虽然他害怕鬼 但看多了也就骂了 全当是做好事吧 发完照片 叶峰就对着镜头说道 方警察 麻烦看看这张画像 有没有被录入到人口照片素材库 你们放心 我有把握这张照片 和牛牛长得八九不离十 因为害怕大家不信 叶峰说的十分保守 超凡的画技 可不是一般的技能 哪怕你只有一点迷糊的影子 叶峰也能画出气背后真正的面 妥妥地行走 AI会画气 早早守在直播间的方圆警察 同样很好奇 叶峰要做什么 但叶峰的要求他 没有拒绝 方圆 好 我会处理 见到方圆的回复 叶峰双手合十 感激道 谢谢 麻烦了 虽不知叶峰适合用意 但方圆用的警察官方账号 方红富还是知道的 他没想到 叶峰竟然有能力 让一个警察帮忙 此时 他心里生起一丝 特别强烈的感觉 或许妞妞真的要回来了 网友们看到方圆下场评论 都炸锅了 官方账号 这也太牛逼了吧 我还以为主播就是装逼 结果没想到 人家竟然真的回复了 还说好 我梦幻了 主播这人脉 我大写的福气 我有预感 妞妞要找到了 就是 咱们这么多人的宣传 再加上主播 还有警察们的协助 相信很快就会有下落 期待有个好结果 要是真的通过直播找到了牛牛 我这辈子 就只分主播一个人 不知道为何 我竟然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叶峰身上有种特殊的魔力 每当你觉得他办不成什么事的时候 他总会出乎意料 逆风翻盘 狠狠地给质疑的人一个漂亮耳光 网友们就是对他感觉就是 只要他做 就一定能做到 接到叶峰的托付 方圆没有一丝懈怠 他联合直播间 同样关注叶峰的 其他警察官方账号 分别将画像发给了他们 并让他们一同调查 毕竟国内接近14亿人口 想要通过一张画像找人 也是极为的不容易 哪怕是上照片信息库对照找 也很麻烦 对于这个特殊的任务 他们并不看好 但受人之托又不好拒绝 吩咐后 叶峰和方红富两口子 又开始聊起 他们寻亲路上的故事 前世叶峰也经常刷到 寻找孩子的视频 有很多案例都令人动容 有找到了家人 然后幸福生活在一起的 也有被家人再次抛弃 不管哪一种 都历历在目 其中最为让叶峰记忆力深刻的 是一个十七八岁男孩寻亲的故事 因为网络的便利 他选择发视频 企图找到家人 此视频一出 网友们纷纷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经过一番折腾 很快 男孩找到了亲生父母 只是现场却令人大跌眼镜 没有大家想象的激动场景 他的亲生父母很平静 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甚至还在埋怨这个男孩 打扰了他们现在的生活 并不惜拉黑了男孩的联系方式 这一刻 男孩所有的憧憬都破灭了 要知道 一个孩子鼓起勇气寻找家人 他得下了多大的决心 才会这样做 却不想 现实再一次给了他一巴掌 最后 因为一系列的转折 再加上网爆 男孩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决定逃离这个没有爱的世界 十七八岁 多么鲜活的生命 就因为亲生父母 还有网友们的偏见 断送了自己的一生 若是当时他没有选择寻找亲生父母 或许现在 还是一名阳光开朗大男孩 可惜这一切都晚了 我们这个寻亲队伍 足足有上万人 这是已知的 未知的相信远远不止 我们有很多群 大家经常在群里活动 描述自己孩子的长相 丢失的原因 我们约定 找到孩子就退群 可退群的 往往没有新加入的多 我们多希望这个寻亲队伍 是不断的缩小 而不是逐渐增多 我们互相鼓励着前行 这期间有开心 有心酸 有磨难 但都阻挡我们 寻找孩子的脚步 希望有朝一日 所有被拐孩子 都可以回到父母身边 方红富和妻子哽咽着说完这些话 分享出这些 也是希望提醒广大家长们 照看好自己的孩子 不要让坏人有可乘之机 你完全想不到 接近你的人事和居心 是好是坏 凡是留一个心眼 对大家都好 别等到最后再后悔 那样就太迟了 听完方红富的述说 叶峰心里一考量 或许他也该为这个 寻亲团体做些什么 直播间的网友们 更是自发地转发着 方红富账号里的视频 不多时 不少人的账号 朋友圈都出现了 寻亲孩子的消息 八个小时的直播 足以让所有网友 了解他们这个团体 接下来就只有 等警察的消息 别的叶峰实在帮不上什么忙 一人难敌四手 大概就是这样吧 接下来的几天 叶峰原本空无一条 视频的账号 也出现了不少视频 这些视频 都是叶峰从方红富 以及其他寻亲账号 转发过来的 有了方红富的引荐 叶峰也打入了 寻亲团体的内部 叶峰承诺 只要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他都会出一份力 前世今生 叶峰都未尝享受过 家长的爱护 生来就是孤儿 在江城偏远的 一个孤儿院里长大 院长就是他们的父母 看到这么多家长 寻找孩子 叶峰心里也颇有感触 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三天后 方红打电话给叶峰 说他给的画像 要下落了 经过几天不眠不休的努力 他们终于找到了 和照片相似的男子 且相似度100% 在看到男子照片的那一刻 所有参与查询的警察都梦了 世界上竟然有这要巧合的事 这个男子在哈城 且没有来过京都 更没有去过江城 叶峰怎么可能认识他 还丝毫不差地描绘出他的神韵 再对照了一下 这个男生和牛牛的消息 又一个消息震惊了他们 这个孩子和牛牛相似度 极其吻合 年龄一致 这一发现 不由得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他们并没有透露 而是联系了哈城的公安局 让他们打电话 询问这家人男生的消息 结果你猜怎么着 听到是警察的来电 又问到儿子的情况 男主人当机立断 就挂断了电话 丝毫不带犹豫的 这种反应 更加验证了大家的想法 心里没鬼 又为何不敢接受调查 他们只说了解一下男生的信息 却不想对方近视这样的态度 一番调查下来 大家心里的想法越发地明确 这不 方远就联系到了叶峰和方红富 为了保险起见 叶峰决定和方红富他们会合 一起去哈城 不管是骡子是马 都要拉出来溜溜不是 叶峰和方红富同时断更 顿时引起了网友们的猜忌 这都几天了 主播和方大哥咋都不上线 可不是吗 看不到主播直播 我连吃饭睡觉都不香了 你们到底去哪里了 怎么还不上线 嗯 说来奇怪 他们在连线后就消失了 虽然主播发了不少失踪孩子的视频 但最近的一条消息 也是在三天前发的 他不会有事吧 我今天左眼一直在跳 总感觉有什么好事要发生 我也是我也是 我左眼也一直跳 你们说 会不会是牛牛找到了 还真别说 我也有这种想法 说不定主播现在 就和方大哥再找孩子 也说不定 哈哈 你们想的倒是很奇葩啊 很快就有眼见的网友发现 叶峰和方红富的IP地址 都显示在哈城 这一发现 顿时震惊了所有人 卧槽 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 主播和方大哥的IP地址 竟然都在哈城 还真是 这是不是说明 牛牛很有可能就在哈城 感觉谜底快要揭晓了 重大事件 这就是重大事件 其实 网友们猜的一点也没有错 叶峰和方红富一家 的确在哈城 就在前几天 他们来到哈城 几人偷偷来到 李军读书的地方 只一眼方红富的妻子 就热泪盈眶 嚷着 这就是他的孩子 都说母子连心 李军也在注视下回头 但看清方母 他竟也有些难过之意 虽然他不明白 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从何而来 在警察们的游说下 他们很快取得了 李军的头发和血液 虽说一开始 李军是拒绝的 想着是不是弄错了 虽然他爸妈是爱打他骂他 但他们说 这都是爱他的表现 想要他成才 还有 他们也打过电话说 让他注意 不要和莫生人说话 这一切都不得不 让他联想到什么 为了验证 自己就是父母的孩子 李军瞒着他父母 接受了警察的调查和建议 他说他小时候没有照片 就连父母拍照的时候 也不会带他一起 打怕上镜 也会被他父亲 以极快的速度删掉 通过他的描述 警察和方红富 都觉得李家有鬼 李军十有八九 就是牛牛 而今天就是得到DNA报告的日子 为了确保无误 方红富选择做了两种 DNA 头发和血都做 就是以防万一 医院门口 方红富和一众警察们围在一起 就在方红富打开报告的那一刹那 叶峰打开了直播 他凑到跟前 想看清上面写的是什么 方红富颤抖着手 直接翻开报告的最后一页 上面赫然写着 李军与方红富是父子的关系 为百分百 这一段字 足足让众人愣在原地 牛牛真的找到了 方母难以置信地 又翻开第二份DNA报告 上面的话语 依然同第一份一样 李军和方红富是父子的关系 为百分百 方红富攥紧手上的报告 不确定地又看了几遍 两口子你 一份我一份对比着 足足过了几分钟 他们看着对方颤抖且激动地说 牛牛找到了 我们的儿子 终于找到了 这一瞬 不光是他们 就连在场的警察和叶峰 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心里的大石头也落了下来 连同刚涌入直播间的网友们 都惊掉了下巴 牛牛真的找到了 这才几天 你们告诉我 我没有在做梦吧 楼上的 你没有做梦 因为我也看见了 牛牛真的找到了 真的找到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感谢帽子叔叔的付出 这不是主播的账号吗 为什么会和方红富在一起 而且还找到牛牛了 连DNA都对上了 错不了错不了 我就说 今天左言杂一直跳 原来是牛牛找到了 不枉我日日夜夜的关注 我哭了 虽然没有见到牛牛 但我知道 离这一幕不远了 太好哭了 直播刚开 立马就涌进了不少人 短短几分钟 就冲上了500万人在线观看 叶峰顾不上和直播间的网友们打招呼 因为他们现在要去李军的家里 今天李军再回家 他们少不得要上李军家走一趟 正好问问李军 是怎么到这个家的 无论是拐贷还是买卖 他们都逃脱不了法律的责任 一个半个小时后 大家慢慢平复 好了心情 就连方红富两口子 也是一脸紧张地抓着对方的手 网友们更是安静地等待着 他们一家三口的相认 弹幕出奇的安静 好似怕打扰得到他们 警车拐过一个弯 在一栋二层小洋楼门口停下 此时正直下午 大家都在外面乘凉 面对突然停下的警车 大家均投来好奇的目光 两辆警车陆陆续续吓人 叶峰 方红富和他妻子也紧跟着下来 三人打量着这二层楼房 叶峰心里满是感慨 而方红富两口子更多的是愤怒 就是这个地方困住了他们孩子 让他们骨肉分离 两人眼神里均冒着火星子 周围群众虽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还是小声议论了起来 李家这是怎么了 咋来了这么多警察 犯事了 不可能啊 就算是李老头打君子 也不会惊动这么多警察吧 看看不就知道了 警察没管街边这些人的议论 迅速来到李君家门口敲门 不多时 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出来开门 待看到警察的那一刹那 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关门 警察早就料到他会来这一出 立马用脚抵住大门 妇女叫嚣道 你们是谁 还不放开 我要告你们 私闯民宅 警察 我们是警察 若是你们不配合 我们只能采取强制措施 我们没有犯法 你们这是做什么 妇女一脸慌乱 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李君 我们是为了李君而来 至于因为什么 我想不用说你 心里也清楚 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让开 我还要给孩子做饭 没工夫和你们闲聊 中年妇女的反应 再次印证了大家的想法 李君出现在这个家 绝对不是偶然 其中的猫腻 或许还得追溯到二十年前 快放手 中年妇女试图用手 将警察抵住门的手掰开 奈何警察手脚并用他 怎么也掰不开 这叫他官也不是 不官也不是 不官又怕这些人往里钻 等他们看见君子 就什么也晚了 事到如今 中年妇女还不知道 李君已经见过这些人 且和他们达成一致 做了DNA 只是还不知道结果而已 正当中年妇女 想要坐在地上撒泼耍赖的时候 一道身影从里面走了出来 妈 怎么了 吵闹的声音 已经影响到他学习 看到他的那一刻 中年妇女的脸色 从红润刷一下 变得惨白 他想也没想就吼道 你出来干什么 快回去 话落 他推散着身后的男生 他生怕外面的人看见他 来人正视李君 待看清门口众人 李君伸手抓住妇女 推散自己的手 安抚道 妈 别着急 快让警察叔叔们进来 他们只是想问我一些事 李君的回答 令妇女一头雾水 见他露面 方红妇和妻子夏珍都很激动 两人的视线 恨不得粘在他身上 两人着急地走上前 妞妞 夏珍轻轻唤了一声 他眼含着泪花 颤颤巍巍地抬起手 想要去触碰李君 虽然前几天他们见过一面 但此刻 却不同 李君就是他们的孩子 这声呼唤 令李君周身一颤 他抬头看向方红妇两口子 眼神有些复杂 听到夏珍的喊话 妇女却表现得十分惊恐 他打量着两人 看着和君子十分相似的脸 他慌了 别乱叫 这是我的孩子 他一把将李君扯到自己身后 紧张到指尖掐着李君的手腕 而不自知 李君似乎对此早就戏意为常 只是皱着眉头并没有发出声音 结合众人的反应 直播间再一次炸锅 哎呀呀 妞妞 她是妞妞对不对 原来真的找到了 哈哈 实在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这个男生和方大哥好像 说她不是妞妞 我都不信 太好了 普天同庆 看着老妖婆的动作 是妞妞无疑了 哪有亲生父母 会害怕警察的 有古怪 他一定知道 警察为何而来 看到这么多警察 李君内心也在打鼓 他不知道 接下来等待自己的 将会是什么 只是想赶紧结束这场闹剧 能回到平凡的日子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还不滚进来 突然 一道愤怒的声音 从二楼传来 大家抬头看去 一名六十岁网上 面带凶象的老大爷 瞪着双目往下看 嘴里还骂骂咧咧道 你们不做饭 不学习 听到他的喊话 李君周身一颤 下意识捂住脸 想也没想 就拽着中年妇女往回走 爸喊了 咱快歇会 他这会儿已经忘了 门口还有警察 只想着赶紧回家 哎哎 门没关 中年妇女 似乎也很怕那喊话的老大爷 顾不得关门就往里跑去 几秒后 大家听见里面 传来锁门的声音 方红富一行人 均皱起了眉头 他们迅速将目光 落在二楼那个老大爷身上 你就是李良才 警察无庸置疑地说道 老大爷 你找错人了 啪 的一声 窗户被猛地关上 李良才的身影也随之消失 所有人都没想到他竟这样的果断 直接拒绝警察的调查 结合李家的反应 周围的人或多或少猜到些什么 你们有没有觉得 君子很像的男的 人群中 一个老太太眼尖地指着方红富 顺着她的手看去 其他人均事一惊 嘿 你还真别说 他们的确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早就听说 君子不是李老头的孩子 现在看来倒是不假 嗯嗯 我听我老公说过 李老头和他喝酒时说漏了嘴 说君子 是他花了五千块买来的 他没儿子 要买个儿子傍身 嘖嘖嘖 这也太奇葩了吧 这么多年 我还没听说过 难怪以前我说君子不像他 他那么生气了 感情是这么个事 所以人家找上门了 被晾在门口的众人耳间地捕捉到 五千块和买来的两个词语 带头的警察对着手下使了眼神 警员会议立马走了过去 大娘 向你打听个事 突然走过来的警察让聊得火热的几人 瞬间没了声音 十分钟后 方红夫一脸愤怒地往李家冲 叶峰一行人也紧随其后 不光他们如此 就连直播间的网友们也十分生气 我就说 这家人咋怎么不识去 感情牛牛就是买来的 五千块钱 就将别人捧在手心的孩子给买走 你不知道 这举动会要了别人的命 他们竟然还经常打骂牛牛 难怪牛牛这么瘦 你自己生不出儿子 就抢别人的儿子 隔着屏幕 我都快要被气死了 希望国家出台新的政策 买卖同罪 买卖同罪 建议枪毙 支持 他们明明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做 这不是知法犯法是什么 他们在挑战权威 这能忍 反正我是忍不了 如瀑布式的弹幕 足以见得大家的愤怒 隔着屏幕 他们都想跳出来抱揍李家一顿 进入李家后 叶峰他们很快来到一道小门前 没等敲门 一阵打骂声传入大家里 你竟然瞒着我和你妈去做这种事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店 哼 把眼狼 亏我多年对你的栽培 你竟然和外人去做DNA 你是想气死我和你妈啊 建重就是建重 上不了台面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如磨声混合着噼里啪啦的巴掌声 外面的人不难猜到 李军此时正在挨揍 李良才竟然如此残忍 明知道外面有警察的情况下 还敢殴打孩子 这一刻 外面的众人都忍不了了 方红富和夏珍也十分着急 唯恐牛牛受到伤害 没多想 他们决定破门而入 关了窗户 李良才快速下楼 在窗口时 他就觉得李军不对劲 这小子指定有事情瞒着他们 一番询问下 李军交代了警察 事先找过他的事实 而且他还和他们做了DNA鉴定 这番话气得李良才 差点原地生天 他就说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警察给他打电话 又出现在他家门口 原来是李军的亲生父母 找到了这里 现在可好 李军这个白眼狼竟然背着他们 偷偷做了亲自鉴定 真是天要往他李家 各种怨念尽数涌上心头 李老头如何能忍 他环顾四周后 从墙角拾起一个木棍 今天我就要杀你这杂种 他高举手上的棍子 就对着李军的头 狠狠地就砸了下去 李军冷漠地看着他 自己不过是配合警察调查 他爹就要杀他 砰的一声 房门被踹开 牛牛 方红富和妻子夏珍 快速跑了进来 一把将跪在地上的李军拉起来 踢开门后 叶峰以超快的速度 来到李良才的身前 单手捏住他的手腕 痛痛痛 快放手 强大的力气 捏得李良才阵阵喊疼 手中的棍子 不禁滑落到地上 看着闯进来的人 李老头心里也知躲不过 方红富和夏珍 上下打量李军 他脸颊两侧高高耸起 巴掌印记根根分明 嘴角还挂着血丝 光是他这副模样 大家就能想象到李良才下了死手 夏珍心疼地直流眼泪 他抬手 想抚摸李军 又怕弄疼他 可怜李军觉得自己没错 依旧倔强地看着李良才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从小到大 不是被打 就是在被打的路上 无论他如何做 怎么讨好 都得不到父母的好脸色 但父亲的眼里 只有学习 才是对他的报答 他的作息除了睡觉 就是学不完的功课 即便考了好成绩 也得不到一点夸奖 哪怕自己那四个姐姐 也能得到笑脸 唯独自己不行 众人都说 李家重男轻女 他却就感觉不到 今日他竟然 还从父亲口中听到 要杀了自己这种话 他就这么该死 孩子 你受苦了 妈妈来了 这句话 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没等李军反应 他就被夏珍轻柔地搂进怀里 方红腹也将两人搂住 李军愣住 身子蹦得老直 妈妈 难道DNA检测结果出来了 他心中更多的是怀疑 但是这么多警察在这里 不可能是假的 那么自己是他们的孩子吗 他不知道 只觉得冰冷的心 竟被融化了一些 中年妇女在旁边 气不打一处来 他扭曲着脸 冲上来 想将三人分开 却被两名警察给拦住 儿啊 你别听他们瞎说 我们才是你的父母 他们是假的 是假的 你们想要抢走我的孩子 我不允许 你们不能这样做 被拦着 他怎么也过不去 更别提要分开相拥的一家人 见李军没有表示出抗拒的意思 父女心里凉了大半截 索性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起来 君子 连你也不要我们了吗 相比他的表现 李良才却格外的镇定 这时 警察站出来 率先开口 李良才 请你配合我们调查 李军的DNA检验结果已出 他不是你们的孩子 所以他是怎么来的 我们需要你 给个合理的解释 不是你们的孩子几个字 重重地 砸在李军的心头 他只觉得 脑瓜子嗡的一下 所以 他并不是轻生的 李良才并没有回答 而是透过人墙看向李军 冰冷的眼神 看得李军心里直发毛 李军知道他这是要发火 君子 你还不快过来 直到这一刻 他还觉得自己没有错 李军愣在原地 不知道该如何 他挣扎了片刻 才用质问道 他们说的是真的 我不是你的孩子 所以我才会感觉不到一点爱 其实 现实已经摆着这里 他只不过难以接受而已 李良才见他还这样问 心里的火怎么也压不住 你不是我的儿子是谁 还不快将他们请出去 我家不欢迎你们 说着 他还上手推扫警察们 想要将他们赶出去 见他这么不配合 警察们没忍着直接还手 毫不费力地将李良才反制在地 连同中年妇女也被一起制服 你们快放开我 放开我 鉴于你们不配合 我们只能采取强制措施 就这样 李良才和他老婆被带走 连同方红富纪人 也跟着上警察局里去 既然李良才是买孩子的人 那他肯定有人贩子的线索 或许可以通过他 抓到人贩子 也说不一定 只要找到人贩子 就能从他们嘴里 问出其他孩子的下落 这是耽误不得 回到警察局 帽子叔叔迅速开展了问话 叶峰 方红富一家三口 在大厅等待 接下来就等着警察破案即可 毕竟侦破案子又不能直播 叶峰也不感兴趣 经过方红富和夏珍的一番解释 再加上DNA检测报告 李军终于相信自己 就是他们的孩子 事发突然 他还没有缓过来 他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 这时 网友们突然想到了什么 我草 你们有没有觉得 牛牛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也觉得 好像在哪里见过 在哪里呢 我近一时间想不起来了 画像 主播画的画像 草 对对对 就是画像 我就说 咋这么眼熟呢 虽然牛牛脸上很肿 但这种熟悉感 依旧很明显 我没想到 主播让方红警察去查画像 然后就找到牛牛了 这才几天 这不就是说明 主播真的有可以复原照片 长大后的模样 这是神迹 主播太牛了吧 我怎么一个180度大滑怪 容我缓缓 信息量太大 我有点吃不消 网友们无不震惊 一联想到警察们 靠着画像找到了牛牛 大家心里更多的是憧憬 这是不是说明 主播可以靠着这个技能 帮助更多的孩子 其他的孩子 是不是也可以回到父母的身边 经过帽子叔叔的连夜审查 终于从李良才的嘴里 套出了一些线索 他承认了自己从人贩子手中 买走李军的事实 通过李良才给的消息 警察们很快就得到 带走李军的人贩子的消息 他们并开展了抓捕行动 件事情进展顺利 叶峰决定回京都 毕竟方红富想要让李军认他们 还得需要一些时间 得徐徐途之 急不来 听到要叶峰走 方红富不断挽留 他们还没来得及感谢叶峰 却又耐不住他要走 最终几人就这样散了 方红富寻思着 等李军认了亲 到时候再带上家人去京都 找叶峰当面道歉 若不是有叶峰的画像 警察也不可能有这么快的进展 若说上叶峰直播间是突发奇想 那找到孩子更是出乎意料 短短几天 孩子就被找到 连同人贩子的消息也有了 这简直是天大的喜事 因为直播的原因 不少人都知道叶峰画画超凡 不少寻情家庭也慕名而来 就为让叶峰画出自己孩子的画像 然后去寻找 叶峰的后台更是火爆 各种私信爆满 夸他的 找孩子的 数不胜数 点开账号 叶峰都梦了 好家伙 粉丝已经达到800万了 这粉丝数长得着实有点惊人 他现在已经快跻身到大网红的位置 短短200万人并不难超越 只是时间的问题 叶峰更是在网上火爆了一把 连带着上了几个热搜 警号震惊 荀子接近20年的方红富 仅靠一张画像找到了孩子 警号报 警号叶峰超凡画迹 帮助寻亲家庭找到孩子 警号 警号妞妞不负众望被找到了 警号 警号一张画像找到了失散20年的孩子 警号 警号叶峰的画迹 警号 光是叶峰就占据了几个热搜 网友们更是激动到语无伦次 恨不得把叶峰给夸上天 你们是不知道 主播仅看了一眼妞妞小时候的照片 就将她长大后的模样给画了出来 而且和真人丝毫不差 见到妞妞那一刻我都震惊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 主播还有这种技能 会挑战 但拿出一样就足以让我们探服 结果她什么都会 你就说还有什么你不会的 叶峰你实在太牛逼了 我已经不能用常人来形容你 你是我的神 所以说 靠着叶峰画的画像警察 就找到了真正的牛牛 这么神奇的吗 楼上的 你的消息太落后了 牛牛的DNA鉴定都出来了 太好了 我有预感 接下来网上该掀起一阵孩子回家的热潮 不得不说 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网上的舆论 叶峰不用看 也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除了夸奖还是夸奖 叶峰都骂了 帮好声音录制完 雇佣者二户版曲目后 叶峰再次回归 他又打开了直播 主要是系统在催他直播 早早守着他账号的人 一键开直播纷纷涌了进来 还不忘呼朋唤友 让大家快些过来 对着镜头 叶峰淡淡一笑 大家装我好啊 我又回来了 他随意挥手 一脸慵懒的样子 主播好 等你很久了 嘿嘿 你这个老六 就不能正常主播 啥时候都搞突袭 就怕被老板逮住 哈哈 上班摸鱼 小心被抓哦 叶峰同样跟着回了一句 没办法 只有白天直播才有去不是 你小心藏好 别被抓住 说完他还不忘哈哈笑出声 叶峰这番不顾别人死活的言论 也引爆了大家的笑点 哈哈 主播你是要笑死我 然后继承我的花呗吗 哈哈 蹦不住了 哈哈 实在太好笑了 你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面 上班摸鱼的都小心了 就主播这么火 只不定你们的老板也在看 别到时候顺藤摸瓜 找到你啊 哈哈 让我看看 有哪些倒霉蛋会被抓 哈哈 饿我老板过来了 溜了溜了 楼上的还活着吗 哈哈 现实版的猫和老鼠 吃瓜吃到自己身上 笑死我了 666 你们实在太溜了 网友们吹了一会儿牛 这才想起正事 好奇的问道 主播 警察真是靠着你的画像 找到牛牛的吗 我们都很好奇 这个问题 叶峰想了想 说 这个 我能说是巧合吗 帽子叔叔的功劳最大 牛牛是他们找到的 他说的并无道理 他只是贡献了画像 而真正在奋斗的 还是警察 他不敢鞠躬 这个回答网友们 显然不信 以你可拉道吧 你就是太谦虚 要不是这张画像 警察们找了近20年的人 能一下子找到 就是就是 主播的功劳 还是最大的 我也赞同 见大家都这样说 叶峰懒得解释 嗨嗨 叶峰轻咳了两声 兄弟们 话不多说 咱们还是接受挑战吧 正好今天没啥事 原本还想拍马屁的网友们 一下子被叶峰的话给吸引 也忘记了刚才的事 纷纷发言着 叫爱看主播接受挑战 嘿嘿 我先来一个 敢不敢去足疗店教育一下技师 口头教育 敢不敢去广场上庄保安 然后到老头老太太唱歌的地方 把他们的音响关掉 并告诉他们别唱了 吵死了 敢不敢给上厕所的人发碗筷 让他们慢用 敢不敢上缅甸 就两个人回来 只要你去 我就让我们全村人关注你 缅甸 这个挑战成功 引起了叶峰的注意 缅甸是什么地方 相信大家不陌生 那可是著名的嘎妖子圣地 真龙去了 都得扒层皮 不得不说 这个网友是懂挑战的 叶峰刷视频的时候 经常刷到这类似的视频 但凡被骗去的人 他们会被关在一间脏乱的房间里 等待他们的 不是打就是骂 骗不了钱就被打 女生则是被要求干软件硬化工程 干不了就被电击 殴打 关水牢 甚至是活埋 没有什么比当场结束性命来的 更加痛快 到了哪里 死都是一种奢望 说来也愤怒 别的国家被骗去的人 远远不及我国多 每年我国被骗去的人不计其数 不管警察叔叔 怎么在网上发布 严防被骗的消息 这些人就是不听 依旧上当 然后一去不复返 作为华夏国的一份子 叶峰自然十分痛恨绵北 那里不知道埋葬了多少华夏人 又有多少无辜的人受牵连 且他们都是被自己的至亲 或是朋友骗去 想想就让人胆寒 也不知是叶峰关注 这个挑战的时间过长 还是为什么 不按套路出牌的系统 又冒出来了 随即任务发布 接受粉丝封 也你是我的神的挑战 敢不敢上免殿 就两个人回来 完成挑战即可获得 SSS级技能 叶峰瞳孔一缩 他就说 系统没别好屁 看吧 什么事也能给你整出来 上免殿 不想要他的命吗 还是系统不想活了 怕什么 干就完了 叶峰服额 我真是服了你这个老六 转念一想 叶峰又踏实了一些 自己是系统的宿主 自己死系统 也别想独活 只要有他在 自己就不会有事 他还有系统给的技能 说什么也可以傍身 还有 他还没试过反伤刺甲的威力 想想倒是很刺激 这个挑战要是放在前世 叶峰看见只会摇头 说办不到 但现在又系统傍身 倒是可以试试 只要成功 那哥就是要记入史册的人 名锤千古 流芳百世 想想就很激动 直播间的弹幕如水一样 刷着 但叶峰的呆滞 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主播咋了 怎么回事 主播是不是被评论给惊到了 有这个可能 我见还有人 让主播去缅甸就两个人 这种事 你们是咋想的 不要命了 这种危险的地方 谁敢去啊 警察都不管的地方 是怎么想着评论的 今日奇葩加一 弹幕不断换星 但叶峰 还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 网友们不禁刷起礼物 试图让主播反应过来 我的太阳打赏主播 三发火箭 胖刺我的胖刺 打赏主播 十座梦幻城堡 你是我的小猪猪 打赏主播 二十架飞机 绚烂且漂亮的特效 一个接着一个落在弹幕上 叶峰终于有了些许反应 看着屏幕上的特效 叶峰愣了一秒 他没开始接受挑战 网友们咋就刷起礼物了 不得不说 这借网友真有钱 有钱他是真的刷啊 想到今天的挑战 叶峰不禁坐直身子 郑重其事地说道 兄弟们 新的挑战出来了 你们不要太惊讶 是我们没见过 你没干过的 就是 快说 等到我都好奇了 叶峰深吸了一口气 开口 接下来要挑战的是 来自粉丝风 也你是我的神的挑战 敢不敢上缅甸 就两个人回来 我当是什么挑战 这够稀奇 卧槽 不少网友们没反应过来 还当主播 要挑战什么高难度的挑战 但慢慢回味过来 直播间瞬间炸了 面评的问号 打在公屏上 这特么是什么挑战 主播你没开玩笑 我八成是耳朵有问题 竟然听到主播 要去缅甸救人 不是你耳朵有问题 我好像也听见了 主播你再说一遍 今天要挑战啥 满屏的不相信 叶峰也有些无奈 他刚听到这个挑战时 也和他们一样 难接受也正常 那我再说一遍 接下来要挑战 去缅甸救两个人回来 听到的扣衣 叶峰不装了 他索性摊在椅子上坐着 双手环胸等着 看网友们炸锅的样子 不得不说 还挺有意思的 他突然明白 为什么系统 每次看到自己震惊时 话语里都透着喜悦的心情 的确很有意思 果不其然 网友们再一次疯了 蹦不住了 我已经跟不上主播的脑回落 正常人谁会想到去缅甸救人 真想敲开主播脑袋 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咋这么胆肥 吃了胆大碗长大的 别的都好说 这个挑战 我真心建议主播不要去 你要惜命 惜命啊 楼上这话我赞同 不能因为别人的玩笑 而断送了自己性命 警察都不敢去的地方 主播你疯了 想死也不是这个死法 网友们更多的是不解 在他们周围 又何尝没有亲戚朋友 身处缅甸 那可不是拿钱就可以救回来的 网友们的想法 叶峰自然知道 但系统发布的任务 叶峰不得不完成 换的这条命 已经是侥幸 他可不想受到电击惩罚 干就完了 再说 只要能救出自己的同胞 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没多想 叶峰就在屏幕面前 收拾起自己的行李 边收拾边说 大家别担心 你们要相信主播可以完成这个挑战 接受了挑战 那还有退缩的道理 干就完了 我有自保的能力 你们看 就我这肌肉 一拳打死一头牛不成问题 他们要动我也得掂量掂量 说着 叶峰还不忘展示自己胳膊上健壮的肌肉 看着那还没有健身房教练大的肌肉 网友们心里替叶峰捏了一把冷汗 就你这肌肉 还打死牛 可别叫别人一拳打死就不错了 我简直无言以对 该说些什么好吗 你真是活腻歪了 叶峰头也没抬 不多会儿就将东西收拾好了 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他要怎么进去呢 主动落网这种 一般都会被单独管控 他要去救人 自然要打到内部 因此 他想到一招 让骗子骗自己 然后自己就名正言顺的 到骗子老窝 这样方便一锅端 叶峰激动给网友们 讲述了自己的想法 却不想 他们都是一副看傻子的模样 看着他 我难以想象 有一天 竟然会有人上赶着被骗 还想上人老窝 说出去都是相当炸裂的 佩服 蹦不住了 搞事这块 我愿称主播为地表最强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主播遛的一匹 现代版的赶死队队长 叶峰没管他们说什么 专心致志的 这网上找着小广告 企图找到骗子的联系方式 骗子的联系方式并不难找 经过一番操作 叶峰找到了线索 看着网页上的招聘广告 叶峰点了点头 就是你了 不少骗子 就是打着招聘的幌子来骗人 今天他叶峰 也要一身散险 思绪拉回 叶峰仔细阅读 这则招聘广告 电话销售 每月月薪二至三万 包吃包住 双修 有食补 不加班 加班也有相应的补偿 这样的一份工作 不管谁见了都会心动 恰恰这就是骗子 引你入局的圈套 你图高兴 他图你这个人 目的就是让你上当受骗 去到当地 到时候 你就是任人宰割的鱼肉 叶峰的一切操作 都是对着镜头进行的 网友们自时知道 主播要打什么主意 主播妙啊 这种广告 一看就是骗子 我周边就有不少人 因为高薪工作 被骗去缅甸 难道主播也想如此 秀儿 完了 主播我就不送你了 一路走好 双手合十 主播这是下定决心 要去缅甸 咱们说什么也没有用 多说无意 我相信主播吉人自有天象 他是大网红 我就不信 那些人真敢动他 这波操作实属太溜 反身入局可还行 确定好目标 叶峰点进招牌广告 还没等他进行下一步动作 网页就弹出一个窗口 见鱼儿这么轻松上钩 叶峰勾着嘴角 反手点了进去 紧接着就出现一个 类似招聘的对话框 对方还不知道 叶峰的意图 快速发来消息 你好 请问你是在寻找工作吗 叶峰 对 我看你们这个岗位工资很高 大概是做些什么工作 对方 这个工作主要是接打电话 和客户沟通 电话销售 很轻松 每天只需要坐在办公室工作即可 不用外出 叶峰了然 哦原来如此 对方话语简洁 并没有很骗子的感觉 不过越是这样 就越引人注目 网友们纷纷下场揭穿 就这话术 我就见过百八十遍 要不是我意志坚定 只怕早就骗到缅甸 被打腰走 这种熟悉的汤药 真是江泰公钓鱼院者上钩 哈哈 这个倒霉蛋 还不知道主播打什么主意 没管评论 叶峰又专注地敲打着手机 你们公司在哪 对方 云城 云城 这个地方离缅甸不远 正是两国的交界处 且鱼龙混杂 一步之遥 却有天壤之别 一方安宁 一方却提心吊胆 选在云城对接 倒是梁策 叶峰又问了一些细致的问题 比如吃饭 住宿 开支等等方面 话里话外都营造了一种 他很感兴趣的感觉 见状 对面的确变得很积极 我们公司待遇很好 你完全可以过来试试 面试不成问题 只要上岗 周末双休 吃饭有食补 员工宿舍也很不错 只要你来 我们帮你报销车费 还有专门的人接应 光是看这些条件 两到三万的工资 的确比国内高 也不怪那些人会上当受骗 没学历 没才能的人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毕竟他们也接触不到高薪工作 看完他说的话 网友又炸锅了 对面的 你现在说这话 良心痛吗 只怕他背后还有刀子抵着 包吃包住 还双销 你们可真能想 这种工作 要是真的 还用在网上发布招聘 只怕早就没了 楼上这话是事实 这些都是骗人的话术罢了 只想让你去云城 然后让你们偷 渡过去 这些条件的确有人 但我知道他们是骗子 要命和要钱我还分得清 大家的评论 叶峰一一看着 他回复了一句 嗯 你们看看就行 可别学我 最后还不忘补一句 我就是前车之鉴 听到叶峰的这番话 网友们不禁翻了的白眼 我们倒是想学 但是也得有这个命 谁会想死呢 就在叶峰和网友们聊天的时候 对面又发来消息 小伙子 我看你蛮感兴趣 要不过来试试 不适合随时可以走 这样的工作可不好找 三句话 网友们就看出对方的着急 又量了他几分钟 叶峰才回复到 我再想想 对方一听觉得还有戏 又添了一把火 名额有限 你先考虑 我去回复其他人 说完 对方就没再回话 其实这也是他的套路而已 就是为了刺激叶峰 从而营造出一种 错过这次机会 就没有下次的感觉 往往很多人就倒在这一步 叶峰本就是想让他们 带领自己杀入内部 又怎么不会上当呢 自然回复道 我想好了 我去 你给个地址 下一秒 对方就回复道 好 地址就在云城 到了这里 会有人接你 说完他还和叶峰确定道 你大概什么时候过来 叶峰 就今天下午吧 我先买票 到时候告诉你车子 对方 OK 对面见叶峰这么爽快 心里都开心坏了 结束和骗子的对话 叶峰打开买票软件 准备购买最近一班 去云城的火车 反正他有的是时间 正好一路好好想想对策 顺带看个风景什么的 订好票 叶峰还特意给网友们看 你们看 票已经买好了 一个小时后出发 看着京都 云城 一个小时后发车 网友们才反应过来 叶峰真的要去缅甸救人 这感情也太牛逼了点吧 主播真的不再考虑了吗 你可别犯傻 到时候回不来可杂整哦 完了完了 玩犊子了 只要主播上了他们的贼船 还想跑 这不是做梦是什么 笑死我了 主播一路走好 赶死队队长出发咯 再三确定好要带的东西 叶峰从床上拾起背包 豪气地说了一句 走了 直播球跟随叶峰而动 直播间的网友们 就这样看着叶峰走出家门 踏上出租车 个别的网友十分不放心叶峰 选择了报警处理 待警察知道 叶峰要去缅甸后 更是极力阻止 方圆警察接到上级领导的指示 打来电话 方警察 看着来电显示 叶峰也猜到缘由 只是没想到 警察动作这么快 电话刚接通 对方就用质问的语气问道 叶峰 你小子这是又闹哪一处 缅甸这种地方 是你单枪匹马能去的 你脑瓜子里到底装了什么 怎么会想到去缅甸 你难道不知道 去缅甸九死一生 甚至连生还的机会都没有 方圆话里话外 都透露着担心 不为别的 叶峰现在的身份特殊 他能见鬼 又能画画十人 但是哪一样都能为国家做出不少贡献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竟然任由着自己的想法 要去缅甸救人 缅北岂是这么容易攻破的 黄 堵 堵 就没有缅甸不犯的 多少缉毒警察丧生于此 这不是二戏 人命关天 又怎么会有人想以身犯险 还扬言要救出两个人 人家警察都不敢说大话 都不敢做的事 你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人就能做到 你当你自己是神 见叶峰没有回话 方远警察又苦口婆心的说 我知道你最近有点火 也很有才 但缅甸是什么地方 就不是你一个人能闯的 你真的不想要命了 说着 方远心里还生出一丝无奈 他不禁道 你知道你的手 可以救多少人 多少失去孩子的家庭 正在等你 他们现在都是你为最后的希望 这些话不光是叶峰听见 就连网友们也清晰的听见 没等叶峰开口 他们就开始请求叶峰别去 是啊主播 你现在可不能有事 你可背负着不少家庭的希望 你走了 他们该怎么办 希望主播好好想想 不要断送了自己 断送了别人的期盼 希望 叶峰哪能不知 但任务还得完成 方警察 有没有兴趣合作一把 就 接下来的对话直播间自动屏蔽 以至于网友们都没听见 他们在聊些什么 这俩人聊什么呢 我手机有问题 咋就听不见了 我的也是 我看就是主播 故意不让我们听的 好好起 到底在说什么 足足十分钟 叶峰和方警察 才结束了通话 挂完电话 叶峰才道 这下没事了 警察都不阻止 你们就别瞎操心了 叶峰的话 让直播间瞬间炸锅 卧槽 你们到底聊聊什么 才会让警察 也同意这么荒谬的事 完了又有一个被带偏的人 真的就不管管 任由主播这样做 我感觉三观已经炸链 好吧 我承认有点多管闲事 只希望主播多回一日十一日 保重 意味深长的话 落在叶峰眼里 都是网友们对他的关心 他淡淡一笑 结束直播 接下来就云城见 叶峰关闭直播后 他要去缅甸救人的消息 迅速传遍了全网 刹那间 大家都认识了这个 叫叶峰的狠人 这个主播 真要去缅甸救人 不是吹的吧 他要是敢去 我第一个关注 关注 我怕他再也回不来 你说年纪轻轻的一个人 咋就这样想不开 现在的人哟 想不通真的想不通 做死做出新花样了 缓缅甸 新的噱头吧 也不怕 让人给揭穿了 骗人死全家 第二日下午 叶峰抵达了云城 联系上招聘人士后 叶峰乖乖的在火车站 等待接应自己的人 大概过了十来分钟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 在叶峰面前缓缓停下 司机摇下窗 问道 叶峰是吧 叶峰点点头 上车 好 叶峰迅速地坐上副驾驶 系上安全带 完全没注意他上车后 驾驶室的光头男子 隐晦地笑了一下 他上下打亮着叶峰 然后露出满意的笑容 感受到注视 叶峰回头看他 好奇地问道 师傅 看你笑得怎么开心 有喜事 嗨嗨 光头似乎没想到 叶峰会这样问 连忙收起笑容 没什么 就是想到 又有新同事所以开心 哦 这样啊 叶峰脸上一副原来是这样 随后又道 我也很高兴 和你成为同事 光头见叶峰这么好糊弄 心里顿时松了口气 立马就踩下油门出发 生怕晚了 叶峰就跑掉一样 坐在车上 叶峰就打起十二分精神 上了这车 就算到缅北一半了 剩下的 就看这些人这样安排 车辆行驶了二十来分钟 最终停在一家宾馆门口 叶峰透过窗户看去 这里是一家五层楼的宾馆 红灰宾馆 见叶峰还在打亮 光头已经站到了他的窗前 下车 你先在这里安顿一会儿 他指着身后的酒店又说 我还得去接几个人 叶峰一副了然地点点头 好 进了宾馆 叶峰好奇地打亮着宾馆里的措施 光头则是先一步来到前台 他不知和前台小姐说了什么 对面立马点头哈腰 快步来到叶峰身前 这位先生 这边跟我来 你的房间在楼上 好 麻烦了 叶峰顺从地跟着他走 这时 光头又吩咐道 累了就先休息 我还得忙活一阵 叶峰点点头 就跟前台上楼 前台小姐带着叶峰来到三楼 并将他安排到308号房间 交完房卡后 前台小姐就走了 叶峰打开房间一看 这里的确和别的宾馆差不过 只是简单检查一番 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屋子里有摄像头 还不止一个 光是房间里 叶峰就看见了三个 电视机底下的插座里 头顶的灯里 还有床旁边的台灯里 厕所不用看也有 这下叶峰终于知道 那些小视频是怎么来的 所以 居住宾馆的时候 可得小心 又待了一个多小时 叶峰实在太无聊 就点开直播 原型直播设备 在空中飞着 叶峰对着摄像头挥了挥手 刚进直播间的人都梦了 都在打量主播身处的位置 待看清这是宾馆后 直播间再一次炸锅 弹幕多到看不清 我掉 这特么多道云城了 完了 这家伙来真的 喷不了 整活节还数你是祖师爷 就连缅甸都敢去 不用看我就知道 主播已经接触了骗子 还被安排到了这里 接下来的我熟啊 再晚点主播 就要被骗子带着偷 录到缅甸去 哈哈 这方面 还是你们比较熟 看着评论叶峰不禁笑道 随后他好奇地开口 那你们说 我要注意些什么 比如 进入敌因后需要干什么 见叶峰还有心情调侃 不少为他担忧的网友们 顿时没了心情 见你如此精神 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据我朋友的转述 上车后不要乱看 跟着走就行 多做少问 禁忌话多 不然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些可都是经验 你得好好听着不要忘了 让干啥你就干啥 他们可不讲人性 反抗只有死路一条 结合网友们说的话 叶峰就总结了两点 少说 多干就行 谢了 叶峰勾起嘴角 紧接着 叶峰又给网友们科普 不要靠近这个宾馆 这里就是转接地 靠近会不幸 晚上九点 光头姗姗来迟 他敲开叶峰的房门 让其收拾东西 跟着他一起走 叶峰早就等着急了 没有疑问 拾起背包就跟上 为了方便直播 直播小球已经被系统隐藏 变成只有叶峰可见 且直播内容都被屏蔽 眼前这些骗子 都不会看到叶峰的直播 更不会刷到直播间 做完这一切 叶峰跟着光头来到后门 一辆银色的面包车 正停在门口 趁着空隙 叶峰悄悄打亮着 宾馆后面和面包车的车牌号 暗暗将这些记在心里后 叶峰在光头的呼唤下 踏上了面包车 刚进面包车 叶峰就看见不少陌生面孔 五男两女 想来光头要办的事 就是接他们 被骗的人还真不少 叶峰不禁摇头 叹了一口气后 寻了个作出 见叶峰上来 他们好奇地问道 你是从哪里来的 挨着叶峰做的一中年男子开口 他还不忘用手拐了一下叶峰 京都 叶峰简洁地回了一句 就没再说话 毕竟一会儿 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僵是什么 所以不要乐观 京都 这几人都很惊讶 反问道 京都不是工资很高吗 你怎么会想到到这里来找工作 叶峰不由地翻了个白眼 我要说 我是自投罗网 只怕会把你活下掉 就是就是 我也很好奇 队伍中年纪较小的女生 拖着塞看着叶峰 她的眼睛里 透着清澈的愚蠢 一看就很好骗的样子 叶峰已经预想到 她接下来要经历什么 只怕一下车 他们就得兵分两路 见叶峰迟迟没有搭话 这些人也觉得十分无趣 算了算了 我好像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昨天为了赶车还没有睡好 我先补补觉 活络 她就靠着另一个年纪稍大点的女生 且闭上了眼睛 完全没有一点危险意识 车上还有这么男人 她就这样放心 自求多福吧 叶峰在心里默默祈祷 车辆又行驶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来到目的地 加上叶峰车上一共有十个人 后面不知什么时候 还跟了一辆车 刚停车 小姑娘晃晃悠悠地醒来 她揉着眼睛 迷糊地往窗外看 这里完全没有她想象的 灯光璀璨 道路分明 相反 外面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只有车里冒着微弱的灯光 这样的一幕 一车人都感觉到了不对劲 师傅 这里是哪 一男子指着黑漆漆的外面问道 别告诉我 这里就是工作的地方 一股不好的感觉 由众人的心底蔓延开来 光头和副驾驶的男子 都已经下车 后面的车辆也齐齐下来四五个人 他们手持着刀子 站在车外 看到这里 所有人才反应过来 他们遇上骗子了 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的 女生哇的一声哭出来 嘴里不断嚷嚷着 完了完了 他们是骗子 直播间里的网友们 都被他慢慢拍的性子给气到 知道完了 刚才还睡呢 这下玩犊子了吧 卧槽 他们手里的刀 最少有十五六公分吧 这种场景谁能跑脱 只怕一跑 刀子就扎在你背上 老话说的对 别忘想天上掉馅饼 这些都不过是骗子的骗术吧 操 主播你可不能提前些逼啊 网友们的担心 叶峰没功夫看 以光头带头的骗子们 已经打开车门 光头一改钢键时随和的模样 现在脸上带着力气扫射着他们 这副样子 不去做演员 真是可惜 简直一秒变脸 车外共站着七个人 车上的人不断往后退 抗拒下车 都快挤到一块去 下车 见没人下来 光头手下怒了 他呵斥道 你们是想要我请你们 他上前一步 亮出了明晃晃的刀 漆黑的夜里 这道光亮却极为的耀眼 让人无法忽视 叶峰打量着这个打手 见他们隐匿在T恤底下的肌肉 一看就没少干这种事 光是手臂上的刀痕 就能猜到 这些都是亡命图 不怕死 硬刚肯定不行 短短两秒 叶峰就想好了对策 他轻轻推开拉着 他手臂的女生的手 率先一步下了车 他淡定的模样 倒是让光头有些欣赏 小伙子不错嘛 到现在还临危不乱 难得 被骗过来的人 就算是男生见着刀 也有被吓尿的 叶峰倒是比较有胆识的一个人 打手们并没有为难叶峰 而是将他带到一旁 并分配人看管 还不忘嘱咐道 你可别想跑 不然我这家伙可不长眼 光头拍了拍腰间的某个东西 叶峰眼尖立马就反应过来 有枪 想不到在云城这种地方 转接的人还有这种东西 也不怪进来的人都出不去 有枪谁还敢跑 不要命啊 有位叶峰在前面打烊 后面的人陆陆续续下车 主要还是屈服在利刃之下 待所有人整装完毕 叶峰一行人被列成一队 前后左右各站着打手 这种阵型就是他们想跑也没机会 除开叶峰 其他人哪见过这种阵仗 早就吓得哆嗦起来 走起路都有气无力 要不是后背有刀抵着 他们早就坐在原地 嚎啕大哭起来 心里不断埋怨自己 怎么会利欲熏心 干嘛探图高兴来这种地方 这一刻 帽子叔叔的警告 历历在目 他们真的踏入魔窟了 下车后 叶峰一行人 先是穿过一片石子路 又入过一片荒凉的地段 最后还是树林 因为这里是边防地区 又是交界之地 骗子们不敢开灯 只能摸黑行走 叶峰靠着良好的夜市力 记住了沿途的道路 又不行了半个小时 光头们越发谨慎 走路特别小心 想来这里就是交界之地 果不其然 叶峰一行人 刚往前行走了十几步 一条长行的铁栅栏 挡在众人之前 只要跨过这里 对面就是缅甸 光头一行人 仔细打量着四周 等手下的打手 打开栅栏后 光头一挥手 叶峰一行人 就被推着前行 其中有个男人 不慎摔了一跤 发出了一声闷哼 打手扬起手 罩着他头上 狠狠扇了一巴掌 一阵晕眩袭上心头 没等喊出声音 男子后背 就被利刃抵住 随后 结在这里 说完 他将手上的利刃 往前送了送 疼痛感瞬间 袭上男人心头 紧接着就传来 湿润又粘稠的感觉 男子害怕极了 他颤抖着身子 恳求道 我走我走 求你放过我 他差点就给打手跪下 听到求饶 打手心里一阵愉悦 还想威胁一二十 光头皱着没发话 快走 别耽误办正事 是 打手没有犹豫 使劲推了一把男人 让他跟上队伍 见这些人如此大胆 叶峰的眼神暗了暗 有了这个小插曲 队伍里的人都不敢再停歇 生怕一出错就挨打 虽然天黑看不见 但他们完全可以 从男人的声音中 探知一二 一盏茶后 叶峰一行人 来到一片空地 远远的他们 就看见两辆车 在这里等候着 见光头带着人过来 车上的男人下车 通过灯光的照射 叶峰看到 来人是一名中年男子 他身形健硕 脸上有明显的一道刀疤 咱们且叫他刀疤男 将叶峰几人赶上车后 他率先散了一根烟给光头 两人就这样靠在车上聊天 刀疤男率先开口 你这一单不错 能分不少钱吗 这个说 光头男晃悠着一根手指头 随后将香烟点上 深深吸了一口 不错呀 刀疤男羡慕地看着光头 却不料光头竟摇摇头 叹气道 哪有你舒坦 华夏查得太严 我们干一单 就得休息一些日子 太勤会被抓 刀疤男仔细一回味光头的话 觉得倒是有几分道理 他在缅甸虽正的手 但胜在舒坦 这些猪仔到了这里 就任由他们摆布 心情不好直接干掉 也不会有任何事 倒是比光头来得快活 他们早已习惯 这种刀口舔血的日子 两人在外面聊着 车里却哭声一片 车厢里更弥漫着低沉的气氛 两个女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完了 这下咱们还怎么跑 这里又是哪里 我们不会被卖了吧 我想回家 我不想死 只知道我就不找工作了 高工资果然是骗局 我们不会被传销吧 几人众说纷纭 唯有叶峰一人坐在角落里 淡定地看着外面的两人 许是闲哭声吵闹 叶峰头也没回 就说了一句 劝你们省省力气 不要哭 不然一会儿 把他们哭烦了 就没这么简单 说落 几人没再出声 有了男子的前车之鉴 他们很怕这群歹徒 在做出点什么出格的事 两个女生尤为害怕 他们扫过一眼众人 目光最终落在叶峰身上 就是他在来的路上安安静静 临危不乱 或许跟着他会有安全感 也说不定 想着 两人不禁往叶峰的方向靠了靠 他们的动作 自是没有逃过叶峰的眼睛 他懒得管 就由着他们 抽完烟 几人又上车 建车厢里异常的安静 刀疤男还有点奇怪 感叹道 这群猪仔倒是拎得轻 乖得很 副驾驶的打手也笑道 这样还不好 省得少胳膊少腿 又嗷嗷叫 少胳膊少腿 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 众人下意识地缩了缩 纷纷向叶峰 投去感激的眼神 要不是他 只怕这回就有人被杀鸡儆猴 闲聊结束 刀疤男驾驶着车辆 驶出空地 又过了一个小时 车辆缓缓驶入一个园区 叶峰看了一眼直播 已经凌晨三点多 四周寂静的不已 但园区还灯火通明 外面的建筑叶峰 在电视上见过 到地方了 这里只怕就是 缅甸著名的KK 园区 车辆刚驶入 就有不少人从楼上下来 在叶峰几人下车后 他们围着几人转了一个圈 毫不掩饰地说道 这一批猪仔不错 看着都挺精神 说完 领头的男人 又看向队伍里的两个女生 眼中透着几分兴趣 园区好久没换女的了 这一下倒是有福了 这次被骗来的两个女生 长得都还可以 年纪不大 也就二十岁左右 看着就涉事未深 可越是这样 这些人就越发地感兴趣 过了一把眼影后 男人一挥手 刀疤男挤人 就压着叶峰一行人 往楼房里走去 叶峰悄悄打量着这个园区 发现这里防范的十分严密 光是入口处 就把守着不少人 两边还有简易的样板房 不用想也知道 里面住着不少打手 这样严密的防守 哪怕是一条狗过来 只怕也要被大卸扒款 园区很大 这么多亮灯的房间 只怕每间房里 都关着不少人 叶峰被他们压着上楼 楼房里有电梯 刀疤男刷卡后 一众人陆续进入 看这番操作 叶峰就知 只有刷卡才能进入 消防通道 极有可能被大锁锁住 在这种情况下 只怕神仙也没有逃脱的机会 其他几人 见到这样封闭的环境 心里框一下沉了下来 电梯在十二楼停下 叶峰几人被推着出去 刚出去 入演的就是同酒店一样的走廊 顺着走廊走了一会儿 刀疤男在一间紧闭的房间前停下 他用钥匙打开房门 一股恶臭就扑面而来 叶峰难以适应地捂住鼻子 其他人亦是如此 不用想 这里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待的地方 透过缝隙 叶峰发现 房间并不小 空旷的客厅 坐着不少带伤的人 剩下的什么也没有 里面还有三间紧闭的房门 客厅里男女老少都有 他们身上都带着或多或少的伤 肉眼可见的瘦骨鳞循 面黄肌瘦 仔细看还会发现 有的人没有手脚 有的甚至带伤 伤口还不断往外渗险 看到这一幕 两个女生吓坏了 哇的一声叫出来 这声尖叫在黑夜里尤为响亮 一行人抗拒地往后退 两个女生表现得尤为明显 他们摇晃着脑袋 抵触不已 听见叫声 刀疤难笑了 他十分有兴致地看着他们 调侃道 看来你俩对这里不太满意 嗯 他拉长尾音 可几人却从他话语里 听出一丝别的音乐 想来也是 现在已经凌晨三点 奔波了一天 人家早就想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可带回来的猪仔 不太听话 你们换个地方 刀疤难一脸坏笑 上下打量着他们 光看他这副猥琐的眼神 叶峰就猜到 他打的什么主意 他的眼神 让他们想到不好的事 两位女生颤抖着身体 立马抱作一团 不用想也知道 他口中所说的换地方 并没有这么简单 几种可能在两人脑海里 飞速转动着 最后他们连连摆手 支支吾吾道 我们不换了 就这里 起码和一起来的人住一个房间 或许还有个照应 对 真是扫兴 不然可有你们好看的 刀疤难用眼睛弯了一眼两人 率先进入房间 见来人 蜷缩在墙角的人们 使劲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颤抖着身子 又往墙角缩了缩 余光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来人 看到刀疤脸身后跟着的陌生面孔 就知又有被骗了的人 来到这里 他们也挣扎过 但并无卵用 这帮凶神恶煞 没有人性 他们杀鸡儆猴 当着他们的面 剁掉逃跑者的手脚 有的还被活埋 弯肉戳窟窿 接受十大酷刑 这样的下场 远远比电视里演绎的 要残忍百倍 刚进入房间 那股恶臭更加刺鼻明显 叶峰见里面有十几个人 他们赤脚蹲在墙角 不光是他们 叶峰还发现了异常 房里阴气颇重 有通灵眼的加持 叶峰看到了不少 怨气深重的亡魂们 生人家鬼 这间房间倒是热闹 他们张牙舞爪地 冲到刀疤男面前 伸手在他脸上挠着 然并无卵用 刀疤男又看不见他们 鬼魂 叶峰拖着下巴 若有所思 刀疤男打量着客厅 最后朝东北角走去 过去 看着离自己最近的男人 一脚踹在他腰间 本就没力气的男人 顾不得疼痛 连滚带爬地爬到另一边 见他被踹 其他人识相地往一边散去 整个东北角瞬间被腾空 刀疤男满意地点点头 随后看向叶峰方向 你们几个上内蹲掌 他往刚清出来地方 蛇的眼色 又道 以后你们就这哪 有前车之见 叶峰几人没反驳 走过去就蹲着 紧接着 刀疤男招了招手 打手会议 立马上前 他们在叶峰几人身上摸索着 收罗出一堆随身物品 手机 钱包 烟 打火机 通通没收 就连两个女生脖子 耳朵上的视频都没放过 他们颈部肌腱突起 能清楚地看到血管的跳动 纵使心里愤怒 却又无可奈何 不敢反抗 光是其他人的惨状 就能让他们看清歹徒的残忍 你见过断手断脚 伸着血 还不给包扎吗 这里就是人间炼狱 扫了一眼 打手手上的东西 刀疤男开口 这就是你们的第一课 他掏出别在腰间的刀 蹲下来 到了这里 都给我夹着尾巴做人 不要 妄想 反抗 不然 他们就是下场 他擦刀的动作 落在所有人眼中 是那么的圣人 除了叶峰以外 其他人均缩着脖子 小鸡啄米的点头 看到不同寻常的叶峰 刀疤男先是眉头一皱 随后又饶有兴致地 展开笑颜 没多说什么 他就转身离开 打手们也跟着离开房间 并将房间从外锁死 他们走后 叶峰才抬头观察房间 这个客厅有窗户 但都被封死 外面还有一层铁栅栏 上面还绑着细小的刀片 一看就是为了防止逃跑所致 刀疤男一走 其余七个人均 是一副死了爹娘的模样 两个女生又开始抽气 这下该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出去 他们不会杀了我们吧 他们已经料想到自己的下场 除了做软件硬化工程 他们好像没有别的用处 听到他俩的哭诉 房间里原有的人抬起头来 又缓慢地放下 似乎对几人一点也不好奇 相反网友们就比较愤怒 难道他们就不是人 就该这样对待 还有没有一点人性 终于懂 为什么被救回来的人 都对当时的记忆闭口不谈 想来是不想再被揭开伤疤 这样的环境 看着真的很头大 心里有千言万语想说 但奉劝大家不要上当受骗 直播里的画面只是冰山一角 实际更为恐怖 在这里的人都面黄肌瘦 营养不良 他们就没有把这些人 当作真正的人来看待 而是叫做猪仔 是一任人宰割 这直播相当有教育意义 大家都好好看 增强认知 凌晨三点 直播间的热度不减 反而上升到千万人观看 这还不止 人数还在以上万的人递增 这一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夜风自动屏蔽两人的哭声 他靠着墙 打量着飘在自己跟前的痴妹亡凉 看着奇形怪状的鬼魂 夜风心里早已麻木 鬼魂们像恶作剧一样 好奇地往前凑了凑 几乎贴近夜风的脸 夜风十分无奈 说了一句 离我远点 众鬼 女生 夜风的话顿时让哭泣的女子只声 他俩看了一眼自己和夜风之间的距离 抽烟着回道 已经很远了 再过去没有地方了 夜风呆呆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夜风的反应让两人十分不解 众鬼却异常激动 你能看见我们对不对 听到鬼魂的话 夜风点点头 这下鬼魂都震惊了 他们没想到 还有人能看见他们 紧接着 众鬼就在夜风的跟前叨叨了半天 小兄弟 你是哪的 为什么会来这里 还有你别想着逃 这里是逃不掉的 虽然我们很想 将那群畜生碎尸万段 但我们的下场你也见了 说着 鬼魂还不忘将手伸出来 给夜风看 那都不该叫一双手 叫烂泥更为贴切一些 他的手像被人用锤子 砸了千百遍 血肉模糊 只有细小经络连在一起 夜风不禁想到 他生前的痛苦 除开他以外 剩下的鬼都怯怯地看着他 不敢说话 一看就是在这里 经历了无数个日夜所致 骨子里害怕的记忆 没法抹除 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 夜风看着他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铃声 鬼大声说道 自从发现夜风能看见的那一秒 铃声就觉得 夜风不是常人 或许他有特殊的技能 也说不定 铃声最大的愿望 就是杀了这些人 然后回家见一见家人 可想出去 夜风目不转睛看着他 似在说一件很简单的事 出去 铃声如何不想 他垂着头坐在夜风对面 久久才开口 我每日每夜都想回去 可直到死 还不是被困在这里 每日除了看他们欺负同胞 我们却有无能为力 铃声一拳垂在地上 恨得咬牙 周身的气息逐渐降低 通过他的举动和言语 夜风不难猜出他是条汉子 周围温度极度降低 离夜风比较近的女生 不由地抱紧自己 身子微微颤抖 他也不哭了 小声喃喃 好冷 说完他又看向夜风 这家伙的表现也很奇怪 一个人自言自语就罢了 还一直对着一个地方看 他是傻子吗 联想起夜风来时的表现 发现他一直很淡定 现在看来 倒不是淡定这么简单 只怕还是个傻瓜 不然怎么会和空气说话 其他人意识这种想法 他们不动声色 往旁边挪了挪 都抗拒接近夜风 夜风的反常 令网友们十分不解 主播咋和空气对话 自言自语 我看八成被吓傻了 到这里 谁还能好好的 我怎么感觉 这一幕有点眼熟呢 不少发现 蛛丝马迹的网友 纷纷现身说法 主播的另一个事迹 不知你们可听说了 什么什么 快展开说说 主播能见鬼 你们都忘了 草草草 我竟然忘了 还有这种事 越看越刺激 是怎么回事 我有预感 后面的更精彩 但是能看见鬼这一项 就迎骂了 不怪主播有底气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呢 无数评润如潮水一般涌来 瞬间淹没了直播间 打赏意识不间断地浮现着 和铃声聊了几句 叶峰又在空中变化着什么 做完这一切 叶峰在众人的注视下 闭上眼睛 一副想要安静休息的模样 叶峰知道 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先补充好睡眠 才是最重要的 在所有人看不见的地方 铃声带着房间里的鬼一个 接一个穿过墙壁 走廊里 铃声看着自己的双手 竟然恢复如初 还成功出了那个 困住他们生命的牢笼 心情极其复杂 其他鬼也是十分雀远 我们出来了 真的出来了 大家喜极而泣 随后搁着墙壁 对着叶峰磕头 铃声亦是如此 带整理好心情 铃声率先开口道 好了 别忘了封哥的安排 下一秒 所有鬼都打起精神 毫不犹豫地点头 是 随后四散开来 不一会儿 就涌入其他房间 铃声则是往下走 听到外面的动静 叶峰勾起嘴角 安心入睡 第二日 不到八点 房门再一次被打开 听到动静 所有躺下的人麻溜地蹲起 跟叶峰一起进来的七人 亦有样学样地 靠着墙角蹲着 唯独叶峰还在睡 旁边的女生本想喊他一声 却见刀疤男 带着手下走了进来 这群人纷纷用余光打量着叶峰 心里默默为他祈祷 看见众人 刀疤男满意地点点头 紧接着视线 缓缓扫过房间东北角 前七个都很识相 已经学会老员工的动作 当视线扫到叶峰的时候 他眉头紧簇 往旁边催了一口唾沫心子后 他活动着手脚 大摇大摆地向叶峰逼近 打手们净显幸灾乐祸之色 其他人将投递的不能再低 生怕刀疤男伤极无辜 眼看着刀疤男离叶峰越来越近 叶峰丝毫没有察觉 反而还不得劲地调整了一下睡姿 网友们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我吵了 这特么都什么时候了 还他妈睡个毛 要死了知不知道 主播不会雪尖当场吧 不敢看 完了 是我们高看的主播 还以为他有什么高招呢 原来真是在睡觉 不敢看 完全不敢看 不少人攥紧手 咬着牙关 生怕错过什么 叶峰这一动作 毫不疑问激怒了刀疤男 敢当面这样挑衅他的人 只怕都会叫妈了 竟还有不长眼的 危险步步紧逼 看着叶峰那张熟睡的脸 刀疤男怒火中稍抬起脚 一个旋风踢就对着叶峰的头部踢去 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周围的人下意识闭上眼睛 一秒 两秒 三秒过去 喊叫声并没有出现 大家好奇地睁开眼睛 意料之中的结果并没有出现 叶峰竟然抓住了刀疤男 震惊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看着近在咫尺的脚 叶峰不悦地 抬头直视刀疤男 刀疤男愣了一秒 没想到叶峰竟然会还手 只一瞬 他就反应过来 他想收回自己的脚 却发现脚踝处 似乎像被一道枷锁给牵住 纵使他用了再大的力气 也无济于事 压根未动分毫 放手 刀疤男觉得很没面子 呵斥等 打手们也反应了过来 立马抄家伙上前 见他们要动手 其他人瞬间站起身 往旁边跑去 叶峰看了一下四周 嗯 还算好施展 见打手快冲到跟前 叶峰用力捏住刀疤男的脚 然后使劲往旁边一摔 只见一个一米八的大汉 就这样被叶峰单手扔了出去 只听见砰的一声 刀疤男就像抛物线一般 重重地砸在门上 开河的门激烈摆动着 随着一声惨烈的叫声 啊 众人缩了缩脖子 回头就见刀疤男成大字形 趴在地上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惊讶地瞪大眼见 完全没想到 叶峰这小身板 还有这么大的力气 难怪敢反抗 虽说反抗者的下场都很惨 但过程实在焚爽 网友们隔着屏幕拍手交好 这太特么帅了 我都没看清 这货就被砸了出去 直接震惊我一万年 真解气 让这群憋孙 欺负咱们华夏国的人 主播别留情 上了这里该杀就杀 对别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楼上这话说得太对了 就该狠点 让他们知道 咱们华夏国也有硬查 主播也太溜了吧 竟然把那男的摔飞 膜拜 哈哈 终于看主播顺眼了一次 不过 你真的扛得住这么多人围攻吗 网友的担忧是对的 叶峰现在一打五 完全处于劣势 他们只求叶峰 多杀几个人为自己陪葬 不然就太亏了 刀疤男倒地的那一刻 还处于猛逼状态 他趴在地上怀疑人生 其他四个打手 见刀疤男被撂倒 咬着牙 举着刀冲了过来 凌晃晃的利刃 差点晃下众人的眼 见人攻上来 叶峰也没闲着 弹射冲入人群 几个打手没想到叶峰赶上前 立马挥着大刀朝他砍去 你小子找死 啊 他们对着叶峰一阵乱砍 叶峰赤手空拳 左右闪身躲避 就在大家为叶峰担忧的时候 叶峰一把挡住砍怪的刀 并抓住两人握刀的手 身形一退 手上使劲 两个打手直直对着对方冲了过去 眼见着尖锐的利刃 要扎到对方时 两人纷纷将刀偏移了几分 吃的一声 他们的刀不偏不倚地扎在对方的肩上 哎呀呀 两人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 他们惨壮让众人一阵舒爽 心里暗自为叶峰加油 此刻他们 看向叶峰的眼神 就是神明 那两个女生同样也傻了 一开始 他们还以为叶峰是傻子 现在看来 自己才是那个傻子 现在抱大腿 还来得及吗 剩余两个打手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握着刀来回挪动 不敢上前 他们没想过 诸宰敢反抗 竟独自一人单挑五人 且他们还手持尖刀 肩上受了伤的两个打手 躺在地上嗷嗷直叫 叶峰的厉害 他们见识到了 他们的手像断了一样 一点知觉都没有 这家伙不是常人 见情况不妙 刀疤男这才挣扎着 从地上爬起来 他指着两个打手 怒气上涌 呵斥道 上啊 你们有刀害怕的 这声质疑 几乎是吼出来的 听到呵斥 两个打手对视眼 立马挥刀砍了过去 叶峰压根不拒他们 直接一个扫堂腿 第一个打手立即倒地 手肘狠狠地砸在地上 就在另一个打手迟疑的那一秒 叶峰已经到了他跟前 带着静气的拳头越逼越近 最后狠狠砸在他脸上 打手只觉得 鼻子不是自己的 疼痛细绢整个脸部 已经不能用痛来形容 他跪倒在地 痛苦地叫着 双手颤抖着想要触碰脸部 却又怕加剧疼痛 角落里的人 这才看清了他的脸 他整个面部被拳头击中 眼睛以下的所有部位 都凹陷进去 整个人呈现出 极其怪异的版片模样 两股鲜红的血液 从扁平的鼻孔里流淌出来 突然目睹这一幕 网友们吓得捂住眼睛 直播间惨叫连连 好 好 好恐怖 鬼知道我现在在吃早饭 直接给我整吐了 主播这手镜 是真实存在的吗 徒手就将人的面部打到变形 这确定不是在搞特效 我都梦了 好血腥 好BT 我好爱 主播干他压的 让这群龟孙掌掌见识 太解气了 这群混蛋 就该这样对待 不光他们这样想 就连现场误睹一切的人 都差点起身拍手叫好 铃声刚从外面回来见 看见这样的一幕 四个打手不同程度受伤 躺在地上 刀疤难下的用手指着叶峰 哆哆嗦嗦地说了一句 你小子够狠的 你给我等着 说完他头也没回 不顾手下的安危 踉腔着跑出房间 因为害怕叶峰追出来 他眼急手快地将房门关上 并反锁 叶峰对他的举动满不在乎 反正他们还会回来 没必费功夫去开门 看到铃声回来 叶峰拍了拍手臂上 压根就没有的灰 转身靠着墙坐下 四名打手还蜷缩在地上翻滚 嘴里嗷嗷叫着 看到叶峰一点事也没有 铃声悬着的心落下 刚听刀疤难带着打手上来 他十分着急 直奔上来 还好叶峰没有事 不然他真的不能安心 叶峰见铃声明显松了一口气的模样 也知道他在担心自己 他唇角一勾 轻声道 回来了 铃声点点头 嗯 办妥了 听到答复叶峰笑得更加灿烂 辛苦了 应该的 铃声说完 转身看向躺在地上的打手们 当目光落在一个身影上时 铃声愣住了 他身形微微颤抖 含义不由自主地冒出 叶峰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原来是被自己第三个制服的人 他此刻正在抱着手喊叫 眼神来回 在铃声和打手之间转悠 这两人有猫腻 从铃声的反应来看 这打手应该是害过他 他没有仇 没多想 叶峰反手拿出一个小瓶子 递给铃声 喝了它 去干你想干的事 铃声双眼通红地看着叶峰 接过他手中的瓶子 毫不犹豫地引下 也没问什么 毫无疑问地相信叶峰 因为他知道 叶峰竟然能让他出去 有其他本领也不稀奇 刚引下这瓶神水 铃声明显感觉到 浑身充满力气 各个关节咔咔作响 这感觉比活着的时候还要好 还要精神百倍 铃声觉得他可以一拳砸死一个人 风哥 他瞪着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叶峰 这 就你想的那样 叶峰指着地上的打手道 对付他 轻而易举 紧接着 叶峰又拿了一片叶子给铃声 对着他眼睛扫一下 他便可以看见你 铃声震惊到不行 连同看向叶峰的眼神 都从感激变为模板 他对着叶峰 深深拘了一躬 开口道 大恩不言谢 下辈子 铃声愿当牛做马 报答您 铃声眼神坚定 叶峰也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连连白手 别别别 你还是先干正事吧 听完叶峰的话 铃声点点头 他迈着沉重的步伐 来到打手面前 打手蜷缩着 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来临 看着叶峰对着空气 嘟嘟囔囔说了一堆 几人脑海里 就只有一个想法 哪里弄来的傻子 竟然还力大无穷 难道傻这就可以开启人生副本 刚觉得叶峰是神人的其他人 也一脸诧异地看着叶峰 完全想不到 刚才那个雷厉风行的人 竟然又同昨天一样 对着空气说话 这病还是间接性的 就在大家思考着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第三位倒地的打手 挖的一声叫出来 嘴里嚷嚷着 有鬼 有鬼 他顾不得身上的疼痛 不断往后退 其他三个打手 也一脸怪异地看着他 他四周压根就没有人意 鬼 鬼见了 他们都得夹着尾巴做人 活人见他们都怕 还怕鬼 打手只觉得眼睛一阵清凉 等他一抬头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影映入眼帘 铃声 他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 这道透明的身影 你 别别别 过来 他边后退边喊叫着 铃声 三个打手军事一愣 这个人 他们并不陌生 相反这个人 他们还很了解 这个人就是孙俊明的好友 孙俊明就是那个打手 铃声就是死在他们几个人的手下 这会儿再听到这个名字 一股恶寒由心底升起 不好的预感随之而来 就在大家觉得孙俊明很奇怪的时候 他手边的尖刀 竟然慢慢悬空 直指孙俊明的头顶 现场的人 网友 这这这这是什么情况 悬浮术 我眼睛花了 竟然会看见刀子在半空飘 估计是 昨天没睡好的原因 我竟产生了错觉 妈妈 我大白天做梦了 其他人看不见 叶峰却看得一清二楚 他双手还于胸前 好奇铃声能带来怎样的惊喜 看着自己日思夜想的仇人 铃声恨得牙痒痒 他拿着刀 在孙俊明的面前比划着 见得我很惊讶 孙俊明瞪着双眼张着嘴 后面已然是墙壁 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 想念你 想念的景 每日趴在你床前 只可惜 你看不见我 我死得这么惨 你居然能安心入睡 午夜梦回 你就没想过 因为你的自私 陪伴你二十年的好友 就死在你眼前 二十年的好友 叶峰妈撒着下巴 难怪感觉铃声不对劲 原来这打手和他还是好友 竟然还有兄弟反目 这一出戏码 我这双手 是你一锤子一锤子砸烂的 你没忘吧 铃声将自己的双手 放于孙俊明眼前 由于害怕 再联想到铃声身前的惨状 孙俊明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完全没注意 铃声的手已经恢复如初 铃声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害你的 他挡住脸求饶 紧接着又哭诉道 是他们 是他们让我这样做的 我若是不做 他们就会要我的命 我也是迫不得已 你迫不得已 铃声怒急返笑 指着自己 那我就不无辜 亏我来了这里 替你挨了不少打 还计划着带你逃跑 铃声闭着眼 眼泪从眼角流下 可是 他深吸了一口气 怒吼道 我万万没想到 你竟然背叛我 还举报我逃跑 你真是他戳着孙俊明的脑袋 我的好兄弟啊 他就是被这样一个人给出卖 明明他们已经出了园区大门 只要躲过打手们的追查 他们就可以逃回到华下 可偏偏 铃声人有脸上的泪尽湿眼眶 他扬起手上的刀 对着孙俊明的手 狠狠地刺了下去 一刀见血 所有人不寒而栗 孙俊明惨叫连连 鲜血顺着孙俊明的手掌 顺流而下 四周的人吓得三三凉凉 搂住一团 眼前这一幕实在诡异 他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房间不干净 而且肯定和打手嘴里铃声 脱不了关系 待得比较长的老人都知道铃声 他就是从这个房间逃出去 然后被带着打死的 他当时的惨状 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而被刀扎的这个人 好像就是当时处置铃声的主犯之一 难道铃声回来了 这个想法 几乎同时浮现在知情者脑海里 虽然不可思议 但眼前的事 已经不能用常识来解说 铃声一把拽过孙俊明的双手 并按在地上 冷着脸 一下又一下刺着他的手背 啊 惨叫声再一次响彻整个园区 众人只看见孙俊明 呈现一个奇怪的姿势 双手扶在地上 双膝跪地 头目不转睛地 看着那把悬空的刀 不断地扎着自己的手 无数个窟窿被扎出 鲜血不断从手底渗着 此刻 孙俊明的手已经千疮百孔 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喊叫 额头上冷汗顺着脸颊流下 整个人透着一股惨白 直播间的网友们都被吓傻了 弹幕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个 见鬼了 这家伙一看就是遭报应了 好吓人 第一次见不打马的 我感觉以后都不想吃肉末了 楼上的肾炎 本来没觉得有什么 现在你一说 我都要悠出来 我刚吃的肉末丸子 这倒是鬼在操控的 这还用说 一定是主播干的 我就知道他不是自言自语 只是这些东西 他都是哪来的 我哪知道 铃声的举动 或许在别人看来是残忍 但叶峰却觉得 那个打手是活该 最有应得 虽然他和铃声接触的时间不长 但能感觉到 他是个重情义 重感情的人 从他的话语里 叶峰不难猜出铃声 是被那个打手骗来的 并直接害死他 不然铃声也不可能 有这么大的怨念 孙俊明活该 最有应得 铃声 我错了 求求 你绕了我 孙俊明努力抬头 看向铃声 有气无力地说道 他知道铃声心软 只要自己认错他 就会放了自己 听到孙俊明的话 铃声顿了一秒 幽深的眼睛直视他 鲜红的血液 顺着刀尖慢慢滑落 在地上开出妖艳的血花 见铃声没继续 孙俊明松了一口气 他哀求道 铃声 声歌 是他们 孙俊明指着其余三个打手 愤愤不已 都是他们指使 威胁我 要是我不断你的手 他们就会要你的命 三个打手 千万只草泥马在心中奔驰而过 虽然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总感觉 你没有憋着好皮 孙俊明边说边观察铃声的表情 见他目光转移 孙俊明就知道自己压对了 我想着 与其让他们动手 还不如 我来 起码你的痛苦会小一点 随后他又提高音量 愤怒道 可是 我没想到 他们真的想让你死 他那一副我试为你好的眼神 落在铃声眼里 是那样的嘲讽 所以 铃声俯身靠近 黑漆漆的眼珠直视他 你就是这样为我好的 他的凝视 让孙俊明腿肚子一抽 皮肤仿佛都绷紧了 强忍着咽了一口唾沫后 孙俊明点点头 肯定道 是 那我是不是该感谢你了 铃声反问 不不不 不用感谢 这都是 我应该做的 孙俊明扯出一抹笑容 话锋一转 他问 可不可以让我掀起来 我腿抹了 手上的伤他只字不提 生怕激怒铃声 孙俊明笑容 落在铃声眼里 却格外刺眼 可以 何旭如同春风般的嗓音响起 孙俊明勾唇 果然奏笑了 下一秒 一股钻心刺骨的感觉 从小腿处涌来 瞬间上升至大脑 孙俊明 他面色惨白转头 就见铃声手上的刀 不偏不倚地 扎在他的小腿上 我会十倍感谢 铃声笑眼弯弯 一字一句道 就像这样 铃声面不改色 直接将手中的刀 180度旋转 啊 孙俊明双眼充血 仿佛看见太奶 在朝他招手 铃声的转变 他意想不到 他还是那个面对兄弟 有话直说 拔刀相助的人吗 一切骗到园区 铃声也没责怪他 埋怨几句后 就开始计划逃出去的办法 还处处照顾他 孙俊明自认为够了解铃声 结果现实却重重给了他一巴掌 孙俊明眼里的震惊之色 让铃声想起那天 他意识如此 从震惊 到难以置信 再到绝望 铃声早就死了 就葬身在最信任的兄弟手上 到死还蒙混过关 还扑啊 铃声满含怨念 手起刀落 一下又一下往下刺 直到孙俊明千疮百孔他才停歇 他就这样看着孙俊明 目睹他慢慢没了气息 两久他才转头 看向其余三人 接下来 该他们了 目睹孙俊明 从完好的一个人变得血人 三个打手坚信这个房间有鬼 顾不得找叶峰报仇 只想着逃跑 他们挣扎着往门口爬去 奈何房门是特制的铁皮门 又被刀疤男从外锁死 压根出不去 眼看悬浮的刀越来越近 三人的心率暴涨 感觉心脏快要冲出嗓子眼 千钧一发之急 三人扑通跪倒在地 鬼 鬼大人 求求你大人有大量 把我们放了吧 都是孙俊明 是他害的你 我们我们只是受了他的蛊惑 他们匍匐在地不断磕头 铃声收起下巴 俯视他们 眼神很冷漠 那天 他又何尝不渴望对方高抬跪手 可有人问过他的意愿吗 并没有 所以 他们凭什么来祈求自己 任由他们百般祈求 铃声都无动于衷 痴之以敌地看着他们 手上的刀越逼越近 徐氏没了耐心 铃声冷着脸扬起刀 一刀划过 鲜红的血液喷射出 见了一地 三人被一刀封厚 直到死 他们还呆呆地凝视 刀柄悬挂的方向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喷喷喷三声 打手倒地 连同悬浮的刀也落在地上 发出响亮的声音 众人却觉得无比刺耳 原本安静的评论区 请客间炸裂开来 这这这就结束了 死了都死了 生命果然脆弱 楼上的别告诉我 你再同情他们 这些人死不足惜 残害咱们的同胞 这种死法都是轻的 应该千刀万剐 然后喂狗 不对 喂狗都是对狗的侮辱 太酷了 为这个看不见的勇士点赞 好想知道他的名字 好残忍 我再看一眼 丢下刀后 铃声朝叶峰的方向走过来 他学着叶峰靠着墙 双手搭拉在膝盖上 垂着头 叶峰默默看了他一眼 没有开口 整个房间鸦雀无声 他们紧张地打量着叶峰 冷汗直流 几个打手死后 一串有序的血色脚印 不断逼近叶峰 房间里的人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 见脚印停留在叶峰旁边 叶峰没有表现不适之后 他们的三观不断刷新 已经麻木到不能再麻木 过了两久 铃声率先开口 他叫孙俊明 是我的发小 好兄弟 我们一起长大 读书 入社会 一直相互扶持 叶峰静静地听着 知道他在讲述自己的故事 不管铃声是缅怀以前也好 痛恨也罢 总要和过去做个告别 我们一直是对方 为除开家人以外 最亲近的人 我两入职同一个公司 兢兢业业的工作 话锋一转 他道 几个月前 公司调动 我升职了 而他因为操作不当 导致公司损失惨重 被开除处理 因为失业他情绪十分低沉 我想方设法地安慰他 可他 铃声自嘲一笑 却觉得我假惺惺 从他口中 叶峰得知孙俊明失业后 没多久就消失了 时隔半个月后 才和铃声联系 让齐去他在的城市 还说他现在的工资 是铃声的姐妹 铃声真心为他感到高兴 只是自己追求不高 不愿过去 可孙俊明 却用兄弟感情要挟 为了维持两人之间的关系 铃声如约来到云城 没等见到孙俊明 他就被打晕 带回了KK 园区 铃声醒来 就见孙俊明眼泪婆娑地 跪在他面前 不断解释着自己的苦衷 铃声心软 也知他是迫不得已 最终选择原谅他 在孙俊明挨揍的时候 护他 替他挨打 没日没夜谋划出逃的路线 接近半个月的努力 他终于寻出了园区的漏洞 并成功带着孙俊明 逃出园区 就在我以为逃出生天的时候 父亲突然出来二十几人 将我们团团围住 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 铃声捂住脸哽咽道 孙俊明 他竟然背叛我 还提前将我计划全盘拖出 我当时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他甚至打算 让孙俊明先跑 自己为他争取时间 回想当时 铃声的心 就像被千万只蚂蚁撕咬一般 痛度一生 被最亲近的人背叛 是多么绝望 叶峰看着他久久没有说话 他能明白 后者此刻的心情 孙俊明简直鬼迷心窍 有这样好一个兄弟竟然不珍惜 过了一会儿 叶峰才开口 仇都报了 还沮丧啥 他揽着铃声的肩膀 一会儿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打起精神来 铃声凝视叶峰狠狠地点了点头 嗯 这边 逃出房间的刀疤男 连滚带爬来到楼下 他一边跑 一边回头 好似身后有洪水猛兽一样 领导办公室 一名身着西装的中年男人 正双手环胸 坐在皮质沙发上 身后站着四个高大威猛的保镖 左侧沙发上 坐着一个光头和一个肥头大的中年游逆男 这次做得不错 钱已经打到你的卡上 游逆男拍了拍光头的肩膀 赞扬道 继续努力 光头正是偏叶峰一行人来的司机 听到赞扬 他眼睛眯到一起 这是我应该做的 光头弯着身子点头 一脸赔笑 中年男人道 不知这批猪仔能赚多少钱 希望不要让我们失望 刚来园区就付出了一百万 剩下的只能从他们家人身上找回来 再不计也可以卖卖器官 满打满算 一个人也不止一百万 这比买卖稳赚不赔 那是 咱们干这行就没有赔的 转手一人最少也能卖五十万 中年男人嘴角一勾 俯身端起茶杯品鉴起来 须语 游逆男又问 听说这批猪仔质量不错 光头连忙点头 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那倒不错 还有两个年轻妞 哦 游逆男立马展开笑颜 眼里闪烁过一道光芒 突然 一道滑破长空的尖叫声传入办公室 三人先是一愣 很快反应过来 刀疤 看来有硬骨头 哈哈 三人头也没抬 直接笑出声 惨叫声没有停止 反而愈演愈烈 他们非但没有不适 反而一脸愉悦 身体往后靠双手搭在沙发边缘妈撒着 对付不听话的猪仔 就该这样 瞧瞧这惨叫声 多愉悦 多动听 光头透过窗户 往楼上看了一眼 琢磨谁是硬骨头 这 没等中年男人说完 紧闭的房门就被重重推开 一道身影连滚带爬的进入办公室 很快爬到沙发边 三人 什么鬼 他们慌乱地站起来 退到一旁 保镖立即围了上来 离刀疤男最近的保镖 将手搭在腰间 似乎只要这东西一动 他就出手 坚决不会手下留情 保证一击毙命 刀疤男喘着粗气抬头 待看清他的脸 三人松了一口气 你这是做什么 中年男人皱着眉不耐烦地问道 后面有鬼 许总 楼 楼上有 有个厉害的家伙 几个兄弟都被干倒了 想起叶峰 刀疤男还有些心有余悸 他右脚疼得厉害 战力都是问题 身上意识如此 什么 你们五个让群殴了 房间里的人团结起来了 刀疤男摇摇头 就一个人 油腻男 你的意思 你们五打一 还被人干翻了 刀疤男点头 嗯 许总没死心 继续问 带刀了 带 带了刀疤男低着头 不敢直视他 众人 我TMD 许总明显要发火 他盯着刀疤男 试图从他脸上 找出说谎的痕迹 五打一 带刀还让人一锅端 哪里来的英雄好汉 许总抬手 按住太阳穴暴跳的青筋 深吸一口气后 问 他们人呢 刀疤男身体直接僵住 愣了半天 才支支吾吾道 还在房间 我 我把门锁了 把门反锁了 打手还在里面 那刚才的惨叫声是谁的 一连三个疑问 在众人脑海里盘旋 没等许总再质问 又一声淒厉的惨叫 涌入他们耳朵 这一次 他们听出了不一般的感觉 这声音有点耳熟 几人对视一眼 脱口而出 咱们的人 这一刻 许总几人的三观 再次被刷新 反杀 这是反杀 到底是那来的彪悍货 抄 家 我 许总咬牙切齿 吐出这几个字 随后大不留心地走出房间 四个保镖迅速跟上 那个不长眼的镖货 赶上他的地盘放肆 他倒要看看 是他人硬 还是枪硬 有腻男则负责摇人 刚走到楼下 一个物体呈直线坠落 喷的一声砸在他们面前 地面激起无数灰尘 温热的液体 喷溅到他们的身上 几人才看清 这个物体的模样 几人是个人 他满是血窟窿 双手上的伤痕最为多 都成了肉酱 再加上这么一摔 直接化为一滩烂泥 白花花的脑浆散落一地 伴随着鲜红的血液 光看着就特别瘆人 他们一眼就认出这具尸体是 孙俊明 众人 一向看惯惯了血腥场面的他们 这一刻竟也觉得胃部极度不适 嗓子眼下有什么东西要冒出来 草了 徐总只觉得一股怒火 从丹田处只窜头顶 他抬头 看向楼层 十二楼赫然没入一道身影 徐总想也没想 举起腰间的东西 对准一案 碰 巨大的响声 吓得楼层里的人 抱头乱穿 尖叫连连 收好枪 徐总率先进入楼道 听到响声 叶峰知道 危险即将来临 扫了一眼那些打哆嗦的人 叶峰灵机一动 来到三道紧闭的房门前 对准其中一道房门 就是一脚 房门轻松被踹开 其他人均是一副见了鬼的模样 看着叶峰 云城边境 不少警察正潜伏在森林里 此刻 他们正围在一起看着手机 手机里的画面 赫然是叶峰的直播 当看到叶峰单枪匹马 徒手撂倒五名打手 他们惊讶地睁大了双眼 难怪叶峰敢接这个任务 原来还有这身手 为首的中年警察感叹道 随后 他看向身边的警察们 问 你们看清叶峰的动作了吗 叶峰的动作 没 警察们齐齐地摇头 的确 叶峰的动作很快 一眨眼的功夫 刀疤难就被扔了出去 紧接着其余四人 亦是如此 若是让你们和叶峰过招 你们能坚持几秒 不是他看不起自己的人 实在是叶峰太厉害 警察们斟酌了一下 郑重回到 最多三招 这还是经过每日每夜的训练 才敢说这话 不然一招也抗不过 虽然说人是肉体繁胎 但他们自身的水准也不低 对付常人一条二不成问题 像叶峰这样一条五 还完好无损的 简直就是怪物 他们可比不得 要是我们换作叶峰 只怕不死也得惨 他们手上的刀 压根接不住 是啊 不得不说 叶峰真牛掰 真的有 听到手下的话 中年警察到 叶峰的造诣不低 没等他再继续夸赞叶峰 视频里传来尖叫声 下一秒 他们竟然从直播里 看到了悬浮的刀 众人一副见了鬼的模样 鉴于对叶峰的了解 这些人很快就反应过来 有鬼 这个叶峰 当真是不简单 真他妈解气 死得好 咱们多少人 栽在他们手上 我心中这口恶气 终于出了 叶峰这招借刀杀人 玩得不错 他们都知道 自己国家 现在的法律 并不完善 主张和平 可是有时候 一味的退让 只会适得其反 不然缅甸的人 怎么光骗华夏的人 其他国家为什么不敢动 还不就是因为国家不重视 底下的人不可克制 老是妄想一飞冲天 发横财 这下好了 自己都横着出来 变成别人的横财 刚开始 他们还担忧叶峰 在直播间杀人 怕后续难解释 这下有鬼相助 就算缅甸的人找说法 他们也有说辞 他们不似叶峰 所以想得比较全面 叶峰此行已经出了国 踏入别人地盘 人家政策不一样 谁会袒护外来人 收起手机 中年警察拿出一张地图 吆喝道 都过来 咱们先研究一下路线 男人一开始不知道 叶峰是怎样获得这张地图的 但看到悬浮的刀 他明白了 一群警察围着地上 专心地听着队长安排 A组去这 B组这里 C组上这 是 这个任务特殊 难度高 涉及性命危险 男人扫了一眼中人 问 你们怕吗 不怕 他们想也没想脱口出 声音十分洪亮 大家眼神坚定 心里已经做好赴死 也要救出同胞的决心 好好好 很好 男人狠狠点头 正色道 此次任务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是 我要你们都活着回来 是 通过直播 网友们都能看见 叶峰将孙俊明丢下楼 连同那声巨大的枪响 大家都没想到 危险来得这么快 卧槽 枪杀 完了完了 人家已经杀上楼来了 他们不会大杀四方吧 这么多人 这可咋办 脚趾头都扣紧了 希望有奇迹的发生 这枪声 主播能抗住吗 不得没命 主播 你可不要死啊 评论区哀嚎一片 现在叶峰的情况不乐观 对方人多势众还有枪 任谁也觉得叶峰没救 死定了 楼上 刚踹开房门 一股比客厅更难闻的味道 以迅雷之势 席卷叶峰的鼻腔 叶峰差点没当场晕倒 他捏着鼻子往里面看 发现房间里 有一张上下铺 窄小的床上 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他赤身裸体 蜷缩着身子 手臂和床架之间 连着一条铁链 看来是为了锁住他 不让他逃跑的 视线上移 上面也是一个女生 情况和底下的女生差不多 听到响声 两人颤抖着缩在墙角 将头埋在膝盖里 不知道被关了多久 房间里充满事后的味道 他们身上布满各种瘀青 他们以前定遭遇了非人的待遇 叶峰眉头一皱 下意识握紧拳头 一拳砸在墙上 这举动迫使门框激烈地摇动 畜上 他怒骂了一声 收回视线 叶峰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丢了进去 随后他又来到 跟他一起来的几人面前 脱衣服 众人 被问到的男生 没敢问为什么 直接脱掉衣服 给 多谢 叶峰接过衣服就往回反 侧着脸将衣服丢了进去 快穿上 房间里的两个女生 这才敢抬头打量他 阳光刺眼 他们只能看到一道背影 以及他的轮廓 因为直播小球没有跟上 直播间的网友们 没有看见房间里的人 很好奇里面有什么 女生上 这个房间呆着 叶峰指着人群中的女生 被指导的人 女生纷纷站了起来 虽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但现在情况不容乐观 还是先躲着为好 但是打手葬身房间 他们就知道 离来人不远了 还有那声枪响 几个女生 立即走到了房间里 安顿好 叶峰转身置下一间房间 很快 两个房间的门被打开 在确定 里面都是男生后 叶峰面向众人 你们上里面躲着 好在叶峰对力度控制的当 没有降门踹烂 门还能关注 直到最后一个人 进入房间后 叶峰松了口气 有黑的毛子 扫了一圈空旷的房间 够空旷 能施展 接下来就看 园区的人给不给力了 眼见着门要关注 有人开口道 那个 小哥 你不进来躲躲 嗯 叶峰文言 道 不了 你们照顾好自己 我不会有事 几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你 点头丝下定了决心 他们从房间里走出来 小哥 我们跟你 跟他们拼了 反正我们已经没有脸面 在面对爹娘 与其整天提心吊胆 还不如搏一把 哪怕死 也要拉上个垫背的 这个说话的男人 此事已浑身都是伤痕 屋指断了三个 估计也是 不想苟活 对 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我也和你对抗这群畜生 这群天杀的畜生 他们不死我 难解心头之恨 十几个人义愤填膺地说道 叶峰知道他们 被压制到了极限 静静打量了众人一眼 他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都说让你们回去 就你们这身板 能扛住几枪 众人一正 那你又能扛住几枪 同时肉胎繁体 你又能强到哪里去 网友们同样很疑惑 现在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吗 人家都打上来了 你到底在纠结啥 俗话说 人多力量大 你们还不如团结起来一鼓作气 指不定还有一些胜算 就是 现在可不是说大话的时候 别到时候一梭子倒地 这可不是眼电视挂了 还能起来 就在几个人抬头 露出脸时 直播间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 儿子 这是我的儿子 你怎么会去缅甸 这个主播怎么回事 自己闯祸也就罢了 还要连累其他人 刀枪无眼 你不要害我儿子 我的儿子也在 你不要上 悄悄躲好不行吗 爸爸不希望你死 哥 难怪你整天要钱 家里已经被你戏干了 你看看 你都干了什么 我家人就是被骗到缅甸的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家里花光了积蓄 四处借钱 还是没有把他换回来 你们这算什么 我一个朋友同样被骗 听说他的家人 将钱凑够打了过去 结果收到的 却是我朋友被害的视频 足足一个小时 这群畜生 草泥马 统统该死 只恨我不在现场 不然真的要将这群 砸碎碎尸万段不可 别吹牛 你要是有这个能力 缅甸还能骗得了人 另一边则是整个寻亲队伍 叶峰的动向 他们同样很关注 不管是担心叶峰也好 怕他死也罢 他们都希望他能安然无恙 大家都不希望叶峰死 更不希望有人受伤 都进去 你们只会爱手爱脚 叶峰将众人往房间里推 可是 我们能帮你 对 我们不会临阵脱头 我 没等他们说完 叶峰已经将门拉上 任有几人如何拍打 也没有正开 直播间哭声一片 主播太有担当 竟然想独自面对 这让我们情何以堪 主播 要死我一人死 此事你们无关 格局 这哥们的格局 我真的太佩服了 牺牲我一个 救了所有人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叶峰竟然想着 独自扛下所有 对面的人 岂是他能撼动的 这不就好比 鸡蛋碰石头 浮游汗术 怎么想也是死路一条 其他人是这么想的 叶峰不知道 他此刻正和铃声 他们沟通 不然真的要说上一句 我真是嫌他们爱事 他有外挂 加深 有何畏惧 昨晚上出去的鬼 现在都回来了 还带了不少鬼 一屋子的鬼气 刷刷地看着叶峰 叶峰从裤兜里 掏出一个瓶子 递给铃声 后者接过 知道这东西 是刚才叶峰给他的液体 他双手捧着激动地 看着叶峰 去吧 要快 叶峰向他点点头 算算时间 这些人应该快到了 这小瓶子里的液体 叫黄泉水 来自黄泉路上产出的水 是一世界 阎王奖励鬼差的奖励 喝了可攻力大增 是叶峰用人气值 在系统商场兑换的 叶子一世 此叶幻名 一叶明目 可让人和鬼 短暂看见对方 这边 刚进入楼道 楼层里的人通通出来 听到枪响 他们也知道 有大事件发生 看到徐总打头 众人觉得 此事不简单 待徐总领着手下 迈入专用电梯 其他人随即跟上 四个电梯站站满了人 就连楼道都被全部封锁 以防有漏网之鱼跑掉 刀疤男跟在徐总身后 忐忑不安 叮的一声 十二楼到了 四个保镖在前面开路 很快就来到叶峰所在的房间 听到房门有钥匙转动的声音 叶峰立马正色 来了 直播间的网友们 连忙伸手挡在眼前 生怕一开门 叶峰就命丧当场 评论区更是整齐华一地评论着 双手合十的表情 试图祈祷叶峰能平安度过这件 叶峰目不转睛地盯着门 众鬼通通摆好攻击的招式 砰的一声 房门被一脚踹开 叶峰和外面的人四目相对 看到房间只有叶峰一人 还有地上躺着的三人 许总一正很快反应过来 冷眼逼问 就是你小子 叶峰见他目光所至 摊开双手 怂怂间 不是我 他们是自个死的 他可没动手 嗯 的确是这样 网友们可以作证 是刀先动的手 我敢保证主播只是将他们撂倒了 对对对 主播没动手 自个死的这借口 我给你满分 所有人 许总冷笑一声 说 难道这屋里有鬼 一叶峰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 他这波主打的就是真诚 这屋子里的确有鬼 还不少 网友们都笑妈了 这种场面说 这话合适吗 你没事吧 是是就是是 操 给我笑妈了 鬼知道我上一秒还在哭 严肃 你们再对峙 许总不知道 叶峰是装枪做事 还是真有本事 这家伙单看脸 并没有任何特殊 但这家伙的话 的确让人火冒三丈 许总冷着脸 说 嘴皮子挺溜 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 他退至门边 一挥手 四个保镖一拥而上 被叶峰打死的打手 只是业余 而这四个可是专业的 他就不信叶峰能解决他们 哦 那就看看 你们可否进得了我的身 叶峰双手插兜 往后退了几步 靠在窗框上 他这个动作 直接激怒了保镖 四个保镖 轮着拳头冲了过来 叶峰淡淡一笑 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一步 两步 叶峰相信 铃声他们可以解决 许总四鹰的眼神 紧紧地盯着叶峰 妄想从他脸上看出什么 就在所有人无眼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四个保镖刚挥出去的手 停在了半空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阻拦他们前进 可是前方什么也没有 四人咬着牙使劲正拖 却发现 手怎么也动不了 怎么回事 许总目喝一声 这几个家伙 光吃饭不干活 许许总 我们动不了 四人的拳头被接住 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包裹住他们的拳头 可是他们什么也看不见 有东西 挡住了我们 后面这句话没说出来 一个保镖就倒飞了出去 狠狠地砸在许总脚边 许总 他没看错 保镖自己飞起来了 跟在许总后面的人 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不确定地又看了看 没等他们想出所以然 又一个保镖让砸了出来 这一下众人不淡定了 听见门外的有动静 躲在房间里的人 纷纷趴在门缝处看 仿佛再说 只要夜风有危险 他们就冲出去 可看到几个保镖都飞了出去 他们更加震惊 对啊 他们怎么忘了 这房间里有鬼 许总后退几步 他看了一眼夜风 确定这家伙 真的没有动手 双眼瞪得老大 这房间有点邪门 你们上 他吆喝后面的打手 后面的打手你看我 我看你 一时间竟拿不定主意 上啊 气急败坏的许总 逃出了枪指着他们 这一下后面的人 就算不想上 也得立马冲上前 铃声一行人 早就等着他们 就是这些人 让他们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他们无论如何 也不能放过他们 坚决不能 让他们靠近夜风 全当验证了那句话 就算做鬼 也不能放过他们 网友们看到这反转 激动地跳了起来 我就知道 主播不可能这么快就挂了 他有外援 这波助攻 我狂扣666 第一次不怕鬼 甚至觉得还有点可爱 可不是吗 咱们害怕的鬼 都是别人见不到的亲人 这样一说 我更不怕了 鬼鬼慢 加油 奥利给 除了铃声以外 其他鬼都没想到 自己能实体化 能打人 各个精神抖擦 争抢着上前 他们的一举一动 全落在夜风在眼里 他看着这些鬼魂 轮着拳头 使劲地砸在 这群歹徒的脸上 来到这里后 他们就如同畜生一般 任由摆布 难以想象 真的有扬眉吐气的一天 仗着这群歹徒 看不见自己 鬼魂们换着花样揍人 左勾拳 右勾拳扫堂腿 就连如来神掌 都搞出来了 有的捡起地上的刀 就一顿乱砍 反正杀就完了 干他压的 夜风嘴角一勾 眉眼里满是笑意 他高兴 可有人不高兴吗 看到自己人的惨状 许总气得直冒清惊 这个屋子太邪门 抬头看到含笑的夜风后 许总不禁想到了一个问题 刚才就是他说 这屋子里头有鬼 所以他没骗人 只是 鬼这种东西 真是存在吗 他不想承认 但先前这一幕 已经烧干了他的CPU 让他不得不承认 这房间真的有鬼 许总总觉得 额头的青筋跃跃欲试 快要破皮而出 他压制住颤抖的手 迫使自己将手按在枪上 深呼一口气后 他抬手拿枪对着夜风 是你自己找死 可不怪我 目睹他这个动作 直播间的网友都炸锅了 主播快快快逃 他手里有枪要打你啊 完了完了完了 草 这憋孙 敢不敢上来挑战 你拿枪是什么意思 不讲武德 主播你可不要死啊 我们还等着你 接受下一个挑战 许总目不转睛地盯着夜风 下一秒 扣动了扳机 喷的一声巨响 所有人下意识地捂住眼睛 啊 尖叫声随之袭来 只是这声音 怎么有些陌生 大家慢慢挪开 捂住眼睛的手 瞬间瞪大了眼睛 夜风光洁的膀子 是怎么没事 子弹硬啊 难道在腿上 他们将视线往下移 结果裤子完整无瑕 就连他身后的墙壁上 都没有任何痕迹 明明听到了枪声 怎么会 就当大家思考问题出在哪里时 一声呼唤 拉回了众人的思绪 徐总 你没事吧 大家都猛啊 他能有什么事 开枪的不是他吗 视线一转 众人大惊失色 操 我眼瞎了 重弹的 怎么会是这笔活 什么情况 让我先捋捋 是徐总开枪打主播 然后子弹却打在了他自己的身上 这子弹会转弯 我也眼瞎了 徐总捂着自己的左肩 大惊失色地看着窗边的夜风 脑子还没有转过来 他开枪了 结果自己重担 是上当真有这么闲闻的事 他低头看了一眼满是鲜血的肩膀和手 疼痛不断刺激着他 让他承认这个事实 你是怎么做到的 徐总看着夜风 咬牙切齿地说到这句话 夜风淡淡一笑 碎发底下的眼睛越发明亮 就 徐总瞪大眼睛等待着 就不告诉你 徐总不知道他在期待什么 但夜风这个人 着实有气死人的本事 如果他没记错 自己开枪后 夜风向右边挪了一步 不然这颗子弹 是不是会穿破自己的心脏 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窜上心头 此刻 徐总看向夜风的眼神 就像怪物一样 房间所有人都被枪声震慑住 愣在原地 徐总带来的人死伤大半 整个房间都充斥着刺鼻的血腥味 这味道令人毛骨悚然 如同死亡气息一般 飘散在众人的鼻腔里 躲在房间里的人 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直接呕出来 这一秒 他们不得不承认 夜风刚才说的话得很对 他们的确爱手爱脚 更别提用身体接子弹 这要是换作他们 早就一命呜呼了 徐总就这样注视夜风 过了很长时间 最后忍不住妥协道 我们无意与你为敌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们可以放你走 夜风的恐怖 或许远远不止于此 光是他受伤这件事 就已经给他敲了警钟 这男子得罪不得 为了避免再增加损失 死人 只能放 留着命罪 起码还能再培养人 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 哦 听到他的话 夜风眉头一挑 反问 放我走 徐总忍着疼 连连点头 对对对 可是我不太想走 还没完够 什么 徐总没想到 夜风竟然这样不识好歹 他都同意 放人 对方还想怎样 想着肩上的伤 徐总咬着牙 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 你想要什么 钱还是女人 我都可以给你 夜风面带微笑 想收买我 夜风还没说话 直播间的粉丝 就不乐意了 打不过就收买人 主播 你可千万不能同意 这家伙不讲武德 竟然来这一招 主播你要顶住 不要动摇 我他妈的 真是福气 这群狗娘 养的就会这一招 这些我都不感兴趣 夜风沉吟道 我只有一个要求 是什么 徐总决定 只要夜风一说 就立马同意 夜风慢慢走上前 不慌不忙道 放了所有人 好 没 徐总有点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又问了一句 你说放了什么 放了所有人 徐总双眼充血 差点没怒吼出声 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 所有人 这个园区 可是他一辈子的根基 放了所有人 不就是等于要了他的命 他怎么敢 见他怒视自己 夜风轻笑 怎么 不同意 他怂怂间 那这就没得谈了 动手 没等徐总有任何反应 夜风就已经到了他跟前 保镖上前维护 拔刀砍向夜风 夜风三两下夺过保镖的刀 反手就刺伤了对方 鲜血进了夜风一身 骨铜色的皮肤上挂着鲜红的血珠 你你别过来 徐总和刀疤男不断后退 两个伤残落在夜风眼里 是那样的弱小 为了不留下后患 夜风上前两步 快准狠一刀刺在刀疤男的心脏上 刀疤男瞪大双眼 鲜血从口中流出 鬼魂们也纷纷出来给夜风分担 这时 摇人的油腻男也从电梯走出来 身后跟着不少人 当看到满地的尸体和妖艳的血液 游腻男只感觉自己的心脏骤停了一瞬 这是怎么了 很快他就从人群里发现了自己的好友徐总 此时他正捂着肩膀往后退 暴性的刀疤也赫然躺在他脚边 双眼空洞 看样子已经凉透了 目光才触及到徐总肩上的伤后 游腻男不由地想到 对方有枪 他不确定 老徐 他大喊一声后 冲了过去 右手举起一把手枪 又来一个送死的 叶峰侧着头邪眉一笑 没等徐总反应过来开口提醒 游腻男就已经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 不 徐总扬天长喊 差点没撕裂嗓子 突突突几声 叶峰就听见子弹没入身体里的闷感 老 嘘 游腻男肥胖的身上 凭空出现了几个血洞 他的眼睛瞪得跟同龄一样 然后直挺挺地往后倒去 肥胖的身子重重地砸在地上 直到死他也没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 子弹为什么会打在自己身上 跟在他身后的人 他们机械般地看向叶峰 心中只有一个词 怪物 紧接着 所有人抱头乱窜 没等他们按动电梯 他们的身体 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拉住 脖子上被禁锢 越来越紧 直到呼吸不上来 临到最后一刻 他们好像看见了 以前被自己当做猪崽的人回来了 自己的脖子上 就是被他们掐着 他们脸上的表情 好像也如同那时的自己 看着一个又一个的人倒下 徐总双腿失惊 流出了一股难闻的气息 我放我放人 求你停手 叶峰的手已经伸到了他的领口 一把拽起 算你实相 说完叶峰一脸厌恶地丢开他 谢谢 徐总顾不得疼痛不复在地 转念一想 叶峰忍住恶心 又将徐总提了起来 此事不简单 还是抓住他安心点 吩咐你的人 楼下集合 叶峰吩咐道 是是是 徐总只求赶紧送走这个瘟神 他看着双腿打摆子的手下 喊道 召集所有人楼下集合 是是 手下连滚带爬的 往楼下跑 叶峰舒了一口气 徐总看着周围还在倒下的人 侧脸看了一下叶峰 最后化为一声叹息 因为主播球没有跟着叶峰出走廊 网友们都不知道外面的场景 但光是听到瓷器笔伏的尖叫声和枪声 他们就知道战况很严峻 网友们双手合十 试图祈求叶峰没事 当看到叶峰拖着徐总晃至门口时 所有人都惊了 这这这结束了 主播赢了 擒贼先擒王 主播牛逼 呜呼 这一幕必须载入史册 主播一战成名 待吩咐完鬼魂们 叶峰来到客厅 朗声说 一会儿听通知 我今天就带你们回家 被骗的人 所有网友 躲在园区附近的便衣 大家都觉得 这一刻不现实 但他叶峰 好像真的能办到 没等他们问话 叶峰已经拖着徐总陌入楼道 待走廊里没了一丝声音 房间里的人才赶出来 他们强忍着呕吐的想法 小心翼翼地迈过尸体 探头往外看 堆积如山的尸体 再一次刷新他们的三观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由了 他说要带我们回家 终于可以 逃离这个地方了 大家激动地抱在一起 热泪盈眶 这种事 他们做梦也没敢想 这边 叶峰已经带着徐总 来到楼底下 不少园区员工 站在远处不敢过来 拿着刀紧张地盯着叶峰 叶峰手上有他们的领导 他们自是不敢轻举妄动 一分钟过去 楼道里不断走出人 看到叶峰挟持着徐总 他们离得远远的 楼上的枪声 他们听得见 在这么多声枪击声中 还能安全地脱身 并挟持徐总的 一看就是个狠人 十分钟后 园区所有人通通到齐 叶峰踢了一脚昏昏欲睡的徐总 说话 让他们把身上的家伙 都卸了丢在前面 少一个 他勒紧徐总的衣领 威胁道 你的小命不保 徐总浑身颤抖 呼吸急促 喉咙发出了乌叶声 是是是 我照做 现在叶峰说什么 他只要照做就行 慢一秒都怕这家伙再发疯 算你识笑 叶峰松开他的衣领 咳咳汗 徐总艰难地咳嗽了两声 缓了一口气后 他看向手下们 虚弱地说 你们把身上的刀 枪 棍子通通放下 身上千万不要留东西 他真的怕了 但凡叶峰看到他手下有家伙 估计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为了自己的小命 该谨慎就谨慎 切勿不可大意 在压力和恐惧的驱使下 徐总都忘记了疼痛 忘了还有一颗子弹 在自己的左肩 听到他的吩咐 其他人你看我 我看你 随后从身上掏出防身的武器 几分钟的功夫 原本空旷的地上 多了不少刀 斧头 棍子 狼牙棒 枪 甚至还有烧火棍和菜刀 都丢了出来 叶峰大致扫了一眼 喃喃道 收起来 这句话只有离他最近的徐总听得见 他身子一将目不转睛地 盯着放置武器的地方 下一步 刷新所有人认知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安静躺在地上的武器 竟然飞了起来 卧槽 没看过这个场面的人 纷纷张着嘴 揉了揉眼睛 不确定地又看了看 有的甚至拍打着自己的脸颊 企图证明自己不是在做梦 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直播间的网友们 都被他们的反应看笑了 哈哈 就喜欢看他们 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就是就是 有啥好惊讶的 不就是鬼鬼们出动了 鬼鬼们 我要为你们疯狂打扣 这也太酷了 瞧瞧他们 这茫然的眼神 简直不要太搞笑 震惊了吧畜生们 你爷爷封爷 岂是你们这等 凡人能窥视的 这一刻所有网友都忘记了 自己刚见到这一幕 那见鬼的模样 其实也和那些畜生的反应 好不到的去 要是铃声一众鬼 知道他们被人夸奖 估计都要笑活过来 楼上 众鬼街道吩咐 分散开了 快速流窜在各个楼层 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门 十楼 房门无风自开 这个房间不似十二楼 里面无比大 中间摆满了桌子电脑 几乎每台电脑前 都有一个人 男女都有 他们身上或多或少 都带着伤 建房门被打开 众人 还以为是管理人员回来了 立马正惊危坐 专注地盯着眼前的电脑 他们吓得手心直冒汗 紧紧握着鼠标 直至手指关节发白 生怕身后 突然出现小皮鞭 抽打他们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一张纸条赫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上面写着 一会儿听到楼下喊你们下去 不要犹豫 直接走 有人来救咱们 咱们可以自由了 众人 纸条上的话 他们都认识 但连起来就不理解了 这又是考验 大家都觉得 这是工作人员给的考验 毕竟他们被关的时间太长 已经忘记了 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子 这个园区就是铜墙铁壁 谁能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他们 完全不可能 刚才的枪声 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习以为常 园区里最不缺的 就是人 一天死上十几个人 都是十分正常的事 死不可怕 可怕的是 怎样活着 这个纸条出现的邪门 谁敢逃 可不是到了这里回家 就是奢望 我们骗了家人这么多钱 只怕他们也不欢迎我们 虽然他们不想 做这种事 但还是被这群畜生逼着做了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就当大家垂头丧气的时候 一道声音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你们快过来 看楼下 看什么 众人虽有疑惑 但脚步很诚实 已经来到了窗前 附身往下看 他们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楼下 我出现幻觉 徐老狗让抓了 这人谁啊 这么流别 这一刻 几乎每个楼层 都有人 从窗户探头而出 他们眼睁睁地 看着徐老狗一挥手 他的手下 就将武器全部丢到一旁 直到看到刀扶起来 他们只觉得 自己的CPU被烧干了 这世界怎么了 玄幻了 是他们离开的时间太长 所以人类已经变异了 所有人都将这个怪异的事情 归结到挟持虚老狗的人身上 或许只有他能解释当下的情况 大家还记得 那张凭空出现的纸条吗 人群中有人问 你是说 众人立马反应过来 捂着嘴 不敢相信道 我们真的要自由了 刹那间 所有人激动地跳了起来 我们终于可以逃出去了 可以离开这里了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们互相揽着肩 激动脸颊通红 就连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 整栋楼都在欢呼 听到声音 叶峰抬头往上看了一眼 嘴角微微上扬 漆黑的毛子明亮不已 看来成功了 收回视线 叶峰看向对面的人 朗深开口 排成两台站好 都不要轻举妄动 听到这话 园区的工作人员左右看了看 又看向许总 听他的 许总几乎是吼出来的 因为叶峰的魔爪 又伸了过来 话音刚落 那些人就有序地排成了两排 识趣地站在一旁 叶峰满意地点点头 扫了一眼楼上的人 看来转移还是个问题 要怎么办呢 接近二百来人 一起行动着实困难 突然 叶峰灵光一闪 他再次抓起许总 你们有多少车 大巴车有吗 许总已经生无可恋 只能努力回响 一秒后 他连忙到 四十五座的大巴车有五辆 还有十几个商务车 都是七座的 怎么多车应该够了吧 叶峰点点头 妥了 车在那 许总 后后院 他好像已经习惯了 有问必答 问完 叶峰低头沉思 就算有二百个人 五辆大巴车 可坐二百二十五人 行动不便的 可以坐商务车 应该能一趟带走 简单计划完 叶峰终于看向了 忽视已久的直播小球 白大哥 你们到哪了 就在网友们纳闷的时候 直播间有了回复 白建安 就在园区外面 叶峰 进来吧 已经解决了 马上到 网友们不知道 叶峰在打什么哑泥 主播在摇人 人在哪 带帮手了 这白大哥是谁啊 难道他也在缅甸 注意看 这个人说 他在园区外 就在大家好奇不已的时候 园区的正门 侧门 还有后门 陆续出现了不少人 他们一组十五个人 动作整齐滑一的 向叶峰的方向靠去 园区工作人员们 攥紧拳头 提防着这些 突然出现的陌生人 看着不断逼近的人 许总就知道 今天是灾了 他们的动作 眼神一看 就是接受过训练的 虽然他们身着便衣 但许总一眼就看出 他们是 警察 果然是有预谋来的人 不一会儿 除开白健安以外的 三十五名警察 全部到位 叶峰 好小子 白健安上前 拍了拍叶峰的肩膀 白大哥好 久闻不如见面 叶峰这才看清了 白健安的脸 他看着五十岁左右 国字脸 有着一双 让人不寒而栗的眼睛 为人看起来很周正 严肃 这个人 还是方圆警察 介绍给他的 得知叶峰要来缅甸救人 方圆那是一百个不愿意 可奈何叶峰 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又再三保证 能安然无恙地回来 方圆不得已的情况下 请示了上级 随后 叶峰和方圆 与其领导视频通话 与李俱争 才得到这次行动的机会 而且不能明视于人 只能暗箱操作 这不就把奋斗在一线的 白健安队长 介绍给了叶峰 他们也是在赌叶峰的 真正实力 两人含宣长 叶峰转手 将许总丢给了其他警察 这家伙一身尿骚气 着实有些难闻 知道 我先派人去检查车 不做好万全的准备 他们不敢贸然 带着这么多人回国 好 接下来白大哥安排吧 叶峰伸开手臂 打了个哈欠 白健安自知 叶峰这是想休息 看他一副困意满满的模样 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无奈回道 好 辛苦你了 白大哥 叶峰立马转换一副模样 双眼亮晶晶地看着他 随后走到一边 你 白健安无奈地摇摇头 审问完许总 他们得知 所有车钥匙在门卫处 拿到钥匙 白健安看着手下正色道 你们去检查车 确保万无一失 他始终坚信 小心使得万年传 是 接到指令 几名警察迅速离开 直奔园区后院 有了叶峰化的地图 整个KK 园区在他们眼里 没有秘密 说起这份地图 叶峰不得不要提一下 这是鬼兄弟们 四处摸索提供出来的 当然全面 大约十分钟后 一名警察跑了回来 车辆已经检查完毕 没有问题 好 白健安一拍手 随后看向叶峰 后者点点头 白健安就对着楼上 喊了一声 大家都下来吧 早早围在窗子边的众人 立马欢呼起来 哈哈 有人来接我们了 终于可以回家了 快走快走 快下楼 他们没想着一天来的这块 纷纷往楼下跑 不一会儿 楼下就站满了人 直播间也被楼层上的场面 给感染到 评论区哭声一片 让主播挑战上 免电就两个人 结果他想全救 这也太振奋人心了吧 妈的 眼泪 都给我看出来了 太特么感染了 估计这些人 也没想到 居然会有人去救他们 都到这一步了 就不回来逗不现实 我看到了我的哥哥 还有我妹妹 我朋友居然也在这里面 他们都是怎么去的 随着白健安一声呼唤楼道 开始不断吓人 不少人争先恐吼地往出跑 他们看到叶峰和白健安时 激动地都说不出话 哆哆嗦嗦地问道 你们要带我们回家 所有人眼神一致地盯着叶峰一行人 他们眼神中的渴望 快要呼吁而出 白健安看了一眼叶峰 后者耸耸间没有说话 他只好开口道 对我们来接你们了 众人 只一秒 眼泪就湿润了所有人的眼眶 他们脸上满是难以置信 太感谢你们了 你们是好人 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众人哽咽道 白健安连连摆手 笑道 感谢什么 你们要谢 就谢这个小兄弟 他手指伸叶峰的方向 眼神似乎在说 你可别想逃 众人齐刷刷地看向叶峰 莫名被cue的叶峰还没反应过来 尴尬地笑了笑 别在意都是应该的 看着他们眼神中的感激之意 叶峰有点受宠若惊 谢谢你 谢谢你 嗨嗨 叶峰咳了两声 查开话题 现在不是聊这个的时候 你们先走 白健安也点点头 对 先送你们离开 这其中的变数太多 还是早走为妙 众人点头服从安排 跟着几个警察往园区后面走去 看到路边站着的工作人员时 他们恨得牙痒痒 却又不敢耽误 只能跟上 几个警察有秩序地张罗着安顿他们 鬼混们负责将园区的人看紧 以防他们抖乱 楼道里一直往处走人 慢慢地走出了一些浑身带伤 身体残缺的人 他们男女老少都有 一些行动不便的 还被同伴搀扶着走过来 直到看见这一幕 所有人都泪沫 我的天 他们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伤 你们看到女生还穿着主播的衣服 她的腿竟然全是瘀青 他们不会遭遇了 草 这群人渣 我终于知道 刚才没有看到房间里的画面 原来是这样 主播好贴心 竟然保护了他们的隐私 那些浑身湿透的人 是不是就是传说中被关了水牢的 我一直以为这是骗人的 结果他们竟然真的这么残忍 真他妈该死 杀了他们 都是便宜他们 这双腿残缺的以后可怎么办呀 好好的一个人 变成这副鬼样子 人不人鬼不鬼的 他们的家人看到的有多难受啊 这样的场面 无不是震撼的 这是大家第一次接触 这么庞大的场面 另一边 远在华夏的不少家庭 均驻守在夜风的直播间 不为别的 就因为他们看见了自己孩子的身影 原来他们身处缅甸 难怪一直联系不到 儿啊 你的脚怎么没了 这群天杀的畜首 我好端端的孩子 让你造成这样 你们这是要了我的命啊 呜呜 他该怎么办 他还没娶到媳妇 居然就残废了 这群天杀的畜首 孩子等我 我来接你了 一时间 全国各地的受难者家属 纷纷购买了 前往云城最快的一班飞机 或是火车 他们只想快点见到自己的孩子 这些孩子落在缅甸 成为了那群畜生眼中 可有可无的物件 但那是他们细心呵护了 一辈子的心肝宝贝 谁动谁死 叶峰不知道自己的直播内容已经引起全国轰动 从八点过后连续上了几个热搜 警号叶峰对着KK 园区老总 请号报 警号直播挑战第一人 叶峰单枪匹马上缅甸 警号 警号叶峰生情诈骗集团老总 警号 警号叶峰说 放了所有人 警号 警号 一个接一个的热搜 让所有人目不暇见 他们脑海里 只出现了一个问题 叶峰是谁 他去缅甸救人 无数的媒体争相报道 叶峰的直播内容被剪辑发到了网上 经过一系列的了解 众人通通猛了 这家伙这么厉害 居然敢去缅甸 还勤出了诈骗集团老总 确定没有夸大其词 当真 有人敢去缅甸救人 我看看我看看 是哪个勇士这么勇敢 叶峰真是挑战界的天花板 就这实力 谁敢学 谁学谁死 网络上的事情 叶峰不知道 也没工夫知道 这会儿 他们正忙着轻点人数 他们将伤情比较严重的人 安置在商务车里 其他人则坐在大巴车上 从这里到云城 最快也得要一个多小时 确定没有漏下的 叶峰看着身旁的铃声问道 铃声摇摇头 说 所有人都到齐了 包括水牢里的 地下室也全部看了 没有 叶峰拍了拍铃声的肩膀 辛苦你们了 白剑安在叶峰左侧站着 知道他在何鬼对话 不免有些好奇 不过他也没问 叶峰看着他说 所有人都在这里 你们先带他们回去 我断后 白剑安担忧地看着叶峰 要不我跟着你一起 算了 想必你也看到了 有他们 再我不会有事 叶峰摇摇头 这个 没等他说完 叶峰又道 就这样 你们先走 我还有点事 随后又补充道 你们不用担心我 好 白剑安也没纠结 反正叶峰有这群鬼鬼们 他还操心啥 他要是留下 指不定还会成为累赘 白剑安转身看向手下 安顿妥了 几名警察郑重地点点头 是 就等着出发了 好 白剑安大手一挥 朗声道 出发 后面的在车上的警察 已经将车开了出来 一辆接着一辆地 路过叶峰他们面前 看着呼啸而过的车辆 徐总心里在滴血 这可是 他耗尽了一生的心血 这些人岂是几个亿能解决的事 他双眼充血 却又敢怒不敢言 只恨叶峰这个杀神 还有那死光头 他不知道哪里找来的杀神 竟然将他的老巢一锅端了 这以后 要是放在业界 都是奇耻大辱 他恨啊 油腻男和刀疤男 就这样死在他眼前 他们的惨状 他不敢想 徐总也怕自己 像像他们一样 园区里其实还有一些 华夏国的人 他们也被白剑安叫手下带走 他们可不是被骗来的 而是到这边投靠徐总 然后专门坑骗自己人 白剑安不可能放过他们 自然让人将他们也带走 这么多人都放了 徐总自是没说话 也不敢有怨言 只求这群杀神快点走 待最后一辆车消失在大门外 叶峰拽着徐总也上了一辆小车 将其绑在副驾驶上后 他道 麻烦你再跟我走一趟 徐总 你看 我有拒绝的权利吗 只见他双眼一臂 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突然放松下来 肩上的枪伤也逐渐明显 整个人透着一股惨白 叶峰没管他这么想 系上安全带 一脚油门弹射出去 留下一众人在风中凌乱 足足几分钟后 他们才反应过来 徐总就这样走了 神他妈的走了 被绑架了 还不快追上去 赶紧的 一群人飞快地驱车追赶 叶峰他们是不敢得罪 但老板还是要救回来的 叶峰带着徐总 跟随在最后一辆车后面 一路上 他不断关注 四周有没有人暗中使唤 他自己倒无所谓 可前面的那两百多人 可不能和他相比 那些人开枪打他 他却为伤分毫 是因为系统完成任务别的奖励 反伤刺甲 百分百反弹对方的攻击 他自然是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叶峰不知道网友们 看到作何感想 反正他可以甩锅 甩到鬼身上 也不是不可以 坐在车上的人 都有些不敢相信 看着越来越远的园区 他们才知道自己 真的可以回家 又可以回到那个安全 又祥和的国家 大家揣着激动的心前行 这次真的多亏了那个小哥 要不是他单枪匹马 解决这么多人 咱们也不可能被救出来 这有话不对 刚说完 就有人开口矫正 还有一群咱们看不见的鬼 他们也是 救了我们的一份子 对对对 要不是他们 咱们怎么可能出来 鬼 所以那刀能飞起来 不是障眼法 而是被鬼拿起来了 我没听错 鬼 不知道真相的人 一脸疑惑 一个男子站了起来 大声说 可不是吗 你们是没看见 徐老狗他那群狗腿子的惨样 我可是亲眼见到的 都是鬼兄弟保护了咱们 话锋一转 他又道 当然 那个小哥也有很大的功劳 要不是他 或许这群鬼兄弟 都不会出来 听完他说的话 车上飘着的不少鬼 赞同的点点头 就是 要不是有风哥 咱们只怕不能报仇 只要一想到 我亲手手认了仇人 死我也算明目了 对对对 是这个礼 想不到他们竟然 还会感谢我们 可惜我们已经死了 不然我真的要拉着他们 聊聊这一天以来 我们的奇遇 圣哥说 咱们的时间不多 回去后赶紧看看家人 争取好转世投胎 嗯嗯 直播间的网友们 同样很激动 时事观看 已经突破了一个亿 咱们国家 一共有14亿多人 这数据 相当于每14个人中 就有一个人 在看叶峰的直播 哈哈 这一天 真是赚足了我的眼泪 看到他们 离咱们国土越来越近 我都忍不住流泪 希望时间过得再快点 回家就好 回家就好 以后只要好好改正 又是一个好公民 好感慨啊 远在异国他乡受罪 突然有人降临 解救了所有人 这不就是 现实版的救世英雄是什么 主播的格局 我真是大写的佩服 是啊 无被楷模 足足一个多小时 直播间都沉浸在 欢快的气氛中 不少奔走机场 和车站的人手里 都拿着手机 目不转睛地盯着 生怕错过了什么 很快 人群中就有人惊呼 啊 我看到咱们国家的国门了 回来了真的回来了 大家高兴欢呼着 连同作为司机的警察们 都一脸笑意 这次任务比想象中要简单 多亏了夜风 远处的景物 再一点一点地放大 众人对家乡的思念 也如潮水一般 倾泻而出 我想吃我妈做的淡淡面了 几年没吃到 我还以为这辈子都回不来了 我也是 我妈做的葱花饼超级棒 馋我妈做的包子了 你们呀都把我说馋了 看我口水都流了一滴 哈哈 哈哈 每辆车都洋溢着欢声笑语 当看到边防时 众人正惊威作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他们竟然看到 门楼底下站着一大群人 正卖力地挥舞着手中 红色小旗 众人一正 都是来接他们的吗 下一秒 他们的想法就被证实 当车驶入边界线 那些人纷纷呐喊 欢迎回家 家人们 你们受苦了 我们永远是你们的后盾 这些人都是看了夜风的直播 自发上这里等待的热心市民 众人顿时热泪盈眶 他们甚至不敢看这些热心的市民 一股羞愧感从所有人的心底升起 他们为了小力被骗去缅甸 最后还要国家解救 竟然还有人来接他们 这让他们情何以堪 一辆又一辆车 缓缓驶入滑下边界 直播间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太感动了 我离得太远了 不然真的要去接接他们 嗯嗯 这场面太震撼 没当面看真的要遗憾终身 这些热心市民太有爱了吧 红色小旗 安全感爆旁 这次事件一定会被记入史册 必须把他们写入课本 然后让孩子们仔细阅读 防范骗子真的要从小抓起 楼上 我赞成你的想法 教育真的很有必要 就在大家还在为被骗人员 回到祖国欢呼时 意外发生了 只见四五辆车 以飞快的速度 开到夜风所在的车前 挡住了他的去路 夜风猛的刹车 身形因为惯性往前倾 带回过神 看着这些车 夜风眉头一皱 他就知道 这些人不会善罢甘休 虽然他手上有许总为要挟 可要是缅甸领导出面的话 就算他有系统在手 也难挡这么多人 这已经涉及到了两国关系 突如其来的车辆 让所有人不知所措 他们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边防的士兵们 很快反应了过来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立即将人群疏散 大家虽然好奇 但还是听从安排 待离开了一定距离后 夜风周围的几辆车 陆陆续续地走下十几个人 他们站到夜风车面前 出示一个证件 带头的人 抄着一口流利的滑下雨 你好 我是缅甸警察 鉴于你绑架了我国重要人员 又杀害了我国众多人 我们需要你接受调查 他们的手都搭在腰间 眼神冰冷地看着夜风 看到其身边上 有一丝气息的徐总 他们松了一口气 接到上级的命令 徐总得带回 连同眼前这个男人也是 徐和泰是上面要保护的人 他们必须完成任务 坐在副驾驶的徐和泰 内心很高兴 但面上可不敢表现出来 一直装睡 这样的结局 对于他来说再好不过 要我接受调查 为什么 夜风笑了 眼神却没有一丝笑意 直至眼底 我被你们的人骗到缅甸 难道还不能反抗 我这属于正当防卫 夜风靠在车窗看着他们 请你配合调查 不然我们会采取强制措施 这个缅甸警察 就没有再听夜风的话 哦 你们想将我带回缅甸 缅甸点点头 可以这样理解 那夜风收起嘴角 诞生道 我若说不呢 缅甸没想到 自己都已经出事了证件 这家伙 竟然还是不肯接受调查 他侧眼打量了一下 边防抱着枪的士兵 心里斟酌着什么 网友们却因为他们的到来 感觉到了不安 我就说 这举动有点高调了 上人家地盘撒野 杀了这么多人 人家怎么可能不追究 这可难办了 但凡处理不好 就要引起国战 主播怎么办 他已经走到家门口 却不能进 草泥马 你们特么的要不要脸 我们国家被你们骗了这么多人 都没找你们的查 你们竟然敢怪问 真当我华夏没有血性 难怪手下敢这样做 一定是他们 上面的人就不作为 那些人是死在鬼鬼手上 和主播有何关系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所有人都对他们不耻的行为 感到愤怒不已 只恨自己没有本事 你杀了我过这么多人 你觉得你能安全越过这条线 缅警铭视着夜风 又道 你要是识项点 就跟我们走 不然 就算是你们国家 也保不了你 说完 这几名缅警 已经开始扒拉夜风的车门 谁说他没有人保 谁 谁在说话 这声音 难道还有人出来就主播吗 开开使然起来了吗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也太热血了吧 这种紧张的场面 突然有人说出这么一句话 简直不要震撼 汉毛都立起来了 到底是谁在说话 几乎同一时间 在场的观众 直播间的网友 连同夜风 都惊讶地看向发声源 会是谁呢 听到有人打断自己 缅警的眉头皱得跟山丘一样 有人想保眼前这小子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不长眼的 敢大放厥词 门楼底下 正气势如红地 走出来一群人 待看清为首两人的面目后 所有人都惊掉下巴 看到来人 缅警的脸色刷一下变了 眉心紧促到 可以夹死苍蝇 他回头看向夜风 心里有些焦躁不安 这人竟还有这样的背景 不光他这样想 就连直播间的网友们也炸锅了 弹幕如潮水倾泻而出 卧槽卧槽卧槽 我没看错吧 赵国强和谭克 醉酱嘴顿外焦 关家副总 警戒 这阵仗 我浑身的血液都燃起来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这出场也太帅了吧 你们知道 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嘴角上羊是什么感觉吗 这场面太酷了 我靠 麦外夫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 他俩的出现让全网都大惊失色 眼睛瞪得跟同龄似的 他们口中的两人 正是华夏国的有名的外交 关和副总警 尖 赵国强 战狼外交 关 拥有犀利四刀的眼神 让各国闻风丧胆 靠着硬核不退让的语言 圈了一大波粉丝 谭克 副总警 兼名副其实的领导 一双鹰眼 即可攻破别人的防线 让犯人乖乖就犯 对于他网友们都认识 谭克曾在叶峰的直播间出现过 短短一分钟 两人就带着一众士兵 来到叶峰车前 棉井下意识往后退了几步 没人拦着车 叶峰也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谭克会来 方远的领导自然是谭克 叶峰那时通话的对象 也是谭克 叶峰对他们的到来很是惊讶 和棉井点头示意后 谭克一脸欣赏地看着叶峰 何须道 小伙子 又见面了 谭井 仙 你们怎么来了 看到谭克没有怪诀的眼神 叶峰心一定 眼里满是藏不住的笑意 这么大的事 能不来 他嘟了一眼 站在旁边 恨不得把牙咬碎的棉井 无奈道 嘿嘿 叶峰挠挠头 不好意思道 一个不小心就过头了点 这件事本来是要秘密进行的 但来到缅甸看到那些人后 他觉得悄悄就走人 本就不现实 或许还会适得其反 让其伤害同胞 再加上阿飘兄弟们的出现 叶峰不得不改变了策略 故二 高调了一些 但效果显著 所有人都就回来了 你呀 谭克摇摇头 眼神里却满是对叶峰的欣赏之意 两人本就打过照面 这次见面也比较熟练 赵国强在一旁看着两人 作为只能在嘴上找便宜的他 很是羡慕叶峰他们 有这样的能力 同样是为国家奋斗的 都值得敬佩 来来来 给你借介绍个人 谭克没望正式 拉过赵国强说 这个是咱们的外交 官 赵国强 赵领事 外交官 叶峰周身一正 立马伸出手 赵领事 你好 赵国强同样伸出手 展开笑颜 久闻大名 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 不敢当不敢当 叶峰连连摆手 他难以想象 自己竟然能见到了指挥处在电视上人 这些外交 官才是真正牛逼的人物 叶峰内心极其 敬佩他们 谁还没有一个爱国之心呢 两人身后 还跟着几个腰间别枪的士兵 不远处的观众们 好奇地伸长脖子 他们是谁啊 叶峰不会有事吧 怎么可能 人群中有人指着叶峰面前的人 骄傲地说 有他们在 就能保住叶峰 很快 大家就从网上搜到两人的信息 一番震惊后 心里的大石头也落了下来 就是就是 不要太过担心 这件事闹得这么大 国家肯定得出手馆 嗯嗯 希望如此吧 缅甸死了这么多人 总该要有个说法 希望国家不要埋没了英雄 咱们能做的 就是相信国家 不光他们在担忧 就连刚从车上下来的人 和阿飘们 都担心地看着叶峰 生怕他有个好歹 不少负伤的人 都拒绝了医护人员的照料 皱着眉头守在旁边 仍由工作人员 怎么劝都没有用 见不到叶峰安全返回家门 他们是坚决不会离开的 林声更是第一时间 来到叶峰的身边 怒视那群棉警 只要他们敢对叶峰不利 他必然当场拧断 他们的脖子 说到做到 其他鬼魂意识这个想法 纷纷做出了进攻的架势 看到这么多人 挡在自己面前 叶峰心里暖洋洋的 嘴角忍不住上扬 既然二位到了 咱们就来聊聊正事 棉警开口道 他板着一张脸 恨不得用眼神刺穿叶峰 听到声音 两人转身面对他 谭科和赵国强 往前迈了一步 挡在叶峰面前 下意识的动作 已经向棉警透露他们的决心 你说 赵国强抬手 做出了标志性的动作 请 你们身后这个人 绑架了我们的人 还残忍杀害了我国几十名免民 这件事 你们作何解释 他指着叶峰坚决道 他 我们必须带走 还有 这件事 你们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棉警这番强硬的说辞 瞬间引起直播间喧哗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倒打一耙 你自己听听合理吗 不光想要带走主播 还要咱们国家里解释 还是你的脑子有问题 草了 这特么小刀划屁股 开了眼 真是奇葩他妈给奇葩开门 奇葩到家了 所有人气愤地敲击着键盘 恨不得喷死这群 不知天高地厚的棉警 见过在老虎头上动土的 没见过还要撒尿的 真到我华下没有人了 好和平不代表没有实力 果然 他话语刚落 赵国强和唐科都皱紧了眉头 人你们不能带走 赵国强用他那犀利的眼神 盯着棉警 自证枪圆道 若是要追究 那么他们 你们又如何给我们解释 他手指向门楼后面 刚被救出来的那群人 眉警没想到 他竟然一口回绝 侧脸一看 那些满是伤痕的人 正仇视地看着他们 对于这些人 他也知道 都是被骗来他们国家 然后被迫做着骗人的勾当 有的还被分割贩卖 这些年 华下国死在他们手上的人 数不胜数 只是这些都是背地里的勾当 从来没有端到明面上谈过 外交 观一句话 就让他语算 短短几分钟 他的脸上就转换了几个表情 网友们纷纷为赵国强鼓掌 哈哈 太特么的解气了 赵国强这波营妈了 这样才对吗 要我们给你说法 我们还想要你们给说法 这么多人被救出来 他们就是想掩饰 也掩饰不了 他们或许没有想到 赵国强会把这件事 搬到明面来谈 脸都绿了 爽啊 哈哈 让你嚣张 我们也是有人的 醉酱嘴顿可不是白叫的 你见过多少人能面不改色地逃过赵国强的嘴 叶峰也没想到这个外交 观这么硬核 直接拒绝对方的要求不说 还反向问责慎 高 实在是高 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 极有可能引起国战 华夏现在的处境也不是很好 内忧外患都有 近些年 华夏发展得太快 不少人都开始惦记这块肥肉 空气呆滞了许久 双方视线交织 没有说话都能感觉到剑拔弩张 他们已经在眼神中交战了几百个会合 赵国强向来就不拒 他眯着眼盯着对面的棉井 一番紧张的对峙下 棉井败下阵来 内心不断思考着什么 终于 他开口道 我必须带走 他杀了人 必然逃脱不了缅甸法律的制裁 你们就算想阻止 也没有用 是吗 这时 唐科也站了出来 同为警察 他自然知道 法律意味着什么 叶峰并没有杀害你们任何一个人 你们莫要诬陷他 反正所有人都看见是阿飘动的手 他叶峰的确没有伤人 这么可能 棉井也怒了 他拔高音量 问 那园区死的人 做何解释 这个就要 问问你们自己人都干了什么好事 做坏事遭报应 可是很正常的 这你就要问鬼了 赵国强难得勾起嘴角 他的这番话 立马引得网友们哄堂大笑 哈哈哈哈 外交 关你别太离谱 这话 从你这么正经的嘴里说出来 实在太有了具味了 原来 你是这样的外交 关 爱了爱了 问鬼可还行 这么严肃的场面 结果给我笑妈了 哈哈哈哈 问鬼 听到这句话 棉井一愣 带反应过来后 他扭曲着一张脸 咬着牙吐出几个字 你们耍我 鬼 这世界上 怎么可能有鬼 国家的尊严 让他感觉受了歧视大辱 这时 许久没有说话的叶峰开口道 你可以问你们自己人啊 话落 叶峰绕过车头来到副驾驶 一把将许总薅了下来 带着走了过来 别装死 问你话呢 许总 不要面子的 你至于像提小鸡仔一样提着我 叶峰话音刚落 他才悠悠转醒 一脸好奇地看着众人 他这副模样 让众人笑妈了 棉井看着许总后 双手下意识抬了抬 最后又放下 还回你们 叶峰将许总往前一推 后者虚弱的身体 立马跌跌撞撞地 扑倒棉井的怀里 棉井伸手接住他 却不小心扯到了他的手臂 许总差点没原地升天 你问问他 我可有杀人 叶峰双手还凶 靠在车上 这吊锒铛的样子 差点没把对面的棉井气死 他额头上的青筋直冒 快要破皮而出 你说 许氏没了耐心 他对许总都没了好脸色 许总督了叶峰一眼 回想起刀疤死时的惨状 不由得周身遗产 他连忙点头道 是 他说的没错 是鬼杀了他们 他没杀人 许总真是怕死了 即便已经见到自己人 也没有松懈一份 永远不要低估你的敌人 因为他总会出乎意料地 刷新你的三观 打你个措手不及 文言 赵国强和谭科相识一笑 他们直视棉井 说 你看 你们自己人都这样说 人又不是叶峰杀的 他很无辜 可不就是 休要污蔑人 绵井瞟了眼许总 恨不得咬碎后槽牙 鬼神乱象这种事你也行 你要是被威胁可以告诉我 他眼神里的意思很明显 只要许总说 都是叶峰杀的 他不顾3721 也要把叶峰抓起来 这是事实 许总欲哭无泪 他都这么真诚了 还不信 不信你看 突然 谭科将手机亮出来 上面赫然放着 从叶峰直播间录下的画面 也就是房间里那些人 被杀害的视频 看完这段视频 绵井的CPU感觉又要炸了 他难以置信地看了眼许总 后者一脸无奈 还趴到他耳边说了句什么 紧跟着 绵井盯着许总肩上的枪伤 眼睛都快掉出来 他真希望有人出现给他一巴掌 让他知道 这不是现实 勉强镇定下来后 绵井不甘心 又问 那他挟持许总又做何解释 赵国强压制住内心 想要翻白眼的举动 平静道 你们将他骗到缅甸 难道他不能防身 话音刚落 许总就小鸡卓米的狂点头 脱口出 我是自己跟来的 不关他的事 嗯 所有人都被许总的言语给惊到 叶峰诧异地看着他 想不到这老小子还挺伤到 相比他们的疑惑 绵井差点没喷出一口老血 猪队友 这特么就是猪队友 老子在雨里俱争 你去帮敌人说话 那一枪怎么没一梭子打死你 网友们笑喷了 哈哈 笑死我了 这个徐老狗也太逗了吧 许总 命重要 你是没见他的凶悍 楼上真是眼上了 哈哈 太逗了 这不就是典型的猪队友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对手 笑妈了 绵井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看着徐总 要不是场面不合适 他真想掰开他的脑袋 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见对方说不出话来 赵国强又道 竟然问题都已经说清了 你们是不是应该让开了 他抬了抬手 示意他们让开路 绵井气得脸色发青 刚要反驳反礼 就传来一道声音 几秒过后 绵井往后退了几步 喊道我们走 没等他们上车 赵国强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劳烦转告 今天的事 我们要与你们会谈 绵井身形一僵 随后头也不回地坐上车 一脚油门弹射老远 众人注视着他们 渐行渐远 直至没有身影 现场和网友们 发出了欢呼声 哈哈 大获全胜 咱们赢了 太帅了 赵国强威武 坦科威武 叶峰威武 牛逼 哈哈 太好了 咱们没有失去一兵一卒 就将所有人都就回来了 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这件事终于告一段落 心里的大石头也落下了 国家牛逼 叶峰牛逼 这一天过得太漫长 我都觉得过好好几年似的 好在结局完美 国家出面要保护的人 谁能带得走 不光他们 就连阿飘们也在欢呼雀跃 互相激动呢 这下真的回家了 这一路太难 好在咱们坚持了下来 嗯嗯 虽然咱们死了 但终归是回家了 再次看到咱们的国土 真是太好了 铃声看着他们高兴 他心里却始终高兴不起来 他独自走到一旁眺望 和坦科赵国强 互相恭维了几句后 一侧头叶峰 就发现了气场默默的铃声 在想什么 看着不知何时过来的叶峰 铃声勉强扯出一丝笑 回道 没想什么 那你看起来不太高兴 铃声一正 没想到叶峰竟然会注意到自己的情绪 两久他才吐出几个字 人们常说要落叶归根 可是我们好像做不到了 铃声看着缅甸的方向 眼神复杂 落叶归根 叶峰凝视铃声的眼神暗了暗 随后安慰道 别难过 某种意义上 你们也已经回来了 他拍了拍铃声的肩膀 你不是还想回家看看 铃声狠狠地点了点头 走吧 他们都在等咱们 一回头 铃声就见门楼地下站满人 正挥着红色小旗 赵国强和谭柯 双手附在后面 看向他们这个方向 也是一脸欣慰 谭柯不禁感慨 姥姥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令人震惊 听到他这么说 赵国强一脸质疑 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你现在不是正直壮年 只是感慨一下 逗你的 我还觉得我年轻 还可以为国家再奋斗一辈子 但叶峰来到门楼底下时 所有人再一次欢呼 欢迎英雄回归 叶峰你也太棒了 阿嫖兄弟们也是 你们都是大英雄 叶峰 铃声 还有一众鬼走在人群中 充分地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 四周的鲜花 尽数往他们身上扔 大家脸上挂满了喜悦 被救回来的人 不顾医护人员的包扎 争抢着上前 现场数不清的人 放眼望去黑压压的一片 峰哥 今天多谢你出手 还有鬼兄弟们 虽然我们未曾谋面 但你们的举动 我们会铭记于心 你们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足足耗了半个小时 叶峰才得以脱身 完成任务 他迫切地关掉直播 住地办公室 叶峰摊坐在沙发上 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这就把你累趴了 坦克笑着道 见你出手制服他们的时候 怎么没有这么累 这还用说 那群畜生干就完了 市民能和他们相比 他们打不得骂不得的 我也无奈 再说了 叶峰坐直身子 吐槽道 刚才不知道是谁 竟然还摸我的屁股 母胎单身以来 他啥时候 受过这份委屈 这 坦克和赵国强对视一眼 扑斥笑出声来 哈哈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 所以感觉不得尽 两人无奈地摇头 闲聊了一阵 叶峰突然想起一个事 他开口道 坦监警 我有个不情之情 想要你帮忙 坦克点头 你说 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事 没问题 坦克大手一挥允了 谢谢 叶峰激动道 你的事说完了 这会到我们了 坦克盯着叶峰 说 上面要见你 给你休整 一会儿就跟我们走吧 谁要见他 能让副总警 兼称户上面的人 一定不简单 指不定还是个大人物 这次我们也是接到指令过来 第一次做飞行战斗机 我们真有点吃不消 飞行战斗机 叶峰不解 哈哈 是这样的 赵国强解释道 看到你挟持许总后 我们两个被立即传唤 从京都到云城 三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愣是被压缩到了一个小时 坦克复合道 还好赶上了 叶峰 他一直以为他们就在云城 原来他们竟然从京都飞过来 就是为了保他 这可谁不激动 头一次被国家重视 叶峰还有点受宠若惊 所以 你们也是刚到这里 他不确定的 又问了一句 嗯 如果你所见 正好在你被免警拦住的时候到的 这个旧场帅不帅 许是面对叶峰这个年轻人 他们不禁放松下来 都开始开起玩笑了 帅 实在太帅了 叶峰嘴一脸 对着他们竖起大拇指 哈哈 但是我现在还不能跟你们回去 为什么 坦克疑惑 问 你有事 叶峰开口道 我想完成鬼兄弟们的心愿 带他们回家 人死总要落叶归根 两人一脸惊讶 你是想 将他们的尸体带回来 两人一口同声地说道 对 叶峰点点头 两人均被他这番言语震惊道 怎么也没想到 叶峰会这样说 他都已经出了狼窝 还想回去 你有这个想法我理解 但行动起来太难 谭科道 赵国强 这个想法太危险 一个不注意 你会再次陷入僵局 可咱们也不能含了兄弟们的心 这次他们的功劳最大 要不是他们 咱们也不可能安然无恙 叶峰再次强调 若是能带回他们的尸体 也算告慰他们 死也安心了 这两人对视眼 几分钟后 他们叹了一口气 谭科摆手 哎 真是拿你没办法 赵国强没说话 他看向叶峰的眼神 更多的是欣赏 叶峰这么年轻 竟然考虑得这么全 的确不容易 听到他们松口 叶峰拍了一下大腿 开口道 谢谢 兄弟们会感谢你们的 说完 不等答复 叶峰就迫不及待离开房间 去告诉铃声他们 这个好消息 两人盯着敞开的大门 纷纷摇头 赵国强 这小子脑瓜里都装了啥 怎么想一出是一出的 谭科 哈哈 有朝气好啊 敢想 是个好苗子 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这边 叶峰已经将要带回尸体的想法 告诉了鬼魂们 瞅他们一个个激动的 风哥说的是真的 我们没有听错吧 哈哈 他们高兴得找不到呗 只有铃声目不转睛地看着叶峰 幽深的眼睛微微湿润 叶峰懂他 他只不过说了句 想要落叶归根 结果叶峰就与领导们一礼俱争 刚听到这话 说不敢动 那是假的 他都后悔没有早点认识叶峰 这样的朋友一生难寻 这次行动在晚上进行 我先去休息休息 天一黑咱们就出发 叶峰到 众鬼魂到 是 晚上八点 天色已经暗沉下来 众鬼迫不及待地等在门口 叶峰也刚好从房间里走出来 出发 走了 一人众鬼 浩浩荡荡地出发 他们绕过门楼 去了比较远的地方 翻越铁栅栏 直奔缅甸 期间一只小鸟落在叶峰身上 只见叶峰与他说了什么 小鸟就小鸡啄米似的点头 随后展翅飞走 大家对这一幕都很好奇 开口问道 峰哥 那小鸟还挺有灵性 还会点头 是啊 感觉能听懂话似的 叶峰微微一笑 嗯 有了他们在前面带路 他们带路 他们一脸诧异 叶峰解释道 会点兽语 他们很乐意帮忙的 许是听到叶峰的话 天空中飞翔的小鸟 叽叽喳喳地叫着 仿佛在回应 下一秒 叶峰就感受到 很强烈且崇拜的目光 侧头他就看见 一众鬼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转念一想 他们释然了 叶峰的确不是凡人 这阵仗又是大晚上的 叶峰有点慌 连忙转移话题 是不是快到了 快了快了 再往前走几分钟就到了 他们的身体 都被埋在了不同的地方 有的在乱葬岗 有的在平地 有的甚至凑不起 一晚上想要将他们的尸体 全部找出来 还真是有点难办 鬼混们一共有四十多个 加上铃声四十六个 这样 咱们分散开 各找各的 如何 叶峰建议道 这么多尸体 一个一个找 着实有些费劲 众鬼相识一眼后 赞同的点点头 好 这样效率最快 就这么决定了 一会儿在这集合 叶峰拍了拍手 大家纷纷奔往 不同的地方去 不到五分钟 所有鬼都离开 正当铃声要离开时 叶峰叫住了他 怎么了 铃声问道 叶峰咧嘴笑 我和你一起去 好 两人一路前行 又回到了KK 园区附近 铃声指着园区后面的某棵树 就在那儿 叶峰一眼看过去 只看见一片平地 谁也没想到 树下竟然埋着一具尸体 铃声深吸一口气 缓缓来到树下 徒手就开始跑土 叶峰也在他身边蹲下 从背包拿出两把小小的铲子 重复着挖掘的动作 终于在挖了十分钟后 铃声的尸体暴露出来了 腐烂的味道 差点没人叶峰当场呕出来 总感觉腹部直犯酸水 他强忍着 没有表现出来 用这个 叶峰又从背包里 拿出一个专门装尸体的袋子 递给铃声 谢谢 铃声接过小心翼翼地 将自己的尸体 从土里搬出来 然后放进了袋子里 拉链拉上的那一刻 铃声终于感觉能呼吸了 回去吧 铃声扛起自己的身体 跟在叶峰的身后 当看到KK 园区时 叶峰眉眼微锤 心里问道 系统 有火吗 焦不灭的那种 系统 你想干啥 叶峰 烧他 系统 十万人气质 可兑换明火 明火水焦不灭 燃烧时长三天三夜 且只焚烧物 叶峰眼前一亮 这个好 兑换 正在兑换 兑换完成 下一秒 一团指尖大小 冒着悠悠蓝光的火苗 出现在他手心里 叶峰盯着明火看了一会儿 随后往KK 园区一丢 慢慢的 整个园区就燃烧了起来 铃声目睹叶峰的所作所为 看到后者想要火烧园区后 心里别提有多痛快 干完 两人就跑路 一人一袋子就这样奔跑在路上 要是有人看见 指定会被吓死 一个小时后 叶峰两人抵达约定地点 此刻 几乎所有人都回到了这里 叶峰和铃声是最后到的 你们怎么这么慢 比铃声埋得远的都回来了 结果铃声是最后回来的 办了点事 就耽误了 叶峰打着哈哈 又说 既然都到齐了就回吧 谈警 今天还等着咱们呢 好 大家没再纠结这个问题 立马扛着自己的身体往回反 叶峰这才注意到 大家带回来的身体 基本上都腐烂变形 有点甚至 只有一堆白骨 但大家脸上并没有愁容 反而异常的开心 因为他们要回家了 边防 还没到吗 会不会出什么事 应该不会 可这已经过去七八个小时 再过一会 就要天亮了 他们还赶到回来 先别急 我再看看 漆黑的夜里 十几个身着制服的人 正躲在一处大石头后面 为首的一人 正拿着望远镜 跳望远方 他们身后 停着几辆病仪车 透过望远镜 男子并未发现 远处有任何异常 连个鬼影子 都看不见 怎么样 叶峰回来没 这时 他们身后走来一人 谭警 尖 您来了 众人站直 标准地行了个礼 望远镜小哥就回道 还没看见人 谭科 醋眉 都这个时候还不回来 望远镜给我 是 小哥将望远镜双手奉上 谭科接过 就放在眼睛处 仔细地盯着着缅甸的方向 十分钟过去 就在谭科 要放下望远镜的时候 远处有了动静 来了 他喃喃了一声 所有人立即伸长脖子 往处眺望 不一会儿 他们就见到极为壮观的一幕 不远处 无数具尸体正漂浮在空中 往这边奔来 叶峰则远远地跟在后面 望见叶峰安然无恙 谭科松了一口气 心里感慨 要是叶峰有一点闪失 他只怕是经不住上面那位的问责 不多时 阿飘们就带着自己的尸体 来到谭科他们身边 纵使 大家都已经接受了这震撼的一幕 但近距离观看 他们都有些不适应 这些尸体有的是白骨 有的已经是巨人观的形式 见惯了 尸体的人都一点扛不住 还有这味道 已经不能用臭气熏天来形容 这就好比你置身 处在一个极其封闭的环境 四周的恶臭 在无时无刻地墙壁你的嗅觉 有那么一瞬间 大家都觉得自己的鼻子失灵了 谭科一挥手 他身后的男子 就去后面的车上 拿下十几个防毒面具 分别发给了谭科 叶峰以及其他人 戴上防毒面具 叶峰这才敢开口 都回来了 一共四十六个兄弟 听完这话 包括谭科在内的十几名工作人员 都感到无比的震感 他真的做到了 回来就好 谭科汉手道 你们都是英雄 你们的身体 我们会好好安顿 虽然他看不见这群拉飘 但该有的礼数 他是知道的 谢谢您 谢谢 铃声和兄弟 对着谭科鞠了一躬 即便看不到 谭科也能从突然波动起来的空气 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谭警 兼 叶峰提醒道 他们在感谢你 应该的 接下来十几个工作人员和阿飘们 配合将尸体放置在专用的袋子里 然后装车 十几辆殡仪车 浩浩荡荡地开回基地 与此同时 碾电 刚动完手术 徐总正躺在高级病房里 因为自己的基业毁于一旦 他辗转反侧 着实难免 尿意上涌 他不得不撑起身子下床 一道细小的声音 就传进他的耳朵 KK 园区被烧了 怎么可能 轰隆一声 徐总感觉自己的天都要塌下来了 刚搭上门巴的手 慢慢滑落 他的脑海里 只浮现几个字 园区被烧了 烧了 外面的声音还在继续 我还能骗你 你看 这是我兄弟给我发的现场视频 听说这伙狠邪门 这么交也交不灭 上面已经派遣了各处的消防去救火 我草 怎么就突然烧起来了 我打知道 不过他们都说是这个园区冤魂太多 所以触发了鬼火 说来也邪门 园区里面的人刚被揪走 后面就被烧了 我就说 没等他说完话 身后的门骤然打开 两个保镖身形一僵 机械般转头 徐徐徐总 你 醒了 没等两人反应 其中一个保镖手上一空 低头一看 手机已经被徐总抢去 徐总目不转睛地盯着上面的画面 园区整栋楼 充斥着熊熊烈火 几乎没有溢出地方幸免 喊叫声不断响起 都在争论 这个火焦不灭 徐总都见里面换了一批又一批消防 交完了几辆水车 火事仍然没有减少一分 诡异 着实诡异 看着双手颤抖的徐总 两个保镖下的大气都不敢出 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大半夜的徐总竟然没有睡觉 愣了许久 徐总才魂不守舍地往出走 徐总 你要去哪 怎么玩了 外面不安全 徐总 两人见 劝解没用 只能跟上 边走边拨打电话 徐总内心只想着 这是做梦 园区不可能被烧 只要园区还在 他还可以东山再起 他一定要亲眼见到才行 经过电话那头的一番 劈头该骂 两个保镖战战兢兢地 跟在徐总身后 确保他的人身安全 很快 三人就驾车来到了园区 看着熊熊燃烧的烈火 徐总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下车的 不远处指挥灭火的棉警 看到突然出现了徐总 眉头一皱 大不留心地走了过来 你不好好在医院里待着 过来干什么 没等他说完 哎哎 徐总只觉得头昏脑胀 天旋地转的炫目瞬间涌上来 渐渐地失去了知觉 两个保镖迅速接住了他 连忙给他掐人中 进行心肺复苏 棉警在一旁头大的不行 都这样了 还要出来添乱 待徐总悠悠转醒 发现他又身处医院 嘴上带着呼吸机 身上也挂满了一气的导线 云城 谭科叫来入猎师 帮这群故去的兄弟整理妆容 好让他们体体面面地走 阿飘们再一次热泪盈眶 他们纷纷向叶峰 说明自己的感激之情 叶峰带为转达 都是分内之事 应该的 谭科含笑说道 随后 他又看向叶峰 说 你说的事已经办妥了 他们都在来的路上 多谢 叶峰看向谭科的眼神 充满了感激 谭科摆手 都是小事 随后 他们就看着入猎师 一步一步地将尸体们 杀菌清洗 整理拼接 慢慢地 一具吓人的尸体 在他们手上 变得十分完整 阿飘们各自守在自己的身体前 观看自己被复原 温热的泪水 不断顺着脸颊流下 保证是剧者的体面 这就是入猎师存在的意义吧 下午三点 经过一夜整理 阿飘们的身体 终于整理好了 足足46具 身体整整齐齐地摆放在 一间空旷的房间里 谭科安排手下 将他们装入棺材 还贴心在的棺材旁 写上他们的姓名 铃声站在自己身体面前 心里惆怅不已 叶峰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声说 好了 你们时间不多 想好要给自己父母 留下什么东西吗 他扬起手里的纸盒笔 铃声盯着这些东西 两久才伸手接过来 谢谢 随后叶峰离开 让他自己安静一会儿 他们心中的大仇已报 以鬼魂形式 留在世间的时间 本就不多 还有两个小时 跨出大门 叶峰见谭科和赵国强 在角落里闲聊 瞥见他 两人挥了挥手 示意他过去 叶峰走上前 他们还有多久时间 谭科问道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谭科摸着下巴南南道 足够了 叶峰有些疑惑 赵国强侧身靠近 他眼住嘴说了一句 为了你这个要求 老谭科一整晚都没睡 他们已经登上了专车 想来再有半个小时就过来了 听完这话 叶峰抬头看着谭科 心里有些复杂 这就是为人民着想的人 还有 赵国强迈着关子道 后面还有大惊喜等着你们 你们可要好好谢谢老谭 惊喜 叶峰猛了 完全想不到赵国强话里 说的惊喜是什么 等着看就好 赵国强淡淡一笑 这时 谭科突然问道 你们在聊什么 赵国强和叶峰对视一眼 笑了笑 没什么 谭科则一头雾水 不过很快就被别的事吸引住 一个手下来的他身边 富尔说了几句话 两人就从谭科的眼神中 看出惊世骇俗之意 什么是让他怎么惊讶 叶峰眼神暗了暗 带手下走后 谭科的一双鹰眼 直勾勾地盯着叶峰 笃定地说 是你干的对不对 这家伙干的 干了什么 不是什么是叶峰干的 赵国强听得一头雾水 眼神不断在两人之间转悠 似乎想要看出点什么 你都干了啥 赵国强实在有些好奇 主要是谭科的反应太大 不然他也不会如此好奇 他 谭科一改好面色 吐槽道 KK 圆区被烧了 烧了就烧了 这么惊讶干什么 赵国强后知后觉 才反应过谭科的话 他不确定地又问 KK 圆区 被烧了 谭科赋额点点头 嗯 赵国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张着嘴 眼珠都快蹦出来 你干的 他的音量不断拔高 一脸不可置信 叶峰却一脸淡然 点点头 嗯 是我 周围安静的 好似时间停滞了一样 足足过去五分钟 下一秒 哈哈 哈哈 两声震耳欲聋的笑声响起 叶峰低下等待训斥的头 缓缓抬起 他打量着两人 心里有些诧异 这是不怪他 附近站岗的士兵纷纷好奇他们遇到什么好事 笑声结束 谭科一巴掌拍在叶峰的肩上 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 你小子胆子够大 话锋一转 他又道 不过实在太爽了 赵国强狠狠点头 这个地方毁了咱们国家多少人 烧了好 烧了干净 不过 谭科又皱起眉头 你这么高调 可是会留下把柄的 叶峰神秘一笑 那倒不一定 两人面面相去 最后相视一笑 缅北 缅警坐在电脑前查看监控 连续查看了几个监控 缅警咬得后槽牙滋滋作响 怎么会查不到 这么多监控 怎么会被遮挡 这些鸟都是内来的 他翻看了不下百个监控 可惜始终没找到纵火之人是谁 缅警气得将一旁的文件夹 一把掀在地上 从昨天到现在 他干什么都不顺心 每一步都在意料之外 一旁的警察都正经危坐 生怕这把火放在自己身上 过了一会儿 他拉着脸吩咐道 给我找 未必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是 所有人领命走出办公室 缅警揉了揉眉心 随后摊坐在椅子上 这都是怎么了 园区的火灭不了也就罢了 还找不到纵火人 每次看到关键时刻 天空中都会飞来一只小鸟 挡住摄像头 任由他们怎么看 也看不到罪魁祸首 要是让他抓到 必定碎尸万断 上面的人对这件事极为重视 园区覆灭 可以说已经中断了 他们大部分收入来源 夜风没抓住 园区就失火了 还诡异的焦不灭 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现在倒好 华夏要谈判 想要我方给那些死去的人一个说法 这明显是秋后算账 上面的领导都忙得焦头烂额 棉警恨不得撕碎了夜风 回归视线 云城基地 几辆车缓慢驶路 听到汽车的声音 夜风快速地走出来 刚到门口 就听见一阵悲伤的哭声 只见车上不断网出吓人 一个个掩着面哭着 想来也是知道自己孩子生死的消息 试问哪个作为父母的 能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 想到自己孩子都是被害死的 他们哭得越发伤心 夜风的直播他们都看了 在看到解救出两百多人 却没有看到自己孩子时 一股不安就已经由心底升起 没等安慰自己 他们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说孩子已经死了 一路上过来 他们眼睛都哭肿了 在听到他们就是拯救众人的鬼魂时 他们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却又为自己孩子感到娇 许事听到哭声 不少鬼已经迈出屋子 来到外面 当看到许久未见的家人 鬼鬼们瞬间哭了出来 纷纷喊出声 爸 妈 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时间不多 所以见不到家人 谁曾想 下一秒 家人们就出现在自己面前 众鬼飞奔过去 揽住自己的家人 家人们突然被环抱 他们就知道 是自己孩子过来了 他们哭得更加伤心 眼泪直流 孩子 我知道你在这儿 妈妈来接你回家 妈妈做了你爱吃的东西 都给你带来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看妈妈哭 但是我忍不住 众人看向叶峰 想让叶峰帮忙 让家人能看到他们 可叶峰却摇摇头 示意他也无能为力 一夜明目这个叶子系统 还没有上架 说只有这一个 这么多鬼出现 已经有为常理 相见这种事就别说了 人的欲望最大 指不定哪天就爆发 系统也是为叶峰好 叶峰又何尝不知 众人来到房间 亲眼瞧见一排排的棺材 众人差点没晕过去 他们强忍着悲伤往前走 靠着指示牌 快速找到了自己孩子 儿啊 你死得也太惨了 你还没吃到妈妈做的饭 妈妈没有怨你 都是我们的错 要是我们多关注关注你 你也不可能 所有家长哭成了泪人 他们颤抖的手 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孩子 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现实 这时 一张又一张纸条 飘到众人眼前 大家的哭声戛然而止 他们紧紧地攥着纸条 这些都是孩子 给他们最后的留言 看到这一幕 叶峰选择往出走 没有打扰他们团聚 临到门口 叶峰又往回看了一眼 时间不多 你们可要抓紧 十分钟后 谭科和赵国强 领着一群手下走了过来 他们身后的两名警察 还端着一块盖着红布的牌面 在后面 还有拿着一摞红色证书的人 这是什么 叶峰不禁想到 他从台阶上起来 谭科刚好走上来 他说 走 进去 好 叶峰点点头 刚踏进房间 所有人齐刷刷地看过来 家长们走上前 虽然他们眼睛红肿 但情绪都已经稳定下来 想来是和孩子沟通好了 他们的手里拿着一摊纸 上面都是孩子们 与他们的对话 经过孩子介绍 前来的这几个人 都是他们的恩人 不光救了他们 还将他们的尸体带回来 并找了入恋师 给他们整理妆容 所有人感激地 对着谭科 叶峰方向鞠了一躬 叶峰他们也没拒绝 回了一礼 大家都在 趁这群兄弟还没离开 我们要说一件事 谭科往前站了一步说道 鉴于大家的表现 上面想要给大家一个奖励 说着 两个警察端着牌匾上前 谭科一把拽下 待看清上面的内容后 所有人都瞪大了的双眼 叶峰终于知道 赵国强说的惊喜是什么 牌匾上赫然写着 集体二等功 这块牌匾是特制的 右下角还刻着他们所有人的名字 英雄 林生 邱飞文 杨学林 贺横 刘成 足足四十个人民 众鬼面面相去 脸色挂在难以置信 他们竟然获得了国家给的荣耀 看到牌匾上有自己孩子的名字 众家长再也忍不住泪沫 纷纷感谢国家 这个给你们 谭科话落 身后的警察上前 将手中的红色证书班发给了各个家长 看到这一幕 叶峰颇有感触 他从背包里拿出纸笔 来到角落里 盘膝而坐 赵国强好奇地跟上 只见叶峰握着笔 在纸上不断勾勒画着 很快就有了轮廓 待看清叶峰画的是什么后 赵国强震惊了 他看向叶峰的眼神 变得更加不可思议 叶峰没注意 依旧专注地画着 就在谭科交代完事宜后 叶峰的话也差不多完成 看到画像上的人 赵国强忍不住对着叶峰 竖起了大拇指 叶峰淡淡一笑 起身 拿着附画来到谭科身边 他面对众人 朗声说道 有个东西想送给大家 所有视线齐刷刷地看过来 叶峰将画像翻转 现在倒抽了一口气 这这这这是我们的画像 还有咱们孩子 画得也太好了吧 哦 想不到我们还能和孩子 再有一张合照 鬼鬼们也很震惊 这张画像 竟然容纳下了他们所有人 对叶峰 他们感激涕零 这张照片太震撼 谢谢 他们又对着叶峰鞠了一躬 叶峰淡淡一笑 随后建了个群 将画像的照片发到了群里 先这样 你们留给地址 等我回去 每人给你们画一幅 表起来做个念想 众人泪目 说道 不用不用 有这张照片就够了 我们都会为儿子感到骄傲 看到画像 谭科同样惊讶 他也对着叶峰竖了个大拇指 临到最后 鬼鬼告别家人 来到叶峰身边 每个都说了几句感谢的话 然后消失 铃声最后过来 他看着叶峰眼角湿润 哽咽道 希望下辈子 咱们能早点认识 我想和你做一辈子的兄弟 现在也是 叶峰也很感慨 鼻头酸酸的 我早就把你当做我的好兄弟了 真好 铃声含着笑脉 漫变透明 直至化作星辰消失 叶峰看着他飘散去的方向 一路走好 兄弟 当日 官方账号就发布了这则消息 还将叶峰的画像 发布在了网上 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原来 咱们的阿飘兄弟长这样 而且还有46个 太感动了 想不到叶峰 还将他们的尸体带了回来 当真是落叶归根 万万没想到 最后是这样的结局 实在是太震撼了 国家也很好 这个荣耀 大家会记一辈子 叶峰也太暖了 竟然将所有鬼鬼画了出来 这张画像就是合照 太有意义了 太太太震撼了 网上满是夸赞 紧接着 被救出来的人 也纷纷和叶峰告别 然后和家人一起踏上回家的路 叶峰也得到了属于自己的荣耀 个人二等功 这是谭科为自己争取的 处理完事务后 叶峰坐上了去京都的飞机 谭科和赵国强坐在他的身边 这场胜仗 简直不要太帅 与此同时 一道消息也传到了国内 某段视频不断席卷各大短视频APP 无数网友纷纷现身说法 笑死我了 云区竟然着火了 焦不灭 遭报应了吧 让你们害人 连上天都看不下去 要惩罚你们 谁干的 这也太帅了吧 这个勇士干了我们一直想干 却又干不了的事 太帅了 这邪火也还给力了 我恨不得它永远燃烧 不要熄灭 同感 害了这么多人 早就应该被摧毁 网上有不少人猜测是叶峰做的 但都被官方删除评论 大家识趣的没有再提 京都 刚下飞机 叶峰被坛克二人带到一处别墅 看四周的安保措施 不难看出这里是个极为重要的地方 想必这座别墅里 就是谭科所说 上面那个人住的地方 没等叶峰打量四周 一道声音传入他的耳朵 不要乱看 谭科小声提醒道 哦 叶峰赶紧收回视线 赵国强则在后面笑了笑 门口的安保再三合适身份 才将三人放行 叶峰跟着他们进入别墅 穿过走廊 上楼梯 最后来到一道房门前 这道房门前站着两个保镖 他们看到几人过来 一名保镖轻轻敲了敲房门 进来 里面传出一声温和的声音 三位里面请 保镖将门打开 谭科和赵国强率先进入 叶峰紧随其后 有了先前的提醒 叶峰这次没有乱看 乖乖地跟进去 来了 这时 一个人走了过来 来者是个六十岁左右的老者 慈眉善目地 看着就很好相处 平易近人 粗略打量了一下他 叶峰才发现 他竟然是 寒老 华夏的 领导 原来叫他来的 竟然是这等人物 叶峰直接愣在原地 和谭科两人寒暄完 韩老看着叶峰和蔼一笑 你就是叶峰 韩老你好 叶峰连忙鞠躬 哎 韩老一把托住他 平易近人道 不用这些虚拟 来来来 上这边坐着 他招呼着三人 往沙发上去 刚落座 就有服务人员走进来 为美人争了一盏茶 随后告退 韩老盯着叶峰 就是这个小伙子 解决了多年来 一直困扰他难题 他越看越喜欢 眼神里满是欣赏 良久 韩老才道 叶峰有年轻有为 华夏有你们这些小青年 日后会发展得更好 年轻就是好 敢拼敢闯 谭科也符合道 是啊 赵国强 华夏会越来越好 叶峰却连连摆手 还得靠大家 他可不敢鞠躬 虽然他们出手保护了他 但叶峰不知道 他们在打什么注意 毕竟自己很特殊 叶峰怕他们拉着自己去切片 紧接着 三人又夸了一会叶峰 这才说起正事 叶小勇 你知道这次找你来 所为何事 韩老说道 叶峰哪知道 只能陪笑道 还请明示 韩老双手交叉 缓缓开口 因为你体制特殊 我们想让你 为国家效力 为国家效力 叶峰还没说话 韩老又道 你放心 不会限制 你的人生自由 挂个名就行 等国家遇到危险 出手相助就行 谭科也搭枪道 你放心 很自由的 这个秘密组织有不少奇能异士 你应该会感兴趣的 赵国强也道 你不用担心 我们也不会害你 都是为了国家好罢了 在他们的一番游说下 叶峰才知道 原来华夏还有一群奇能异士 都是他们从民间收罗来的 而且只在 有需要的时候才召唤他们 平时都没事 有的甚至一两年 也没有一个任务 叶峰斟酌了一番 说 可是我想搞直播 听到他这句话 三人纷纷笑出了声 收起笑容 韩老道 就这事 完全不影响 谭科问道 奇莫知道吧 奇莫 这个人叶峰倒是知道 他是娱乐圈当红的小生 叶峰点点头 知道 他也是组织里的一员 谭科笑了笑 说 主修算卦 从未失算 是吗 叶峰惊讶地张着嘴 有点难以想象 这样的人也会暴露在人前 越是大能 越喜欢藏匿于乡野 所以 韩老看着叶峰 道 你加入组织完全不影响你直播 你想干啥就干啥 我们不会耽误 话都说到了这里 叶峰还有什么不同意的 竟然如此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叶峰别的没有 爱国之心那是相当浓郁的 太好了 你放心 报酬很丰厚 叶峰倒是对钱兴致缺缺 不过他却挺好奇 这个神秘组织里都有些什么人 他有系统加持 但那些人凭靠着自己的本事 进来的就很牛逼 离开别墅 叶峰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小窝 他一下扑在床上 还是家舒服 不一会儿 他就安然入睡 等醒来 已经夜晚十点 叶峰被恶醒 他立马点开外卖软件 简单点了一份吃的 下单完成 叶峰返回微信页面 才看到谭科给自己发的信息 谭科 这是组织群 你自己静一下 谭科 群链接 看着上面写着 五福四海来相会 这个名 差点没雷到叶峰 匆匆给谭科回了个收到 叶峰就点开了群链接 加了进去 加上叶峰群里 一共有十人 刚进入 不少消息就嘟嘟嘟地传来 我演技最牛逼 新人 卧槽 多久没有新人了 郁姐在此 新人冒个炮 介绍一下自己 不要动我的土豆 最好再报个照 紧接着 是一连串的猥琐的表情包 看到这里 叶峰的心里 只有一排问号 完全将黑人问号 诠释得明明白白 这是华夏的秘密组织 确定不是奇葩XJ组织 叶峰愣是反复和对 唐科给自己发来的链接 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 他不得不和大家打招呼 叶峰 大家好 我叫叶峰 这是我的照片 叶峰 图片 为了发照片 叶峰特意拍了个 剪刀手的照片 几乎一瞬间 群里就炸开锅 卧槽卧槽 你是叶峰 真人 上缅甸的那个 看到群里的反应 叶峰也没想到 他们会这么激动 叶峰 是我 叶峰 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演技最牛逼 风哥 我是你粉丝 你杀上 缅甸简直不要太帅 我老崇拜你了 不要动我的土豆 你的直播我天天坠 我可是你的老中粉 能和你在一个群里 真是太好了 玉姐在此 可以要签名吗 滚地龙 我就知道 以你的实力 铁定进群 我赌对了 此时叶峰都不知道 该用什么来形容 自己此刻的心情 这个秘密组织 感觉一点也不正经 转念一想 叶峰释然了 这样才好 起码无忧无虑 叶峰 嗨嗨 确定不先介绍介绍 我演技最牛逼 我叫齐末 算命的 不要动我的土豆 我叫马俊逸 喜欢爆破 拆弹小能手 微笑 玉姐在此 众宁 会易容 滚地龙 我叫张运山 摸金的 江湖人称穿山甲 认识我的都叫我山岩 算命 爆破 易容 摸金 当真是奇能一试 竟然能加入组织 必定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简单 只怕功夫很深 倒是挺有意思 叶峰 很高兴认识大家 滚地龙 at叶峰 你的技能是鬼眼和通灵 能跟鬼和动物沟通 确实流鼻 不要动我的土豆 at我有一个问题 那个徐老狗向你开枪了 为何子弹会出现在他身上 我演技最牛逼 难道你有金刚不破之身 这个问题 叶峰斟酌了一下 说 at我演技最牛逼 没有 都是阿飘兄弟给挡的 说完 叶峰给四人将备注填上 奇末 难怪 张运山 他要是还有这个技能 不得逆天 众鸣 厉害 作为算命界的玄学大师 奇末号称神算子 叶峰的回答他 感觉有些假 他简单掐了个绝 却不想一口老血喷尸而出 早反噬了 看着叶峰的头像 奇末皱着眉头 难难道 这家伙的命格看不透 太过神秘 他感觉叶峰的身上 有点玄乎 看不透 真的看不透 又在群里聊了一会儿 叶峰就退出了微信 这些人并没有叶峰想象的傲慢 相反 还特别的随和 以至于热情的 让他有点难以招架 叶 鉴于主播完成去缅甸的任务 发放SSS级奖励 是否领取奖励 这还用想 叶峰立即回到 领取 他倒想看看 这SSS级的奖励 有多神奇 恭喜宿主获得 特殊材料防火材质配方 星号1 防火材质配方 叶峰低头沉思想着 用这个能干什么 系统 对了 还有一个是 宿主的反伤 刺甲即将过期 还望以后小心 没等叶峰想明白的所以然 就被系统的这番话给搞懵了 反伤刺甲 不是永久的 短期的 确定没有搞错 你说什么 叶峰一字一句地说出这句话 脸上挂着难以置信 系统从叶峰的情绪里 感受到极度的诱惑 系统 嗨嗨 不行你看技能左下角 上面有明确的标注 叶峰真是信他的邪 翻了个白眼后 快速点开背包 点开反伤刺甲技能 反伤刺甲 百分百反弹敌人的攻击 都没有问题 可系统 却说这是有期限的 视线落到左下角 那的确有一排细小的字迹 有效期15天 所以说 他的无敌技能失效了 叶峰咬着牙 系统 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系统 还请宿主尽快开启挑战 否则将被电击 若抗拒挑战 直接抹杀 叶峰没想到 系统还会说这种话 又是电击 又是抹杀 还把他的技能给抽走 这使人干的事 叶峰顾不得和他计较 连忙查看其他技能 好在通灵眼 与动物沟通 超凡化技 音乐歌喉 都是永久性的 他不免松了一口气 算了算了 反伤刺甲这个技能 本就有点逆天 要是一直在 他真的就无敌了 叶峰只能解释为自己眼下 没有看清 吃一欠 掌一智 下回注意 第二日 叶峰起了个大早 刚洗漱完收拾好 就点开了直播 直播刚开 无数网友迅速涌了进来 瞬间将直播间紧报 后台的斗音平台不断维护 将叶峰更换到最大的接收器 若是不做这些 他们这个平台 估计都得让网友们喷倒闭 谁会想看卡道报的直播 以至于每次叶峰直播 他们都是最忙碌的时候 直播缅甸时 他们愣是干费了不少人 才稳住了服务器 叶峰扬起标志性的笑容 对着镜头挥了挥手 大家早上好 又见面了 好好好 咱们的大英雄来了 主播我的神 真是太好了 就是就是 一天不见十分想念 不看你的直播 我就浑身刺脑 还挑战吗 我们可都迫不及待了 让你就两个人 你直接端了人家老挥 简直不要太帅 继叶峰被保下来后 他们已经有一天没见叶峰 他们十分担心叶峰 再看到他直播 大家都安心了 谢谢大家的夸奖 不过这件事先掠过 叶峰笑了笑 说还是老规矩 继续挑战 话落 直播间瞬间燃了起来 哈哈 我还以为主播不会再直播了 想不到来得这么快 主播 问就是喜爱 挑战无敌 我就喜欢看挑战 叶峰 话不多说 评论吧 让我看看 今天的信任是谁 网友们早就等着他说这句话 立马就开始评论 想看主播去广场上 摆新型蜡烛 并随机找人表白 楼上这个没意思 摆上蜡烛等人 到其卖蜡烛多好 敢不敢用臭豆腐泡脚 然后去足疗店 找技师按摩 坏笑 敢不敢去接嘎吱窝的毛 接多长都说不长 去舞蹈室压腿 不管怎么压都说不疼 敢不敢去广场 找大妈跳舞 看了一圈评论 叶峰松了一口气 还好这些粉丝会心疼人 没有评论离谱的挑战 缅甸这种事 一次就够了 现在他金手指丢了 得悠着点 下一秒 系统冰冷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随机挑战触发 挑战粉丝 十年脑血栓的挑战 敢不敢用臭豆腐泡脚 然后去足疗店找技师按摩 任务完成奖励 出级厨艺 听完这个挑战 叶峰周身一颤 的确都奇葩 拿臭豆腐洗脚 然后做足疗 那味道 想想都能吐出来吗 惊讶归惊讶 叶峰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盯着摄像头 他正色道 今天的挑战一出 他就是 所有网友评住呼吸 搓着手等待 这是叶峰回来后第一个挑战 他们希望来点炸裂的挑战 快说 快说 好想知道 希望来点奇葩一点的 期待住了 前排围观 来自粉丝十年脑血栓的挑战 敢不敢用臭豆腐泡脚 然后去足疗店找技师按摩 什么 所有网友都梦了 沉寂半天后 直播间犹如被点燃的火药桶 直接炸裂 什么 不是吧主播 这个夺损啊 已经想象到技师扭曲的表情了 完了完了 已经尬住了 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奇葩的挑战 这届网友和主播都不正常 我感觉我要换个星球生活 我常常感叹 脑回路跟不上你们 而感到难受 技师 金日威 所有人都在同情素未谋面的技师 只有粉丝十年脑血栓高兴不已 十年脑血栓 啊 主播翻我的牌了 非常荣幸 他狂点着手机 面部的肥肉 激动的颤了起来 十年脑血栓 打赏主播十架飞机 十年脑血栓 打赏主播二十城堡 十年脑血栓 打赏主播三十个火箭 无数的特效 差点没闪下众人的眼 草了 我算是看透了 这小子充钱了 这名字倒是挺奇特 和主播配的一批 富豪啊 无被开摩 叶峰咧嘴一笑 感谢道 感谢十年脑血栓 送的礼物 开干 咱玩的就是真实 宣誓完 叶峰起身往外走 首先 他来到超市 在众多商品中 找到了臭豆腐 就你了 叶峰拿着罐装的臭豆腐 来到前台 问道 多少钱 他拿着手机要扫码 却看见男老板眼神不对 看着他正两眼放光 叶峰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问道 老老板 多少钱 谁料老板 却激动地拉着他的手 叶峰 是你对吧 我正在看你的直播 我特别崇拜你 可以给个签名吗 网友们被他这番操作搞懵了 哈哈哈哈 我就说 主播现在这么出名 怎么会有人不认识 看吧 这不就来了 主播表示 好有压迫感 笑妈了 给个签名可还行 叶峰没想到 自己出来一趟 还被认了出来 看来得搞点措施 马流给老板签了个名后 叶峰想付钱 可是老板说什么 也不要 直勾勾地盯着叶峰 后者被看得头皮发麻 马流付完钱 直接跑路 别走啊 叶峰 老板追了出来 要不是他有店要看 网友们都觉得 叶峰今天是跑不掉了 哈哈哈哈 这个老板真搞笑 这不就是现实版追星 要是我遇到主播 我比他还疯狂 蹦不住了 已经想象到画面了 跑出了很远的距离 叶峰终于停下歇了口气 他带着买回来的臭豆腐 往家赶去 找了个盆 叶峰将臭豆腐泡进去 加了一点热水 那味儿瞬间就上来了 这气味比发酵的垃圾桶 还要强烈 就好比无数脚臭聚集到了一起 臭到极点 叶峰一时间竟不敢往前靠 挣扎了许久 他捏着鼻子 端着盆往出走 来到楼道坐在楼梯上 想着在这块洗脚 家里就不会被污染了 大家可以告诉我 臭豆腐是什么味道吗 没吃过 有点好奇 听说臭豆腐的配料表里 油屎是真的假的 人家那叫拿粪水泡过 我特么直接傻了 味道 没臭味 就如同脚臭吧 一那我已经想象到了 我爸的脚 那叫一个臭气熏天 隔老远 我闻着都想吐 看着玉水化开的臭豆腐 叶峰皱起眉头 这味道 比吃了十双臭袜子还要难受 他着实有点难以下脚 不过为了挑战 叶峰还是坐了 将双脚放到盆里抛着 五分钟过去 叶峰听到了一阵开门声 我干 谁TM在楼道里拉屎 这么臭 哦 哦 草了 听着急速上楼的脚步声 叶峰想也没想 立即起身将盆抬到屋子里 刚关上门 门外就传来一阵乱骂 草 你是在家吃屎是怎么的 哦 直播间的网友们都笑疯了 主播你是在吃屎吗 哈哈 真的有那么臭 我都听见 那人呕了几回 这个无辜的路人哦 看到这里 我已经想象到技师的眼神了 替技师默哀一分钟 尴尬到飞起 但是我太爱了 叶峰贴在门上 听着外面的动静 人已经走了后 他松了一口气 看着脚边的臭豆腐吸脚水 叶峰皱着眉头 索性在家泡了起来 二十分钟后 叶峰穿上鞋 将泡完的臭豆腐水 倒入厕所冲掉 又将家里的窗户都打开 拿上一个口罩 就往外走 没办法 他现在是名人 若是挑战的时候 被人围观 可就不好了 叶峰在手机上搜索了一个最近的足疗店 导航过去 还好只要二十多分钟 不算远 眼看着就要到足疗店 网友们都蹦不住了 纷纷评论道 寄师 总感觉今天乌云密布 没有好事情发生吗 退 退 退 什么玩意儿 我先偶为敬 楼上这是有了吧 隔这么远都能闻到 虽然不道德 但我实在太想看寄师的反应 几分钟后 叶峰站定 他抬头看着上面写着天足之地的足疗店 眼神暗了暗 抬脚走了进去 刚进去 一个漂亮的女寄师就走了上前 她身着黑色短款制服 白皙笔直的长腿暴露外面 此刻 她脸上洋溢着笑 甜甜地唤了一声 先生您好 有认识的寄师吗 没有的话 可以让我为您服务吗 看到她 叶峰心里有些不忍 网友们亦是如此 草 主播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这种极品都让她遇上 主播你的道德在哪里 底线在哪里 位置在哪里 楼上这位 我离得老远 都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 不要太离谱 这么漂亮的寄师 主播你下得了手 啊 开始心疼了 见面前这寄师长得挺好看 叶峰也有些尴尬 她问 没有认识的 第一次来 能做足欲吧 女寄师点点头 可以 叶峰又道 我脚比较臭 就怕你接受不了 她想着 哪怕换个人也好 起码不会心中不安 没事 再臭能臭到哪去 先生说笑了 女寄师心想 什么臭脚我没见过 此刻她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先生走吧 寄师做了个请的手势 都到了这一步 叶峰不去都不合适 尴尬的点点头 好 随后就跟着寄师穿过大厅 来到一排排房间门口 女寄师熟练地打开一间房门 微笑道 先生请 叶峰紧随其后 刚进去就发现 房间里面还有两人 一个客人 一个寄师 男人正舒坦地 躺在足疗床上 享受着按摩 见叶峰走了进去 她掀起眼皮看了一眼 随后又闭目享受 叶峰跟着寄师往里走 来到靠窗的位置 女寄师寒笑说道 请坐 好 叶峰音声躺下 眼见着马上到了关键时刻 直播间的网友们更兴奋了 哈哈 要来了吗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叮 你的滴滴盲盒到了 这房间还有人 不知道一会儿闻到脚臭味 会做何感想 主播你个老六 这么漂亮的寄师 你都下得了手 美女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网友们的劝解女寄师 自然不知道 这会儿 她正端着一盆水走了过来 将水放在地上 先生 先泡个脚子按摩 女寄师往叶峰脚的位置伸手 等一下 叶峰连忙阻止 然后笑了笑 我自己来 女寄师点头等待着 叶峰见她连口罩都没戴一个 心里着实有些不忍 她提醒道 妹子要不戴个口罩 女寄师先是愣了一秒 随后说 我们做这一行的 什么脚没见过 能有多丑 见她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叶峰心一横 就把鞋子给脱了 当脱完袜子 将脚暴露在空气中时 哦 这声音尤为明显 离得最近的寄师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叶峰 叶峰尴尬地笑了笑 我这脚很臭吧 饶式经历过众多培训的女寄师 也难以微笑使人 她憋得脸色通红 狂摇头 是一味道还好 直播间瞬间炸锅 这味道上头不 是不是记忆犹新 哈哈 蹦不住了 MD 这也太好笑了吧 寄师都怀疑人生了 这生偶 简直不要太醒目 女寄师都来回踱步 不知道怎么面对了 女寄师 你管这脚有点臭 确定不是胖臭 哈哈 对不住 对不住 女寄师刚坐下 把凳子往后挪了一点 待整理好情绪后 女寄师转身面对叶峰一笑 待再次接近叶峰的脚石 叶峰看见一道晶莹的泪珠 顺着济湿的眼角滑落 叶峰都懵了 这只这给人熏哭了 这时 房间里的另一位客人 坐起身子 皱着眉 捏着鼻子 他看向叶峰喊了一声 哥呀 叶峰诧异地看着他 你是哥欧族的吧 他眼里满是佩服之意 叶峰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直播间的网友们 却都笑妈了 哈哈 笑死我了 谁懂啊 这个梗 原来臭脚还能这样来形容 长见识了 这个大哥形容得太贴近 哈哈 哈哈哈哈 蹦不住了 爱替人尴尬的烂毛病又犯了 嗨 哥欧族 你们最好说清楚 侮辱 这是侮辱 奇耻大如 哥欧族 首先 我没有人你们任何一个人 网友们又长了一个见识 纷纷为这个大哥点赞 真是说到精髓上了 原来世界上 还有这样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 大哥料下这句话 来不及擦脚就走了 想来也是闻不了这胖臭的脚臭闻 接他走后 给他按脚的济湿 也火速撤离 好像晚一秒 都要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 目睹他们离开 女技师则是一眼羡慕 为了早点逃离这个房间 女技师决定速战速决 她憋着气眼一闭 将叶峰的脚放入水中 叶峰就感觉一双柔软的手 包裹着自己的脚 下一秒 女技师就到 先生 容我先出去一趟 虽不知道她出去干什么 叶峰还是谅解的点点头 毕竟她这脚的味道 就如同深水炸弹一般 听到答复 女技师想也没想 就跑了出去 眼角的泪哗哗掉 叶峰看着摄像头 尴尬的笑了笑 这个挑战着实有点难为人 都把人妹子给熏哭了 我有罪 文言 直播间的观众们 纷纷笑出了诸叫 你不是就爱挑战吗 还不射死不挑战 这不恰恰符合你的标准 无嘴笑 看到大哥和技师 落荒而逃的那一刻 我实在蹦不住了 估计出去都是慢慢捏捏的 想知道这个小姐姐 出去干什么了 童好奇 小姐姐快回来 我就喜欢她的长相 走出房间的技师 忍不住哇的一声哭出来 她脸上挂满泪水 却又不敢用手擦 这一刻 她都后悔 刚才把客人的脚放进盆里 现在好了 这双手 她都不想要了 女技师来到前台 简单说明了自己的意愿 老板娘下意识皱了皱眉 眼前这个姑娘 正是她这块干的最好的技师 向来没有聚客的道理 只怕这客人的脚 不是一般丑 老板娘安慰道 这个事我来解决 你先去缓缓 女技师连连道谢 谢谢老板娘 虽然拒绝客人不对 但打刚才开始 这个行业 她好像也不是那么喜欢 视线回归房间 久久没有见技师进来 叶峰有些疑惑 要不要出去看看 叶峰喃喃道 话音刚落 外面就走进来一个提包的男技师 叶峰不解的看着她 直到她来到自己面前 先生你好 我是18号技师 接下来由我为您服务 男子已经将包放在右侧坐下 正当她要为叶峰服务的时候 叶峰开口了 刚才的女技师呢 男子一愣解释道 她临时有点不舒服来不了了 请先生见谅 哦 这样啊 看来是被自己的臭脚给熏走了 也罢 没多想叶峰就将视线 落到刚来的男技师身上 许是有同事的提点 她此刻已经戴上了口罩 叶峰见着她 侧身在包里翻找着什么 懒得关注 叶峰顺手拿起旁边的矿泉水拧开 喝了一大口 刚转过头来 她直接把水喷了出来 叶峰 直播间的网友们都笑疯了 哈哈哈哈 你是想笑死我 继承我的花呗 这么做真的有好处吗 哈哈 卖外夫 我靠 就说这钱是非得正式吗 这个族裔店兄弟们还不充 太特么敬业了 三分钟 我要这家店的位置 哈哈 肚子都给我笑痛了 看得出 她是真的需要这笔钱 泪一目了 你就说笑死我 对你有什么好处 叶峰没注意到弹幕里的评论 这回她都梦了 叶峰慌乱地擦了一下下巴挂着的水 往后退了退 她感觉这个技师八成脑子有点问题 不然怎么会突然戴个假头套 口罩也摘了 还画着红烟烟的嘴唇 这都不是最离谱的 叶峰亲眼见着她 拿出两个大馒头 往胸前塞进去 最后 还用手脱了脱扶正 这特么不是变态是什么 叶峰苦笑道 你这是 男技师抬头看着叶峰 露出标准的八颗牙齿 我现在是八号技师 翠花 叶峰 网友们 众人的三观都要碎了 这是什么奇葩 我干 玩上Cost 还翠花 要不要这么妥 男技师这一招 莫不是偷天换日 鼠实有些看不懂 哈哈哈哈 不过 我开始同情主播了 没人给解释一下 听到问话 评论区也出现了热心人士 她这样 我知道是为什么 估计她以为主播 想要女技师 所以就你们懂的 楼上怎么这么清楚 别问 问就是经历过 哈哈 笑喷了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别以为你塞了两个馒头 就能当女的 这也太拉眼睛了 叶峰到现在 都没反应过这个问题 只是来都来了 也不好拒绝 按就按吧 她一副豁出去的表情 男技师开始给叶峰服务 洗完脚给擦干 还没等按脚 一股上头的味道 席卷她的鼻子 男技师头往后一扬 难为情地说道 先生 你这脚 不好意思 我这脚有点臭 叶峰尬笑 哈哈 男技师哭笑一声 白手道 咱们这是专业足疗 什么脚都见过 不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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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个擦汗的动作 是认真的 叶峰见着男技师脸部扭曲 眉头紧簇 然后张嘴翻了个白眼 叶峰忍不住提醒道 兄弟 别呼吸 不然味儿会更大 男技师手上的动作 顿时一僵 哦 她看向叶峰赶紧解释 不好意思 我就有这个毛病 不是被熏的 叶峰 评论区 蹦不住了 脸都差点给我笑抽抽起来 别呼吸 主播你确定 还让人活不 不呼吸会死 No Oh No 呼吸了也会死 妈妈问我 什么房间里有恶叫 虽说不道德 但主播说的是大实话 今天的一幕 我想主播和技师 都要用一生来治愈 两人 都是什么玩意儿 这话咋一看没问题 猛的一看也没问题 那问题到底出现在了哪里 眼看着自己憋不住 技师又回头戴上口罩 随后将游泳眼罩也给戴上 还别说挺权乎的 透过眼罩 叶峰也能看到 技师眼里的泪花 许师还觉得有味道 技师直接拿出了防毒面具 叶峰 足足三十分钟 男技师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过的 叶峰亦是如此 洗脚本来是非常舒服的事 可是叶峰再也不想体会了 而两个技师 也不想再看到叶峰 这脚不洗眼罢 命重要 定 任务完成 奖励发放中 刚出足疗店 叶峰就发现 初级厨艺已经到账 他顾不得研究 又看向直播 兄弟们 劝大家这么缺德的是少干啊 听完他这句话 网友们不乐意了 不不不 别cue我们 缺德的是你 不是我们 我们是脑洞缺德 但你是真缺德 叶峰 当我没说 我估计这两个技师 永远也不想再看到主播了 这么夺损的人 他们也不会再遇到了 哈哈 要不说还得是你呢 正常人谁干这个 十年脑血栓 打赏主播二十架飞机 十年脑血栓 打赏主播三十城堡 十年脑血栓 打赏主播四十个火箭 满屏的特效 瞬间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 叶峰 感谢十年脑血栓 送的礼物 再次感谢 这个是十年脑血栓 看过最搞笑的视频 刷礼物 那是一点也不手软 直播间 其他人纷纷折服在 他的豪气之下 看了他后台 叶峰发现 这场直播 他竟然赚了五十万不止 这还是和平台 分成后的结果 这次直播 是叶峰回归华夏的 第一个主播 全网的人都在 关注英雄的动向 在看到他竟然用臭豆腐 泡脚后 去找济师做足疗后 大家均是一副 见了鬼的模样 原来这就是 叶峰的真面目 这也太有恶趣味了 一点没有英雄 那样的气质 这个评论的果真 如同他网民一般 没有十年脑血栓 想不出来 心疼济师的同时 我更想当面安慰他 哟哟哟 这都不演示一下的 想不到有一天 独欧族竟然能这样说 长见识了 原来足疗店 可以让男的转变性别 那还去替国干什么 直接上足疗店玩事 防毒面具 我看有了这次 所有的足疗店 都得长记性 臭脚可以有 但防毒面具不能少 许是这家 天足之地的服务态度过于好 即便叶峰的脚很臭 他们也没有半分怨言 直播刚结束 天足之地足疗店 就火了起来 就连老板娘 都搞得莫名其妙 当从其他顾客口中知道原因时 他苦笑不得 连忙给两人发了不少奖金 两人也没想到 还有安慰家 干起工作 也更加卖力 还有不少网友 将今天的直播画面截图 做成各种各样的表情包 叶峰的 济师的 顾客的 足足五人 做了十几个表情包 就连动图 镜图都有 什么这比较 我按得走了 这玩儿 妈妈我升天了大哥 你果足的吧 熏得我眼睛疼等等 一经上架 就迅速火遍全网 网友们纷纷 将这些表情包 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感谢完送礼物的粉丝们 叶峰对着镜头挥了挥手 告别道 今天的任务到此结束 明天继续 他正想关直播溜走 可直播间的网友们 哪里舍得他走 纷纷挽留 不是现在才几点 加个钟不行 主播你就说吧 多少个礼物你继续 赶紧继续挑战 鬼知道一天等你多嘞 主播别走 小可爱打赏主播一个火箭 我是最牛的 打赏主播五个城堡 OJK打赏主播三个火箭 老血栓打赏主播十架飞机 网友们想着 只要刷礼物就留住主播 他们就能再看到挑战 满屏续丽的特效 让叶峰有些无可奈何 叶峰挠着头 问 你们今天还想看挑战 他想的一天一播也挺好 奈何网友太热情 这么多礼物不做点 傻 有点过意不去 反正他也没事 要是网友们想看直播就直播吧 想看呀 不想看留你干什么 费什么话赶紧的 我们都等不及了 主播 你是位挑战生的男人 肯定要无时无刻都在挑战 瞧我们刷了这么多礼物 你不继续 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啊 继续 别逼我说第二遍 话都到这里 叶峰还有拒绝的余地吗 答案是没有 无奈之下 他看着镜头 说道 继续评论区一阵欢呼 哈哈 被迫打工的第一人 想不到你也有这么一天 这就叫金钱的力量 想不到咱们可以用钱 把主播给留住 我好像抓住主播的弱点了 钱是好东西 坏笑 钱 拿念 得儿 先是调侃了一波夜风 网友们又正经起来 纷纷发动自己的小脑瓜 想着要挑战什么 必须要劲爆一点 损人一点的 就好比让主播拿臭豆腐泡脚 然后找机师按摩这样的奇葩挑战 务必要让主播感觉到射死才行 有本事开着窗户自助洗车 在里面打沐浴液洗澡 这是什么评论 夜风苦笑 没车 笑死我了 我就说主播怎么每次到哪都坐公交 地铁或者打车 原来是没车 你让一个没车的人去自助洗车 你离不离谱 这个评论有被笑道 车 夜风黑魔微沉 寻思也是时候买台车代步 敢不敢挑战 把账号注销重新再来 注销账号 夜风睁大眼睛 说 你倒想得好啊 挑战当一天电竞选手 挑战去买BYT 不管电源给你拿多大 你都说要最小的 哈哈 楼上这条评论是认真的吗 我有点期待 是怎么回事 绷不住了 原来还能这样评论 不知道主播会选哪个挑战 就在网友们思考 主播会选什么的时候 一道熟悉的声音 在夜风脑海里响起 第一 随机任务发布 接受粉丝 积极国王的评论 挑战去买BYT 不管电源给你拿多大 你都说要最小的 夜风 他表示一脸黑人问号 这是人类该挑战的 这不是连尊严也弄掉了吗 网友们见主播一直不说话 还一副便秘的样子 就知道 这次挑战一定不简单 一个个摩拳擦掌等待着 果不其然 夜风愣了一会儿 才略带尴尬看向镜头 要揭晓了是吧 好激动 好激动 又会是什么惊天大挑战 看惯主播完成挑战 我突然想看看他失败 哈哈 楼上的 我跟你一个想法 主打的 就是不让他顺畅 网友们的话语 尽数落在夜风的眼里 果然别人的快乐 都是建立在他的身上 只要他够射死 够奇葩 这些人就特别高兴 夜风没想卖关子 清了清嗓子后 他说 今天的挑战是 来自粉丝 积极国王的评论 挑战去买BYT 不管店员给你拿多大 你都说要最小的 说完 夜风胡乱搓了一把脸 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想着 一会儿该用什么样的表情 去接受别人一样的眼光 全场失声 卧槽 还真让我猜中了 竟然是这个挑战 这下有意思了 我仿佛已经看到 店员上下打量 然后不屑的眼光 主播 这是要堵上 自己后半辈子的尊严了吗 买最小的BYT 天哪 这是什么奇葩挑战 这不就是 明摆着告诉别人 他不行 哈哈 蹦不住了 还没开始 我就已经笑了 我都不敢看了兄弟们 直接一个尬住 看完评论 夜风的内心 也如同他们一样 若是可以 他也很想拒绝 今天过后 他是不是就要被打上标签 史上最小的男人 不行 光是想想 夜风的头都大了 灵光一闪 夜风怎么感觉 系统是故意整他的 难得计较 夜风开口道 开干 咱们玩的就是真实 赶起来了 兄弟们冲啊 主播快去探路 我倒是要看看 最小的BYT有多小 我还没见识过 楼上的你貌似很大 猥琐 不敢苟同 反正比主播大 绷不住了 哈哈哈 主播这有人嘲讽你 今天一过 主播人设崩塌 主播有什么人设 他不就纯搞笑的吗 还真是 面对网友们的评论 粉丝 叽叽国王都笑疯了 他着实没想到 夜风会选他 想着他也开始刷起礼物 叽叽国王 打赏主播一座梦幻城堡 叽叽国王 礼物不多 全当安慰主播 不少粉丝也跟着刷了起来 夜风 谢谢叽叽国王 打赏的梦幻城堡 感谢 网友们就看着夜风出发 夜风思考了一下 寻思上哪里买合适 还得要有服务员才行 直播内容一传十 十传百 热度迅速火爆了上来 足足五百万人在观看 他们都是来看主播 怎样去商店买BYT 这东西吧 他倒是不太稀奇 可就因为夜风 要去买最小号的 所以好奇 大家都在想 夜风会如何面对 更多的是想看售货员的反应 这些都是整个直播内容的爆点 夜风一边回复着网友们的问题 一边往前走 次数打量 哪里有卖BYT的地方 BYT这个东西吧 其实那里也有卖 比如超市 药店 橙色商店等等 超市人多不方便 橙色商店又没有店员 看来只有去药店购买了 选好目的地 夜风边走边找 终于在前方拐角处 看见了一个药店 他抬脚走了进去 大致扫了一眼 就在收银台附近 看到了想要的东西 这时 正在服务客人的店员 也发现了夜风 连忙喊了一声 先生 要买些什么 见柜台处 还有一人在选购东西 夜风道 我先看看 店员点点头 好 那您慢慢挑选 随后店员就专注地 看着收银台的客人 谁料男人看到 夜风进来 眉头皱了一下 夜风倒是没注意 在店里转了一圈 他急急缓慢地 在药店里转了一圈 回到前台 发现那个男士还在那里 还没卖完 夜风皱眉又转了一圈 这一次 他又放慢了脚步 这下应该走了吧 等他再次转回来后 竟然和男士四目相对 夜风 还是躲不掉 直播间的网友们也因为夜风的反应 笑出猪叫 看不出来主播还有点设恐 有人不敢上了 主播不要怂 赶紧上 不就是一个男人 你都不怕全网的人看 现在怕一个路人看 就是就是 怕什么 你是挑战 又不是真不行 这特么转了两圈 那男的还没走 不会是 用什么影集吧 我看有可能哦 你们看他看主播的表情 好像都在等 对方先走 店里总共就来了两人 但都不说话 不买东西 是几个意思 女店员视线 落到夜风身上 他笑着问道 先生需要什么 我可以帮你找 这下夜风不上前 都不合理了 麻烦了 夜风走上前 见男士还没有要走的意思 他咬咬牙 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有BYT吗 他小声地问道 有 店员还当是要什么 干嘛这么不好意思 他都看见 夜风在店里转了两圈 正当他伸手要拿东西时 夜风又开口 要醉小号 话音刚落 夜风就感受到 旁边有一道 极其刺眼的视线 在注视着自己 他侧脸一看 竟然从男子眼中看到了 佩服 连同店员的手 都停在半空 他盯着夜风不确定地 又问了一句 要醉小号的 许是有些惊讶 他的音量不免高了些 这会儿 要是有个地方 夜风都想钻进去 太特么丢人了 他的声誉哦 就这样被这个挑战断送了 直播间 笑死我了 主播你也有惊天 动不住了 哪有人上药店 去买BYT 还特么要最小号的 说出去都丢人 吼吼吼 又是射死的一天 旁边大哥的眼神亮了 他看起来很佩服主播 店员的表情都猛了 这玩意儿 不都买最大的吗 面对询问夜风 再次点头 最小的 话说了两遍 他也算是豁出去 算了 反正戴着口罩 谁还认识他呢 谁料话音刚落 店员就扑斥一声笑出来 随后又不好意思地看着夜风 夜风一脸认真 平时戴的都有点大 这回我寻思买的最小号 应该就不光当了 店员盯着夜风脸都憋红了 他视线往下移 夜风双手交叉挡住 尴尬地看着他 这一瞬间 店员几乎将所有的伤心事 都想了一遍 还是忍不住想笑 脸上更是转换了好几个表情 我先问问 有没有这么小的 他忍了半天才 憋出这句话 一旁的男士也忍不住笑了 肩膀一抽一抽的 你问 夜风回道 结果下一秒 他就看见店员拿起手机问度娘 你就说 这离不离谱 夜风不禁问道 你上网搜 店员手一僵 连忙将手机反扣过来 尴尬地笑了笑 平时没咋卖过 都是顾客自己拿 所以我也不知道 最小号是那个 夜风汗颜 别以为我没看见你手机上在搜 男人最小能有多小 还需要带BYT吗 这是侮辱啊 好在他已经找到了答案 他笑着拿出一盒BYT 说 要不你看看这个行吗 夜风结果简单略过一眼就说 太大 我用不了 说完 他还补了一句 不好意思啊 主要平时买的都大 我寻思买个S码的 不行来个XS码也行 这东西吧 他不带不安全 光是一个S码网友们 就笑得四仰八叉 神特么S码 主播你别太离谱 真的有S和XS的型号吗 哈哈 店员现在的表情 就是我的表情 旁边的大哥都笑抽抽了 你们还没找到最小号 最小号有这么难找 有没有用过最小号的 出来指点一下 这条评论一出 直播间就炸了 这特么谁会出来承认 不是自爆是什么 恕我直言 在座的兄弟们都没用过 你们说是不是 谁说谁死 这是明面上可以说的事 用也不敢说用过 店员又扑斥一声笑出来 哈哈 不好意思 我只是家里有喜事 突然想笑 店员还试图解释着什么 叶峰则摆摆手 大气道 想笑就笑 我都不在意 没有没有 店员连连摆手 解释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最后 他索性从柜子里 拿出所有的BYT 摆在叶峰的面前 见叶峰低头 他又拿起手机开始搜索 几秒钟后 店员终于分清 那个BYT是最小号的 见叶峰还在仔细挑选 他小心翼翼地 从里面拿出一个 递给叶峰 用这个 应该够了 一旁的男子 也跟着伸着脖子看了一眼 他看向叶峰 不禁道 兄弟 你不错 他对着叶峰 毫不吝啬地 竖了个大拇指 搞得叶峰一脸猛 这有啥好佩服的 叶峰一下而过 从店员手里 结果BYT 开口道 谢谢 他拿手机正要付款 却看见身旁的男子 也拿了一个 跟自己一模一样的 有比这个大一点的吗 男子补充道 就大一点点就行 所以他刚才佩服的 是这个意思 难怪他来到药店 半天不选东西 感情和自己的目的一样 店员也用一个 极其怪异的眼神 在两人之间转悠 直播间的瞬间炸锅 卧槽卧槽 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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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刚才一直站在柜台 是因为怕主播嘲笑他 那他现在这个 笑是几个意思 意思比主播大一点点 蹦不住了 哈哈 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搞笑的人 果然有卧龙的地方 超不过五米 就会有凤厨的身影 他他他他竟然 还有点焦 特么的 突如其来的 骚散了老子的腰 网友们被男子 这番操作给搞懵了 他有什么资格 去嘲笑主播 他不也一样细小 网友们纷纷 被他这番脑回路 给搞神了 只有男子 还没反应过来 依旧一脸憋笑地 看着叶峰 还不忘深吸一口气 对着后者说了句 兄弟 我很佩服你 但是 小不丢人 他还比了个加油的手势 看到叶峰一愣一愣的 我看好你 付完钱 男子就把东西插兜 兴高采烈地走了出去 嘴里还哼着小曲 留下一脸猛的叶峰和店员 店员满脸通红 肩膀剧烈地颤动着 想来也忍耐得特别辛苦 叶峰则是一脸纳闷 为了不让店员憋得这么辛苦 他付完钱 就连忙出去 门还没关门 里面就传来 红亮般的笑声 叶峰 网友们又没忍不住 纷纷下场嘲讽 哈哈 这个店员要不要笑这么大声 人都还没走远 店员 想不到一天能遇到了个两个奇葩 店员 没有这么小的 要不要拿个橡胶手套 把小拇指猜下一段 这个大哥到底是怎么想的 主播是挑战 所以拿最小的 你又是为何 草 细思极恐啊 哈哈 听这声音 店员的脸都快笑烂了吧 哈哈 都给我笑妈了 他还以为比主播大 殊不知 他的脸已经丢到了外太空 期待大哥看到直播回放的时候 不要太惊讶 嘿嘿嘿 哦吼吼 已经想象到了大哥原地抠脚的画面了 哈哈 叶峰迅速逃离现场 找了给没人的地方坐下 他抬头 你们真够损的 今天丢脸丢大发了 这有啥 反正有人给你都点 大哥只怕以后不敢上街了 回想起刚才那男士的模样 叶峰忍不住笑出声来 哈哈 他笑得直不起哟 临到最后 他对着摄像头 诚恳闹 大哥 对不住 按照这些沙雕网友们的尿性 这个大哥以后肯定都是人们的饭后谈资 这么一想 叶峰真觉得有点对不住他 结果谁能想到叶峰这一道歉 直播间又蹦不住了 纷纷笑出了猪叫 我能理解 这是最硬核的安慰吗 妈的 我迟早要笑死在这个直播间 你们谁也不用说谁 道歉啥 都是哥俩 太逗了 我笑得肚子痛 当天 这个视频也冲上了热搜 大家纷纷在搜最小的套套有多小 为什么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买 这个尺寸是真正存在的吗 当看到从直播间单独截屏出去的视频 网友们都笑得前仰后合 恨不得把嘴角脸到耳后跟去 傍晚 累了一天的男子刚回到家 看到躺在沙发上身姿曼妙的女友 他挂着笑 轻轻迈着步伐走了过去 在看什么 他从身后将女友还在怀里 下巴搭在他的肩膀上 大手不自觉地从腰间往上游走 突然女友却一把甩开他的手 放开 男子纳闷 怎么了 他记得每次自己主动的时候 他都不会拒绝 还十分配合 今天这是怎么了 男子一头雾水 不知道他在发什么疯 女子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怒急返笑 还问我为什么 你不看看 你都干了什么好事 他干了什么 男子努力回想着 也回忆不出个所以然 他一没飘 二没堵 不抽烟 不喝酒 还顾家 真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女友 我没干什么 他无辜地说道 没干什么 女友愤怒地将手机塞到他手里 嚷嚷道 你自己看看 我都嫌你丢人 男子快速扒拉手机 想弄明白事情的真相 只是手机上的画面 他越看越不懂 这都没问题 不就是一个主播去要店买东西吗 不对 这个人他下午见过 就在要店 他当时还买了个套套 临走时 还不忘调侃了一波那个人 那人是搞直播的 所以 一个念头刷一下 在脑瓜子里闪过 他的秘密被曝光了 果不其然 下一秒 他就在手机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自己看着主播要最小的套套后 竟然笑得跟筛子一样 这还不算完 关键是 他紧随气候 拿了的就大了一丢丢的 轰隆隆一声 男子感觉天都要塌了下来 他看着女友 嘴唇微动 却不料 女友却抬手阻止 一脸冷漠地说道 咱们分手吧 为什么 男子一脸难以置信 不明白 问题出在了哪里 难道他被曝光小 就应该被甩 还好意思问为什么 人家主播是挑战 你呢 觉得比人家大一丢丢就高兴吗 却不知道 你才是最小的 我不想和你过了 太心累了 你就继续 捣鼓你的真线活吧 老娘不伺候了 丢下这话 女友拉着脚鞭 早就收拾好的行李 相夺门而出 留下一脸 备受打击的男子 最小的 真现活 这些词一个比一个羞辱人 却又一个比一个真实 他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反驳 这个世界 只有他一个人受伤的愿望达成了 足足猛逼了十来分钟 男子才翻开手机 没等搜索 首页第一条 直接推荐了这个直播内容 他往下扒拉 还是 再往下 还是 男子放弃挣扎 开始认真地观看着这个视频 他终于知道 那个人是谁 叶峰 这两天很火的英雄人物 你说说 你干什么不好 偏偏要干这个 我的秘密 男子 都欲哭无泪了 纵使心里愤怒 连女友也甩了他 他却不敢 去找叶峰的麻烦 或许这就是命吧 当看到叶峰 给自己道歉的画面 男子哇的一声哭出来 道歉有什么用 这下全网都知道我小了 连女朋友也没有了 就在众人高兴的时候 不知道还有一个大兄弟 因为今天的事 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恨不得穿越回去给自己一巴掌 逃离这个世界 这样 他的女友就不会离他而去 可谁又能预知未来呢 即上次去参加好声音比赛后 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这周六 叶峰收到了主办方的通知 第三场海选即将开始 他得到场参加晋级赛 至于为什么是第三场 这就要解释一下 由于他第二场 还选在缅甸 所以 他成为了第一个没有演唱 就以投票的方式 成功晋级的选手 当然这其中也有他自身的实力在内 并不是都是饶性 其他选手对这个决定 没有丝毫怨言 反而还感到有一丝难过 竟然没有当面听到 叶峰在演唱歌曲 今天听到叶峰要来 就连好声音的现场 也都布置得更加精致 舞台也搭建的大了点 人数也多了不少 后台 听说叶峰要来参加晋级赛了 好激动 终于可以见到这个英雄了 一入选的女生正抱着手 一脸饭花痴的和同伴说着 他身边的人也狂点头 嗯嗯 是啊 想不到我们也能看见英雄 一会儿一定要跟他要张签名 我也是我也是 其他后场的人也点点头 继叶峰凯旋 无数少女都为他折服 独自一人 这得多大的胆量 才敢这般狂妄 好在叶峰的确有两把刷子 商场办公室 叶峰正品见着工作人员 给岛上的茶 他对面坐着老熟人张健 张健嘟了一眼叶峰 问道 今天打算带来什么歌曲 叶峰勾起嘴角 卖关子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哦 这么一说张健兴趣更甚 看来还有惊喜等到后面 叶峰笑道 先不说这个 我得向你借个乐器 用完就还你 借乐器 难道又是没有背景音乐的新歌 张健的眼睛立马亮了起来 激动地看着他 要什么 他 叶峰指着角落里的 一个乐器 张健一回头 那乐器差点惊掉他的眼珠 这只是张健难为的 说了一句 不能换一个 他实在想不出 这个乐器 能演奏出什么好听的音乐 不是他嫌弃这个乐器 而是这东西 没有多少人能够驾驭 所以有些担忧 毕竟这是叶峰回国 第一次演唱 一定要拿出十足的实力 他们的好声音节目 也能蹭一波热动 张健的话 叶峰却不以为然 这咋了 我就很喜欢 多有情调啊 叶峰看着角落里 那个乐器 眉眼都笑弯了 有点期待 大家的反应呢 健阻止不了 张健只能安慰自己 心想 叶峰既然能拉二胡 其他的 应该也不会太差吧 两人闲聊了一会儿 房门 就被工作人员给敲响 工作人员 两位 节目马上开始 还请就位 来了 叶峰起身 和张健一起往出走 不一会儿 就来到了商场大厅 今天的阵仗 比叶峰第一次来时大多了 舞台足足大了一倍之多 灯光也变得绚烂 六层高楼 此刻站满了人 叶峰抬头望去 乌鸦鸦的一片 全是人头 当看着叶峰出来 现场一片喧哗 尖叫声迅速涌来 叶峰出来了 大英雄 咱们的偶像来了 他好帅啊 我知道他今天要来参加比赛 特意从外地赶来的 见到真人如愿了 不知道他今天要给大家 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我都期待上了 叶峰的二胡板 雇佣者 我可是百听不厌 现在都还是我的手机铃声 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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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自己一出场 竟然还有这么多应援 叶峰对着大家挥挥手 只是有一点他想要吐槽 他长得也就一般 他们从哪里看出他帅了 自带滤镜 叶峰顶着大家热情的视线 来到观众席 刚走过去 他就顿住了脚步 看着拿着本子和笔 一脸激动 又期盼盯着他的其他选手 他有些进退两难 这时 离他最近的一个男生 快速站起身来 热情的吆喝道 叶老师 这边请 他指着自己身旁的位置 一脸期盼 里面女生们照射出的眼神 让他不容拒绝 立马就坐了过去 唉 让他抢先了 我还想让叶峰坐我旁边 这家伙太鸡贼了 就是就是 见不能和叶峰挨得近 其他人纷纷小声说道 叶老师 可以签个名吗 可以 叶峰没多想 就接过快速签下自己的大名 当他准备 将视线落到舞台的时候 一堆本子 堆到了自己腿上 叶老师 麻烦了 叶峰汗言 草率了 他竟然低估了这些追星女孩的 是多么的疯狂 于是乎 他就含泪的牵着名 以至于都看不见台上的选手 只听见源源不断的歌声传来 叶峰心里大喊一声 造孽啊 接下来有请咱们的11号选手 叶峰 他今天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惊喜吗 主持人激动一笑 朗声道 让我们拭目以待 掌声有请叶峰上台 底78章 唢呐起 嘿人台观 啪啪啪 雷鸣般的掌声响起 伴随着无数的呐喊声 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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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大英雄 终于要上场了 与此同时 叶峰也打开了直播 现场喧哗不断 太帅了 叶峰我爱你 你是最棒的 可可杀我 这身子也太板正了点吧 看着就得见 哈哈哈哈 姐妹你 头水流下来了 直播间的网友们 还没反应过来 耳朵就被现场的喊叫声 轰炸了一番 操 什么情况 这是哪里 我又错过了什么 我靠 这不是好声音的现场吗 主播又去好声音了 我知道我知道 这是好声音的竞技赛 唱歌呀 我还以为 主播又要挑战了呢 有点遗憾 还好主播没提前开不然 我听到别人唱歌会很困难 在所有人的呐喊中 叶峰缓缓走上舞台 手上的东西 他附在身后 大家都没有太在意是什么 几个导师正经微坐 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刚才听到张剑说 叶峰借了个奇葩的乐器 他们都很好奇 叶峰接下来的表演 有了第一次的先例 他们的期待感直接拉满 也不知道 叶峰要唱什么歌 哈哈 我都开始紧张了 看他的表情 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拭目以待就好 刚站定 男主持人韩笑走了过来 叶先生 好久不见 他看着叶峰 寒暄道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歌曲 一首比较叶峰 斟酌了一下道 奇特的曲目 奇特的曲目 主持人不免有些好奇 正当他要开口 他的视线扫射到了一个东西 主持人不免愣了一秒 叶先生自带了乐器 这个 他指着叶峰身后的乐器 问道 你要用这个乐器演奏吗 有了他的问话 所有人的注意 都放到了叶峰身上 什么乐器 难道又是二胡 所有人对叶峰的二胡可是迷恋已久 观众们纷纷疑惑 到底是什么乐器 看主持人的表情不简单啊 藏在背后的应该是个小乐器 树笛 小 我有预感都不是 以咱们主播的尿性 一定是个很奇葩的乐器 会是什么呢 闻言 叶峰微微一笑 也没藏着从背后拿出一把 唢呐 现场的人都一脸黑人问候 这个这唢呐无敌了 我着实没想到 哈哈哈哈 唢呐好了 突然想到 最振奋人心的音乐 好像都是唢呐演奏出来的 只是这东西 叶峰能演奏好吗 哈哈 笨不住了 竟然是唢呐 哈哈 这一步实属没想到 叶峰流鼻 主持人已经从刚才的震撼中 恢复了过来 嘿嘿 叶先生 这唢呐倒是别致 为了别耽误比赛进度 他一抬手 朗声道 期待你接下来的表演 叶峰点点头 主持人下场 来到一旁观看 今天我带来的曲目 是叶峰走到话筒前 大声说出 嘿人抬关 文言 在场的粉丝和直播间的网友们 都梦了 嘿人抬关是啥 怎么听起来 不像杨坚的东西 嗨 没听说过一句话 唢呐一想 不是白事就是红事 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 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纷纷发表自己的想法 你们听过 黑人抬关吗 主播这是上拿稿的阴间玩意儿 听起来怪怪的 这东西吹出来能好听吗 哈哈哈哈 就冲这个名字 我就前排为官 耳边的议论声 没有阻止叶峰 他缓缓抬起唢呐 放置嘴边 所有人凭住呼吸 想要看看他 到底要演奏出什么花样来 导师席的三人 更是双手交叉放置 桌上紧张地看着 叶峰将唢呐凑到嘴边 几根手指自然地按住阴孔 微闭双目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顿时 一道欢快的唢呐声响起 嘟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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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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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叶峰第一次使用唢呐 有了系统奖励的音乐技能 他对所有的乐器都了如指掌 唢呐一到手 他就感觉像是用了千百万次 熟练的不能再熟练 这唢呐里充斥着欢快 仿佛是在庆祝 又仿佛在诉说 随着唢呐声 欢快的气氛油然而生 让人一听 就很忍不住跟着节奏摇起来 哈哈哈哈 这不是叫A人抬官吗 不应该是悲伤的音乐 怎么会感觉这么欢快呢 哈哈 有种想笑的感觉 这音乐也太有意思了 哈哈哈哈 好曲子 网上的网友们也纷纷道 你说说我都酝酿好了 情绪已经开始要哭了 结果你就给我搞这个 哈哈哈哈 楼上的笑死我了 呜呜呜 二大爷 你走得太早了 at楼上 不是应该是二大娘吗 别哭作坟了 哈哈哈哈 这些网友太有才了 笑死我了 我迟早要笑死在直播间里 叶峰的演奏还在继续 没一会儿就 直接到了高潮部分 他又深吸了一口气 吹起了高潮部分 全场平住呼吸 紧接着又一阵激烈快速的唢呐声响起 那一瞬间 所有人都感觉身上的鸡皮疙瘩起来了 这也太然了 听得我汗毛竖起 毛骨悚然了 哈哈哈哈 没有二胡拉不哭的人 没有唢呐送不走的婚 百般乐器 唢呐为王 不是升天 就是拜堂 千年琵琶 万年争 一把二胡拉一声 出来人士兴冲冲 索呐一吹全剧中 小半弹一夜 我也听不出是喜事碑 但是索呐一想 我就知道 我该随理了 我决定了 以后这首黑人抬官 就是我的最爱 这拿出去都有面子 索呐一想 黄金万两 足足三分钟 现场鸦雀无声 大家均用佩服的眼神盖着夜风 这太特么强了 他到底是什么神仙 缓了好久 现场响起了震儿欲融的掌声 啪啪啪 这道掌声持续了几分钟不止 但掌声慢慢小声 大家还一脸意犹未尽 谢谢大家 叶峰将索呐背在身后 鞠了一躬 这时 还沉浸在索呐声中的主持人 也反应了过来 连忙走上前 韩笑看着叶峰 叶先生 等一下 我有个问题 想请教你一下 叶峰点点头 你问 是这样的 你刚才说这首歌叫 A人抬观这首歌的寓意是什么 相信 这也是大家同为好奇的问题 这首的寓意 记得叶峰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只觉得很欢快 一点也不像是死人该放的音乐 死人不应该要放悲凉一点呢 伤心一点 才能彰显主人家对失去的人的尊重 直到这首歌的出现 叶峰又有一种别样的想法 估计失去的人 也希望在世的人 要开开心心 所以沿用吧 这首曲子是外国的 当然 它也是歌颂死者的 寓意的话 就是涂藏里上热闹一点 这都是叶峰献编的 哦 原来如此 主持人恍然大悟 要是歌颂死人 那就和名字对上了 等等 好像有点不对劲 我吵了 主播特么的 竟然在好声音的现场唱 歌颂死人的歌 哈哈哈哈 我就说 以主播的尿性 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蹦不住了 哈哈 主播 你要不要再搞笑一点点 这是正常人该有的脑子 本来感觉挺欢乐的 这一下就感觉不好了 网友们纷纷 吐槽整活这块 还得是主播 别人来参加比赛 都是为了成功晋级 但是到了主播这里 就话风转变 他带着白氏的歌来 这是想要送走谁 叶峰倒是不以为然 相反他倒觉得 能让人快乐的 就是好歌曲 这歌他挺喜欢 够欢快 文言 三个导师你看我 我看你 都扑斥一声笑出来 张健 哈哈 这首歌不错 够激情 女导师 对对对 我挑剔不出来 蓝导师 我更想知道有没有歌词 感觉这首歌可以爆火 对于导师们的点评 叶峰点点头 这首歌有歌曲 但是我就只知道伴奏 此话一出 大家都有些失望 随后 叶峰就走下了舞台 继续观看大家的演唱 刚坐到位置 手里又一堆本子合比 面对一张张 渴望又期盼的脸 叶峰着实有点难以拒绝 最后只能含着泪 继续签字 网友们看到叶峰的遭遇 都笑出讹叫 哈哈哈哈 主播你也有惊天 追星的人是最疯狂的 看看他们的专注度就知道了 你们还嘲笑主播 咱们都没主播的签名 你们到底在嘲讽谁呢 哈哈 果然悲伤是不相通的 缅北 KK 园区的邪火 足足燃烧了三天三夜 缅甸无数人都忙得晕头转向 这几天 缅景光是调人 过来灭火 就一个头两个大 三天时间 虽然没有伤亡 但是却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 结果火 还是没有一点点熄灭的意思 直到足足烧了三天后 才奇迹般的熄灭了 这期间 许总更是在医院里昏厥了几次 每次都是靠着医院 才把命给捡回来 此时 许总正站在窗台处 眺望远方 那个方向 正是他园区的方向 可是现在都已经一片废区 园区所有的陈设都被烧坏 说来也邪门 耗费了这么人去灭火 竟然没有人受伤 相反那些去火场的人说 火温很高 但他们在高温情况下 足足待了几个小时 却毫发未伤 这就是最为奇葩的事 咚咚 敲门声响起 许总头也没回 就说了一句 进来 话落 眠警就带着一个人走了进来 两人一进来 都没打招呼 就坐在沙发上 许总转身 就看见两人眉头微醋 周身气压低沉 他们甚至没和他打招呼 正是人走查量 他失事了 连以前在他们面前 点头哈腰的人 现在都蹬鼻子上脸 没问他话 就直接摆起架子 许总 园区的火已经灭了 你看你什么时候出院 眠警开口道 话语里那是相当的硬气 许总强忍着怒意 平淡地说 我伤还没好 出院得过段时间才行 哼 跟随眠警 来的另一个男士 冷喝一声 他眼神四溅地看着许总 冰冷道 你知道这次为了你 咱们损失了多少 许总一愣 两久没有说话 这个说话的人 他见过几次 是搞外交的 损失 他知道国家 正在和华夏谈事情 所以 没等他开口 对面就愤怒地说 足足上万人 咱们损失了上万的猪仔 你说说 这都是多少钱 何止这些 联警搭枪道 光是赔款 就赔了好几个亿 你看看 你都干了什么好事 损失了上万的猪仔 可是他的园区 只有两百来个 剩下的从哪里来 你等着好好赔偿 别人的损失吧 男人指着许总 相信他们一会儿就要来了 刚签订协议 他们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 他们 这下许总反应再慢 也想到了 原来 这次华夏重拳出击 因为猪仔的事 直接向缅甸开牌 以强势的口吻 强制他们 将华夏的所有人还回来 也就是说 除了KK 园区在内的其他园区 也遭了殃 纷纷都得把猪仔 给还回去 受伤的 死去的统统赔偿 这一次 华夏没有忍着 头一次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想到这里 许总脚一软 瘫坐在了地上 园区没了 猪仔没了 其他人还要问罪 他小声地嘟囔着 一个星期不到 他竟然从人上人 变成了丧家之犬 仅仅是因为一个夜风 虽然他们都知道 纵火这事 一定是华夏干的 但是他们没有证据 这让他们有口难言 再加上他们的秘密暗活被曝光 光是这一点 就已经让天下人不止 此时网上不用想 都是在唾弃他们的 可若是没有夜风的出现 他们这一行还会干很久 华夏的人是最好的 他们注意养生 生活条件好 各方面都达标 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喜欢 用他们来赚钱 也是最快的来路 再一个 他们为人软弱 不会反抗 是最佳人选 其他国家比不上 只是路上杀出成咬金 现在可好 赔了夫人又折兵 啥也不是 许总简直一个头两个大 他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你看这个 男人拿出手机递过来 许总定睛一看 从手机上看到了那道熟悉的人影 夜风 他竟然还有心情去参加歌唱比赛 他怎么敢 许总几乎是扯着嗓子 喊出这句话的 他眼珠子突然通红起来 要不是隔着屏幕 许总都想跳进去 千刀万剐的夜风 就是这个家伙 害得他啥也没有了 现在还顶着其他人的埋怨 年锦叹了一口气 说 这家伙有点邪门 你园区的兄弟们都给我们说了 他好像能遇鬼 遇鬼 何止是遇鬼 许总咬着牙 蹦出几个字 他还刀枪不入 听到这话 年锦摇摇头说 我觉得不可能 不可能 许总拔高音量 指着自己的伤口 那这是什么 我开枪打他 结果打在了自己的身上 还有油腻男 你们是没见 他举着枪 没等我提醒 蹦蹦蹦几声 他就倒在了地上 身上全是窟窿眼 都是叶峰干的 他身上很邪门 许总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 油腻男和刀疤死去时的画面 他们的眼神里 充斥着不可置信 惊讶 以及害怕 或许那一刻 他们在想 不应该得罪叶峰 听完许总的话 他们两人觉得这件事不现实 男子说 我觉得你开枪 顶多是鬼给他挡了 然后射到了你身上 年锦点点头 我想的也是这样 我就不信 他一个人还有翻天的本事 光是遇鬼这点 就已经特别难了 所以他俩的事 你也别纠结 赶紧打起精神 好好做下一步准备 这次损失这么多 上面要你赶紧补救回来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们就先走了 料下这句话 免警和男子就站了起来 许总也没说什么 任由他们往外走 只是脑海里 一直回荡着他们刚才的话 鬼给挡的 或许是真的吧 许总试图说服自己 不然怎么可能会有刀枪不入的人 刀枪不入 也不可能反弹到他的身上 想着他拨打了一个电话 喂 有个事 我想问一下 关于鬼的 哦 原来是这样 两久 许总才挂掉电话 他翻找着手机 点开了叶峰今日 录制好声音的视频 他们的冤屈想来 已经跟园区一起烟灭 许总眼神暗了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看 还有谁能帮你 他拍了拍手 外边的保镖就走了进来 老板 保镖换到 许总吩咐着 找地下组织 全力悬赏叶峰 无论付出多少代价 说完这话 他的眼神越发的冷练 保镖点头 是 老板 领了任务 他就走出了病房 留下许总一人独自思考 这一次就看看 你还有什么能耐 视线回转 接下来 我们将宣读晋级名颁 主持人在台上激情澎湃地说着 他用眼神扫视了一下四周 问 晋级的选手 他会是谁呢 从一楼到六楼的观众 纷纷还叫着 叶峰叶峰叶峰 必须有我家叶峰 谁我也不在乎 他必须入围 我要看他夺冠军 直播间的网友们更加热情 一个个叫嚣着 敲打着键盘 这还用说 咱们峰也铁定入围啊 那倒不一定就是歌唱比赛 他就演奏了个背景音乐 楼上这位你格局小了 只要有他在 你觉得好声音的流量能小了吗 可不就是 那还怕他唱得再难听 大家都会让他入围的 等等 咱们是看他来挑战 不是来看他晋级的 你一票我一票 明天叶峰就出道 盲声 你发现了华点 看到他晋级我突然有点难受 同样 我怕他过得不好 又怕他开大班 晋级的人他就是 叶峰主持人大声地念出的晋级名额 现场顿时响起了 雷鸣般的掌声和呐喊声 叶峰老公 你是最棒的 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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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料之中 大家不要过于激动 就是 以叶峰的实力 想不进击都难 叶峰又在大家的拥促下 来到台中央 导师席的三个导师 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祝贺 恭喜你成功晋级了 期待你下一次的表现 恭喜恭喜 叶峰淡淡一笑 回了句 谢谢 晋级已是意料之中 他没有过多的兴奋 主持人 请发表一下你的晋级感言 好 叶峰点点头 从他手中接过话筒 认真道 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感谢大家的喜欢 他吸一口气 下次 我会全力以赴的 话落 掌声再一次响起 大家很喜欢他的唢呐 希望他再出个专辑 最好来的唢呐合集 这东西吧 不听不觉得 一听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 血液也跟着沸腾起来 让人越陷越深 不听 浑身难受 叶峰他就做到了这一点 下了台叶峰 又回到观众席就做 看着乌鸦鸦的人 他喃喃道 这么多人想偷偷溜走 都有些难 算了 叶峰摇摇头 叹了一口气 还是等结束了再走吧 毕竟他现在是名员一个动作 都能引起全场轰动 别的都是小事 就怕大家的尖叫声 影响到其他选手的发挥 毕竟这种事就一回 发挥不后 很有可能就错过机会 其他选手都不知道 叶峰有这个想法 要是知道 他们一定十分感谢 用15个小时 好声音 晋级赛终于结束 张剑一直留意着叶峰 这不刚结束 他就从导师席走了过来 你还没走 他有些纳闷 按理说 叶峰应该早早溜走才是 可他现在 竟然还在观众戏乖乖地坐着 听到问话 叶峰不由地翻了个白眼 微微抬头示意 吐槽道 你看这么多人 我跑得掉吗 闻言 张剑抬头扫尸了一圈 这好像真的还走不掉 瞧瞧这一个个 如狼似虎的眼神 只怕叶峰刚离开座位 就会被他们撕成了碎片 是啊 叶峰一脸苦笑 他看着张剑 说 拜托你了 张剑回忆地点点头 拍了拍胸脯说 包在我身上 我带你走员工通道 叶峰抱拳 多谢 随后他就往前走 叶峰跟在身后 看到叶峰起身 现场的观众们纷纷喊道 叶峰不要走 我还等着你签名吗 叶峰 老公 听到这声音 叶峰脚底生风 溜得更加快 还好 后面有保安拦着 不然叶峰都觉得 这群粉丝要抓住他了 当天 叶峰用唆演奏的黑人抬官 迅速冲上了热搜 主要还是因为 这首演奏死人的乐曲 过于欢快 另一个是因为唢呐 此时 某个音乐学院的学生 看见了这个视频 我去 这唢呐 吹得也太好了吧 这不比我们的老师强 他们都是一群男学生 聚集在宿舍里刷小视频 突然 有个男生就刷到了 叶峰参加好声音 用唢呐演奏的片段 你们快看 他吆喝了一声 旁边的同学都围了过来 点开这个视频 唢呐声顿然响起 原本还好奇 有什么好东西的 其他人都惊呆了 这只这一个男生 支支吾吾道 比我拉得强多了 你 另一个男同学 翻了个白眼 吐槽道 老师你都没抄过 还想抄过人家 这不比老师吹得还好 他们都是学音乐的 对乐器各方面 都了落之掌 这其中 就当数乐器唢呐 是他们的必修学科 相比大多数人 都会选择钢琴 小提琴 大提琴 鼓针等 这一系列的乐器 像冷门一点的 也就数二胡和索娜 没有多少人选择进修 这两个乐器 也就民间用的比较多 他们这个宿舍的人 都挺喜欢这东西 所以都选择了索娜 当看到叶峰演奏时 他们又燃起了希望 谁说 索娜登不上大雅之堂 拿着手机的男生说 要是老师 看见这个视频 估计都要激动地跳脚了吧 可不是吗 现在索娜的曲目 本就少 能运用在生活中的 也就白事比较多 像这种欢快的 真是少之又少 我一直以为 要是咱们不学索娜 这门手艺就有没落了 这下好了 我感觉他 还有不少惊喜 想也没想 几人就这个视频 转发到了群里 并add了自己的老师 想着老师 努力钻研索娜的尿性 想来也不会关注手机 于是他们又打了一个 电话过去 简单描述了一番 他们老师 就点开了视频观看 如同几人所想 几分钟之后 群里面就出现了 轰炸式一般的消息 基本上都是 五六十秒左右语音 还没点开 他们就已经感受到了 老师的激动 男子刚点开语音 对面苍老的声音就响起 这个人是谁 看看能不能招到 咱们学校来 看看年纪不大 有这样的噪音 实在太难得了 他吹的这句唢呐 简直不要太稳 我感觉我都要甘拜下风 听到甘拜下风几个字 几个男生 倒吸一口凉气 过去 老师居然比这么高的评价 我就说 夜风噪音不低 咱们压根就比不上 这特么的就是专业 可不是比我们专业的 还要专业 天才啊 吐槽了一阵 几人没忘记 回复老师的话 Ad老师 他叫夜风 说他的名字 你或许不知道他是谁 但提到缅甸救人 你应该知道了吧 老师 所以 他就是那个去救人的 学生 是他 这个明月老师 震惊得不要不要的 他不光会救人 居然还会唱歌演奏索呐 这是怎样一个爱国人士 他迫切地想要认识夜风 想和他探讨一下 关于索呐方面的知识 听到他的索呐声 他仿佛找到了自己的知己 被自己的学生 科普了一番后 这个老师一搜索 就找到了夜风的账号 斟酌了一会儿 他发送了一条很长的私信 对于这些夜风 一概不知 此时 他正坐在商场的办公室里 张剑告诉他 外面的粉丝 一直舍不得走 所以他也走不掉 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 张剑则去处理事务 无聊之际 夜风又开始摆弄起了索呐 直播还没有关 大家看着他的动作 纷纷评论道 主播今天不挑战吗 我很想看你挑战 就是就是 一天不看你挑战 我浑身难受 你是忘了你的任务了吗 挑战啊 大哥 跪求挑战 夜风扫了一眼说 我现在还出不去 就不挑战了 听完这话 所有网友都有些失望 不过他们很快就打起了精神 突然一道灵光浮现 他们看着夜风手上的唢呐 既然出不去 不如主播 为我们再演奏一曲 唢呐如何 嘿嘿 这个主意好啊 正合我意 我也想听 我也想听 刚才的歌曲我还没听够呢 好期待好期待 我宣布 唢呐无敌 我就喜欢听唢呐吹出来的歌曲 主播主播 演奏演奏 夜风摸着唢呐 心里一动 再演奏一曲 也不是不可以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夜风搜索着脑海里的曲目 想着用哪一首比较合适 几秒钟后 他想到了一个应景的曲目 给你们搞个猪八戒杯媳妇怎么样 夜风咧着嘴坏笑 这个保证 你们听着很感兴趣 猪八戒杯媳妇 这是什么 是歌曲吗 怎么这名字听着怪怪的 看主播的表情 总感觉不是什么好曲 话不多说 小板等你就位 就等你开唱了 发完私信 刚准备走的老师发现 夜风竟然在直播 还要表演什么 猪八戒杯媳妇 他顿时来了兴趣 对于要夜风表演的猪八戒杯媳妇 所有人都来了兴趣 且不说这首歌好不好听 就冲夜风吹唢呐的技术 就值得一听 啥也不管冲就完了 夜风心里数着调 将唢呐送到嘴边 手指按住音控 头开始不自主地点动起来 网友们也被他的动作带动起来 虽然不知道他在点什么 但是跟上就完事了 夜风深吸了一口气 嘟恩嘟 嘟恩嘟恩嘟 嘟嘟嘟嘟 一阵欢快的唢呐声响起 甚至比黑人台观的音乐 还要欢快 这个伴奏真的让人忍不住 想要跟着跳起来 藏匿在直播间的明月老师 顿时眼前一亮 好苗子 他拍了一下大腿 激动地站了起来 眼神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夜风 像发现了宝一样 唢呐是个好乐器 奈何曲谱太过少 以至于当前的唢呐止步于此 不能再往上升一个台阶 要是夜风的这两首唢呐曲能普及 将会给唢呐剑带来巨大的改变 他的眼神越发明亮 直播间的网友们 听到这欢快的声音都坐不住了 卧槽卧槽 主播你也太有才 听到这首歌总让我有种娶媳妇的感觉 太欢快 这音感 这音乐实在太棒了吧 唢呐绝对是个神奇的乐器 发声独特 不是一般乐器可以匹敌的 光听到这个音乐 我就觉得有很多小妖精在环绕着我偷笑 而且这个吊吊特别容易上口 我感觉前奏我都能哼出来 夜风还在继续又吸了一口气 一吹 吹唬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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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唬� 但是背媳妇这种事铁定是高兴的 就如同这曲子这么欢快一样 同感同感 我都收藏了 过几天结婚 正好用这个当背景音乐 堪称完美 我感觉主播又要带起一波索娜狂潮 搞得我都想学索娜了 索娜永远的神 这曲子谁听不迷糊 反正我迷糊了 一曲结束 所有人都还沉浸在欢快的音乐声中 无法自拔 这首歌太容易上口 以至于他们的脑海里 还在浮现嘟嘟嘟的声音 仿佛下一秒就要唱出来 但是他们又是第一次听 这个就很奇怪 整首曲目都上在老师的星巴上 无论是开头 高潮 还是结尾 都异常的完美 他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神曲 许是受到网友们的影响 老师也忍不住在评论区 留下自己对这首歌的想法 有了声 这首歌不仅节奏欢快 而且还自带喜感 歌曲幽默辉谐 难得的好曲目 演奏更是恰到好处 无可挑剔 可作神曲 短短一段话 本应在如潮水一般的评论区里 淹没才对 但是这条评论 却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因为叶峰参加的是好声音 又在演奏乐器 所以直播间 有很多音乐学生聚集在此 上面点评得真好 只是柳乐生这个名字 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啊 我还说 就我一个人感觉眼熟 结果我点开他的主页一看 你们猜怎么着 别人虽然对柳乐生不熟 但从他们言语里 能感觉到这个人有点来痛 纷纷好奇地评论道 快说 快说 最讨厌别人掉口味了 展开说说 别逼我用40米的大刀架你脖子上 楼上这位性子挺急 不过 你先别急 揭晓谜底的收到了 这个叫柳乐生的网友 其实是华夏明月学院的教授 造诣之高 不用我多说了吧 别人或许对柳乐生不熟悉 但是他们可知道 这条评论一出 全网惊掉了下巴 华夏明月学院的教授 柳乐生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只是网友们想不到 他居然也在看直播 而且还给这么高的点评 我就说 咱们主播很牛吧 看吧 人家专业的教授 都出来点评说好了 我可记得 这个教授专攻的就是 索娜 业界有句话 要不是有他称的索娜 早就止不于此了 这些话尽数落在叶峰眼里 从网友们的字里行间 叶峰能看出这个世界的索娜 没有他前世那么出名 曲目也比较匮乏 像这样一个教授 很令人敬佩 叶峰挺直腰 郑重地对着镜头说了一句 谢谢柳教授的评价 见自己已经掉马 柳乐生也没藏着掖着 笑着评论道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你对索娜的掌控不在我之下 不对 光是这两首曲目 你就已经超越了我 有机会可否来明月学院做做 叶峰竟不知 这个教授对自己评价这么高 他谦虚道 我也是占了曲目地光 有机会一定过去 还望您不觉得我叨扰 柳乐生没想的叶峰答应得这么爽快 他对叶峰的好感直线上升 连忙回复道 怎么会 我们欢迎还来不及 大门随时为你敞开 叶峰抱拳笑道 那以后多有叨扰 还望不嫌弃 他对这个世界的唢呐曲目 也挺感兴趣 没死之前 叶峰就特别羡慕会唱歌 有手艺的人 如今自己也变成这类人 他对这些人 也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直播间的人就这样看着两人 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场面 十分欢快 带柳乐生走后 评论区又开始热闹了起来 主播这运气 走到哪里都是人脉 楼上你说错了吧 主播还需要人脉 他自己就是那个大人脉 就是就是 主播这水准都经过了大师的认证 能差了 你身上到底有多少宝 是我们还没有挖完呢 每日一看必有惊喜 这不比呱呱乐还强 在办公室又待了一会儿 张剑终于从外面回来 他带来了叶峰期待已久的话 外面的人都走光了 真的 叶峰猛地起身 张剑点点头 对 他们太疯狂 就这么一直守着 还是我骗他们说你先走了 不然这会儿 估计还在门口候着呢 麻烦你了 看张剑有些凌乱的发型 叶峰就知道 现场一定很壮观 这有啥 张剑一摆手 说 我送你出去 好 叶峰微微汗手 然后就跟在张剑的身后 走出了办公室 一路往上 畅通无阻 门口还有几个 切而不舍的粉丝 都被叶峰眼尖的躲过 被签名支配的恐惧 迅速袭上心头 叶峰脚底抹油 直接跑路 有他在的地方 就是焦点 这部他直播刚结束 连同好声音现场 与猪八戒 背媳妇的唢呐片段 都被裁剪了下来 大家已经习惯了 这种追星方式 谁让叶峰只直播 连个斗音也不发 要发也只是发一些 寻亲家长的消息 叶峰再一次占据了热搜 警号猪八戒背媳妇 警号报 警号黑人台官 警号 没见好声音 现场和叶峰直播的 纷纷点进去 刚点进去 所有人都惊艳了 这音乐很轻快 一瞬间 就将大家的情绪 调动了起来 太过欢快 让大家也忘记了 琐事的烦恼 这两首曲目 都是叶峰自己作曲的吗 这也太强了吧 太欢快了 我必须安排上 手机铃声 背景音乐 我升职了 猪八戒背媳妇 太符合 我现在的心情 心情不好 却不想被这首歌 一下子治愈了 跪着听 是我对叶峰 和唢呐的尊重 黑人台官挺有意思 但我更加喜欢 猪八戒背媳妇 寓意很好 同感 同感 加一 听完这两首唢呐曲 不少网友们 将它们设置成了 来电音乐和背景音乐 网上更是掀起了 一波学唢呐的热潮 还有不少 拥有选择恐惧症的 音乐学生 他们更是一头 扎进了唢呐圈 一时间 唢呐店 乐器店 网上但凡有唢呐的店铺 通通一手而空 大家纷纷发视频 喊话叶峰 唢呐已备好 叶老师可以上课了 叶老师 小葵花课堂开课了 人呢 对此 叶峰表示很有压力 突然才想到了一个人 他将这两首 曲目的曲谱给写出来 发给了柳乐生教授 叶峰发现 柳乐生竟然在自己演奏 猪八戒被媳妇之前 就已经给自己发了私信 看到这里 叶峰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心 当柳乐生受到曲谱时 激动地都流下了眼泪 他捧着手机 如获珍宝一般 与此同时 另一则消息 也引起了全网轰动 这是官方发出来的消息 经与免方谈判 共获得以下几点成就 一 免方将送回上万华夏民众 二 补偿我方八亿赔偿 三 但凡在免方无辜遇难的民众 皆可以得到赔偿 免方将于三日后 将所有人送回华夏 特此通知 希望所有人引以为戒 不要相信别人的片面之词 而做出后悔一生的决定 这条消息特别震撼 官方还特意发了三遍 最后 还将谈判内容的视频 公之于众 对于不知情的网友们 纷纷为国家这个举动圈粉 卧槽卧槽 卧槽卧槽卧槽 我都看见了什么 啥时候谈判的 消息太隐秘 不发通告 我们都不知道 免方向 咱们国家低头了 还竟然将这么些人 都给放回来 上万人啊 原来咱们国家被骗去的 有这么多人 我一直以为 叶峰区就回来的 两百多人已经是最多了 没想到这背后 竟然还隐藏着这么多人 想不到咱们国家 不出手则已 亦出手惊人 事实证明 国家的强大与人民分不开 要不是这次叶峰 将这个事情戳破 或许全世界的人 都还会蒙在鼓里 咱们终于站起来了 打响了胜利的第一枪 以后我看 还有谁敢欺负咱们 就该这样 干该出手时就出手 软弱只会让人瞧不起 强硬才是强者 该塑造的形象 这群狗娘养的 这下栽了吧 都TM应该死 我觉得应该让他们 送些人来做标本 也让他们尝尝 被人宰割的滋味 三则通告已经发出 短短半个小时 就转发上意 评论几十亿 几乎全国的人 都看见了这则消息 每个人都发了 不少几条评论 吐槽完 所有人又去观看 谈判视频 首先入演的是外交 官 刘国强 昔日的英姿萨爽的 刘国强又回来了 他眼神似箭 大手一挥 吓得对方谈判 眼神闪躲 支支吾 缅方本想借此机会 逼迫华夏交出夜风 结果谁曾想 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下连老本也贴了进去 赵国强有理有据地 说着缅方的恶习 包括私底下贩卖人口的勾当 强硬的态度 让缅方措手不及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平时和和气气地滑下 竟然也会如同狮子一般发威 纷纷被吓破了胆 看着一个个气得 脸红脖子粗的缅方代表 网友们纷纷喊话解气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赵国强这么帅啊 这强硬的话语 我太爱了 这就是语言的魅力 咱们国家这么多年的积累 可不是白来的 光是这些赔偿 我觉得都不足以 熄灭我心里的仇恨 太解气了 就喜欢看他们不顺眼 又不能解决咱们的眼神 多少年了 咱们终于站起来了 就这样继续好好让世界看看 咱们华夏没有一个耸弹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上面对缅方的事情 一直都有关注 只是还差一个契机 而这个契机就是叶峰 对对对 我也是这样想的 要是没有叶峰的雷厉风行 哪有今天的这盛世场面 不过 咱们也不会忘了 后面付出的人 你们同样是最棒的 致敬奔波在前线的 所有工作人员 这一夜 全网的网友们 都高兴得睡不着觉 纷纷起来庆祝 光是烟花就放了一夜 各大高楼 还将过年才开的灯打开 庆祝华夏打赢胜仗 包括即将要从缅方 回来的那上万人 以及他们的家属们 激动的都找不到北了 一天不到 缅方就将统计好人员名单 发给华夏 华夏也将这些名单 公之于众 好让其家属三天后 自行前往云城接人 全网都在亢奋 纷纷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而叶峰也看到了这则消息 心里也十分的激动 此时他正坐在家里画画 当时答应了那些家属 要将这幅画再画一遍 然后寄给他们 叶峰低着头勾勒 手边堆着一打纸张 上面都画着铃声他们 和其家人们 领二等宫的合照 一个小时过后 叶峰终于收笔 总算是完成了 他往后靠深了个懒腰 随后又揉了揉酸爽的肩膀 一会儿就把他们寄出去 叶峰将画好的纸张笼络在一起 然后数了数 一共四十九张 不多不少 四十六张是给家属们的 剩下的三张发 分别要给坦克 赵国强 还有自己 这都是美好的回忆 值得留恋 当然 那张原图被国家收藏 作为这次行动的留恋 看了一眼 坦克发来的所有地址 叶峰正要往外走 一个东西 令他停下了脚步 差点把他给忘了 叶峰从桌上 拿起一张小画像 这也是他画的 画上有他 还有铃声 两人勾肩搭背 脸上洋溢微笑 铃声是他来这个世界上 第一个兄弟 叶峰只恨没有早点遇见他 他准备把这张画像 拿去表好 放在家里 将所有画像寄出 叶峰打开了直播 一开播 就有无数网友涌进来 平润如潮水般袭来 哈哈 我是第一个 刚还在刷主播的竹页 这不就开播了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我刚上线就收到了开播消息 哈哈 大家中午好 叶峰扬起标准的笑容 主播你好呀 要挑战吗 随时等候着 嘿嘿 看到挑战二字 叶峰有些汗颜 连忙吐槽道 感情你们就只是 看挑战来了 这字里行间都充斥着 酸溜溜的感觉 网友们纷纷喊话 还看你行了吧 你怎么还和挑战吃上醋了 你俩不是并存的吗 别竞争这些没用的 赶紧挑战 我可是顶着被老板抓的风险 再看直播 你看看人家摸鱼的都催了 你还不继续 看到这里 叶峰无奈的摇摇头 只好说道 行行行 开始吧 你们今天想看什么挑战 文言 网友们开始发挥脑洞 开始评论道 叶峰随便找个地儿坐着 等待网友们评论好 触发系统机制 上半身穿背心 下半身穿JK裙 去大典的超市问 服务员漂不漂亮 理发店剪一根头发 买老婆饼 问店员为什么不送老婆 楼上这位不怕别人认为 主播是神经病吗 路上找一大妈 给她说 你喜欢她 要跟她处对象 看大妈啥反应 这是半成了 给你刷礼物 无脸 看到这条评论 叶峰扶着额头 苦笑 劝你们干点人事啊 随意搭讪大妈 这合理吗 不怕大眼 这借网友光整些邪乎的东西 也不知道是随了谁 网友们都不知道叶峰的想法 不然一定得回 随你呗 毕竟正主都不正经 他们又能正经到哪里去 找一家儿童摄影 完了给自己拍满月照 叫双人份的外卖 起手到家之后 请她吃饭 就当叶峰一个个 将这些评论念出来时 脑海里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叮 随机任务发布 接受粉丝小女子评论的挑战 找一家儿童摄影 完了给自己拍满月照 什么玩意儿 刚听到播报这个叶峰都梦了 拍满月照是什么鬼 这不是小宝宝才去的吗 挑战可以够奇葩 但不能搞邪门 叶峰内心逼问 系统你几个意思 却不知下一秒系统的话 直接击溃了叶峰的内心 系统 三百多个月的宝宝 也是宝宝 拍就完事了 叶峰愣是没反应过来 三百多个月的宝宝 系统 完成挑战 有丰厚的奖品哦 这句话叶峰听懂吗 系统居然学会了诱惑 真是罕见 一想到当他说出自己要拍照时 别人那看傻逼的眼神 不得笑翻了天 叶峰不敢想那场面 铁定报效全场 想想就射死 还没去叶峰的脚 都已经尴尬地 抠出一栋魔法城堡 这是人干的事 嗨嗨 叶峰倾咳了两声 直播间瞬间停止评论 因为他们知道 主播已经选好 今天要挑战的内容 会选什么 我希望主播选去女仆店 我想看黑丝 楼上这位是一点不带掩饰的 这不LSP吗 啥LSP 我就爱看 他不就是诚实了点 至于这么说吗 得得得别吵 看看主播选什么 叶峰深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今天要挑战的是 来自粉丝小女子的评论 找一家儿童摄影 玩了给自己拍满约照 说完 叶峰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评论区 要看看网友们怎么评论 果不其然 评论区一顿喧哗 什么东西 给谁拍满约照 楼上没有听清 给主播呗 蹦不住了 这届网友太有才了 怎么会想到这么损的招 已经想象到儿童摄影里 工作人员惊讶的眼神 儿童摄影 妈妈 我有预感 今天有BT会来 网友们的反应叶峰都猜到了 他苦笑一声 拿出手机开始搜索 最近的儿童摄影在哪 好 在大街上的儿童摄影很多 光是叶峰身处在这条街 就有好几家 说干就干 叶峰对着镜头 喊出了自己的口号 兄弟们啥也不说了 干就完了 咱们玩的就是真实 主播加油 帮我探探路 要是好的话 我也带我儿子去拍一个 我也是 我也是 最近正好也要拍满约照 不知道选哪家比较合适 在网友们期盼的眼神中 叶峰迈开步伐 朝着客友儿童摄影门牌的店铺走去 来到第一家 叶峰刚进去 就有人上前询问 先生你好 请问你要给孩子拍照吗 对 叶峰点点头 问 现在能拍吗 现在 工作人员考虑了一下说道 不好意思先生 现在拍不了 你看明天行吗 咱们的摄影师都出去了 咱们还支持上门服务 在家也可以拍 他看着叶峰 问 你看要是不着急的话 咱们明天拍可以吗 明天 叶峰微醋 他也等不到明天 他说 那算了 我就想今天拍 随后叶峰就走出了店铺 身后的女人想追出来 可奈何店里 一个摄影师都不在 也拍不了 看来这一单注定无法完成 紧接着 叶峰又来到第二家儿童摄影 开心股儿童摄影 这名字不赖啊 不知道里面能不能拍 主播都碰了一鼻子灰 先打量了一下外面装修 看着还不错 叶峰就走了进去 这家开心股儿童摄影 和上一家一样 他刚迈进去就有工作人员笑着上前 先生 你好 要给孩子拍照是吗 叶峰点点头 对 现在能拍吗 他直接挑明 不想耽搁 店员还以为叶峰要预约 却不想直接就问现在能拍吗 能拍 工作人员依旧笑脸回答 这时另外一个男子走上去前 先生 你孩子呢 他朝叶峰身后看了看 看着他的眼神 叶峰尴尬一笑 说了句 我拍 话音刚落 叶峰就感受到了两道强烈的目光 上下打量着自己 男子笑道 我们这里是儿童摄影 成人的话 你可以到隔壁 对 女工作人员也憋笑着点点头 却不料叶峰下一句话 直接让他们破功 三百多个月的宝宝 不是宝宝吗 叶峰一脸认真 两人 他们没绷住 扑持一声笑出声 连同直播间的网友们都笑喷了 哈哈 主播这话我懂 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三百多个月的宝宝可还行 我也是两百多个月的宝宝 这个直播把我这个二百六十五个月的宝宝给笑喷了 你们要负责 两个工作人员的表情也太搞笑了吧 他们觉得哪里不对 但又感觉主播说的没错 卧槽 我这是捅到了宝宝窝吗 怎么这么多宝宝 一句话让我把饭都笑喷了出来 笑归笑 两个工作人员立马正色道 三百多个月的宝宝也可以拍 他们只当叶峰是个奇葩 送钱上门 哪有不正的道理 那就行 见他们没有拒绝 叶峰松了口气 再找一家倒是不难 就是有点欣慰 先生你看看 想拍哪种风格的 女工作人员将一本画册递到叶峰手中 叶峰接过画册翻看 边看他边问 你们看看哪个风格好 你们选 他有选择恐惧症 懒得做决定 两个工作人员则在旁边等候 听到他的话 还以为叶峰是在跟他们说话 两人忙到 都可以 看你喜欢 叶峰没说话 一边看画册 一边盯着评论区 直播间的网友们认真地看着画册 斟酌着要选哪种舞板拍照合适 第一页这个就不错 全绿的比较小清新 我喜欢第三页 小奶牛造型 还叼着个奶嘴 多可爱啊 楼上和我想法一样 主播选这个 你不能拒绝 这个好 这个好 必须选这个 你让我们选的 你不能拒绝 第三页 第三页 看见大家的评论 叶峰又翻到了第三页 当认真看上面的服装时 他懵了 叶峰 你们够狠的 他真想一巴掌抽在自己脸上 早知道就不自作主张 让粉丝们选了 这个小模特 嘴里叼着奶嘴 蜷缩着小身子 抱着小手 身上穿着小奶牛衣服 看着这小孩 着实可爱 那你能想象到 一个大人去拍这样的照片吗 这得有多拉眼镜 事已至此 叶峰已经没有拒绝的余地 直接赶鸭子上架 他指着第三页 这个可爱的小孩 豁出去一般地说 我要这个造型 两人伸过头来 该看清图册上的内容时 他们均红了脸 他们强忍着 不让自己笑出声 过了一会儿 男子憋笑说道 眼光挺不错 这组照片很可爱 很出片 女人也附和道 对对对 这时 叶峰也摘下了脸上的口罩 当看清他的脸时 两人终于知道 他为什么要来拍这个照片 叶峰 两人惊呼 卧槽 真的是你 洗涤掉马 叶峰尴尬地点点头 回道 是我 所以 两人对视野 一口同声道 你在直播挑战 然后来拍满月照 他们就说 怎么会有人闲呢 没事拍这种照片 若说是叶峰的话 一切都能说得通 这家伙就是一个奇葩 没有他不敢接的挑战 连缅北都敢去 这些小挑战 都是毛毛雨 叶峰苦笑 是啊 又在直播 两人平复了一会儿 终于压制下内心的激动 他们带着叶峰 来到服装区 去选衣服 结果这些衣服都太小 三人顿时有些犯难 直播间却笑疯了 哈哈 掉马了 我怎么感觉被认出来 更尴尬了呢 看主播的脸 估计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这些衣服这么小 主播咋穿呀 绷不住了 我妈问我 为什么家里会有猪叫声 为了让叶峰挑战 女工作人员 搬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 一台缝纫机 叶峰眼神暗了一下 难道她是想现场缝制衣服 如她所想 因为没有她适合穿的衣服 工作人员只好现场 做一件将就一下 好在女子手力不错 十几分钟后 一件超级可爱的奶牛衣出炉 女子不断比划着自己的成果 叶峰汗颜 今天这个照片是必须得拍吗 两人笑盈盈地看着叶峰 来吧 拍照 这一刻 他们像极乐童话里的老巫婆 86章 劝你最好老实点 别逼我把奶嘴塞你嘴脸 看着两个人摩拳擦掌的动作 叶峰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怎么感觉黑力石要出来了 叶峰跟着他们来到拍摄地 男子已经将床给铺好 就等叶峰换好衣服来拍 叶峰磨磨叽叽半天才将衣服换好 他打量着身上这黑白花纹的衣服 忍不住老脸一会 这都叫什么事啊 还没出去 他就听见外面传来笑声 哈哈 想想就想笑 今天一定是咱们人生中最有意思的一天 人生巅峰 我有预感 咱们要火了 哈哈 我也是 叶峰 不管你们要火了 我也要火了 还是爆火的那种 今天指定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一天 深吸了一口气 叶峰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出去 他的出现 立马就迎来两个店员的一阵夸赞 不错不错 哎呀呀 好可爱啊 这套衣服真配你 瞧瞧多衬肤色 整个人都白了一个度呢 女生捧着手心 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 叶峰差点没被他这番话给搞吐了 这事已经进入状态了 直播间的网友们 因为这句话直接笑喷 笑声跟家里的水烧开了一样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哈哈 佳子英 哎呀呀 好可爱啊 一鸡皮疙瘩都已经给我搞出来了 哈哈 没动不住 这家敬业可以冲 直接进入了状态 都把主播当成了小宝宝 这两个工作人员素质真高 我都笑得值不起药 他们竟然能忍住 佩服佩服 来来来 笑一个让我看看 男子将摄像机举了起来 对准叶峰的大脸 叶峰汗颜 一脸菜色 跟吃了很多苦瓜似的 咔嚓一声 男子迅速查看照片 随后他憋着笑说了一句 风哥 要高兴点哦 不能这样哦 叶峰 女的家就算了 男的真的有必要吗 为了赶紧完成任务 叶峰只能配合地扯出一抹笑容 好 非常棒 紧接着 两人带着叶峰来到铺好的床上 让他躺在上面 女子则负责教叶峰摆pose 后者则生无可恋地任由他们摆弄 突然 对了 还有一个东西忘了 女子一拍大腿 转身跑了出去 叶峰还在好奇他忘了什么 就见他拿着一个东西过来 这这不太好吧 我就不用了吧 叶峰浑身抗拒地说出这句话 网友们也跟着他的视线看去 下一秒评论区全是笑声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 没有这么简单 奶嘴好啊 那个小宝宝不做奶嘴的 蹦不住了 看主播抗拒的表情我就知道 有好戏要发生 果然让我等到了 吼吼吼 我能说他们很敬业吗 太有意思了 正常人谁会想到去拍满月照 这也太逗了 看着越来越近还一脸笑意的女子 叶峰如临大敌 眼睛里的抗拒之意特别明显 男子在一旁抖得跟筛子似的 来到叶峰跟前 女子蹲下 用带有母爱的眼神看着叶峰 手也缓缓伸了过来 来 张嘴 就像这样 啊 他甚至做出了口型啊的样子 见叶峰没有反应 他耐心地解释道 这奶嘴是新的 我刚拆开的 还怕叶峰不相信 他从裤兜逃出包装袋 这一刻 叶峰真的很想一头撞死在这里 太特么丢人了 今天一过 黑历史那可就扇也扇不掉 神特么的呀 这波神操作 给我笑喷了 哈哈 还得是你呀 主播都玩不过你们两个 叶峰 你们最好没事 女店员 劝你最好老实点 别逼我把奶嘴塞你嘴里 哈哈 为什么我竟然从一个女生脸上 看出了猥琐的样子 我有罪 我也是 这下童话故事里的老巫婆 算是有脸了 你们还真别说 我已经狠狠地带入了 主播就是那个小白话 一旦接受了这样的设定 我都 看不下去了 哈哈 全网的观众们笑出了猪叫 直播间的热度也在不断攀升 大家纷纷转发视频 生怕让他们错过了 主播出丑的经典时刻 叶峰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 不然这得喷出一口老血 再说一句 我他妈谢谢你们 最终 奶嘴还是塞到了叶峰嘴里 至于这么塞的 这里省了有五百字 奶嘴入口 叶峰两只眼睛顿时没有光芒 变得一片昏暗 反观两个工作人员就很高兴 现场充斥着欢快的笑意 这个世界 只有叶峰一人受伤的愿望达成了 既然跑不了 叶峰直接摆烂 躺在床上任由他们摆布 看这里 笑一个 叮铃铃 女子还拿来了摇铃玩具 在叶峰头顶摇晃着 叶峰任命地跟着摇铃看 快门键咔咔作响 来来来 这样 对对对 表情很好 看我 笑一下 非常棒 很可爱 直播间的网友们 早就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眼泪都笑出来 哈哈 这商家真的很配合 给钱办事一点也不含糊 该有的都给主播安排上了 偷笑 有钱不赚 又不犯法 不违背道德 肯定要赚 再说 你们看他们高兴的模样 只怕早就在享受这个过程 摄影师拍照的时候还引导 真的离谱 哈哈 要我说 主播没有满月的宝宝配合 必须重拍 还没进来 我还以为是在寄灵 楼上的 我劝你别太离谱 哈哈笑死了 这评论真的可以出现吗 不明白的 我也觉得像 再看一眼 结果是在拍满月照 差点以为主播凉了 还好我收住了刀 虚晃一枪 网友们纷纷替叶峰尴尬 今天这挑战实在太过奇葩 导致刚进直播间的网友们 都没有反应过来 而咱们的正主 已经神游天己 只期盼这样煎熬的时间 快些过去 谁料两个员工越拍越兴奋 还在不停地摆弄着叶峰 让他呈现各种小宝宝 可爱的模样 从床上 每个地方都留下了叶峰痛苦的泪水 你们看 主播哭了 这眼泪绝必真实 哈哈 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今天的挑战 着实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我有预感 以后主播将在悔恨中度过 不懂就问 这不是主播自己选择的吗 有啥难受的 搞笑就完了 整活界还得是咱风爷才行 妥妥地祖师爷 哪个正常人会想到去干这事 主要还是网友们和主播结合 才能生产出这么好看的作品 终于在两个小时后 叶峰摆脱了两人的魔爪 听到结束 叶峰立马就跑到十一间 将自己的衣服换回来 穿回自己的衣服 叶峰心里踏实了一些 风哥 快过来 男子咧着嘴 挥一手喊道 叶峰快步走了过去 男子道 咱们先来选选照片 照片 叶峰 草 忘了还有这个环节 我们这是299的套餐 两套服装 拍摄90张照片 精修20张 入册20张 还有两个小摆台 男子再给叶峰解释 今天拍摄的内容和价钱 其实他们拍的照片 远远不止90张 哪怕说有300张 都只多不少 像叶峰这样的顾客 一辈子也遇不到一次 就算不要钱 两人也很愿意给他拍照 叶峰是谁啊 是偶像 虽然他不着正条 但也阻挡不了这么多人喜爱他 对于叶峰 大家是又爱又无奈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就会重拳出击 次次都在雷曲蹦打 才299 价格很合适 不贵 这么多照片值了 报地址 我也想去拍一组 哈哈哈 楼上正是被主播 给激发了BT属性 得又带峰一个 别忘了去的时候叫上我 哈哈哈 我算是看明白了 咱们都随主播 都不正常 哈哈哈 叶峰的脚 和他的心一样灌了签 实在无法往前挪动一份 峰哥 男子憋笑着 又喊了一句 说实话他很佩服叶峰 像他这种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倒是不常见 丢下面子去赚钱什么的 简直不要太酷 来了 叶峰走上前 女子已经将小板凳背好 看来这照片是不选不行了 没等叶峰坐下 男子就已经点开照片 直播小球迅速占领的最佳位置 第一时间让直播间的粉丝们 清晰地看到叶峰的满月照 这一气给力 该上的时候 他是一点也不含糊 我感觉主播 想砸了他的心 都有了 哈哈哈 不过这照片真好看 楼上你是在自欺欺人 你管这下好看 明明是可爱才对 操 差点没收住刀 不得不说 除开主播这张脸 整套照片看下来都还不错 可不 要是他再笑得开心一点 那该多好啊 这些全是一脸苦瓜笑 替人尴尬的毛病又犯了 这照片能选好才怪 笨不住了 哈哈哈 为了赶紧逃离这个地方 叶峰胡乱选了几张 并敲定好了 要入册的那两张照片 二百九十九是吧 叶峰拿着手机要扫钱 结果却遭到两人的阻止 男子说 扫什么钱 就当是我给你拍的 他眼疾手快地收起了二维码 女子笑音音地说道 就是就是 你可是我们的偶像 上了我们店 那还需要你花钱 这丹免了 男子一挥手 豪气地说道 话落 还不忘把二维码锁在柜子里 叶峰 那怎么行 我来消费的 自然是要付钱 叶峰一脸认真 两人一再推辞 话都说出口气又收回的道理 就是听我们的吧 还有 我想麻烦你个事 女子看着叶峰 一脸不好意思地说 可以要给您的签名照吗 叶峰了然 也没拒绝 点点头道 当然没问题 他伸出手 等待女子给他执笔 女子抿着唇 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叶峰 缓慢地从身后拿出一张照片 麻烦签在这上面 越说到后面 他好似底气不足 越来越小声 叶峰有些纳闷 低头一看 差点没把眼珠子 给瞪出来 这个叶峰 哆哆嗦嗦地说了句 没搞错吧 女子手上的那张照片 正是自己刚才拍的满月照 叼着奶嘴 一脸茫然 这这这 他怎么敢 直播间却因此炸锅 笑死我了 这个员工太不按套路出牌 看到照片的那一秒 我笑喷了 我还寻思 这个店员会拿出本子和笔 结果我还是太小看他了 无备开摩 头一次在主播脸上 看到这么多表情 主播的三观炸链 全是因为这个小姐姐带来的 她也太厉害了吧 绷不住了 整活这一块 这个小姐姐也得占头筹 哈哈 惊呆了我的太合金狗眼 我直接一个180度滑跪 佩服的五体投地 听到叶峰颤抖的声音 女子赶紧解释 不好意思 没经过你的允许 就私自打印出来 她又不到 不过这张照片的确很可爱 叶峰直接原地实话 不能签吗 她一脸期盼的眼神 落在叶峰眼里 有些不忍 反正都已经出丑了 再出一次丑 又有何妨 可以签 叶峰几乎是咬牙切齿地 说出这句话 二女子激动地跳了起来 随后连忙将照片递过去 叶峰接过照片 侧着脸刷刷两下 就签好名字 这照片别人看还好 自己就很尴尬 一个大男人扭捏着 做着幼泰的表情 光是想想就要呕出来 给你 叶峰赶紧将照片还回去 仿佛再多看一眼 都觉得晦气 旁边的男子 也被他的动作逗笑了 听见笑声 叶峰一脸飞线 恨不得挖个洞 把自己给埋了 网友们更是笑得 直不起腰来 突然 有点舍不得主播 就这么走了 我有一个好点子 不知道主播会不会挑战 楼上要说什么 赶紧说来听听 好奇好奇 说 大胆说 这个人的评论一下 就勾起了所有人的好奇心 网友们纷纷叫嚣着 这个网友卖弄着关子 说 你们说主播要是打印着自己的满月照 出去逢人就问认不认识照片里的人 会不会特别有意思 这话瞬间引起了轰动 网友们直呼告啊 卧槽卧槽卧槽 还得是你啊 这么高的招我竟然没想到 哈哈 这光看着就觉得贼尴尬 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这可是套活 不过我喜欢 哈哈哈哈 主播有没有在看 赶紧答句话 这个挑战 你挑不挑战 麻溜点主播 干啥呢 叶峰还沉浸在刚才的照片里 没有反应过来 自然没有注意到网友们的评论 不过下一秒 他就梦了 叶 随机任务发布 接受粉丝叶峰 你是我的神 的挑战 打印自己的满月照 出去逢人就问认不认识照片里的人 这一刻 叶峰脑瓜子突然荡机 什么情况 系统发疯了 竟然会自动接单 系统 你才发疯 系统 完成这个挑战 可升级奖励 有机会 开出稀有技能 你说这么多 有什么用 叶峰只想一头撞死 他都已经出了一次宠 难道还要再来一次 苍天是要收了他吗 叶峰望天 欲哭无泪 两个工作人员 也不知道叶峰怎么了 只感觉下一秒 他就要哭出来似的 是想起了伤心事吗 网友们更是一脸疑惑 不明白叶峰为何这样 直到叶峰的下一句话 点醒了他们 内心挣扎了好一会儿 叶峰终于打起了精神 他看着两人问道 可以打印照片吗 我要一张 可以 可以打 两人一口同声说道 随后 他们也没问什么 就去给叶峰打了一张照片 过了一会儿 你看这张可以吗 女子又道 谢谢 叶峰接过看了一眼 差点原地喷出一口血 网友们更是直接笑喷了 这个小姐姐 就没有失手的时候 还是这张照片 同样的配方 惊呆了主播两次 你们快看 主播看向小姐姐的眼神 都有怨恨了 叶峰 我敢确定 上辈子一定和你有仇 笑死我了 我嘴巴都笑僵了 主播可能从未想到 同一天能栽在一个人手里这么多次 我敢打赌 主播以后路过这里 都得绕道走 这娘们太他妈损了 不过我是真的爱 这天叶峰的三观 被一次又一次的刷新 他都记不得 自己崩溃了几次 为了不再丢脸 叶峰接过照片 扔下三百块钱现金 就往外跑 啊 峰哥别走 都说了不收钱 你快回来 两个在后面穷追不舍 最终还是没跑赢 身体素质被棒的叶峰 到了转角处 叶峰回头看了一眼 确定后面没人跟上 他停下了脚步 呼 他吐了一口浊气 才看向镜头 你们当真是可以啊 想尽办法 让我出丑 牛 真的牛 叶峰苦笑着对着镜头 竖起了大拇指 他这波操作 搞得粉丝们一连猛 发起这个挑战的小女子 也皱起了眉头 难道主播在埋怨我 不不不 怎么可能 主播又不是这么小心眼的人 为了弥补主播 小女子直接在评论区 耍起礼物 小女子打赏主播 十个眼镜 小女子打赏主播 十个爱的包包 小女子打赏主播 十个火箭 小女子打赏主播 他一边刷礼物 一边评论 小女子 受苦了主播 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看到这个评论 叶峰才反应过来 自己刚才说的话 好像有点过激了 连忙摆手道 小女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 别刷了 他当成这个粉丝 以为他在要礼物 其实不然 嗨嗨 叶峰清了清嗓子说 下面开始第二个挑战 来自粉丝叶峰 你是我的神 的挑战 打赢自己的满月照 出去逢人 就问认不认识照片里的人 话语刚落 直播间瞬间沸腾起来 什么什么什么 我没听错吧 主播又整活了 我还为他没看见这条评论 哈哈 好戏开场了 难怪他刚才一脸便秘的模样 感情是因为这个 我就说他不喜欢那个照片 为什么还要打印一张 啥也不说 我先笑为敬 哈哈 楼上笑声 太大都掩盖了我的 不行 我也要 哈哈哈哈 所以叶峰福娥 无奈道 我才会给你们束大拇指了呀 整活这块 还得是你们牛逼 这下 所有人都明白 叶峰刚才为何那样了 被选择评论的叶峰 你是我的神 高兴的原地蹦着 笑出了猪叫声 还因为笑得太过癫狂 被他母亲一个大笔兜 嘴里骂着 小逼崽子 笑毛啊 叶峰 你是我的神 操 刚才笑得太过癫狂 被我妈给了一个大笔兜 头都给我扇骂了 叶峰 你是我的神 我咋这么倒霉啊 叶峰率先看见了这条评论 下一秒 他不厚道地笑了出来 刚才因为这个挑战憋屈的心理 被冲散了一些 直播间的网友们 更是不厚道地嘲讽到 你没安理你妈妈看吗 这等好事 他竟然要错过 一定是你吃毒食 所以被打了吧 叶峰 你是我的神 心疼你一秒 不能再多了 哈哈 这沉重的母爱 就是来得这么突然 原谅我不厚道地笑出了声 哈哈 太逗了 原来笑得太大声 也会被打 我就没有这样的顾虑 哈哈 叶峰 你是我的神 你们笑得太大声了草 要不是我评论 你们能看到接下来的挑战吗 此话一出 所有网友敬言 随后又不厚道地笑出了声 这下可把男生给搞阴谋了 在家被打 在网上被嘲讽 这日子没法过了 见着差不多 叶峰拍了拍手 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好了好了 话不多说 咱们继续挑战 我们的口号就是 开干 咱们玩的就是真实 激情昂扬的宣示 彻底点燃了网友们的血液 一个个叫嚣着 冲啊主播 我看好你 你是最棒的 干就完了 咱们玩的就是真实 搞的就是一个射死 干完这一票 你就是最牛的整活主播 那必须的 叶峰给自己加油打气 随后看一下四周 这个挑战说了 看见人就问 也不知道要问几个人 系统才给评判为完成挑战 叶峰扫了一眼手上的照片 脸上一红 草了 答应啥不好 非得答应这个 这特么丑照都是高清的 又吐了一口浊气 叶峰往前走 因为刚才出来的急 他都忘记了戴口罩这件事 他低着头 目前还没有人发现他的身份 主播主播 左前方来人了 冲啊 是个美女 就她了 她是第一个 叶峰定睛一看 前方正好有个女生过来 她立马站直身子 如临大敌 来了 对面的女生穿着清凉的着装 此刻正皱着眉头盯着手机 仿佛在手机上 看到了什么震惊的事 叶峰心想 这样也好 趁她没注意问完就走 或许她会没来得及看清 照片是啥样的 来了吗 来了吗 我的脚趾头都开始抠紧了 吼吼吼 已经点开录屏 主播 你不要让我失望 先期待主播的神操作 顾不得评论区再说什么 叶峰直进上前 捏着照片的手又紧了几分 此时 美女还低着头 不知道接下来将要面临什么 美女你好 叶峰直接挑明 豁出去一般将照片递了过去 问 你认识照片上的人吗 美女猛的一僵 还没弄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就看见一张特别奇葩的照片 映入自己眼眶 这个是 大人的照片 他他他竟然还叼着奶嘴 穿着奇怪的牛奶服 这是哪来的奇葩 这个念头 瞬间在女生脑海里浮现出来 哈哈 这表情我已经猜到了 瞧瞧这疑惑的小眼神 美女震惊 美女疑惑 美女 能告诉我的照片上是个什么玩意儿吗 她到现在都没注意到旁边的叶峰 叶峰见她没说话 又问了一句 你认识吗 听到这声问话 美女才反应过来 她抬头看向叶峰 明显愣了一秒 这个人 叶峰看她的表情 难道她认出了自己 没得叶峰思考 女子嘴里就蹦出了一句话 我说 咋那么眼熟呢 叶峰 平住呼吸 你不就是照片上这个奇葩吗 脱口而出的话语 让叶峰直接当机 美女也知道自己说的话 有点过头 连忙补救到 不不不不是奇葩 是独特 拍照独特 叶峰 这不都一样 还越描越黑 美女怎么也没想到 会有人拿着自己的照片 来问她认不认识照片上的人 突然 一个想法从她脑海里蹦出来 这人是个神经病吧 她上下打量着叶峰 她应该是个神经病 不然怎么会拍这种照片 直播间瞬间炸锅 卧槽卧槽卧槽 前一秒我还以为她认出了主播 后一秒她就说 主播是照片上的人 这话乍一看没问题 再看也没问题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哈哈 美女明显是看神经病的眼神 她把主播当成了神经病 这还用说 你拿着自己的照片去问别人 他们能说你正常 我都不信 美女往四周看了看 下意识往后退了几步 远离叶峰 右手还掏包 做出了防备的动作 仿佛下一秒 要是叶峰敢扑过来 她就拿出包里的防狼喷雾 给叶峰好看 你别过来啊 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你哪个医院的 不对 我跟神经病说 这么多 有什么用 叶峰 你当着我的面说这种话 真的合适吗 你怕我突然发病 叶峰直接一个大无语 网友们更是抖得跟筛子一样 哈哈 她居然真的把你当成了神经病 还问你是哪个医院呢 怎么 难道她还想把你送回医院去 哈哈哈哈 给我笑发财了 神发严明场面啊 想不到主播的黑历史 竟然是高清的 刚出来就被打上神经病的标签 主播你也太难了吧 为了不让自己 被辣椒水的侵害 叶峰选择后退一步 然后离开 继续寻找倒霉蛋 叶峰的突然离开 直接给美女整猛了 美女 就这样走了 还以为要周旋一番 等回过神来 她后怕的往前跑了一段距离 突然 她停下脚步 不对 那个人咋那么眼说 美女沉思 一定在哪儿见过 五分钟过去 一道灵光乍现 操 那特么是叶峰 不是神经病 等美女回头再寻食 叶峰早已不在原地 大叔 你认识照片上这个人吗 另一个路口 叶峰拦住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问道 大叔也是个热心肠 见有人问他 立即停下了脚步 他侧头看着叶峰手上的画像 瞳孔放大 这小伙子是你亲切 走丢了 他是不是脑子有点不太灵光 大叔说得很委婉 期间甚至没来得及抬头看叶峰一眼 叶峰还没开口 直播间的网友们没绷住 直接笑出声 继神经病后 又来了一个傻子 主播 大叔 你倒是抬头看我一眼 你不看我一眼 你怎么知道 你两眼空空 直接笑喷了 妈妈问我 家里为什么会有鹅叫 叶峰没反驳 只是恩了一声 又问 你认识他吗 大叔努力回想 也没见过那个大男人 叼着奶嘴 还穿着这么幼稚的衣服 这下他认定了照片里的这个人 是个傻子 还是个走丢的傻子 大叔抬头看向叶峰 正要说出不认识 没见过六个字 眼睛差点从眼眶里掉出来 你你你你不就是 你 一个念头浮现 大叔看了眼叶峰手上的照片 又看了看叶峰 反复几次 脱口出 这上面的傻人不就是你 即便是叶峰极强的定力 听到这话也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你刚才要说的不就是傻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 虽然他这种举动很不正常 但也不至于又是神经病 又是傻子的 大叔打量着叶峰的表情 发现他木讷的 看着也不太像正常人 他低头思索着什么 眼前这个小子也就二十来岁的模样 看样子也不像傻子 身上穿的也很板正 更不是照片上的衣服 那他又干嘛拍这种照片 难道是智力低下 短短几秒 大叔的脑海里 就浮现了很多种想法 虚鱼 他看向叶峰露出了和善的笑容 小声地说道 小伙子是不是找不到家了 叶峰 你别着急 我带你去 说着他就又上手去拉叶峰 看着突然伸过来的手 叶峰眼神微微闪动 往后躲了一下 大叔还以为叶峰有抗拒心理 又试了一次 叶峰有些好奇 这大叔要干啥也没拒绝 见他没有抗拒 大叔更加验证了自己的想法 声音也不自觉小声了点 来来来 我带你去找家人 说完 他就将叶峰拉着往前走 叶峰 找什么家人 看到这一幕 直播间的观众们都笑惨了 这场面 怎么有点像拐卖孩子的坏叔叔 大叔真的把主播当成了傻子 还好心地要带他去找家人 太感动了 大叔真的很热心肠 我有预感 又有好事要发生了 哈哈 看着就高兴 一分钟后 叶峰低头 看着大叔拉着自己的手 试图想要挣脱 诶 今儿还不小 叶峰选择换一种方式 大叔 我不是傻子 叮零零 没等叶峰说完 大叔的手机 零零零作响 小伙子 先别说话 他拿起手机 还不忘对着叶峰 用手在嘴边 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说归说 他拉着叶峰 往前走的脚步 依旧没停 喂 老婆子 我晚点回去吃饭 我在干什么 大叔看了眼叶峰 眼珠子一转说 我在乐于助人 有个孩子走丢了 等帮他找到家 我就回来 什么从电话里 传出了一声河东狮吼 紧接着对面又说 你别又搞错了 大叔看着呆呆的叶峰 肯定道 怎么可能 这次是真的 行行行 记得丢我留饭 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 大叔在和他夫人打电话 这一刻 叶峰都无语透了 他真的被当成了走势人员 完了人家 还想帮他找到家人 或许是记性不太好 大叔也忘记了 刚才叶峰要说什么 直径拉着他往前走 叶峰服额 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 无奈道 大叔 我不是 我知道我知道 跟着我走就行了 我没走 丢 嗯嗯嗯 我了解 我不是傻子 大叔 快到了 快到了 叶峰 无论叶峰说了几次 怎么解释 大叔都不为所动 始终坚定着自己的决心 无奈之下 叶峰直接摆烂 任由大叔拉着他走 直播间的网友们 都笑插气了 大叔 你说人你说 反正我就听不见 主播 你最好没事 笑罚财了 这个大叔咋那么多 我就想知道 他要把主播带到哪里去 我算是看明白了 主播就是个怨种 说了这么多 结果人家就是不听 网友们纷纷喊话大叔 求求你放个主播吧 就这样 叶峰被拉着走了很远 叮 任务完成 两个任务合并 奖励升级 完成任务奖励 大师级算命技能 紧接着 叶峰脑海里 一阵清凉 无数关于算命方面的知识信息 通通汇入他的脑海里 算命技能 叶峰眼前一亮 这东西牛逼呀 且先让我看看 灵不灵 叶峰嘟囔着就伸出手 想看看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却不想直接被系统开口阻止 系统 算命不算自己 不知道 叶峰的动作顿了一下 还真是 他怎么忘了 还有这么一茬 都说算命的都不算自己 奔一者不自一一个道理 叶峰 草 搞半天这么鸡肋 系统 吐槽归吐槽 叶峰还是在这个技能里面 收获了不少东西 比如看风水呀 算别人的命格什么的 都不在话下 不知和大明星齐末 能不能相提并论 他可是连弹科都说 算得很准的人 又过了几分钟 大叔终于停下了脚步 看着蓝白相间的建筑 叶峰一个头两个大 还真让他猜中啊 这大叔真把他给带到这儿了 看到目的地 直播间瞬间炸锅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 大叔还得是你大叔啊 带你上局里可好 大叔的脑回路轻奇 哥我在路上遇到 像主播这样的人 有两个选择 一就是跑 二就是送到局里 帮助人的意识很强啊 哈哈 蹦不住了 看主播都懵逼了 见门口突然站着两个人 门口站档的警察 立即询问道 叶峰刚要开口解释 大叔立即道 是这样的 这个小伙子 脑子有点不太灵光 完了还走丢了 我想请你们帮助他 叶峰 能不能让我有个开口的机会 这样啊 警察明了 立即招呼两人 快上里面去 警察多看了叶峰几眼 总觉得这人在哪里见过 没等两人迈开步子 局里就走出了几个人 看见为首的人时 叶峰眼睛不由得大了几分 他悄悄地转过脸 生怕让人看到这尴尬的一幕 待看亲人 直播间又热闹了起来 这不是方警察吗 呜呜这下有好戏看了 我想看主播 被方警察认出来的名场面 小板邓已就位 瓜子已背后 就等你们了 方警察 叶峰 你怎么会来这 叶峰 他说我是傻子 还走丢了 蹦不住了 哈哈 想想就尴尬 这种场面 还要被认识的人现场逮住 方远正要外出处理事务 等走到局门口 两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怎么回事 方远问门口的警察 他总觉得 那个年轻人的身影 有点眼熟 也不知是不是错觉 警察听到询问立马回到 方队长 是这样的 他指着大叔说 这个大叔说 这个小伙子走丢了 要帮他找家人 哦 那你带他们进去 问清楚情况 方警察没在关注 便要往出走 这就是简单的走丢案 局里的工作人员 会得解决好的 方警察没多想 领着几个手下 就往出走 叶峰侧着身子 躲在大叔后面 生怕方远看到他 两队人马 就这样往不同的方向走 就在叶峰 刚要踏入大厅时 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等一下 叶峰身形一僵 没有回头 大叔和警察齐刷刷的 回头看向方远 队长怎么了 警察有些疑惑 方远没答话 反倒是看着 叶峰的背影 说了一句 你转过来 这个人 他看着着实有点眼熟 再加上他闪躲的动作 方远更加坚信 这个人有问题 所以 他才开口 突如其来的转变 让直播间的粉丝们 都意识到了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主播 你不要过来啊 方警察 这是老六的行为 主播要被曝光了 哈哈 场面太过震撼 我都没眼看了 蹦不住了 主播即将要被揭穿 期待大叔的表情 大叔 总感觉哪里乖乖的 听到方远的声音 叶峰耳朵发烫 见那人还没有反应 方远皱着眉头 三步并坐两步走了过去 脚步声越来越近 叶峰一闭眼 猛地一个转头 咫着大门牙笑道 方警察 好久不见 这一下换作方远梦了 叶峰 方远张着嘴 有些难以置信 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没记错的话 刚才那个警员说了 他是走丢的人 走丢的人 叶峰怎么可能走丢 一连串问题 在他的脑海里浮现 你这是方远指着大叔问道 其实大叔都懵逼了 他完全没想到 叶峰和这个警察竟然认识 而且还很熟的样子 难道是来所里次数太多认识了 到现在他都没想过 其实叶峰是个正常人 说起这个 叶峰那可是有很多话 想要跟方远吐槽 我 没等他说出接下来的话 大叔又将他的话给打断 同志 是这样的 我是在路边见到这个小伙 他拿着这张照片 问我认不认识上面的人 结果我一看 那上面的人不就是他吗 这不我就把他带了过来 我觉得他应该是走丢了 大叔生情并茂地描述着 遇到叶峰时的场景 叶峰直接一个白眼上天 方远也懵了 叶峰怎么可能拿着自己的照片 然后问别人 认不认识上面的人 傻子才会这样做 所以 一道灵光突然乍现 方远想到了什么 问大叔 所以 你是看到他拿着照片 你就觉得 他脑瓜不太好使 方远忍不住笑出了声 其他几个警员一头雾水 大叔点点头 是啊 他的照片就在手里 不信你看 这句话 都是引起了方远的兴趣 什么照片 方远对着叶峰伸手 我看看 这 这一刻 叶峰真想对着大叔说一句 我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的提醒 方远怎么可能 注意到这个问题 顾不得其他 叶峰尴尬一笑 将手里的照片 攥得紧紧的 生怕被方远看见嘲笑他 他这个动作 越发地让方远好奇 方远顾不得现场有人在 围着叶峰转了半天 终于将照片给弄到手 主要也是叶峰难得和他周旋 不然凭方远 还进不了他的身 待看清照片时 方远梦了 这个像个BT 又叼着奶嘴的人 怎么回事 竟然还有些眼熟 宝宝照 这是正常人能干出的事 待仔细一看 方远一脸黑人问号 这特么不就是叶峰 连同凑过来看照片的几个警察 也纷纷憋不住笑出了声 哈哈 这张照片 也太太别致了吧 眼光不错 奶嘴是点睛之饼 叶峰 你们笑得太大声了 在将照片和叶峰 对比了一下之后 方远终于知道 为什么大叔 会有这样的想法了 这特么不是纯BT 都做不出这种事 大叔含笑道 既然你们认识 那这事就好办了 麻烦你们把他送回家 这一句话 给在场的所有人都准不会了 猛了几秒 大家才反应过来 不吃 方远忍不住笑出了声 半想后 他对着大叔问道 你不会还以为他是傻子吧 大叔皱着眉头 觉得眼前这个警察说话 有些口误遮拦 人家就在跟前 你还说他是傻子 他都没敢说 迫于警察问话 大叔忍着不是回答道 嗯 却不料 他们笑得更大声 这一下大叔眉头皱得更紧 你们 话音刚落 方远就立马反应过来 开口道 他叫叶峰 不是傻子 他是个挑战主播 拿着自己的照片问你 估计也是 接受了粉丝的挑战 这些话大叔都听得明白 只是和在一起 他就有些不明白了 什么叫挑战主播 粉丝会让他干这种事吗 大叔始终坚信 叶峰就是个傻子 不然他怎么一路上 连话都不给他说 难不成是在耍他 你不是傻子 大叔看着叶峰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叶峰汗言 但还是解释道 不是 我是个正常人 就如同方警察给你解释的 我是在做挑战 完成粉丝们 给的奇葩任务 比如打印自己的照片 然后逢人就问认不认识 这不 叶峰一摊手 无奈道 我就遇见了你 再然后 后面的话他没说 所有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听完叶峰的解释 大叔才恍然大悟 几秒后 他瞪着双眼说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 路上咋不给我解释 他是真的想不明白 现在的年轻人 怎么会这样 竟然敢戏弄中年人 他可是放弃了美味的饭菜 带着他来的 这行为实在是 太损了 我说了 叶峰欲哭无泪 可是每次刚开口 就被你给打断 我即便再想解释 也无法 叶峰倒是没有怪罪大叔的意思 只是觉得 他应该一开始问清楚 说了 大叔有些不敢相信 努力回想 这一路上 对方是否有和自己说过话 慢慢的记忆袭来 眼前这个小伙子好像 的确有说过什么 只是都被自己无情地给打断了 所以 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而不是在他身上 想清楚这个问题 大叔老脸一红 他看着叶峰和几个警察 愧疚地说道 不好意思 是我没问清楚 这才闹了个大乌龙 叶峰也连忙道 不怪你 都是这个挑战太磨人 不不不 怪我 没没没 是我的错才对 见两人一再推辞 方远不由地说道 好了 一场误会罢了 过去就过去了 别纠结 听到他发话 两人这才作罢 大叔说 那我就不打扰了 我先走了 家里 还有人等着他 要是他提前问清楚 只怕这会儿 已经吃上热乎乎的饭了 哎 又是白忙活的一天 其实这种事第一次发生 他喜欢帮忙 但好像经常在帮到忙 像这样的乌龙 已经不止这一次 以前也有发生 大叔边走边 抽了自己一巴掌 就他嘴碎 下回一定要问清楚 人家是不是走丢了 不然又得闹乌龙 带他走远 方远不厚道地 笑出声 哈哈哈哈 几个警察也笑得前仰后合 叶峰一脸无奈 就这样看着他们笑 只觉得老脸都丢尽了 良久 方远才止住笑声 他问 又在接受挑战 如你所见 叶峰耸耸肩 一摊手 这一刻 叶峰也不顾出丑 土豆子一般地说道 你是不知道 我今天接了两个奇葩挑战 一个让我去儿童摄影 给自己拍满月照 一个让我打印满月照 逢人就问认不认识照片上的人 所以 方远人的肩膀都在缠 这届网友咋那么难待 怎么会想到 要一个成年的 去拍满月照 还要他拿着这张照片 去问别人认不认识 不被当作变态抓起来 已经是对叶峰最大的尊重了 几个警察同样憋得脸红脖子粗 冷是美感笑出声 眼前这人 他们可是认识的 那可是 现在最火的人 各个局都疯传的神奇人物 他们一直想见来着 只是没想到 第一次见面竟然是这样的场景 简直太丢脸了 哈哈 当然 丢脸的人自然是叶峰本人了 不过这也很符合他的风格 他就是靠直播奇葩的挑战活起来的 看着抖成筛子的方远 叶峰翻了个白眼 插开话题道 你不是要出去吗 他的话外之音很明白 你不走还待着干啥 文言 方远才想起手上的正事 看着一旁有悠闲的叶峰 方远脑海里突然生起一个念头 我是要出去 而且要去解决一个案子 叶峰疑惑 是吗 啥是 方便说吗 他这样像急了网友们八卦的样子 直播间的网友们也好奇地发问道 要处理什么案子 竟然要方队长亲自去 哦好好 好奇 快展开说说 案子启示直播间就可以说的 你们不要太天真 就是就是 咱们看看就行 回想报警人 说的邪门是 方远也没瞒着 是这样的 城郊有条河 有人报警说 那无缘无故死了不少人 几乎一天一个 今天落水的人已经被捞上来了 他们让我们去看看 方远沉着毛子 说 这是很邪门 前几天 他们就接到了这个案子 这几天 他们也在现场勘查 结果你猜怎么着 叶峰配合地问道 怎么了 这条河不干净 方远沉重地说道 兄弟们说 亲眼见着一个人被拉下去 好几个会游泳的兄弟 都没把人给救上来 所以 人呢 叶峰迫切地想要知道什么 方远摇摇头 死了 在他们眼前死的 这地方有问题 不光是叶峰这样想 连同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是很惊讶 卧槽卧槽卧槽 这个是有点劲爆啊 这事是真的 就发生在我周围 我现在就在现场 今天又有一个落水的 我没敢去 听说这已经是第四个了 什么也就是说 这件事已经四天 还陆续死人 评论区一阵喧哗 所有人都 纷纷感慨这件事 突然 叶峰的脑海里闪过什么 难道是叶峰嘟囔着什么 方远耳间立马问道 是什么 对于叶峰这个人 方远是极其佩服的 不管他是能见鬼也好 上面店也罢 都是值得令人敬佩的 见鬼 难道 方远突然想到什么 他和叶峰对视一眼 后者如黑药石一般的瞳孔此刻 正闪烁着点点光芒 有鬼 有鬼 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几个警察默默地听着 方远问 你有什么看法 看法 叶峰沉思一秒说 连续四天都有人失足身亡 一定不是意外 方远一开始 也不信牛鬼蛇神 可是遇到叶峰后 很多事情都解释不通 完全不能用常理来判断 比方说 鬼 这件事 而且这个地方的确很邪门 他们队伍里 有这么多会游泳的 竟然都就不回一个刚落水的人 说来也奇怪 其中还有一个人 是会游泳的 方远又到 据兄弟们说 他们下水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了阻力 下面像是有一双冰冷的手 在扒拉他们 冰冷的手 叶峰垂眸 若是我猜的没错 应该是水鬼在作祟 嗯 我们都是这种想法 方远点点头 但是 他想的还是太简单 以叶峰刚得到的奖励来看 这个水鬼还不简单 先后害了四条人命 已经可化作厉鬼行列 足以伤人 见叶峰还在思考着什么 方远提议道 有没有兴趣走一趟 文言 叶峰也很感兴趣 或许能展示一下 刚得到的新技能 也说不定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走吧 好小子 走 方远还以为要费一番口舌 结果没想到 叶峰答应得这么快 有他在 或许能看出点什么 突然 方远又停下脚步 看着叶峰问 你不挑战了 叶峰笑道 已经结束了 这会儿没事 对了 叶峰画风一转 问 我能直播吗 网友们都想看 他可没忘了 直播间的粉丝们 他们都是八卦小能手 就喜欢看这种事件 生怕叶峰下播 这不一个个 都在求他别下播 主播别下播 我们想看 带上我们 有这种灵异的事件 怎么能少了我们 不能下播 我们还没看够 听完叶峰的话 方远也注意到了 漂浮在叶峰周围的小球 良久才到 随便 反正现场看的人也很多 这又不是室内 即便想要封闭 也是不可能的 现场开直播的 也不在少数 好 叶峰笑了笑 粉丝们则开心地蹦起来 叶峰跟随方远坐上车 一路上摇摇晃晃 来到了位于城郊的护城河 还没下车 透过窗户 就能看到斜坡底下 和旁边有不少人 在哪里围观 岸上有 河边有 身着统一制服的警察们 站成一排 脚边还放着一个 猛着白布的担架 上面可以清晰 见到一个人的轮廓 其旁边还有几个 哭得正伤心的人 男女老少都有 看来这就是 今天失足的人 叶峰下车 跟着方远一路向下 畅通无阻地 进入了警戒线的范围 大家也没问叶峰是谁 反正方警察带来的人 想必都有两把刷子 待看清叶峰的脸 现场倒吸一口凉气 警察们还好 没有表现得太激动 其实内心已经开了花 眼神不断打量着叶峰 钦佩之意尽显 他们能收敛 旁边的路人却不能 这不呐喊声都飘了过来 叶峰 能看见鬼的叶峰 卧槽 竟然见到了真人 难道说这里有鬼 卧槽 你别吓我 大家都知道 叶峰能看见鬼 默认有他在的地方 就有鬼的身影 喊叫声没有持续多久 旁观者都知道 警察在办正事 所以激动了一会儿 大家就专心地看着 既然叶峰都来到了现场 想必离真相也就不远了 对于叶峰 所有人都抱有一丝 只要他在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想法 听到喊叫声 方远靠近叶峰 调侃道 很苦恼吧 他对着喊叫的观众 努了努嘴 叶峰苦笑 是啊 出行有些不方便 容易被认出来 不过现在还好 大家都没有太过疯狂 起码叶峰 还可以在大马路上行走 辛苦了 方远拍了拍叶峰的肩膀 聊着聊着 两人就走到了河边 还没接近死者 一股极强的阴冷之气 就从河面袭来 叶峰眼神暗了暗 视线微微侧一道水面 略微浑浊的河水 微微连沿起来 四风带动了河面 这地方 果然如同他想的一样 不干净 再回眸 河面已经平静 也没有了那阴冷的感觉 叶峰快走两步 来到方远身边 我的啊 你砸死的这样惨 你干嘛要凑热闹来这里 现在 留下你这一双儿女 可怎么活啊 从几个家属的言语中 叶峰不难猜出 这个人是来凑热闹 然后失足落入水中死亡的 且时间不长 方远小声道 他就是几个警察去救 都没有救上来的人 说着 方远是一旁边的法衣 将盖着的白布打开 白布一掀 就入眼一个三十岁左右 浑身发青 眼珠子瞪得特别大 脸上猙獰着 光是看这样子就知道 死前一定看到了 极为恐怖的事 然后被活生生的给吓死 看到死人的模样 直播间 响起一连串尖叫声 我他妈真是一点防备 也没有 就直接和他对视了 感觉现在都不能闭上眼睛 感觉一合上眼睛 他就来了 吓得我赶紧跑到外面坐着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总感觉有些不干净 吓死我了 刚进来就看见这一幕 都不打马的吗 主播 你真的一点也不怕 活儿差点给我吓没了 这人一看 就是被活生生吓死的 这脸猙獰的 吓死人了 看惯了鬼和尸体 这一刻 叶峰也能做到面不改色 他扫射了一圈 都没有看到几人的鬼魂 奇怪 叶峰嘟囔着 人死应该有鬼魂才对 而且 像他这种往死时间较短的 更应该有鬼魂才对 不光他的没有 叶峰发现 连其他人的鬼影都没有 不对劲 他眉心皱了皱 随后又看向平静的河面 方远道 他已经死了一个多小时 我刚接到通知就过来了 叶峰问 他从哪掉下去的 一旁的警察上前 回到 那里 他指着不远处的桥底下 虽然他们已经将现场封锁 但还是有人耐不住 在好奇性的去世下 来到桥底偷偷观看 可谁曾想 就突然掉下了水 他刚落水 我们就看见了 我们几个听见呼救声 立马下去救人 四个人下水 也没把他救上来 几个警察身上还湿答答的 脸色也十分不好 想来亲眼见着 有人在自己眼前死去 难以接受吧 叶峰问道 可以给我描述一下 当时的情景吗 他想到一种可能 也顾不得合不合理就开口 我们刚下水 就觉得很冷 越接近他也冷 还刺骨 我刚要抓到他时 明显感觉到 有人在扒了我的手 那股冷意 差点就将我的手动伤 到现在 我的手腕还疼得厉害 我的脚也是 他们丝毫没考虑叶峰懂不懂 一股脑地说出了 自己的所见所闻 我们四个人都没拦住 眼睁睁地看着他沉入河底 河底一片浑浊 什么也看不见 像是有什么东西 挡住了我们的视线 阻止我们 这时 一个警察惊恐地问道 下面不会有水猴子吧 水猴子 这个词令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水猴子 传说是生活在水里的一种生物 外形类似猿猴 水猴子在民间俗称为水鬼 也有叫水尸鬼 水尸鬼 民间常常有传言 说水猴子在水里 有着巨大神秘的力量 能在水底下挖掘穿梭 偷偷透过河面 看向岸上落单的人 寻到机会就将其迷惑 使岸上的人落水 逮住落水人就往下拖 即便那人如何挣扎 都无计可施 最终落得一个窒息身亡的下场 在水里 不管你会不会游泳 大家都很害怕水猴子 因为 你不知道河里有没有水猴子 水下可是水猴子的天下 只要被他缠上 基本上就一只脚踏入阎王殿了 几乎没有人能幸免 水猴子这词一出 直播间的粉丝们沸腾了 恨不得抱起键盘猛敲 说起这个水猴子 我不得不提一句 以前我就亲眼见到 有人落入水中 就是那种站在河边 又没有游泳意向的人 他不知道被什么迷惑 直勾勾的就往水里走去 结果刚接触水面 整个人就清醒了 各种挣扎呼救 到现在 他的呼救声 都还在我的脑海里最后 你们也能猜到 打捞上来的时候 人已经僵硬的不能再僵硬 脸上也是如同这个刚死的人一样 类似经历我也有过 小时候在家放牛 路过一个横竖一米不到的小水塘 我家牛要喝水 结果刚接触到水面 整个牛就挣扎了起来 直接栽了进去 我怎么拉绳子也没有用 牛一直在挣扎 很痛苦的样子 最后我回家 你们猜怎么着 楼上快说说 我想看 不行出本书也可以 想知道后续 这种事好刺激啊 好想知道 展开说说 别逼我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 这个发表评论的网友 键盘都要干冒烟了 连忙回复 当烧完纸后 我家牛气气般的站了起来 他前半个身子都湿透了 不过刚上来他 吓得腿软 走都走不动 最后还是村里人来给弄回去的 我当时小 哪见过这种场面 反正从那以后 那个小水塘 我就没敢去 再后来就听说有人去弄了什么 再后来就没有这种奇怪的事 我敢确定 那下面的东西 应该就是他们所说的水猴子 草 世上还有这样的事 震惊了我一万年 突然想到 有次我们出去划船 最后被不小心掉入水中 要不是同伴就我上来 我只怕 现在只能在海里度日了 一脊皮疙瘩起来了 其实这样的事 在民间也是屡见不鲜的 所以大家都并没有太惊讶 几个下水的警察官 想起刚才的场面 立马吓得汗毛竖起 若说水猴子的目标要是他们 只怕他们这会 也和那男人一样渐言忘了 叶峰低头沉思着 脑海了过滤着新得到的技能 一个脸色惨白的警察问道 叶大哥 你说这下面 真的有水猴子吗 就是他刚才说 底下有东西在扒拉他的手 不知是错觉还是什么 他现在的手腕很难受 跟被冻住了一样 闻言 叶峰正视他 点点头 嗯 扒酒不离食 听到叶峰承认 这里有水鬼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他说的话 没有人敢反驳 他就是能看见鬼 这可是官方认证的 那那那那水猴子 刚才抓我了 警察抱着手腕 惊恐道 我不会死吧 面对超出自己常识的事情 大家能表现出来的 只有害怕 别的也没有办法 另一个警察也抱着脚 脸上扭曲的 好似下一秒就要倒地不起 一样 见状 叶峰伸手 说 我看看 警察没有犹豫 连忙将自己的手递过去 脚被水猴子拽了一下的警察 也靠了过来 等待叶峰检查 方远站在叶峰的旁边 睁大眼睛看着 确保没有遗漏什么细节 看着伸过来的手 一股寒意环绕着警察的手 形成了一个黑色雾气 找握的影子 叶峰眉心微醋 是谁鬼没错了 警察本就紧张 再看到叶峰皱眉 胆子都吓破了 双腿一软 差点没往地上摔去 叶峰连忙抓住他 悄悄地在他手上比划了一下 将警察扶正站直后 男子突然发现自己手不痛了 他惊喜地看着叶峰 叶峰淡笑 没事 休息片刻就好 随后 他又蹲下去 看另一个警察的脚 在别人的眼神中 他只是简单地摸了一下 实者是在画幅 警察看着叶峰 激动地说不出话 他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的脚被叶峰摸了一下 就不难受了 两个警察对视一样 刚要说出谢谢的话语 就被叶峰打断 好了 咱们看看这水猴子在哪里 说完就转身走到河边 方圆也跟着他身旁 两名警察对视一眼 点点头 明白叶峰不想多说这件事 那他俩就先不说了 他们看着叶峰的背影 一阵激动 这样神奇的人 光说他们还不信 但今日一见 的确不同凡响 传言如实 两人对叶峰更敬佩 在场的人容易被忽悠 但网友们什么没见过 一个个疑惑地发言 好奇怪 他们不是说 被水猴子抓了吗 这样就没事了 我记得 村子里有个人被水猴子抓住 但就上来了 当时还昏迷了好几天 最后还是找先生来看才治好的 这样的事我也听说过 那么这两个警察 这这就好了 看他们的表情 也不像是假的 难道咱们主播 还有这方面的才能 难道只有我注意 他们两个都被主播摸了一下 然后他们就好了 卧槽 楼上的发现了滑点哦 哈哈 还得是咱们主播呀 网上的讨论叶峰不知道 这回他也没功夫去看 因为水底下又传来异动 他不由得正色起来 这次的鬼可不是以前见过的那些 害了四条无辜的性命 早已化作厉鬼行列 如此这般 着实有点难对付 还有这个水猴子很会隐藏 若是叶峰没有猜错 那四个人的鬼魂 或许就是被水鬼吃掉了 不然他又怎么会专门挑生人下手 周边干干净净的就说明了一切 不然在叶峰这双眼下 没有一个鬼魂能逃脱他的法眼 只是这会儿 这个水鬼却巧妙地躲过了他的眼睛 叶峰从河的这头看到那头 都没有看出有任何异常 怎么样 方远问道 他一直打量着叶峰的动作 叶峰摇摇头 这时有点难办 附近都没有鬼 水里这东西 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他不顾别人的眼神 慢慢行走在河边 不停地打量着河面 用心去感受河面的波动 直播间 恰巧大明星奇莫正在看直播 他闲得无聊 想看看新加入组织的小伙子在干嘛 却很巧地看见了叶峰摸两个警察的一幕 在别人眼里叶峰只是在检查 而落在他眼前却不同 想不到叶峰竟然还会这一招 奇莫收起平时嘻嘻哈哈的笑脸 严肃地盯着叶峰的动作 第一个人也就罢了 那第二个人就不能说是巧合了吧 他明显看到叶峰在画幅 还徒手就来 这样的发现令奇莫眼前一亮 叶峰摸完后 两个警察立马就不难受 着实是奇迹 奇莫的眼神落在叶峰的背影上 起了一丝探究 你究竟是何人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世界上还有人这么神奇 还看不透 以他的眼力 叶峰八成和他有得一平 你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边 方远跟着叶峰来到了死者落水的区域 他指着手底下 说这里就是那人掉下去的地方 叶峰看去 就看见脚边的土和草都被踩得凌乱 想来那人被水猴子迷住的时候 也挣扎了许久 不然这里也不会变成这样 你还要看其他三处吗 方远又问 虽然他不知道叶峰有没有能力 但直觉告诉他 要相信他 其他三处 叶峰点点头 好 去看看 多勘查一下也好 也好看看这水猴子 都喜欢在什么样的位置动手 就这样 叶峰跟着方远的脚步 穿过桥底下 往上游走去 走了一段路 方远指着一个的说 那个位置 就是第一个人掉下去的地方 叶峰仔细打量 寻找两处有没有相识的地方 桥上的围观的人们 纷纷开口说话 这个地方很邪门 他们都说这里有水鬼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话音刚落 就有人说到 这还用说 肯定有鬼 叶峰在的地方 有鬼就不稀奇 可不是吗 只是我怎么感觉 这里凉嗖嗖的 那个人就是看热闹 然后去桥底下被逮住的 嘖嘖嘖 也是够可怜的 是啊 咱们站远点就不会有事 水鬼难不成 还能上来抓住我们 怕什么 又去看了几处 叶峰大致知道了 这几个人是怎么死的 这要从第一个人说起 第一个落水的也是男子 喜欢夜钓 事发前 一个人在河边钓鱼 但是不知道怎么的 就钓入了河里 据调查 这个人是会游泳的 这个河里水面不高 按理说是不会淹死人 但就是这么稀奇 接二连三的 死了四个人 方圆解释到 第一个人被捞上来时 他的鱼竿上 还挂着一条鱼 叶峰静静地听着 这条鱼不简单 就是人们常说的 死鱼镇口 不知道你有没听说过一句话 钓鱼钓到这样的鱼 收肝就走 我知道 夜风点点头 这样的现象不正常 死鱼压根就没有咬合力 怎么可能咬上钩 后面的话他没说完 直播间的粉丝们 就开始抢答 这提我说 死鱼镇口 收肝就走 还有下一句 盗袍一换 下河就干 嗯嗯嗯 我也听说过 我老公就是个钓鱼佬 这种情况很稀奇 当遇到这种情况 直接回家 因为你不知道 等待你的将会是什么 对对对 这样的视频 我刷到过无数次 他们基本上都是掉头就走 还没有谁打破过 这个规矩留下来 这东西吧 很玄玄 幸则有 不幸则无 但是我还是选择 相信命重要 可不是 谁还能知道 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 涉及到办案现场 夜风直播间的人数 越来越多 不少就在附近的居民 都赶往事发地 想要近距离的观看 直播间也高达 五百多万人在观看 其他拥有 上百万粉的网红们 看到评论区 有人评论 夜风直播间有谁鬼 一个个纷纷丢下手上的工作 点开夜风的直播间 不少这方面的行家 也藏匿在直播间 还有被缅甸派来收拾夜风的人 也在直播间 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抵达夜风所在的城市 夜风的威名传得甚远 他们也不敢贸然行动 还得再观察观察才行 不可能为了钱 丢掉自己的性命 绕了一圈 夜风和方远 又回到了刚才的位置 而河底下 夜风刚刚背过身子 一双黑油油的眼睛 正警惕地盯着河岸上的所有人 这个东西浑身发黑 周身像一团黑色烟雾 只能看见一双黑油油的眼睛 他对着河岸 缓慢扫视了一圈 视线最后落在了 刚来不久的夜风身上 这个人透着一种 他看不透的神秘 周身有强大的气息 让他也有一丝恐惧 但若是这个人 被他吃掉 他有预感 自己的实力 会翻倍地增长 正在和方远说话的夜风 顿时感觉背脊一凉 一股寒意窜上心头 夜风猛地回头 眼睛微眯着看向河面 而河底下 那鬼东西 吓得连忙往下沉 夜风的反应 再一次证实了他的想法 这个人不简单 不像那四个傻蛋 这么轻而易举地被他抓住 他飘到很远的地方 再次打量夜风 惨白的舌头 轻轻划过乌黑的嘴唇 有了他 这世界还有谁敢后作对 此刻 鬼东西 心里已经想象到了 自己称霸天下的场景 夜风的反应 顿时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大家提高警惕 方圆着急道 可是发现了什么 他看了眼夜风 又看了眼湖面 直觉告诉他夜风发现了问题 如他所想 夜风点点头 皱着眉头说了一句 我感觉有东西在看我 就在河里 夜风伸出手指 指了刚才水鬼待过的地方 此话一出 现场和直播间 倒吸一口凉气 这意味着水鬼出现了 夜风还发现了他 卧槽卧槽卧槽 鸡皮疙瘩都给我看出来了 感觉好吓人 别吓我 我这回就在岸边钓鱼 我怕 主播说了这话 还有假 看来水鬼就在底下打量他们 我脚趾头都扣紧了 从来没这么紧张过 几个警察也往后退 眼神抗拒地看着河面 生怕一个不注意 里面就有东西扑上来 看着他们的动作 夜风觉得有些好笑 安抚道 你们只要不靠近河边 就不会有事 以夜风的看法 这个水鬼倒横还行 但是从观察来看 他的目标 都是在河边一米之内的 再远应该够不到 只要这些警察离得远 倒是不会再出现落水的事 你既然能发现他 是不是有对付他的办法 方远说着说着 两眼放光 话锋一转 方远又道 你也知道 这东西要是不处理 以后麻烦一定不少 死伤也 这是夜风自然是知道 而且这个水鬼 已经不是寻常的人能对付的 夜风就知道 系统不会平白无故地 给他升级奖励 看来是在这里等着他 那谁里这个东西不解决 也没办法了 你们帮我准备一些东西 夜风没直接回答方远的问题 反倒是看向其他警察 闻言 几个警察立马正算 你说 一把桃木剑 沾珠血的铜钱 朱砂 黄纸 黑线 好就这些 两个警察暗暗记下 狠狠地点点头 说 好 我们会将东西带到 随后 两人就结伴快速地走上公路 坐上警车而去 方远细心念了一遍这些东西 他看着夜风 眼神又得亮了几分 你还会这个 他上下打亮着 想从夜风身上 看出点别的东西 不怪他好奇 每次他见夜风 这家伙总会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且次次惊艳 世界上当真有这么神奇的人物 要不是夜风在他身边 他都觉得 夜风是天上派下来力气的神仙 触及方远好奇的眼神 夜风平静地说了句 略知一二 听完夜风的话 方远压根不幸 摇摇头没有再说话 但他知道 夜风所说的 略知一二并不简单 瞧瞧他现在这平静的样子 好像也没多担忧 方远不由地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这件事处理好了 也算造福一方 是善事 和他想法一样的 还有网友们 卧槽 主播太牛了吧 连这种玄学的事也会 这已经上升到 斩妖除魔杀妖怪了吗 好激动 好期待 希望主播把这骇人的家伙 一网打尽 弄死他 封烟 燃起来 我们都支持你 其默一直守在直播间 就为了看看 夜风想要如何处理 当听到夜风要的东西时 他就知道夜风要做什么了 想法倒是稀奇 不错 看样子还是个老手 回想第一次在群里聊天的场景 其默垂眸 藏桌了呀 没等他再吐槽 外边就传来了声音 其老师 到您的戏份了 您准备好了吗 文言 其默眉头一皱 无奈道 不能看了 可惜 吐了一口浊气 其默修长的手指 按动按键 屏幕立马吸屏 他迈开修长的腿 走了出去 这边 河面一直都很平静 岸上的观众们 都等得有些着急 怎么还没回来 这都过去了多久了 人群中 有人着急的瞭望 很快就有人回答 别着急还不到时候 该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回来了 就是咱们离得这么远 也听不见他们说啥 话音刚落 就有人探头而出说道 你都没看直播 那两个警察出去 给夜风买东西了 买什么桃木剑啥的 看评论区说的 他好像有办法 对付水里的东西 听完他的话 不少围观群众拿出手机 点开了夜风的直播间 果然近距离地 观看到了现场的画面 倒是比他们站在桥上 看得还要清楚 还真是 我还说我近视眼看不见 这下好了 看直播就好了 其他人也纷纷凑过来 一起观看 一个小时过去 两个警察才姗姗来迟 透过直播间 观众们看着他们 两人满头大汗 想来也是为了买东西 奔波了不少地方 两人手里 各抱着一堆东西 快步走来 叶先生 您要的东西 我们都带回来了 您看看对不对 两人急切地凑到夜风跟前 夜风扫了一眼 两人手上的东西 桃木剑 沾珠血的铜钱 朱砂 黄纸 飞线都在 喜活了 谢谢 辛苦你们了 夜风含笑 接过这些东西 不用谢 两个警察 一口同声地说道 夜风将东西放到地上 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下 开始写写画画 又看着他 将沾着珠血的铜钱 用线绑在桃木剑上 两分钟后 夜风看了一眼 手上的桃木剑 满意地点点头 紧接着 他又沾珠纱 画了几张符 所有人凭住呼吸 生怕出点声音 打扰到他 岸上的人围坐一团 河里的水鬼 也有些按耐不住 悄悄又游了过来查看 透过人群 他看见身处中间的夜风 他背对着自己 不知道在干什么 缝隙里不断露出丝丝金光 这东西让他有些难受 离这么远 他都感觉到不是 要是再近点 他不敢想 对于夜风这个大肥肉 也不再祈求 鬼东西悄悄地消失在河面 他杀了四个人 本就聪明 只能预知到危险 岸上那小子 着实有些邪乎 还是走为上策 没必要和他硬刚 实在不行 这片河被人盯着他顺流而下 重新寻找其他的目标 五分钟后 夜风将东西收起来 他已经准备好了 对付水鬼的东西 所有人立即直起身子 往后退了一步 整理完 夜风看向方圆 嘱咐道 等一会儿 你们离得远一些 以免误伤 那东西我不知道实力如何 且先逼出来看看 你们自己小心 话音刚落 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 听到夜风要将水鬼逼出来 他们面色凝重 方圆皱眉 我们怎么帮你 这个水鬼背负了四条人命 想来也不是善茶 自然比夜风见到的那些鬼 还要可怕 他担忧夜风会受伤 上次缅甸还好有鬼在前面挡着 刚才夜风也说了 这里连个鬼都没有 不知道他有多大的胜算 夜风知道他担忧自己 笑着摇摇头 不用 我一个人就行 打不过就跑 反正他又不敢离开水域 夜风考虑的是 自己又不会游泳 要是有人被误伤带到水里 只怕会白白送掉一条性命 见夜风态度坚决 方圆叹了口气 只恨自己没实力 郑重地说道 那你千万要小心 夜风点点头 回了个让他放心的眼神 就往河边走去 几名警察攥着手心 和方圆往后退 只是也没退多远 他们也怕夜风有个三长两短 以免没有人支援 在场的观众们 和直播间的网友们 目不转睛地盯着夜风的身影 生怕错过了精彩的细节 夜风要一个人去对付水鬼 这也太勇了吧 看他的装备 应该是有两下子 不然怎么会赶独自一人去 希望平安 菩萨保佑主播没事 我已经开始紧张了 第一次见打鬼 请问要干些什么 认识夜风以来 大家都只见过好鬼 像这种坏的还真的没有见过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夜风缓缓来到河边 一挥手 几张画好符就飞射出去 平稳落在了水里 呈现四个角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什么情况 就给我们看这个 搞半天 我还以为主播会呢 原来是玩呢 这么危险的地方 求求你不要再玩了 你就给我看这个 我果然是期待得太高了 网络上一片质疑 因为没有他们想象的一样 服装一丢出去 水鬼立马窜出来的场景 这些人变脸如此迅速 其他网友们 又忍不住吐槽起来 槽 你们以为搁着眼电视呢 张嘴就来 带点脑子看 别遇到事情就喷 哈哈哈哈 别看笑了 你行李上啊 瞎嗶嗶什么 键盘侠 为什么叫键盘侠 就是因为无能 才会在网上当喷子 网友们都不知道 看似平淡的一幕 实则已经有了效果 夜风如墨一般的毛子 紧紧地盯着河面 和底暗字滚动起来 慢慢地 平静的河面 开始波动起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 河里的水 开始往河岸上拍打 愈演愈烈 方远伸着脖子 想要看清前面发生了什么 光听着水声 就有些不对劲 事出反常必有妖 要出来了 方远喃喃道 河底下 水鬼已经游得老远 他躲到了桥底下 水底的晃动无比巨大 好像有股力量 要把它吸过去一样 要不是他吸食了 四个人的魂魄 只怕这会儿 已经被吸过去 献出原形了 这个人他看着夜风 眼神里透着毒辣 不简单 水面请客间 就变得波涛汹涌 四张符 依旧完好无损地 漂浮在水上 甚至没有磨过地方 刚才吐槽的人 这回纷纷禁言 脸被抽得啪啪响 见水底那东西 还是没有现身 夜风醋眉 心意狠 将手中的桃木剑 伸入水中 用剑间画符 突然 风起云涌 天色暗沉了下来 所有人惊慌地 看着夜风的方向 我操 真是见鬼了 一秒变天 夜风真的有你的 你也太牛了 就算水鬼没有出来 我都佩服死你了 这操作 简直不要太帅 相比他们的开心 水鬼可就没有 这么幸运了 自从夜风 将桃木剑 放至水中搅动后 整条河水 就像火烧一样 刺激着他的身体 整个河水 像被人倒满了硫酸 不断腐蚀着他的魂魄 当鬼以来 头一次感觉到疼痛 水鬼咬着牙 恨意满满地盯着夜风 忍耐着 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过去 他再也忍不住 蹦出了水面 夜风就感受到了他的存在 视线一转 就在桥底下 发现了一团乌漆骂黑的东西 跟电视剧里 那种魔物有的一片 那个像球一样的东西 此时正眼还怒意地看着他 还露出了白深深的獠牙 虽然看不见面目 但这样 也能看出他的恐怖 原本网友们 还以为他们看不见 结果摄像头一转 水鬼的模样 就映入眼帘 这特么是真正的鬼 吓死我了 我们怎么能看见他 他不会把主播给吃了吧 虽然看不清模样 但这个样子 就已经很恐怖了 当看到水鬼的那一刹那 几个警察身形一僵 离得远的观众 还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 闻言 夜风看向直播间 竟然发现 他们能看见这个水鬼的身影 直播画面上 也清楚地 印有水鬼的模样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鬼竟然还练出了实体话 虽然不像真人那样 但其轮廓明显 生人可见 这水鬼不简单 夜风的桃木剑 已经伤到了水鬼 见夜风还没反应 水鬼顺着河流上方几个闪身 就冲了过来 直冲夜风的心窝子而来 夜风如临大敌 连忙弯腰往旁边一躲 手中的桃木剑 也火速地劈了过去 第一回合 双方都没有受伤 夜风眯着眼 手心开始冒汗 这家伙速度很快 稍有不慎 就会被伤到 这么近距离的伤害 可想而知 定然是致命的 水鬼回头发出了 结结结的怪笑声 现场观众吓得爆头乱窜 一个个蹲在天桥上 只敢透过直播观看 夜风盯着他 防备他偷袭 右手拿起服装 水鬼再一次 对着夜风冲过来 黑雾里伸出了一只 毫无血色又惨白的手 四鹰爪一样地 对着夜风抓来 所有人平住呼吸 目不转睛地盯着直播 生怕夜风 突然被水鬼撕裂成几块 好恐怖 夜风不会就这样被弄死吧 不要啊 他可是刀枪不入的男人 又怎么可能会死 就是就是 不要启人忧天 咱们要相信夜风 不要担心 他会解决的 直播间的网友们 亦是如此 打得过吗 这附近连个鬼都没有 怎么帮忙啊 好吓人 这手要是抓到主播 那可怎么办 我不敢看 胆子小 大家的担忧夜风不知 也没有工夫去管这些 他盯着水鬼的动作 往右一个胯部 冲到水鬼的右边 用桃木剑一把 打在他森白的手臂上 桃木剑和水鬼接触的那一刹那 森白的手臂 立马伸出一条乌黑 且甚的伤痕 水鬼顿时发出了惨叫声 啊 这声音尤为刺耳 夜风连忙捂住耳朵 黑亮的毛子 提防着水鬼的动向 水鬼被伤 气得面目猙獰 不断地发出 令人发出的声音 直播间和围观的群众 纷纷捂住耳朵 其中受到巨大伤害的 还有站在不远处的 方圆一行人 草 这个怪物这么难缠 方圆心事重重的 督向夜风的位置 他真的能解决吗 水鬼没想到 夜风这么厉害 光是一把木剑就砍伤了他的手 这会儿 他也不太敢轻举妄动 夜风低头看向手里的桃木剑 加上抹上朱血的铜钱 果然不同凡响 连鬼都惧怕三分 夜风整个人都被那黑油油的眼珠子 所死 夜风往右边挪动 想要试探出水鬼的实力 水鬼不傻 你确定要我做对 水鬼的声音嘶哑 且透着冷意 闻言 夜风依旧戒备 说 你若是不作恶 安安静静地待在水底 没人愿意管你 这个鬼既然已经开始残害人类 就不容世间所留 得到答案 水鬼也懒得解释 又节节节地笑着 两久他才停下笑声 他恶狠狠地看着夜风 神情英质 悠悠吐出几个字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话落 水鬼周身开始动荡起来 夜风皱眉 往后退了几步 不远处的法医 也召集人手抬着尸体 领着其家属往远处退去 这场面稍有不慎 他们就会被卷入其中 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 就着这时 环绕着水鬼周身的黑雾 慢慢散去 这时 一个类似妖怪一样的东西 显露出来 他没有头发 脑袋大大 不人不鬼 衣不遮体 周身乌青 只有一双手脚 露着森森白骨 嘴巴大大的 乌黑的牙齿全部暴露在外 就和电视里的水猴子 别无二样 这下所有人都看清了他的真面目 现场惨叫连连 哎呀 方圆几人脚底像是 被灌了签一样 吓得动不了 察觉到被注视 水鬼冲几人呲了呲牙 恐吓一下 啊 众人一惊 发出了惨烈的叫声 刹那间 方圆瞳孔一震 这个水鬼 就如同深渊里 爬出来的恶魔 让人不寒而栗 桥上有人因为恐惧晕厥 一旁围观的群众们 纷纷散开 对其实施了抢救 好在只是被吓到 掐了几下人中 人就清醒了过来 自从黑雾散去 叶峰感觉到 水鬼周身的气场 急剧增加 危险度翻倍 肃杀之气扑面而来 这下难对付了 叶峰握紧手中的逃怒剑 右手将几张扶张丢了出去 扶张似掌了眼睛一般 静止往水鬼的方向而去 看到这东西 水鬼瞳孔一缩 轻轻往上一飘 没有打中 你就这点招数 阴森森的话语里 叶峰竟然听出了一丝嘲讽 水鬼凌驾于半空 又道 接下来该我了 他附身而下 手变成立爪急速而来 眼见就要抓住叶峰的脖子时 后者往旁边一躲 伸手抓住了水鬼的手 冰凉刺骨的感觉 从手心传来 叶峰眉头一皱 却没有放开 水鬼双手被钳住 叶峰力大无穷 他竟一时间没有挣脱开 剑手帮不上忙 水鬼索性选择用脚攻击 他对着叶峰的下体攻去 这下要是得逞 叶峰指定就废了 他能想到的是 叶峰又如何想不到 早就预判了他的预判 叶峰在他身脚过来的那一刹那 手起剑落 伴随着惨叫声 水鬼的腿被砍了下来 叶峰趁机将他甩到一边 水鬼几个翻转间 就躺在地上嗷嗷直叫 失去了一条腿 他的实力大大减少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为叶峰加油助威 方圆也暂且松了一口气 主播太帅了 竟然真的可以打鬼 太强了 那一剑堪称完美 手起剑落腿就被砍断 好刺激 这个水鬼活该 断了一条腿 都是便宜了他 这场打戏最佳 大家好好看 这可比电视上的精彩多了 现场的观众们很想呐喊 但又怕影响到叶峰 只能肢体激动地挥舞着 叶峰这一击 可谓是旱天洞地 水鬼都怀疑人生了 他眼透凶光看着叶峰 恨不得把他生吞活泼 好不容易靠着吸尸魂魄 才聚集起来的实体 这会儿也变得忽明忽暗 气息不稳 水鬼争吟着仇视夜风 他太强 动不得 缓缓地 他将视线落在了 不远处的几人身上 方圆几人只觉得 一股寒意环绕周身 没等深究 刚才躺着地上的水鬼 已然不见 完了 没等方圆喊出声 阴冷的触感 从脖子处传来 方圆机械般地喘头 瞳孔一震 差点没当场晕过去 那张四鬼妹一样的面孔 在他眼前不断放大 还对着他呲牙 队长 几个警察着急地喊道 在眨眼时 方圆就被水鬼带到了远处 他看着水面的服装 犹豫不决 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幕 叶峰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方圆被抓 已经打破了他的猜测 这水鬼不止能离开水面超过一米 现在来看 五米都不在话下 这该如何是好 围观群众和网友们 看见方圆被抓 吓得惨叫声连连 完了完了 方警察都让抓了 他不会有事吧 这水鬼太狡猾 竟然挟持人质 先别说这些了 赶紧离开 这里太危险 对对对 快走 花音刚落 一群人立马往远处跑去 争取跑得越远越好 方圆刚才距离他们不算远 他都能被抓 天桥上那些人还在话下 直播间里 目睹这一切的 同样还有方圆的妻子 杨慧 此时 他已怀胎九月 早上方圆出门时 他右眼跳得厉害 总感觉有事要发生 而方圆为了安抚他 说 今日只会在局里工作 不会外出 可是现在的阴幕 又是怎么回事 他盯着直播间 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 在家无聊 他便拿起手机刷视频 可刷着刷着 就看到了叶峰的直播 这个人他听自己老公提过 能见鬼 还帮他破解了 困扰三年的案子 后面又是因为 一些英雄事迹被传送 当看到直播间 有人说有水鬼时 他下意识地要关闭直播 谁料摄像头一转 他竟然看到了自己老公 再然后就看到了 他被水鬼抓住的阴幕 你不是说今天不会出去吗 杨慧捧着手机的手 不断颤抖着 脸上的泪珠 啪哒啪哒往下掉 被水鬼抓住 还有活命吗 想也没想 他就跪在地上开始祈祷 愿方远没有事 磕完头 他就往外跑 阿远 等我 刚买菜回来的方母 一开门 就看见二席 跌跌撞撞地往外跑 也着急了 小慧 你别着急 怎么了 他连忙扶住杨慧 杨慧带着身子 随时可能会生产 最不宜激动 眼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竟然这般激动 看到方母过来 杨慧像是找到了主心骨 紧紧抓着他的手 说 阿远被水鬼抓住了 我要去找他 说着 他将手机递了过去 方母不明白 尔席说的是什么 什么被水鬼 给抓住了 待看清手机上的内容 他差点没有晕过去 但一想着 尔席还有身孕 方母不得不咬着舌尖 迫使自己清醒 他还不忘安慰尔席 没事 阿远慧没事的 吉人自有天相 他拍了拍杨慧的手 你身子重要 可是 我想过去 我要亲眼见到他没事 杨慧已经气不成声 可是 没等方母 说完阻止的话 就见到杨慧捂住肚子 啊 小慧 你怎么了 看着尔席痛苦捂住肚子 方母也急了 他立马拨打电话 一边还要安抚杨慧 看这样子 杨慧是因为太过担心方圆 所以动了胎气 这边 刚被抓住的方圆试图反抗 可这鬼的手劲很大 他怎么也挣脱不开 脖子上 就像被钳子钳住了一样 还在不断收紧 方圆脸色都白了 看到方圆被抓 叶峰也如同火上的蚂蚱 焦头烂额 你别伤害他 叶峰对着水鬼脱口而出 水鬼那能如叶峰的愿 节节节的笑着 你伤了我的腿 又怎样 有了他 水鬼看了方圆一眼 又道 我的腿还可再伤 听完他的话 叶峰瞳孔一阵 难道说他是想 所以那些死者的亡魂 就是被他吸食的 难怪他在现场 看不到一个鬼魂 水鬼能变得有实体想来 也是因为这个 脖子上的束缚越来越紧 迷糊间 方圆好像看见水鬼 抬手放着自己的头上 随后一阵剧痛 他感觉灵魂都要被抽了出来 啊 方圆忍不住叫出了声 慢着 叶峰大喊一声 阻止了水鬼的动作 怎么 从水鬼的脸上 大家都看到了细血的笑容 直播间的网友们 气得直咬牙 草了 这水鬼太恶心了 能不能收拾他 方警察不会被他把魂魄吃了吧 这可怎么办 有没有人能救方警察 主播在干什么 到底有没有救人的能力 不知道怎么办了 叶峰想也没想就说 你放了他 我可以助你转世投胎 这个水鬼 无非就是被困在水底下 要是有转世投胎的机会 他应该会心动 果不其然 叶峰话音刚落 水鬼愣了一秒 片刻后 他笑了 你觉得 我现在会在乎这些 吸食魂魄带来的快感 可比转世投胎来的舒坦 他又何必去做这种无味的梦 只要他吸了足够多的魂魄 这一方何欲 那能困住他 见水鬼没有这方面的异象 叶峰心一沉 不断思索 有什么办法能救方圆 此时方圆已经接近昏厥状态 而水鬼还在打他的主意 手也不断逼近 突然 一道灵光乍现 叶峰看向水鬼的毛子 越发的幽深 确保方圆暂时没事 叶峰左手翻动 悄悄的 一团小小的火苗 出现在他手心里 过了几秒 叶峰率先开口 你不在乎这些 那你看看这个在不在乎 文言 水鬼立马警惕起来 见叶峰直径拿着桃木剑冲过来 水鬼下意识地将方圆聚在身前 所有人平住呼吸 生怕叶峰一下伤了方圆 虽然桃木剑不足以伤人 但水鬼可怕 直播间的网友们紧张地闭上眼睛 完了完了 方警察不会就这样丧生了吧 楼上的你是乌鸦嘴 能不能说点吉利的话 就是 最烦你们这些人 事情都还没有结果 就开始乱叫 相信主播好吗 咱们连这么点信任都没有了吗 主播怎么可能 要置方警察为死地 安心地看 反正咱们也帮不上忙 几名警察握着拳 心里祈祷着方队长没事 这么厉害的方队长 一下就被水鬼抓住 他们上去也只会添乱 看着桃木剑越来越近 水鬼勾起一丝笑容 没笑到一半 他竟然发现冲过来的叶峰 嘴一脚也挂着笑 他为何要笑 难道手上这人的性命不重要 水鬼再赌 赌叶峰最后一刻会收手 剑锋越来越近 直逼眼前 所有人平住呼吸 不敢观看 就在见离方圆 还有十厘米的距离 叶峰猛地将右手撤回 迅速伸出左手 一掌拍去 众人大惊失色 水鬼刚要笑出声 却发现了不对劲 他的胸口 何时出现了一小团火焰 就在他愣住的一瞬间 叶峰一把拽过 险些昏迷的方圆 这回方圆还有一点意识 知道是叶峰救了自己 你干了什么水鬼咆哮的 短短几顺 那团小火请客间将水鬼包裹住 水鬼变成了火烧鬼 水鬼痛苦地喊叫着 这火焰竟然在烧他的灵魂 疼痛愈演愈烈 水鬼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只希望这火赶紧熄灭 可这火压根不能如他所愿 反而越烧越旺 就这样 众人看见一个火一样的怪物 到处乱窜 他身上有火 应该所到之处 皆被燃止 结果神奇的是 只有他身上燃着火 别的地儿都完好无损 看着突如其来的转变 网友们开心极了 哈哈 我就知道 主播有能力解决水鬼 害的是咱们方爷啊 确实牛逼 好险好险 当时我还以为 主播要亲手了结了方警察 好在结果出乎意料 是啊是啊 也吓了我一跳 我一直蒙着眼睛 就在大家欢喜间 有人看着水鬼身上的火 突然想到了什么 支支吾吾地说道 这火怎么感觉有点眼熟 烧不了其他的东西 感觉有点像KK 园区那把火 果不其然 这段话一出来 所有人都反应了过来 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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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说 那伙跟主播有关吧 现在倒好了 不用承认也承认了 哈哈 还得是主播呀 真的太牛了 烧死他 这鬼就是个祸害 杀了这么些人 竟然还想害方警察 烧死算了 烧死他 都算便宜他了 叶峰将方远 带回几个警察旁边 过来的路上 他已经给方远脖子上画了符 这回方远已经没有大碍 休息休息就好 只是他被吓到 还有点惊魂未定 几个警察看着两人过来 连忙上前搀扶住方远 水鬼的喊叫声 源源不断地传来 众人望去 只见他纵身一跃 跳进了河里 他似乎想让河里的水 浇灭身上的火 只是 这火哪有那么容易被浇灭 水鬼一入水 疼痛感翻倍 他猛然想到 河里还有夜风丢下的服装 众人看着 他从这头油窜到那头 河面被翻滚地打起浪花 躲在远处的围观者 纷纷走了上来 他们又站回桥上仔细观看 这水鬼看来是没有反抗的余地了 只有等这火 慢慢将它烧死 缓过来后 方远揉着酸疼的脖子说道 夜风 今日多谢 要不是你 哎 你别这么说 都是应该的 夜风白白手诱道 要不是我伤了他的腿 你也不会被他挟持 都怪我们没听你的 要是站得远一些 他也不会有机可乘 方远一脸自责 都过去了 没事 夜风大手一挥 视线又落到了水鬼身上 方远见夜风不再多说 眼神暗了暗 心里默默记下这份情 两人闲聊间 水鬼又冲上了岸上 见状 几名警察带着方远直往后退 夜风则站在原地看着水鬼 火势愈演愈烈 疯狂地烧着水鬼 不断撕裂着他的魂魄 看着夜风好端端地站在那里 他恨啊 可是没办法 他又打不过 几分钟后 水鬼被火焰燃烧殆尽 整个人也化作灰尘飘散 从此消失 看到这一刻 现场所有人都鼓起掌揽 太好了 这个水鬼终于消除了 没有了 水鬼这片河域又安全了 只可惜 那些死去的人 无法看见这一幕 那也没办法 结局是好的就行 直播间亦是如此 太好了 风爷最棒 风爷流鼻 这个隐患好在是除了 不然得祸害多少人啊 这种东西想想就可怕 以后 在水边大家都小心眼 就是 就怕遇到些不干净的东西 四个死者家属都在附近 当看到水鬼的那一刻 他们是震惊的 不敢相信自己的亲人 就是被这种怪物害死的 可事实摆在眼前 他们不得不信 对于叶峰 他们无比感激 警察们也安抚着他们 将尸体带回去安葬 但叶峰检查完这一片区域后 确认无误 叶峰和方远 坐上了回局里的车 谁料刚发动车 一道急促的手机铃声 打断了这短暂的安眠 最后方远接通了电话 叶峰嘟了一眼 上面备注着妈 一看就是方远母亲打来的 累了一天 叶峰靠着座椅 就准备闭目养神 妈 什么事 什么 刚接通电话没几秒 方远就发出了质疑声 想来是电话那头 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传来 我马上过来 妈 你先别着急 等我 挂完电话 一车人都感觉到方远不对劲 开车的警察问道 方队 怎么了 家里有事 方队低头胡乱搓了一把脸 迫使自己亲近 然后说 我老婆看到我被抓 动了胎气 现在就在医院 已经进了手术室 什么 连同叶峰在内的所有人都惊望 这个事关人命耽误不得 那个医院 走咱们一起去 傅佑医院 好 就这样 警车掉头一路奔驰 不一会儿 就来到了傅佑医院 刚停稳车 方远便率先冲了出去 其他人迅速跟上 叶峰也紧随其后 三楼 当叶峰几人来到时 就见一个和方远长相 颇为相似的老太太 正流着泪 跟她说着什么 两人站在手术室门口 方远默不作声 不停往里望着 见状 叶峰上前 安慰到 嫂子会没事的 方远压根就听不进这些话 一直关注着手术室禁闭的房门 几人挨个上前去劝 结果方远都没有任何反应 他们只好作罢 回到座椅上等候着 方母见到方远过来 心里有了主心骨 这会儿也踏实了一些 为了儿子的安慰直播 她一直在关注 当看到叶峰时 方母很激动 她含泪对着叶峰说道 谢谢你救了我家阿远 要不是你 阿远只怕 后面的话她没敢说 而且还在生死关头 不能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说着说着 方母就差给叶峰跪下了 叶峰自然知晓她的想法 连忙将她扶起来 阿姨 别这样 这是我应该做的 和方远认识这么久 她也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丧命 那还是要谢谢你 要是阿远有个三长两短 只怕小慧出来也不踏实 她有身子 我真的怕她再出点什么事 方母已经泣不成声 想必这短暂的时间里 她的精神也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放心 阿姨 都会没事的 对此 叶峰只能安慰 过了几分钟 电梯门一开 几个着急的身影跑来 原来是方远妻子的娘家人 他们接到消息就赶了过来 奈何路上出了点小事故 故此来晚了一些 就这样 一群人在安静的走廊里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终于 手术室亮着的灯熄灭了 这一下所有人都站起来 围了上去 叶峰也跟在身后 等了有几秒 手术室的房门被打开 一个护士抱着一个强宝出来 谁是杨慧的家属 护士问 我是 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护士又看了一眼中人 方远上前一步 郑重地说 我是杨慧的丈夫 仔细听 她的声音都是颤抖着的 护士点点头 说 产妇还需要在里面观察两个小时 孩子在这里 说着 她就将孩子递了过去 方远这才注意到 护士手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婴儿 她说 产妇 那这孩子是她的孩子 那杨慧呢 没事吧 方远着急地问道 护士含笑 原来是在担心她夫人 难怪对孩子不太上心 她说 杨慧没事 只是受了点刺激 好在顺利生产 没有大碍 只需在手术室里观察两个小时 就可以出来 活络 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护士又道 孩子是个男孩 六金 十七 三十二分出生 哦 方远这才反应过来 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 手法很生疏 孩子刚到手里 她就不敢动 生怕伤着孩子 看着怀里皮肤白皙 安然入睡的小人 她勾起了一抹笑容 好在她安然无恙 不然看不见老婆和孩子 真的要抱憾终身 没抱一会儿 孩子就被方母和杨慧的家人给抱去 抱走时 几人还不忘调侃 方远连孩子也不会抱 跟抱个炸弹似的 方远的窘迫 引得几个警察笑声连连 两个小时后 杨慧被护士推了出来 看到方远的那一刹那 她气不成声 虚弱地嘟囔着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但看到方远家人没事 叶峰和其他几个警察 结伴离开 杨慧也知道 是叶峰救的方远 承诺等她好些了 一定要下厨好好招待叶峰 叶峰也没拒绝 这方家人倒是都很热情 几个警察将叶峰送回家后 也纷纷返回局里 今日的事还得有个总结 方远不在 他们也得完成 刚到家 想起今天发生的一幕 叶峰还有些心有余悸 实力果然很重要 眼下她的功夫 对付寻常人还行 但若是遇上几个 像今天这样的水鬼 只怕无法脱身 实力啊 看来还得继续挑战 争取增长更多的人气质 这样才能换取 自己想要的东西 今日的一幕 让叶峰再次登上热搜 热搜榜上 基本上都是她的身影 警号城郊护城河 惊线水鬼警号报 警号邪火线 水鬼死 警号 警号叶峰独占水鬼 置其身亡 警号 当然还有白天的两个挑战 也纷纷上了热搜 警号整活主播有创高潮 给自己拍满月照 可还行 警号 警号拿着满月照问路人 结果反被送到局里 警号 警号叶峰惊线高清丑照 警号 等等一系列热搜 都是跟叶峰有关 评论区更是讨论声不断 果然有叶峰的地方 就有鬼出没 他是鬼魂收割机吗 怎么走哪都能遇到 这把火烧的简直不要太妙 这样的厉鬼太吓人了 灰飞烟灭的好 还好叶峰有能力 不然方警察可就悬了 头一次感觉人在鬼面前 是这么的脆弱 哈哈 想不到叶峰还会打鬼 好神奇 拍满月照可还行 我有预感 那家店要火了 搞得我心痒痒的 有没有想一起去拍满月照的 楼上不会是BT 哈哈 不过这个想法倒是挺好 我也挺上去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替人尴尬是什么感觉 还有那个大叔也是 主播都说了他不是傻子 他还非得把主播带到局里去 这一天感觉好累啊 一会儿笑得肚子疼 一会儿又紧张的 我实在太难了 就是就是 上午我是真没绷住 乐得嘎嘎的 另一边 刚给自己孩子办完葬礼的家长们 纷纷献身群里 你们都处理完了吗 处理好了 嗯 刚弄完 我有个想法 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一听 说说 什么事 是这样的 在云城 咱们因为伤痛 没有好好感谢恩公 这次我想去他的城市当面感谢 你们要一起去吗 此话一出 群里立马沸腾起来 这还用说 那必须得去 要不是叶峰 咱们的孩子哪能回家 反正我去 我也去 我儿子说了 要是没有叶峰 他也不可能报仇 他没有带着遗憾离开 我已经很欣慰了 去去去 算上我 还有我 这种事怎么能少了我们 我们都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就是 就这样 群里一共四十六户人家 纷纷赞同这个决定 在云城 他们没有好好答谢叶峰 已经很失礼了 现在办完了孩子 家人们的后事 要是再不去 就真的是忘恩负义了 协商好 四十六户人家 决定两日后出发 从世界各地出发 目的地 京都 这一次 他们要拿出十足的诚意来 好好感谢叶峰的恩情 众人的想法 叶峰不知 此时 他正在刷着小视频 豆音上 几乎都是 关于他的视频 呵呵 传得有些邪乎 我也没怎么厉害啊 叶峰吐槽了一句 随后又往下刷 下面这个视频 不是关于他的 而是官方通报的一起火灾 通过官方报道 叶峰得知 于今日下午四点二十分左右 冥城发生了一场重大火灾 那时也是他正在和水鬼周旋的时候 事发地为一处日用品工厂 因为员工的操作不当 从而引起火灾 导致工厂二十多个人被困工厂 消防员已经前去营救 因为火势过大 又加上工厂里有无数的化学用品 火势点燃化学药品 从而引爆发生了蘑菇云般的爆破场景 前去救援的消防员们也伤亡惨重 目前火势还没有被控制住 但据报道消防员死伤 已经达到了五人之多 为了营救里面被困的工人 消防员不惜将自己的防毒面具 摘下给了工人们 自己却被化学药品燃烧产生的有毒物体 侵入体内导致当场身亡 看到这里 叶峰忧心如斗 坐立难安 这么多人 要是就这样死在里面 可又得祸害多少个家庭 评论区的网友们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基本上都是在祈祷 这场火势赶紧熄灭 我的天 这火怎么会这样的 这都死了五个个消防员 还没有灭掉 这可如何是好 这火本不应该发生的 都是那个员工惹的火 这个地方就在我家附近 听他们说 这家工厂建造的就有问题 消防通道就只有一条 而且火势已经蔓延 挡在消防通道前 里面的人 就算是想要逃脱也太难 再加上又是封闭式的工厂 压根没有机会 可不是 里面是搞化妆品的 肯定还有化学物质 这些人就算是有再大的本事 也控不住这么长时间的煎熬啊 哎 怨火势赶紧被控制 不要再添加伤亡了 呜呜呜呜 我最见不得这些 却又无可奈何 火灾最是无情 希望消防员们顶住 安全归来 是啊 这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以前的一件事 因为负责人的隐瞒 有一整队 消防员全军覆灭 整整二十多条鲜活的生命啊 火灾真的矮 希望这一次 他们都能平安回来 网友们的评论也勾起了叶峰久远的记忆 他前世也看过有类似的通报 说的就是一个类似的事件 因为奸商的谎暴 导致一整队消防员全军覆没 当时的爆炸云叶峰还记忆犹新 透过视频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黑夜的天空骤然宛若白昼 爆炸形成了蘑菇云形态 那场爆炸威力不亚于一百个TNT 方圆百里房屋倒塌 上千人受伤遇难 这件事震惊了全国 属于罕见的重大火灾事件 这也是在警醒人们火灾的危险 还有谎暴的代价 因为奸商的无知 导致这么多人因此丧命 换作是谁也会心疼难耐吧 作为一个忠心又爱国的人士来说 叶峰对家国情怀看得很重 却又帮不上什么忙 他紧紧地盯着手机 查看宁城直播 还有没有进一步消息 宁城距离京都上远 眼下唯有静观其变 水火无情 这又该如何是好 要是有什么办法 能帮助到他们就好了 突然 一道灵光乍现 叶峰从记忆里捕捉到什么 我记得系统 好像还开出过一个SSS级的东西 好像就是防火材质的配方 想到这里 叶峰眼前一亮 或许这个能帮上一点忙 随即 他打开系统页面 从背包里找了这东西 点击使用后 一个配方展现在叶峰的眼前 叶峰一一查看 越看越惊讶 忍不住喃喃道 原来这东西竟然这么常见 配方上面的东西都是 寻常可见的 且十分便宜 原来这些东西组合到一起 还有这功效 有了这个 或许能减少一些伤员 对于消防员 医护人员 但凡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人 叶峰都很敬佩 可是 要怎么送出去呢 琢磨着 叶峰点开通讯录 找到了一个人 坦克 这回唯有将这东西 给他才能发挥他应该有的作用 叶峰拨通电话 嘟嘟几声过后 对面传来了威严且柔和的声音 你小子找我有何事 坦克直接挑明 叶峰这个人 他虽然接触的时间短 但绝不是喜欢闲聊的人 自从他发过组织链接后 就没再聊过 此时叶峰找他绝对有事 见对面开门见山 叶峰也没掩饰 直接道 谈警 尖 我有一份东西要给你 什么东西 坦克有些好奇 他从叶峰的话语里 听出了宁众 能让其这么重视的东西 一定不凡 叶峰 今天凝成的火在我看了 我想我手里这个东西 可以为消防员们 增添一份保障 他没着急把东西发出 现在的华夏 也并不是没有漏洞 这东西 还得当面转交合适 毕竟网上的事情 谁说得清 万一有黑客入侵 这东西不就暴露了 为消防员添保障 如何保障 坦克在思考 脑海里依旧没有一点头绪 是个防火配方 这几个字话音刚落 叶峰就听见对面 倒吸了一口凉气 想来也是被这个消息 给震惊到了 叶峰又道 有了这个以后 消防员们去火灾现场 就不用再怕火事 也能安全地完成任务 对面的坦克 还处在晕眩状态 防火配方 去火灾 不用再怕火事 世上真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一连串问号 在坦克心里生气 对于叶峰的话 他很难不相信 这家伙 可不是个满嘴谎话连篇的人 相反 他很神奇 梁九 坦克才磕磕绊绊地问道 这东西真的存在吗 先不管有没有 他已经预示到了 消防员们 拥有这样的逆天好物 一定可以 从火场平安归来 这个发现 足以将历史改写 功德无量啊 你要知道 一条人命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有多么的重要 现在消防员 都干成了高危职业 要是一直没有改进 谁会希望自己的孩子 老公 家人去干这种事 完全不可能的事 坦克会震惊 也是情理之中 若是叶峰没有接触过系统 或许也会觉得 这是天方夜谈 但现在 他实现了 不再是虚妙的东西 嗯 句句属实 画风一转 叶峰又到 不过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赶紧将这东西 送到你那去 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还要尽快 送到火灾现场 坦克 好 我马上过来 算了 我过去 转念一想 叶峰还是觉得 给自己亲自过去 比较合适 就这样 叶峰一出门 就坐上了出租车 路上他还在 关注着火灾的情况 听到后排 传来的视频声音 等红绿灯间隙 司机也好奇地问道 小伙子也在看 凝城的火灾 叶峰点点头回道 是啊 现在情况不太好 还有好几个人 被围在其中 可不是 可怜消防员了 别人都是往外跑 只有他们逆风而行 使劲往里钻啊 司机摇摇头 感慨道 要是这世界上 有什么神奇的东西 可以隔绝一切火源就好 这样 也就伤不了消防员们了 司机惋惜地摇摇头 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 绿灯亮起 他不得不踩住油门 往前走 他的话 一直盘旋在 叶峰的脑海里 快了 再过不久 他们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也不会再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这边 刚挂完电话 谭科就给韩老拨通了电话 讲述叶峰给他说的东西 片刻后 电话那头传来激动又欣慰的声音 两人都闭口不言 叶峰手上这东西 从何而来 电话里 韩老感慨 这小家伙 还真是让人惊喜不断 谭科点点头 是啊 我刚听到 都震惊了 这样 你们先过来 咱们先试试 然后再给底下的人使用 是 韩老有这顾虑是正常的 人的生命就只有一次 不能贸然让那些消防员 因为他们没有实验好的东西 就白白丧命 很快 叶峰又来到了那个熟悉的地方 谭科已经在门口等待 见到来人 谭科立马上前相迎 笑道 你可算来了 嗯 叶峰郑重的点头 上去吧 那位已经在等候了 就这样 两人畅通无阻的走上二楼 上次见面还记忆犹新 想不到再次见面 竟然这般快 刚进门 韩老就起身迎了过来 叶小友来了 快坐 他指着沙发 眉眼都喊着笑 多谢 叶峰微笑着走过去入座 三人坐定 叶峰见也没有外人 就从怀里拿出遗物 一张纸浮现在他手上 韩老和谭科对视一眼 身子不由地往前倾斜了几分 就是说 能防火的配方就在这上面 说不激动那是假的 在他们期许的眼神中 叶峰将这张纸 轻轻放置在桌面上 谭科迅速拿起和韩老一同观看 当看到这上面的东西时 他们震惊地看向叶峰 他们的表情就如同叶峰刚见识的模样 叶峰道 我知道 你们一定觉得这上面的东西 不足以成为防火材料 但请你们一定要相信 这真的可以防火 其实叶峰猜错了 两人并不是觉得这上面的东西 不是防火材料 而正因为上面的东西 太过常见他们才惊讶 为何他们以前没有发现 韩老笑道 我们自然信你 只是这上面的东西 着实有些常见 我们一时有些惊讶而已 谭科也附和道 是啊 想不到配方竟然如此简单 叶峰点点头没有说话 这时 韩老又道 我们先找人买些回来一时 他看向叶峰 问 你一下如何 听到这话 叶峰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微微焊手道 好 不过要快 他们还等着呢 叶峰说的他们 韩老自然知道 他比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子民 安然无恙 你放心 韩老面色凝重点了点头 随后 他便招呼来自己的助理 让他带人去购买这些材料 漫长的等待中 叶峰有点如坐针毡 而韩老自然也能察觉到他的心思 给坦克使了个眼色后 后者将办公室里的电视打开 上面赫然放着的 是宁城火灾的现场直播 看情况 火势暂且稳住了 听到播报 叶峰也松了一口气 很快 韩老的手下 就将所有东西 尽数带回 三人一步实验室 他们到时 里面已经有一队实验人员 这些人都是韩老的人 且不会向外透露什么 那张配方上已经标明 步骤也尽数在上面 见到领导已经过来 在首肯后 几人便进入实验室 叶峰三人在外观看 不多时 里面就开始做起了实验 他们将这些材料焚烧 将其焚烧至液体状态 几分钟后 所有被焚烧的材料 尽数化作液体 这下来到了最关键的一幕 只见一个实验人员 将所有液体融入到了一起 液体相容 立马发出了呲呲呲的声音 紧接着 大家就看见 气敏中的液体 从五颜六色 慢慢变成透明 没有颜色 跟清水一样 这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 拿着气敏的人嘟囔着 不知道手上这东西 是否成功了 他看向外面 而韩老和谭科 却一致地看向叶峰 成功了 叶峰笑着肯定地说道 按照配方上所说 如此便是成功 两人一喜 谭科立马示意里面的人继续 实验人员会议后 立即准备下一项实验 这部实验室测试液体 倒在衣服上 可否能隔绝火焰 做到完好无损 叶峰连同韩老两人 攥着全等待 目不转睛地 盯着里面的一举一动 几个实验人员格外小心 待衣物铺在桌面上后 为首的实验人员 将手中的液体 倒在衣服上 确保全部进湿 从而达到防火的作用 待准备完毕后 所有人站开 离得远远的 实验人员将燃油 倒在衣服上面 随后点燃酒精灯 往衣服上一丢 蹭的一下 火红的火焰 立马燃烧了起来 所有人平住呼吸 看着衣服 瞬间被火焰包裹住 一分钟 五分钟 十分钟过去 那件衣服 依旧完好无损 此情此警令 所有人都大为震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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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老接连说了三个好字 眼睛明亮的 仿佛年轻了十几岁 立马就精神抖擞了 叶峰会心一笑 坦克一鼓着掌 眼神中 满是对叶峰的敬佩之意 且不说 只燃烧了十来分钟 哪怕是一分钟 也足以救人性 这个防火秘方 可真是太及时 太有效了 高兴归高兴 韩老立马吩咐道 立刻安排 让宁城的消防员们 立即用上这防火液体 坦克点头 是 接到命令 坦克很快就走了出去 开始下达指令 至于他如何传达的叶峰不知 反正以后的事 就不是他该操心的了 叶峰侧脸 就见韩老双眼发光 激动望着里面 那还在燃烧的衣服 里面的几个实验人员 也惊奇地看着这一幕 哈哈 原来真的有隔绝火的材质 消防员的衣服 我觉得已经够牛逼了 现在一对比 直接秒成了渣 这话 也不能这样说 我觉得 两个结合才是最好的 就是 以后大家的安危 可以有保障 这些都还得感谢他 几人侧目 看向叶峰的方向 他们知道 即便韩老和坦克没说 但直觉告诉他们 这配方就是这个小伙子带来的 只是想不到 他这么年轻 竟然有如此大的本身 没过一会儿 他们便认出了叶峰的身份 不过几人都识相地 没有严明 两人又在实验室 站了二十分钟 那衣服还在燃烧 并没有丝毫损坏 后续能燃多久 还有待烤酒 这已经超过了韩老的预期 回到办公室 韩老一脸欣慰地看着叶峰 感谢你将这个配方贡献出来 你想要什么 只要不违背原则与道德 我都答应你 有了这个 消防员们就相当于多了一条命 我要郑重地对你说一声 谢谢 不用谢 叶峰连连摆手 笑道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相信 无论是谁得到了这个配方 都会将它用在该用的地方 叶峰又道 至于您说我想要什么 我的确有一事相求 你说 韩老抬手 竖起耳朵听着 我不想让人知道 这是我给的 叶峰说道 他现在已经很高调了 有些事情 还是不便公之于众 听到叶峰的回答 韩老愣了一秒 他不解地问道 你不要其他的要求 你要知道 错过了这次机会 我便不再提 韩老想着 哪怕给叶峰一点好处 也不算白拿他的东西 虽然不知道 这东西从何而来 但只要叶峰 是自己这一方的 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 没有 叶峰摇摇头 说 就不让别人知道就行了 其他的我都不缺 听完叶峰的话 韩老仔细思索了一会儿 最终叹了口气 好 我答应你 叶峰一喜 说道 多谢 没得韩老再说些什么 电视上就传来了记者的声音 据火灾现场最新报道 火事已经被压制 相信过不了多久 大火将会熄灭 直播里 叶峰还看到了几个消防员 进进出出的画面 他们比一开始要轻松些 看到这里 叶峰和韩老对视一眼 立即展开了笑颜 想来东西已经传到了火场 韩老感慨 终于要结束了 他盯着电视画面 神情有些惆怅 叶峰悄悄打量着他 真正为人民着想的他 才是最令人敬佩的 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里 叶峰的嘴角微微上扬 另一边 火场里 作为一队队长的潘文斌 不断往复火场 救出一个又一个被困人员 这一次 他的队员们 因为要救被困人员 被大火无情吞噬 已经惨烈牺牲 顾不得悲痛 他将队员的尸体 带出又返回工厂 继续寻找被困人员 四面的火势很大 火焰像旋风一样 真是刻不容缓 劈劈啪啪啪的作响 恶毒的火蛇燃烧着一切 不断发出嘶嘶的怪叫 想着被困人员 潘文斌压制住 失去同伴的痛苦 依然奋战在第一线 经过几个小时的燃烧 里面的火 已经得到了控制 只是燃烧过后 这些建筑很是脆弱 就在刚才 他的前方就发生了坍塌 随着砰的一声 防板塌了下来 请接着他 就听到一声闷哼 前面有人 没有多想 潘文斌刚站稳身子 就往前方走去 四周的火势不容乐观 前方线又有他方 挡住他的去路 他又该如何去 解救被困人员 即便他穿着 特制的防护衣服 带着防毒面具 但这偌大的火势 还是强势地 挡在他前面 他的双手 已经满是水泡 可是他顾不得 还得去救被困人员 潘文斌用双手 刨开挡在前面的石块 跨越障碍 历经千辛万苦 翻越过火墙 终于 在一块石板下 他看到了一道身影 潘文斌迅速跑过去查看 发现他是一个被困人员 目前已经昏迷 且还被重重的石板压住 醒醒 醒醒 潘文斌一边喊着 一边喊着对讲机 被困人员身上 这块石板太大 他一个人弄不开 收到呼救 几个消防员 很快就摸索了过来 此时潘文斌都没有注意 身后火势还在增大 空气中 还伴随着难闻的气味 慢慢的 潘文斌也有些晕眩 快要昏迷时 他看见了队员过来 他们手上 还拿着什么东西 没等深究 就见队员将什么 倒在了自己身上 下一秒 身上那火辣辣的感觉 消失了不少 闷热感消失 还伴随着一丝凉意 这是 他指着那瓶子 想要问出些什么 却被打断 先救人再说 好 潘文斌也没再纠结 与几人合力 将石板抬起 然后将人抬出去 随后 他们又奔赴火场 这一次却不同 他们竟然感觉不到闷热 在火场却宛如在外边一样 这种感觉太奇怪 以至于他们觉得自己 是在做梦 但这是真实存在 问题就在那瓶液体上 潘文斌清楚地记得 队员将液体倒在他身上后 他周身舒坦 好似不在火场 有了这发现 他们更加卖力 紧接着 一个又一个地 被困人员被救出 救护车接二连三地 往医院送去 而外面 则有好几只高压水龙 一起喷出强大水流 直直对着工厂喷射 慢慢地工厂外部的火势 已被控制 胜利就在眼前 随着时间的流逝 再加上高压水龙的喷射 就连工厂内的火势 也被控制住 顶刻间火苗被扑析 就在这时 进入工厂解救 被困人员的消防员们 也相互搀扶着出来 消防员们脸上 洋溢着胜利的微笑 火势被打败了 人员已然被救出 凝城直播间内 不少网友从一开始 就在直播间 直到看到消防员 踏出来的那一刻 他们笑了 呜呜呜呜 太好了 这场火灾终于结束了 还好 没有再增加伤亡人员 不然我真的要哭死 那个罪魁祸首出来了吗 还是死在里面了 都是他 还有这个工厂也是 不好好培训 才导致了这一幕 最后还有害我们的消防员 光是看这个火 我就害怕 这么高的温度 他们怎么在里面待得下去 致敬消防员们 你们都是英雄 安然回归就好 我眼睛都哭肿了 呜呜呜 还好大家都出来了 可不是 我就在附近 听着那个爆炸声 吓死了 我从来没想到 危险竟然离我这么近 水火最是无情 希望大家日后谨记 灭完火 消防员又仔细检查 现场会不会再次燃烧起来 确认无误后 他们才开始清点人员 受伤的几个消防员 则是被送往了医院抢救 而牺牲的消防员 足足有五名 都是在爆炸中身亡的 还有被潘文斌送出来的那个队员 他也已然没有了气息 英勇牺牲 他才不到二十岁 这么年轻有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葬送在火场里 所有人都难以接受 大家站成一排 脱下帽子 为同事们慕哀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泪沫了 杀人别用消防员的刀 我真的受不了 这些消防员 看着还这么年轻 爱可惜了 都怪这个火 要是没有火灾 消防员们也不会死掉 英雄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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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还这么小 他们的家人怎么办 世上最痛苦的是 莫不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希望他们的家人能抗主 爱消防员太难了 做完这一切 消防员收队 带着同伴们的尸体 返回消防队 一路上 大家都在为同伴的去死 而感到惋惜 一个个泪流满面 一个消防员说 又是这东西 早点倒该有多好 小陈他们就不会死 小陈 所有人都知道 他在说的是什么 却又不敢答话 身为队长的潘文斌 也是一脸愁容 心里痛苦不已 名叫小陈的这个队员 平时最爱和他在一块 无论是训练也好 休息也好 可是现在 他却只留下一具 冷冰冰的尸体 这谁能受得了 潘文斌痛恨自己 要是他再快一点抵达 小陈是不是就不用死 方才倒在他身上的液体 他也听上面说了 是刚研制出来的 可有效的防火 若是小陈他们再坚持一下 有了这东西 他们就不用死 可是什么都完了 回到队里 凡是参加救火的消防员 都知道那液体是何物 但上面严令禁止 不准透露分毫 哪怕是自己的家人也不行 他们也不知道 这神奇的东西 是谁研究出来的 对于此物 潘文斌深有体会 回想火场 要不是有这东西 他只怕现在 也已经去陪小陈几人了 这次火灾影响重大 伤亡也多 加上死去的五个消防员 这场火灾 一共死了18个人 伤20多人 看到大家安然无恙后 叶峰也选择回家 这一夜 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网友们都不知道 因为叶峰 所以消防员们 都没有在受伤害 但这一切 所有消防员都心知肚明 叶峰本就不想让人知道 倒是不期盼他们的报答 第二日 所有人都缓了过来 叶峰又开启直播 他有很多想要保护的人 自然要更加努力才是 刚点进直播 就有不少网友涌入进来 主播呀 终于等到你了 赶紧给我们整点搞笑的吧 昨天都把我整抑郁了 心情贼拉低落 是啊是啊 火灾的直播我全程跟着 看到最后 眼泪花子都给我看出来了 主播 主播你昨天看了吗 看到这些评论 叶峰也知道这件事影响很大 叶峰点点头 看了 对于市区的消防员们 我深感惋惜 但生活仍要继续 是啊是啊 赶紧给我们找点乐子 让我们好好缓缓 就是就是 我们是来看挑战的 文言 叶峰也有些无奈 直接略过刚才的话题 扯出一抹笑 那咱们开始吧 你们今天想要看什么 通通说出来 其实叶峰也挺惆怅 还是干点啥 转移一下注意力比较好 听到郑主发话 网友们也纷纷转动脑筋 想着要主播干点啥比较好 敢不敢挑战 去药店买眼药水 让医生帮你滴 医生问你哪个眼疼 你说屁眼疼 呲牙 楼上这位一上来 就是王炸呀 笑死了 我朋友表示 也很想看 无中生有 没帮助 穿兽衣去打出租车 和师父说 我要去西天取经 抠鼻 挑战拿一盆水 浇到陌生人头上 就说认错人了 楼上这个 就有点不道德了呀 浇水太坏了 敢不敢去湖边挑战 看到他们钓鱼 当着钓鱼的面 往湖里扔块大石头 转身就跑 边跑边喊 大王来抓我呀 看到这一条 叶峰眼珠子 都要掉出来了 这是什么挑战 其他网友们 却笑出了声 论变态 还得是你呀 哈哈 最近大王来抓我呀 很火哎 我也很想看 感觉这个就很有意思 能不能都挑战 我都犯选的恐惧症了 叶峰笑了笑 你们继续 等我慢慢跳 其实他这么说 是在等待系统为话 等了有几秒 系统终于冒了出来 叮 随即任务发布 接受草莓冰淇淋的挑战 敢不敢挑战 去药店买眼药水 让医生帮你逼 医生问你哪个眼疼 你说屁眼疼 叶峰 他就知道 系统没憋住好屁 系统果然是在 众多挑战中 挑选最为奇葩 又射死的评论 你说哪有人 去买眼药水 完了让人帮忙的 帮忙就算了 你竟然说是菊花疼 服了 难道这个世界 是容不下他叶峰了 他应该改名药风 而不是叫叶峰 直播间的网友们 见叶峰迟迟没有说话 又叫嚣着 主播这是怎么了 怂了吗 怎么可能 咱们主播是谁啊 怎么可能怂 最多是从心了 高情商 从心了 低情商 怂了 哈哈哈哈 你们是懂内涵的 笑死了 主播还没选好 赶紧的吧 这些人都要嘲笑死你了 满屏的叫嚣和质疑 叶峰如何看不见 他也很为难 这个挑战 分明就是捉弄人 可他是不可能拒绝的 缓一会儿 叶峰才勉强扯出一抹笑容 主播怎么可能怂呢 自然是要接受挑战的 而今天的挑战也出来了 他就是 所有人凭住呼吸 等待叶峰说出话 来自粉丝草莓冰淇淋的挑战 去药店买眼药水 让医生帮你滴 医生问你哪个眼疼 你说屁眼疼 文言 所有人都以为是幻听了 这个挑战 是人能干的事 是探机生物能干的 所有网友都笑喷了 直播间请客间炸锅 弹幕多到飞起 蹦不住了 这些网友太有才 连这种损的招都想得出来 哈哈哈哈 可不是 我敢说 他就是个探机生物 和主播有得一评 主播加上 咱们就不会没有题材 看看 看看 这就是爆点 这场直播 我可以说是直播界风神的存在 放眼整个直播界 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祖师爷还得是叶峰 我这替人尴尬的毛病又犯了 希望药店的医生 不要太惊讶 这一刻所有人都在为 即将见面的医生 默哀三分钟 不为别的 就冲主播这一去 医生的三观 即将要被刷新 指不定以后看人都带着异样 某处 华生药店 易医生和店员 正在盘点药店里的药品 突然 男医生打了个喷嚏 他下意识地揉了揉鼻子 这还不算完 紧接着又是一连串的喷嚏 如放鞭炮一般的倾巢而出 这动静立马引起了店员的好奇 他问道 刘医生 你这是怎么了 名唤刘医生的 这个医生用手捏了捏鼻子 摇摇头说 没事 就是鼻子有点痒痒 欧店员恍然大悟 随后又道 这几天天气变换得有点快 刘医生要小心感冒 听完店员的话 刘医生连连点头 嗯 估计是吧 可能是昨天睡觉 没盖下凉被的缘故 真的着凉了 但是这右眼一直狂跳 是怎么回事 难道今天有什么事要发生 一连串的问题 浮现在刘医生脑海里 下一秒 他又道 或许是太累了 刘医生摇摇头 又继续盘点手上的药品 他显然将打喷嚏 和右眼狂跳 归结于是太累的缘故 这时 药店门口走进来一个人 刘医生抬头 就见一个戴着口罩的 年轻小伙走了过来 他眉眼间 透露出些许的难言之色 刘医生倒是没在意 问道 这位小哥 请问要点什么 殊不知他这满面春光的样子 落在网友眼里 是那般的无辜 完了完了 这个医生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现在还笑呢 我敢赌他 一会就笑不出来了 医生 你小子一看就不安好心 说 你为何而来 主播 皮燕子有点难受 所以让你看看 偷笑 楼上这几个 我是真服了你们 不管到哪里都能演上来 太有意思了 虽然有些不厚道 但我更期盼着 看到医生的反应 你们说 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 目瞪口呆 惊讶 我觉得都有吧 我已经眯着眼 不敢看 真的不敢看哦 见有人进来 盘点药品的店员 也走了过来 含笑地看着叶峰 看见这店员 叶峰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竟然是个女店员 一会儿 不得尴尬死 亏他还挑了个人 少的药店进来 一是怕打扰人家医生看病 二是怕人多尴尬 算了 来都来了 今天这个挑战必须完成 叶峰心一横 就对着两人说 有眼药水吗 眼药水 那自然是有的 见叶峰半天没有开口 刘医生 还以为他要什么隐秘的药呢 比如什么不剩的呀 他们药店也不是没有 这眼药水 有这么难以脱口 现在的年轻人哦 刘医生表示不太理解 大概是射恐吧 我这就去给你拿 说完 店员转身就从最近的药价上 拿了一个小小的药盒子过来 小哥哥 谢谢 叶峰从女店员手中 接过眼药水 又问 这个多少钱 十二块 好 怎么付钱 微信 我扫您 好 叶峰点开手机 开始支付眼药水的钱 这一切都在正常的进行 看到店员开始给客人扫码结账 刘医生又开始在忙活自己的事 他翻看着手上的台账 叶峰付完钱 没有急着走 而是缓慢地拆开眼药水的盒子 两人抬头看了一眼 也没有阻止 全当叶峰是要在这里上眼药 都自顾自地干起了自己的活 直播间却已经开始哄笑 吼吼吼 医生还不知道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主播这个老六 可不是常扰 你以为他在用眼药 实则是在等你啊 还不快逃 蹦不住了 叶峰拿着眼药水 一会儿看医生 一会儿看手里 嘴中那几个字 好像有点烫嘴一般 这么也说不出口 等店员转了一圈回来 发现叶峰还在原地 他好奇地问道 这位小哥 可是还需要别的东西 这声音一出 刘医生立马抬头 发现叶峰 竟然还在站在原地没有走 这客人有些奇怪啊 闻言 叶峰也有些不好意思 他将眼药水递了出去 医生能帮我滴一下眼药水吗 他看向刘医生询问道 哈哈 我还当是什么呢 刘医生立马展开笑颜 脸上因为笑意 也浮现出了一些折子 搞半天 这个客人是不好意思开口 让他递眼药啊 只是 这有什么难的 刘医生很是不解 但还是接过眼药水 他笑着拧开眼药水上面的小盖子 看着叶峰 问道 你哪只眼睛难受 见医生这么快进入圈套 网友们纷纷笑出了猪叫 哈哈 还笑呢 我有罪 竟然想看医生被整后的表情 嘿嘿嘿 来了吗 好戏要开场了 有些好奇 这位无名医生得罪了 怎么会这么好笑 难道哪只眼疼 已经是医生帮忙低眼药的标配 这不正好配合主播 哈哈 见医生这么热心肠 叶峰嘴上像是被胶水粘住 久久不能将话说出 憋了半天 叶峰才吐出两个字 谢谢 刘医生没明白 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白手道 客气了 低眼药而已 小事 说着 他的手又往前伸了一些 哪只眼疼 刘医生一脸认真 叶峰心一横 对不住了医生 他张嘴就来 我屁眼疼 刘医生 他瞪着双眼 面上皆是难以置信 什么玩意 难道他已经老了 不然怎么听到客人说 屁眼疼 员工也一脸惊愕 他张着嘴看着叶峰 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叶峰则等待着医生 痛骂自己的话语 良久 刘医生才哆哆嗦嗦地问了一句 你说哪里疼 他被叶峰突然说的话震惊了 一致就像受到电击一般 精神处于漂浮状态之中 直播间如开水冒开了一般 沸腾起来 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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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播真的说了 这也太勇了 哈哈 医生的表情看笑我了 他现在一定很猛逼吧 完全想不到 会有人让他给皮燕子上眼药水 多损啊 哈哈 医生的三观都被震碎了吧 论诊活还得是咱们主播 哈哈 医生 我宁愿眼瞎 也不想再见到眼前这伙 见医生眼珠微微泛红 叶峰有些于心不忍 不想他再没开二朵 于是 对不起 在两人的错愕之下 叶峰鞠了一躬 就跑出了药店 与此同时 系统冰冷般的声音 也出现在叶峰脑海里 任务完成 店里 医生机械般的转头 他看向店员 他刚才是不是说屁 眼疼 店员亦是处于猛逼状态 但听到老板的话 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好像他打量着老板的表情 觉得有些不对劲 到嘴边的话 他饶了个弯子 道 好像没说吧 刘医生红透了的眼眶告诉他 还是不要再打击得好 文言 刘医生自然是不幸 那他当才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这个这个 我也不知道 店员难以作答 脚底抹油溜掉 躲在后面 开始忙活自己的工作 就这样 刘医生沉浸在那一声 打击中无法走出 几分钟后 他才反应过来 盯着手上的眼药水 刘医生忍不住抱了粗口 草 这特么是SB吧 他追出药店门口 却发现罪魁祸首 早已逃之夭夭 这边 完成了任务的夜风 已经跑到另一条街道上 确保身后没人追上来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一边喘气一边说 你们这样迟早要把我玩死 夜风的抱怨 网友们自然不会在意 反而调笑道 哈哈 谁让你自己说的 就是要直播最奇葩 最射死的挑战 这才哪到哪 就是 主播这就怂了 哈哈 那医生的眼神 都怀疑人生了 主播你他娘的 真是个人才啊 我有预感 以后主播指定会仇家遍布全国 就这不要命的挑战 我想都不敢想 网友们的评论夜风 自然是认同的 他吐槽道 是啊 就照着你们这么玩 我迟早要被你们玩拖 话锋一转 夜风又道 不过 风浪越大 鱼越贵 老子怕个雕 不挑战 系统又怎么会吐血呢 夜风这番豪言壮语 立马引起了网友们的共鸣 不要送就是干 风力越大 鱼越贵 这话我喜欢 以后就是我的座右鸣了 还得是主播 这要是换座我 早就不敢走在大街上 相信这一片 都被主播给祸害过 你们还记得 昨天主播 去的那家儿童摄影吗 这会儿都已经火爆的 不要不要的 我好几个朋友 连班都不上了 连夜赶去 说是要去打卡 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险 卧槽卧槽 还有这是 儿童摄影 夜风眼神暗了暗 原因无他 前面五十米不到 就要到他去过的 儿童摄影了 而且从这里看来 这家店铺确实火爆 人都排到了他前面 直播间的画面 本就随机变化 这会儿 他们也看见了这一幕 卧槽 我特么说什么来什么 主播竟然又绕回了 这个地方 浅浅期待一下 我有预感 咱们可以看到 主播搞笑的表情了 这么长的队 可真是难得 这才一天而已 主播的影响力 竟然这么大 那可不 疯子是谁啊 他的影响力 就跟名字一般 疯了一样 粉丝自然也要跟着疯 哦好好好 叶峰有些好奇 这些排队的人 都想要拍什么照 于是绕过人群 走了过去 慢慢的 那个熟悉的门店 又出现在他眼前 只是 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他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网友们更是 风一般的敲打的键盘 我就知道 这家店能活起来 绝非偶然 我敢确定 这个主意 一定是那个女店员 搞出来的 知名主播 竟然上儿童摄影 给自己拍满月照 且照片 还被挂在门口 当成了招牌 这特么不是热搜是什么 女店员 这不是巧了吗 叶峰就是行走的吉祥物 到哪里 哪里火 我是万万没想到啊 咱们主播的高清丑照 都是这个女店员贡献出来的 无备楷模啊 别说网友们想不到 就连叶峰自己 也没想到 有一天 竟然会在大街上 看到自己叼着奶嘴 生无可恋的满月照 你说 你挂就挂了 干嘛还要挂这么大一张 这也太醒目了 你是想辟邪 还是 就在叶峰愣住的期间 人群里突然传出一声惊呼 卧槽 叶峰 什么 在哪里 儿童摄影门口 几乎一瞬间 所有人将视线落到了 站在儿童摄影门口的叶峰身上 即便他戴着口罩 也难逃众人的法眼 叶峰 无命休矣 喊话的粉丝 仔细对比着手上的直播 以及叶峰本人 确定无误后 他们眼里都带着闪亮亮的光芒 看着这一个个如狼似虎的眼神 叶峰就想起了西游记里 妖精看到了唐僧的模样 他尴尬一笑 你们找错人了 可这群围观群众 哪里能听他的 大喊道 就是他 别让他跑了 见状 叶峰也顾不得其他 转身就跑 啊 叶峰 廖总 等到我 好不容易见面 好歹留下个签名再走啊 给我签个名 我是你的铁粉 几十个人蜂拥而上 整条街道乱作一团 周围群众纷纷侧目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见后面的人 还在穷追不舍 叶峰促着眉心 脚底使出了吃奶的劲 恨不得长出了八条腿 别跑 站住 不明所以的围观群众 纷纷议论起来 这是怎么了 咋这么多人在追那小子 哦 我看他们都是从儿童摄影门口跑过来的 怕不是人贩子 偷小孩的 最近好多孩子丢失 不是 我刚才听人说抓住他 怕不是小偷 这大白天的人贩子 不可能这么猖狂 这么多人追 肯定不是啥好事 只不定那小子犯了什么事 人群中众说纷纭 这时 一个翅膀子壮汉站了出来 朗声道 各位 各位 咱也别瞎猜了 找个人问问不就得了 说着 壮汉三步并坐一步上前 迅速拉住其中一位 正在追赶的小伙子 直接问道 你们在追什么 你们是不是在抓小偷 小偷 小伙子来不及回头 喘着大气说 不是小偷 是疯疯子来了 闻言 壮汉大喊 疯子 哪个医院跑出来的 听到这话 小伙子翻了个白眼 正想解释 却见已经落伍 顾不得其他 奋力甩手 一溜烟继续追赶 留下愣在原地的壮汉 一秒后 疯子 他重复了一遍后 挥着手臂大喊道 精神病院的疯子跑出来了 大家赶紧帮忙 此话一出 所有人顿时来了精神 冲啊 抓疯子 刹那间 吃瓜群众纷纷出动 就连坐在轮椅上 脑血栓二大爷 也试图站起来 叶峰不知道人群后面发生了什么 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一头雾水 纷纷评论道 主播这人气也太牛了吧 这么多人都在追 这么还有大爷大妈 难道他们也追星 这你就不懂了吧 就咱主播这人气 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这也太疯狂了 注意安全啊 就主播这粉丝 上至99 下至刚会走 牛逼克拉斯 这这这这么就追起来了 要个签名至于吗 网友们的评论叶峰顾不上看 他这会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没等歇一会儿 叶峰就发现 前面也有奔跑过来的人 这特么是绕路了 没完了这事 叶峰喘着粗气吐槽完 一个蛇身就拐进了小巷口 里面很有些狭窄 只能攻三个人并肩 眼下倒是可以减少一些人追赶 叶峰不知道 躲在人群中的 不只有他的粉丝 还有来自缅甸 许总的追杀团 他们昨晚刚到 今天又跟随了叶峰一路 只是好好的 这些人就追着叶峰跑了起来 为了完成任务 他们也不得不跟上 见叶峰钻进小巷子 两人对视一眼 怎么办 追 趁人多浑水摸鱼 说吧 带头那人 还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 好 奔跑中 有人见他俩停下 嚷嚷道 愣着干什么快追啊 留下这句话 大家又加快速度 两人没说什么 也赶紧跟上 别跑 你是跑不掉的 叶峰一边跑一边往后看 身后的人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越来越多 叶峰汗言 我现在都这么火了吗 这么多人怎么甩得掉 刚出巷口 对面就迎来几个张牙舞爪的人 又来 没多想 叶峰又掉个方向继续跑 网友们都笑疯了 哈哈 笑死了 这不就是真实版的神庙逃亡吗 操 搞得 我都热血沸腾了 只喝我不在现场啊 蹦不住了 前有主播被当成傻子送到局里 现有粉丝当街追赶 这些活得最惨的主播 就属咱风野了 哈哈哈哈 太热情了 太搞笑 我都笑得直不起腰篮 我妈问我 为什么家里有猪叫 我叫他别管 哈哈 这届粉丝太勇 光是看着就很激动 叶峰就这样跑啊跑 跑啊跑 最终寡不敌众 成功被众人拿下 淡定淡定 踩我脚了 我的切尔西啊 叶峰大喊道 此时 叶峰被众人围住 大家对他上下其手 一个个面露高兴之色 等等 你们别别摸我 快放开我 混乱间 叶峰感觉他的屁股 还被人拽了一把 谁他妈这么变态 到现在 叶峰都还是猛逼状态 不明白这些人 为什么要追他 难道就是想要签名 一个签名照 也不至于如此吧 人群中立马传出声音 叶峰 我们终于逮住你了 哈哈哈哈 想不到我们这么多人追你 你居然还能跑这么久 佩服佩服 我做梦都想见你啊 大英雄 哈哈 我见到大英雄了 慈禧彼伏的尖叫声 环绕在叶峰耳畔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些粉丝竟然这么疯狂 这要是再不阻止 他只怕会被他们扒得 连裤衩子都不剩 想到这里 叶峰大喊道 停 都给我停下 这道声音 有如河东湿吼 请客间 就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听到叶峰的话 大家像做了错事的孩子 各个局促不安地站着 也不敢上前 眼神小心翼翼地 打量着叶峰 见大家安静下来 没有扑上来的意图 叶峰也松了一口气 他揉着太阳穴 无奈道 说吧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莫名其妙被追了一路 叶峰真的一个头两个大 话音刚落 人群中就传出声音来 我们就是想要你的签名照 然后再和你拍个照 是 我们就是这样想的 叶峰 我们都很喜欢你 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心愿 他们七嘴八舌地说道 越说越激动 不少人已经从口袋里 拿出纸笔 因为叶峰经常直播 他们也不知道何时能遇到 所以都提前备好了 看来他们想都没错 这只比备得着实好 这不就见着叶峰了 围观群众的话 环绕在叶峰耳边 他愣了一秒 一脸不理解 磕磕斑斑地说道 你们就是因为有签名 所以才追我的 叶峰实在不理解 眼前这些人的脑回路 怎么有人会为了签名 而这么疯狂 他又不是明星 叶峰不知道 他在这些人眼中 比明星还要牛逼 好歹是去缅甸 全身而退的人 没等他们回答 人群后面就嚷嚷起来 快快快 疯子就在里面 可别让他跑了 也不知道是哪个精神病院 跑出来的 千万不能让他伤害人 疯子 这几句话 顿时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也打断了 他们要签名的心 连同叶峰 也伸着脖子张望 哪里有疯子 还精神病院 难道有疯子 从精神病院跑出来了 在人群里 一连串问号出现在众人 包括叶峰的脑海里 顾不得其他 人群就散开了 归会儿 人群中一壮汉 领着一众人 凶神恶煞地走过来 这是来抓疯子的 叶峰打量着四周 准备帮忙 他可是新世纪的活雷锋 逢乱必出 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开始担忧起来 怎么回事 难道这人群中 还有疯子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主播突然被追也就罢了 现在人群中还会有疯子 可千万不要伤到人啊 哈哈 你们是知道 怎么点燃我的笑点的 蹦不住了 为什么主播 会遇到这么奇葩的事 网友们众说纷纭 很快就有人看出了不对 不是 你们有没有感觉 这些人眼神不对 楼上说什么呢 大英雄在眼前眼神能对才怪 不都是敬佩的眼神 不是 你们仔细看 我觉得那个光膀子的壮汉 是冲着主播来的 眼神不煞啊 此话一出 所有人一同看去 呃 还别说真的有点这种感觉 不过不应该啊 难道说 他们是主播的仇人 药店老板找来的打烧 他就这点度量 看着越来越近的人 叶峰也发现了不对劲 他们老是盯着他身后 难道疯子在自己身后 叶峰没有深究 连忙往旁边一退 谁料下一秒 抓住他 叶峰 你们指着我干啥 这一刻 叶峰是猛逼的 壮汉见叶峰没有想跑的意思 心里还觉得这个疯子 一定是想开了 跑不动吗 人群中隐藏着的两个杀手对视一眼 也跟在壮汉身后上前 几十个人蜂拥而上 嘴里还喊着 疯子 叶峰着急大喊道 你们干什么 你们不是要抓疯子吗 上我这里干什么 领头的壮汉笑道 别狡辩 我们立马把你送回精神病院 叶峰 所以 他们把自己当成了疯子 这特么都是什么事啊 周围的人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什么疯子 叶峰能是疯子 这不 没等他们靠近叶峰 就有人站了出来 你们干什么 他是叶峰 不是疯子 为了打消大家的疑惑 叶峰一把将嘴上的口罩摘了下来 看到他的脸 带头的男子梦了 他愣在原地 揉了揉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 这不是那个家喻户晓的叶峰吗 那他追的疯子呢 壮汉有些怀疑人生 连同跟着他跑过来的吃瓜群众 也猛逼了 个个愣在原地 不知所措 壮汉不解 他环视了一圈 眼尖地从人群里找到了早些时 被他拉住的小伙子 在大家疑惑的眼神下 他大不留心地走了过去 对着小伙子就问 你刚才不是说在追疯子吗 小伙子 叶峰 其他人 大家均是一脸黑人问候 不解这是发生了什么 顿了一秒 小伙子支支吾吾道 是追疯子没错呀 壮汉 那疯子呢 他的眼神有点吓人 小伙子缩了缩脖子 指着叶峰道 在哪呀 壮汉回头 这下更愤怒 他压着火 说 这特么是叶峰 不是疯子 相比他的愤怒 叶峰却反应了过来 评论区里有不少人 都喜欢叫他疯子 疯子哥傻的 疯子谐音疯子 难道 这个壮汉 就是被这么糊弄住了 几乎一瞬间 大家都反应了过来 直播间更是笑声一片 红红火火 恍恍惚惚 哈哈哈哈 想不到主播还有今天 疯子等于疯子 这该死的谐音梗哦 哈哈哈哈 笑发财了 眼泪 都给我笑出来了 我就说 怎么会这么多人在追主播 感情前面的是粉丝 后面的是把主播 当成疯子抓 舅舅舅就特么离谱啊 这就叫离谱他妈开门 离谱到家了 我着实没有想到啊 哈哈 壮汉 老六啊 我就这样 被你欺骗了感情 周围响起的笑声 让壮汉突然醒悟 原来是此疯子 不是比疯子 刷的一下 壮汉脸都红了 想不到他也有 这么丢人的一天 竟然还集合 这么多人来抓叶峰 真是丢脸丢到家了 叶峰也没好到哪去 他揉着有些胀痛的太阳穴 无奈到了极点 这都叫什么事啊 他嘟囔着 壮汉也走了过来 他挠着头 不好意思地说道 叶老师 对不起啊 我没听清 这才把您当成了疯子 后面的话他没说 叶峰也知道 他没在意 大气地摆了摆手 没事 误会罢了 解开就好 壮汉一喜 朗声道 多谢 人群中 看着被众人恭维的叶峰 两个杀手眼里透着阴毒 嗨 多好的机会 就这样白瞎了 别急 还有机会 人还没散 从缅甸来的两人 悄悄地藏匿在人群中 他们仔细打量着叶峰 一个恍惚间 他们就被人挤到了外面 两人虽有气氛 但碍于完成任务 没有发作 只见离叶峰最近的壮汉 眼睛一转 突然开口 叶老师 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啥 叶峰一脸猛 他也没想到 壮汉一开口就说这话 着实让他有些惊讶 你一个大男人要签名 着实有点不合适 且不说上一秒 你还拿我当疯子抓 这也转变得太快了吧 所有人一时一连猛圈 看着壮汉递过来的纸笔 还有密不透风的人墙 叶峰也知道 今天是跑不了了 他尴尬一笑 没有拒绝 接过纸笔 好啊 话音刚落 四周的人你看我 我看你 也激动了起来 啊 叶峰最帅了 嘿嘿 我们都是你的忠实粉丝 爱你哦 哈哈哈 见叶峰没有拒绝 大家纷纷往前凑上去 都想得到他的签名 连同被壮汉一同带进来的人 也激动地直挫手心 虽然疯子没有抓住 但抓住了疯子也是一样的 得到叶峰的签名 就够吹牛逼的了 呵呵呵 叶峰嘴角擒着一抹笑 声音地挤出几个字 感谢你们的喜欢 一边说着 手上也不停忙活 不停地牵着自己的名字 一个又一个 好在大家都很有秩序 没有拥挤一个一个来 不然叶峰真的想当街百烂 四周的群众们 纷纷拿着纸笔 伸着脖子张望着 期待快一点到自己 这样他们就可以和自己 心心念念 日思夜想的大英雄说话了 嘿嘿 想不到英雄竟然离咱们这么近 还被咱们堵住了 可不是 这就算是 放在整个追星界里 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哈哈 谁会想到 郑主被咱们这么多人追 还奇葩地被认为是疯子 想想就好笑 我的肚子都笑疼了 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能遇到这样离谱的事 人群中传来小声的议论声 他们面露喜色 争相分享着叶峰的事迹 甚至连从什么时候开始 粉上叶峰的都聊了起来 聊着聊着 两个人影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前面那两个也跟他们一样 不停张望着人群里的叶峰 只是他们两个手上 并没有纸笔什么的 女生们眼睛一转 拍了拍两人的肩膀 嗨 本就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两人 被这一拍 吓得立马就戒备了起来 一回头看到是几个女生后 就放下了戒备 有事 两人尽可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女生们道 你们也是找叶峰签名呢 签名 自然不是 只是他们两个 怎么可能轻易 说出自己的目的 于是点点头道 对 文言 女生们又好奇地问道 那你们怎么没带纸笔 听到这话 两个杀手脸色一僵 正要解释 那几个女生就善解人意道 算了 事发突然 没带也是正常 说着 在两个杀手不解的眼神下 几个女生打开手上的本子 迅速撕了两张下来 给你们 不用谢啊 到最后 两人还一脸猛逼地看着手上的纸和笔 他们是 杀手 不是来要签名的 但两人也不会解释 他们对视一眼 以多年合作的经验 立马就明白了对方的想法 一口同声地说道 谢谢你们 不然 我们真的 就只能拍照 不能留下签名了 听到感谢 女生们含笑道 没事没事 小插曲过后 两人直视前方 眼下距离叶峰越来越近 两人对视一眼 眼神交流着 短暂的交流后 两人露出了笑容 而这边 叶峰已经牵到想要吐血 此时更是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他这副样子 落在网友们的眼里 是那么的可怜 这不 网友们又开始同情调侃主播来 主播这也太倒霉了吧 啥时候 逃过这些人的包围啊 我还想看挑战呢 让他们围着 这叫什么事啊 是啊 看主播这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 我都心疼了 你们这些人能不能知足啊 照拍了就让开呗 干嘛非得还要签名 主播呀 你看得见评论吗 赶紧签完去挑战呗 我们都等不及了 评论叶峰自然是没工夫看 他这会儿 恨不得长出八条手臂 来帮自己签名 瞅着一个个满怀期待的 他着实有些难以拒绝 只是 就这么签下去 还不知道要多久 还是速战速决的好 叶峰抬头看了一眼后面的队伍 很长 唉 他又继续 眼见着离目标越来越近 两个杀上不免有些亢奋 不断随着人群往前挪动 终于 前面只剩下一个人 只要叶峰给前面一个人签完名 那他的死期就到了 两人互相递了个眼神后 纷纷握紧手里的纸笔 叶峰没有抬头 压根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 他只知道 面前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 而他只需要不停地签就行 这是叶峰怎么也没想到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有人敢对他行凶 眼前这个女子走后 叶峰顿住 他这个动作 立马引起了两个杀手警戒心 左手掏兜 握住里面冰冷的匕首 要是叶峰对他们的身份怀疑 他们一定会拔刀上前 一下将他刺穿 所有人纷纷看向他 叶峰许事累了 伸了的懒腰 又揉了揉手腕 做完这些后 他看向身前的两人 收到注视 两人如灵大敌 身体绷紧 好了 给我吧 看到两人闪躲的眼神 叶峰也没太在意 伸出手 他突然发话 搞得两个杀手 有点不知所措 怎么回事 难道叶峰发现了他们 见那人久久没有动作 叶峰微微蹙眉 他还没开口 后面排队的人 就开始嚷嚷起来 你到底签不签啊 赶紧的 我们还等着呢 听到大家催促 杀手立马反应过来 忙到 我签 他一边说 一边将手上的纸笔递了过去 叶峰接过 只是眼神在他的手上 停留了一秒 不过他倒是没在意 弯头继续签字 就是不签就让开 别当道 这是怎么了 难不成看到叶峰激动的傻了 别墨剑 我们还着急呢 周围的话 两人并没有在意 男子见进展如此顺利 嘴角一勾 往前凑了凑 身体靠近叶峰 左手伸进裤兜里 眼前这人突然靠近 立马引起了叶峰的注意 不是他发现了什么 只是这人身上 透着一股难以描述的味 着实令叶峰有些适应不了 他一边写 一边往后退了一步 众人伸着脖子眺望 希望赶紧到自己 杀手没想到叶峰会后退 见时机不错 也不藏了 直接掏出口袋里 冒着寒光的匕首 对着叶峰的腰间捧了过去 啊 有刀 杀人了 突如其来的转变 让叶峰有些措手不及 出于条件性反射 他在匕首即将触及腰间的那一刹那 往左一个转身 就避开了匕首 当看清这人手上的东西后 四周的人跑得飞快 生怕波及到了自己 其身后的那个杀手 见同伴没有得手 也抄着刀往前回去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其中赶出最深的 还属那几个女生 这这这咱们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啊 他们手上有刀 我们竟然 还拿纸笔给他们 这一秒 几个女生都十分的懊悔 他们不知道 那两个人会对叶峰不利 他们还提供签名的机会 这 四周的人也担忧起来 完了完了 他们是送叶峰来的 这个怎么办 叶峰不会有事吧 这俩人 TMD是哪来的 我真是草了 挑这时候对叶峰下手 难道是蓄意为之 大家众说纷纭 他们攥着手心 生怕叶峰会血见当场 虽然叶峰的实力 他们有目共睹 但谁还能保证 没有个意外什么的 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吓傻了 卧槽卧槽卧槽 那时到 我他们眼瞎了吗 这怎么还上演了刺杀环剪 咱们主播真是倒霉 怎么什么事都能遇到 我已经报警了 希望警察赶紧过来 制止住这两个歹徒 光天化日之下 这些人就敢公认行凶 谁给他们的胆子 这胆子 当然是缅甸徐总给的 但这个结果 他们自然是不可能知道 叶峰好不容易站稳身子 他冷着眼 打量着前面握刀的两人 要不是他刚才看到 那人手上的刀口 以及他身上的味道 或许他也不能躲过那一击 一开始叶峰还在想 为什么常人手上 会有这么多刀疤 手指之间皆是老简 能在京都这样的环境里生活 应该不至于此 除了干苦力活的人们 他们的手 也不可能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叶峰留了的心眼 但并没有太在意 但接下来 他的一举一动 就牵起了叶峰的怀疑 那人先是上前一步 随后是身上难闻的味道 不得不让他猜测到什么 若不是刀口上舔血的人 身上的味道 不可能会这样重 两人没想到 叶峰会躲过这一击 他们脑海里 不断复盘刚才的一步 从排队等待 到递出纸笔 这一切都没有什么破绽 那叶峰又是如何发现 还躲过他的致命一击的 叶峰果然如同调查一般 是个警惕性高 难缠的家伙 短暂思考后 两人也没有犹豫 握着刀就冲了上来 他们都戴着口罩 让人看不清他们的面目 叶峰扫了一眼四周 好在围观群众已经闪开 这要是被牵连到 就真的太无辜了 见人上来 叶峰也不带怂的 赤手空拳地迎了上去 前后夹击 叶峰灵活地躲过他们的攻击 四周的人都紧张地看着 这边 刚接到报警的方远 立即调动了人员出发 我倒要看看 是那个不长眼的人 敢光天化日之下 敢伤上面保护的人 方远喃喃道 眼里净显寒光 他是真不了解 就叶峰这威名在外的 竟然还有人敢大包天 敢这样冲上去 简直是不要命了 他此行去抓两个歹徒 只是为了不让叶峰下狠手 视线回转 叶峰速度极快 杀手的刀回来的同时 身形一闪 一把将杀手 拉到刚才自己站的位置上 叶峰钻拳狠狠地 砸在杀手的头上 顿时 杀上就头晕眼花 还发出了痛苦闷哼声 叶峰的力气 不是一般人能比拟的 他可是一拳 能打死一只牛的勇士 不是他们这些杀手 能与之相比的 老二 见自己同伴 被叶峰一拳锤到地上 另一个杀手也急了 名叫老二的杀手 这会儿只觉得头很疼 还有些耳鸣 同伴叫他 他竟然听不见 只能迷糊地看到他的嘴形 是在喊自己没有错 老二挣扎着起来 但又重重地倒下 对于要杀自己的人来说 叶峰自是不会放过 他们掏出刀 就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想法 他又何必对他们 抱有同情心 我要杀了你 另一个杀手又冲了上来 他瞄准叶峰的心脏 想要刺去 这个人比被打到的人的功夫 要深一些 叶峰神色名重 认真对待 不掉以轻心 杀手想着 叶峰今天必死 不然他们就小命不保 本来是想着趁人多 出其不意 谁料现场这么快就被控制住 他们也只能想这个办法 两百万的用金 让他们迷了眼 已经顾不得人多不多 眼见着就要碰到叶峰 杀手一洗 只是下一秒 他就笑不起来 啊 叶峰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来到他旁边 还捏着他的手 慢慢使劲 这一刻 杀手只觉得 骨头被捏断一半 疼痛随之袭来 四肢百骸都疼得不行 荒荡 一声 他手上的刀 就掉到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两个歹徒就这样被制服 所有人拍手叫好 哈哈 让你们不安好心 这下好了吧 被制服了吧 呸 活盖 草 这两个杂种也不看看 这里是哪里 大白天的我看 就是不想活了 就冲他们 这拿刀的架势 不多才几年的缝纫机 都便宜了他们 缝纫机 一颗再也不见完多好 喝退 气死我了 就该狠狠打死他们 几个女生也拍着胸脯 心有余悸地说道 还好我们跑得快 这要是被卷盗里面可咋办 是啊 咱们刚才还离他们这么近 光想想都后爬 叶峰抬脚 一脚踹在歹徒的膝盖窝 歹徒因为惯性 直接一个狗吃时 爬到了地上 啊 没得他喊完 叶峰则上前 一屁股坐在他的身上 被羞辱的杀手气的鼻青脸肿 这会儿又被叶峰坐在身上 差点没喷出一口血 更别说四周响起的掌声 论什么 也没有比这个更羞辱人的场面了 就这样简单地被制服 两人都怀疑人生了 回想以前 那次任务不是手到擎来 想不到叶峰竟然这般的厉害 早知道就多找几个人手过来 这下好了 赔了夫人又折兵 自己也跑不了了 只是这会儿说什么也没有用 世上没有后悔药 别说他们两人 叶峰都郁闷极了 他好端端地出来挑战 结果被追 还被人当成了疯子 这都算了 竟然还被人刺杀 叶峰也知道自己平时做的事 是有点过火 但也不至于到了要杀他的地步吧 他咋就这么倒霉呢 难道就不能安安静静地直个拨 吐了一口浊气 叶峰转头 一巴掌拍在歹徒的头上 说吧 谁派你来的 他自认为没见过这两人 更不可能得罪他们 那就说明 他们背后还有人 到底是谁要杀他 听完叶峰的话 歹徒吐了一口唾沫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呕嘴很硬 叶峰笑了笑 又道 我可没得罪你们 你们指定是受人指派 杀手没有答话 你最好说出后面指示的人 不然局里的审问 我相信 你不会想试试 他倒要看看这人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听到审问这几个字 杀手身形一颤 很快 他又镇定了下来 看着他这副死鸭子 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叶峰也有些无奈 算了 你这会儿不说 迟早也会说的 我不着急 话音刚落 叶峰就见人群中 走出一道熟悉的身影 几名警察迅速走上前 将两个歹徒控制起来 叶峰起身 走了过去 方警察 他笑着问道 你不休息 没时间 方圆苦笑 他昨天刚得一子 自己还被水鬼锁伤 这会儿想休息也不行 局里还有很多事 等着他去调查 这不 没等查出所有人来 叶峰这边又出事了 两人并肩而立 方圆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叶峰双手一摊无奈道 无辜被人追 然后差点被当街捅死了 方圆皱眉 看来只能撬开他们的嘴 叶峰点点头 最好问问他们身后的人 他们手法娴熟 不像一般人 好 方圆郑重地回道 叶峰点到为止 他知道 方圆一定能处理好的 接下来的事 就不用他多管 围观群众见到警察过来 也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警察同志来的 这下放心了 这两个歹徒怎么吓人 还好没有人受伤 还是叶峰牛逼 怎么办 我越来越崇拜他了 我也是我也是 方圆将犯人压上车后 叶峰也跟着一同上车 不为别的 签名他已经签够了 能逃就逃吧 直到坐上车 叶峰才缓过神来 随即 他就把直播给关了 这举动瞬间引起网友们的不悦 哎哎 这就下播了 也不打声招呼 论下播速度 还没人能比得过咱们主播 想下就下 也是随性 我很喜欢他 不按套路出牌的样子 但是 突然下播 真的就很没礼貌啊 气死我了 我还想看呢 今天就这样结束了 都怪那两个歹徒 他们是傻逼吗 谁这么大白天的搞刺杀 智商堪忧啊 到底是谁派来两个傻蛋 药店老板也不应该这么小气吧 这一天惊吓太多 叶峰靠着窗户吐槽道 我太难了 方远大笑 是啊 刚接到电话 我都懵了 你也太倒霉了 什么都能遇到 可不是吗 叶峰怂怂肩 道 人红是非多 这句话 我总算是明白了 你才知道 好想回到以前低调的日子 方远 那你不直播了 不直播 怎么可能 叶峰就算是死 也不可能放弃直播 这一辈子我可以死 但不能不直播 叶峰这句话 顿时引得方远翻了的白眼 挑战重要还是命重要 方远表示 他都搞不懂叶峰了 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直播 是热爱还是什么 叶峰不知道他的想法 不然一定会来一句 因为诱惑 系统的诱惑 谁能抗拒的了 答案那肯定是没有 告别方远 叶峰便回到家中 这几天发生的事太多 他都没有好好休息 今天还遇到这样的事 看来真的好好休息 以后这挑战也得改改 一天一播算球 多了就不播 叶峰不知道 他刚坐上车 今天那时又上了热锁 警号知名网红 被人当成疯子 当街追赶 后又遇到歹徒 欲杀之后 快警号报 警号这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叶峰他到底干了什么 警号 警号被人围堵 竟然是因为粉丝们 想要签名 你敢信 警号 警号你哪只眼疼 警号 这一条条热搜 再一次把叶峰送上了热门 卧槽卧槽 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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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天都是怎么了 我今天不过是有事没看 咱们封爷又闹啥幺蛾蛾子呢 叶峰是真TM勇啊 不过也很低俗了 还皮验子疼 哈哈哈哈 笑死了 那两个歹徒也是得离谱 我着实没有想到 好在没有伤到其他人 不然他们手上 拿着刀多恐怖啊 可不是 我当时就在现场 都给我吓坏了 还好叶峰功夫好 不然早就命丧当场啊 光是看直播回放 就感觉很恐怖 要是那一下 真的被刺中 不死也得残吧 看得我提心吊胆的 网友们议论纷纷 都是在讨论今天发生的事 好在没有发生意外 不然热搜上肯定不止这些 这件事 就连那46户人家也见了 叶峰差点遇难 他们都担忧着 此时他们都在赶去京都的路上 还好恩公会武功 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忘了 他是谁 能从缅甸出来的人 能没有两把刷子 就这两个小喽喽 还不够他塞牙缝的 当时缅甸多少人 还不是被他制服了 就是就是 你们也太小题大做了 此时 他们离京都越来越近 他们有乘坐飞机 高铁 甚至是火场的 但都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赶赴京都去找叶峰 当面跟他道谢 其实不光是他们 这46户人家 还有活着被营救出来的 那一百多接近两百号人 他们不知道从哪里 听到了消息 知道这46家人 要来找叶峰 这不就巧了 于是约着结伴同行 其实他们回来 或多或少有受了伤 他们的家人也很担心 立即就安排了住院 疗养啊 就是为了把他们调养好 然后去和恩公当面道谢 火车上 很快就有眼尖的人 发现了他们 在叶峰的直播里 那46阿飘 以及他们家人 大家可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有人拿出手机 翻出画像 仔细对比后 他们不禁问道 你们是那46个英雄的家属 听到这话 林明德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想不到他儿子死后 还有人能记得他们 他没想掩饰 点头道 嗯 这一承认 立马引起了现场的喧哗 啊 英雄家属 车厢里的人纷纷侧目 46个英雄 单单是这一个词 就勾起了所有人的回忆 就是他们 即便没有了血肉之躯 只拥有鬼魂 他们也没忘记 帮助活着的人 逃出升天 若说叶峰是大英雄 那他们46个阿飘 亦是这场没有硝烟战役中 不可磨灭的存在 要不是他们 那接近200来号人 以至于后面的万数人 又怎么能回到自己的祖国 无论他们在与不在 都是值得敬佩的英雄 知晓他们的身份后 车厢里的人都十分的敬仰 有人好奇地问道 你们这是 要干嘛去 他们脚边都是大包小包的东西 车厢里的人也很好奇 这架势看着应该是去拜访人的 文言 林明德扫了一眼脚边的礼品 也没隐瞒 说 给孩子办完后事 这不就得空了 要去感谢恩公 文言 所有人恍然大悟 只是他们没想到 遇难家属 竟然要去找叶峰 转念一想 这个举动也很正常 救命之恩当面答谢也应该 原来你们这是 要去京都啊 大家都知道 叶峰就在京都 他们还经常看他的直播 闲聊了几句 林明德就闭目养神 好几个跟随他一起来的人 也学着他一样休息 争取早点见到叶峰 他们可是有很多话 想和叶峰说 这两日 但凡是 在飞机上还是高铁 火场上 不少人都看见这样一群人 他们拧着大包小包 且都是去往京都方向 不光是这样 里面还有不少 缺胳膊断腿的人在里面 有的打着石膏 没了眼睛或耳朵 皮肤也是好一块坏一块的 但是他们非但没有沮丧 相反表情都很开心 像是遇到了什么好事 这一下有人好奇了 结果一问 你猜怎么着 他们竟然都是去找叶峰的 而且 他们的身份都很特殊 都是从缅甸被救出来的 这个发现 迅速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不少有心人还特意采访 想要了解一下 他们此行的目的 以及之前的遭遇 本来以为会很难办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他们很恶意说 我们将这些说出来 只是不想让其他人 变得和我们一样 你们一定要有自控力 要学会分辨善恶 有时候 突如其来的关心 就是你掉进陷阱的第一步 不要轻易相信 亲人以外的人 这些都是他们的原话 这一发现 也迅速上了热搜 这么多人来寻叶峰 感谢他 甚至把家属们 全部都叫上 少不了有二三百个人 网友们更是感动得 稀里哗啦 我有罪 我一开始还吐槽 他们没良心 竟然都不感谢 叶峰和阿飘们 现在看来 倒是我小肚鸡肠了 我也是 想不到他们是 回去解决后事 然后再来报案 这阵仗也是独一范 咱们主播 干什么都是最刁的 有没有现场啊 不知道了 这就要看叶峰给不给力 会不会开直播了 对于网上这刮起的热潮 叶峰表示 没注意到 不然一定会摇头拒绝 他这个人吧 喜欢打包不平时针 但不善于社交 更别提这么多人 你一句我一句的 都要麻烦死了 第二天下午三点 所有要感恩叶峰的家属 和人都已到齐 众人先将自己安顿好 还众筹包了一个 五星级的酒店 就为了给叶峰 搞一个感谢宴会 这一切都是在 叶峰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着 不少媒体记者文风来 得到同意后 便开始在场地里拍摄 上面知道这件事 也格外的重视 记者们回想起上面的打点 更加的卖力起来 都打起精神 晚上给我好好拍 无论是各个角落 都要仔细拍好 把所有人都拍得出色一些 这可是要加入书本的素材 一通吩咐下来 这才踏实一些 所有人点点头 是 明白了 不到两个小时 现场已经备好 空中拉了不少横幅 都是感谢叶峰的话语 相信他看到一定会高兴的 准备好 林明德才在众人的注视下 给叶峰拨通电话 对面响了几声就接通了 因为开着免提 对面立马穿出一道 低沉又温和的声音 林说 林声的是办好了 因为回来后又很多事 叶峰没来得及 参加林声的葬礼 对此 他也抱有遗憾 听到叶峰的问候 林明德开口道 两天前就办完了 恩公现在有时间吗 叶峰不知道 林明德找自己有什么事 便问道 怎么了 这道柔和的声音 抚平了林明德紧张的心 他看了一眼神色忐忑的众人 说 那个我们现在都在京都 恩公 方便出来吃个饭吗 京都 叶峰眼神一暗 我们 叶峰不解 他以为是林明德 一家人都过来了 闻言 林明德扫了一眼满怀期待的众人 笑着说 是啊 我们和好些家属们一起过来 都想当面感谢你 话落 站在林明德旁边的人 也朗声道 恩公 你现在有时间吗 可以出来一句吗 就是就是 上次着急 没有当面道谢 这次补上 我们在鼎盛酒店等你 记得要来啊 这些声音有男有女 吵吵嚷嚷的不用猜 也知道有很多人 叶峰最怕的 就是麻烦和交劲 他促着眉心 思索了一番 林明德这边 则安静等待叶峰的答话 毕竟他们没提前说要来 这下贸然过来 也不知道叶峰 会不会嫌麻烦 叶峰倒是不会这般想 他开口道 好 我去 听到答复 所有人一喜 纷纷露出了笑言 林明德 那我们在鼎盛酒店等你 晚上六点 等你来 六点 叶峰看了一眼时间 还早 倒是可以准备一下 好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对面 随时恭候 挂完电话 叶峰思索了一番 刚要去洗澡 手机就接到一条推送消息 头条推送 上百人赶赴京都 就是为了给恩公当面道谢 这段话并没有什么 反而底下几个字 引起了叶峰的注意 46个英雄家属一同前往 这次感谢宴 一定会空前盛事 感谢宴会 46个英雄家属 要不要这要巧 叶峰心中已经有了想法 难怪林伯父会打来这电话 原来是因为这件事 就报道所说 上百人 这么多人 他该如何应对 来不及多想 叶峰就得收拾 然后去赴约 鼎盛酒店离他住的地方 有些距离 他来得好好收拾 一番再去 都说了是感谢宴 他也不可能穿得太随意 但太隆重 他自己也接受不了 洗了个澡后 叶峰出发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骚动 叶峰选择打车出行 坐上车 看着窗外的风景 叶峰心想 还是得有个车才行 不然出行不变 被粉丝追赶 他还心有余悸 得到叶峰手肯后 前来感谢的人们 以及其家属 纷纷打起精神 他们脸上洋溢起笑容 又开始忙活着 宴会的一切流程 事无巨细 他们又细心地检查了一遍 确保万无一失后 大家才踏实一点 四十分钟后 叶峰抵达 鼎盛酒店门口 叶峰刚下车 就有人迎了上来 四周也突然多了些 扛着摄像机的人 对此 叶峰有点受宠落惊 很快 他就反应了过来 看来推送消息准确 早就有人在这里守着 咔嚓咔嚓的声音 不断响起 这让叶峰 有种体会大明星 被接机的感觉 呵呵 大家好 叶峰笑着 对大家挥了挥手 作为迎宾的两个男生 同样也很激动 他们看向叶峰的眼神 感激中 又掺杂着佩服 即便这回叶峰戴着口罩 但他身形 已经印在所有人脑海里 两人上前 笑着喊道 恩公 好久不见 听到声音 叶峰这才注意到两人 待看清他们的面容后 叶峰惊讶道 是你们 这两个人不是别人 真是同叶峰一起 被骗去缅甸的人 说别的 大家或许不知道 但听到扒衣服 和被刀抵着的这两人 大家就明白了吧 叶峰没想到 他们竟然也来了 见叶峰还记得他们 两人那叫一个激动 嘴角恨不得脸到后脑勺 能被恩公记住 这是多大的荣耀 虽然他们受到的伤害比较小 但心里还是有阴影 若是没有叶峰 他们这会儿 只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更别说到这里谈笑风声 恩公 里面请 大家都在里面等着你 两人笑着让开一条路 四周更是不停地拍照 听到这句恩公 叶峰有些汗颜 你们别叫我恩公 叫我叶峰就好 不然总觉得怪怪的 这 两人对视一眼 随后笑道 那我们叫你峰哥好了 叶峰倒是无所谓 好 他还笑道 只要不叫恩公 其他的叫什么都好 随后 便跟随两人 一同往里进入酒店 峰哥 这边请 好 叶峰跟着他们 一同上了电梯 三楼 接到线报 很多人都等候在电梯外 而叶峰这会正和两人聊天 完全不知道 外面还有人等候 峰哥你是不知道 我们回家 可是被狠狠打了一顿 是啊 要不是遇到你 我们只怕这辈子都回不来了 这顿打爱得不愿 还得感谢你 不然我们这辈子就完了 回想起在缅甸 魔窟的所见所闻 两人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每每梦回 都会惊出一身冷汗 同被救出来的人 他们可是记忆犹新 即便这次再相见 对于他们的惨状 亦是接受不了 更别提那四十个六个死去的英雄 如果没有他们 自己也不可能活着走出来 叶峰默默听着 时不时符合着 叔叔阿姨这样做 也是有他们的想法 毕竟没有绝对 要是 没有网友们的评论 以及系统的奖励 叶峰只怕一辈子也不会去缅甸 人非圣贤 他也不可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是啊 虽然疼 但从此以后 我们可就记住了 什么也没有比脚踏实地来得更加踏实 嗯嗯 我也是这样想的 叶峰笑道 有这觉悟 就很不错了 没等两人再说些什么 电梯门缓缓打开 三人立马站直腰板 刚开门 熟悉的快门声就响起 而一众熟悉的身影 也出现在叶峰眼前 以林明德为首的几十号人 都围在外面 他看到叶峰率先上前 恩公 叶峰含笑 林叔好久不见 来来来 别站着 咱们到里面去再续救 对对对 别让恩公站着 哈哈哈哈 是啊 瞧我这记性 林明德一拍大腿 赶紧拉着叶峰往大厅里走去 众人闪开一条路 让他们得以过去 穿过人群 叶峰才看清里面的场景 鼎盛酒店 不愧是五星级酒店 酒店的大厅宽敞明亮 气派非凡 充满了浓浓的奢华气息 其装修设计精致细腻 每一个细节都体现着品质和高端 看来大家对这次的感谢宴会很看重 比起这个 叶峰倒是对大家准备的东西起了兴趣 一一看过后 他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大厅正中央拉着不少横幅 感谢叶峰的救命之恩 救命之恩 如再生父母 我仅代表239户人家 对叶峰恩公表示衷心的感谢 是你临危不惧救下了所有人 没有你 就没有我们 叶峰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动作 林明德以及一众人看着叶峰的样子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见到叶峰出现 所有人均放下手上东西迎了上前 就连座位上没有能力走动的那些人 也伸着脖子张望着 试图从人群中打量叶峰的身影 他们个个眼含热泪 恩公来了 能再次见到你 真是太好了 你就是咱们的再生父母 没有你就没有现在的我们 感谢恩公的救命之恩 此起彼伏的感谢声 环绕在叶峰耳边 不多时 在林明德的眼神示意下 所有人纷纷举起自己的双手 请客间 啪啪啪 雷鸣般的掌声响起 紧接着是大家热烈的喊声 感谢叶峰的救命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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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声震雷玉耳 别说是叶峰本人 就算是来蹭热度的记者们 也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这场面太过震撼 他们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这要是说出去 全国都得震撼住 叶峰亦是如此 他站在众人中间 有些惶恐 受宠若惊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叶峰 良久 叶峰抬手 所有人顿时安静下来 看着他 叶峰开口道 谢谢大家 为了我特意来京都 我不胜荣幸 他对着大家鞠了一躬 但是 画风一转 这份荣耀太过大 我一个人很惶恐 他看向林明德 以及其身后站着其他家属们 说 都是那46个兄弟 不然 咱们也不会站在这里 听到叶峰提起自己的孩子 林明德一众人 纷纷热泪盈眶 想不到即便到了这时 孩子们的恩人 还是忘不了他们 依旧还要把孩子们点出来 都是他们暗中打探 找到大家的所在之处 不然 光我一个人 是也不可能就得了所有人 大家安静地听着 四散的摄影师们 扛着摄影机录着相 势必要把叶峰和所有人的反应 都录进去 所以 叶峰深吸一口气 朗声道 咱们更要感谢国家 要不是他们的雷厉风行 也不可能有这平安的一日 是啊 所有人别说忘不了叶峰的恩 也忘不了那46个英雄 当然 还有背后一直支持的华夏 正因为所有人都心向一处 所以才有了今日的这番繁华似锦的景象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大声喊道 感谢国家 感谢46个英雄 说着 他们还不忘给林明德一众人鞠躬 林明德几十人再也忍不住 泪水哗哗地往下掉 不用谢 不用谢 你们还记得他们 他们全下有知 一定会很欣慰的 是啊 他们虽然不能像你们一样 但请你们能代替他们 好好看看这世界 也算圆了他们的心愿 这场面 说不敢动 那是假的 就连拿着话筒的记者们 都眼眶湿润 鼻头酸酸的 过了一会儿 林明德道 好了好了 不说这个 咱们先入座吧 话音刚落 大家迅速散开 好好好 不能让恩人就这么站着 快坐着 边吃边说 嗯嗯 他们闪开 一众人拥促着叶峰 带着他 来到李舞台最近的主桌上 叶峰寄来之则安之 顺从地跟着他们走 老老实实地坐下 所有人也不拥挤 有序地入座 一桌十人 叶峰放眼望去 桌子皆坐满 没有空坐 这何止是百来好人 就说有三四百人 叶峰都信 其实他猜得也没错 他们好多都是拖家带口来的 一户四五个人 一共这么多家 可不就人多了 和叶峰坐一桌的 有林生的父亲林明德 还有好几个阿飘兄弟的父母 其他桌 还有一些行动不便 他们坐着轮椅 纷纷看向叶峰 叶峰对他们点头示意 紧接着 大家寒暄着 叶峰也亲切地和众人闲聊 他们这一口一个恩公 喊得叶峰浑身不得尽 叶峰白白手道 你们都是长辈 你别叫我恩公 叫我叶峰就好 死话一落 其他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口通声道 那怎么能行 该有的礼数不能少 你救了我们的命 这生恩公受得起 就是就是啊 恩公你就别推辞了 见状 叶峰也很无奈 他叹了一口气 想着还是算了 任由他们吧 反正不过一个称呼罢了 林明德道 昨天有人刺杀你 你没事吧 嗯 叶峰这才反应过来 他是在问自己 他笑道 怎么可能 就他们那点小伎俩 还伤不了我 文言 其他人都松了口气 那就好 那就好 你是不知道 我们看直播的时候 那叫一个紧张 只恨我们没在现场 不然非得把他们 打得满地找牙 这两个小憋孙 到底是打哪来的 这大白天的胆 也太肥了 叶峰笑着摇头 我也不清楚 估计得罪的人太多了吧 他也知道 自己做这一行 本就容易得罪人 这天叶峰被他们 惯了好多久 摄影师一直在旁边 记录着 好多人也将这个视频 发到了网上 看到视频 网友们都沸腾了起来 这场面 也太有拍头了吧 这些人没白救 眼睛进沙子了 你们为什么 要说出这么感人的话 草 这给我哭的 一下就把我的 拉回到了那天 好在有国家顶着 不然哪有这 谈笑风生的场面 太感人了 请代替他们 好好活下去 这么多人 你一句 我一句地劝着 叶峰都不知道 喝了多少酒 他只记得 耳边不时回想起 众人感谢他的话 以至于叶峰 什么时候不醒人似的 他都不知道 第二日 叶峰醒来 发现自己 在一个陌生的床上 四处打量了一下 原来是酒店 啊 我这是喝了多少 叶峰支起身子 甩了甩胀痛的头 酒这东西 真务实 看来以后 还是少喝为妙 静坐了十来分钟 叶峰才起床洗漱 刚洗漱完 房门就被敲响 叶峰开门 林明德的身影 就出现在门口 你醒了 他问道 叶峰点点头 嗯 昨天抱歉啊 没想到喝几杯就倒了 辜负了你们的款待 叶峰尴尬一笑 哈哈 没事 林明德拍了拍叶峰的肩膀 丝毫不在意 叶峰往他身后看了看 问道 其他人呢 林明德自然知道 他说的是什么 回答道 都走了 他们都是抽空来的 你也知道他们 家庭状况 只有我和其他几个人还在 不过今天也得走了 闻言 叶峰点点头 嗯 理解 你们能来 我已经很高兴了 突然 林明德又想到了什么 他说 对了 大家都给你带了礼物 你住哪 我们帮你拿回去 这不太好吧 叶峰摆手拒绝 有什么不好的 你就收下吧 不然我们是心里会不安的 这都是我们的心意 再说 他们都走了 那些东西 你不要别人 可就捡走了 林明德言之凿凿地说道 叶峰 那好吧 总不能让大家的心意 被遭见吧 那他只能勉为其难收下 这会儿的叶峰 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林明德笑道 那就好 这样我们也能安心 能上群里 给他们一个交代 就这样 叶峰跟着林明德下楼 他们来到大厅 那儿 还有七八个人等在那里 叶峰跟他们打了招呼 随后林明德就说 他们是帮叶峰搬东西的 能有多少东西 我自己就能拿 说完这句话 叶峰明显见他们眼神一遍 叶峰纳闷 难道有点多 嗨嗨 林明德咳嗽了一声 指着几人身后 你看 能拿得走吗 文言 叶峰侧脸一看 这才注意到 几人身后的那座小山 刹那间 他的眼睛瞪得跟同龄似的 感情这像山一样的东西 是大家给他准备的礼物 他还以为是酒店的装饰 叶峰终于明白了 林明德的好意 谢谢 叶峰甘大一笑 其他几人均是一脸笑意 客气客气 应该的 就是 恩公住哪 我们帮你送过去 最后 叶峰叫来一个拉货的货车 和众人一起搬着 终于将这堆礼品搬上了车 几经周折 才来到家里 反复跑了十几趟后 叶峰看着无处下角的家里 欲哭无泪 做完这些 几人也告别叶峰 要回自己的家乡 叶峰将几人送至楼下 挥手告别 谢谢你们 林明德几人挥着手说 别送了回去吧 以后有时间再聚 再见 该说的话 他们已经说了很多 就如最后说的 以后再见 告别几人 叶峰回到家中 看着满屋子的礼品 顿时一个头两个大 这东西收不收都挺麻烦的 休息了一会儿 叶峰决定 先解决自己的大问题 买车 逮捕工具对于他来说 实在太需要了 不然再发生一次追逐场面 只怕没有上一次那么幸运 叶峰登陆AC 查看了一下自己的余额 两百多万 买车绰绰有余 搞直播以来 叶峰可谓说一场直播 能挣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 这还是 他不要礼物的情况下得到的 其中一部分钱 叶峰都捐给了 抚养原生长大的孤儿院 说干就干 叶峰立马起身去买车 好在原主以前考了驾照 他也会开车 这会儿 只需要去买车就好 没有车走哪儿都不方便 叶峰在网上看了一眼 京都最大的气贸城 直接打车过去 经过一个小时的路程 叶峰终于来到了 京都最大的气贸城 还没进去 叶峰就已经感受到 里面的宏伟 这气贸城包含了 很多牌子的汽车 国内 国外 合资的都有 就看你想要什么 什么价位的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人家没有的 叶峰对车没有特别大的爱好 代步而已 实用就行 价钱这方面不在乎 只要喜欢就好 大奔合宝 马什么的 他都不喜欢 要说喜欢 他还是喜欢木马人 那样的越野车 论说那个男人 不喜欢越野车 叶峰对越野车 完全没有抵抗力 且他以前就有一辆木马人 这次叶峰目的明确 直奔木马人就去了 刚进店 立马就有人赢了上来 这位先生 请问有认识的销售吗 男销售一脸笑意 叶峰摇摇头 没有 男销售一喜 说 先生贵姓 有喜欢的车型吗 我姓叶 想看看木马人 叶峰一一答道 了解完客人的想法 男销售带着叶峰 来到新款木马人面前 叶先生看这款怎么样 首字一体 2 0TL涡轮增压 底盘高 舒适性也很好 销售介绍着 还把门给打开 叶峰看了一眼就喜欢上了 他这个人比较中情 前世的他 也是一眼瞧中这辆车 霸气又不失内敛 见叶峰目不转睛地盯着这车 销售勾了勾嘴角 叶先生不妨上去试试 好 叶峰点点头 随即就坐上了驾驶室 刚坐进去 熟悉感就扑面来 这感觉真好 叶峰摸着方向盘 嘴角上扬 这车怎么骂 销售站在外面说道 落地50万左右 50万 倒是和前世的价钱差不多 其他车叶峰也懒得看 索性道 可以试驾吗 他也不知道 这个世界和他以前的世界一不一样 钱总归是要花 但需得了解后再花 听到叶峰的话 销售想也没想就到 可以 这边跟我来 闻言 叶峰下了车 跟着销售走出门外 试驾车都在外边 且都上着排有专门的人带领着 说明来意后 销售和叶峰坐上了木马人试驾车 司机小哥带着叶峰和销售 往外边的车路上行驶 没试驾 叶峰也感受到车辆的好坏 果然如同前世一样 带到了指定地点 司机小哥下车 换叶峰上车 许久没开车 但车机印在脑海里 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忘 叶峰缓缓起步 一圈下来 还有些意犹未尽 后面的销售也跟着道 叶先生 感觉怎么样 这车舒适性好 又大又宽的 不管是带步也好 爬山也好 都不视为最佳的越野车 这款买得最好 性价比高 这个销售说的倒是不假 叶峰点点头 嗯 感觉还行 试驾完 刚回到大厅 叶峰就拿出卡 对着销售道 就这辆了 看到叶峰的动作 销售愣了一秒 不过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像叶峰这样迅速买车的不在少数 他也没过多惊讶 销售接过卡 其他销售纷纷羡慕地看过来 叶先生 这边坐 还有我 还得用一下您的身份证 叶峰掏出身份证递过去 当看清身份证后 销售激动得面红耳赤 叶峰了然比了一个虚的动作 他立马反应了过来 小声道 叶先生 您放心 我很快就帮您办好 叶峰点点头 销售拿着叶峰的身份证 还有些飘飘然 十分不真实 其他人都好奇他怎么了 难不成卖了一辆车 高兴傻了 对此 男销售也没解释 认真地办着手上的业务 不一会儿 他便又走了回来 看到他 叶峰问 今天这车能开走吗 闻言 销售皱了皱眉 说 今天恐怕不行 这车还得贴膜 登记 这样 叶峰想了一下 反正这么多天都过来了 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 便妥协道 好 你安排 最后 叶峰签完字 选号 然后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和卡 就离开了 就等待明天过来提车 刚走出汽车城 叶峰便打开直播 他居住的周边 都已经被祸害得差不多 是时候该换地方祸祸了 刚开播 不少人就涌了进来 看到叶峰的那一刻 他们那叫一个激动 纷纷嚷嚷着 主播啊 你也太没良心了 昨天那么重要的日子 你竟然不开播 就是就是 害我白等了一天 还好人家发来的视频 看到这里 叶峰笑了笑 说 原来你们昨天都等着我开播啊 他是真没想到 其实就算知道 他也不会开播 那些人还得有他们的生活 过多的打扰并不好 可不是呗 等你等的花都谢了 你就说怎么补偿呗 想要补偿 叶峰挑眉 心情良好到 接受挑战如何 今天换来的地儿 你们想看什么挑战说吧 叶峰这一副舍命陪君子的模样 看待了网友们 此时直播间的人 都已经有了十来万观众 他的影响力向来如此 话音刚落 网友们就评论了起来 敢不敢挑战马拉松 几十公里的路程 只怕叶峰得跑兔了 敢不敢挑战去《非诚勿扰》 上来就说换一匹 叶峰 你小子我看行 志向还挺高 哈哈 这小子隔这儿看美女来了 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你 这招也够损的 不过我挺喜欢 这想想就够刺激的 但是容易引起群愤 去公交车上管纪律 大喊让他们别吵了 楼上这是想让主播 被大爷大妈的唾沫星子淹死 哈哈 还真别说 我现在急需一个这样射牛的人 公交车上实在太吵了 可不呗 每天上下班都要被魔鹰环绕 真是受够了 叶峰笑道 看见没有 大家以后坐公交车的时候 少说话 以免影响他人 公共场合 需要大家维护 还别说 叶峰也很讨厌公交车上 吵吵嚷嚷的人 真是一点素质也没有 敢不敢找个美女加微信 当面同意后发PDD链接 让他砍一刀 哈哈 笑喷啊 还得是你啊 这让美女的连往哪里搁 山上的损 都让你们夺光了吧 哈哈 看到网友们调侃的话语 叶峰也没忍住 扑斥一声笑出声 这个挑战倒是够奇葩的 去打印店偷拍老板 让老板打印成寻人启事 最后贴到店门口 去瘦衣店时穿衣服 问老板好不好看 去族语店劝技师考研 这些评论当真是一个比一个牛逼 劝技师考研 真敢想爱 他要是想考上研 还敢技师 这不闹着玩呢 就在这时 系统出来了 叮 随即任务发布 接受粉丝你干嘛的评论 敢不敢找个美女加微信 当面同意后发PDD链接 让他砍一刀 这不巧了 任务不就来了 这个任务 对于叶峰接受的其他挑战来说 算是比较轻的 应该好完成 这不 他一改往日的苦瓜脸 笑眯眯地道 今天的任务有着落了 他就是来自粉丝你干嘛的评论 敢不敢找个美女加微信 当面同意后发PDD链接 让他砍一刀 说完 叶峰笑道 你们不是爱看美女吗 今天就带你们抓美女去 评论区 吼吼吼 这个挑战不错呦 还可以看美女 给我都看激动了 美女好啊 天天看男人都看腻了 就是就是 看把主播高兴的 哈哈 主播难不成忘了找美女的真实目的 我看八成是吧 瞅他那高兴的小眼神 没眼看没眼看 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希望主播找个大美女 然后好让我们一保眼福 网友们的评论 叶峰都看在眼里 他说 试试试 找个漂亮的 给你们保保眼福 说着 叶峰就往外七茂城外面走去 他一边走 一边打量 四周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而评论区的网友们 也会帮他把关 寻找合适的目标人物 此处虽说是七茂城 但也是人人流量 比较密集的地方 但来此处的 都是情侣 或是夫妻比较多 落单的女生 倒是比较少 真是奇了怪了 平时不想找美女的时候 大街上随处可见 现在到后 一个人影也没见着 难道他们都知道 咱封爷这个老六来了 所以躲着不敢相见 狗头 芒生 你发现话点哦 可不就是 哪有人要女生的微信 不是喜欢人家 而是为了去拼西西砍一刀的 我是女生 要是有人当我的面 要来我的微信 然后发这种链接 那必定当场拉黑 别说砍拼西西一刀 我都想砍他一刀 砍一刀 叶峰大惊 连连摆手 你可别吓我 我胆子小 这就怕了 有点不符合你的人设 叶峰摇摇头 你们不懂 我最怕和女的打交道 也不是说女生不好 只是他很难理解 女生多变的性格 比如说 他上一秒还高兴着 下一秒就变脸 着实让人琢磨不透 叶峰深信 心中无缘 拔剑自然神 这个真理永远不变 可他这一说 直播间的其他女生不乐意了 哎哎 我们又不是洪水猛兽 你这么怕是为什么 就是 难以理解 难不成主播 这事对女生有偏见 眼见着直播间 开始弥漫起奇怪的氛围 叶峰赶紧到 打住 来人了 直播小球 随着叶峰的心意而动 摄像头一转 所有人就看到 前方有一个 长相秀丽的女生 正直直地走了过来 美女 快逃啊 老六上线了 你的三观 即将要被刷新 我怕你接受不了 赶紧逃吧 美女 退 退 长相秀丽的女生 从对面走来 自然也注意到了叶峰 不是因为别的 叶峰直白的眼神 看得她有点不好意思 哪有人会这样 直勾勾地盯着人家看 怕不是个灯徒子 回想起这些天 网上流传的走丢案 女生也有点发出 她环顾了一下四周 人虽不多 但喊一声 应该都能看过来 不是她有被害妄想症 而是以前她就被人尾随过 所以看到有人看她 女生下意识地会谨慎一些 看她穿着休闲 戴着口罩 也不是帅哥 估计也就是个中等长相 但越是这样普通的人 越是危险 为了更快玩任务 叶峰没多想 直径走了上去 独剑刚刚注视 自己的男人走了过来 女生心里开始打鼓 不免紧张起来 嗨 美女 叶峰朗声道 你 啊 没等她说完 那女生就一脸惊恐 大喊了一声 转身就跑 四周的群众 纷纷投来好奇的眼神 威风拂过 独独留下了凌乱的叶峰 良久 哈 她看着视频 不解的问道 我有这么恐怖吗 直播间的网友们 笑得不能自己 蹦不住了 风爷第一次聊妹 以失败告终 喜提一杀 哈哈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美女这个样 像极了遇到洪水猛兽的样子 难为主播了 刚出来就被人上了一课 洪水猛兽 叶峰有些纳闷 上下打量自己的穿着 回想自己的言辞 好像都没有任何问题 怎么会话没说完人就跑了 不是吧 我这么一个大好青年 不至于吓跑人吧 文言 直播间又热闹起来 要我说 只要主播把口罩一摘 别说要微信了 他们只怕上来 就把你扒得连苦茶子都不上 楼上言之有理 以咱们主播的人气 这也太符合常理了 这话一下就勾起了叶峰的记忆 一算了 再找就是 他算是怕了那些疯狂的粉丝 没多想 叶峰又往前走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目标 就这样 叶峰走了有十来分钟 终于在一家咖啡厅门口 看到了一个穿着多巴胺装的 靓丽妹子 这个穿搭 也是最近刚活起来的 叶峰也不太明白 这种奇怪的穿搭 有什么好看的 红的 绿的 蓝的 青的 反正就是很靓丽就是了 对于叶峰来说 这就是行走的小彩虹 放眼人群里 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透过直播小球 网友们也跟着叶峰的视线 看了过去 这人群中相当扎眼的女生 一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主播不会是想找这个多巴胺女生 要V信吗 长得倒是很好看 这穿搭也挺新颖的 这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挂 我喜欢黑丝 得黑丝得天下 哈哈 哈哈 若若说一句吗 我也是 LSP眼神 直播间聊得火热 叶峰勾了勾嘴角 走了上去 多巴胺女孩 看着二十岁左右 长相属于甜美一挂 这回正拿着手机比划着 想来是在拍照 叶峰很贴心 等她拍完才走过去 女生正翻看着相册里 刚拍的照片 突然眼前落下一片阴影 随后 她便看见一双泛白的小白鞋 女生缓缓抬头 就见一个眉眼微弯的男生 站在自己面前 不等她有何反应 叶峰率先开口 你好 女孩点点头N了一声 就低下头看向手机 显然是不想 和叶峰有过多接触 挑战一再受阻 直播间却笑得合不拢嘴 哦哟 出师不利啊 主播你省省吧 我看接下来的话 也没必要说出来 我打赌八成悲剧 哈哈 我也有预感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叶峰略显尴尬 但她没有气馁 又说到 美女可以加的微信吗 话落 多巴女孩滑动手机的手盾了一秒 她看向叶峰 一脸认真的道 不好意思 没有微信 什么 这下所有人都梦了 叶峰也没纠缠 回到 打扰了 随后就走掉 她这一走 不光女生不淡定 就连网友们都不淡定了 女生看着叶峰的背影 心里嘀咕 当真是怪人一个 她也没太在意 继续拍着照 直播间去炸了锅 卧槽卧槽 卧槽卧槽 又被拒绝了 喜提double kill 哈哈 想不到啊 想不到 你也有今天 我们咋就遇不上主播呢 全世界都在偶遇 就只有我们遇不到 是呗 这要是遇到我 微信必然能加上 砍平兮兮我愿意啊 哈哈 我也是这个想法 叶峰对此 倒是没有太过在意 毕竟人家不加微信 也是情理之中 谁会想嫁一个不认识的人 被拒绝也很合理 网友们的调侃 尽数落在叶峰眼里 对此 她一笑而过 继续寻找下一个美女 随后 叶峰又走到了广场 放眼望去 这里美女还真不爽 叶峰重新振作起来 扫了一圈 目光落在一个看起来 比较好说话的女生身上 那个女生脸颊两边 有浅浅的梨窝 笑起来甚是甜美 直播间的网友们 纷纷叫嚣起来 我算是看明白了 主播就喜欢这可爱一挂的 连续三个都这个类型的 就是就是 我也还算是看明白了 这女生一看就是 不会拒绝人的女生 咱封爷被拒马了 不得找一个 看起来比较好说话的人 对于这个评论 叶峰附和的点点头 这个粉丝倒是看到透彻 我 他拉长尾音 才缓缓道 就是这样的想法 哈哈 说完 叶峰正色 快步走了过去 离我女孩像是在等人一般 四处张望着 还时不时地看向手机 好戏要开始了 我赌一毛钱的 主播要不到微信 哈哈 你们别太离谱 竟然这样想 那我也跟你们一起赌 赌主播要不到 同上 哈哈 嘉一 叶峰还没走过去 就被直播间的网友们给看清 他皱着眉说 啊 这一个 必拿下 说完 叶峰也不管网友们的评论 已经来到离我女孩面前 有人挡住自己的视线 离我女孩下意识地皱眉 他看向叶峰 没有说话 随后 往右边挪了一步 叶峰 别看着小小的一步 却对叶峰伤害极大 他忽然觉得脸有点疼 难道这一次 也要被打脸 叶峰内心大喊 不要啊 哈哈 蹦不住了 肚子都给我笑痛了 三杀倒计时 他们难道 看不出是叶峰吗 楼上 你这就不懂了 我们女生对不认识的人 基本上都是选择无视 也就是说 即便你 站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也不会记住你的长相 除非 这一个除非立马 勾起了网友们好奇的心理 也榨出了不少潜水的人 除非什么 还不展开说说 别逼我用刀架在你脖子上 就是 话说一半 可是要一胎八个儿子的 这个女网友许是怕了 立马出来回话 得得得 咱们有多大的仇啊 还一胎八个儿子 我感谢你啊 这好事 还是你自己销售的好 嗨嗨 接上一句话 除非 你长得帅 不然我们都没有印象 帅 好吧 一个帅子 直接将不少人干到自闭了 别说他们 就连叶峰都这样 他也不帅 不过叶峰没有放弃 往左边挪了一步 直接了当道 小姐姐 可以加个微信吗 离我女孩 他就说 这个人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原来是想要他的微信 没等他说话 后面就传来了一道声音 他有男朋友 没等叶峰反应 一个长相英俊的男生 就拿着奶茶走了过来 他像是宣誓主权一般 当着叶峰的面 揽住了离我女孩的腰 对此叶峰也很无奈 得 没完成挑战 也就罢了 竟然还要吃狗粮 他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 直播间的网友们 笑得前仰后合 一个个不停地嘲笑着叶峰 Triple Kill 蹦不住了 我妈问我 什么要跪着吹床 哈哈 我万万没想到 人家还有男朋友 看那小伙子眼中的战友欲 主播威仪 我就说 这女生一直眺望什么呢 原是在等男朋友啊 主播也太难了 这不比拒绝还要难受 强行被喂了一嘴狗粮 你知道对于单身狗来说 狗粮意味着什么吗 杀人诛心了 哈哈 这个意外 叶峰当真是没有想到 他专挑的都是单身的女生 就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就如同现在一样 看着男生一脸挑衅的眼神 叶峰表示 一个头两个大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撂下这句话 叶峰转身就走 哎 男生想要喊住叶峰 却被女生拉住 说 人家都走了 难道你还要为难人家 可是 没有可是 走吧 我喜欢的 只有你 刚才我可是一句话都没有和他说 然后你就来了 听到这话 男生也懒得纠结 笑着递过手中的奶茶道 给你 女生含笑结果 脸上的泥窝越发的明显 这边 直播间 吼吼吼 主播 我就问你 脸疼不疼 刚才大放厥词 笑死我了 看到这些评论 叶峰苦笑着捂住脸说 脸疼都不教室 主要狗粮 我有点吃不消 这就是单身狗的烦恼吧 哈哈 笑死了 主播你别太离谱 经过小插曲 叶峰并没有选择离开 他又用眼神扫描着下一个目标 就这样 他一边找美女 一边看评论区和网友们对话 下一秒 叶峰又看到了一个美女 他上前 美女 可以加个V信吗 对不起 美女 可以加个V信吗 V信是什么 我没有 美女 可以吗 没有 拒绝 就这样 叶峰连着问了几个人 都没有要到一个V信 有的 他甚至没有把话说完就被拒绝了 叶峰 一定是那个环节出错了 不然怎么可能这个任务 都快两个小时都没有完成 这明明是所有挑战中最为简单的挑战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叶峰服额 想不明白 果然 他和女生就是打不了交道 而直播间的网友们都给叶峰说好了 Quadricule Pentacule 武杀集齐了 哈哈 主播这是要集齐七星连珠吗 笑妈了 哈哈 主播有没有想到 有一天自己的魅力会这样的地 是啊 叶峰点点头 无奈道 我好歹也是被人围堵 差点被扒光的男人 今天竟然会这样受挫 唉 他叹了一口气 是我今天没有看皇帝 或者是打开的方式不对 叶峰低头思索着 网友们却开始劝解道 主播 要是不行 咱们这个挑战 就当失败得了 就是就是 一个不完成 也没有什么好丢脸的 看到这里 叶峰促着眉心 正色道 那怎么可以 任务既然接下了 就必须完成 绝没有失败这一说法 走 开干 叶峰立马打起精神来 哈哈 要的是 就是这股劲 咱们主播 还有什么不能完成的 干就完了 冲啊 哈哈 小姐姐们 我们又来了 这片广场 叶峰也溜达够了 他决定换个地方 主要还是这片的人 看他的眼神 有些怪怪的 此地不宜久留 这不 叶峰前脚刚走 后脚人群中 就传来了议论声 那人有病吧 怎么逮住女孩子 叫V星 谁知道呢 还是离远点的比较好 看他大热天舞的那么严实 一看就是什么好人 是呗 你问一个人要就不说了 既然逢人就问 大家都盯着呢 谁会夹他 夹了就是丢脸 咱们还有自己的傲骨呢 好在他没有纠缠 别说了 走吧 又走了一会儿 叶峰还没有说什么 直播间的网友们 就激动了起来 纷纷嚷嚷着 主播主播主播 前面前面 有大美女 看这长腿不用看 也是个极品 这腿 嘶哈嘶哈 姐姐我可以 楼上别闹 你还小把握不住 还是我来得好 我年纪大 把握得住 哈哈 楼上的你要笑死我 哈哈 这长腿 这肤色 这比例 卧槽 没看到脸 就知道 是梦中情人了 弹幕刷到飞起 叶峰想不住一栋男 他好奇地 看向网友们说的方向 距离自己不到十来米 蛋糕店门口 一个肤若凝脂 身着蓝色 宽松衬衣 挽起下半身 失踪的少女 正趴在橱窗外 看着里面的物品 叶峰缓缓上前 从侧面就能看到 女生亮晶晶的眼神 他如同自己一样 戴着口罩 这大热天的着实奇怪 但那直勾勾的眼神 就能透露出 他对里面的蛋糕 很是感兴趣 若不是戴着口罩 叶峰估计他这回 都能流下口水 是个 吃货无疑了 网友们见叶峰 始终没有动作 也急了 纷纷敲击着键盘 上啊 主播 你不会又怂了吧 不要因为被多人拒绝 就灰心啊 就是就是 指不定这个就成了呢 三分钟我要这个美女的消息 她这身板太好了 就算戴着口罩 我也知道 她是个大美女 冲啊 我都想替你上啊 网友们激动的恨不得 跃出屏幕 代替叶峰去要V信 光看她的身形 就比前几个美女 来得标志 这波稳赚不亏 叶峰看了一会儿 这个女生 还是没有离开的意思 看来是很钟情里面的蛋糕 那咋不进去买呢 叶峰有些不解 喜欢的东西买了便是 光看有什么用 突然 叶峰脑海里灵光一闪 她抬脚走了过去 就在大家 以为她要找这个极品美女 要V信的时候 她竟然绕过女生身后 进入了蛋糕店 叶峰推开的门 正好就在女生旁边 看到有人进去 美女侧目 看了一眼叶峰的背影 羡慕的眼神流露出来 看到她的眼神 网友们更急了 卧槽卧槽 卧槽卧槽卧槽 这眼神 谁他妈顶得住 主播 你是不是男人 就这样 你都不上 真是热了狗了 主播我恨你 我要是在现场就好了 我自己就上了 极度使我眼红 你进蛋糕店干啥 大美女摆在眼前 居然不去 主播的脑回路 我不敢苟通 难道是饿了 网友们的话 叶峰置之不理 他来到前台 先生你好 想要什么样的蛋糕 叶峰侧眼 瞟了一眼美女眼前 便回道 那个有吗 店员看到他手指的方向 连连点头 说 有 叶峰又问 做这个 大概需要多久 看着他比较急的模样 店员回想起了 刚才退掉的那一单 他看了一眼 叶峰问道 那个有做好的 叶峰看向他 店员又道 你放心 那个也是现做的 只是 他咬了咬唇 只是还没送出去 人家就退掉了 你要是着急的话 他的意思叶峰自然知晓 想不到这么凑巧 正好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好 就这个吧 说着叶峰 就扫码问道 多少钱 店员 一千八 叶峰 什么玩意儿 这一秒叶峰承认 他有些幻听了 别说他 就连不解他 为什么来蛋糕店里的粉丝也猛了 我掉 什么玩意儿 什么蛋糕要一千八 这世界是魔幻了吗 还是我太穷了 你个蛋糕卖这么贵 够我半个月的工资 主播走吧 咱们销售不起 太贵了 就是就是 这一口不得几百 这看着也就六寸 或者八寸 不划算啊 这些评论叶峰 都能看得见 但现在不是回复的时候 话已经说了出去 现在退缩有点尴尬 也已经来不及了 叶峰看了一眼美女的方向 一咬牙 买了 店员看到叶峰的眼神 捂着嘴笑道 先生对你女朋友真好 他一边说 一边看向趴在橱窗外的漂亮女生 心里也生起一丝羡慕 叶峰 嗯 店员在说什么 单独他还听得懂 怎么放在一起 他就听不懂了 他什么时候有女朋友 自己怎么不知道 懒得过问 叶峰直接附了一千八过去 听到店里的提示音 店员含笑的将蛋糕拿出 给叶峰检查了一遍 确保完好无损后 这才提着往外走 先生慢走 店员含笑挥着手 他高兴了 网友们却高兴不起来 我的天 一千八的蛋糕 这特么不是抢劫是什么 这和传说中的黑天鹅那个贵点 那必然是黑天鹅了 这个一看就不能比 不过既然美女喜欢 一定很不错 我看你们是鬼迷心窍了吧 这女的一看就是掉凯子的 谁让主播上当呢 可别受骗了 楼上嘴巴放干净点 嘴巴这么臭 吃屎了 就是 人家主播自己想吃不可以 真是奇了怪 叶峰提着蛋糕走出蛋糕店 美女的眼神跟随着他而动 许是怕引起叶峰发现 他用余光悄悄打亮着 他这幅小表情落在叶峰眼里 已经见怪不怪 看来他猜得没错 这女生就是喜欢这个 叶峰心里的胜算又多了几分 他缓缓走上前 美女见叶峰离自己越来越近 他还以为自己被发现了 猛的一回头 差点没撞到蛋糕店的橱窗上 扑呲一声 叶峰没忍住 笑出了声 美女甘大地想要挖第三尺 把自己给埋了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他只愿这个买蛋糕的人赶紧走 没有看见他 不然这会儿要是被认出 只怕会引起骚动 叶峰看着他这份模样 顿时觉得这个女生有点意思 直播间的网友们却都疯了 卧槽卧槽卧槽 正面我可以 光是这双眼睛我就沦陷了 他眼角的泪质 简直不要太配 我有预感 他一定是一个大美女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口罩下面的真容 主播运气真不错 这样的神言都能遇到 太牛逼了 美女等了一会儿 听见身后没有动静 还以为叶峰走了 他拍了拍胸脯 缓缓回头 还好 缓 第二个好还没有说出来 美女就实话了 那人竟然没走 还在原地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美女 有动吗 可否一钻 场面一度变得尴尬起来 美女心里已经在谋划着 要不要逃走的想法 但这家店的蛋糕 着实让他着迷 不然 他也不会为此撇下别人跑出来 这要是被发现 回去定少不了要被教育 他环顾着四周 试图说服自己 叶峰是在看他身后的蛋糕 结果下一秒 他就破防了 小姐姐 叶峰率先开口 这不说话还好 一说话 吓得美女一个机灵 他这反应 立马引得叶峰和网友们好奇 叶峰再一次觉得自己 就是凶神恶煞 光喊一声 别人都得抖上三抖 美女悄悄打量叶峰 觉得不说话不合适 便开口道 神什么事 叶峰没想绕弯子 直接了当道 可以加个微信吗 美女一脸猛 哈 叶峰又道 作为报酬 我可以把这个给你 说完 叶峰还不忘杨了杨手上蛋糕 蛋糕给我 美女指着自己微微张嘴 她完全忘了 叶峰前面说了些什么 叶峰又道 对 就加个微信 蛋糕给你 她一脸认真 美女想要从她表情里 看出点什么都看不到 想来真是想要加个微信 那为什么要给她蛋糕 难道说 她刚才趴这儿的动作太明显了 叶峰不知道她怎么想 不然一定会说 她又没瞎 她这么个大美女 在这里的确很引人注目 想不注意都难 周围也有不少人看了过来 主要是这个美女实在有些吸睛 他们想忽视都难 美女思考着 她抬头看向叶峰 不知为何 这个人 她总有一种 好像在哪见过的感觉 对于叶峰的要求 她还在考虑 叶峰见她没回话 又道 怎么样 可以加吗 这声音 这模样 难道她是 许师想到了什么 美女眼睛亮晶晶的 立马回道 可以 这下轮到叶峰梦了 这么痛快 看来这蛋糕的确没有白买 这下网友们总算知道 叶峰为什么要买蛋糕了 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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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她打的是 这个主意 不得不说 牛逼 仙仙小看你了 羡慕使我眼红啊 我怎么就遇不到呢 1800我也可以买 只求换一个美女的联系方式 楼上别做梦了 赶紧醒醒 叶峰生怕美女后悔 立马点开手机 等待她打开二维码 美女没眼弯弯 什么也没说 就调出自己的二维码 叶峰附身挡着 生怕她的个人信息被泄露 殊不知 她这个举动 引得评论区一顿谩骂 草 不讲武的 我手机都掏出来了 你就给我看这个 夺损啊 主国真不愧是你 真服了你这个老六 不知道要和大家分享吗 我的美女就这样飞了 叶峰可不管他们怎么想 保护别人的隐私 对于她来说也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 见说不过叶峰 网友们就等着看好戏 纷纷现身评论道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你忘了你的挑战 经过这个粉丝的提醒 所有人幡然醒悟 随后哄笑道 哈哈 差点忘了 有了这个 你也脱不了单 呵呵呵 百秘而易输 哈哈 主播不得气冒烟 坐等高能场面 哈哈 让你不分享 这下栽了吧 两人加上微信 叶峰便信手承诺地 把蛋糕递了出去 美女含笑结果 满心满眼都是手上的蛋糕 她甜甜一笑 说 谢谢 不客气 叶峰头也没抬 还抱着手机摆弄着什么 看着叶峰将蛋糕递了出去 蛋糕店里的店员 激动地跳脚 这也太甜了吧 她摇晃着同事的手 激动地不能自己 一千八的蛋糕 说买就买 这不是真爱是什么 好羡慕哦 什么时候 也有人为了我喜欢的东西 眼也不眨一下地买下来 是啊 我也羡慕 不过 人家姑娘值得 虽然看不到脸 但她往内站就是焦点 我一个女的都感觉很稀罕 我也喜欢 嘿嘿 好好嗑啊 其同事也跟着一起嗑 两人看着窗外 均是表现出一副向往的模样 羡慕都快要一出眼眶 美女看着手上的蛋糕 又悄悄地打量了一下叶峰 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导步手机 也不走 放着她这个大美人 在这就玩手机 她表示不太理解 想她也是小明星 虽做不到家喻户晓 但也算小有名气 就这样被晾在一边 心里难免会有一点落差 叶峰专心地看着手上的手机 压根没有注意到她的眼神 只见她来回辗转两个页面 终于弄好了 没等她多想 消息提示音就响起 还没来得及看 就听见叶峰说 帮我点一下 啥 美女有些疑惑 点什么 光看到美女不解的眼神 直播间的网友们就心疼了 草草草主播 你太损了 我敢打赌 这个美女 不知道这个链接是什么 别看她穿着低调 我刚才查了一下 可都是牌子的 一件衣服好几千 更别提一身行头了 当真如此 这到底是哪来的富婆姐姐 有些奇怪 那她明明很有钱 为什么要在蛋糕店外面看呢 看不懂就不看 我现在只想敲主播 这样的美人她怎么敢啊 网友们愤愤不已地说着 有的网友还觉得 这个美女有些眼熟 或许是美女们 都有相同之处 大家也没有太过在意 叶峰示意 手机 美女这才反应过来 她连忙打开手机看着 一个陌生头像 什么也没说 就给她发了一个链接 这是什么东西 热巴微微醋眉 问道 这是什么 她还从来没见过这种链接 不会是什么奇葩的东西吧 纤细的手指 在屏幕上滑动着 点也不是 不点也不是 着实有点挠心 看着她略带疑惑的表情 叶峰淡淡一笑说 拼兮兮兮链接 帮我砍一刀 拼兮兮 她音量拔高 叶峰能从她眼里 看出一丝茫然于震惊 难道 她眼睛一亮 激动到 难道你没有 热巴有些惊讶 静了下来 点点头 嗯 拼兮兮她知道 但她从来没有用过 对于砍一刀什么的 也只是听人提起过 好像是为了免费拿到东西 所以发送链接给别人 让他们帮忙砍一刀 从而达到 免费获得礼品的资格 所以 叶峰找她要微信 就是为了这个 热巴本就大的眼睛 又睁大了几分 佩服之色流出眼眶 没有好啊 还是个新用户 说不定可以一刀砍成功 叶峰没想到 这个女生竟然没有拼兮兮 试问那个人能拒绝得了拼兮兮的诱惑 拼兮兮永远的神 前世她可靠着这个链接 白嫖了不少礼品 虽说少不了大家的谩骂 然硕果累累 新用户对于一个资深白嫖者来说 简直就是大宝藏 所以 热巴顿了一秒说道 你就是因为这个 才加我的微信呢 回想起眼前这人的 不按套路出牌 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叶峰点点头 是啊 热巴一脸无奈 算了算了 她摇摇头 说 好 我帮你看 但 话锋一转 热巴笑道 你得给我签名 如何 这下轮到叶峰梦了 啊 网友们也因为这句话 也炸锅了 哈哈 主播这是掉马了 被人发现了 哦摸哦摸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就到了要签名的环节 我去 想不到这样的大美女 也喜欢主播 她就是个老六啊 一 叶峰还没有说完就被热巴打断 她眉眼弯弯 吐出两个字 叶 峰 叶峰还真特么掉马了 她环顾了一眼四周 比了一个虚的动作 牵牵牵 我牵 叶峰真是怕了 热巴淡淡一笑 随后开始操作起来 从手机自带 是商城中找到拼兮兮的APP 然后下载 下载完 她问道 接下来怎么操作 叶峰附身看了过去 轻泪的气息 瞬间席卷了热巴的鼻腔 她眼神闪了闪 随后垂下眼眸 简单 你去V信复制链接 然后返回拼兮兮 自然就出来了 哦好 热巴像叶峰说的那样 开始操作起来 一步又一步 最后显示助力成功 叶 任务完成 听到系统的播报 叶峰也高兴了起来 她看向热巴 谢谢 没有她 或许这个任务就又悬了 叶峰不是不相信自己的魅力 只是被拒绝妈了 她实在不想再转 不然 也不会去买这么昂贵的蛋糕 热巴连连摆手 不谢 不谢 我还要感谢你 给我这个蛋糕和签名 说到底 还是我赚了 她甜甜一笑 眉眼又弯了些 眼角的泪质恰到好处 为她增加了一丝妩媚的感觉 客气 是我要感谢你才是 说话间 叶峰不知在哪里找了一支笔 问道 要签在哪里 哦 热巴左右翻看 好像也没有可以签名的东西 最后一个东西映入眼眶 她递出手机 笑道 可以签在这里吗 叶峰望着她手机壳上的平安喜乐四字 也没说什么 寻了个合适的地方 就将自己的名字签了上去 她签着 热巴嘴角忍不住上扬 好了 看着平安喜乐旁边的名字 叶峰还有些不好意思 她很不理解 为什么大家看见她 都喜欢跟她要签名 这有什么说法吗 没等美女说些什么 一道熟悉的人影映入眼眶 她眼神闪躲 有些慌乱 低着头试图躲着 这动作也引起了叶峰的注意 她回头 就见一个长相严肃 和一个长相活泼的女生 直直走了过来 她 在躲她们 看到这两个人的那一刹那 直播间就像烧开了一般 这这这 这两人不是热巴的经纪人和助理吗 等等他们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热巴在这里 你们不要吓我 难道热巴在附近 不多时 这两个女的 已经走到了叶峰的面前 突然 一个念头 砸在大家的脑海里 卧槽卧槽卧槽 难道这个美女就是热巴 不是啊 我刚才还想怎么看着有些眼熟 这下真相了 主播这是什么体质 锦里体质 大街上都能遇到别人想见 也见不到的偶像 我大写的佩服 主播请收下 我的膝盖 我可没忘她 刚才还要了你的微信 直播间里好多都是热巴的粉丝 他们纷纷羡慕主播的好运气 能加上微信就不说了 竟然还被女神要了签名 这是反向追星 叶峰的忠实粉丝 也跑出来说话 你们有啥羡慕的 咱们主播也不差 好歹也是个大英雄 被明星崇拜也是很正常的事 就是就是 这都是毛毛鱼 还是咱封业调啊 我的小祖宗来 你还躲啊 为首的女人 一改严肃的模样 声音可以说已经很柔和了 叶峰看着他们 又看向女生 这语气 他们应该是认识的 那还躲什么 呵呵 叶姐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 热巴从后面走出来 脸上带着一丝窘迫 她像是怕对面发现一般 还将手里的蛋糕背在身后 极力掩饰 对此 叶姐翻了个白眼 无奈道 别藏了 我们都看见了 要不是助理去房间找热巴 还发现不了 她竟然偷偷跑了出去 溜走也就不说了 竟然还一副没形象的 趴在蛋糕垫橱窗上 这都不算完 还奇葩的 被最近爆火的英雄 给直播了出去 叶姐这会儿 一个头两个大 已经开始想着 要怎么发文张工 关今天的事情 嘿嘿 剑辈发现 热巴也不藏了 蛋糕的真面目 也显露在两人眼前 你说为了一口吃的至于吗 她看向叶峰说道 蛋糕是她送的 不能反悔 是是是 可以吃 但适量 叶姐的白眼 都快翻到了天上去 叶峰没有说话 开始猜测女生的身份 什么样的人需要戴口罩 被人跟着 还要控制食量 她独向女生 莫名觉得 她竟然有些眼熟 尤其是那眼角小小的泪质 而这双眼睛 也颇有抑郁风景 难道她是 热巴 叶峰小声喊出 随后她又想起 这是异世界 不是以前 却不知道 下一秒就看见 女生眼睛一亮 你知道我 这下轮到叶峰梦了 这个世界也有热巴 好魔幻 过了好久 叶峰才反应过来 这里是平行世界 前世的有些人 和事相同 也是正常 只是想不到 她有一天 竟然能看到热巴 大明星啊 想想前世 有多少人为之疯狂 她实在太独特 美得不可防我 这回近距离观看 叶峰不得不承认 她的魅力很大 叶姐和小助理 看着两人 嘴角上扬 叶峰温和一笑 久仰大明 直播间不光热巴的 粉丝疯了 就连叶峰的粉丝 也好不了哪里去 莫名的配得 一脸怎么回事 完了完了 我的脑海里 已经脑补了一部偶像剧 明星VS 平凡的保镖如何 楼上 你这么小看 咱们主播 平凡的保镖 怎么配得上他 我赞成 只是没想到 他们两人 竟然互相知道对方 也算互动了 我最喜欢的男人 和最喜欢的女人 这搭配 我太爱了 为了不引起 不必要的骚动 四人没有酒呆 立马就转移地方 叶峰本想离开 但看到热巴期盼的眼神 实在有些难以拒绝 就跟着三人走了 为了不暴露他们的行踪 叶峰连忙关闭直播 留下一群 张牙舞爪叫嚣的粉丝 操 我踏马算是看清了 主播你真狗的 这下播速度 我真是 微笑 你们也别说了 私生犯多可怕 主播也是为了 热巴的人生安全考虑 对啊对啊 那是别人的隐私 叶峰跟着几人 一路来到路边 一辆低调的保姆车 停放在那里 三人上车 同看向叶峰时 他却笑道 就送你们到这里 我还有事 那蛋糕怎么办 热巴看着叶峰说 刚才不是说要一起吃的 叶峰摇摇头 说 你们慢慢享用吧 我还要直播 不然他们又要叫嚣了 这样 那好吧 再见 三人也没有挽留 就看叶峰离开的背影 热巴看了一会儿 车辆随之启动 人已走远 他不得不收回视线 盯着蛋糕的眼神 也有些惆怅 叶姐低笑一声 怎么 人家一个蛋糕 就收了你的心 他知道热巴崇拜叶峰 所以才敢这样开玩笑 怎么可能 热巴难难道 他不过是对这个人 比较感兴趣罢了 突然 热巴想到了什么 他拿起手机 点开叶峰的微信 在对话框一番操作后 盯着手机壳后面的签名 眉眼一弯 这边 正寻思着 要不要开直播的叶峰突然手机一响 他点开一看 棉花糖 转账1800 棉花糖 谢谢你 蛋糕钱请收下 叶峰挑了挑眉 便回到 送出去的东西怎么可能要钱 这不是砸我招牌 叶峰 收下便是 回复完 叶峰便没有看手机 刚摘下口罩的热巴 听到提示音 连忙拿起一看 一秒后展开了笑颜 这话语 的确很符合叶峰的人设嘛 刚下直播 叶峰和热巴就上了热搜 景浩爬窗美女 竟然是热巴 景浩 景浩热巴向叶峰要签名 原来明星也是追星 景浩 景浩叶峰挑战加美女立信 他竟然是大明星 景浩 景浩1800的蛋糕 到底有多好吃 景浩 一连串几个话题 迅速冲上了热搜 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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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睛没花吧 天呐 主播这是什么运钱 竟然遇到了我热巴女神 还加了他微信 眼红是肿病 想不到大明星也会追星 女神太可爱了吧 我宣你 看看看看 只要你牛逼 大明星也会为你倾倒 叶峰真是我的偶像 难道你们就不好奇 那1800的蛋糕有多好吃吗 这么贵 里面用的是什么配料 热巴女神不愧是吃货 爬窗这种事 也是他能干出来的事 一个女神 一个男神 我眼光可真好 一个1800的蛋糕 换取明星的微信 这笔买卖简直不要太划算 如果可以 请给我也来一个 网上的舆论持续不断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就为了蹭一个热楼 而热巴这边 叶姐正看着热搜 选择适合的文案准备工 不安 结果这看着看着 眉间皱起的文路 也慢慢舒缓开来 嘴角不断上扬 她抬头看了一眼 正欲品尝蛋糕的人摇摇头 真是拿她没办法 热巴用叉子 挑起一小块蛋糕 笑得眼角弯弯的 许氏感受到她的视线 热巴好奇地问道 怎么了 叶姐 她软软糯糯的声音 与特有的异域外貌 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却又不会让人觉得妆 相反又十分地恰到好处 说落 热巴将蛋糕送入口中 甜嫩丝滑的蛋糕 一下子点亮了热巴的眼睛 这蛋糕油香浓郁 口感绵密 却没有甜丝丝的感觉 自有一种独特的风味 着实令人难忘 的确美味至极 能吃到这么好吃的蛋糕 热巴幸福地眯起了眼睛 看着她这副模样 叶姐无奈地摇摇头 哎 叹了口气后 叶姐含笑走了过来 她坐在热巴身边 说我算是松了一口气 热巴看着她不语 等待下言 你上热搜了 本来你也知道 我已经在给你准备功 关 但是叶姐看着热巴 说现在不用了 热巴 所以 回来后她也没有看手机 但叶姐的表情便知道 并没有严重性的问题 所以 她便放心继续吃着蛋糕 哈哈 果然瞒不过你 你看 网上对你的评论都很好 她拿着手机 放到热巴的前面 热巴看着评论 的确如同叶姐所说 几乎都是好评 热巴真可爱 太性情 大明星也追星 趴在橱窗上 也太可爱了吧 热巴读了三条评论 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 她又往下看 一水的好评 都是说她是个吃货 可爱极了 反差感足足的 叶姐笑道 本来还想给您 立个吃货人设 现在好了 她一摊手 这下不用力 别人也知道你是吃货了 听到这话 热巴甜甜一笑 呵呵 这不好吗 我可不就是个吃货 说着 她又挖了一块蛋糕 往嘴里送 真好吃 这边 叶峰刚要开直播 手机铃声却响了起来 叮铃铃 叶峰拿起手机一看 原来是方圆 是有什么事吗 叶峰没多想 就接通了电话 喂 方哥 对面也立马有了回音 叶峰 审问有结果了 短短一句话 就勾勒起了叶峰的回忆 她眼神沉了沉 问道 他们招了 方圆 嗯 都招了 有人指示 方圆 你猜的没错 叶峰顿了顿说 是许总 话语刚落对面 就倒吸一口凉气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 的确是她 听到方圆亲口承认 叶峰也没多大的反应 她自直播挑战以来 也就干了那件大事 人贩子和犯罪者 都没有许总对她的恨意大 因为她整个缅北地区 毁于一旦 从此诸宰不复存在 就算别人想动华夏人 也要先掂量掂量 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 因此 叶峰知道自己 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 肯定要除之后快 自从她挟识许总的那天开始 叶峰就预感到会有这一天 果不其然 还是来了 看来以后还得更加小心 沉默了一会儿 叶峰问道 方哥 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呵呵 果然瞒不了你小子 电话里传来方远的笑声 笑了 一会儿他又正色道 他们说来的不止他们两人 徐总可是花了大价钱 要买你的人头 据他们所知 就还有三队人马 剩下的估计也不会少 三队人马 叶峰倒吸一口凉气 凉酒才吐出几个字 看来 他们动了真壳 是啊 听说还有硬家伙 你可得小心 方远话语里 都透露着担忧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将这件事上报 相信上面快 就有安排 方远的话 叶峰只从中间 提取了关键的三个字 硬家伙 叶峰皱眉 想不到他们 对我这条命这么重视 就不怕引起骚乱 是想华夏治安如何 那一定是世界首选 对于冷兵器的管制 也是非常严格的 也不知道这些人 会怎么到他这 他们又藏身在何处 方远 你放心 上面说了 会保护你平安 对于方远的话 叶峰自然是信的 但又是什么人来保护他 同是肉体繁胎 别人的命也是命 叶峰还是想靠自己 他有系统不怕 只要挑战 就可获得奖励 就算来再多的人 他也有应对的办法 叶峰应道 好 谢谢 他知道 方远会代为转达 方远 说的哪里的话 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就算叶峰没帮忙破案 没有做出贡献 对于他们来说 每一个华夏人 都值得保护 他们也一直以 大家的安危着想 没有忽略任何一个人 叶峰 可是上面点名 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其身上的价值 远超过常人 光是一个防火液体 就已经拯救了 不少火场上的人 叶峰对华夏的贡献 无疑是大的 是所有人都不能磨灭的 与方远挂了电话 叶峰就开始 研究起商场来 对面有枪 那他也得做一些防护措施 提高自己的安全保障 商场里 罗列了很多物品和技能 叶峰一一看着 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 这么多东西 看得他眼花缭乱 找了一会儿 叶峰终于发现了 一个核心意的东西 金蚕衣 形弱透明 没有束缚感 外人不可见 可抵挡三次致命伤害 刀枪不弱 看到这里 叶峰眼前一亮 他现在不就正 需要一个这东西 一百万人气质兑换 倒是还合理 叶峰没有思索 直接兑换 下一秒 一件超级薄的金蚕衣 就出现在叶峰手上 上手一摸 触感冰凉 走线细致 宛若透明 这就算穿上别人 也发现不了 的确是个好东西 使用 话语刚落 叶峰手中的金蚕衣 就不见了 与此同时 他的周身也有一种 无形被包裹的感觉 冰冰凉凉的 在这炎炎夏日 很是舒服 叶峰知道 他这是穿上了 他试着活动了几下 的确没有束缚感 大幅度的动作 也不在话下 仿佛量身定做一般服贴 穿了跟没穿一样 系统就是这点好 你想要的东西 只要人气直够 就可以立即使用 还没有任何副作用 做完这些 叶峰也懒得纠结 有没有人来刺杀他 兵来降荡 水来涂掩 切走且看 反正 他是孤家寡人一个 也没有挂念的人 就算别人想威胁他 也威胁不到 第二日 叶峰接到电话下楼 他的木马人 已经被人送了过来 一切手续都安排好了 因为叶峰属于特殊人员 京都牌照 就是一句话的问题 虽然这会儿 还是临时牌照 但不影响他上路 仔细检查完车辆 叶峰签了验收单 送货员随之离开 坐上车 叶峰照例打开直播 又准备接受挑战 网友们争先恐后地 进入直播间 哄哄哄 又开播了 我是前排 我也是 我也是 嘉一 看到大家如此热情 叶峰对着镜头挥了挥手 嗨 大家好啊 主播好呀 眼见的网友们 已经发现他身处的位置 纷纷评论道 主播在车里 还是在主驾驶 难道买车了 我去 这内饰看着不错 一看就高档哎 想不到主播前两天 刚说走着麻烦 这会儿就买了车 有钱真好 叶峰抬眼打量了一下车 手轻轻拂过方向盘 点头笑道 是买车了 随后又说 还得感谢你们 殊不知因为他这句话 网友们破防了 操 主播 因为咱们 已经买车了 咱们还搁着傻了 这就是差距 主播能开好车 我可不羡慕 这可是他应得的 就是 试问哪一个主播 有咱们风爷这般有志向 看看这一个个的挑战 谁敢学 前段时间学主播挑战的 都被打得鼻青脸肿 哈哈 想想就想笑 有的东西 是天生的 学不来 命里有时钟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好了 不说这个 叶峰摸了一下鼻尖 正色道 说好一天一挑战 今天继续 撂下话 叶峰慵懒地靠在座椅上 果然 车辆是男人的第二归属 叶峰算是体会到了 这一下 他也不怕被人围堵了 就喜欢主播 这信守承诺的态度 敢不敢随机找个电梯 进去说 Jima Jima吵啊 挑战用芥末做一个冰棍 然后请自己路人吃 你敢挑战我就关注你 楼上这位口味挺重啊 我光是看评论 嘴巴都开始难受了 路人 我他妈谢谢你啊 挑战去电梯里 进去之后说 大家戴好口罩 我想放个屁 看到这条评论 叶峰都觉得 鼻腔周围 好像有了味道 这真是一条 有味道的评论 他哭笑着 寻思这届网友 玩得越来越花 真是什么奇葩 怪招都能想出来 他都有些怀疑 网友们的精神状况 当真 没问题吗 听完叶峰的评论 网友们纷纷下场 蹦不住了 这是什么奇葩挑战 光看着文字 咋就感觉有味道了呢 大家的脑洞我 着实跟不上 我常常因为融入不了你们 而感觉到自卑 网友们都觉得 这个评论实在太逗了 当然 发表这个评论的小伙子 也十分期待 主播能选择 他这个挑战 虽然不能确定 能不能选上 但能在直播间被点出来 已经是祖上积德了 泰库辣打赏主播一辆超跑 泰库辣打赏主播一座梦幻城堡 泰库辣打赏主播五发火箭 泰库辣 跪求主播选我 或许是他的诚心 打动了系统 下一秒 叶峰脑海里 就浮现出了 系统机械般的声音 叮 随即任务已发布 接受粉丝太酷辣的挑战 挑战去电梯里 进去之后说 大家戴好口罩 我想放个屁 任务完成 奖励S级包箱一个 S级包箱 叶峰来的兴趣 也不管这个挑战多奇葩 接下便是 反正他被当神经病 也有很长时间 已经习惯了 短暂思考了一下后 叶峰笑着面对镜头 看着不断刷屏的弹幕 可以停下了 叶峰招了招手 网友们也很听话的 没有在刷屏 弹幕瞬间少了三分之二 今天的挑战 来自于粉丝太酷辣的评论 挑战去电梯里 进去之后说 大家戴好口罩 我想放个屁 还真是个有味道的挑战 叶峰吐槽道 网友们怎么也没想到 叶峰竟然会选这个挑战 当着人放屁什么的 简直不要太尴尬 很难想象 被别人质疑的眼神 太酷辣 太酷辣 跪谢主播 我开始怀疑主播的精神状态了 这个挑战额太偶 楼上的 我已经拿盆接住了 给一楼吃 你们是懂得怎样恶心人的 哦 定 你关注的主播已上线 请速速前来观看 提示消息发到无数网友的手机上 看到提示 众人一喜 纷纷窜入直播间 就连咱们的女神 热巴 同样也收到了这条消息 叶峰开直播了 这次又是什么挑战 不会又是加V信 砍拼兮兮吧 他认出叶峰的那一刻 就知道他在挑战 不然也不可能要他V信 还买这么贵的蛋糕 热巴慵懒地靠在柔软的沙发上 明亮的眸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 叶峰还没去缅甸之前 热巴就已经关注了他 作为明星 他自然有自己的小号 一开始 是觉得这个直播方式很新颖 很有意思 从最开始的山巴掌 帮破案 寻找失散多年的孩子 到后面去救人 这一桩桩一件件 说出去谁不对他钦佩 他自然也被叶峰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要说叶峰这人 也是个奇葩 经常直播 但直播内容 都是让你意想不到的 虽说有网友的评论在前 但若是没有他实践 大家也看不到 这么有意思的直播 叶峰的直播 有搞笑 有尴尬 有感动 有心痛 有无奈 这些都不能影响 大家对他的喜爱 恰恰相反 正因为他的直播内容很真实 这才俘获了大家的内心 一天不看 都觉得刺挠抓心 叶峰的直播 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缺之不可 这次的挑战 可真是呵呵 听到叶峰爆出挑战 光想想 热巴就觉得自己的脚趾头抠紧了 去电梯放屁什么的 简直太逊了 他既想看 又觉得难受尴尬 一直徘徊于看与不看之间 其实不光是热巴 不少网友也是这般纠结 为什么还没有开始 我就已经尴尬上了 我脸皮薄 看不得这种挑战 这已经突破了 我所接受的范围 尴尬的 我都不敢看 脚趾头都扣紧了 恨不得扣出一栋八笔城堡 主播有勇气去挑战 我都没勇气去看 是我拖后腿了 网友们讨论间 叶峰已经发动车辆 缓缓上路 有电梯的地方 有很多比如公寓 楼房 商场这些都是密集的地方 但是公寓和楼房都有门禁 叶峰是进不去 索性他将目光放在了商场上 叶峰想着 商场也好 都是来来往往的人 大家相互都不认识 这些人顶多把他当成神经病 时间慢慢流逝 叶峰也来到了附近的商场 星光商场 把车停放好 叶峰下车 兄弟们 到了呀 今天的目的地就是这里 星光商场 叶峰打量了一下四周 许是周末 来商场的人还挺多 商场门口不断有人进入 得亏他来得早 不然连个车位都找不到 冲啊主播 不尴尬 我就不爱看 我就喜欢大到抠脚的场面 电梯里的人 曹贼 你不要过来啊 慢慢替他们捏一把冷汗 看着评论 叶峰翻了个白眼 我就说一句话 又不是真正的放屁 最多尴尬了点 没事哈 叶峰贴心的 安抚着粉丝们的心情 屁这种东西 不是说酝酿就可以有的 他叶峰向来辟少 这次也无不意外 这个挑战叶峰前世 也不是没有挑战过 熟练的不能再熟练 大丈夫合足为居 兄弟们不说了 干就完了 大声喊出主播的口号 经过叶峰这番激情的调动 直播间也热闹起来 冲啊 咱玩的就是真实 开干 冲啊 咱玩的就是真实 开干 冲啊 咱玩的就是真实 开干 有了网友们的激励 叶峰顿时觉得热血沸腾 干就完了 留下这句豪言壮语 叶峰便往商城里走去 商场同样有六层 很大 很宏伟 叶峰环顾四周 里面有琳琅满目的商品 珠宝 服饰 许是周六商场人比较多 几乎每个店铺 就站着不少人 他没有过多在意 顺着记忆 找到了电梯所在处 好家伙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 电梯门口站着不少人 他们甚至还没挤上 整整四个电梯 这一刻 叶峰傻眼了 哦 难度加大 直播间的网友们 看到这一幕 直接笑喷了出来 红红火火 恍恍惚惚 想不到吧 这么多人 看得我头皮发麻 这个商场周六人 也这么多吗 看着架势 主播还挤得上去吗 叶峰也皱起了眉头 且行且看 他也不可能因为人多 而放弃挑战 叶峰的字典里 就没有放弃两字 哦 我突然想到 今天是某个电影首映的日子 所以说 大家都是来看电影吧 大概率是吧 别说他们 我现在就守在电影院门口呢 看到网友们说的话 环顾四周 叶峰就发现 墙壁上有一个醒目的指示牌 的确看到一个电影的告示牌 逆翻上 叶峰走近一看 就发现 上面还有简介 原来演的是一部战争题材的电影 叙述以前人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 是如何赢得胜利 大家又是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又牺牲了多少人 看了一眼 等待在电梯口的这些人 叶峰发现 基本上都是脱家带口的 想来是为了让孩子们 更多的了解历史 铭记仙辈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盛事 叶峰正想着 就听到一道男音 谈谈 今天的电影好好好看哦 勿望历史 底力前行 你还小 或许还不懂 但爸爸想要你记住 都是仙辈们的牺牲 才换取了咱们今天的和平 叶峰看过去 角落里 一对年轻父母蹲在一个看样子 只有六七岁的男孩面前 是啊 咱们生于华夏 长于盛世 我们没见过战争 但不代表我们记不住 咱们要有爱国情怀 世子懵懂 且咧着嘴朗声说 我知道 我一定会好好看的 老师也教过我们 要尊敬先辈 珍惜当下 小孩一字一句地说道 倒像个小大人一般 叶峰也忍不住勾起嘴角 嗯嗯 团团是最棒的 年轻父母一脸欣慰地看着孩子 嘿嘿 孩子甜甜一笑 这几句话一字不落地 落入网友们耳朵里 我已身为华夏人而骄傲 铭记历史 砥砺前行 说得太好了 弄得我都想去看一看 没什么 也不能没有爱国情怀 没有先辈们的努力 就没有我们安稳的生活 有幸生于盛世 更能明白战争的不义 孩子真的从小培养 有一颗赤诚之心 比什么都重要 这就是传承 不说了 看完直播 我也要带孩子去看一看 太有教育意义了 网友们纷纷评论 想起了久远的历史 身处直播间的热巴 同样对这个很感兴趣 他现在走的是女神之路 但戏路也被局限在这一块 他同样也很爱国 梦想就是演绎出更好的角色 现在看来 他也应该换换戏路 不能一直走花路 花路不利于自己以后的发展 就在大家思量之间 叮咚一声 电梯门打开 众人往一旁散开 等待电梯里面的人走出来 好在这次到达一楼的电梯 有三个 这么多人应该能装下 就算装不下 也可以乘坐下一个 团团 走 看电影了 好的 爸爸妈妈 一家三口顺着大部队进入电梯 叶峰紧随其后 他们三人刚好站在电梯门口 叶峰在外面观望 犹豫着要不要进 这个电梯里还有位置 却不料 小男孩突然开口 哥哥 你不上电梯吗 他看向叶峰一脸天真烂漫 其父母也对叶峰 是以和煦的目光 往旁边挪了挪 腾出一个空位来 眼神示意 他快上来 叶峰点头感谢 一想到自己要干的事 叶峰觉得这个电梯上不得 为了保护好孩子的童心 以免他小小年纪 就三观崩塌 谢谢你小朋友 哥哥就不上了 祝你观影愉快哦 叶峰还对着小男孩 挥着挥手 转身就上了另外一个电梯 电梯门缓缓关闭 小男孩搭拉着头 说 哥哥怎么不上来 他妈妈含笑解释道 或许是不喜欢人多 哦 小男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随后又咧着嘴角 开始期待爸爸妈妈所说的电影 这边 叶峰一脚踏进了电梯 刚关上门 一会回头 整个电梯里满满当当 都是人 其之间的距离 可用贴着形容 叶峰汗烟 草率了 这人也太多了一些 网友们见到叶峰进入电梯 便开始激动起来 要来了吗 要来了吗 小板凳已就位 坐等主播献出名场面 坏笑 峰爷真是好人啊 他没有进刚才那个电梯 是怕摧毁小男孩的三观吧 质子无辜 远离一点也是好事 直播小球飞到上方 寻了个脚呆着 他呈俯视视角 好让直播间的网友们 能一眼看到所有人 对于叶峰这个最后进来的人 大家并没有过多的在意 纷纷小声 议论着自己的所见所闻 聊着小八卦来 叶峰有些局促 他挤到了按键旁 贴近电梯墙壁 脑海里开始思索 怎样开口才不失礼貌 又不太尴尬 直播间的网友们 见叶峰眼珠子一转 就知道他在别打招 纷纷叫嚣道 亲朋好友 素来 高能名场面即将爆发 无知的人们 你们还不知道 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吼吼吼 我就问 还有什么是主播不敢做的 笑死我了 我手都攥紧了呀 可就等你了 他们还笑呢 一会儿三观都得被震碎 热巴盯着屏幕 也开始紧张起来 这个挑战着实不道德 但文字中又没有提及 必须要放屁 也就是说 只要完成网友所说的 关键几个字 便可挑战完成 叶峰最多被让当做 神经病看待 当然 他也不是第一次当神经病 此时也很娴熟了 所有人都等着 弹幕叶峰也一览无虞 他看着谈笑的人们 深吸了一口气 嗨嗨 叶峰清了清嗓子 众人听到动静侧脸 看了他一眼 便又继续和同伴聊天 你知道那家火锅好吃吗 看完电影 咱们去吃 火锅店 附近就有一家火锅店 很不错 我今天听到个 超级劲爆的八卦 什么什么 快说 八卦我爱听 大家还和谐地聊着天 看着已经上二楼的电梯 叶峰忍不住了 他朗声道 大家把口罩戴好 众人纷纷看向他 不明白他何处辞意 有人小声地说道 有病吧 谁说不是呢 叶峰一鼓作气 朗声道 我想放个屁 众人 此话一出 大家的眼睛瞪得 跟同龄一般 连忙用手捂住口鼻 生怕被烟雾淡清洗 有的还一脸埋怨地 看着叶峰 那表情像是在说 真是造念 为什么要和你上 同一个电梯 离叶峰比较近的 一男一女同时转头 生怕被污秽之气 给进人 抱歉啊 叶峰还不忘弯下头道 这玩意儿也憋不住 网友们却都笑疯了 神他妈的憋不住 哈哈 笑喷了 他们的表情也太真实了吧 从震惊 无奈 厌恶 这就是真实的表现 可不是杂地 要是我坐电梯 遇到这样的 别说表情 屁股都得给他剃出花来 那女生白眼都翻上了天 由此见得她的震惊 求大家 心里的阴影面积 哈哈 电梯中央 一个戴着眼镜 看似腼腆的男生 看了叶峰一眼 眼睛一闭 他憋得脸通红 兄弟 对不住 我也憋不住了 正当大家将手放下 觉得叶峰 是在搞恶作剧 正要吐槽的时候 突如其来 空气中 充满了一股 恶臭难闻的气味 瞬间席卷大家的鼻腔 这味道像毒气一样 刹那间 所有人捂住口鼻 平住呼吸 眼睛瞪得老大 操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 就连戴着口罩的叶峰 都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谁踏马放的屁 这一刻 叶峰怀疑人生 不光是他 就连电梯里的 所有人都怀疑人生 说放屁就放屁 没有一丝犹豫 难道这就是 传说中的真实 那为什么没有声音 顿了一会儿 他们想起一个句 顺口溜 想屁不臭 臭屁不想 连环屁又臭又响 他们看向叶峰的眼神 要多怨念 就有多怨念 谁也没想到 开个玩笑 竟然真的放屁 叶峰用手捂着嘴 心里直呼卧槽 是哪个勇士蛋的 电梯里瞬间鸦雀无声 直播间的网友们 都乐疯了 不是吧不是吧 主播来真的 蹦不住了 哈哈 他们的表情太震撼 我一时间分不清 谁是主角 破妈问我 为什么跪着垂床 看出来了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直播 光看他们的表情 我就感受到了 这个屁的威力 主播不会真的放屁了吧 这么真实的吗 捏着鼻子看得举手 加一 加九九 别说他们 就连一直蹲守 在直播间的热巴都猛了 他几乎是皱着眉头 看下来的 这叶峰 当真让人措手不及 一个挑战而已 竟然搞得这么真实 连屁这种东西 都是可以控制的吗 热巴很是好奇 世界上还有这种人 真的能活灵活现地运用屁 光是想想 他就头皮发麻 见大家都一脸怨念 和嫌弃地看着自己 叶峰很是迷茫 屁不是他放的 为什么大家用这种眼神看他 难道 他们以为屁是他放的 人群中 有个大叔实在憋不住 深吸了一口气候 脸都绿了 他埋怨地看着叶峰 我说小伙子 你早上吃炸弹了 这味儿 我操偶 这特么比合武器厉害 说话的男人都后悔了 早知道就不呼吸 这一口气给他吸的 味道直灿脑门 这味道他能记到死 或许垂死之际 都要猛地做起 吐槽一句 他是不是有病 他从来没闻过 这么臭的屁 就特么像烟雾弹一样 太刺激了 听到这话 叶峰一脸茫然 他何其无辜 他很想解释 但这味道 他着实没有勇气 再闻第二次 人群中间 戴眼镜的男生 默默低下了头 余光同情了叶峰一秒 随后 他便也如同其他人一样 一脸怨念 叶峰 真特么怨啊 叶峰这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到嘴边的骚话 也无语凝捏 叶峰是无论如何 也不敢开口 谁曾想 这句话一下 点燃网友们的笑点 黄黄火火 恍恍惚惚 傻眼了吧 太笑人了 这辟到底有多丑 真如炸弹一样 求告知 直播间里没有听见声音 那就说明 这个屁是哑屁 没声音 但奇臭无比 我且用这段话来形容 阁下的屁 震天地 那么高的大厦 崩成平地 这么粗的钢管崩得那么稀 真是一臭万年的好臭屁 狗头 谁放的屁 惊动了玉地 有屁不放 憋坏心脏 没屁应急 锻炼身体 我要放屁 大家注意 屁声一响 大家鼓掌 楼上的 搁着玩顺口溜街龙呢 还得是你们有才啊 刚才说话的大叔 一屁股挤过叶峰 占据到电梯按键门口 手不停地按动着开门按键 其飞快的速度 足以见得他急切的心理 其他人捂着嘴 意识期盼地看着电梯门 生怕晚一秒 自己就要憋死在这电梯里 就在所有人都 十分煎熬的时候 叮咚一声 电梯门开了 众人一溜烟跑了出去 叶峰受步也快步走出去 小情侣紧随其后 每个人临走的时候 都看向叶峰 要是眼神可以杀人 叶峰只怕这会儿 已是千疮百孔 叶峰苦笑道 我说不是我放的 你们信吗 众人 你看我信吗 大家翻了个白眼 迅速离开 生怕被污秽之气给腐蚀住 这批太辣眼睛 他们急需新鲜空气 他们从来没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 且射牛的人 小情侣走了 却又倒了回来 男人看着叶峰 欲言又止 只又欲言 叶峰不解 这哥们想要干啥 最终 男人说 兄弟 你还是去看看医生吧 你这肠胃 着实有点 奇特 男人想了很久 才想到奇特二子 叶峰 他无语宁噎 真的酸Q 真不是我 叶峰苦笑 我只是开个玩笑 真没放屁啊 男人摇摇头 递了给我懂的眼神 男人拉着一脸嫌弃 不敢看叶峰的女友往前走 叶峰 你懂个毛 真特么不是我放的 眼镜男是位于中间走的 不紧不慢 甚至都没有人怀疑他 许是觉得 呆久会暴露 男生慌忙走掉 叶峰也没有注意到他 网友们都破防了 所以这屁 真的是主播放的吗 同好奇 求主播解答 看到评论 叶峰双手一摊 无奈道 不是我 有人陷害我 说实在的 他还真的很想 找出这个人来为自己证明 他不过是口嗨 卧槽卧槽卧槽 世界上真有这要巧合的事 主播不会是不好意思说 所以才嘿嘿 狗头 这机率太小了吧 你刚说完要放屁 结果就放屁了 主播你不坦率哦 就是就是话落屁响 鬼才听你狡辩 对于叶峰的话 多数人都以为他放了屁 不敢承认 不然怎么会这要巧 当然也有站在叶峰这边 帮他说话了 我姓主播 他闻到屁卫石的表情 我可以看三年 哈哈 妥妥的黑历史 哪个道友如此牛逼 竟然连主播都干坑海 还不出来受死 手中的七星宝刀 已经按捺不住 贼人还不速速出来 这一刻 主播何其无辜 前有豆鹅 后有叶峰 哈哈 实在憋不住 我在家笑出了讹叫 见有人站到自己这边 叶峰也算松了一口气 你们信我就好 我是真没想到 竟然能遇到这么离谱的事 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我不比豆鹅渊 叶峰相当郁闷 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简单的挑战 还能出岔子 到底是谁 敢陷害他 脑海中的记忆不断浮现着 只为抓到那个 悄悄使坏的家伙 冤枉你的人 比你都知道你冤枉 这回叶峰终于体会了 这句话的含义 所以他还解释个屁 对于叶峰的话 大多数网友都是相信的 就连热巴也是簇着眉心 到底是谁 这样太损了 等你发现这件事的时候 希望你不要觉得愧疚 按照惯例 凡是叶峰直播的内容 都会上热搜 他有些开始期待 让人看到这个视频时的窘迫 想来也很有意思 想到这里 热巴都有些觉得自己有点腹黑 难道是看叶峰的直播看多了 所以 人也变得不安套路出牌 叶 任务完成 奖励S集宝箱一个 系统是否打开 否 叶峰这会儿 可没有心情看得到什么奖励 他眼前立着一张偌大的海报 正是那一家三口 想要看的电影的海报 叶峰后知后觉 才发现这里是六楼 也就是星光商城的电影院 扫了一眼大厅 刚才和他一起乘坐电梯的人们 都安静地坐在大厅里等待 不用看也知道 电影还没有开始 突然 叶峰有个想法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妨看个电影 他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很久了 园主又是个死宅男 对于外界的事 简直就是一无所知 一心想要在游戏界 闯出点名堂 以至于叶峰 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比较浅薄 他打量着海报 注意到一句话 按真实事件改编 叶峰难难道 单单这句话 就勾起了他的兴趣 正好体会一下 这个世界和以前的世界相不相同 他挑了挑眉 都向直播间 兄弟们 今天的挑战结束 主播我了 要去看电影了 叶峰挥了挥手 笑道 咱们明天见 他倒是想下播 但是直播间的网友 却不乐意了 一个个恨不得将键盘给敲破 不是吧 这就下播 时尚最快挑战 才一个小时不到啊 主播 你别走 不要比我用四十米的大刀 架在你脖子上 喊你继续 发很重 你要看电影 那我们这么办 我也想看 贵球直播观影 眼尽的叶峰 捕捉到了这条评论 他勾起一抹笑容 我就不直播电影内容了 想看的 可以去附近照顾一下票房 顿了顿 叶峰又道 这个电影这么有意义 大家应该亲眼观赏 更有意义 他的话 引得无数网友赞同 可不是呗 就主播这人气 直播间几百万人 大家都去买票看的话 这得是多少票房 就是就是 我支持主播下播 这个电影宣传的时候 就说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导演 力排重力坚持下来的 演员们都是因为导演的面子才来的 片酬什么的 就更不用说了 几乎是倒贴 就因为 这是一个爱国题材的电影 看楼上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 我要去看看 才能对得起大家的付出 以及先辈们的牺牲 嗯嗯 必须支持 决定了 我马上带女儿去看 我也带儿子去看 嘿嘿 已经在路上了 看到大家都如此善解人意 叶峰笑了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主播拜拜 看着一水的告别话语 叶峰关闭直播 吐了一口浊气后 随后抬脚走出通道 直直往电影院收银台走去 你好 现在还有 逆方上的票吗 叶峰看着售票小姐姐 问 最近的是几点 售票小姐姐端着职业的笑容 点点头 有的 最近一场是十点的 也就是十分钟后 还有票 十分钟后 叶峰勾起嘴角 看来自己运气不错 就是这么赶巧 来一张 好的 请稍等 叶峰拿着手机等待 售票小姐姐甜甜一笑 打印出一张电影票 小哥哥 一共四十二款 还需要什么吗 他用手指着爆米花牛肉干这种 看电影时打发时间的小零食 不用了 谢谢 叶峰摇摇头 接过电影票 随后扫码付钱 他拿着电影票转身 正要寻找个作出 大哥哥 一道喊声 拉回了叶峰思绪 他定睛一看 原来是刚才 那一家三口中的小男孩 此时 他正坐在 离收银台最近的椅子上 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两只小腿欢快地摇晃着 你好啊 小朋友 叶峰弯着眉眼走了过去 小孩的父母 则是一脸无奈 却又宠溺地看着小男孩 让你见笑了 男孩妈妈冲叶峰一笑 这孩子有点自来熟 一提到孩子的性格 他们就头大 哪有 团团很可爱 叶峰含笑 坐在小男孩的旁边 听到自己的名字 从大哥哥嘴里喊出来 小男孩激动地不能自已 高兴道 哥哥知道 我叫团团 相比他的高兴 男孩父母脸上 却带着警惕 却又不好打断 光看他们细微的表情 叶峰就知道吓到人家了 连连说道 冒昧了 刚才在一楼等电梯的时候 听到了你们的对话 此话一出 年轻夫妇对视一眼 一口同声道 原来是这样 他们眼神里 闪过一丝羞涩 最近丢孩子比较多 又加上他家孩子 是一个自来熟 画牢 不管跟谁 也能聊上几句 他们对此也是很焦虑 又怕贸然说叫孩子 打击了他的天性 不说又怕孩子 意识不到危险 像叶峰这样 上来就叫孩子名字的 他们不得不警惕 好在解释 知道是乌龙异常 小男孩不知道 自己父母和大哥哥在说什么 但他就是 很喜欢大哥哥 感觉他很有安全感 一看就是好人的那种 他圆溜溜地眼珠一转 问道 大哥哥 你也是来看电影的吗 对啊 叶峰扬了扬手上的电影票 那你怎么就一个人 团团的这个问题 让叶峰一顿 一个人 他向来习惯的一个人的日子 单枪匹马惯了 叶峰笑道 大家都在忙 就只有哥哥有时间哦 小孩子很敏感 短短一秒 就能感受到大哥哥的落寞 甜甜一笑 那大哥哥和团团一起吧 我们一起看电影 叶峰挑挑眉 有些惊讶 好啊 和团团一起看电影 听到叶峰的答复 小男孩高兴地 跳下椅子蹦跆起来 哦耶 小男孩的父母 都像孩子无奈地摇摇头 不一会儿 电影开始检票 小男孩非得跟在叶峰的身侧检票 其父母实在拗不过他 只能随着他去 虽然叶峰戴着口罩 没有以真面目示人 但他周身戴着的正气 让小两口莫名觉得他是好人 叶峰没想到 这个小朋友 和自己这么有演员 竟然如此喜欢自己 也是难得 他拉着小朋友的手去检票 然后走进放映厅 或许他和他们一家很有缘分 以至于座位都是挨在一起的 最终小男孩坐到了叶峰旁边 团团激动地手舞足蹈 待人陆陆续续进入 偌大的放映厅 坐得满满当当 团团的妈妈开始制止他 柔声道 团团 电影马上要开始了哦 咱们要安静 不能打扰别人哦 哦 团团别嘴 就连大哥哥也不行哦 你要是想说话 就看完再和大哥哥说 好不好 团团看了他妈妈 又看了看叶峰 小脸囧的哟 就差没皱到一起 叶峰无奈摇摇头 团团乖哦 他揉了揉团团的小脑袋 微笑道 也就一到两个小时 我相信你可以做到 那团团纠结了一秒 便笑道 我听话 我可以做到 团团最乖 叶峰对着他 比了个大拇指 听到叶峰的夸奖 团团那叫一个激动 但想起和叶峰的约定 他捂着嘴狂点头 是以自己可以的 黑游有的小眼睛 越发地明亮起来 像不染灰尘的星辰一般 看到孩子乖巧的模样 小两口欣慰地笑起来 看电影时间长 他们又是第一次带团团来 也不确定 他可不可以乖乖地看完电影 大家都是花钱来观影的 要是有熊孩子打扰 他们也会很头大 很快 逆分上 电影开始上演 熟悉的绿幕开场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认真地观看着 叶峰端坐着 目不转睛地盯着目不 便随着深沉的音乐 电影开演 率先入演的 是一个安静祥和的小村庄 男人们在外耕田种地 女人们在家洗衣做饭 孩童们无忧无虑地 在村子里跑着 上了年纪的人 则坐在大树底下闲聊 一切都来得这么怡然自得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事实亦是如此 这样的场景 只有短短的两分钟 就切换到了华夏军在 商量对策的画面 随后是敌人阵营 他们就是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樱花国 对于这些入侵者 每个华夏人都恨不得手起刀落 欲杀之而后快 随着剧情的进展 大家看到敌人们拿着刺刀 敲咪咪地来到宁静的村庄外 他们还未进去 大家就开始揪心 里面的人都是一些老弱妇孺 壮年男人也很少 就连可以反抗的东西都没有 大家难以想象 敌人冲进去的那一刻 这些村民该如何面对 放映厅里不少人已经皱起眉头 叶峰也有种极其难受的感觉 很快随着敌人手领一招手 所有手下立马冲了进去 被随着呀的喊声 所有敌人从村口杀入 他们遇到的第一人 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 孩子看着他们一脸坏笑 张牙舞爪地冲进来 顿时脸色一变 双腿开始发软 父母老说现在在打仗 小樱花随时可能攻过来 但是却没想到来得这么迅猛 他大喊一声 敌人来了 怎料下一秒 心脏就被一枪打穿 放映厅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大家纷纷皱起眉头 这么小的孩子 他们怎么下得了手 他们还是不是人 殊不知 下一秒就被这群贼人的 另一个举动给震怒了 只见小孩子倒在血泊里 得逞的士兵 迈着猥琐的步伐上前 嘴角扬起一抹邪笑 用刺刀捅进孩子的腹部 双手用力一挑 将孩子的尸体 传到刺刀上举在半空 还炫耀一般地摇晃着 孩子早已没了气息 手脚无力地挂在刀上 所有人跑出来 率先入眼的就是这血腥 与极其残忍的一幕 孩子 我的儿啊 人群中跌跌撞撞 跑出来一个妇女 她望着刺刀上 软弱无力的孩子 心痛欲炼 一滴又一滴的血 顺着刺刀往下流 流在敌人的手上 她浑然不觉 相反 还十分享受 这种极端的体验感 身后的士兵 纷纷发出刺耳的嘲笑声 他们在嘲笑村民们的无能 觉得村民们 就像小鸡仔一样 被他们拿捏 你们还我孩子 妇女泪流满面地冲了出去 试图夺回自己的孩子 狡猾的敌人 又如何能让她得逞 只见她轻轻往旁边一摸 妇女就扑了个空 围手人一脚 揣在妇女的腰间 妇女因为惯性 便摔了个狗尸屎 那首领一脸迎笑 拿脚踩在妇女头上 使劲碾压 孩子他妈 村民们发出了惨烈的喊叫声 郑玉要冲过来 和他们拼命 可是空手难敌武器 他们又怎么 是这群训练有素的敌人的对手 随着突突突突的枪响声 站在前面的村民 阴声倒地 血流成河 未来得及跑出来的村民们 剑慈惨壮 纷纷带着孩子逃窜 有的躲到窑洞里面 有的躲到地窖里 但凡是能藏身的地方 大家纷纷躲了起来 敌人们没想到 进展如此顺利 一个个地 笑得前仰后合 是一群畜生 电影院里 不知道谁咒骂了一声 其实不光是他 所有人都气得脸红脖子粗 想找小樱花报仇 这群侵略者 很快侵占了 大家美好的家园 许是这个村庄 没有受到保护 这群敌人进攻得很顺利 但凡拦路地 提刀上来的 通通少不了被刺刀所刺 被子弹打中的命运 这其中就有不惧命运的小孩 他辱骂着这群侵略者 可换来的 却是被刺刀割舌 包皮之痛 更有甚者 敌人因为好奇 怀孕妇女肚子里的孩子 竟然活生生地 把他肚子破开 这一桩桩一件件残忍的 是摆在眼前 大家难以想象 这是真实事件改变 看到这里 电影院一片抽气声 大家无法想象 先烈到底是如何 扛下这一切的 到这里 电影已经过半 而叶峰也听见 旁边传来小声的哭声 回头一看 发现是团团在哭 叶峰也惊朗 不解孩子竟然能看得懂 是明白死的意义 还是害怕 叶峰无从知晓 电影画面一转 整个村庄被血洗 藏在角落各处的村民 无疑幸免 纷纷被敌人找出来 残忍杀害 凡有年轻的少女 皆逃不过被侵犯 有的甚至还恶趣味地 当着他男人的面 各种屈辱刺激着所有人 带到整个村子被洗劫一空 地上只有数不完的尸体 以及被鲜血浸染的地面 空气中弥漫着萧涩 带到援军赶来 敌人早已卷完物资逃走 看着堆积如山的尸体 同胞们心里的怨恨 累积到了极点 他们泪流满面 安顿好村民们的尸体 并在他们坟前立下誓言 一定要把这群侵略者 杀光赶出国土 再后来到了战场上 由于对面的武器和设备 都是最先进的 我方被打得接连退后 但我方士兵仍不退缩 拿命抗争 有的甚至不惜牺牲 自己去换取最大的利益 揣着炸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这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 就这样牺牲在人们眼前 战场上无论年龄大小 都是英雄 有的被抓住 被淋迟 被敲碎骨头 被弯肉挖眼 坚决不透露一丝消息 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 才有了今日的繁华四季 短短一个小时 电影里就上演了几场逃亡与战争 虽然最后获得了胜利 但也是靠着人命堆积出来的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空气中弥漫的悲伤 大家也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叶峰如同他们一样红了眼眶 不少人抽气着 久久不能平复 团团也哭得不能自已 他妈妈给自己抹眼泪的同时 还不忘给他擦眼泪 这群畜生 这仇我们如何能忘 我恨不得现在就灭了他们 这么草菅人命 不怕大家变成厉鬼来找他们吗 我们能做的只有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同胞 我相信总有一天 他们会被我们踏在脚下 四周不断响起 大家义愤填膺的声音 若现在不是和平年代 他们都想提刀上阵 势必要将他们杀的片甲不留 华夏郎就没有退缩之辈 这个电影太沉重 大家一时间无法走出来 有的人甚至在懊悔他 为什么会喜欢敌人的文化 正是因为他们不够了解历史 现在看完 真想一巴掌抽到自己脸上 看看自己干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走出放映厅 大家依旧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团团哭得眼睛通红 他不忘拉着叶峰说道 哥哥 为什么他们要杀小男孩 他做错了什么 团团眼里满是伤心 一脸疑惑 不理解那些人 为什么要怎么做 他流了那么多血 一定会很疼吧 到现在 团团还不知道死亡的意义 只知道小男孩受伤 并不知道他已经死了 叶峰顿了一秒 想着怎么说 才能保住团团幼小的心灵 团团一脸认真地看着叶峰 叶峰道 因为他们嫉妒 嫉妒咱们过得好 嫉妒咱们国家领土大 所以想要侵占 于是就发动了战争 团团似懂非懂的听着 咱们只有努力学习 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 不用像小男孩一样 人残忍杀害 换一种说法就是 他们就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 喜欢你的东西就想抢 抢不过就打你 打到你教出他们想要的东西 只有咱们强大了 别人才不会欺负咱们 叶峰这个比喻 团团似乎听懂了 他抽气着一字一句说道 那我以后要努力 不让别人欺负我 叶峰点点头 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真怪 团团最懂事了 而团团的父母 则一脸感激地看着叶峰 谢谢你 要是没有你 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给他解释 就是 团团太小说得太直白 又怕伤到他幼小的心灵 不说吧 小两口看向叶峰的眼神 满怀感激 看完电影人并没有急着走 反而在大厅里坐着讨论了起来 他们纷纷表示 对小樱花的愤怒 却又无处下手 而另一边 因为叶峰直播的影响 不少人当即去购买了 逆风上的电影票 看完电影 大家的神色都如同叶峰他们一样 几乎每个人都哭了 哭得稀里哗啦 他们无法想到 先辈们是怎样的 决然牺牲自己 挽救家园的 而热巴也被牵引着 去看了这部电影 然后久久不能平复 又待了一会儿 在电梯口的时候 散了差不多后 叶峰和团团一家三口 才来到电梯口等待 他们身后 还有几个叶峰面熟的人 都是他坐电梯上来的那几个人 眼镜男也在里面 其他人一见叶峰 均是一副嫌弃的模样 觉得他似瘟疫一样 纷纷离得远远的 对此 叶峰尴尬一笑 随着电梯门打开 叶峰和团团一家进入电梯 四人占据了最里面的位置 看到叶峰 那几个人还在犹豫上远不上 结果一回头 其他电梯也满了 他们不得不踏上 叶峰所在的电梯 心想 上过一次当 不可能再上第二次 他们再躲 叶峰不会让他们没开二躲 于是就安心了 反正电梯用不了多久 就能到一楼 对于大家异样的眼光 叶峰选择无视 人满关门 电梯案件只有一楼亮灯 所有人都下一楼 回想起刚才的电影 大家又忍不住讨论起来 叶峰则双眼放空 想着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突然 位于叶峰前面的眼镜男生 眉头一皱 那熟悉的感觉又来了 难道就不能等他出电梯 眼镜男子四处张望 欲哭无泪之际 他看到了一道身影 顿时眼前一亮 许是感受到被注视 叶峰回神 眼神精准地 落到眼镜男子身上 叶峰疑惑 他这是什么眼神 为什么要这样看着自己 片刻后 叶峰才想起 刚才上来时 他也在电梯里 男子立即回头 眼一闭 对不住了兄弟 不是你这个眼神 是怎么回事 没等叶峰多想 一声扑的巨响 惊动了所有人 大家没来得及吐槽 就被空气中 弥漫的颇天恶臭 给恶心道 所有人几乎第一时间 将口鼻捂住 草泥马 到底是谁 放这么想用臭的屁 哦我特么就不该上这个电梯 这特么有毒吧 大家虽然没有开口 但从眼神里 都透露出了这些信息 叶峰差点没晕过去 这味道比上来时 电梯里的屁 还要难闻 对他来说 冲击实在太大 而在他旁边的一家三口 也未能幸免 其中就鼠团团受到的暴击 最为惨烈 他只记得 自己在回想着小男孩的事 结果一股恶臭就扑面来 直接把他砸猛了 这比他讨厌的 胖胖叔叔的臭脚要臭 比厕所里的奥利给 还要臭上十倍 下一秒 喉咙中 有种跃跃欲出的感觉 一时间 叶峰眼熟的几人 都目光一致地看向了他 并伸着手指向他 此处无声胜有声 叶峰 他也用手指着自己 露在外面的眼睛里 满是惊愕 不是吧 又来 其他几个不明所以的人 也皱着眉头看过来 上下打量着叶峰 眼里满是嫌弃 人都是随波逐流的 所以他们都以为 是这个戴口罩的小伙子蛋们 上个电梯吐槽过叶峰的男人 这会儿也瞪圆了眼 这味道 他简直不要太熟悉 这特么不就是 刚才闻到的屁是什么 不对 比那个还要味重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他不敢出声 生怕老命就此断送 这破壁电梯 他就不应该上来 他眼睛里泛着泪花 指着叶峰的手 不断颤抖着 大家都明白 他憋屈的心里 有人已经拿出了手机 开始记录叶峰的恶行 就是这个家伙 来一次还不够 竟然还让他们没开二朵 你就算是薅羊毛 也没有这样薅的吧 一股无力感 由心底生起 叶峰 你们这样礼貌吗 怎么又觉得是我 他难以忍耐 脱口出 别指我 不是我放的 话没说完 一连串四边炮的声音响起 扑扑扑扑 现场再一次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在看叶峰 并没有注意 他前面的眼镜 男脸上的表情 他舒爽的差点喊出来 紧握的双手 也渐渐松开 众人瞪大双眼 眼里的厌恶越越欲出 这特么到底是谁 你TM搁着放炮呢 怎么跟打雷似的 你家的喜事 就这么迫不及待 是吃屎了 这么臭 老太太挂了三天 都没你这样臭 如果我有罪请惩罚我 但不是用这种方式 再次受到冲击的团团两眼一番 感觉自己好像见到了太爷爷 哦 他再也忍不住吐了出来 团团 小两口也顾不得臭与不臭 连连拍着他的背 给他顺气 可空气里的恶臭 再次冲击着团团 又挖一声吐了出来 所有人猝着眉心 往后退了一步 挤在电梯门上 叶峰眼神一动 着急地看着团团 生怕他有事 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没想到自己的屁这么有威力 竟然把小孩给崩吐了 只能说你点呗 没错 团团刚才的站位 就是在他正后方 因此受力面积最大 嗨嗨 团团感觉自己的胆汁 都快吐出来了 他父母一个给他擦嘴 一个从包里 拿出纸巾擦着地上的呕吐 好在团团早上没有胃口 只是喝了一些粥 这会儿也吐不出什么了 他靠着妈妈的怀里 看着对面的眼镜男 讨厌不已 触及他的眼神 眼镜男面色一慌 没等团团开口说出话 眼镜男就慌乱地 指着一脸担忧的叶峰 我说兄弟 你这就太不厚道了 你是吃了什么 看把小孩都整恶心吐了 嘴上这么说 但心里则不断地说着 对不起三个字 话落 他立马用手捂住鼻子 一副似乎受到了 很大冲击的模样 莫名被说 叶峰转头 差点没喷出一口老血 真TM怨到姥姥家了 就他妈这样 还要被泼脏水 见就连离叶峰最近的人都这般说 其他人更加坚信 罪魁祸首就是叶峰 不然眼镜拿还能冤枉你不成 大家看向叶峰的表情 要多嫌弃就有多嫌弃 男孩父母忙着看孩子 没有注意到大家的反应 而团团则不然 他虚弱地怒视着眼镜男 所有人都挤在电梯门口 有人眼镜还没有到站 手速飞快地按动着开门按键 可事实实在不如意 门迟迟没有打开 男子双眼布满血丝 大马脸憋得通红 肥胖的身躯不断起伏着 他盯着叶峰的眼神 也带着极强的怨恨 操 老子憋不住了 他轮援拳头 就要对着叶峰冲过来 众人都没有想到 会发展到这一步 眼镜男眼睁睁看着他的拳风 擦过自己的脸颊 快速地感觉 好似立风刮在他脸上一般 火辣辣的 我尼玛 叶峰暗骂一句 心里憋屈的厉害 现在还有人欲出手教训他 真当他是拧捏的 看着架势 团团父母吓得抱着孩子 坐在角落里 生怕伤到孩子 看着植兵面部的拳头 叶峰毫不犹豫 快速抬起左手 擒住了他的手 然后用力 啊 似被老虎夹子 擒住一般的感觉 迅速袭上马脸男的心头 放手 他喘着粗气说道 不喘气还好 这一喘气 空气中弥漫着的恶臭 就以飞快的速度 涌入他的鼻腔 男人顿时感觉受到了疼痛 与灵魂煎熬的双重打击 男人哪里是叶峰的对手 又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叶峰冷着脸一翻手 男子就重重地砸在地上 立马就痛得嗷嗷叫 眼镜男下的双腿颤抖 完全没想到 叶峰看着瘦弱 但本身的实力 竟然这么强 就这肥胖的男人让他对上 自己也没有胜算 以他被掏空的身子 只怕一拳就被干到在地上 更别提叶峰这个 被他冤枉的人 此刻他多么希望 电梯门快点打开 他好桃子夭夭 不然今日小命休矣 许氏他的祈求见效了 电梯终于一楼停下 并开门 叮咚一声 大家争前恐后地往外跑去 这声叮咚是他们 这辈子听到最美妙的声音 许氏想要吐槽叶峰 想看看叶峰后面怎么收场 所有人停下脚步 围在外面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本就在外面等待电梯的人也梦了 没等问出什么 一股臭鸡蛋般的味道 从电梯里涌出 瞬间另其上头 他们突然明白 这群人为什么这般机械出来了 眼镜男这会儿可没有心思 一出电梯门 就朝人墙几句 眼见他要跑 团团强忍住喉咙里的不适 大声喊道 屁是他放的 就是穿蓝衣服的怪叔叔 他的大哥哥不能白受冤枉 爸爸妈妈一直教育他 说小孩子不能说谎 说谎是懦夫的行为 团团一直铭记着 他是小孩子都不会说话 但这个叔叔说谎了 这也就罢了 还栽赃给大哥哥 被熏吐他都忍了 但这个绝不能忍 听到这话 眼镜男身形一僵 不敢回头 从电梯里出来的人 统统看向他 想到被识破后的惨状 眼镜男开始慌望 看着密不透风的人墙 杨庄镇定地喊道 你们快让开 我家里有急事 说完还不忘用手 去巴拉挡在他前面的人 痘大的汗水 顺着脸颊流下 他这副模样 也引起了电梯刚出来人的注意 离他最近的一个男生 一把拎着他的衣领 别走啊 是不是你放的说清楚就行 其他人也附和着 就是 你慌什么 难道说罪魁祸首就是你 小孩子最不可能说谎 我觉得 你有必要解释一下 眼镜男就算没有回头 都能感受到 那似火焰一般的眼神 仿佛下一秒 就要把他冻穿一般 他双腿打着白子 这些人 他倒是不太怕 他就怕被他诬陷的那人出来 不然一切都完了 马脸男的惨状 他可是看在眼里的 他若若说道 能不能先放开我 下一秒 衣领就被松开 大家虽没有为难他 但还是用眼神盯着他 以免他逃跑 看他的神情 真相已经呼吁而出 揉了揉团团的头 叶峰也走出了出去 电梯里还躺在地上的男人 也有点怀疑人生 他透过缝隙 看向眼镜男 怒火中烧 看着越来越近的叶峰 眼镜男怕了 他哆嗦着说道 哥哥 我 我不是有意的 这会儿已经到了不得不承认的地步 眼镜男选择任命 只愿叶峰可以下手轻点 文言 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叶峰没说话 就有人为他打抱不平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指着他说是他放的 亏我们还相信你 差点错怪了这个小伙子 明明是你 你竟然还诬陷别人 就算你说是你放的 我们又能如何 顶多是自认倒霉 感慨运气不好罢了 今天若是那小朋友指出来 这小伙子不就要背负一辈子骂名 你好毒的心啊 所有人几乎是指着眼镜男的鼻子说话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 自己做的事竟然还嫁祸给别人 良心就不会痛吗 要不是违犯 他们都想看看眼镜男的心是不是黑色的 怎么会空口白说 眼镜男一脸羞愧 欲言又止 止又欲言 他甚至不敢抬头注视叶峰的眼神 团团一家也走了出来 站到叶峰的身后 小两口愤怒地看着眼镜男 你你你啊 团团霸拟了个半天也没说出什么来 气得太阳穴旁边的青筋暴跳 团团妈也没好到哪里去 孩子吐成这样 他们心里自然不好受 但屁这种东西 也不是说夹住就能夹住的 叶峰盯着 恨不得把头低到地上的眼镜男 问道 上次是不是你 好些人都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唯有和叶峰坐过两次电梯的瞪大眼睛 他们紧紧盯着眼镜男 眼镜男打了冷战 小心翼翼地抬头 触及叶峰冰冷的眼神 恐惧感席卷全身 他眼神飘忽 叶峰就知道了答案 他往后退了一步 眼镜男没来得及高兴被放过 就被眼前围上来的人给吓坏了 原本躺在地上的马脸男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他眼前 你们要做什么 眼镜男下的蜷缩在地上 全身颤抖着 几人勾着嘴角一笑 干什么 当然是揍你 他们围了上去 对着蜷缩的眼镜男 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谁让你特么的敢陷害别人 我们差点就被你懵了 你说 你是不是以为有小伙子给你兜着 所以就肆无忌惮 我特么闻了一次还要没开二朵 你真是个勇士 人群中不断传出眼镜男的惨叫声 周围却没有人站出来说一句 他们脸上均是一副痛快的模样 兄弟你这屁挺听话 说放就放 还特么跟放炮似的 我家过年都没有你放得响 这句话一出顿时引发了群众的笑声 叶峰也忍不住勾起嘴角 心里的郁闷也慢慢消散 路过的人听到喊叫声 纷纷点着脚 伸着脖子往里张望 待明白事情的经过 他们一时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不少人拿着手机录制 各个视角的都有 那我就让你试试被屁熏晕的感受 几人中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 叶峰皱着眉头 连忙招呼团团一家往出走 刚挤出人群 就听见一声不亚于眼镜男放炮的声音 噗 啊 草 这味儿 我尼玛 兄弟这就是你不厚道了吧 所有人一拥而散 个个都扇着手 皱着眉头 看向刚才说话的男人 男人尴尬一笑 连忙退开 中间只留下被熏晕了的眼睛男 仔细看他已经翻了白眼 众人解气的鼓起掌来 好在他已经晕了过去 不然醒着肯定喷出一口老血 叶峰几乎是皱着眉头看完的 他无奈地耸了耸肩 罪有应得 怪不得别人 最后 大家怕眼镜男有个三长两短 连忙拨打了电话 救护车效率很快 没一会儿就来了 待看到眼镜男被单架抬上救护车 众人才陆续闪开 大家脸上均挂着忍不住的笑意 或许过不了今天 眼镜男就要出名了 团团 你没事吧 闹剧过去 叶峰才有功夫看向团团 此时团团正虚弱地靠在他妈妈的怀里 听到叶峰的话 他天天一笑 哥哥我没事 小两口看着团团眼里满是心疼 好在眼镜男得到了相应的报应 不然团团这罪可就白瘦了 团团最棒了 叶峰眼角弯弯 又揉了揉团团的头 小家伙头发很是松软 他都有些情不自禁 想到刚才的事 团团眼珠子一转 骄傲道 哥哥 我刚才厉不厉害 要不是我 那怪叔叔就要跑了 扑斥一声 叶峰和小两口都笑出了声 小两口对视一眼摇了摇头 这孩子真是可爱到 让人哭笑不得 收住笑 叶峰一脸认真 开口道 是啊团团 要不是你 哥哥的英明 恐怕就要被那怪叔叔给抹黑了 听到这话 团团骄傲地仰起下巴 要不是他很不舒服 一定要下来在地上蹦跳着 呐喊着 嘿嘿 团团最棒了 不能下来 团团就用手在下巴下 比了个帅的姿势 对此 团团爸妈翻了个白眼 忍不住吐槽道 团团 你的小尾巴都要露出来咯 尾巴 团团一惊 连忙扭动着身体 看屁股后面 叶峰笑得前仰后合 这孩子咋这么可爱呢 大概这就是童真吧 真有意思 找了一圈 团团才回头 看着差点微笑抽过去的父母 皱着眉头 说 好吗 你们嘲笑我 他不乐意了 抱着手嘴巴撅得高高的 再绝都可以挂油糊了呀 此话迎来的 就是团团的白眼 三人没忍住 又笑喷了 对于叶峰来说 找到栽赃他的人 就已经很意外了 眼镜男纯属活该 他还当真以为自己的眼睛牛逼 这么大的声音 叶峰早就注意到了他 只是他没想到 团团会率先开口 他厌恶电梯里的味道 所以才强忍着没有开口 告别团团一家 叶峰走出门外 来到车前 在外面停放了几个小时 座椅和车内很热 叶峰打开空调 并没有着急走 带到热气散去 这才发动车辆 刚要出商城停车场 两道着急的人影 引起了叶峰的注意 团团爸妈 此时两人着急地 拦着过往车辆 团团妈妈脸上满是泪痕 而实在拦不了车的团团爸 不知和团团妈说了什么 便跑了出去 团团妈则边哭边打电话 还要拦车 这是怎么了 见两人身边 街都没有团团的身影 一股不安 从叶峰心里生起 他想也没想 就一脚油门冲了过去 团团妈拿着手机 哆哆嗦嗦地说着话 他怕自己说不清楚 还用手使劲掐着大腿 看着一辆又一辆的车 奔驰而过 团团妈的心凉了大半 就在他心灰意冷 想要跟随老公脚步的时候 一辆黑色的越野车 停在他面前 车窗摇下 一道熟悉的人影映入眼帘 小兄弟 团团妈激动地喊道 叶峰问 怎么了 团团丢了 团团他爸追出来 就看见他被人抱上了车 什么 叶峰大惊 完全没有想到 是这样的结果 他大喊道 快上车 嗯 是是是 团团妈着急地 打开后排的车门 坐上车 脸上的泪水 不断往下流 叶峰皱着眉头 方向 东面 话音刚落 叶峰就一脚油门冲了出去 叶峰一边开车一边问道 怎么回事 团团怎么就被人抱走了 回想起最近看到的各种新闻 团团妈哭得稀里哗啦 我们和你分开后 团团说要去厕所 我们就带他去 团团爸带着团团去了南厕所 等我从厕所出来时 就见团团爸 着急地往外冲 我也跟着追了出去 只看到转角处 孩子蓝色的鞋子 接下来就是他和团团爸会合 得知孩子被人抱走 还迅速地上了一辆车 这期间的过程不到两分钟 他们的孩子就丢了 原来如此 叶峰也明白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怪我没有看好团团 他才会丢 我的团团 回想起团团可爱的模样 叶峰也觉得 一团怒火在腹腔中 熊熊燃烧 透过后视镜 他就看见团团妈攥紧手 坐立不安的模样 回过视线 叶峰便发现 奔跑在前面的团团爸 他说 叫团团爸上车 团团妈连连点头 他打开车窗 伸出头 江月 伴随着他的喊声 叶峰往路边靠 使劲按着喇叭 奔跑着的江月 听到妻子的声音 连连回头 就见妻子找来了车 而开车的人 就是团团口中的大哥哥 快上车 好好好 江月从人行道跑过来 叶峰 坐前面带路 江月一把拉开 副驾驶的车门 坐了进去 又是一脚油门 木马人弹射出去 这个速度 已经远超于 城里规定的时速 不过叶峰不在乎 心里只挂念着团团的安危 没有 江月着急到 他没挂牌 是一辆银色金杯 应该是团伙作案 大概三四个人左右 江月说话还算镇定 但颤抖的双腿 却出卖他此时的心情 银色金杯 三四个人 看样子是比较熟练的 抢孩子团伙 人贩子无疑了 只是团团这么大的孩子 他们又为什么要带走 按照叶峰的想法 他们的目标 一般都是三岁以下的孩子 三岁以下的孩子还小 没啥记忆 就算卖给别人长大了 也不容易发现自己的身世 毕竟来找叶峰画画像的 寻亲家庭的孩子 基本上都是这么小 当然也有大的 只是比较少 或许这群人贩子 就是看中了团团的聪明 收回思绪 叶峰又问 报警了吗 一个金杯不算难找 但若是在车流量比较大的京都 难度直接加倍 他们这会儿 已经看不到金杯的影子 完全不知道去那个方向 报了 团团妈点着头 哽咽到 他们已经在来的路上 此时他的手机还开着 与警察连着线 确保警察快速来到他们身边 他如何也没想到 这种事会发生在团团身上 要是团团有个三长两短 他也不想活了 许事星期六 路上车很多 一个红绿灯就堵了不少人 三人坐在车里如坐针毡 叶峰盯着红绿灯 手一下一下地敲打着方向盘 两人也左右观望着外面 不知为何 道路上的车越来越多 三人开着车又被阻拦 一个又一个红绿灯 阻挡在他们前面 那银色金杯车早就看不见了 他们更不知道他跑到什么方向 这可怎么办 京都这么大 我们该如何找 这些人太狡猾 一定知道都在跟踪他们 所以把我们甩掉了 这可如何是好 团团 我的团团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江月脸上挂着愁容 反观团团妈 则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如今的情况实在不容乐观 现在唯一能找到团团的线索也丢了 车也跟不住 这么多车 这么多条路 到底该上哪找 难怪那些丢失孩子的家长 怎么也找不到孩子 孩子一丢 就宛如星辰洒向大海 怎么也找不到 一再受阻 他们也很头大 叶峰紧促的眉心 一直没有松开过 他们三人的力量太小 不足以能找到团团 突然 叶峰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办法 为了不引起两人的怀疑 他用手机打开了直播 某个司机正悠闲地听着歌 等着红绿灯 当看到手机上提示消息 叶峰开始直播后 他激动地涌入直播间 我去这么快就开播了 难道电影已经看完了 车上的一对母女 顿时也来了精神 爸爸 什么开播了 这么高兴啊 女人翻了一个白眼吐槽的 不就是他常说的蜂爷呗 男人笑道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你们也来看看 小女孩也很感兴趣 说别人她不知道 但蜂爷她可是知道的 就是她爸爸 天天挂在嘴边的大英雄 我要看 我要看 三人定睛一看 才发现 叶峰在车里还开着车 不知道要干什么去 难道 又要开始挑战吗 四处奔往电影院的网友们 也都接到了 叶峰开播的消息 他们几乎第一时间 涌入进来 主播这是要去哪啊 嘿嘿 不是说明天才开播吗 怎么今天就开播了 难道又要挑战坏笑 我看主播就是无聊的 要跟咱们聊天 舍不得我们 我正要去看电影呢 既然主播上线 我也懒得去了 哈哈 我也是这个想法 电影改天再看 江月两口子 看着叶峰边开车 边摆弄着手机 也不知道她要做些什么 没一会儿 她手机里 就显示出来了 小伙子的身影 看着滚动的弹幕 两人才知道 小伙子在直播 却又不明白 她为何用意 团团妈坐在后面 所以看着比较真切 当她看到叶峰的网名时 被震惊了 她激动地喊道 小兄弟 你是叶峰 团团妈顾不得哭 支着身子往前靠了靠 看着不断攀升的人数 她又一次激动地落泪 江月听到妻子的话 先是一愣 随后瞪大双眼 看向叶峰 叶峰本就没想过要瞒着 当即把口罩摘了下来 对着两人淡淡一笑 是我 然后 她又指示前方专心开车 团妈 江月 即便没有回头 叶峰也能感受到 两人眼里的震惊之色 没等两人开口 网友们就开始叫嚣起来 团团妈本就坐在后面 网友们自然能看到她 只是有些疑惑 这不是小孩子的妈妈吗 她为什么在主播的车上 她眼睛这么红 脸上还挂着泪水 这是怎么了 怎么没有看到小孩子 叶峰用余光扫了一眼手机 便看到网友们的疑问 他朗声道 我现在遇到了点事 需要你们的帮忙 网友们听到这话 顿时直起腰板 有什么话你直说 我们定帮你拍着胸脯 主播还有需要我们 帮忙的时候 快说说 叶峰眼神直视前方说道 你们刚才见到的 那个小男孩 被人拐走了 我们现在正在追车 说完 叶峰看向两人 你们跟他们说 说着 他就把摄像头对着两人 这时 网友们才发现 小孩子的爸爸也在车上 不是吧 这是什么情况 那个小男孩丢了 被拐走 操 现在的人贩子 胆子都这么大 主播 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叶峰口中的小男孩 他们印象很深 就因为 叶峰怕伤害小孩子幼小的心灵 所以没有上那个电梯 大家还为此夸叶峰心地善良呢 想不到这短短 才过去两个多小时 这小孩就丢了 回想起小孩子 甜多多的声音 直播间的网友们 开始担心起来 看到这里 团团爸妈还有什么不懂的 叶峰这是要集结广大网友 帮忙一起找团团 若真是大家出动 就出团团的机会 便又大了几分 江月两人激动的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急忙看着手机 描述孩子被拐的过程 拐走团团的车 是一辆银色的金杯车 车上大概有三四个人 没有车牌 我们从华阳路往东面追逐 目前已经看不到车的痕迹 为了让大家尽快找到 有用的线索 江月讲的都是重要的线索 网友们听到这个消息 心灵很是心痛 但很快就反应了 过来先叫孩子要紧 华阳路 我就在这附近 银色金杯 那我帮忙看看 对对对 我们离得远帮不上什么忙 你们在附近的网友们 可要发挥你们的作用 好不容易主播有事相求 楼上这话说的 就算主播不说 我们也帮忙 杀尽天下人贩子 居然敢光天化日下拐走孩子 他们眼里还有没有法律了 帮不上忙 只能祈祷小男孩早点被找到 最近失踪的人不在少数 但能安然回来的少之又少 基本上不是被杀害 就是掉水里都无意生还 每一每看到这样的新闻 大家都心如刀割 都是做父母的 谁乐意见到这样的场景 叶峰 麻烦你们在附近的看看 有没有金杯车路过 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江月两人激动的点头 谢谢 大家麻烦大家了 评论区一顿安慰 不要着急 咱们人多 他们定然跑不了 就是就是 你们别太担心 我们会帮你们的 你可有看到 抓走团团的人长什么样的 叶峰看着江月问道 长什么样 江月努力回忆 片刻后 皱着眉头说道 我只记得 那会着急看团团 那人舞的岩石 还戴着口罩 穿着 身高 体型 戴着黑色的鸭舌帽 黑衣黑裤灰鞋 身高175左右 体型中等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江月闭着眼睛 回想着 脑海中 一遍又一遍模拟团团 被拐走时的场景 网友们听到他们的对话 默默记下了这些线索 虽不完善 但总比没有的好 闻言 团团妈低头 不知想着什么 就在这时 她想到了什么 连忙道 拐走团团的人 她左侧眼角 有个黑色的雾子 对黑色的雾子 我看得很清楚 她虽然只在拐角处 看到那人一眼 但就是这一眼 注意到了那人的特征 雾子 江月努力回忆 随后也道 好像有个雾子 大概有豌豆这么大一个 又有一个有效的线索 网友们顿时激动了起来 大家看到了吗 就按照这个方向找 肯定能找到孩子 鸭舌帽 黑衣黑裤灰鞋 左眼有雾子 我记住了 加油 骚年们 能不能救回孩子 就看你们了 别辜负了主播对咱们的信任 兄弟们 然起来 我们发挥的时候到了 这一刻 不光是在京都的网友 还是在五湖四海的网友 都激动了起来 身上有种肩负了 重大责任的感觉 对自己说 一定要帮叶峰提供线索 哪怕是看到车辆行驶的方向 也行 只要能增加一丝 找到孩子的希望 他们就不会放弃 车上的一家三口 本来想着去看 逆流上 但现在他们不想去了 小姑娘苦着一张脸 爸爸 有小孩子被人拐走了 他会怎么样 别担心 小姑娘他妈妈搂住他 安慰到 他会没事的 就这么多人找他 很快就会找到的 他同样有孩子 更能明白当父母的心 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被人拐走 同情团团父母的同时 他用力搂住小姑娘 一直盯着直播的男人 猝着眉头 纠结着 过了一会儿 像是做了什么决定 他回头看向老婆孩子 郑重道 电影改天看 咱们帮忙吧 文言 这对母女纷纷展开笑颜 点头 好 他一定会找到的 听到答复 男人立即在前方掉头 前往华阳路附近 想要看看有没有线索 位于华阳路几十公里外的 某家便利店 易老板也正观看着直播画面 他搭拉着一张脸 要是不看店 我真想去帮上一把 哎 老板叹了一口气 除了他们 就是行走在华阳道附近 人们也纷纷探头 往车路上查看 看看有没有 无牌照的银色金杯车 住在楼上的居民们 也快速打开车窗 跳往楼下 希望能发现一点线索 接到报警 附近的局里的警察 也高度重视起来 这已经是这个星期 接到的第三次报警电话 都是孩子被拐走 没接到团团妈报警时 他们也在查这件事 只是这群人是惯犯 且反侦查能力很强 一直躲着他们 还不断换车 试图躲过监控器的探查 此刻 他们也在查监控 一排排监控画面前 五六个警察围在一起 一警察到 有没有看出什么 车往哪个方向去了 话音一落 就由警察回复 只看到金杯出了华阳路 就拐入了府路 随后又出现在护城河旁边 听到这个消息 警察低头沉思 华阳路到护城河很近 也就几分钟的路程 后面呢 他们或许知道我们在找他们 所以故意走偏僻的小路 到这里 线索就断了 只能看下一个监控 有没有拍到他们 这群人一看就是老手 且对京都的路线熟悉 就连走街串巷的小道都知道 想要甩开叶峰三人的追踪 和警察们的调查 唯有避开所有监控 方能找不到 这边 叶峰已经开车绕了一大圈 冷是没有发现金杯车的痕迹 团团爸妈一脸愁容 坐立不安 就在这时 前面的路突然堵了起来 什么情况 叶峰探头而出 发现前面堵得死死的 四处有不少司机暗动着喇叭 显然也是堵着急了 叶峰刚想掉头 却发现后方来了几辆车堵住 且周围已经没有魔动的机会 完了 这下该怎么办 看到这样的情况 团团妈激动的又哭了起来 你先别着急 江月回头安慰着她 团团会没事的 也不知是打句话 点燃了团团妈的怒火 她拔高音量 我能不着急 孩子丢了 她怒视着江月 眼里不满血丝 她恨自己什么也做不到 只能在这里等 也不知道那些人 有没有打团团 也怕他们伤害她 团团还这么小 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也不活了 听完她的话 江月沉默了 眼泪也顺着脸颊滑落 她攥紧拳头 随后对着自己的脸上 就是一个大笔兜 一边打一边说 都怪我 是我没有看好团团 要不是我硬要带着她来看电影 她也不会被拐 都怪我 都怪我 她一巴掌接一巴掌地 往自己脸上呼 红透的脸庞 可见用尽之大 哎 你干什么 叶峰一把抓住江月的手 呵斥道 现在自残有什么用 重要的是孩子 别还没找到孩子 你俩就算闹得个半死不活 也没有用 团团妈欲言又止 她心里自然有怨恨 要不是江月带着孩子上厕所 又没有看好 团团怎么会丢 要是江月再用心一点 团团也不至于会丢 都怪他们太大意 只是看到江月打着自己 她心里也不好受 逗大的泪珠 从她脸上一滴一滴滑落 可是团团还是找不到 哎 叶峰叹了口气 随后说道 你们俩也别吵了 我再想想办法 虽然咱们现在走不了 但还有网友们 他们都在各处奔走着 听完这话 直播间的粉丝 纷纷点头迎合 是啊是啊 别吵架 现在说 这个也没有用 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有这功夫吵架 还不如下去找孩子 真不明白 你们是咋想的 这种时候不应该好好的 想想怎么找孩子 还发活 谁想把孩子弄丢啊 好了好了 你们别吵了 我们会帮你们的 评论区的网友 都在安抚他们 两人不再说话 默默地坐在座椅上 心里却如铁锅上的蚂蚁一般 心乱如麻 叶峰左右看了看 也是一筹莫展 突然 有只小鸟 落到了她的车前 有了 叶峰眼睛一亮 对着小鸟招了招手 小鸟立马扎扎扎地飞过来 她很像很高兴的样子 围着叶峰的手 转了几圈 并排停放的车辆里的人 也纷纷探头而出 看看这有意思的一幕 最后小鸟 停在了叶峰的手上 叶峰低头嘀咕了几句 随后小鸟便飞回天空 车里的两人心情低落 哪里注意到叶峰的动作 大哥 这小子不错吧 想不到我上个厕所的功夫 也能抓个孩子回来 银色的金杯车上 一个头戴黑色鸭舌帽 戴着口罩的男子 骄傲地笑道 仔细看 他左眼处 还有一个屋子 车上一共四人 被叫做大哥这个人 并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看着后座里 昏睡的几个孩子 过了一会才展开笑颜 他看向戴帽子的男子 勾起一抹邪笑 做得不错 有了这批货 咱们可以潇洒一阵子了 车里除开两人 前排还有坐着 一胖一兽两个男人 听完他的话 两人也笑眯眯地说道 大哥说得对 是得好好休息了 我好久没找妞 这回回去 一定要好好享受享受 你还真别说 我也心痒痒了 哈哈 想不到这次这么顺利 临走还要送上门的 物子难以想到今天的壮举 心里那叫一个美 要是这些小孩 都如同这小孩一样 好抓就好了 还笑 见他傻笑的 那个叫大哥的人 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 脸上满是雄狠 别忘了他爹妈 刚才追出来了 你有没有留下什么把柄 不知为何 他的心里一直在打鼓 感觉总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这种感觉就是 老三抓到那个小男孩后 原本他们计划今天走 路过商场后 老三说想上厕所 他们便将车停在了路边 待几分钟后 他便行色匆匆地抱着一个孩子 跑了出来 本着默契 三人迅速反应了过来 立马装车跑路 好在一路上 没有看到人追他们 物子难揉揉头黑黑一笑 说 没有 我武装得这么严实 他们找不到 话落 前排的寿子也开口道 大哥 你就放心吧 能有什么事 咱们等会儿换个车 谁还能找到咱们 胖子 对啊 别担心了 两久 大哥才点点头没有说话 或许 是他太紧张了 车辆一路往京都和北城的交界线市去 开快点 许是不放心 大哥又吩咐了一句 是 随后 他将视线落到后座上的几个孩子身上 这些孩子被他们迷倒 然后装车 不然唧唧喳喳喳喳的 这一路根本就无法走 一共五个小孩 三男两女 行驶了一段路后 银色的金杯车 开往一个废弃的工厂里面 胖子将车开到仓库里 里面停放着一辆小货车 换车 随着老大的一声吆喝 车辆停下 四人迅速走下车 打开车门 瘦子连忙跑在门口放风 物子难三人 连忙将车上的五个小孩 转到货车上 货车后面被改装过 里面装着几个木箱子 他们把孩子挨个放到箱子里 然后用胶带一封 好了 这下妥了 看着被胶带缠住的几个大箱子 老大松了口气 只要赶紧把孩子带走 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 最近要不有个叫叶峰的破主播 搞什么画像 导致不少警察 出动查询被拐孩子的事情 他们也不至于这般紧张 还四处躲避 干完这票 咱们先休息一段时间 别回家 自个找地儿躲着 听到吩咐 三人连忙点头 是 明白 但这一行的不是在逃跑 就是在逃跑的路上 几人更是早已习惯了风餐露宿 但这一行利润大 干过一次 他们就不想再找普通的工作 正所谓的风浪越大 鱼越贵 值得 几人上车 货车一路驶出工厂 缓缓向着路上驶去 几分钟后 木子南大喊 完了 三人回头 脸色挂着严肃 胖子问道 怎么了 大哥不断车外看 恐有人追上来 只是半想 也没有发现 有跟踪的人 你瞎叫什么 刚回头 大哥又给了木子南一巴掌 话语里 结实怒意 木子南挠了挠头 说 忘了买烟 这一路上没有烟壳怎么过 你爱 三个均是一副无奈的表情 他们都知道 老三的爱好是烟 要是没有烟 一路上肯定得闹他 再一个 他们也缺不了 四处打量 确认安全后 老大斟酌着 最后点了点头 买吧 正好他烟瘾也犯了 要是没有烟 他也很难受 胖子将车停在路边 正好离马路不远 就有一个便利店 木子南跳下车 还没走远 就被叫住 带点喝的回来 搞快点 木子南点点头 得嘞 他往便利店的方向走去 刚进便利店 老板来两条滑子 说完 他便往便利店里面走去 从冰柜里出拿几瓶冷冻的水 又挑选了一些小零食 听得客人喊话 老板才依依不舍地 将眼神从手机上收回 他转身拿了两条滑子 放在柜台上 等待客人过来结账 多少钱 木子南将怀里的 一堆东西放在柜台上 稍等我算算 老板没有抬头 仔细清点物品 一边装 一边按动计算机 一共1352块 他小店头一次来这么大的顾客 店老板有些好奇 那来的大款 抬头一看 就发现 是一个包裹得比较严实的人 店老板也没太关注 再加上这个 木子南又拿了一包冰榔 这个石块 一共1362元 就是这个侧身 店老板瞳孔一缩 正因为木子南这个侧身 便利店老板 看见了他左眼处的物子 他脑海里不断浮现在直播间 听到的话 飞色鸭绳帽 口罩 飞衣飞裤 灰鞋 眼前买东西的男子 和这些信息都符合 难道 老板顿时激动了起来 但他没有声张 木子南还在付钱 感受到注视 他抬头看向便利店老板 略带狠义的眼睛盯着老板 眉头簇着 有事 本着警惕新木子南问了一句 老板慌了一秒 脑子快速转着 他笑道 没事 好不容易来个大顾客 有些好奇吧 木子南盯着老板 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什么 老板眼里满是清明 或许是他想多了 没再说什么 木子南连忙拿着东西 往外面走 虽如此 但他还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一边走 一边用余光打量着便利店 直到走到车前 也没有看到可疑人影 这才放心 随后上了车 便利店里 老板紧张地出了一身汗 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 不知为什么 他总觉得 刚才买东西那人身上 有种压迫感 吓死我了 这个客人的眼神太过犀利 要不是他反应快 或许就要露线了 也不知道这个人 是不是疯眼 他们要找的人 老板多闹着 他没有探头 是因为店里有监控 男人的犀利很辣的眼神 把他给震慑住了 他不敢再和他对视 还是看看监控再说 是不是他还不确定 比如 有如此装着的人很多 老板也没有把握 他用手机调出监控画面 仔细观察 当再一次见到 男子脸上的物子时 老板脸色一洗 随后 他又调出店外的监控 监控画面不断放着 老板看到 物子男一直往前走 最后望向便利店的眼神 心里微凉 这车不是银色金碑啊 看着银色的货车 老板有些犯难 难道是他想多了吗 他的监控照不了多远 只能看到货车的侧面 确定不是银色无牌金碑 这可怎么办 老板思索着 最后点开直播页面 他用手在对话框里 编辑着什么 带一键发送后 老板松了一口气 怀着激动的心情 他眼睛不带转地盯着直播 心里也开始咚咚地打气鼓来 这边 在看到车辆往前方挪动后 叶峰也驾驶着车往前面行驶 只是速度很慢 可以用归宿来形容 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是一筹莫展 没有提供什么重要的信息 江岳两口子着急得不行 他们左右粘固着外面 江岳心一横 说 叶兄 要不把我放在路边 我上那边去找 团团妈也复合道 对 这样也不是个办法 这条路行不通了 他们坐在车里 心思早已跟着团团飞远 你们先等一下 叶峰支起身子 眺望着远方 待看到什么后 展开了笑颜道 你们看 再有一会儿就有岔路 咱们可以从府路走 两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发现前方不到百米处 的确有一个岔路 而且没有这条路 团团妈和江岳对视一眼 又按耐下乱如麻的心 叶峰紧紧跟在其他车屁股后面 确保不会被其他车超车 团团妈再和警察沟通 得知警察已经来到他们附近 而且就在那条岔路那边 忽然 叶峰手机响了一声 是私信提醒音 他本来没有太注意 但余光还是扫到了几个字 你看看是不是他 什么是不是他 秉着不错过每一条消息 叶峰点开了私信 消息是一个网友发来的 对话框里有几张照片 还有两句话 叶峰点开一看 发现照片是监控画面的截图 照片里有一个人 他戴着黑色鸭舌帽 口罩 黑衣黑裤 灰鞋 好助人为乐 峰爷看看这个人 是不是拐走小孩的男人 他左眼也有一个逗大的黑色屋子 好助人为乐 不过他最后上的车 是一辆货车 不是银色金杯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人贩子 叶峰又往下看其他照片 他也拿不定主意 毕竟他没有和人贩子打个照面 他看着两人将手机调转 这人你们见过吗 两人以为是网友们提供了什么线索 立马伸头过来看 不看还好 这一看两人都惊了 瞳孔一缩 江月指着照片里的男人愤怒道 是他 文言 叶峰展开了笑言 团团妈虽然没有见着他的正脸 但是这人的身形 他可是忘不了 这人就是拐走团团的男人 错不了 就是他 他就是拐走团团的人 又一阵热泪汹涌流出 直播间的网友们听得稀里糊涂的 但是但有个事 他们听明白了 找到人贩子了 这么快 卧槽不是吧 这就有线索了 太牛逼了吧 怎么找到的 好奇 看孩子爸妈的表情 那个拐走孩子的人被找到了 一直关注直播的便利店老板 激动地等待着 他不知道 叶峰是不是看到了他的消息 还是有人已经提供了重要的消息 但这丝毫不耽误他激动的心 叶峰返回直播页面 随后将照片展示给直播间 你们看 经过团团爸妈的指认 这个人就是拐走团团的人贩子 而且 据热心网友提供的消息 这个人或者说他的团队已经换了车 他们乘坐的车不再是银色金杯 而是这辆货车 两张照片显露在大家眼前 看到这两张照片 便利店老板激动地跳了来 哈哈哈哈 我果然猜得不错 就是这个人 他骄傲地笑着 原来看店也很不错 还可以提供重要的线索 直播间的网友们也激动了起来 这群龟孙竟然还换了车 看来他们很谨慎 不对 这是吊虎离山 还是偷天换日 两辆车都得注意啊 就是就是 要是这辆车上没有人 那小孩子怎么办 完了 虽然知道人贩子长什么样子 可是这下难度又加大了 孩子还再不在车上都不一定 大家开始思索着 不确定孩子有没有在车上 要是物子男为了吸引他们的视线 所以将换车 那麻烦就大了 又或许孩子压根不在这辆货车上 那他们又该怎么办 看到网友们评论的话 两人沉默了 是啊 要是团团不在这个车上 那他会在哪 这群该死的人贩子 各种想法涌上心头 两人一下没有了主心骨 不知道要去追哪辆车 他们看向叶峰 想要他给他个主意 叶峰给警察说清楚情况 好 听到吩咐 两人立马行动 给警察说了 人贩子已经换车的消息 同时也将几种猜疑 细说给了警察听 末了 团团妈 他们说已经加派人手 两辆车都排查 好 叶峰点点头 说 那咱们就去追货车 好 两人也是这个想法 连连点头 决定完 车辆刚好通过岔路口 叶峰往右打着方向盘 加速 然后对着网友提供的地址方向驶去 直播间突然有人说 主播 可以让孩子爸妈 提供一下孩子的八字吗 或许我可以帮上一点忙 楼上这是要干什么 算命吗 我草不是吧 你们这一行算得准吗 这是要搞玄学了吗 受到这条评论的启发 叶峰才想起一个事 他好像把自己的技能搞忘了 孩子的八字说一下 猛地听到叶峰的话 两人愣了一秒 立马到 团团是 他们也没问叶峰想要干什么 却都选择相信他 文言 叶峰内心开始算着 直播间懂算命的网友们 也跟着算了起来 一时间各说各话的人很多 能力有限 只能感应到孩子在车上 而且正在往京都的西北面驶去 我算的也是这样 孩子 目前没有危险 你们可以放心 不是吧 楼上这两位是洞争阁的 放个屁股在这里 不管准不准 好激动好激动 希望快点逮住人贩子 江月两人看到评论 也连忙拿出手机看着 开始查着地图 根据网友提供的消息 这车很有可能是从西北面去了 叶峰眼神暗了暗 没有说话 但心里已经有数 想了一下 他还是道 这件事 或许没有咱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车上 加上团团 应该有九个人 他们要驶出京都 往北城的方向 发现江月两口子 在叶峰车上后 前来抓捕人贩子的警察们 也单独抽出 一人看直播 方便联系叶峰 听到叶峰的话 一车人想也没想 就相信他的话 能见鬼的人 大家不得不信 万一是真的呢 网友们听到叶峰说的话 都梦了 车上有九个人 往北城方向去了 难道他们是想逃出京都 这么多人 不是吧 你们就三个人会不会干不过 只有我注意到 主播是如何知道 车上有九个人的吗 算命 要不要搞怎么学 难道说主播有奇异功能 楼上这话说的 主播身上的奇异功能还少了 此话一出 大家才反应过来 好像没有毛病 叶峰的确不能常理来形容 通过与警察连线 叶峰很快就找了过去 他将车开到警车旁边 没等对面说些什么 叶峰就到 跟上 我知道他们在哪里 还有 你们最好将通往北城的路封死 他们走的是小路 高速路不用管 车上不止团团一个小孩 还有四个小孩 撂下这几句话 叶峰一脚油门弹射出去 留下被砸猛的警察们 他说车上有九个人 五个孩子 也就是说人贩子有四个人 这真实吗 为首的警察道 别废话快跟上 照办就是 方远他可是认识的 要是没有叶峰 方远也不可能被上面如此弃重 他自然无条件地相信叶峰 调牌人手封锁 通往北城的必经之路 是 叶峰这番话 也把网友们给砸猛了 我就知道 主播是玄学的 所以除了小男孩 还有四个小孩 草 这特么的 竟然抓了这么小孩 我没听错吧 五个小孩 人贩子就应该死 五马分尸都不足以泄粉 我相信主播说的话 不说了 我也要去上北城的路 好在上北城的小路 就那几条 不难猜到 于是 得到准确信息的人们 就往北城方向驶去 这边 买了烟上车的物子男 正美美地抽着烟 他猛吸一口 最后吐出 一个又一个烟圈 感叹道 还是滑子味道好 爽啊 车上的三人嘴里 分别点着一支烟 只是他们都没有 物子那样的癖好 只是静静地抽着 胖子笑道 还有半个小时 咱们就出精度 我好像看到漂亮小妞 在向我挥手了 听到她的话 瘦子也是一脸营笑 我也是 话锋一转 他说 这群警察真是没用 下次咱们再来 就是 咱们来了接近一个星期 孩子弄了五个 还是没有被发现 他们不是垃圾是什么 还是大成是好 那群软蛋 一天有这么多事去干 哪里会注意我们 哈哈 屋子难抖得跟筛子似的 三人笑着 唯有那个叫老大的男人 没有吱声 他总觉得心里慌慌的 一开始他觉得是错觉 但现在越来越明显 男人不由地开始慌了起来 这感觉让他想起 几年前被抓去坐牢时的感受 那会儿 他也是这般心慌 应该没有追来吧 他 喃喃着又往窗外打量 可怎么看 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员 就算这样 他也不敢掉以轻心 虽然说法律还不算完整 但他已经有了一次案底 回想起采缝任机那苦逼的日子 男人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开快点 他不安地又吩咐了一句 三人见他情绪不对 不再闲聊 胖子猛踩油门 超过一辆又一辆车 等红绿灯的间隙 老大又点燃一根烟 他一边抽 一边打量后面的车辆 看着离北城方向越来越近 他的心也稍稍平复了一些 开车要帮忙的一家三口 也行驶在去北城边境县的路上 爸爸 咱们找了这么半天 真的能找到吗 车上 小姑娘趴在两个座椅之间 看着他爸爸 男人侧头 笑道 就算找不到 咱们也尽力了不是 女孩妈妈也附和道 只要尽力 哪怕帮不上忙也好 女孩认真思索着什么 最后使劲点头 嗯嗯 我知道了 回答完 他无聊地趴在窗前 突然 一个身影令他大惊失色 妈妈妈妈 小女孩拍着他妈妈的手 激动地喊着 怎么了 他妈妈不解他的反常 你看窗子外面 那个人是不是爸爸他们要找的人 什么 他妈妈已经 连忙顺着女孩子说的方向看去 立马就看见 他们车的右侧 停放着一辆货车 他们也是在等红绿灯的 只是有什么奇怪的呢 小女孩爸爸也看了过去 当看到正在抽烟的男人时 瞳孔一锁 这人 他刚要说什么 却发现货车上的人 似有欲感一般 低头看了过来 男人如临大敌 连忙收回视线 女孩妈妈也一把拉过孩子 好在他们的车窗是关闭的 不然就被发现了 旁边这司机的眼神 看得窟子男一头雾水 不知为什么 他老感觉这些人像是认识他 难道是错觉吗 吐了一口烟圈 男子将烟蒂丢掉 随后又把窗摇了上去 三人只当看不见 但仅是一眼 他们就看清 里面有四个人 又收集到一个线索 男人高兴地爆起手机 江湖救急 主播我在长安路 发现了人贩子 他们坐的就是一辆货车 车上有四个人 江湖救急 没有看见孩子 不知道是不是在后面的集装箱里 这两条消息一发 直播间便沸腾了起来 卧槽 不是吧 这也能遇到 真让主播算准了 四个人贩子那车上 是不是真的有五个孩子 我的天 要不要这么神啊 呼呼呼 燃起来来 站搁起 看咱们主播什么时候到现场 感谢江湖救急提供的消息 你小心一点 别让发现了 叶峰提醒道 没必要跟着 我们马上就来 这群人贩子 还不知道有没有武器啥的 他们要是贸然跟上 只怕会打草惊蛇 听到叶峰点到自己的名 网名江湖救急的男人 激动地点着头 回复道 我会的 想不到自己真的能提供线索 男人笑得合不拢嘴 叶峰抵着油门 跑了一路 警车紧紧跟在后面 就在这时 有只小鸟飞了过来 跟叶峰的车平行飞着 像是要传达什么信息 叶峰连连点头 随后又说 辛苦你们了 帮我拦住他们 在两人好奇的目光下 小鸟点点头又飞走了 看叶峰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江月两口子的心 也慢慢安定了下来 直觉告诉他们 团团很快就会被救出来 大哥 快到了 看到不远处京都和北城的交界线 胖子的嘴巴 都快裂到了后脑勺 闻言 大哥支起脖子看 果然看到不远处 即将要抵达北城的交界线 终于要出去了 他感叹道 过了一会儿 他勾着嘴角 开始幻想他的前后 要如何分配 胖子 嘿嘿嘿 太好了 瘦子 终于不用提心吊胆了 故子 过了这条线 咱们就可以远走高飞 三人的话再一次安抚到大哥 他心里的不安也逐渐消散 只要一过边界线 他就什么也不愁了 就在这时 瘦子喊了一声 那是什么 他好奇地指着天空 什么 四人定睛一看 发现天空中 突然出现一片黑压压的东西 也不像乌云 到底是什么呢 怎么感觉越来越近呢 黑压压的一片 不断往下压过来 四人这会儿 也看清了 那是什么东西 胖子大喊 这特么是鸟群 怎么会有这么多鸟 他们还不知道 接下来要面对什么 还在感慨 为什么有这么多鸟 数百只鸟 起起飞下 目标明确地 对着火车包围去 过了几秒 几人才发现不对劲 不是乌子男 眼睛瞪的老大 喊了一声 他们冲过来了 看着越来越近的鸟群 四人心里咯噔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刹那间 货车被鸟群包围住 胖子立即踩下刹车 四人因为惯性 往前一扑 带坐直身体 看着外面密密麻麻的鸟 四人均是一副 见了鬼的模样 大哥 这胖子 哎 他们怎么还拉屎了 瘦子 草 哪来的傻鸟 撞鞋了 屋子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不确定的又看了看 还是被眼前的一幕 给震惊到 大哥面色凝重 左右观望 看着外面的鸟 不断地往玻璃上拉屎 可见度逐渐变低 他们被困在了里面 这群傻鸟怎么回事 大哥这会儿毛脚火辣的 也不知道怎么应付 大哥怎么办 咱走不了 看也看不见的 胖子也急了 被鸟群袭击什么的 简直太稀奇 要是他们被高度关住 那车上的孩子 也藏不住了 四人急了 别说他们 就连埋伏在四处的警察也懵了 这些鸟通人性 真是天助我们 估计他们也知道 这车里是人贩子 太洁气了 这么多鸟好壮观啊 见人贩子的车被逼停 围堵在附近的警察也不藏了 纷纷走了出来 开车围堵在货车前 四面的汽车 哪里见过这个场面 都吓坏了 连忙将车倒回去 离得远远的看 鸟群袭击人这件事 简直就是奇闻 他们自然不会错过 在警察们将货车团团围住后 叶峰才开着车 姗姗来斥 三人下车 看着鸟群将什么东西团团围住 姜月两口子连连往后退 这是什么情况 随之而来的警察走了上去 感叹了一句 直播间的网友们也是一头雾水 能告诉我这里头是什么吗 是货车吗 我看八城市 叶峰都到了 还能有甲 这么多鸟 比我一辈子见过的鸟都要多 看到警察同志不解的眼神 叶峰淡定地说道 人贩子和团团就在里面 文言 众人惊呆了 听到外面警车呜呜的声音 车上的四人吓得腿都软了 大哥 我幻听了吗 怎么会听到警车的声音 为首的男人被这么一问 也梦了 因为他也好像也幻听了 外面好像真的有警车的声音 大哥 我们是不是见鬼了 胖子看着满是鸟屎的玻璃 也紧张坏了 咱们还怎么走啊 瘦子皱眉 说 咱们不会被警察包围了吧 话音刚落 布子楠就一巴掌护在他的头上 啊 老二你干嘛 让你瞎说八道 警察怎么会来 咱们这么谨慎 不可能出现纰漏 话虽这么说 布子楠心里却开始打气鼓来 外面这一声又一声的警笛声 着实太真实 但他不相信 警察真的将他们包围了 瘦子捂着头不敢说什么 心里也犯了难 这声音让大哥心乱如麻 他来回看向外面 却又发现什么也看不了 更不知道听到的声音 是真实的 还是幻听 他怒喝一声 该死的鸟 要不是被这些鸟给阻拦 他们早就已经到了北城 又何苦在这儿担惊受怕 这群鸟乌泱泱地围在车外 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烦躁的他 却从鸟儿的声音 听出一股欢快的意味 咱们该怎么办 怎么出去 前挡风波里 什么也看不见 也开不走车 再不走警察 就真来了 大哥 你倒是说句话 现在该怎么办 三人的话 不断在老大耳朵里回响着 老大眉心紧促 心里更是毛娇火辣 一听到这声音 急得气步打一处来 问问问 你们除了问还能干点啥 现在的情况 我能知道怎么办 有功夫问我 还不如安静点想想办法 吼了几句 老大心里才舒服了一点 莫名被吼 三人心里也憋着一股火 只是敢怒不敢言 纷纷低下头 开始想办法 这边 听完叶峰的话 在场的所有人与网友们 都惊呆了 看着眼前被鸟群围绕着的物体 压根想不到 里面是人贩子 江月两口子很是激动 他俩守在叶峰旁边 着急地问道 团团在里边 这么多鸟 围着咱们该怎么救它 多了一眼盘旋的鸟群 叶峰淡定回道 没事 鸟群一会儿就散 你们放心 团团没有事 听完叶峰的话 两人心里的大石头落了下来 团团妈哭得眼睛红肿 她往前走了两步 试图走到被鸟群围着的货车前 没走两步 就被前面的警察呵斥住 你想干什么 里面是人贩子 不要命吗 所有人齐齐看了过来 团团妈才幡然醒悟 耿叶卓想要说些什么 我 江月一把把他拉回原地 柔声安抚道 别担心 有这么多警察在 团团会没事的 咱们别添乱 叶峰 万一他们有武器 你上去不但帮不上忙 还有可能变成人质 她说这话 不是吓唬团团妈 而是让她认清现实 犯罪的人可没有同情心 团团妈周身一颤 默默点头 期盼鸟群快点散去 警察们好去解救团团 直播间的网友们也很激动 太好了 太好了 团团没事就好 这群鸟太给力了吧 赶紧把这群狗日的抓出来 我倒要看看 他们是怎样一副嘴脸 光天化日下 敢抓孩子 谁给你们的胆子 我真的就想不明白了 别人的孩子不是孩子 他们为什么这么冷血 楼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卖孩子 可比上班来钱快 而且 你们没听说过一句话 丢孩子的 找几十年 而人贩子 仅仅被抓关个一年半载 就被放出来 这是不是很可笑 上面真的应该出台 关于拐卖这方面的政策 支持买卖同罪 必须死刑 赞同赞同 确认目标 警察们已经商量好了对策 从叶峰处得知 孩子们都在后面的集装箱里 一众警察也没有了顾虑 为首的李警察 接过队员拿来的大喇叭 稍作调试后 便对着货车喊道 车里的人听着 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不用再做无谓的抗争 赶紧束手就擒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车里的人听着 你们已经被包围 劝你们束手就擒 抗争是没有用的 李警察一遍接一遍喊话 附近的人们纷纷 站到车外观看 生怕错过关键画面 车里的四人 还以为出现了幻听 但一听到警察的喊话 瞬间不淡定了 操 刚才压根就不是幻听 咱们被包围了 胖子脸上满是惊恐 瘦子哆哆嗦嗦说了一句 想想不到 他们来得这么快 咱们该怎么办 物子男也如坐针毡 豆大的汗水 顺着脸颊滑落 低在手臂上 也没有错觉 完了 他仰天长笑 难道天真的要亡他们 明明逃跑的路线 就在前面 可现在好了 被包围哪里也去不了 难道真要去牢里 踩缝纫机 大哥直接被吓傻 要说四人当中 就只有他踩过缝纫机 其他人都是他 出来后结识的 他自然知道 牢里的日子不好过 尤其像他们这种 因为倒卖 孩子进去的 无不例外 都得接受照顾 可这种照顾 和一般的照顾不一样 死不了也得脱层皮 大哥不由得 打了个冷战 心里琢磨着 怎么才可以逃跑 还有 他们是怎么被发现的 我们一路上这么小心 这群警察 又怎么会知道 咱们要去哪条路 还准确地知道 咱们的位置 越是这种时候 大哥越是淡定 俗话说 光脚不怕穿鞋的 他们什么也没有了 还怕个对 文言 物子男三人 也开始寻思着 哪里出了错 胖子 我哪里也没去 也没有人能发现我 他的意思很明显 警察不是跟着他来的 瘦子压制着怒火 我哪也没去 大哥虽然没说话 但他的视线 落到了物子男脸上 我也没出去 看来这些人是你引来的 此话一出 胖子和瘦子 也齐刷刷地看过来 物子男很是愤怒 拔高音调道 你觉得人是冲我来的 三人没有说话 可眼里的意思很明显 我日 随你们怎么想 物子男气得脸红脖子粗 心里头正憋屈 这都什么时候 他们还有心思怪的 这是吃饱了闲的 他不过就去上了个厕所 卖了烫烟而已 这一群警察 也不可能是冲他来的 是吧 不对 买烟 物子男突然想到什么 那个老板的眼神 他难难道 难道是他 物子男心里一慌 应该不可能这要巧 他只是去买了条烟 那个老板也是凑巧 看了自己一眼 他又不可能认识自己 物子男不知道 店老板能注意他完全是因为 看到叶峰的直播 他就是跌破脑袋瓜子 也没想到叶峰会出现在商场 还恰好和小孩子有演员 见他低声嘟囔着什么 三人冷着脸也猜到了 大哥 要不是你擅作主张抓小孩 咱们也不会被盯上 这下好了 外面全是警察 咱们也逃不掉 他都像物子男一副 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胖子皱着眉 要不是因为这孩子耽误了 咱们只怕早就到北城 哪还会在这里被围住 外面是不是有很多警察 如果是的话 咱们该如何跑 瘦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大哥 里面的人听着 你们已经被包围 劝你们不要做无谓的抗争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我倒数十个数 要是你们还不出来 我们就要采取措施 强制开门 十 九 警察的声音再次响起 四人也拿不定主意 有些进退两难 外面 见人贩子也逃不了 叶峰招了招手 一只小鸟飞了过来 立在他的肩头 不到三秒 原本围着货车的鸟们 一拥而散 朝着四周飞去 安安稳稳地停在树枝上面 一副也想凑热闹的模样 鸟似懂人性地笑得前仰后合 周围的人们纷纷记录下了 这奇特的一幕 这种现象着实难得 鸟群一散 直播间瞬间沸腾起来 哈哈 笑死我了 这叫鸟粪洗车 虽然很好笑 但是这也太恶心了吧 弱弱地说一句 这样不会耽误警察们吧吗 这么多屎 要怎么抓人贩子 他们怎么没把屎拉在人贩子嘴里 想想就解气 这个鸟站在主播间上 看来这些鸟 是主播召唤来的 王僧 你发现了话点哦 看到鸟群散开 李警察接着数道 五 四 眼见着警察快要数到头 四人怎么也坐不住了 大哥皱着眉头 随后道 抄家火下车 看情况能跑就跑 不能跑 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 三人也知道大哥要说的是什么 他们快速行动起来 从座椅底下 拿出水果刀 别在腰间 当外边数到一时 大哥打开车门 这一刻所有人凭住呼吸 盯紧货车 警察们也将防弹板挡在前面 生怕这群亡命之徒 带有冷武器 叶峰带着江月两口子 往后面退了退 车门一打开 鸟屎便顺着车顶滑落 大哥刚要伸头出去 鸟屎差点没掉在他头上 货车两边皆是鸟粪 他们无从下脚 四人皱起眉头来 还不下车 但随着警察为言的声音 四人吓了一哆嗦 没有犹豫 立马从车上下来 也顾不得踩没踩到鸟屎 当看到四周警察们的阵容时 四人再一次愣住 心也凉了半截 举起手来 站到那边去 瘦子和物子男被枪指着 没敢反抗 乖乖地举起手 慢慢挪到货车右侧 和大哥两人站成一排 警察则举着枪 跟随他们一起移动 操 他们有枪 大哥低骂一声 知道今天是跑不了了 其他三个也没见过这种场面 胆子都被吓破了 胖子和瘦子最小 他俩哆嗦着腿 也开始打摆子 物子男也没好到哪去 虽然他眼神凶 但真正对上警察时 还是弱了一头 看到四人的模样 团团妈恨不得冲上去 给他们一人一个大笔兜 只是他被江月和叶峰给拦住 叶峰淡淡道 别着急 会给你们出气的机会 死话一出 两人眼前一亮 也不再闹他 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叫嚣着 这四个人渣 祸害 就是你们拐卖孩子 谁给你们的胆子 大家记住这种长相 面上带着狠意的 都不是好人 不服来辩 你杠就是你对 怎么不一枪打死他们 这样的人留着祸害人 杀光人贩子 李警察再次拿起喇叭喊道 将你们手里的武器 统统放下 随后又补了一句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听到这话 四人你看我 我看你 犹豫不决 把刀丢掉 他们便没有 再逃跑的机会 可是好几个警察 都带着枪 看着眼前不下 二十来个警察 他们心里那丝侥幸 也被浇灭 真要把刀丢过去吗 不丢还能怎么办 你想被一枪打死 面对生死时 四人还拎得轻 随着哐当几声 不止难以行人 将别在腰间的刀 丢在地上 足足四把明晃晃的刀 得亏他们 没有可以威胁的人 不然警方也很投大 抱头蹲下 四人已经麻木 不敢反抗 乖乖地蹲下抱着头 李警察比了个手势 手下纷纷围了上前 出于谨慎 警察们不敢掉以轻心 生怕人贩子突然反击 好在这群人贩子 还算老实 警察们没有费吹灰之力 就把他们四人给擒住 戴上手铐后 四人一副心如死灰 叶峰三人也走了上前 李警察又问 集装箱里装了什么 四人被警察压着 还没说话 肩上的手劲又大了几分 他们吃痛 不得不开口 里面有小孩 这个答案在意料之中 却也使得在场的人 吸了一口凉气 几名警察在他们身上摸索着 找到了一把钥匙 几人来到集装箱后面 江月两口子也跟着跑了过去 焦急地看着警察开门 李警察又问 你们拐了几个孩子 大哥 五个 网友们再一次震惊 卧槽 真踏码让主播算准了 里面真的有五个孩子 不是吧 不是吧 要不要这么玄学 我还以为只有小男孩被抓 想不到里面还有四个小孩 这些孩子要是被运出京都 那可怎么办 五个家庭嘖嘖嘖 不敢想 不敢想 这天杀的人贩子 我恨不得一刀杀了他们 网友们气得脸红脖子粗 恨不得跃出屏幕手刃了 这四个人贩子 让他们也常常被伤害的滋味 叶峰从地上捡了把刀 也跟着几人来到集装箱等待 后车门一开 几名警察率先上去 叶峰和江月紧随其后 看到几个被交代缠死的木箱子 众人终于知道 叶峰为什么要拿着刀过来 团团妈见状 也赶紧把几个歹徒 丢在地上的刀捡了过来 然后递给警察们 叶峰率先割开交代 将一个木箱子打开 木箱子一打开 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一个两三岁小女孩 蜷缩躺在箱子里 他眼睛紧紧闭着 听到开箱也没有一丝反应 众人的心寻在半空 叶峰伸手往孩子鼻翼一探 还有呼吸 他顿时松了一口气 先救孩子 叶峰喊了一声 立马将箱子里的小女孩抱出来 警察从叶峰手里接过孩子 然后抱了出去 外面也响起了救护车的声音 直播间 这群狗日的 竟然把孩子塞到箱子里面 真是该死 这群败类 这么小的孩子 他们怎么敢啊 这小女孩是晕了 还是睡着了 看这箱子的模样 他们没少干这事 严惩严查 这么小的孩子 他们怎么能下得了手 很快 叶峰和警察们 破开其他箱子 将剩下三男一女救了出来 团团就在里面 看到孩子的那一刻 江月两口子 再也忍不住 直接哭出声 团团 我的团团 两人将孩子搂在怀里 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 团团禁闭着双眼 没有睁开的意思 两人顿时慌了 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 团团你醒醒 别吓爸爸妈妈 江月气不成声 都是妈妈不好 你睁开眼睛 看看妈妈好不好 团团妈试图摇醒团团 却又怕伤害到她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走了过来 这些孩子不要给迷住了 你们不用担心 带我们检查一下 他们很快就会醒来 团团妈一下子找到了主心骨 忙不迭地点头 好好好 麻烦你们了 她依依不舍地 将团团放到担架上 医生将孩子推回救护车跟前 掀开团团的眼皮 仔细检查着 半想后 她说 你们放心 孩子没有大爱 好在吸入的药不多 一会儿就会醒 谢谢医生 谢谢你 得到好的消息 江月两口子心里的大石头 总算落了下来 失而复得 他们恨不得把眼睛 长在团团身上 有了这次教训 他们大意不得 李警察已经命人 将四个人贩子 收押到警车上 有人看管着 她看向叶峰 斟酌一会儿 还是走了过来 多谢你提供的线索 不然这几个人还抓不到 李警察看着叶峰笑道 叶峰淡淡一笑 哪有 多亏了网友们给的线索 不然我也不知道 人贩子换了车 还有 要不是你们执行能力强 这群人贩子也抓不住 李警察笑道 终于明白方远说的话 叶峰当真有趣 低调也就罢了 还不忘记住别人的功劳 叶峰爱直播他是知道的 只是没想到 这次营救孩子们 网友们也出了理 李警察眼睛一转说 既然这样 那但凡提供了线索的网友 我们都会给予奖励 此话一出 守在直播间里的便利店老板 激动坏了 高兴地直蹦打 起来购物的人均不解他的行为 老板自然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恨不得把嘴角里到后脑勺上去 官方奖励 这可是莫大的殊荣 哥谁身上不高兴 过了几分钟后 团团悠悠转醒 当看到泪流满面的爸爸妈妈时 他哇的一声哭着出来 呜呜 这一哭 团团妈刚压制下的情绪 又被调动了起来 他紧紧搂着团团 一刻也不舍地松开 团团哭得直抽抽 妈妈妈妈 我再也不想跑了 怪叔叔好可怕 团团带着哭腔 直往妈妈怀里钻 一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幕 吓得他脸上一白 好好好 团团妈安抚着团团 柔声道 妈妈知道了 团团不要怕 江月红着眼轻轻唤了一声 团团 对不起 都是爸爸的错 是爸爸没有看好你 许是害怕 团团小小的身子颤抖着 他微微抬头 伸出小手 拉住江月的手 爸爸不怪你 是团团不好 以后团团不跑了 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听到孩子软糯糯的声音 江月没忍住眼泪也流了下来 周围人也为之动容 直播间 眼里进沙子了 还好是找回来了 不然这两口子该怎么办 只怕得在悔恨中度过 眼都给我哭肿了 我也有孩子 最见不得这样的场景 感谢警察 感谢提供线索的网友们 感谢叶峰 还要感谢鸟群们 要不是他们人贩子 只怕早就逃之夭夭了 这群憋孙竟然给孩子用药 要是他们 有个三长两短 你们有多少条命可以赔 所以不要同情人贩子 他们是真的该死 除开团团以外 其他四个孩子 还没有清醒过来 他们的药量比团团大 几个警察仔细对比 几个孩子的样貌 的确是这几天丢失的孩子没错 为了不让孩子的家长再着急 他们拨打了孩子家长的电话 听到警察找到了孩子 电话那头喜极而泣 说立马过来 做完这一切 李警察也松了一口气 这几天 因为丢孩子的案子 他们没日没夜的调查 好在结局完美 孩子们都没有受到伤害 不然 他们真得悔恨一生 停复了一会儿 团团才看到叶峰 他眼睛一亮 喊道 大哥哥 叶峰走了过去 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揉声道 团团乖 团团乖巧的点了点头 这可爱的小模样 差点没把网友们的心给萌化了 因为要做笔录 叶峰开着车 载着江月一家 跟在警车身后 路上才知道 团团是因为要找自己 所以才被人贩子盯上 所以团团是为了找我 叶峰心里一惊 完全没有想到 是因为这个 嗯嗯 团团躲在他妈妈怀里 小声说道 那个怪叔叔 上来就拿不蒙住我的嘴 然后我就不记得了 三人知道 物子男拿的布 是带药的 叶峰没想到 团团竟然是因为自己 才被人贩子抓住的 这太出乎意料 三人都有些接受不了 连同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是这样的想法 这个团团是天使吗 你们说 这是不是就是救赎 团团为了主播 揭发了真正放屁的人 主播又机缘巧合的救了他 好感动是怎么回事 你们这样 转眼泪 是不是太坏了 还好小孩子找回来了 不然他爸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说是吧 要是孩子爸妈遇到的人 不是叶峰 或许又会是另一种局面 一想想就后怕 正如这个网友这么说的 要不是他们遇到的是叶峰 或许他们的孩子 能不能找回来 都是一回事 团团妈和江月 又如何不懂 他们没有责怪团团要去找叶峰 相反 他们很是感激叶峰 要不是他 他们压根不敢想 江月和妻子对视一眼后 他看向叶峰郑重道 今天多谢你 要不是你 我们都不再该怎么办 要是没有找回团团 我们真的得悔恨终生 是啊是啊 多谢你 叶先生 团团妈也附和道 两人眼里满是感激 今天这事 他们压根不敢回想 想想就觉得胆寒 叶峰淡笑道 说起来 这件事也和我有关系 不然团团也不会丢 所以你们也就别客气 转念一想 他道 要是你们 想要谢的话 就谢谢网友们吧 要不是他们 提供了线索 咱们也不可能 这么快找到人贩子 两人点点头 他们看向叶峰的手机 郑重地鞠了一躬 感激道 感谢大家的帮助 才让我们一家得以团聚 感谢你们 见两人这般客气 直播间的网友们 很是不好意思 你们太客气了 我们也没有帮上忙 多亏了其他人 哈哈 心意收下了 竟然是网友提供的 网友四舍五入 就是我兄弟 我替兄弟说一声 不用谢 很合理吧 楼上的 你可以再合理一些 网友们是你兄弟 四舍五入 就是你提供的线索 所以大大方方的 不要不好意思 蹦不住了 你们真是爱演戏啊 无时无刻都在演 要给你颁发 最佳小金人奖项吗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不用谢 不用谢 我相信每个人 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这样做的 便利店老板和一家三口 同样也看见了这一幕 他们本身就有孩子 哪怕没有回报 他们也会义无法顾 只要真正能帮助到人 他们就很高兴 众人脸上皆是笑意 这场直播教育意义非凡 不少学校都将这个视频 单独截出来 想着发给学生们一起观看 不为别的 就是想让他们知道 华夏国的人 为什么这样团结 这就是原因 叶峰将车缓缓开进局里 一下车 再次看到熟悉的建筑石 心里感慨不已 自从重生以来 这个地方他 可是没少来 真是有种回家的感觉 叶峰含笑摇了摇头 最后跟着团团一家三口 走进了大厅 警察带着他们去做笔录 又问了团团事发时的各种细节 好在团团很配合 虽然害怕 但还是战胜了内心的恐惧 跟警察叔叔 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叶峰在一旁看着 不得不要感慨一句 现在的孩子 真是培养得很好 他记得自己这么大的时候 还不知道在哪里玩泥巴呢 哪里会谈吐有志 和大人们无障碍沟通 简单询问了几句 叶峰和团团一家 就走出了公安 局 接下来 他们只需等官方的通知就好 四个人贩子该如何处置 就不是他们该操心的事 以这件事的恶劣性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会有结果 几人还没有走 其他四个孩子的家长 陆续也找了过来 经过了解 他们得知 因为叶峰的关系 孩子被找到 一家长激动地走上前 一把捂住叶峰的手 不停摇晃着 哭得稀里哗啦 叶先生 多谢你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就是 我们都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 你就是我孩子的再生父母 要是没有你就没有他 要是没有找到孩子 我们都不想活了 几个家长拉着叶峰 将他团团围住 有甚者更是要跪下 给叶峰磕头 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 但现在他们全然不顾 没有了孩子 还讲究个屁 你说是不是 哎哎哎 叶峰连忙拉起 跪在自己左边的男人 忙道 你们这就客气了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就算没有我们 其他人也会挺身而出 谢谢你 谢谢你 家长们就是不愿意起 一个劲地往地下跪 叶峰慌乱不已 刚拉起一个家长 另一个家长又跪了下来 叶峰汗烟 感激你们搁着玩谁跪的快 这场面之大 还引起了警察的出动 最后所有家长也不降了 他们站成一排 齐齐地对着叶峰鞠了一躬 又对着警察们鞠了一躬 最后是网友们 看到这种场面 所有人都感慨不已 这应该就是大家 义无反顾帮助的意义 刚大家寒暄了半天 叶峰终于逃脱了他们的魔掌 他开着车来到市场 买了几袋粮食 玉米 骨子 蔬菜都有 最后找了一片空地 将一袋又一袋的粮食 倒在地上 网友们很疑惑他的做法 主播要干什么 为什么要把粮食倒在地上 是有什么癖好吗 他难道是想为什么东西 王蔡一波是小鸟 狗头 楼上一眼 我恍然大悟 主播很有可能就是来喂鸟的 刚才小鸟们可是立了大功 看热闹加一 嘿嘿 没过一会儿 天空中就乌泱泱飞过来一群鸟 他们对着叶峰的方向来 网友们看到这副架势 也激动了起来 叶峰往后退了一步 众鸟缓缓落在地面 慢慢吃 不够还有 叶峰一脸慈爱地看着鸟群 就是有这些小家伙的存在 大家才轻松地就将人贩子逮住 这样的功臣自然要好好对待 鸟不似人 只要有足够的粮食 它们就会变得很幸福 很幸福 鸟们一边着实着地上的食物 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 像是在很高兴地回复着叶峰的话 网友们将这难得的场景给记录下来 不少人还将叶峰双手还胸 看着鸟们的画面单独截图出来 真是岁月静好 咱们的主播可真是人间理想 好想化身成鸟 这样就可以围着主播转了 好羡慕 要是我有这种能力就好了 这一幕让我想到 最开始看到主播喂猴子的那一幕 你们有多少人 是因为那个入坑的 举个招 我是我是 嘿嘿 我就喜欢这种看似有病 实在有病 又非常有爱心的人 主播简直就踩在我的心巴上 他在我心巴上蹦迪 请问一下 这样的男人要对着什么方向 求才可以求来 妖女们 主播是我们的 你们休想染指 看到网友们的评论 叶峰无奈地笑了笑 小鸟很多 足足五袋粮食 不到一个小时 统统被它们吃完 地上更是一滴不剩 干干净净 不少小鸟盘旋在叶峰身边 叽叽喳喳地 好像在唱着歌一般 叶峰挨个扶过鸟们的小脑袋 其他一些吃饱了的小鸟 纷纷翻着肚皮躺在地上 一副我不行了 让无数网友笑得前仰后合 蹦不住了 年轻就是好 倒头就睡 小鸟 别喊我 我先逼了 哈哈哈哈 你们是懂得玩梗的 想不到有一天 可以看到小鸟们人性的一幕 也是难得 又和小鸟玩了一会儿 叶峰看着摄像头道 今天就到此为止 大家明天再见 看到叶峰想要下播 大家虽有不舍 但还是通情达理的点头 主播好好休息吧 今天发生了太多的事 你也该好好谢谢了 就是就是 这一天提心吊胆的 我啥也没干 都想要好好休息休息 放松一下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叶峰笑着挥了挥手 随后将直播给关掉 你们也走吧 他对着小鸟们说着 可是这些鸟哪里看了 看到叶峰就跟看到了家人一般 他们一时依依不舍 叽叽喳喳 叶峰微微汗手 坐上了车 鸟们护送了叶峰一段时间 这才离开 回到家的叶峰 第一时间去看网上的消息 果不其然 就在自己喂鸟的那会儿 官方也发布了今日的消息 今天发生了恶劣的事 四名人贩子 辗转车辆拐了五个孩子 庆幸人贩子已被抓获 目前还在审问中 大家不用着急 正义一直在 不会给任何一个犯罪分子 有可乘之机 这条消息在大家的意料之中 人贩子的审判 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出来 还需要十日 不明所以的网友们 看到这条消息 又看到网友们 剪辑的直播间的画面 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了 草 这群狗日的 还是人吗 要不是大家齐心协力 只怕他们都已经出了精度 到时候还怎么找 不敢想象 要是孩子们没有被找到 那他们将面临什么 要是有个好买家还好 要是爱 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为什么这样的事 就是止不了呢 要不是现在的网络发达 他们又该如何做 这种事情一直都有 只是没有被端在明面上 讲过罢了 别说他们 就算是 已经丢失孩子的寻亲家属 看到这样的事 都悲伤到了极点 这五个孩子是幸运的 而他们的孩子 就没有这么幸运 就连一开始 因为夜风画像 找到孩子的牛牛一家 也站了出来 他们发布视频 一家三口出镜 大家好 相信你们 对我们不算太陌生 发这个视频 我们斟酌了很久 我不想蹭热度 但是关于这次的事 我觉得这个热度必须要蹭 如果咱们不重视 那丢失的孩子 只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在此呼吁大家 看好孩子 不要让悲剧发生 才知道害怕 我相信 大家也不希望 因为自己的疏忽 然后导致孩子被拐 再一个 我还想呼吁大家 人贩子不能原谅 支持买卖同罪 必须死刑 短短两分钟的视频 所有人看了都为之动容 三人已经极力抑制 自己的情绪 已经很难得 最后他们 对这视频鞠了一躬 这个视频 不仅代表着他们 也是代表广大网友们 内心的真实想法 这件事再次验证了 就算孩子在你眼皮底下 哪怕只有一丝疏忽 也会给人贩子可乘之机 想要杜绝 唯有国家的政策 变得更加的完善 不能让其他人 有侥幸的心理 不然也不会发生 网上流传的话 人贩子关个一年半载 就被放出来 但是丢失孩子的家长 却还在 每日每夜的寻找孩子 这件事说出去不好笑 人心都是肉掌的 谁也不愿意 看到这样的情况 只有加大力度 彻底杜绝 他们犯罪的想法 这样就可以很好地 控制犯罪率的增加 就是因为 我国的漏洞过于大 所以让不少人 钻了空子 不少人 也将今天的视频 反复观看 连同带着老人孩子一起看 就是为了告诉他们 危险离大家并不远 甚至可以说 近在咫尺 此时 华夏的每个角落 都在上演这样的一幕 家长给孩子科普 你们不能和陌生人说话 就算是爸爸妈妈 关系很好的人 你们也不可以 跟着他们走 所有突如其来的热情 都是有预谋的 你们相信不得 要时刻保持警惕性 知道吗 这几句话 不断回想在每个孩子耳边 他们告诫孩子的同时 也是在告诫自己 只有大家都注意这件事 才可以很好地阻止危险的发生 除了这个 叶峰再一次上了热搜 警号知名大网红电梯被冤枉 只因为他说了这句话 警号 警号前御猴 后御鸟 叶峰是如何做到的 警号 这两个话题下的评论 数不胜数 报效不断 今天看到最搞笑的事 就是叶峰被别人诬陷顶包 而诬陷他的人 竟然还指着他的鼻子说他 你们敢信 离天大谱 这特么是探机生物 能干出来的事 真是服了 一个屁就算了 你还来个无敌循环屁 搁着屏幕 我都感受到了臭味 哦 这句我家过年都没你放的 想给我笑喷了 谁懂啊 我在吃饭 无脸哭 好在被小朋友给揭穿了 不然主播可就要背负着 一辈子的骂名 最后放屁的哥们 太合我口味了 看到那小鼻仔子 被熏晕的模样 我承认有被爽到 另外一个话题 也热度不断 网友们纷纷羡慕 叶峰特殊的技能 要是我有这特异功能 该有多好 太羡慕了 我也羡慕 可是没有用 咱们又不是主播 啊 这些鸟实在太帅了吧 就冲他们将人贩子 包围的那一刻 我浑身的鸡皮疙瘩 都起来了 太燃了 好在这次事件 完美落幕 不然我心里 总觉得很不得劲 网上的舆论 还在不断增加 不少看完 逆翻上 回来的粉丝也猛了 一天转换了几种心情 所有人都有一种 筋疲力尽的感觉 回到家 解决完所有事 叶峰才想起 刚得到的奖励 S奖励 也不知道可以开出 什么样的惊喜 叶峰 系统打开奖励 系统 S级奖励打开中 恭喜宿主 获得感知能力 奖励介绍 可以感知50米以内的 危险预警 只要对面有伤害你的意思 就会被检测出来 感知能力 还是危险自动报警装着 叶峰眼前一亮 这个技能倒是不错 可以预知危险 对于自己来说 很是重要 吸收完技能 叶峰并没有什么 特殊的感觉 他看着手 喃喃道 没什么变化 算了 以后就知道了 又多了一份保障 叶峰心里也踏实不少 第二日 修整好的叶峰 再次打开直播 网友们 一如既往来的飞速 抢在他说话前评论道 新的一天 主播好啊 昨天是我错怪你了 我我先前的发言道歉 屁不是你放的 Soray 昨天错过了这么多好戏 得亏有回放 不然我得哭晕 叶峰微微一笑 说 错过了 没关系 精彩的永远在下一次直播 比如说今天 主播这话我爱听 你是会安慰人的 今天 又准备挑战什么 我已经很期待了 主播的路子 我一直摸不清 你说他挑战电梯任务 还能遇到奇葩人物 最后又是人贩子 这运气真是绝了 小孩子救你一命 你也救他一命 你们是会还账的 哈哈 简单阅读了几条评论 叶峰突然正色道 好了 话不多说 开始今天的挑战 咱们说好 一日一挑战不退缩 你们准备好了吗 发挥你们的脑洞 让我看看 你们的想法有多奇葩 见叶峰都发话了 网友们能惯着他 那自然是不能 这不就在评论区 嚷嚷了起来 挑战骑电车到交警跟前 然后说一句大王 来追我啊 在人多的大街 穿羽绒服烤火 嘴里一直说着喉咙 就问你敢不敢 做了我就一直关注你 挑战去网吧 关别人电脑 关了就跑 挑战穿婚纱 在路上蹦迪 并且大声喊 我要结婚了 无脸 评论区不断刷起屏幕 各种各样的都有 奇葩点子更是层出不穷 海城 一个小小的县城里 一女子正观看着手机 屏幕里的画面 赫然就是叶峰的直播间 她可是叶峰的死忠粉 因为昨天看到她的直播 所以她去看了 逆流上这个电影 因此 还不幸地错过了 叶峰后面的直播 对于逆流而上 这个作品 她也是十分的感兴趣 毕竟她家就有英雄 对于爱国题材的电影 他们一家人 始终冲在前面 自己同样也报了警校 想要为国家出一份力 她和爷爷奶奶关系很好 老两口也都89岁了 爷爷也是一个抗RR英雄 对于灭掉小樱花的执念 更是达到了根深地固 每次家里放到 相关方面的电影 或者电视剧时 他们老两口 都会守在电视机跟前 目不转睛地看着 或许有人会问 他们都经历过了 为什么还要一直看 不怕触景生情 而按照爷爷的想法 看是为了铭记 不看是为了躲避 而他想要一直铭记 要不是年纪大 有心无力 他真想冲到樱花国 这群苟日的杀了他们这么多人 他们这群受害者 一直努力记住历史 学习历史 而反观施暴者 却视而不见 还道德绑架说 咱们不应该执着于过去 可是 那条路是用鲜血踏出来的 他们怎么能忘 又怎么敢忘 作为一个合格的华夏人 自然不会忘记 昔日先被们吃辱 想到爷爷的遗憾 女孩脑海里 闪过一丝念头 他盯着直播间 叶峰的身影 要是他 或许能完成这件事 叶峰何须的模样 映在他的脑海里 想也没想 女孩很快就在评论区评论道 看着长长的一段话 女孩心里才舒了一口气 紧接着又在直播间 刷了不少礼物 瑞院千秋华夏 打赏主播五发火箭 瑞院千秋华夏 打赏主播十架飞机 瑞院千秋华夏 主播 我昨天看了 逆流而上 感受颇深 我爷爷也是抗阿尔英雄 他一直有个心愿 想把他的父亲 也就是我曾祖父给带回家 战争时 曾祖父被带到樱花国 至今没有回来 最后还有火烧神策 瑞院千秋华夏 主播可以挑战这个吗 跪球 因为打赏 连同他评论的话语 也被置顶 这条评论很快就被大家看到 连同叶峰也注意到了这条评论 樱花国 叶峰嘀咕了一声 火烧 神策 这样的挑战 别说是叶峰 就算是其他网友 也跟着激动起来 其他挑战 在这个挑战面前 都得靠边站 主播就问你敢不敢挑战 这做了可是要上祖谱的光荣事件 你能拒绝 别告诉我 你怂了 干就完了 一时间 不知道是血脉觉醒还是怎么着 叶峰也感觉热血沸腾 体内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 像是沉睡在身体里的 龙药苏醒一般 几乎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 让他接受这个挑战 读出这个挑战的那一刻 叶峰没有犹豫 直接点头 朗声道 这个挑战我接了 这一次就算没有系统的指派 对于这个任务 叶峰也是一不容辞 身为华夏人就没有损的时候 这件事 他老早就想干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又没有实力 现在天时 地力 人和都极齐了 还说什么 干就完了 他的话音刚落 系统才慢悠悠的出现 系统 宿主自主接受任务 被动技能触发 奖励 综合能力加持 完成粉丝瑞院千秋 华夏评论的挑战 可获得SSS奖励一次 下一秒 叶峰就感受到身体发生变化 不管是听力 耳力 视力 嗅觉也好 都有一个只的飞跃 身上也特别有劲 稍稍晃动一下 身体都能感受到 关节里藏不住的力量 正要呼啸而出 要不是在直播 叶峰真想仰天长笑 然后大喊一声 舒坦 想不到主动接下挑战 还可以触发系统的奖励 这对于叶峰来说是个意外之喜 看来他以后要多多尝试 好激发系统的被动技能 叶峰激情四射的话语 瞬间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直播间顿时炸了锅 卧槽卧槽 卧槽卧槽 我就说 咱们主播不是耸人 看看这果断的模样 简直不要太帅 真男人还得是疯眼 火烧 神策 我没有听错吧 震惊了我一脸 疯眼你可真是汉子里的汉子 这么多年了 终于又有人敢去烧纳狗日的神策了 事情咱们的先辈们 还有刘强英雄 网友们的情绪被狠狠地调动起来 不少人激动地手抖 眼眶胀胀 鼻头酸酸的 这个挑战是众人的心知所向 这样的决定 没人会感觉不好 想法好得很 他们就是要看神策被烧成渣 烧成灰 然后不复存在 别说网友们激动 就连评论这个挑战的女生 也气不成声 她手捧着手机 不敢相信 叶峰真的挑选了自己的评论 女生揉了揉眼睛 不确定地又看了看 待看到直播间网友们评论的话时 才知道 这不是梦 哈哈 这不是梦 峰爷真的挑了我的评论 这是多大的幸运 这比他中五百万彩票都要高兴 爷爷要是知道这个消息 肯定会很激动的 女生哽咽道 这样 就是说 曾祖父可以回来了 评论这段话 他并没有抱任何希望 谁承想 叶峰真的抽中了他 带魂魄回来这种事 若是放在以前 或许是无稽之谈 但要是 放在叶峰身上 就不一样了 从他知道叶峰的那一刻 关于鬼魂的事 叶峰可没少接触 他可以做到 也只有他能做到 瑞院千秋华夏 感谢主播 瑞院千秋华夏 感谢主播 瑞院千秋华夏 感谢主播 紧接着屏幕上 又是一阵绚丽的特效 五颜六色特效光芒的 着实美丽 引人注目 飞机 火箭 太空船 城堡等等 让人目不皆暇 网友们感慨不断 看看看看 难道这就是大佬的实例 楼上这话就不对了 这可是英雄的后代 能评论出这种挑战 简直太正常了 哎呀 我简直太期待了 主播什么时候去 好像现场观摩 一想到可以见到不少英雄 我心里就很激动 这样的挑战实在太有意义 只是真的不会有事吗 看到这个网友的话 不少人就回想起 叶峰被人行刺的事 虽然已经解决了 但谁又能保证 叶峰永远不出事 从惊讶中回神 叶峰对着镜头一笑 这个挑战得需要一些时间 大家耐心一点 待我准备好就出发 叶峰想了一下 出国还需要办一些签证啥的 不然偷渡 很有可能被一梭子干掉 网友们也很理智 纷纷评论道 木有问题 只要你烧神策的时候 开播就行 我想亲眼所见 对对对 这种关键的画面 可不能少 等你 叶峰点点头 就下了直播 开始准备起来 出国想要护照和签证 这样规定和前世一样 他准备先将这两样 给办下来 刚上网查询完 该这样去办理这些事情 没等他打电话询问 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 叮铃铃 看到上面显示的弹景 歼三字后 一股头皮发麻的感觉 瞬间窜上心头 难道他们知道 我要去樱花国 怀着一丝忐忑的心理 叶峰接通了电话 谈 没等说出话 对面就传来一道历声 叶峰你小子 真是够胆大 叶峰听得出 这道声音 已经在极力压制 不然就不是说 这句话这么简单 嘿嘿 谭景 尖 叶峰尴尬一笑 随后又道 你看直播了 对面叹了一口后 才平复好自己的心情 你可是大红人 这么高调 我能看不见 我又没瞎 不得不说 你胆子越发得大了 还敢公然叫嚣 要火烧 神策 叶峰仔细分辨谭科的声音 发现他只有无奈没有愤怒后 心里的大石头也落了下来 难道这个挑战不可以做吗 叶峰反问 看了 逆流而上 我恨不得灭了他们 这群龟孙 简直诸狗不如 干出这么多残忍的事 没有道歉就罢了 还试图销毁他们 侵犯咱们的证据 这你能忍 叶峰跟土豆子一般 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堆 听完这些话 对面顿时安静了下来 要不是有微弱的呼呼吸声 叶峰都以为对面挂了电话 足足五分钟 对面才开口道 签证和护照 我会给你想办法 叶峰 谢谢 别着急谢 对面打断叶峰的话 紧接着又说 记得不要留下把柄 然后把英雄们带回家 这也是上面的话 说完这话 对面顿时松了一口气 叶峰 弹科口中的上面 他自然明白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会同意 转念一想 这深厚的家国仇恨 可不是时间能磨灭的 这是刻在每个华夏人骨子里的信念 叶峰敢相信 要不是现在是和平年代 华夏几乎99%的人 都会提刀杀上樱花果 受到嘱托 叶峰突然正色起来 保证到 我一定会小心 不留下任何把柄 然后把英雄们都带回来 光是听到这句话 弹科仿佛能看到 叶峰此时脸上的郑重 不由得 心里也生起欣慰之意 好好 你不会是上面看中的人 胆识过人 弹科年纪轻轻就当上警监 他的阅历 自然不是一般人可以比你的 相比普通人 他对国家的感情 可以说达到了深入骨髓的地步 就算这会儿 国家让他死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死 这是所有人的信仰 说实在的他很羡慕叶峰 他那么年轻 有本事 想做什么放手就做 还没有后顾之忧 这是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来的 对于樱花果 要是能报仇 别提有多爽 华夏人但凡遇到樱花果的人 实力直接翻倍 这可是 硬在骨子里的热血 输给 谁也不能输给小樱花 挂掉电话 叶峰激动地在原地打转 嘴角恨不得脸到后脑勺 背后有人的感觉就是棒 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那我怕得掉 干就完了 叶峰兴奋地原地打转 不明所以的路人 见到叶峰这副模样 都是一副见了神经病的模样 摇着头离开 生怕多看一眼 都污了眼睛 他人的反应 叶峰没注意到 平复了一下心情 叶峰自言自语道 要不是这件事得保密 真想说给大家听 他自己去是个人行为 若是牵连到上面就不是个人的问题 那这件事就会升级为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 辛仇旧恨很有可能会打起来 小樱花后面的M国这些年一直在挑事 但凡能抓到一点把柄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发难 讲到这里 叶峰压制住内心迫切想要分享的想法 默默消化 当天 叶峰再次火了 他要火烧神策的消息 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 大家在网络上讨论着 发表着叶峰直播的画面 但每每涉及火烧神策这个话题的视频 纷纷被下架 上面这个操作 直接给网友们整不会了 唉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发还不能发 我还没上传 就给我评判为有不良发言的问题 有没有搞错 这可是这儿巴金的正式 你们不支持也就罢了 居然还把这个话题给下架 不理解 为什么要这样做 难道说 上面不愿意让主播去樱花国 我就不明白了 到底在怂什么 就是这么多年的沉淀 咱拍个凳 网友们吐槽归吐槽 但还是有理智的人站出来说话 试图踢上面摆脱脏水 你们想的太简单了 火烧神策不比缅甸 你现在公然过去 不是挑事是什么 缅甸就不一样 人们都是被骗过去的 咱们有话语权 就是自然得低调一些 要是藏在咱们国家的间隙看到了视频 那你们说主播会怎样 这些网友的一席话 瞬间警醒了大家 众人也才明白 此事大意不得 叶峰又是普通人 于是不少网友纷纷跑到叶峰的私信 给他留言 枫叶 我知道劝不了你 但是你去了樱花国 一定要小心 咱们国家有不少艰险 也不知道他们得没得到消息 万事小心 我们永远是你的后段 主播加油 我相信 你一定能行 他们的关心 叶峰知道 随意回了几条私信 便下了线 通过大家的描述 叶峰不难猜到 这是上面为了保护他而采取的措施 这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有点难为网友们 他们被蒙在鼓里 还要不断猜测 他又不能解释 也是挺麻烦的 另一边 一直关注叶峰的徐总当得知 他要火烧神策 顿时激动起来 园区被烧后 徐总每日都过得煎熬无比 要不是靠着存在银行里的余额 只怕这会儿都想一了百 每当他万念俱灰的时候 叶峰的身影 总会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一直对自己说 他都没死 我为何要死 抱着这种心态 徐总又开始搞事 拨打了一个电话后 他冷笑道 想出国事吧 你倒是挺有能耐 出了华夏 我就不相信 还有人能保你 刚走进来的服务员 听到这句话 汉毛立即竖了起来 趁着倒茶的功夫 他抬头瞟了一眼徐总 却发现他眼里不满恶毒 像是打量猎物的毒蛇一般 令人胆汗 另一边 华夏某个高档小区里 两个长相其貌不扬的人 正在密谋着什么 调牌人兽 保护神策 务必要抓住他 只要有了这个证据 咱们这么多年的潜伏 就有了结果 或许可以拿他换取更多的礼仪 听到这话 内外一人郑重的点点头 好 我会联系相关人员 不让他破坏神策 一分一毫 听到这话 刚才说话的男人 却摆了白手 然后道 让他烧 但是要留下证据 最好把这件事调大 争取获利 据他得到的消息 叶峰很受上面重视 那他就要看看 这个人的分量 到底有多重 密谋完 两人对视一眼 心照不宣地笑了出声 第二日一早 叶峰就接到了 相关部门的电话 不多时 快递的家 打开一看 果然是去往 樱花国的签证和护照 有人的感觉 果然很棒 叶峰感慨道 真要是按网上来弄 没有几天 压根下不来 有了这两样东西 叶峰立马查看 前往樱花国的机票 刚看没多久 门铃又响了 谁 叶峰透过猫眼看去 却发现 门外站着一个穿着火辣 身姿妙慢的郁姐美女 站在外面 她脸上凝着一层冰霜 只一眼就会让你不这儿退 不敢上前搭讪 只是 这样一个冷艳的郁姐 又怎么会敲她家的门 叶峰皱着眉 想破脑汁 也没有想明白 自己在哪里认识 这样一个人 难道是因为 我的名气来了 说起来 叶峰住的地方 很是简陋 但是还没人找上门来过 系统也没有危险提示 证明这个郁姐没有问题 就在她思索的期间 冷艳郁姐再次抬手 雪白如玉的手 微微内扣 又敲响了门 扣扣扣 再次听到敲门声 叶峰这才回神 久久不见开门 她交好的眉形 微微蹙在一起 正要破口大骂时 房门从内侧打开 熟悉的人影映入眼帘 叶峰问 请问你是 冷艳郁姐没着急说话 倒是饶有兴致地 打量了她一番 这才悠悠开口 我叫仲宁 谭景 先让我过来协助你 仲宁没有掩饰 直接道出来的原因 仲宁 叶峰问了一秒 这名字 怎么感觉这么耳熟 好像在哪里听过似的 还是谭科派来的 两秒后 一道念头 闪现在叶峰脑海里 她瞳孔微张 脱口而出 仲宁 一容失 叶峰没想到 仲宁竟然是这么一个 冷艳郁姐的模样 她突然理解 仲宁的网名 为什么叫郁姐在此了 人家本身就有资本 人如其名 的确够郁姐 够玩 是我 仲宁勾起一抹笑 微微汗手 近距离看叶峰 她不过 就是个普通人的模样 但仲宁可不会因为她长得普通 就对她掉以轻心 眼前这个男人 可是他们群里 所有人都敬沸的存在 得知自己要来辅助叶峰 仲宁激动的一晚上没有睡觉 黑眼圈都熬出了一丢丢 回想仲宁的话 叶峰问道 谭景 先让你来的 和我去樱花国 叶峰有些纳闷 为什么谭科要给她找一个帮手 这次挑战 她还是有把握的 嗯 仲宁点点头 说 我会易容 然后你懂得 她给叶峰使了个眼色 叶峰立即明白 啥也没说就伸出手 笑道 请多指教 彼此彼此 两人简单握一下 手以示有好 先进来坐 叶峰让开位置 让仲宁进去 仲宁微微汗手 迈着标准的猫布 走了进去 刚进去 就仔细打量着 叶峰家的陈舍 这一路走来 她好奇不已 像叶峰这么有才华的人 竟然就住在这不到 十平米的房子里 着实让人猜不透 扫了一圈 仲宁收回视线 从家里摆设 整节就能看出 叶峰这个人 是个爱干净且利落的人 光凭这一点 仲宁就对叶峰的好感 又多了几分 第一印象很重要 一会出发 你没问题吧 叶峰问道 既然坦克给他找了伙伴 就得一起行动 再一个 她也想知道 这易容有多么独特 会不会像电视里的 那样改头换面 连亲妈都不认识 仲宁是她第一个 接触的奇异人士 心里着实有些好奇 仲宁点头 没问题 对了 她想到一个问题 说 上面已经安排好了 一会儿会有专门的人 来接我们 我们只去安心出国就好 哦 叶峰挑眉 想不到上面 想得这么周到 倒是省了不少事 哼 仲宁勾起一抹笑容 从容道 习惯就好 出任务 都是这待遇 好 没有纠结 叶峰就赞同仲宁的话 敲她这一副 习以为常的样子 叶峰就明白 她没少出任务 叶峰心里感慨 看来真的好好适应适应 十分钟后 门铃再次响起 仲宁率先走了出去 叶峰拎着双肩包 紧随其后 两人跟随一个 身着西装的男子 来到楼下 一辆黑色的商务车 停在哪里 两人上车 然后朝机场驶去 一路上 叶峰在关注斗音 短短一会儿 又有很多人发来私信 叶峰刷了刷斗音 这才退出 转眼一看 仲宁也在玩着手机 她掀息的手指 不断点动着什么 还边点边笑 像是有什么好笑的事情 感受到叶峰的视线 仲宁擒着一抹笑回头 和那群家伙聊天 他们知道 我和你要去樱花国 都都激动坏了 这会儿在群里撒泼呢 是吗 叶峰眼睛一亮 也来了兴趣 立即点开群聊 看着九九家的评论 有些汗言 她不太爱水群 所以他们平时聊天的时候 也只搭上几句话 就退出聊天 往上一翻看 里面哭声一片 拆弹小能手马俊逸 火烧神策 你们竟然不带我 摸金张蕴山 草 这么激情是 没有我这不比吃了屎还难受 大明星期末 档期太满 不然我也要去樱花国助逐威 叶峰上啊 杀她的片甲不留 易容师重宁 搁几个别着急 我会给你们发现场视频 保证你们跟清零一般 这不安慰还好 夜安慰群里满是哀嚎 看到大家这跳脱的荧幕 叶峰含笑道 放心吧 我会现场直播 保证你们看到倍儿爽 拆弹小能手马俊逸 还是风哥懂我 一路小心 这群狗日的可不是什么好人 墨金张运山 你那些火不是可以烧很长时间吗 缅甸都烧了三天三夜 小樱花不得一个月打底 大明星期末 掐指一算 小樱花此次凶多吉少 哈哈 急挂 叶峰 at大明星期末 多谢 水玩群 叶峰一行人也刚好来到国际机场 告别工作人员 叶峰和仲宁开始寻找登机口 许是仲宁独特的外表 不少LSP纷纷回头 眼珠子恨不得贴在他身上 叶峰侧目 却发现他已经习以为常 淡定地往前走 收回心神 两人开始过安检 随后 踏上即将飞往樱花国的飞机 当被安置在头等舱时 叶峰不由地感叹了一句 这待遇 杠杠的 仲宁神秘一笑 这都是毛毛鱼 哟 叶峰瞳孔一亮 看来这靠山是找对了 京都到樱花国 要飞行三个多小时 叶峰和仲宁闲聊了一会儿后 就闭目养身 到樱花国 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养精蓄锐是必须的 三个半小时后 飞机缓缓落地 当飞机接触地面的那一下子 叶峰感觉又活了过来 起飞和落地都有失重感 叶峰多少会一点不适 休息了几分钟 叶峰和仲宁 往出口方向走去 暗处 有几个拿着对讲机的人 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叶峰的方向 半想后 其中一人拿起对讲机 目标出现 正在前往出口方向 他要是敢来 我就让他有来无回 我倒要看看他 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你们好好盯着 别跟丢了 对讲机里传来阴森森的话 如地狱一般的寒冷之意 逐渐袭来 是 男人毫不犹豫点头 待答复完一抬头 男人却发现 叶峰的人影已经不见了 连同和他一起来的冷夜女子也没了 没多想 他又对着对讲机喊道 目标已消失 你们注意 说吧 他也跟着往外走 不多时就看见两人的身影 他顿时松了一口气 叶峰和仲宁一出来就拦了一辆车 走吧 酒店已经订好了 仲宁道 叶峰汉手道 好 见仲宁从容熟练的模样 想来他也来过樱花国 所以对这里比较熟悉 刚坐上车 还没等开口 和仲宁说些什么 叶峰就感受到 一道隐晦的视线落在他身上 这道视线来自出租车司机 系统没有拨爆危险 叶峰就没有在意 但谨慎还是让他留了一个心眼 仲宁用翻译器 给和司机说了个地址 司机连连点头 随后发动车辆 叶峰细细打亮了 一下司机 发现他时不时盯着后视镜 像是在看他 他不知道司机在看什么 但谨慎点总归是好的 而他们后面 有辆黑色的小车正 不远不近地跟在他们身后 车辆行驶了一会儿 就在等红绿灯的空隙 系统突然冒出来了 危险正在靠近 以标注 请宿主注意 冷不丁地听到这句话 叶峰立马打起12分的精神 通过系统的介绍 叶峰知道这个提示 只有想知他与死地的人 才会显示出来 叶峰心意紧 看来他们被人盯上了 他先是看了一眼司机 发现他并没有什么异常 随后缓慢转动眼珠 左右两边都没有发现不对 那就是后面 为了不打草惊蛇 叶峰拿起手机 对着后面晃了一下 果不其然 在他们左后方 停放着一辆黑车 那个车上面 明晃晃地 显示着一个红色感叹号 叶峰眉头微醋 心里嘀咕 他还没开播 就有人知道他来樱花国 也就是说 华夏真的有内奸 看来得将他们摆脱才行 叶峰不动声色地 看了仲宁一眼 后者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并回来的眼神过来 叶峰拿着手机 搜索最近的商场 然后翻译过来 司机师傅 我们改地址 要去商场 这个地址 离他们居住的酒店不远 只要摆脱这些人 他们就可以过去 OK 司机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回答道 叶峰和仲宁对视一眼 心照不宣地点头 几分钟后 他们来到樱花国购物广场 赴了车钱 两人立即下车 眼见带着红色感叹号的车辆 再次出现 叶峰没有犹豫 大步往前走 仲宁没有说什么 也快步跟上 叶峰突然改变目的地 自然是有他的考量 仲宁左右是来协助的 当然得跟随他 刚进商场大门 叶峰快速开口 有人跟着我们 从机场就一直监视着我们 闻言 仲宁瞳一缩 不要回头 他们快进来了 被叶峰阻止 仲宁郑重地点点头 随即道 好 跟我来 两人一个转身 刚好藏到拐角处 侧目一看 门口立即出现 四个身着西装的男子 他们一进门就四处打量 像是有目的地寻找着什么 两人心知肚明 展现你技术的时候到了 叶峰目不转睛地盯着仲宁 后者微微挑眉 自信道 包你眼前一亮 话落 仲宁在前面带路 路过卫生间时 仲宁想也没想 直接走进男厕所 叶峰见他这般不拘小节 也没说什么 跟着就走了进去 而近来没有发两人的踪影 为首的樱花男子 眯着小眼 眉头恨不得锁在一起 你去这边 你去那边 你去那儿 他指着几个方向吩咐到 三人连连点头 是 四人一晃而散 各自奔着一个方向走去 为首男子 准备在一楼寻找 这边 仲宁开始端向叶峰的脸 寻思给他搞个什么样的模样 比较好 叶峰静静地待 没有反抗 任由仲宁施展 只是头一次这样 被女生看着 他还真的有点不自然 细细打量了一下 仲宁似想到什么 顿时眼前一亮 然后打开自己随身携带的小包 叶峰定睛一看 放心里面 竟然都是化妆品 难道仲宁要化妆易容 这不会被发现吗 叶峰心里满是疑惑 电视里的易容 不是贴人皮啥的 那样不容易被发现 转念一想 既然仲宁能担得起 能人意识这个称号 一定不容小觑 前世他也没少见网上有化妆化得特别好的 几乎可以达到变脸的效果 只是透过手机和滤镜 叶峰也无从得知 在线下是什么样子 会不会脸上挂着三金粉 一眼就能让人看穿 坐下 仲宁吩咐道 叶峰乖巧地坐在马桶上 任由仲宁摆布 只见仲宁从小小的化妆包里 拿出一瓶粉底液挤在手上 然后用粉扑沾去 最后点在叶峰的脸上 他离得很近 叶峰能感受到他呼出的鼻息 轻轻柔柔的 还带着一点点甜味 他从来没有化过妆 这话也说不上抗拒与不抗拒 反正就是不太舒服 可是不易容又不行 不然自己就得暴露 生命和面子 叶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看着叶峰微微泛红的耳间 众名勾了勾烟红的嘴角 心里感叹 这小子可真是纯情 倒是挺对味 第一次离女生这么近 叶峰感觉呼吸都急促了 连忙闭上双眼 众名微微一笑 继续捣咕着 就算闭着双眼 叶峰也能感受到脸上的动作 就是化妆无疑 叶峰就对众名的易容术 感到格外的好奇 他倒要看看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几分钟后 叶峰感受到众名开始摆弄着他的头发 伸手将他的头发往后拨弄着 好了 看着自己打造的作品 众名满意地点头 他感叹道 这幅模样才是大家幻想中的叶峰 叶峰他缓缓睁眼 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并有感觉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这就结束了 叶峰有些好奇 这才几分钟而已 就搞定了 化妆可以换头吗 嗯 众名点头 随后到 便就要变全 换身衣服 撂下这句话 众名推开厕所门走了出去 刚走出门 对面就迎来一个 身着西装 手持公文包的男人 当看到众名的一刹那 对面明显愣住 瞳孔一缩 这这这 他很想说 这里是男厕所 为什么会出现女的 众名没理他 依旧迈着标准的猫布 走了出去 男子疑惑归疑惑 尿意上涌 他立马往里走 当看到叶峰时 他终于知道 男厕所为什么会有女生 随即 他给叶峰递了一个 你小子不错 我懂的眼神 叶峰 他不会误会了什么吧 虽然樱花国民风比较开放 但也不至于在厕所吧 一想到外面的敌人 很快就会找过来 叶峰急忙从背包里 拿出一身衣服换上 待整理好后 走了出去 洗手之前 当叶峰看到镜子里 那张陌生的面孔时 下巴差点被惊掉 这人真的是他吗 叶峰不确定地摸了摸脸 镜子里的人 也跟着他一样的动作 叶峰 这太他妈的震撼了吧 镜子中他的模样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轮廓分明 见眉心目 拥有着乌目般的黑色瞳孔 高挺阴气的鼻子 唇色微红 妥妥地慢思难一眉 这真的是我 叶峰都惊呆了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 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他往前凑了凑 试图看清脸上的粉底 是不是离得远 所以看不清 近距离观察才发现 脸上压根就看不出 化妆的痕迹 妥妥地妈生皮 完全没有一丝破绽 妆容也格外服贴 看不出来是化了妆的 很自然 好似他就长这样一般 叶峰眉毛上扬 感慨道 这技能流病 刚要转身出去 厕所门口就走进来 一个身着西装的男子 他头上闪烁着红色感叹号 顿时引起叶峰的注意 对面的男子也发现了叶峰 阴眼扫过叶峰 短短停留了 一秒就磨开视线 两人就这样擦肩而过 叶峰往外 他往内 叶峰内心有些小激动 却面不改色地往外走 站在门口 仲宁还没有出来 叶峰双手还胸 随意地靠在门口等待 不得不说 仲宁的艺容技术 堪称完美 就连自己都看不出来 有任何破绽 更何况是其他人 正想着 一个长相甜美的小姑娘 就从女厕所走了出来 他缓缓来到叶峰跟前 伸手对他晃了晃 这人谁啊 不对 叶峰定睛一看 瞳孔微缩 没等叶峰开口 对面就点点头 叶峰随即就明白 这是重名义容后的模样 他还没说什么 就听见男厕所 传来一声撞击门的声音 随着一声惨叫 随后 叶峰看见那个头上 带着感叹好的男人走了出来 他面色凝重地 从两人面前走过 不多时就消失在拐角处 紧接着 厕所里就传来一阵 骂骂咧咧的声音 不多时 那个提着公文包的男子 就魂不守舍地走了出来 当看到叶峰时 他尴尬地笑了笑 随即也离开了 两人没有说什么 安安静静地往出走 刚到门口 就发现刚从厕所出来的 那个西装男也站在门口 他来回走着 左右各站着一名男子 他们低着头 不敢吱声 叶峰和众名对视一样 便假装无事一般走了过去 两人过来 他们粗略打量了一番 没有说些什么 就这样 两人顺利走出商场 再次打车 前往酒店 又过了十分钟 他们终于来到酒店 这个酒店是华人开的 安全性高 安顿好 叶峰才对着众名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你这技能也太牛了吧 他感叹道 看着镜子那一刻 我承认有被惊到 还有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看着他突然变成一个 甜美的女孩 叶峰很难想象 他是怎么做到的 甜美女孩和冷艳欲解 压根就不是一个类型 且身材相差这么大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就那胸和屯来说 现在的众名 至少减少了两个型号 也不怪叶峰觉得惊讶 这完全是两个人 要不是有自己 这个先例在前 叶峰也猜不到 甜美女孩 就是欲解众名 听到叶峰如此说 众名甜甜一笑 卖关子道 熟能生巧 做多了就习惯了 话音刚落 他就看到叶峰 一脸不幸的神色 随即无奈地说 缩骨术知道吧 缩骨术 所以你变化这么大 是因为这个 叶峰终于想通 为什么众名 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技能果然奇葩 要是靠着缩骨易容 众名再变换一次 叶峰就真的不认识了 众名微微汗手 笑道 是啊 这可是人家的秘密 你保密哦 好 叶峰点点头 有点接受不了 众名的变化 这转变也太大了 直接从冷艳美女 变身为活泼少女 这冲击力 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 休整一番后 叶峰决定带着众名 先去樱花国公墓里 看看华夏的烈士 这个还是粉丝 瑞院千秋华夏 给叶峰提供的地址 瑞院千秋华夏的原话 我的曾祖父 远赴樱花国 至此之后 音讯全无 前不久 因为网络发达 有在樱花国留学的留学生 无意间进入了 樱花国的一座公墓 发现公墓里 大多数的墓碑都很整洁 几乎一尘不染 显然经常有人来寄扫 一切都很正常 只是那个留学生眼间的 发现几个特殊的墓碑 不同于别的墓碑 这些墓碑周围杂草丛生 走近一看 墓碑上赫然写着 咱们华夏烈士英雄的名字 更为可耻的是 上面竟然刻着符 鲁二字 我虽然不知道 我曾祖父是不是就在其中 但是爷爷看到这个视频 气得住了好几天医院 他唯一的愿望 能带曾祖父回家 瑞院千秋华夏编辑异常串话 叶峰看后也感慨万分 要不是留学生无意间发现 咱们的先辈被屈辱地 留在了侵略者的国家 还和残忍的侵略者冻眠 这都不算完 他们竟然还在墓碑墓碑上刻着符 鲁二字 这是何等的耻辱 他们又是如何接受的了 叶峰能理解 为什么这个粉丝的爷爷 会弃病倒在医院里 这个谁受得了 这奇耻大弱 简直羞煞我眼 是个华夏人都不能忍 152章抵达公墓 嗨你MB 不会说人话 定好目的地 叶峰和仲明再次上路 直奔樱花国公墓 他们倒要看看 樱花国的人有多大的能耐 好在现在的科技发达 在翻译器的加持下 叶峰两人 算是和樱花国人无障碍沟通 知道网友们都在等他 叶峰在即将踏入公墓的时候 开了直播 早早等候的网友们 几乎第一时间接到开播消息 纷纷进入直播间 当看到直播里的画面时 大家激动了 这是哪里 这不是小樱花国字吗 难道主播已经去了樱花国 主播要不要这么速度 昨天刚接的挑战 今天就过去了 真不愧是华夏挑战第一人 不愧是你 很快就有网友认出 建筑上面的字 这就是樱花国郊外的公墓 我知道这里 这里面有咱们的先辈 要不是那个留学生 我都不知道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屈辱的事 主播 你是不是要带我们去看先辈 要是主播可以把这些英雄带回家 那我们也死了无憾了 这个地方就不应该存在 竟然敢亵渎我们的英雄 主播冲啊 烧了他 刚开播 眼睛就给我搞红了 叶峰回道 如你们所见 这里就是樱花国其中的一座公墓 里面的确埋藏着咱们的先辈 相信他们 也不愿这么屈辱地留在这里 今天就让我们为他们 再做最后一件事 镜头里虽然看不见叶峰的身影 但是他这熟悉的声音 顿时让大家来了精神 你们便和我一探究竟 料下这句话 叶峰和仲宁 直挺挺地往里走 这里虽然是郊外 但是过来扫墓的人 依旧络绎不绝 这里面埋着的是 他们樱花国的英雄 但对于华夏来说 里面全是侵犯者 他们只有痛恨 没有敬畏 刚踏入园区 一股浓重的阴气扑面而来 重重地砸在叶峰和仲宁身上 仲宁没有阴阳眼 自然看不见什么 只觉得一股凉悠悠的感觉 席卷全身 而叶峰就不同 他有通灵眼加持 只是过去 可谓一目了然 整个园区的墓碑 摆放得整整齐齐 而每个墓碑前 都站着一个鬼魂 像是守着自己的墓碑一般 刹那间 整个公墓变得拥挤起来 或许是感觉到不一样的气场 上千小樱花 鬼魂齐刷刷地看过来 目光一致地督向叶峰 这个人身上 有他们说出来的感觉 反正就是很不舒服 感觉他踏入这里 就是对他们家园的亵渎 众鬼皱着眉 不想叶峰靠近 而他们的墓碑旁 或多或少 都有几个前来扫墓的后背 直播间 兄弟们 你们感受到了什么吗 有没有凉嗖嗖的感觉 呃 我能说我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吗 这里是墓碑 难道是日子过得不错的小樱花 鬼魂出现了 看不见主播的表情 不过就这凝重的感觉 错不了 对对对 这和那46个英雄一样 只是这个直播间 更加阴森恐怖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对面人多又有何用 还不是照样碰不到他 叶峰缓缓开口 鬼很多 预估三千多 冷不丁地听到这句话 大家也知道 叶峰是在给他们解释 直播间瞬间沸腾起来 操 这么多人 哦是鬼 真的没有问题吗 三三千多 这是什么场面 想想就毛骨悚然 哦 我反胃的 都已经吐了出来 主播抗住啊 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不要怂 就是干 这鬼很多 众宁自言自语 作为女生 她也害怕鬼 虽然她经常 和组织里的人行动 对于死人 已经习以为常 但真正的鬼 还真没有见到过 这回冷不丁地听到叶峰说 这里有三千多个鬼 且都是樱花国的侵略者时 她不免有些胆寒 随后涌上来的是愤怒 众宁不动声色地 往叶峰身后挪了挪 走 进去 叶峰说着就往前走 她可没望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哦 众宁紧随其后 几乎叶峰走一步 她走一步 看到她这拘谨的模样 叶峰小声道 放心 他们什么也干不了 就是废鬼一群 文言 众宁的心顿时安定了下来 连连点头 对于叶峰这个人 她总觉得 她身上有一种魅力 能让人毫不犹豫地 岂无条件相信 看着迈着稳健步伐的陌生人 走了进来 离叶峰比较近的一个鬼魂虾比 嚷嚷说了一堆 她的声音不断加大 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 叶峰直接无视 没办法 他们说的是樱花语 叶峰能听懂才怪 剑呵斥不管用 众鬼怒了 原本还晴空万里的天空 忽然狂风不断 树枝也疯狂地摇摆着 空气中 还带着一阵鬼哭狼嚎 还在墓园的人见 一下子变天了 再加上这恐怖的声音 吓得脸都白了 立马着急起来 纷纷夹着腿往处跑 路过叶峰两人时 只好跺脚离开 这忽然的变化 让众宁一下子就想到了叶峰 难道他惹怒了众鬼 不得不说 众宁真相望 此时 无数个身着黄色军装的鬼魂们 不断对着叶峰张牙舞爪地扑过来 叶峰淡定地站在原地 这都不算完 还挑衅地看着他们 你们过来 听到这话 网友们仿佛看见叶峰一脸鄙夷 伸着手指头不断勾动的模样 网友们都笑喷了 哈哈哈哈 好想看那群狗热的表情 让你们嘚瑟 这下遇到不怕你们的人了吧 虽然看不见 但着实解气 哈哈 蹦不住了 小笔崽子们 你疯爷爷驾到 还不跪下唱征服 众鬼就说 咋觉得眼前这个人不合眼缘 原来是他们最恨的华夏人 要不是他说话 他们还发现不了 众鬼气得脸红脖子粗 嚷嚷着什么 不多时 叶峰就见他们偌大的队伍里 走出来一个奇貌不扬的男人 他对着围首的几人低头哈腰 一直嗨嗨嗨嗨个不停 叶峰听不懂 但不影响他怒骂 嗨你麻痹 会不会说人话 众鬼没等反应 直播间的网友们 却先笑喷了 哈哈 会不会说人话 这特么不是神来之笔是什么 蹦不住了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他们的表情 他们绝对是猛逼状态 哈哈 想想就好笑 就喜欢主播这种张了嘴的 打嘴炮谁能比得了咱们主播 滴滴 毒蛇叶峰已上线 拍大腿 说得好 使劲对他们 对得他妈都不认识他们 封爷是时候 让他们见识见识人间的险恶了 叶峰开播的一瞬间 发起这个挑战的女网友顾青 率先及其家人 不在家的 也纷纷发送链接过去 他爷爷也被请了过来 但凡闲着的人都围在客厅里 顾青给他们好好的科普了一番 才将叶峰这个人 以及他要做的是说清楚 小青 你没有骗我 爷爷激动地看着手机 不敢置信地问道 这年头会有人不顾危险 去樱花国去烧神策 你莫不是在宽我 爷爷年纪虽大 口齿清晰 思想也很灵敏 他还拥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以他的说法 就是年轻时练就的 按照他的想法 像叶峰这样的 有血性的男儿就不会有 顾青笑着耐心地解释道 爷爷忘了上次缅甸的事 爷爷还没有接话 一旁的老太太就迫不及待地开口 就是那个可以见鬼的叶峰 刚才他就觉得 孙女说这个名字很是耳熟 是他 顾青连连点头 这 爷爷恍然大悟 随后他激动地脸都红了 没坐不住 可视频里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望无际的目的 时间一点点过去 屏幕里突然转变天气 以及乌叶的声音 他不得不相信孙女的话 没等开口 就听见叶峰喝出那句解气的话 老爷子顿时热血沸腾 他仿佛看见一个小伙子 独自对战众多小樱花的场面 针锋相对的画面 立马就显现了出来 这边 众鬼才惊讶地发现 对面的男人竟然能看见他们 他们可是鬼啊 那个男人又怎么能看见他们 所有人都看向被推举出来的男子 想要听他转述叶峰的话语 这话中带着不好的语气 虽说听不懂 但不妨碍他们听出了不好的意味 反正不是好话就对了 无数道视线落在男人的身上 他面上一将 看着叶峰的表情带着怨气 叶峰 有事你就说话 这眼神怎么回事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杀了你爹 看到他出来的那一刻 叶峰立即明白他的身份 翻译 听到叶峰的话 众宁没忍住 扑斥一声笑了出声 他多了一眼叶峰 这毒蛇的性格果然就是改了样貌 也就不了他 只是这样有些违和 不知道他的粉丝看到他父母样 会做何感想 翻译难以脸纠结 见他半天不说话 鬼首领直接一巴掌 呼在他后脑手上 嘴里骂骂咧咧的 连巴嘎都喊了出来 男人忍着痛处 连忙嗨嗨嗨个不停 接近他说了一串鸟语 叶峰挑眉 看来自己的直觉没错 他就是个翻译 既然如此 那他倒要看看这些鬼 听到他说的话会做何感想 几秒后 男鬼翻译完 空气顿时压抑起来 鬼首领的脸极度扭曲在一起 他四郎一样盯着叶峰 拳头钻得紧紧的 恨不得冲上来给叶峰一拳 其他人亦是如此 仿佛叶峰跟他们有深仇大恨一般 叶峰依旧抱着双臂 依赴你能耐我何的表情 差点没有气死那群鬼 有脾气抱的小樱花 直接冲过来 轮圆了手臂对着叶峰冲过来 叶峰淡定地站在那里 眼睛不带眨一下地看着他 穿过自己的身体 你 剑不能得逞 他们恨不得把后槽牙咬碎 那些人又嗶嗶巴巴说了一堆 叶峰的耳朵都快听起了老简 眉头也紧紧粗在一起 心里的怒火已经快要压抑不住 几秒后 翻译男开口道 这位先生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 若是没有事 还请你赶紧离开 这里不欢迎你们 这几个字 他几乎是咬牙说出来的 这话虽然有些别角 但叶峰终归是听懂了 一直打雅弥的感觉实在难受 对于樱花语 他是一万个不想学 不然转手跟系统换一个 也不是不可以 叶峰挑眉 幽深的黑瞳闪过一丝光芒 他说 想让我离开 做梦 撂下这句话 叶峰接着往前走 众名紧随其后 不知道暗处的人什么时候来 叶峰得先找到埋在里面的仙辈们才是 前来阻拦的鬼魂如同摆设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叶峰 穿过他们的身体 直直地往墓园里走去 巴嘎 众鬼怒火中烧 平时都是他们捉弄人的份 现在怎么给倒过来了 其他都还好说 只是这个人是华夏人 刹那间 他们的信仰 被这个陌生男人一步一步碾碎 把他赶出去 不能让他留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乐园 绝不能让他染指 赶走他 我们的地盘 坚决不能容忍华夏人 他们的声音 就好比无数只乌鸦 在耳边叫嚣一般 甚至更甚 叶峰猛地回头 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 在 吵 就 灭 了 你 他脸上像抹了一层岩霜 眼睛似要喷出火来 许是他脸上的表情 震慑住了那些鬼 他们都静若寒蝉 愣愣地看着叶峰没有动作 前一秒还 吵吵嚷嚷的目的 这会儿就变得鸦雀无声 这转变着实有些大 见状 叶峰满意地往里走 目的很大 埋葬了五千人以上 叶峰一眼扫过去 并没有发现 被杂草围住的墓碑 难道有人来打扫过 叶峰心里有些疑惑 鬼魂的注意 当看到众鬼围着一个人时 他们不免担忧地皱起了眉头 他们这是怎么了 几人从来没见过 这群恶霸有这样的表情 想来是有什么 他们意想不到的人出现 他们被小樱花 以屈辱的方式 埋葬在了这里 前不久 有华夏后辈 无意间看到了他们墓碑 就在后辈走后 没多久 他们墓碑上 那屈辱的俘虏两字 也被铲掉 但若是可以 他们真的不想留在这里 不想和敌人一起共处 敌人的冷嘲热讽 他们已经听够了 若是可以逃脱 他们是一秒也不想待在这里 无比想回到自己的故土 进那个后辈来后 不少华夏后辈也随之而来 后辈们贴心地 帮他们打扫了墓碑 清理杂草 有的还带着鲜花前来 孩子们给他们讲述 华夏这些年来的发展 他们听得云里雾里 完全想不到 手机电脑是什么 当看到孩子们手上的小盒子时 他们都是一副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后辈说那是手机 可以和千里以外的人通行 不管你有多远 对方也能看得见 听得见 着实神奇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小盒子里 不断浮现稀奇古怪的东西出来 原来这就是后辈们生活的时代 的确比他们那时候幸福多了 没有战争 的确就很幸福很幸福 他们不由地感慨 自己这辈人做的事 都是值得的 也知道櫻花国最后的目的没有达成 而华夏也飞速地成长着 不断有人崛起 带动着华夏一步一步变得更好 他们也算死得其所 就算屈辱地待在这里 只要他们保护的家园变得更好 就什么也值了 思绪拉回 他们看见人群中 走出一个极其英俊的少年 不知为何 他们见到他的 第一眼就觉得这个人很亲切 感受到注视 叶峰微微侧身 朝着那个方向看去 角落里 叶峰发现了几个 与整个墓园格格不入的鬼魂 他嘴角立马扬起一抹笑 喃喃道 找到了 找到了 众宁四处张望着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最后 他朝叶峰注视的方向看去 莫名的 他觉得那个角落 让人有种安心的感觉 难道仙辈们就在那里 这个念头 瞬间浮现在 所有人的脑海里 直播间的网友们 更是激动地评论着 是咱们的仙辈们吗 好激动 虽然看不见 但我的鸡皮疙瘩 已经起来了 站搁起 听到主播 这句找到了后 我怎么会有一种 热泪盈眶的感觉 要是我们可以看见就好了 我也想见见 背景离乡的英雄们 都长什么样子 见90%以上的人 都有这个心愿 叶峰眸子一沉 问道 系统 有没有能让网友们 看见鬼魂的道具 系统 十万人气质 叶峰 成交 下一秒 直播间炸锅 不为别的 就因为他们 突然可以看到鬼魂了 跟上次看到水鬼不一样 这次是 真真实实地看见 你们看见那个方向有人吗 我能看见鬼了 难道他们就是咱们的仙辈 看这装束 的确是咱们的仙辈 泪目了 评论区吵吵嚷嚷地 大家不断印证着 才相信自己看见了鬼 不少网友纷纷截图 想要发给自己的家人 他们兴冲冲地发送照片 只是下一秒 他们就发现了 不对劲的地方 照片里的鬼 怎么不见了 明明截图了 就这样 不少网友来回跳转 在直播和微信之间 反复想要确定 自己见到的 是不是真实的 最终 他们得到一个结果 直播间可见 但是截图 或者录视频都看不见 很快网友们就反应了过来 能看见就不错了 何必要求这么多 这不比看不见来的好 紧接着 直播小球又在叶峰的头顶 转了一个方向 刹那间 网友们就看见 乌泱泱的一群鬼 他们穿着茶褐色的军装 脸上凶神恶煞的 当看到着熟悉的着装时 直播间的弹幕 成倍地增长着 曹他娘的 我总算见到 这群砸碎的真面目了 这就是小樱花 看到我拳头都捏紧了 牙恨不得咬碎 这群龟孙到现在 还没有魂飞魄散 就是他们害死了 咱们这么多的英雄 他们竟然能暗眠在这里 简直气煞我也 不能看 我感觉我心脏冰要犯了 气得我都恨不得冲进去 给他们几个大笔动 怒火中烧 我完全想不到 仙辈是这样 在这样的环境生活的 换作我 只怕早就忍不住魂飞魄散了 仙辈们你们受苦了 叶峰的心情 就如直播间的网友们一般 既痛心又难受 深吸了一口气后 叶峰终于平复了一点心情 他看向旁边 不明所以的仲宁 小声道 看直播 文言 仲宁立马就反应了过来 他以超快的速度 打开叶峰的直播 果然看到了神奇的一幕 透过直播 他看见他的四周站满了人 他们的模样就和电视 电影里的一样 只是他们的表情更加强烈 眼里的恨意 快要溢出眼眶 拿开手机 却又什么也看不见 仲宁 这一下他受的冲击是最大的 完全想不到他有一天也能见到鬼 被这么多鬼围着 一股寒意袭上心头 画面一转 摄像头就对着刚才叶峰看的方向 那里赫然站着几个人 他们脸色满是沧桑 让他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这就是咱们的英雄 他喃喃自语 难怪他刚才有种安心的感觉 他还在感慨 叶峰已经走了过去 看着他坚定的背影 众您立即跟上 几个鬼的心脏扑通扑通的跳着 好像快要跳出来一般 他不会能看见我们吧 冲着咱们来了 我们要做些什么 这 几个鬼你看我 我看你有些不知所措 别说他们 就连那五千多个侵略者 都莫名其妙地看着叶峰 不明白他要干什么 他们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 逼逼刀说了一堆 咱们伤不了他 且看他想干什么 弄不了他还不能弄他们 他们盯着角落里的鬼 眼里闪过恶毒之意 哈哈 谁让你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嘟囊完 这群鬼就笑出了声 听到这声音 几个鬼纷纷皱起眉头 光是听到他们的笑声 就知道他们的打算 来吧 老子不带虚的 我要跟这群狗日的拼了 舒可忍 审神不能忍 谁总谁是孙子 他奶奶的 我他妈真的受够了 哪怕是灰飞烟面 也比在这里强 干他呀的 刚走到跟前 叶峰就听到这番豪言壮语 仙辈们的眼神中 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看着叶峰的身影 他们也没过多注意 只当他是无意间走到这里 又或者如同其他后辈一样来看他们 毕竟他们 从他和那小姑娘身上 感受到了同胞的气息 也难怪那群小樱花 这么不待见他俩 也是情有可原 只是他们很是好奇 前面来的后辈 这些敌人都没有这么抗拒 怎么这会儿就变了 几人还在沉思 一秒 两秒 一分钟过去 他们也发现了不对劲 眼前这个少年 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 好似可以看见他们一般 是错觉 还是他们出现了幻想 下一秒 几个就梦了 叶峰深吸了一口气 他对着仙辈们 深深地拘了一躬 英雄们好 他缓缓抬头 嘴角含着笑意 我们来接你们回家 几人 听到这话 他们很是震惊 只是下一秒 他们就自嘲地笑出声 这个小伙子说什么 要带我们回家 我一定是幻听了 我还没睡觉 都开始做梦了 他们相互吐槽着 这模样清清楚楚地 映在网友们的眼中 主播 你真的很会赚取我们的眼泪 枫叶这句话 我直接泪奔 带他们回家 眼睛进沙子了 看他们自嘲的模样 想来也不敢相信 这么多年想来 脾气也被磨没了 或许英雄们以为主播 看不见他们 所以才这样 是啊是啊 我感觉的也是 这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 就是顾卿的爷爷 他也经历过战争 更能明白英雄们所想 叶峰的一句话 他随即落下眼泪 一直以来 他觉得自己都是坚强的 但现在看来 他还是嫩了点 文言 叶峰心里也是一阵难受 诸位英雄 我没有骗你们 我可以看见你们 以及他们 叶峰直接指着敌人 随后又道 我们这次来 就是要带你们回家 你们大可放心 英雄们 几人梦了 愣是半天 没有说话 这句话信息量太大 他们来不及反应 从他们的眼神里 大家看出了 难以置信之色 一个英雄不信 他上前一步 在叶峰眼前晃了晃手 问 你真能看见我们 叶峰微微汗手 嗯 紧接着 几人不信邪的上前 分别问了叶峰 最后得知 他真的可以看见他们 他们在这里数百年 还真没有遇到 这样神奇的人 你小子可以啊 一个英雄 试图拍叶峰的肩膀 却拍了个空 他顿了一秒 最后只能善笑着 尴尬地收回手 众人看出了他的窘迫 伴随着的是心痛 这个英雄想摸主播 却又摸不到 这我无法形容 反正心里很不是滋味 就对了 他欣赏后背 却又摸不着 这得多失落 哎 叶峰眼神暗了暗 随后扬起一抹微笑 而他们正聊着 身后的敌人们 也从翻译那弄明白了 这个陌生男人的想法 他竟然想带 这几个俘虏回去 也不问问他们愿不愿意 既然都是俘虏了 那他们就不能走 自己还没有发泄完 他们凭什么 可以得到解脱 众鬼大不留心地走上前 来到叶峰身后 有我们在 你俩休想带着他们 我们要他们 永远屈辱地待在这里 话音刚落 原本灰蒙蒙的天 又阴沉了几分 就好比敌人脸上的阴霾一般 通过评论 叶峰也弄明白了 这句话的意思 他漫不经心地转头 还没说话 就被人抢了先 有我们在 你们休想伤害他们分毫 想动他 你们得掀过我们这关 我们还没死 你们就这样迫不及待 你们当真是卑鄙 看着眼前突然冲上来 挡在他们前面的英雄们 叶峰有些泪目 心里顿时涌上一股暖流 英雄们这是在保护他们 虽然英雄们背对着自己 但他们的背影 着实够宽阔 也让他感受到了安心 仲宁也很震撼 通过手机 他自然能听到英雄们说的话 他自认为不爱哭 但这一刻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就是变成了鬼 还想着守护他们 这谁顶得住 叶峰盯着几人的背影 眼神暗了暗 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 他连忙问道 系统 有给鬼魂加强能力的东西吗 叶峰想着 若是可以让英雄们自己报仇 他们应该很高兴吧 一秒后 机械般的声音响起 系统 有50万人气质可兑换 增灵符 可增加魂魄的实力 达到实力倍增 以亿敌摆 以亿敌摆 叶峰皱眉 眼前有这么多人 以亿敌摆 着实弱了一点 有以亿敌签的没有 速度 见中鬼快要攻上来 叶峰在心里立即喊道 系统 大增灵符 100万人气质 兑换 话音刚落 叶峰就感觉手心一凉 翻手一看 几张金灿灿的符纸 出现在他手上 这下驼了 看你们还这么狂 叶峰不动声色地 将符章拍到英雄们的身上 符章靠近的一刹那 直接没入了他们魂魄 下一秒 几人身上浮现一道金色光芒 当然这个现象 只有叶峰自己能看见 这 几人也感受到了魂魄里带来的力量 他们惊讶地看着对方 你们也感受到了 一英雄问道 嗯 其他英雄也连连点头 突然见着他们笑 冲上来敌人满怀疑惑地停下 叶峰勾起一抹邪笑 前辈们洗刷冤屈的时候到了 冲啊 去拿回你们的荣耀 闻言 他们还有什么不懂的 他们身上的改变 想来是来自眼前这个小伙子 没多想 几人立马正色道 好 这是答复响彻天际 几个人的声音 甚至盖过了敌人众多的声音 大战一触即发 叶峰连忙带着重宁往后退 而直播小球 就在重轨之间转悠 争取让网友们看清 仙辈们是这样报仇血恨的 狗日的 来吧 今天爷爷就教你们如何做人 这么多年的屈辱 你们可要好好承受 不要死得太快 哈哈 来来来 都上来 他们活动着身体 一众敌人能听到他们关节中发出的声音 强劲地感觉扑面来 刹那间 气氛被点燃 直播间的网友们纷纷站起身来 好像现在坐着 都是他们对仙辈们的不尊重 我等再次恭候英雄们回归 杀 给这群狗日的一点教训 好好措措他们的威风 死了还这样不消停 看得我拳头都硬往 鸡皮疙瘩起来了 华夏之魂瞬间被点燃 敢欺负我们 就好好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英雄们加油 一雪前耻的时候到了 这一刻 所有人都没有考虑 对面小樱花鬼术众多 仙辈们区区几个人 能不能摆平他们 但看到仙辈们脸上自信的笑容 他们的心就放到了肚子里 啪的掉 干就完了 谁怂谁不是华夏子孙 再说了 华夏人有个特点 一旦触及小樱花 战斗力直接翻倍 不战斗到死的那一刻 绝不认输 别说他们 就连顾青的爷爷 也激动地红了眼眶 杀 他中气十足地喊出这句话 整个客厅里的人 被他的情绪调动了起来 他们看向老爷子 要是老爷子现在在场的话 他一定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 喊完 老爷子的眼眶通红 热了也流下来 这一刻 他想起了与伙伴们一起对抗敌人的画面 他们虽然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冲在前面 用血肉之躯挡住一个又一个敌人 而他的同伴不断倒下 却又不断地站起来反抗 同期的伙伴 只有他苟活于世上 老爷子多么希望 自己也跟着兄弟们 战死在战场上 有时候 留下来的不一定是好事 他背负着太多的苦楚 要不是因为家人 他又如何苟延残喘下来 只怕早就去找兄弟们了 今天这个视频 圆了他此生最大的心愿 就算现在死去 到黄泉下见到兄弟们 他也可以说出来 让他们宽心 所有人平住呼吸 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心里更是呐喊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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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些 英雄们自然不知道 也想不到 有一天 自己报仇的画面 会被传播到千里外 万里外 他们的这段视频 也被后背载入史册 一直流传直至未来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这不会有事吗 众您想到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 要把仙辈们带回家 然后火烧神策 现在仙辈们要打起来 他们的鬼魂 不会受到影响 听到众您的担忧 叶峰却勾起一抹笑 买棺子道 好戏马上开场 看着就行 他的话众您自然是相信的 既然他说有好戏看 他就不担心了 对面的众多小樱花 看见眼前这几个平时 被他们欺压到骨子里的人 突然反抗了起来 心里也不是滋味 好 既然你们这么想死 今天我们就成全你们 鬼首领叫嚣着 上 给我灭了他们 下一秒 众鬼就面露恨意地冲过来 眼神里带着杀气 似要将几人撕碎一般 英雄们被屈辱地 埋在这里这么长时间 耳听木染 小樱花说什么 他们自然也能懂得七八分 但奶又怎样 大战一触即发 英雄们丝毫不退缩地 冲进小樱花队伍里 他奶奶个腿的 今天就让 你们看看我们 是怎样翻身的 你们很嚣张 嗯 做人不要太放肆 不然死了变成鬼 也会遭报应 就像现在一样 英雄们毫不留情 各自占据一脚 互不干涉 他们抡圆了胳膊 对着靠近的小樱花们 就是几个大笔兜 扫堂腿 左勾拳 右勾拳 被打的小樱花 他们捂着脸 难以置信地看着几人 哆哆嗦嗦地说了句 你们怎么会这么强啊 这巴掌扇得他们 头晕目眩 耳鸣不已 几人懒得解释 直接上手 不由分说 又对着他们的脸扇去 俗话说 打人不打脸 但若是对上小樱花 必须打脸 就要狠狠地羞辱他们 一串霹里啪啦的响声后 那几个靠近英雄们的小樱花 顿时灰飞烟灭 竟然连转世投胎的机会 都没有 众人看着他们手起手落 一个接着一个拍飞 小樱花的鬼魂 他们的魂魄在天空中 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 然后如烟花一般 炸裂开来 直至魂飞魄散 这实力的悬殊 让大家以为 他们在拍蚊子似的 啪一个 啪一个 当真有这样好打吗 众人心里生起疑惑 搞得他们也跃跃欲试 好像自己也可以 一手一个小樱花 打得他们满地爪牙 连爹妈都不认识 这这这看的 我都以为我会了 哈哈 一手一个小鼻崽子 简直不要太爽 啥时候我可以体验一下 我有一个想法 可以看开始一个山巴掌比赛 或许就可以体会到 前辈们的快乐了 蹦不住了 长这么大以来 从来没有那天有这样解气 这大笔都擅得实在太爽 代入感太强 这段视频 载入教科书 让孩子看看英雄们的阔气 顾老爷子更是激动得面红耳赤 这会儿 他可不顾什么装重不装重 抬着手就在空气里比划着 看他的架势 好像要冲进屏幕里 教训小樱花一般 哀这 顾家人均是一副 无奈又好笑的模样 这边 啪啪啪解决了一百个鬼 小樱花的首领 再啥也反应了过来 他眉头恨不得连在一起 不解地看着几人 他们怎么会这么强 以前的他们 可是几方的手下败将 每天被他们蹉跎 要不是为了让他们活在屈辱中 他早就将他们打得魂飞魄散了 岂会轮得他们今天发威 看着一个 接一个消失的手下们 鬼首领的脸 都快凝出水来 他恨啊 为什么当时没有把他们搞死 现在倒好 看着同伴一个一个灰飞烟灭 他开始怕了起来 相比他的恐惧 几个英雄 则快美上了天 痛快啊 太解气了 想不到你们也有今天 他们盯着恐惧 不敢上来的小樱花们 嘴角恨不得脸到后头烧 想不到他们百年来的耻辱 竟然有一天可以得到报酬 简直不要太爽 突然 一个英雄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兄弟们 咱们来比比 看谁杀的小樱花人比较多 此话一出 剩下几个英雄 纷纷附和道 来啊来啊 谁怕谁啊 跟我争第一 你们还嫩了点 我就不带怂了 干就完事了 今天就让我杀他们的片甲不留 让这群龟孙好好看看 我们华夏男儿 那可都是铁骨铮铮的硬汉 几人亢奋地说着 下一秒直接冲入敌人堆里 那些鬼不断往后退 虽然以鬼的身份 狗活了上百年 但他们还是期盼着 可以投胎转世 听着同伴们凄惨的叫声 以及他们变成一股青烟 消散在人世间 说不害怕 那是假的 他们边后退边喊 打美打美 哑灭蝶 哑灭蝶 有人甚至不惜下跪求饶 这两个词语 就算是不懂日语的人都听懂啊 直播间更是一阵喧哗 哈哈哈哈 要不要这么没中 哑灭蝶都搞出来了 还是老师教得好 不然我都听不懂这意思 楼上的你不对金欧挑衍 老师不一般 哈哈 这特么烂路上也要开车 操 把我都带歪了 太解气了 原来男人也会喊这个 长见识了 果然是没中的玩意 就这就怂了 那你们当时青月华夏的时候 可有想到过今天 自作孽 不可活 可退 不得不说 这也太解气了 看到一个个小樱花魂飞魄散的时候 众人心里总算有一丝宽慰 但宽慰不代表这些人的死 可以消除 他们对小樱花的恨 此仇不共戴天 就算小樱花被颠覆他们 也不可能原谅 哈哈 英雄们冷笑出声 半想后才推了一口 老子们受了百年的羞辱 都没有喊过一句求饶 你们这就怕了 当真是无根的玩意儿 就是上不了台面 告诉你们 好戏还在后头 你们会后悔你们做的一切 解气啊 看到手下这般不争气 鬼首领感觉脸都丢尽了 恨不得把脸埋到裤裆里 都是什么玩意儿 见过耸的 没见过这么耸的 难道他们都忘了自己已经死了 魂飞魄散 又何止畏惧 懦夫 鬼首领低骂一声 随后又打起精神 喊道 都给我上 杀了他们 咱们人多势众 好也要好死他们 除开那些怕死的 誓死效忠樱花国的鬼 不在少数 他们顿时冲了上来 势必要和几个华夏鬼 一决高下 来得好 正愁一个 能打的都没有 几个英雄扭了扭脖子 脖子立即咔咔作响 英雄们火力全开 一手一个 一脚一个 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天空也因为鬼魂们的散去 而明亮了几分 像是在迎接英雄们的心声一般 这边 众宁都看傻了 他围长着嘴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这也太太热血了 众宁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喜欢动粗的人 但这一刻 浑身上下的血液都在叫嚣 像是要他冲上去施展身手一般 此等羞辱小樱花的场面 试问能有几次 别说他 就是叶峰很激动 他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 嘴角更是一刻 也没有落下来过 对待小樱花 就应该这般 绝不守留情 这个视频热度很高 也引起了国内内间的注意 他们咬牙切齿地 看着自己崇拜的先辈们 被碾得粉碎 许久 他才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 叶峰你还真是好样的 要不是为了国家的大忌 他又如何想留在这里 好在现在计划进展的顺利 已然过了一半 只是 若是华夏重视叶峰 今天的事情一旦被传输出去 那他们的努力就会复之东流 化为一滩死水 所以叶峰必须除掉 这些年 他们尝试着在华夏建立学校 实施文化侵入 效果也很不错 但就在这两天 网络上不断有人站出来说这件事 上面已经高度警觉 自己这方的人 也不得不夹紧尾巴做人 生怕一个不注意 就会万劫不复 叶峰流不得了 他脸色阴沉地拨了一通电话 想来公墓附近的人 很快就会到达现场 到时候 看叶峰如何逃脱 跟他想法一致的还有许总 他开设了一个账号 只要叶峰上线 他就可以看到他的直播内容 以及他的位置 想不到叶峰这么快就去了樱花国 还上目的搞破坏 这样的行为可是要造天谴的 他们的抱怨叶峰自然听不见 不得不说 系统有点东西在身上 这才十来分钟 几个英雄们 就打得小樱花个落花流水 五千多的鬼魂 被灭得所剩无几 放眼望去 只有不到百个 几个英雄非但不觉得累 反而还一身干劲 要他们来说 这会儿就算再来几万个 他们也能轻轻松松拿下 定要打得他们哭爹喊娘 直播更是清一色的赞美 欢呼和呐喊声 英雄的你们太帅了 这么多年的屈辱 终于在这一刻缓解了一丝 让这群人嘚瑟 该了吧 这下连转世投胎的机会 都没有了 活该 咱们华夏子孙 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犯华夏者 虽远必诛 哈哈哈哈 是这个脸 他们没想到 跑到自个儿老窝 入土为安 还会被抓出来暴打一顿 最后落得个灰飞烟灭的下场 舒坦 我浑身的任何一个细胞 都在叫嚣着 他们活该 要不是 我身处华夏 我也很想去给他们几拳 有的小樱花不堪其辱 纷纷选择了自尽 就是不让这几个 华夏鬼魂沾染他们 他们算是看明白了 自己这一方 没有一点胜算 此局必败 看着伴随自己百年的兄弟 一个接一个地离开 鬼首领既愤怒又心痛 奈何他也阻止不了 看到兄弟们的决定 这一刻 他是有一丝后悔 若是当时杀了他们 该有多好 就不会发生现在的事 这是迟来的后悔 又有什么用 此事已经成为定局 无人可逆转 鬼首领心意狠 当即想了解自己的鬼魂 但英雄们 怎么可能让他如愿 他们一把抓住他 让他不可反抗 巴尬 你们快放开我 要么就让我死个痛快 别这么羞辱我 生是樱花国的人 死是樱花国的鬼 我绝不低头 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他眼神愤怒地 盯着几个英雄 认没有一丝后悔 努力了 你们上百年也值了 这一番话下来 在场的所有人 无不动容 大家心里更多的是愤怒 直播间 草泥马 给我杀个龟孙 死到临头 竟然还敢羞辱我们的英雄 书可忍 审不得忍 这小憋孙气得我浑身颤抖 要我说 就应该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楼上说得对 前辈们驱入了上百年 他们凭什么可以死得这么快 赞同 前辈们也像踩着尾巴一样 立即炸毛 你觉得你很搞笑 想死 我偏不让你死 有一种彼死 还要痛苦百倍的惩罚 我相信 你一定会很喜欢 不知想到什么 几个前辈嘴角扬起一抹笑 不怀好意地看着他 其他几十个鬼魂呆若目击 一时间也手足无措起来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头头被抓 却又不敢反抗 说来也巧 这么多人都灰飞烟面了 那个翻译仍然在 鬼首领看着他 想让他翻译 紧接着又是一串鸟语 鬼首领总算弄明白了 他们说的话 只是他们话语里的惩罚是什么 没等他反应 几个英雄就抓着他们 不让他们有任何寻死的冲动 听到他们的话 叶峰就知道 英雄们的打算 他擒着一抹笑意走了过去 英雄们见他过来 嘴边刚要感谢的话 就被叶峰用手势压下 他们顿住你看我 我看你 没有开口 等待叶峰发言 他们知道 自己身上的变化 肯定与这后背有关 但他不让多说 那他们就先不说 叶峰扫了眼不服气的小樱花们 满不在意地抱着手 可退 人母狗样 尽干些下作之事 今天栽了吧 被俘虏的小樱花们 纷纷侧着脸不看叶峰 不用翻译 他们也知道叶峰嘴里没有什么好话 吐槽了一句 叶峰心里也痛快了一些 这时 他对着英雄们道 先辈们走吧 等我们干完该干的事 就带你们回家 文言 英雄们高兴得差点没蹦起来 若说一开始 听到叶峰这句话 以为是玩笑话 但现在他们是真的相信 以前这个小伙子 有这个能力带他们回家 上百年没哭过的他们 这会竟然因为这两个字而泪物 回家这个词是多么的遥远 想不到有一天 我们也可以离开这里 许久未回家乡 也不知究竟改变了多少 听到他们哽咽的声音 众鸣忍不住道 很快你们就可以看到了 嗯 他们郑重地点头 连忙抹了一把泪 露出开心的笑容 他们已经开始幻想华夏的模样 许是被关了太久 他们这回竟然没有一丝头绪 更是什么也想象不出来 叶峰突然想到一件事 他小声地问道 敢问前辈们的尸骨在这里吗 若是在 请容我们将你们的尸骨带回家 几个英雄没想到 叶峰还能注意到这个问题 立即激动到 在 叶峰顿时展开了笑颜 他一抬手 天空中的鸟飞驰而下 不光他们 就连四面的小动物 也纷纷跑了出来 老鼠穿山甲什么的都来了 他们蹲在不远处 等待叶峰发号施令 前辈们都好奇 叶峰怎么带走他们的尸身 他们虽然力大无穷 但还是如以前一般 碰不着摸不着食物 自然不能带着自己的尸体 叶峰 你们的身体在哪里 几个英雄立即指路 找到自己的墓碑 叶峰意味深长的一笑 随后一挥手 原本安安静静的小动物们 瞬间行动起来 下一秒钟 众人就看见 他们朝着英雄们手指的方向而去 一个个地伸出自己的小爪子 开始挖掘着什么 这场面极其魔幻 众人 英雄们难以置信地看着叶峰 他们在挖我们的尸体 看着嘴巴能塞下鸡蛋的英雄们 叶峰黑眸闪过一丝笑意 点头道 是啊 如你们所见 这下别提他们 不见得网友们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就喜欢主播这考虑周全的模样 就问还有谁 主播是有点技能在身上的 空手召唤动物可还行 这么多小动物 勤勤恳恳地挖掘 搞得我都想动手跑两下子 论做事这方面 还得是咱们主播牛逼 思考得太周全了 这就叫带英雄们落叶归根 真正意义上的落叶归根 别说英雄们了 就连我都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不到几分钟 英雄们的尸身就被挖了出来 虽不完全 但好在是尸骨可以带回祖国 他们不知道 这还是英雄们保护的情况下 才得以保存下来的 不然早就被啃声的 什么也没有了 多谢 看到尸骨的那一刻 英雄们不由分说地 对着叶峰鞠了一躬 叶峰连忙喊道 大家这是做什么 何必这么客气 若是没有你们的付出 哪有我们安逸的生活 我们做这些都是应该的 为了避免他们再说什么 叶峰连忙插开话题 事不宜迟 咱们赶紧走吧 虽然不知道 敌人什么时候回来 但早点离开总归是好事 话音刚落 一道威严的声音 从出口处传来 想走 没门 这句话是用滑下语说出来的 所以叶峰他们都听见了 众人回头 就发现他们刚才进来的地方 这会儿已经站满了一群 身着西服的小樱花们 他们手里持着冷武器 对着叶峰的方向高高举着 虽然不知道 叶峰用了什么改变了模样 但这里除了他们 别无他人 通过直播间 他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仙辈 被那几个滑下鬼给拿捏住 且动弹不得 看到自己的后辈到来 鬼首领激动地喊着 杀了他们杀了他们 我们就自由了 你们仙辈都被他们杀了 虽然他们不知道 这样喊还有没有用 但不喊一声 他们寝食难安 而正因为有叶峰的直播间 小樱花们才看得见 也听得见自己仙辈们的声音 他们簇着眉头盯着叶峰 让他们把我们的仙辈放了 此话一出 叶峰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些人看见了他的直播 所以找到了这里来 既然樱花军们要他们放了鬼首领 叶峰就知道此事有胜算 眼睁睁看着祖宗受罪 小樱花们是一百个不愿意 只是这些人 是到底是怎么想的 拿着冷武器来 是想置叶峰于死地吗 直播间的网友们 更是叫嚣道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他们会过来 难道也看着直播 瞧着来势汹汹的模样 主播不会有危险吧 难道他们已经知道 主播的想法了 这群小逼崽子 动作倒是挺快 哈哈 看得我牙都咬紧了 主播能不能脱离危险 哪怕是到人家目的 灭人家先祖 还是扬言要火烧神策 这可都是小樱花 不可容忍的罪行 风也不要怂 这群狗日的 老爷子气得鼻子都歪了 他对着视频里的樱花军怒斥道 就能你们欺负别人 别人还不能讨回公道 刚才所有人都高高兴兴 这会儿却都担忧不已 他们生怕小樱花不由分说 就崩了叶峰 毕竟有视频见证 若是真较真 叶峰还真逃脱不了 樱花国的法律 但转念一想 叶峰好像也没有动手 都是英雄们在报仇 这边 接到消息就赶过来的樱花军 无不弃地鼻青脸肿 那几个滑下鬼挟持的 可都是他们的祖先 樱花国这么小 就算是搭边的亲戚 也是亲戚 也是祖先 他们当然很抗拒 祖先被灭 这跟挖了他们的祖坟 有什么区别 他们又如何忍得了 叶峰眉头微醋 盯着这些人漠不作声 他和仲宁的模样 早已不是原样 直播也没有拍到他和仲宁 就不信樱花军还能认出他们 想着 叶峰心里默念一句 直播小球就飞上了天空 连同直播间的画面也在改变 直播小球飞速往仲樱花军身后飞去 直奔他们的车队而去 这一下可把他们给整不会了 樱花军有人惊呼一声 队长 不对劲 直播画面变了 叶峰不在了 难道这叶峰 还有飞天遁地的本事 他喊了一声 所有樱花军 纷纷侧脸看去 果不其然 叶峰的直播间哪里还有他们祖先的身影 此时已经越过他们的车辆 正在往远处奔去 这 一众樱花军也犯了难 他们互相交替眼神 终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办 小伙子 他们也能看见我们吗 这可怎么办 我们要把他们放吗 不给这群狗日的一个惩罚 我心里难解恨意 英雄们看了一眼樱花军 又看了一眼鬼首领一众鬼 心里痛恨不已 但是对面已经放出话 自己要是不放的话 也不知道他们要如何对待叶峰 叶峰于他们是救命恩人 他们自然得以叶峰的安全为主 一瞬间 他们也犯了难 他们看着叶峰 不知道该不该放人 闻言 叶峰比了个手势 示意他们不要着急 静看小樱花要做什么 见叶峰如此淡定 他们也踏实了不少 心里提着的一口气 也稍稍落下 而鬼首领 则高兴地笑出声 哈哈 敢伤我们 现在跑不了了吧 我很期待一会儿 你们会打成塞子的模样 一定很有趣吧 还要惩罚我们 喝退 做梦 鬼首领音笑地看着英雄们 觉得他们奈何不了自己 更是幻想着一会被解救 将英雄们踩在脚底的画面 英雄们 还隔着做春秋大梦 他们反手就是一巴掌 再瞎嗶嗶 嘴给你撕烂了 欲试不稳重 就知道吵吵 打死你活该 再吼我就撕烂你的嘴 这巴掌可是用足了力气 巴掌声犹如电闪雷鸣 清脆无比 鬼首领更是被扇猛了 要不是英雄们的手劲控制得当 只怕这一巴掌就将他扇得魂飞魄散 这巴掌扇得他头晕目眩 他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英雄们 不敢相信都到了这会儿 他们竟然还敢打他 屈辱 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这一巴掌 就是让他把这辈子所有的开心事都想了个遍 他也笑不出来 哇的一声 鬼首领竟然哭出了声 英雄们 叶峰 仲宁 这就扛不住了 真是没中 直播小球离开 樱花军自然是什么也看不见 更不知道自己先被被打后 碰哭流涕的样子 不然 他们也想把头埋进裤裆 太特么丢脸了 气氛就这样僵持着 鬼首领也从悲伤中缓了过来 他不死心地对着樱花军的方向喊道 救我 救我 我不想再这样屈辱下去 这道喊声响破天际 樱花军愣是没有一个人听得见 他们自顾自地盯着手机里的画面 看着摄像越来越远 眉头恨不得扭成毛毛虫 他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纠结着 下一秒 樱花军队长愤怒地喊了一声 巴嘎 他死死盯着叶峰 后者也不甘示弱地看着他 眼里带着茫然 这眼神直接令樱花队长破防 难道是找错了 他喊喊道 叶峰的模样 就算是华成辉他们也认识 可眼前这个男人 除了性别和叶峰沾边 其他的一点也不像 哎 樱花首领叹了一口气 大手一挥 喊道 撤 这个字彻底粉碎了鬼首领的希望 樱花军们听从指挥 立即收枪列队 带队长甩袖离开后 他们也跟在后面走了 远远的 叶峰几人还听到远处传来声音 给我追 就算叶峰变成鬼 也要把他抓住 目的只留下来几个人手 他们是为了防止 仙辈们的目的受到损害 哪怕叶峰这会儿不在这里 他们也要保护好他们 鬼首领不知道他们的想法 不然真想一巴掌护在他们脸上 一群蠢蛋 敌人就在跟前不去抓就算了 还特么问都不问一句 卯子让狗给吃了 叶峰将手背在后面 他们的尸骨往树林方向缝去 几个小樱花来不及阻止 他们就跑得没影了 叶峰给仲明递了个眼神 示意让他跟着自己 仲明微微汗手 跟在叶峰身后 前辈们也连拖带拽地 赶着鬼首领他们 当和看守的小樱花们 擦肩而过的时候 叶峰两人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但他们表现得很从容 跟小樱花们点头示意后 走出了墓园 小樱花们盯着叶峰两人的背影 看了一会儿 不知为何 他们走后 自己会觉得凉嗖嗖的 小樱花不知道 从他们身边路过的仙辈们 差点没把唾沫星子 喷到他们脸上 这么近距离的院士 不觉得凉嗖嗖才奇怪呢 直到离小樱花越来越远 鬼首领一众鬼的脸都清了 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 完全想不到 这些后辈 明明可以看见他们 最后却又当作视而不见 这到底是为何 就因为他们已经死了 所以给国家带来不了利益 是弃子了 若真是这样 他们的心里更加拔凉 众鬼更希望后辈们 一开始没有给他们这个希望 你知道 泯灭最后一丝希望的感觉 是什么样的吗 离目的有些距离后 叶峰和仲宁 才重重地松了口气 总算是摆脱了 想不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我还以为我们暴露了 仲宁拍着他那此起彼伏的胸部 劫后余生地感叹道 看着那么多枪 他吓得腿都软了 叶峰微微汗手后 侧脸看着身后的目的 不知在想些什么 两久才开口道 看来开直播要注意了 闻言 仲宁也点点头道 是啊 他们能找到 这里就是看了直播 这下坏了 直播就等于被找到 仲宁很想告诉叶峰 不要直播了 这样有暴露的风险 没事 我还有后招 就看他们能不能接招 叶峰意味深长地说道 一番对话下来 英雄们就捕捉了直播二子 只是这是什么新鲜的词语 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也好奇的不行 为什么小樱花 可以通过直播 找到这小伙子 这直播是眼线吗 几个英雄不解的望向四周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鬼首领一众鬼 现在还没有从失落中走出来 所以没有注意到叶峰他们的话 再说了 就算是注意到也听不懂 他们同样是一个时期的鬼 都先进不到哪里去 走 下一站 说完 叶峰又迈开腿 大步往前 仲宁眼前一亮 问道 火烧神策 他等这一天 可是等了很长时间 群里的小伙伴们 还等着他的视频呢 火烧神策 是我们想的那样吗 樱花国的神策英雄们也听过 以前也叫招魂射 但招的不是神 是鬼 是供奉着青月华夏的 小樱花鬼魂的地方 对于这样的地方 他们又怎么不痛恨 前来给他们扫墓的后背 也有讲过 关于这个神策的 明面上叫神策 但是背地里 却是一个洗脑机构 洗脑樱花后背 不遗余力的洗白战争 美化战争 而每个华夏人 对这个地方都十分痛恨 在了解中 英雄们也知道 以前也有人去火烧神策 他做了人人想做 又不敢做的事 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从那会儿起 英雄们的心里 也中了一个小小的种子 要是他们还有来生 一定要亲手 将这个满怀罪恶的地方 给亲手毁掉 想到这里 英雄们激动地 飘到叶峰面前 完全不顾被他们拖着 却又半死不活的鬼魂们 他们好奇地问道 门公 你们是要去火烧神策吗 其他英雄们眼眸中 都透着感兴趣三字 要烧神策 待我一个 我是必要把小樱花 最重视的东西毁掉 以奇人之身 还治奇人之道 小樱花别想逃 读着英雄们闪亮亮的眼睛 要烧神策是真的 哈哈 太好了 这件事 我早就想干了 只是当鬼了 身不由己 上百年只有今天才 离开这个坡地方 我也是 但是叶峰画风一转 说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咱们把其他英雄们救出来后 就可以做了 闻言 英雄们搭拉着头 一副黄花菜捏了的模样 不过很快 他们就又打起精神来 去就行 救人 哦不 救鬼比较重要 是这个理 听到叶峰喃自语 众您就知道 他在和英雄们交流 没有打扰 默默地跟在叶峰身边 对了 叶峰叔弟想到了什么 他说 不用叫我恩公 叫我叶峰就好 这 听到叶峰的话 英雄们左右看着 在他们心里 叶峰解救了他们 这声恩公当之无愧 还不知前辈们怎么称呼 闻言 几人也没在纠结 立马抱上明栏 杨永宽 西方枕 吕文凤 刘启德 李金福 说起自己的名字 五人不由地站直了身子 恍惚间就跟最开始在战场上 被队长点名暴数一般 四周的树木 也跟着随风摇摆着 叶峰居然停下脚步 无比郑重地看着 飘在自己眼前的英雄们 行了一个军礼 仙辈们好 这一刻 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认识 跨越世纪的认识 不知为何 叶峰竟然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眼前六个英雄代表的不只是他们 而是成千上万的英雄们 他们同样为祖国奔波 打怕被抓依旧没有出卖国家 换取生存的机会 一直欣系国家 这样的英雄 如何不让人敬佩 叶峰感叹他们的坚毅的决心 又心痛他们的遭遇 身在和平年代的我们 又怎么能从文字信息上去了解战争的残酷 我们能做的 只有铭记历史 不忘历史 不忘仇恨 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 叶峰突如其来的庄重 让仲宁一愣 一秒过后 他也反应了过来 感叹完 叶峰没有忘记仲宁 反而给英雄们解释道 只有我能看见你们 而其他人是通过直播看见你们 他对着空气摊手 道 仲宁 我现在来给你介绍一下英雄们 看着空无一人的方向 仲宁表现出了 和叶峰一样无比的庄重点了点头 他攥着手 一副很拘谨的样子 英雄们笑着看着他 叶峰缓缓道 这位是杨永宽前辈 仲宁弯腰喊了一声 杨前辈你好 你好 杨永宽同样挥手示意 这位是 一番介绍下来 双方算是认识了 虽然看不见 但仲宁能感受到英雄们的存在 他们此时一定满含笑意 几人的互动 落在鬼手里的眼中是 那样讽刺 他的后背就特么是一群傻蛋 傻逼 乃像他一样 他盯着叶峰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这样的后背 或许才是他心目中后背 能大老远从华下来 带走他们的先辈 这那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这得有多大的勇气与信念 在叹了一百多口气后 鬼手里认命了 坦然地接受被抓的事情 他抬头看向杨永宽重轨 心里泛起一丝酸涩 他们是怎么坚持到现在的 很快 叶峰他们就摆脱 受到樱花军监视的范围 来到了安全地 看来是时候了 话落 心意一动 直播画面直接关闭 直播小球一个闪身 立马就回到了叶峰的身边 留下被他遛了半个 樱花国的樱花军们 直播画面一消失 拿着手机的士兵微微颤抖 他盯着队长的背影 咽了咽口水 仿佛已经预示到 他暴墓的画面 巴嘎 怎么回事 只是 樱花队长比他的反应快 已经察觉到了 一把夺过手机 看着黑漆漆的直播间 樱花队长只觉得 自己的浑身的血液 跟沸腾着的开水一般 双手紧握 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 胸脯剧烈地起伏着 一众樱花手下默不作声 紧紧平住呼吸 生怕下一秒引火烧身 同时 心里也将叶峰的祖宗十八代 都亲切地问候了个遍 啊 怒吼后 是一道清脆的撞击声 下一秒 众人就看见 地上躺着一个五马分尸 零件四散的手机 手机 我事先声明 我没有招任你们任何一个人 手机所有者 现在喊赔钱 会不会血剑当场 他们已经被直播六的筋疲力尽 最后竟然连叶峰的影子都没有见 他们不禁怀疑 叶峰真的变成鬼魂飘走了 一群废物 樱花队长怒骂一句 手下一个个耸的 跟安纯一样不敢说话 两久 樱花队长才吩咐到 撤 就这样 樱花军们只能灰溜溜地返回 祈祷着回去后 领导少骂几句 比起他们的绝望而言 被直播间谈出来的华夏网友们 就高兴了 直播小球非常有人性 跑路的途中 也没有忘记给网友们 播放樱花军的落魄名场面 这就算是 放在整个直播界 都是相当诈列的存在 他们纷纷跑到叶峰私信里评论道 我的蜂爷哦 没见到 你被抓真是太好了 哈哈哈哈 有朝一日 能看见小樱花 被当做狗一样溜 我这心里啊 别提有多爽 高开低走 哈哈 蹬不住了 想抓咱们蜂爷 你们还嫩了点 插腰骄傲中 建议蜂爷再来一次 我想云养一群狗 看着他们差点跑断腿的模样 别提有多带劲 直播小球回来的那一刻 叶峰的手机 跟机关枪一样响起 不用看他也知道 是网友们 在和他报备自己的所见所闻 嘴角勾起一抹笑 叶峰点开被轰炸 差点沦陷的评论区 看着一个个关心的评论 叶峰心里 躺过一阵暖流 特意挑了几篇小作文私信 叶峰回复道 我很好 短短三个字 立即抚平了网友们的心 下一秒 他们不禁感慨 自己看中的主播是小强 打不死的那种 当天 叶峰在樱花国的所作所为 就冲上了热搜 锦号叶峰 勇闯樱花国墓地 锦号 锦号英雄们 我们来接你们回家了 锦号 锦号英雄们 以一敌签 打得小樱花魂飞魄散 锦号 每条热搜下 都是上千万 上亿的评论与展示量 几乎看见的人 都留下了自己足迹 太特么的解气了 叶峰你是我的英雄 今夜你就是神 一句话 直接给我干泪目 英雄们威风不减当年 还是那么的威武 看得我热血沸腾 英雄们太帅了 不过这样的热搜 并没有持续多久 不到一个小时 就被撤销下来 这其中 还有几个明星躺枪 有的被爆出带娃跑路的 有被爆劈腿的 有已婚男偷偷撕毁情人的等等 这几条空降的热搜 顿时吸引了一波眼球 这下 大家都跑去看明星们的奇闻 只要拿出手机 就会源源不断的发给你 你不看也得看 而他们真正想看的视频 则被通通下架 就算发布也是不允许的 而这件事 还不是上面所做的 韩老与唐科坐在办公室里 仔细听着手下抱贝着 两久 韩老才叹了一口气 唐科道 想不到他们这么沉不住气 韩老 狗急跳墙 人之常情 说完这句话 气氛沉默了几秒 继续盯着 势必要把后面的尾巴给揪出来 是 接到任务 坦克没多留 直接离开 办公室里就圣寒老低头沉思 不知在想些什么 这边 休整了一会儿的叶峰两人 又开启了寻找先辈的路 按照叶峰的想法 既然樱花国有一个墓区 有华夏的先辈 那其他的目的未必没有 搜索樱花国的所有目的 叶峰直接规划好了一条路线 同时 他还在网上了解一些相关知识 只要有可能被带来樱花国的先辈们 叶峰都不想放过 毕竟干完这一票 他应该不会再来樱花国 如何躲避樱花国的通缉 才是正事 很快 叶峰和仲宁 又来到下一个目的 叶峰此行带着目标 一是火烧神策 二是带回英雄们的鬼魂 以及带回网友的曾祖父 好原了他爷爷心中的遗憾 这个目的叶峰并没有发现异常 紧接着 他们又赶往下一个 就这样 他们找了一个又一个目的 只找到了三个华夏英雄 他们都一样 看到叶峰众人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感慨他们终于可以回家 要知道他们 等待这一天很久很久了 终于要回家 他们的心里 别提有多高兴 而一路上 但凡遇到以前 侵略华夏的小樱花鬼魂们 杨永宽等英雄们 可谓是红皱眼猛干 杀得那些小樱花们 屁鬼妙流 哭爹喊骂 事后 英雄们直呼痛快 而叶峰就有些遗憾 不能把大家英勇的画面 给直播出去 他着实有点难受 算了 上次直播播出 大家也见了 还是给英雄们 保留一些神秘比较好 时间飞逝 就这样两天过去了 樱花军们为了寻找 叶峰那可是急得直上火 就差没翻了整个樱花国 但始终没有发现 一丝蛛丝马迹 劍找不到 他们只能将目光 放在神策上面 叶峰不是 想要去烧神策吗 那他们就等着他 这两天 叶峰两人将樱花国 大大小小的目的 都找了个遍 愣是没有找到 网友顾卿的曾祖父 顾国 通过顾卿给的信息 叶峰知道 顾国前辈人如其名 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 可以为了祖国 不惜牺牲自己的人 据描述 他的额间有一道伤疤 长15公分左右 从额间 一直延伸到右眼 直至脸颊 为人看着凶悍 但是是个不折不扣的操汉 且顾家的男人 顾卿虽然没见过他 但从爷爷的口中 他知道 曾祖父是一个很好很好 很爱家人 很爱国的人 而爷爷也如他期盼的一样 成为了硬汉 收集了这些信息 叶峰又开始寻找之路 据调查消息显示 以前樱花国从华夏 抓了很多批华夏人 回国做苦力 里面也不乏有 被抓来的英雄们 叶峰妈撒着下巴 自语道 或许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对于非族人兼敌人 小樱花又如何会心疼他们 不狠狠的奴隶 这免费的劳动力 他们都坐立难安 想来也只有煤厂 矿场 建筑工地 码头等只能下苦力的地方 才会有他们的身影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叶峰他们 先是找到了樱花国 一处废弃的矿场 碰碰运气 按照导航抵达目的地 眼前的一幕 让两人和众鬼背感诧异 放眼望去 这里是几座绵延的小山丘 此地春意盎然 完全想象不到 这里是山体破碎 矿坑满坡的废弃矿山 时间真的可以改变一切 眼前此景 就是最好的证明 叶峰仔细打量四周 看看有没有可疑的鬼魂 众宁微醋眉头 问道 这里会有吗 他们已经找了好几个地方 都一无所获 肯定有 叶峰坚定地说 咱们国家被抓来的人 又岂是表面上那么点 小樱花的龌龊 远远不止于此 这里肯定有 再说了 他们连屎都吃 如此变态的人 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文言 重名点点头 也是 对于樱花国那些下作的兴趣爱好 大家不敢苟同 且十分不屑 向我华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这些人又岂可比例 他们侵占华夏 不过是 为了华夏那么多年的底蕴 想将其占为己有罢了 若不是 有老M在背后支持 小樱花也不过是 跳梁小丑罢了 两人聊着 英雄们已经开始行动 为了找出同胞们 他们无不用力 一个个漂浮在半空中 试图寻找到同胞们 叶峰和仲宁也往前走 踏入废弃矿场 刚迈出两步 熟悉的感觉就来了 叶峰眼前一亮 说 找对了 就在这时 英雄们也从不远处 带回了一群鬼魂 走近一看 叶峰两人倒吸一口凉气 眼前这队伍有上百号鬼 他们面黄肌兽 肉眼可见骨头 衣部裹体 赤着脚 身上更是有数不清的伤疤 这些伤疤 都是身前留下的所有死后 才会带在身上 这群鬼中 大小都有 有的踩到叶峰的腰间 光看就知道 死之前只有几岁 他们怯生生地打量着叶峰 神色有些抗拒 是群畜赏 叶峰怒骂了一句 他气得直发抖 小樱花怎么敢啊 所有人惊恐地看着叶峰的方向 要不是那几个鬼妖和他们 他们才不会出来 只想留在地底 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欺负 生前的痛苦 已经令他们现成了刻板意识 恐惧 弱小 无助 绝望 已经成了是他们的本性 他们完完全全地诠释了 皮包谷这个形容词 别说叶峰 就连刚才见到他们的英雄们 也狠狠被震惊到 不难看出 他们死前是遭受到极其残忍的对待 你们受苦了 我们来接你们回家 叶峰哽咽地说道 文言 以前的上百个鬼相互打量着 随后又看了看叶峰 并没有过多的表情 仿佛他们就是傀儡一般 英雄们也搭枪道 你们放心 看我们就知道了 叶峰没有骗人 他可以带我们回家 你们难道不想回家看看 不想看看 祖国变成了什么样子 每说一句 他们脸上就有一丝变化 回家 这个词好遥远 他们真的可以吗 良久 人群里才有鬼出声 可是回到家又有什么用 我们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他的声音沙哑到极致 一听就是常年不开枪导致的 叶峰醋眉 哪又如何 什么也没有 不代表没有后代子孙 你们难道不想见一见他们 家人 就在这时 鬼群中走出来一个鬼 他展开双手 磕磕绊绊地摸索着过来 看到他的那一刻 叶峰惊了 他刚扬一起的嘴角 只能挂在原地 没有再上升 此人如顾清给的信息 高度相符 他脸上也有一条上巴 只是他与顾清说的 也并不太像 他骨瘦如柴 眼窝子还凹陷着 应该是被人弯去了双眼 不然 他又怎么会摸索着前来 叶峰试探性地喊了一声 顾国 顾前辈 他紧紧地盯着那人 果不其然 看到那人一顿 这一刻 叶峰的心情尤为都复杂 粉丝交代的任务 找到了固然高兴 但他看不见了 要是顾清的爷爷 看到这样的一幕 想来也会伤心难过吧 叶峰的心痛之意 净显眼底 听到这个名字 仲宁有些激动 他自言自语道 难道说找到了 许久没有听见这个名字 顾国诧异地说道 刚才在过来的时候 就听外来鬼说 有人要带他们回家 对于顾国来说 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家人 所以一听见家人二字 他就站了出来 叶峰 顾前辈 我们此行就是来找你的 你的曾孙女嘱咐我们 一定要找到你 带您回家 曾孙女 顾国疑惑 随后很快又反应了过来 他刚放下的手 颤颤巍巍地抬起来 你是说 我有曾孙女 狗蛋的孙女 叶峰上前一步 虽不知道顾青的爷爷 是不是叫狗蛋 但他还是点头道 对 是他的孙女 叫顾青 顾青 顾国低着头 难难道 过了好几秒 他才激动道 好啊 他干涸的嘴 慢慢扬起一丝糊涂 问道 战争结束了吧 叶峰 早就结束了 狗蛋都有了孙女 那一定过去了很长时间 时间真快啊 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堆 叶峰就见他嘴角的笑容 越来越明显 狗蛋和他妈还好吗 顾国对着叶峰的方向问道 他妈撒着比划的模样 让叶峰心一紧 他故作镇定道 您的老伴顾强爷爷很好 他现在有89岁 何家欢乐 孩子们也个个都成为了英雄 为国家奋斗着 叶峰顿住的话 顾国又何尝不知 他叹了一口气 罢了 只要狗蛋过得好 我就知足了 只是 话风一转 叶峰又道 顾强爷爷唯一的心愿 就是想找到你 当听到狗蛋的心愿时 顾国周身一颤 吹在两边的手 也跟着颤抖起来 找我 狗蛋都89了 80多年没见 当年的小孩 都变成了老大爷 顾国苦涩地笑了笑 思绪飞远 他还记得当时 小樱花攻到华夏 国家四处征兵 掩见着战争越来越近 为了保护家人 他毅然决然加入了军队 同大家一起 抗争着小樱花的侵略 那时候狗蛋还小 只有六岁 战争一直持续 他也跟随着部队 奔波在抗争的路上 从一开始的保护家人 不受侵害 到最后的保家卫国 他们都义不容辞 永远跑在第一线 与狗蛋最后一次见面 是他快七岁的生日的时候 他向妻儿保证 只要战争结束 他就回家 只是他此去 就没有再回去过了 而是被抓到了樱花国 也不知道 狗蛋母子两人 没有等来他的消息 是怎么度过的 顾国常常感叹 命运不公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战争 人们为什么如此贪婪 不然他们的美好家园 又怎么会被破坏 哪怕他们活在最底层 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 只要家人在 他们就可以无欲无求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恍如隔世 顾国叹了一口气 没有再说话 其他人你看我 我看你 均没有发表意见 好像对眼前这个人 能带他们回家 表示极度的不信任 这么多年 他们每一次 不是这样期盼着 可是期盼过后 只有无尽的失落 见他们一直不表态 杨永宽几个英雄们 着急了 你们难道不想回家看看 看他后背 看看咱们拼死保护的家园 是什么样子的 你们就一点也不动心 一连窜问话 重重地 落在众鬼的心上 杨永宽他们每说一句 他们的心就颤动一下 终于 有人忍不住了 他抄着沙哑难听的声音 吼道 你们以为我们不愿意 你们体会过我们的苦吗 知道我们的想法吗 三句反问 直接勾起了 被困在矿山的鬼魂们的 久远的记忆 许是多年来 没有找到倾诉的对象 他们纷纷含着泪 开口 我们被带到这里 就被分配到了矿区 小樱花想要我们替他们干活 一旦我们反抗 他们就提起刺刀刺向我们 我们眼睁睁看着同伴被杀 看着他们被刺刀挑起 把肠子挑出来 你们知道 那是什么滋味 你们不懂 还有一些人被带出去 没有回来过 看管我们的小樱花说 他们被带到了研究室 我们不知道研究室是什么 看到我们茫然的眼神 他们笑了 笑得无比的骄傲 说我们的同胞被活生生分解 剥皮抽筋 被关进房间里 开水灌鼻子 瘦皮鞭 沾水皮鞭 铁钩皮鞭 反绑等虐行 把我们埋到土里 用羊稿敲头 直至被敲死的感觉 你们体会过吗 这都只是其中一部分 小樱花对待我们的手段 远不止此 加手主板 灌辣椒水 都是比较轻的刑法 他们每说一句 叶峰的心就揪一次 他无法想象 这些年这些先辈都经历了什么 对于战争 他只是在课本上学过 听过科普 真正意义上的 从亲历者的口中得知后 叶峰感觉浑身都在进来 这些刑法 单拎出来一个 都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虽然看不见 但仲宁能从叶峰身上的萧瑟 与四周弥漫着低沉的气息 感受到不自然 他抿着唇多 希望自己也能看见他们 这一路走来 一向以易容引以为豪的他 受到了极度的打击 但收获也是肉眼可见的 他跟叶峰还学到了不少东西 比如坚韧 爱国等等 小樱花的残忍 岂是三两句就说得通的 一直默默不语的故国 颤颤巍巍的指着自己的眼 痛苦道 我不过就恨了他们一眼 他们就活生生地挖了我的眼球 那痛感十分剧烈 我到现在还忘不掉疼痛 刺激着我的神经 会如四肢百骸 眼眶活辣辣的 最后我就看不见了 只有剧烈的疼痛 不断刺激着我 一想起这件事 故国的恨意 就如江水滔滔不绝 可小樱花的恶性 有岂止这些 他们对待女同胞 才是惨无人道 杨永宽等人 一直觉得自己 受到的耻辱是最大的 可和眼前这些人一对比 那些都是毛毛雨 几人的心里 亦难受不已 恨啊 恨小樱花的残忍 恨自己的无能 感受到他们气息的变化 蜷缩在地上的鬼首领们 大气都不敢出 曹你妈的 杨永宽忍无可忍 一脚踹在了 鬼首领的心窝上 伴随着嗷的一声 鬼首领被踹飞了老远 痛感遍布全身 其他鬼也好不到哪里去 也被拳脚相向 这一刻 杨永宽恨不得 将鬼首领给就地弄死 最后还是 其他几人拦住了他 别冲动 他们这样 死了不就便宜了他们 就是得让他们尝尝咱们的痛苦 杨永宽紧握着拳头 最后重重落下 而他们的这个举动 也抚平了白鬼们的心 众人见到鬼首领那一刻 还以为眼前这些人 跟敌人达成了什么协议 又来欺负他们 所以他们是被你们抓来的 你们不是汉奸 最后一句话 他们也没有说出来 但是杨永宽他们都知道 只是他们很是疑惑 苦笑道 你们不会以为 我们跟他们是一伙的吧 其他鬼没有之声 但脸上的窘迫 已经印证了他们的想法 杨永宽一众人 这下他们总算明白 这些人为什么看到 他们带着一点仇事了 感情是因为这个 英雄们的脸上 挂着无辜与苦笑 这特么比吃了屎都难受 世界上最让他们恶心的事 就是与小樱花为伍 当汉奸 杨永宽深吸了一口气 觉得有必要和他们解释一番 我们是经过了解 大家才得知 眼前这几个鬼魂 竟然比自己来到樱花国的时间长 还被屈辱地囚禁 在樱花国的墓地里 且没日没夜地 被五千多个樱花军欺负 直到叶峰的出现 才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所以 叶峰说 带我们回家是真的 你们不用担心 放心大胆地跟我们回家 不会有错 一番话语下来 大家也改观了 恨不得一巴掌 甩在自己的脸上 他们看向叶峰和善地笑着 既然杨永宽 他们能离开囚禁了 他们上百年的目的 那他们是不是也可以离开 刹那间 大家已经涣散的 眼睛突然有了一丝光亮 心里也慢慢 生起了一丝希望 他们局促着上前 将叶峰围住 不敢相信地问道 小伙子 我们真的可以回家吗 叶峰 那是自然 我们真的还有家人吗 叶峰 华夏的所有人 都是你们的家人 我们一直都是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他指着众明道 我们就是领导派来接你们的 听到这句话 众明第一时间看向叶峰 不解地看着他 明明是他率先答应的挑战 当然 国家的支持也是必然的 话落 众人激动地面红耳赤 激动地跳了起来 呐喊着 太好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祖国还需要我们 哈哈哈哈 我做梦都想回家 只是每每梦醒 就什么也不是 所以也就不期待了 要是可以回家 我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这份喜悦透过天气 能感受到 微风轻轻地拂过叶峰 两人的心肩 暖暖的温柔极浪 英雄们也跟着高兴起来 你们是不知道 咱们现在的国家 那可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地方 以前赶路 不是靠马 搬车 船这些吗 现在好了 听后辈们说 有车 高铁 地铁 飞机 虽然我没见过 但他们说 这都是可以 运行千里的交通工具 是吗 当真这么神奇 咱们的国家 现在这么厉害 所有人都来了兴趣 听着英雄们说着 就连故国都竖着耳朵听着 生怕错过了 什么重要的信息 毕竟他们都是 为国家奋斗过的人 自然希望国家 变得越来越好 你们也别指着我们 毕竟我们也没有见到过 说这些有什么用 还不如咱们 自己回去看看来的真实 我就想看看飞机啊 高铁 地铁什么的 到底有没有那么神奇 每个人的脸上 都挂着向往之意 叶峰心痛的情绪 也被抚平了一点 他笑着看着大家沟通 叶峰能现象到等 大家回去时的热闹 想来未来一段时间 并不会无聊 别说飞机高铁 就算这些英雄们想看 大炮啥的国家 都会为他们展开大门 这都不算什么 叶峰虽然没有听到 上面准确的想法 但是从坦克的 只字片语里 他能感受到 上面对英雄们很重视 不然也不会同意 他这个荒谬的想法 一番开岛后 所有人都心花怒放 满心满眼地 期盼着回到家乡 想去看看 家乡先进到什么地步 有的则是 抱着回家 去找后代的想法 华夏有一词 香火 谁还不希望 自己家的香火 被延续下去 嘴上不说 但是心里肯定是 期盼着能找到后代的 他们跟在叶峰身后 通过询问 他们的尸骨 早就不复存在 早已化作了 这片山脉的营养 见状 叶峰蹲在地上 用手捧起一把土 叶峰诞生道 这样也算带 大家回家了 众人看着他 一股酸酸的感觉 涌上眼眶 一个个不争气地 落了泪 没有尸体 那就带一捧这里的土 带你回家 他虽然带走的是 一捧黄土 但是也相当于 带走了 他们所有人 嗨嗨 叶峰轻咳了一声 大家的视线 立即落到他的身上 他说 走吧 我们时间不多了 还得去下一站 众鬼哽咽地点点头 好 最后跟在叶峰的身后 目睹这一切的鬼首领们 心里酸涩不已 其中当属那个翻译的感触最深 他们没有想到 华夏人的信念 可以达到这个地步 带不走你们的尸体 也要用另一种方式 带走你们 这大概就是 信仰吧 紧接着 叶峰带着他们 辗转一个又一个地方 解救了上万的华夏英灵 也顺带灭了 十几万的小樱花 将大家安置好后 叶峰回到酒店 如一摊烂尼一样 躺在床上 这几天 他们一直奔走在寻找仙辈的路上 好在收获颇丰 当然也有遗憾 听大家说 还有接近四分之三的人没有找到 想来这会儿 他们早就转世投胎了吧 毕竟他们都快把樱花国翻了个遍 收回思绪 叶峰开始想 明天火烧神策的计划 这些天樱花军都没有出现 想来一定是密谋什么大事 不然他们如何撑得住气 明天或许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叶峰双手交叉环于脑后 盯着天花板 几分钟过去 他拿起手机 编辑了一段话 对面很快便回复 看到内容 叶峰笑了 这样就妥了 嘟囔完这句话 叶峰就进入了梦乡 梦境 他看见华夏站在了世界的顶端 无人敢欺 所有国家都需要看华夏的脸色形式 当天晚上 华夏方面就在集合人手 原本正要休息的部队人员 被一道急促的铃声叫醒 这是紧急铃 大家顾不得其他 直接翻身起来 以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 整装待发的出现在操练场上 不到五分钟 部队里所有人都出现在操练场上 大家脸上没有一丝困意 各个精神抖擞的 看着国旗的方向 哪里站着几个人 看着大家有序的到齐 中间的人满意地点点头 他低声对着旁边的人说道 不错 大家被操练得很好 精气神十足 得到赞赏 一个身着军装的中年男人笑了 不过还是严肃道 这都是正常的 士兵们坚毅的眼神 以及标准的站姿 让国旗底下的人暗自点头 说起来 拉响紧急铃 军官们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他们看着中间的男人 同样带着疑惑 能让这位道场又拉响紧急铃的 一定是大事 他们不由地紧张起来 心里揣测着 难道打仗 上次拉响紧急铃 还是边防被偷袭的时候 别说他们 就连底下的所有士兵 也紧张了起来 这里面有新兵弹子 也有老兵 上次边防发生冲突 还死了不少人 那是他们第一次直面兄弟 死在自己眼前 但他们都是硬汉 不惧怕死亡 一个个恨不得当时死的是自己 这样他们就不用活在痛苦中 再次听到紧急铃 他们不由地紧张起来 过了一会儿 站在中间的人上前一步 朗声道 我叫坦克 这次前来 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需要大家去做 坦克的大名 他们又怎么会不知道 这个人还是从军队出去的 在军队里一直流传着他的传奇 这些年他也回来过 但都是悄悄地来 并没有打扰大家 而且大家都知道 坦克是韩老的心腹 那他口中的事一定不简单 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竖起耳朵听着 一会儿 我将调走三分之二的人 文言 士兵们激动了起来 他们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坦克 希望能选到自己 第二日 叶峰等人起了一个大早 刚开门 就和对面的仲宁打了照面 在仲宁的帮助下 叶峰又换了一副面容 这次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男人 和叶峰原来的样子 有一点相似 就是那种放在人群中 都不容易让人发现的存在 俗称透明铁 仲宁也改了一副形同 为了方便行动 他易容成了一个男人模样 走吧 叶峰含笑道 仲宁点点头 好 两人背上自己的行李走了出去 今天过后 他们就可以回家了 一片空地上 杨永宽和其他几个英雄 在原地来回踱步 这一晚 他们过得度日如年 可算是到了白天 又过了几分钟后 叶峰和仲宁走了过来 众鬼一拥而上 激动地看着叶峰 叶峰也没墨迹 朗声道 出发 去火烧小樱花的神策 火烧小樱花的神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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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亢奋地喊着 叶峰满意地点头 随后迈开步子出发 为了更快地到神策 叶峰和仲宁选择打车 而杨永宽等先辈们 则漂浮在出租车的上方 但凡从他们身边的路过的小樱花 都感受到了一股急冷的气息 这转变让小樱花们一致觉得 是不是变天了 半个小时后 叶峰一众人抵达樱花神策 出租车司机更是一脚油门溜了 想着赶紧回家穿衣服 他都要被冻死了 望着眼前这偌大的建筑 叶峰怎么看怎么洗 这里还透着一股 让大家无比恶心的感觉 众鬼以及叶峰两人都皱起了眉头 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们 就有一种反感的感觉 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厌恶 神策外还有不少小樱花来这里祭拜 看着他们虔诚的模样 众人恨不得上前一人一脚 樱花国80%以上的人 都赞同参拜这个神策 他们无非是想要樱花军的军魂保护他们 与此同时 有许多股强悍的气息 杨永宽猝着眉头靠近叶峰 笛声说道 这里面不简单 感觉有不少和我们不相上下的鬼在里面 叶峰的瞳孔微震 他也感受到了 他扫了一眼中鬼 然后开始沉思 这里明面上叫神策 实则是招魂社 里面有鬼也理所当然 但是按照杨永宽英雄所说 跟他们实力不相上下 叶峰就犯了难 若是里面的鬼冲出来 那这些手无腹机制力的鬼魂们又怎么办 他可是答应他们要带他们回家的 可是一个都不能少 随后叶峰又把心思打到了系统身上 系统 上次给铃声他们的药水没有了吗 系统 没有 可我想要将大家带回家 都答应了他们 不能食言 系统 实话告诉你 这个神策里有250万樱花鬼魂 他们常年受到供奉 熏陶 自然实力大涨 他们伤害不了人 但是对付鬼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我劝你还是将他们带走后自己再来烧 里面的鬼魂也伤害不了你 听到系统的话 叶峰还在考虑 最后还是决定听系统的 先送这些鬼魂们离开 不然有他们在 神策里面的鬼就会出来 哎 你干什么去 突然 杨永宽的呐喊声响起 叶峰定睛一看 原来有一对从码头带回来的鬼魂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摸到了神策门口 他们的身后 还跟着鬼首领一群鬼 叶峰皱眉 他们是怎样逃脱的 鬼首领一众鬼来到这里 他们灵魂感受到了洗礼 透过大门口 他们就觉得 里面有什么的东西 在吸引着他们 不断牵引着他们进去 这就是神策 鬼首领激动地说道 这可是 他一直向往的地方 想不到有一天 也可以到这里来 短短一秒后 他回头阴侧侧地 看着叶峰他们的方向 勾起了一抹邪笑 几个鬼魂越走近越难受 这一下 他们也升起了一丝后退的心理 但身上的傲骨 不断刺激着他们 不能退缩 不能退缩 就在他们愣住的一时间 身旁传来一声呐喊声 神策里面的英雄们 滑下敌人正在外面 他们妄想火烧神策 我等是樱花墓地的亡灵 在此祈求英雄们庇佑 他说完 其他被抓的樱花鬼魂 也跟着喊道 请神策里的英雄 庇护护我们 铲除外来敌人 抗奋的声音响彻天际 叶峰心里咯噔一下 他一把将仲宁推开 喊道 快躲起来 仲宁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推到了另一边 杨永宽等人也皱起眉头 担忧道 完了 他们看着那些上前的鬼魂 一副恨铁不刚的模样 射可怎么办 他们会魂飞魄散的 刹那间 神策大门上面的白布 开始激烈地晃动 一股庞大的气息 朝着众人袭来 与此同时 直播间也随即开启 而且直接到天空中 早就等得不耐烦的网友们 一看到开播 就快速地进来 还不忘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生怕错过 这具有历史性代表意义的一天 因为他们都知道 今天 叶峰要火烧樱花国神策 华夏光辉的里程碑 即将再添一笔 所有人都在等这一天 某工厂 当看到叶峰直播一开 老板激动地语无伦次 大手一挥 吩咐所有人 停下手上的工作 看直播 是老板 保证完成任务 于是 这个工厂就停工了 所有员工 都被聚集在食堂 观看叶峰的直播 不光是他们 还有华夏很多所学校 以及很多公司 都停下了手上的工作 拿起手机 看直播 就连正在赶路的人们 都纷纷停下了脚步 盯紧手机 这一刻 所有的事情 都不再是重要 路边的小情侣 也懒得吵架 一起对抗外界 准备先把国家大事 解决完 再和对方 愤出个高下 他们看着直播间 那无比熟悉 与痛恨的地方 气得牙痒痒 终于终于让我们 等到了这一天 火烧樱花神策 哈哈 枫爷可算是到这里了 要来了吗 我浑身的血液 都燃了起来 已经激动到不行 公司所有人 都已经集结完毕 就等着看着震撼的一幕 务必让这群小樱花 好好看看 我华夏哪儿 有没有中 顾青一家 更是第一时间 占据最佳位置观看 生怕错过一分一秒 相比大家的亢奋 叶峰等人 就表现得没那么激动 相反脸上 都挂着一丝凝重 他们这边 也就杨永宽六个前辈 比较能打 再加上叶峰 也不过七个人 不一会儿 神策里面传来一声怒喝 谁敢伤我樱花国的子民 鬼影还没有见到 威严恐惧的声音 就传了出来 还有远到近 回响了三声 谁敢伤我樱花国的子民 谁敢伤我樱花国的子民 虽然听不懂说什么 但叶峰知道 这一定不是什么好话 脸上也越发凝重起来 不多时 神策大门口 就走出来十几个 身穿樱花国铠甲的鬼魂 他们头戴造型怪异的面具 以及铠甲 面具嘴巴处 还沾着米色的毛发 头盔上面装饰着羽毛 腰间更是别着长长的武士刀 他们一出场 现场的气氛就凝重了起来 直播间弹幕如瀑布一样袭来 草 这特么里面还供奉着这种鬼东西 莫名的感觉 对方的气场不一样 英雄们抗住 完了完了 那几个跑过去的鬼魂 不会有事吧 这真的没有事吗 同样出现在叶峰直播间的 还有埋伏在附近的樱花军们 通过直播间 他们清晰地看见了 自己国家的武士鬼魂 众人顿时激动了起来 哈哈 是咱们的勇士 他们出来了 想不到神策里真的有鬼魂 他们都是新世纪的人 对于牛鬼蛇神什么的 自然不幸 但自从关注到叶峰后 很多现象都不再是虚幻 可以实现 就像现在一样 他们见到了樱花国的英雄们 他们真雄伟 不愧是樱花勇士 勇士们 上啊 杀了那群华夏鬼 我们能杀他们 一次就可以杀他们第二次 樱花军们激动地浑身颤抖 以为要见证神奇的一幕 鬼首领见到他们的那一刻 眼睛差点掉出来 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 足足三秒 他们笑了 发自内心地笑了 受到注视 鬼武士机械般转头 看着他们 面具下的瞳孔 忧虑忧虑的 随后 他们又看向鬼首领旁边的那几个鬼魂 被注视着 几个鬼周身一震 他们能感觉到 这个鬼武士身上强大的力量 不是他们能比拟的 为首的鬼武士露出的眼眸 看不出任何表情 众人只见他对着几个鬼一抬手 强大的犀利 迫使离得最近的一个鬼 被吸到他手上 脖子被狠狠地掐住 他将那鬼高高举起 像是在炫耀他们无能一般 叶峰众人的心 均提到了嗓子眼 杨永宽六人冷着一张脸 已经做出要冲出去救人的动作 只是下一秒 让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出现了 伴随着嗷的一声 那个被抓住的人在半空中挣扎着 嗷嗷地喊道 你不能杀我 我们是来投靠你们的 他颤抖着指着鬼首领 一众鬼艰难地说道 他们是我们放的 其他几个跟着去的鬼 直接跪在地上喊道 我们是来投靠你们的 不要杀我们 杨永宽 众人 叶峰 汉奸 奶奶的 我就说他们一来怎么那么热情 还要看管这群小樱花 杨永宽咬着牙 从牙缝里了蹦出几个字 原来他们是汉奸 一早就在算计 操 亏老子刚才还担心他们 只是日了狗了 就群狗日的 就算死了 也改不了当汉奸的心 TMD我忍不了了 一起跟我杀了他们 我华下的汉奸 一定得让我们来解决 叶峰没有说话 但是眼神里的怒意 快要溢出眼眶 樱花军们则笑得前仰后合 想不到 真想不到 那群没骨子的货 竟然会下跪 他们也败倒在我 大樱花国的威严下了 痛快啊 这么多天 我们总算是翻山了 神策英雄好样的 杀了他们 还我樱花国一片净土 赶走这些别有用心的 华下人 直播间的网友们 气得差点没把手机给摔了 操 别告诉我那几个耸包是华下人 我真TMD开了眼了 这群逼惑是从哪来的 我平生最痛恨汉奸 我不知道这些人死了 还义无法故当汉奸 脑袋里面灌屎了 想我泱泱华下 怎么会生出这种汉奸 建议查一下后代 严查四代五代以上 我始终坚信一句话 上梁不挣下梁歪 带珠出不了好损 楼上这话中听 我只是想不通 他们死都死了 竟然还不忘背叛国家 有这样的人在 华下又如何振兴的起来 严查华下那个奸险 几个汉奸咽了咽口水 他们盯着鬼舞室 祈求得到他们的庇护 叶峰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他不由地开始怀疑 码头只有这几个鬼 是偶然还是意外 这会儿所有人都双目冲血 怒视看着他们 恨不得他们此刻就遭到报应 鬼舞室没有开口 可周身蓬勃的气息 让人忽视不了他们的存在 他盯着手上的鬼 被抓的汉奸 明显看到他眼里闪过一丝笑意 他以为自己打动了鬼舞室 下一秒 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你 话音未落 他就砰的一下消散在空气中 死不瞑目 随后 鬼舞室就顺移其他鬼面前 汉奸们 看到近在咫尺的鬼舞室 汉奸们脑海里 只有一个字 逃 只是 鬼舞室哪里能如他们所愿 抬手一吸 鬼就被吸到他手上 又砰的一声 第二个汉奸灰飞烟灭 啊 救我们 他们看向叶峰方向 心里害怕极了 眼神里的恐惧 快要一出眼眶 他们祈求叶峰 等他来解救他们 对此 叶峰的嘴 做了一个口形 活该 这下他们彻底绝望了 几个鬼摊坐在地上 绝望地看着天空 下一秒 他们的身体就逐渐透明起来 直至消失在空气中 目睹这一切 直播间的网友们纷纷拍手叫好 这么死都便宜了他们 喝退 汉奸 这就是你们投靠别人的下场 活该 要是他们跟着疯爷 也不至于回到这一步 杀尽华夏汉奸贼 气得我浑身发抖 我恨不得冲出屏幕山 他们几个大笔斗 亲眼目睹 华夏鬼被灭 鬼首领有些心有余悸 不过最多的是高兴自豪 完全没有对刚才几个帮助 他们逃脱的汉奸感到惋惜 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华夏人都得死 他狗腿则上前 裴笑道 将军 就是他们杀了我们众多兄弟 鬼首领指着杨永宽等人气的咬牙切齿 杨永宽一众人本就火大 如今 被他这么一指 心里更是怒火直冒 手下败将 要打就打 你爷爷 我和那几个耸淡不一样 能抓你们一次 就能抓第二次 别太嚣张 杨永宽大喊 兄弟们 你们怕不怕 不怕 众鬼大声地回答道 除了六个英雄 顾国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虽然他看不见 但他的听力 很好能感知到位置 他出来的那一瞬间 远在华夏的顾强 直接愣在原地 他激动得浑身颤抖 他指着屏幕 站在几个英雄 身后的男人 哽咽地说道 爹 文言 顾清几人也激动了起来 爷爷 那个是曾祖父 爸 您确定是爷爷吗 大家激动地看着屏幕 看哪个是自己的曾祖父爷爷 可顾强久久没有回话 没等高兴 他都向顾国漆黑的双瞳时 眼睛刷一下 变得通红 两久 才难难了一句 您这些年都经历了什么 感受到他的不对劲 大家也没着急过问 或许是血脉相连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顾国的身影 脸色有疤 长相彪悍 那一项都符合 只是这个人 明显是没有眼球的盲人 这 一瞬间 他们也体会到了 父亲爷爷此刻的心情 虽然顾强早就猜到 他父亲已死 只是没想到 以这样的情况见到 他此刻心乱如麻 两股青泪流下 而顾国却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孩子认出 还丝毫不惧地站在前面 叶峰也从系统处得知 商城已经没有 让诡辩厉害的东西 系统此时还没有升级 许多功能还不太完善 此刻对于叶峰面临的问题 也是爱莫能助 叶峰不动声色地靠近杨永宽 低声道 前辈 你们先走 这里有我一个人就行 他们伤不了我 你们在这里 只会增加无谓的死亡 华夏的家人们 还等着你们回去 你们不容有损失 听我一言 先离开 文言 所有人都不愿意 一个个叫嚣道 那不行 都说要来烧这里 不亲眼看到 我们又如何安心的了 就是 我们反正都死了 也不在乎会不会魂飞破散 你别担心 之前是为了火烧神策 但是现在全全都为了 想要灭掉眼前这群鬼武士 以及那几个被放走的鬼魂 他们还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 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们 不行 叶峰皱眉 怒喝了一句 你们必须离开 可是没等其他人答复 位于神策大门口的鬼武士 就冲了过来 华夏鬼拿病来 来士汹汹的攻击 顿时令所有人 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杨永宽和其他五位英雄 直接迎了上去 鬼武士抄着武士刀攻过来 杨永宽双拳向前一挥 竟一拳双拳 劈断了鬼武士的刀 这一击大大的鼓舞了 华夏方的士气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纷纷举高双手鼓掌 呐喊道 这个英雄实在太帅了 就得这么干 看得我热血沸腾 恨不得自己就在现场 徒手劈断刀 这可以让我吹一辈子 华夏雄起 让这群小鳖三 好好看看咱们的傲骨 见到杨永宽取得好成绩 其他人也不甘示弱 纷纷对阵其他鬼武士 六个英雄一人对战两个鬼武士 而其他的鬼魂 则五十个一组 对抗一个鬼武士 且他们的还处于下风 杨永宽对着鬼武士 挥出一记重拳 直直将他掀翻在地 还打落了他的头盔 头盔连着鬼武士的头掉落了下来 随后 他便连同盔甲 一并烟消云散 刘汉中也不差 三两下也解决了一个鬼武士 随后吕文峰 李金福 西方针 刘起得四人也不甘示弱 直接开大 拳脚相加之下 打得鬼武士落花流水 不过这群鬼武士 比鬼首领普通的鬼男对付得多 他们都是纠缠了一番之后 才灭掉一个 短短五分钟 十五个鬼武士被消灭殆尽 痛快 这一战没有伤亡 所有人都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躲在暗处的樱花军 气得脸红脖子粗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就倒下了 咱们的武士怎么会说 不可能 樱花军们不断揉搓眼睛 试图将眼前的荧幕 看得再真切一些 只是奇迹没有发生 他们的鬼武士 败了 直播间 痛快啊 我还以为多牛逼呢 结果就这 双手一摊 比试垃圾玩意 这就扛不住打了 哈哈 还得是咱们的英雄啊 果然非同反响 等一下 叶峰突然向后退了一步 眉头紧锁着 一只小鸟停在他肩头 不到三秒 就着急地飞走 不光他 就连杨永宽六个英雄们 也皱起了眉头 目光死死地盯着神策大门 是不是真的吧 鬼群中有人哆哆嗦嗦 说了一句 所有人的目光齐聚 只见神策刷 一下子冲出了 上千个手持刀的鬼武士 下一秒 神策突然烧了起来 叶峰抬头看去 那只刚才落在他肩上的小鸟 已经缓缓飞上天空 对着叶峰的方向 快速地扇动翅膀 然后飞到一边的树枝上 樱花国神策 顿时燃起熊熊烈火 如同缅甸的鬼火一样 天空也被火焰映衬得幽蓝幽蓝的 这一幕是所有人没想到的 原本还跪在地上 祈祷的小樱花们着急了 它们连滚带爬地爬起来 樱花神策是它们的信仰 可不能就这样烧了 救火 对 救火 几乎所有人都这样想着 神策里不断有人尖叫着跑出来 啊 着火了 着火了 快救火 神策里外的人都在到处乱窜 此等情况 藏在暗处樱花军不得不出来主持大局 要不是事发突然 它们不会这么早出来 毕竟还没有看见叶峰的身影 如此是怕打草惊蛇 可眼下神策也被烧了 还藏着毛 眼下它们只能重拳出击 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叶峰的本身就算大过天 它们人数众多 就不信它还可以逃脱 躲在人群不远处的几十个便衣人 它们看向樱花军的方向 眼神暗了暗 随后不动声色地往前靠了靠 仲林也翘无声息地越过人群 来到它们身边 双方点头示意后 紧紧盯着叶峰的方向 保护大家 叶峰吩咐了一句 也顾不得暴露的风险 直接与杨永宽众人 保护起后面的鬼 与此同时 系统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危险正在靠近 请宿主注意 紧接着 叶峰就见不远处的几十个人头上 都出现了红色的感叹号 它们身着樱花军装 除开它们 还有一些位于人群中的红色感叹号 叶峰心意紧 还是来了吗 这下叶峰算是体会到了系统的话 前后夹击 他要注视鬼武士的袭击 又要注意樱花军与暗厨人的偷袭 神策里也不断地涌出鬼武士 他们好像不怕火势的 不断涌出来 足足十几秒时间 就冲出了上万鬼武士 而且 这一批比刚才出来的鬼武士都要厉害 周深的气息 更是比上几个农上好几倍 他们对着叶峰等人冲了过来 叶峰和杨永宽等鬼奋力抵抗 就因为这样 樱花的首领 直接锁定了叶峰 一群樱花军被指挥着上前 刹那间 叶峰被团团围住 他没有动作 冷漠地看着他们 要不是没有翻天覆地的实力 他还真想一举拿下小樱花 灭个樱花国 给华夏的兄弟姐妹注注信 你是叶峰 樱花军首领不容置疑地说道 这一次 他不会再认错 通过上回被直播间溜着走的经历 叶峰会易容 也不是什么神奇的事 毕竟 只要发生在叶峰身上的事 皆可以用怪异来形容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叶峰不装了 直接摊牌 果然是你 樱花军首领愤怒道 只要一想起 叶峰前几天溜他们的场景 樱花首领恨不得 把叶峰开膛破肚 活寡了 这是耻辱 天大的耻辱 要是上一次抓到了叶峰 那神策就不会被烧 督着一个个提着水桶来的民众们 他们的心就揪在一起 带走 樱花首领一声令下 所有樱花军 皆用枪指着叶峰 正在不断地向叶峰的方向围过去 就在他们要靠近叶峰的那一刻 远处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慢着 只见一群身着便衣训练 有数的男子 来到樱花军面前 我们是驻足在樱花国的 华夏大使馆 请问他犯了什么事 你们要带走他 文言 叶峰嘴角微微扬起 紧握的拳头也放了下来 突如其来的变故 樱花首领如同吃了翔的模样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就在他们愣住的时候 大使馆的便衣士兵 也礼貌地推开拿枪的樱花军 来到叶峰的身边 将他里三层外三层地保护在里面 你慢 樱花军有些气急 他浑身颤抖着 指着叶峰说 他伤害了我樱花国的亡灵 还火烧我樱花国的神策 难道这不足以让樱花法律逮捕他 樱花首领自认为 已经很和气地再说这句话 可下一秒 他就被划下来的人 给气得个半死 划下队长嘴角擒着一抹笑 你有证据吗 你们如何能证明 是他做的 证据 樱花军脸都绿了 你们敢跟我要证据 叶峰的直播间不就是证据 还不快让开 叶峰我们必须带走 说吧 他上前一步 却被男子死死地挡住 怕是要你失望了 他是我华下的人 并没有犯错 你说的直播证据不足 再说 叶峰压根就没在这里 这个小伙子 不过在这里站了一会儿 啥也没干 你们就要带走他 这恐怕不太合理 樱花军一脸问候 他激动到 他不是叶峰是谁 叶峰一抬手 无辜道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清 叶峰是谁 这下轮到樱花首领猛逼了 他抬手指着叶峰 哆嗦半天才憋出一句话 你刚才还承认 现在就变了口吻 他眼眶充血怒视着叶峰 要是眼神可以杀人 那他早就死上一百来次了 这边僵持不下 可杨永宽中鬼和鬼武士 打难舍难分 对面人数众多 慢慢的 杨永宽等鬼就处于劣势 直播小球在天上飞着 同样也看见了这一幕 网友们更是着急的浑身颤抖 完了 这么多恶鬼 英雄他们怎么打得过 草 小樱花都是怎么样的 这群恶鬼的实力咋这么厉害 按我的想法 他们一定是用了什么特殊的功夫 所以才变成这样的 不然一般鬼又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特么的 看到老子的拳头都硬了 你们告诉 我要怎样才能隔空打他们 英雄们不能输啊 若是真要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去赢的话 我更希望他们 可以安然地回到家乡 华夏的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视频 看着一个个被樱花恶鬼给压着打的仙辈们 大家的心里无比的难受 就好比被刀割一般 他们也坐不住了 纷纷站起身来 恨不得唤自己去上 办公室里 韩老和谭科也促着眉心看着大屏幕 完全想不到樱花国还有这样的底约 许久 谭科才开口 得亏他们都是鬼 不然若是真有这样的武士存在 当真才是咱们的危机 是啊 韩老点头 思索道 这些鬼不简单 要是有人蓄意为之 只怕咱们的英雄们都回不了家 不知道叶峰这小子 能不能将他们都带回来 爱韩老叹了一口气 谭科瞬间他感觉老了好几岁一般 不知为何 韩老的心里总是慌慌的 总感觉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这边 看到英雄们被打压着 不少瘦弱的鬼魂 被恶鬼一下子撕成了两半 眼见着自己的身体在消失 他看向叶峰的方向 笑得很开心 最后消散在空气中 从他的眼神中 叶峰感受到了 他在说 能和大家相聚 我已经心满意足 再见了大家 叶峰 他的瞳孔一缩 震撼之意随即流露了出来 随后是一阵心痛 这个鬼叶峰 印象还挺深 他说自己没有什么志向 只想回家乡看看 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游历 他们坚守的大好河山 只是 他永远也看不见了 也没有来世 这个世界 他只是轻轻地来过 只体会人世间的疾苦 甚至没有见过真正的世界 他才12岁 在叶峰眼里 他虽然是前辈 亦是孩子 他的年纪永远定格在了12岁 胡子 杨永宽等鬼怒红着眼 喊了一声 手上的动作 也不由地加快 反手就将围住 他们的恶鬼们给拍散 看到众鬼愤怒的眼神 恶鬼们对视一眼 露出的眼眸中 流出了阴险之意 杨永宽众鬼双眼冲血 他们盯着恶鬼们 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要杀了你们 恶鬼们也不甘示弱道 哈哈 他们看着自己身后的恶鬼 笑了 就这几十万的恶鬼 还仇对付不了 华夏那上万只鬼 结局如此明显 以前我们被你们打败 今天我们就要一血前耻 报回昔日的仇 杀呀 櫻花国的勇士们 不要让敌人再嚣张 灭了他们 竟然来了咱们櫻花国 那化成灰 也要留在这里 杀 华夏也不甘示弱地怒视他们 一点也不退让 战况愈演愈烈 双方的鬼魂都在不断减少 许是体会到了 撕开敌人的快感 樱花恶鬼们 专挑手无腹肌之力的弱鬼下手 然后当着杨永宽等人撕碎 看到敌人脸上又军裂一分 他们仰天长笑 哈哈 这也太爽了 想不到你们也有经验吧 你们还不向我臣服 只要你们跪下求我们 我会考虑不灭你们 留下你们的魂魄 但是 恶鬼玩玩地说道 我要你们成为我们的奴隶 勇士不得翻身 你别欺人太少 杨永宽等英雄那 受得了这份委屈 立即叫嚣道 你们做梦 老子就是战死 也不会答应你的要求 其他鬼魂也跟着道 对 你们就别白日做梦 想奴隶别人 你们还不够格 我们就算是死 也要拉着你们垫背 杨永宽等鬼拳头蓄力 怒视着源源不断涌来的恶鬼们 他们累得气喘吁吁 拳头就差点抡冒烟 手也捶得血淋淋的 但凡是冲过来的恶鬼 他们一个也不想放过 一拳一个 拳头砸在金属上 也不以为然 仿佛不觉得痛一般 恶鬼们没想到 他们这么难对付 也不守死鬼魂 直接举起大刀乱挥 所过之处 皆不断有鬼消失 那些被灭掉的英雄们 非但没有后悔 还含笑地与众人告别 示意他们很满足 这就是他们的命 看到这凄惨的一幕 直播间的所有人 都一脸悲伤 先辈们一路走好 愿天堂没有战争 愿你们通往极乐世界 眼泪都给我看出来了 英雄们不愧是英雄 对面鬼多势众 依旧不退缩 呜呜 腿都给我下软了 前辈们可要保护好自己 天杀的小樱花 就算是死了 还这么招人恨 拳头仅想打人 前辈们 就这样 大家还是不服输 前赴后继地扑上前 哪怕死了也不后悔 而原本上万人的队伍 这会儿也只剩下不到八千 反观小樱花 还有三十多万 这实力的悬殊 注定是无解 通过直播得知 几方即将要战胜 包围着夜风的樱花军们 纷纷高兴地笑出了声 有意无意地嘲讽着夜风众人 哈哈哈哈 我当有多厉害 结果 还得是我大樱花国厉害啊 这群野鬼 用你们华下语来说 就是什么来着跳梁小丑 对对对 就是跳梁小丑 哈哈哈哈 樱花军们各个面带讽意 恨不得插腰 给凑到夜风脸上说话 刚才的耻辱这一刻 好像也搬回来了 怎么说话呢 请你放尊重一点 便衣男子盯着樱花首领 眼神冷烈 几乎是咬牙切齿地 滑落 他答应大家要护送他们回家乡的 可是眼睁睁看着他们消失 却无能为力 他食言了 他们不甘示弱地盯着对方 谁也不肯让一步 可鬼魂那边 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只见一个身穿铠甲的恶鬼 把目光放到了鬼群里面 看不见事物的顾国身上 而且他以极快的速度 冲到顾国旁边 一把将他提起 嘴里发出了节节节的怪笑声 夜风见状 也顾不得气他 低声说了一句 快走 就推开众人跑出的人群 直奔着顾国的方向去 他可没忘自己这次的任务 不光要火烧神策 还要保护好顾国 怎么也得让他和顾清的爷爷见上一面 当然 这不是夜风最终的目的 他希望樱花国所有的恶鬼都去死 哎 夜你去那儿 便衣男子大喊一声 突如其来的变故 令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相比其他人 他真的希望夜风完好无损地活着 樱花军见夜风冲出人群 顿时一醒 一个个高举枪对着他的背影 还没等开枪 就被便衣男眼里呵斥住 我看今天谁敢动他 话落 几十个便衣男子上前几步 绕过樱花军来到他们面前 对立而战 用身体堵住他们的枪口 他们眼神里流露出 想伤夜风 就得先过我这一关 樱花首领气得浑身发抖 他喘着粗气 抬手指向众人 你们真要如此 紧接着 是一道想撤破天际的声音 想动他 先问问我们 便衣男子盯着樱花首领 一字一句说道 相伤他就是对我们宣战 你们可想好了 你 樱花首领眼睛都瞪出来了 恨不得用眼神弯死便衣男子 仔细一回味 他心里不免犯难 静也不是 退也不是 着实闹心 樱花军队们手中的枪 依旧死死地抵在便衣男子们身上 过了一秒 樱花首领才到 放下 他这回脸上像是吃了响一样难受 不知为什么 自从接手了这件事 遇到夜风 他就没有一天顺的 该死的夜风 虽然上面说要抓住夜风 但没有说可以公然和华下宣战 一次又一次无奈地退缩 樱花首领 感觉自己的心态都要炸裂了 听到首领的话 樱花军互相看着 脸上纠结万分 最后不情不愿地放下了枪 就这一秒 他们觉得老脸都丢尽了 恨不得抓住樱花首领 问他到底在怂什么 顾清一家都在看直播 当看到顾国被抓住 被拧着脖子提起来后 他们的心顿时全在半空 顾强 爹 他着急地抓着手机 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 看着抓住自己父亲的恶鬼 恨不得活寡了他 身子也因为气氛而颤抖着 顾清一大家子都吓坏了 他们迅速地站起来围在顾强身边 想要扶住他 生怕他受到刺激 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本身顾强年纪就大 别到时候等不回顾国 自己却先气死了 爷爷别着急 曾祖父一定会没事的 是啊 您别动气 身体要紧 顾清着急坏了 眼泪直流 他生怕自己最敬爱的爷爷 有个什么好歹 那自己这一辈子都不能释怀 不能原谅自己 毕竟这个挑战 是自己提出来 夜风才会去的 顾强只觉得自己脑袋晕头转向 心脏扑通扑通地 就快跃出身体 仿佛下一刻就要晕过去似的 下一秒 他就受不了 往后退了一步 直接倒在儿子身上 爸 爷爷 老头子 顾家顿时乱了套 每个人都手足无措地 看着顾强 不行 我不能倒 强大的意念支撑着顾强没有倒下 他要看着父亲回家 或许父亲也知道他在等他 顾强颤颤巍巍地扶着儿子的手 站起身来 嘴里不断嘟囔着 我不能倒下 爹一定在等我 他说过 打完胜仗就会回来 所有人都心疼地看着他 都知道他为了见自己的父亲一面 是多么的执着 所有人都在心里默念 爹会没事 爷爷会没事 曾祖父会没事 而这边 被抓住的顾强 在半空中挣扎着 不断用手拍打着恶鬼的手 可越拍脖子上的手筋越紧 有那么一秒 顾强感觉自己仿佛回到 见到妻子在家做饭 狗蛋环绕在他膝下 村里满是祥和的气息 这一切实在太美好 顾强不由地看呆了 突然 他的耳边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放开他 思绪瞬间被拉回 下一秒 顾强留下了两股青泪 这声音是叶峰 那个告诉他 狗蛋还在世上的人 虽然看不见 但顾强对着声音的方向 摆了摆手 仿佛在示意叶峰不要管他 可叶峰如何做得到 恶鬼狂笑不止 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 他说 放了他 你做梦 下一瞬 恶鬼声音变得冰冷无比 叶峰眼神一冷 你若不放试试 呵 恶鬼笑了 那双露出来的眼睛里 带着玩味 这会儿 他也不着急杀手上这鬼 相反他改变主意了 觉得要好好玩玩眼前这个男人 看他有多大能耐 毕竟是能看见鬼魂的活人 着实让人好奇不已 其他鬼似乎也累了 纷纷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看过来 杨永宽重鬼也跑了过来 站在叶峰左右 皱着眉头看着顾国 顾国怎么就被抓了 不是让他到后面站着吗 刘启德愤愤不已地说道 还没开始打 他们就将队伍分配后 病残不用上场 在后面等着就可以 所以顾国应该在后方才对 现在却出现在了 对战最激烈的中央位置 别的鬼或许不知道 但杨永宽六人则是知道的 叶峰此行是来救顾国的 肯定不能让他受伤 他们不知道 就因为他们的呐喊声 让顾国回想到了以前 对抗樱花国的时候 他本来就死了 再死一次又何惧 所以顾国直接摸索着上前 凭着感知奋力抗争 效果还不错 他感觉自己 灭了几个樱花国的虾兵蟹将 这对看不见的他来说 已经非常厉害了 恶鬼没想到 手上这个鬼影响力竟然这么大 就连华夏上千队伍的鬼 都为他担忧 他对着顾国低声喃喃道 想不到你还挺有用 顾国被掐得半死不活 听到恶鬼的话 他想反驳也没有力气开口 只能咬着牙强忍着痛苦 若是他有实力反抗 恨不得将抓住他的恶鬼 剥皮抽筋 听见耳边没有打杀的声音 以及恶鬼说的话 顾国再傻也反应了过来 恶鬼想用自己挟持夜风他们 不行 绝对不行 顾国暗自摇头 想着自己不能成为大家的累赘 于是艰难地从嘴缝里蹦出一堆字 他奶奶的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磨磨叽叽 还是不是爷妈 说完 他还不忘忍着痛 往恶鬼脸上推了一口 恶心的液体挂在恶鬼的脸上 顾国笑了 这群逼崽子就得这样对待 不能让他们忘了 谁才是老大 我华夏的尊严 岂是你们这等凡夫俗子 可以相提并论的 啊 恶鬼恶心到想吐 嗷嗷地喊着 我要杀了你 这会儿 恶鬼也顾不得想用他交换有用的筹码 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杀了手上这人 于是 他也是这样干的 恶鬼咬牙切齿般的 捏住顾国的脖子 叶峰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拳头差点就扔杂在他的脸上 完了完了 这个鬼 不会也要像其他鬼一样 魂飞魄散吧 求求不要啊 我用我十年的寿命 换他们都活下来 我也是 只要先辈们能平安回家 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老天爷 你睁睁眼吧 看看你的子民 就要被敌人灭掉了 求求你先显灵保护他们 他们什么也没做过 为什么要遭如此灾难 我不想再见到先辈们伤亡了 求求您显灵吧 所有人凭住呼吸 心里祈祷着 老天爷保护他们的先辈 他们的英雄 不知道是众人的祈祷显灵 还是怎么着 顾国竟然觉得自己 浑身都有劲了 有了一丝希望 顾国没有犹豫 一抬手握住恶鬼的手 用力一握 咔嚓一声 恶鬼嘴里的尖叫声 还没来得及叫出来 就魂飞魄散了 顾国顿时跌坐在地上 下一秒 他笑了 笑得无比开心 他还活着 这下 所有人和鬼都是梦了 他们就见着顾国 一下子就变强了 原本挣脱不开的枷锁 也一下子正开了 叶峰顿在原地 这是什么力量 系统 想不到信仰之力 竟然聚集在了他们身上 信仰之力 没等叶峰问个明白 就见天空中出现 一道又一道金色的光束 散落在每一个仙辈们的身上 足足八千多个鬼 他们都感受到 自己身上 进入了一股神奇的力量 暖暖的 顿时游变他们全身 这一下 他们身上的疲惫也不见了 浑身充满力量 杨永宽几个鬼的烂手 也被修复 变得光滑如初 哈哈 这感觉真爽 顿时就有了干劲 我感觉 现在一拳可以打死几个小樱花 这群狗日的 你们爷爷又活过来了 接下来吊打你们 小樱花拿命来 没得叶峰反应 众鬼就冲了出去 立即和樱花恶鬼们交锋上 这一次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但凡上来的小樱花 都被打得落花流水 直接灰飞烟灭 短短五分钟 现场几十万的恶鬼 已经变得只有几万只 这都不算完 他们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散 与此同时 被拦住樱花君也不乐意了 快让开 他怒视着变一男 恨不得用眼神将他冻穿 变一男嘴角勾起一抹隐晦的笑 随后不留痕迹道 你不能过去 他 你们不能动 动就是与我们为敌 变一男只字不提鬼魂的事 实则他们心里都乐开了花 要不是情况不对 他们都想大声为英雄们加油助威 拦着樱花君 就是他们对叶峰最大的帮助 不然其他国的人都在看 他们也不好在别人地盘上挑事 让开 看着以极快速度消失的恶鬼们 樱花首领的声音不由得高了几分 便一男冷漠 树男从命 所有人眼神中都表现出了坚定的想法 要过去先问问他们的拳头愿不愿意 直播间的网友们更是扬眉吐气道 哈哈 英雄们可算是翻身了 是不是老天爷听到了我们的话 所以给了大家力量 他们刚才明明没有这么强的 红红火火恍恍惚惚 这反转简直不要太帅 还得是我们啊 一个字 牛 而顾强看到自己的父亲没事 顿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他哆哆嗦嗦 只嘟囔出了这几个字 其他人也跟着高兴 都在家里欢呼着 太好了 曾祖父没事 还变强了 顾强连连点头 脸上明显好看了许多 完全没有最开始的惨白模样 也红润了起来 也不知是不是激动引起的 看着老爷子重新活了过来 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别提他们 所有网友们悬着的心这会儿 也放了回去 不再乱蹦打 紧张的韩老和坦克两人 也从头上抹了一把汗 真是怪吓人的 是啊 还真神奇 他们突然就有了力量 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就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躲在人群中 头顶挂着感叹号的几个男人 盯着叶峰 以及便衣男等人的方向 嘴角微微一勾 毛子中露出了阴险之意 只见他们对视一眼后 一同伸手掏兜 拿出了一柄小小的枪 对着叶峰的方向瞄准 此时叶峰还没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他脑海里闪烁过系统刚才的话 正在琢磨信仰之力 喷喷喷的几声 啊 现场尖叫声连连 所有人抱着头四处流窜 也顾不得神策的活有没有面 樱花军和便衣男猛了 完全没想到还有意外发生 看到叶峰的那一瞄 樱花军就笑了出声 想不到还有人和他们的目的一样 都是冲着叶峰来的 可惜了 要是抓到活的就好了 见状 所有便衣男也顾不得其他 直接冲到叶峰身边 叶峰只感觉自己身上的软甲突然受力 疼痛感袭来他中枪了 一转头 就发现人群中头顶带着感叹号的人们 已经不见了 痛 剧烈的痛楚席卷全身 叶峰只感觉眼前一阵模糊 身子一软 脚步不稳就往后一抖 失去意识前一秒 只感到自己被人接住 叶峰 众宁低贺了一声 他同便衣男子们一同过来 看到叶峰倒下 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医生 医生呢 一顿枪声 少说也有七八发 叶峰胸口满是窟窿 肉眼可见血肉 那些人是奔着叶峰的命来的 叶峰身上的衣服 更是被鲜血�浸染 鲜红鲜红的一片 现场倒吸一口凉气 这样的叶峰 就算是天王老子 来了都救不了 直播小球拉近 所有人均为之动容 突然的变故 令所有人心惊胆战 杨永宽等英雄 也顾不得灭不灭恶鬼 直接丢下恶鬼跑了过来 纷纷围在叶峰身边 他们没想到 还有人对叶峰放往枪 看到叶峰身上的伤痕 几个大老爷们都哭了 就算在墓地受了百年委屈 他们都没有留下一滴眼泪 这一刻却哭了 叶小子 你可不能死 我们还等着你带我们回家 我们都没躺下 你怎么就先躺下了 男子汉大丈夫 当说话算数 不能失言 你怎么能走在我们前面 奔功你快起来 现场一片混乱 樱花军健壮 却笑得前仰后合 不断吐槽道 我当有什么通天本事 就这 死了活该 毁了我们的神策 你也别想活 你们不是有机会叫自作孽 不可活 解气啊 樱花首领双手插腰 这会儿要有多威风 就有多威风 夜风中枪的那一刻 他这些天受到的委屈 尽数烟消云散 滑破天际的笑声 盘旋在所有人耳里 讽刺之意 伴随着笑意传出 整个直播间 都弥漫着悲伤 这个陌生男人是主播 他怎么变了一副模样 他不会有事吧 胸口的窟窿这么大 多半是 主播这么无敌的人 怎么会 主播你可不要有事啊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可怎么办 到底是那个狗日的放冷枪 是小樱花的人吗 你们看他们笑得多么高兴 愤怒 我的拳头都绷不住了 到底是谁 特么的赶不赶出来 网友们都在叫嚣凶手 心里恨不得把凶手大卸八块 夜风在大家心里的存在 不亚于那些为国牺牲的英雄们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有一天 竟然会看到 夜风落的这样的下场 平时吐槽归吐槽 可他们从来没想过 要夜风有个好歹 办公室里 韩老与谭科也坐不住了 三步并坐两步的上前 凑到大屏幕面前 他们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夜风他 韩老 你别担心 夜风吉人自有天相 不会有事的 谭科像是说给韩老听 有像是安慰自己 心里也在打过来 虽然和夜风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感情还是有的 他很欣赏夜风 要是他就这样死了 他们又如何接受的了 这么多枪 这出血量 我当时为什么要答应他去 韩老低声自言自语 整个人勾搂着 眼前也有点晕 韩老 你这么了 谭科一把结果往后推的韩老 脸上满是着急 他不断地用手给韩老顺气 您可不能有事啊 大家还等着你 缓了一口气 韩老才觉得好了点 他一边自责 一边咬牙切齿地吩咐 召集人手 务必要将开枪的凶手找到 势必要给夜风一个交代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韩老承认 一开始对夜风另眼相看 是因为他特殊的体质 可经过了解后 他也很欣赏夜风 这家伙就是大大咧咧的男孩 想干什么 就义无反顾地去干 特别兴趣 韩老从夜风身上 看见了他以前的影子 可正因为这个 他才舍不得失去夜风 这是他对子民的爱 哪怕缺少一个也不行 这会儿 就连发起挑战评论的顾清 都处在深深的自责中 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眼神不满绝望 完全没想到 这件事会发生在夜风的身上 不会的 夜风他不会有事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评论的 顾清哭得稀里哗啦 整个人都充斥着悲伤 盯着人群中被围着的夜风 那么多血 中了那么多枪 应该没有人可以扛过来 他家人还是第一次 见他这么颓废的样子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阿清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们 他妈妈问道 其他人也投来疑惑的目光 我 顾清忍不住 直接扑到妈妈的怀抱里哭着 大家都诧异 七夜夜 刚才晕倒他都没有这么伤心 现在怎么 反倒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缓了一口气 顾清才抽叶地开口道 都是我的错 要不是我评论 让夜风主播 去找曾祖父的鬼魂 火烧神策 哈 也不会 这句话顿时令所有人大惊失色 他们的CPU炸了 这感觉不亚于被当头一棒 所有人都梦了 他爷爷反应最快 哆嗦着不敢置信地问道 所以 你是因为爷爷才去评论的 望着他最爱的孙女 顾强心理十分复杂 他憋得双眼通红 心理难受极了 要是他死了怎么办 大家沉默 不敢想象这个问题 阿清 你怎么如此糊涂 那是人命 就算找不到你曾祖父 我们也不会怎么样 可是夜风中枪了 人命啊 你如何背负得起 我顾强低着头不敢说话 心理早已将自己骂了个遍 恨不得一头撞死给夜风谢罪 都是因为他 不然夜风也不会有事 一家人都笼罩在阴霾中 谁也不敢开口 顾强觉得自己命挺硬 这都没有死 这边 救护车很快就来了 夜风被抬上了担架 由华夏的医生照看着 小樱花他们可不敢信任 那些人可是无时无刻都盼着夜风死 大意不得 医疗队一道 查看完夜风的伤口以及情况后 他们眉头紧锁 几秒过后 其中一人猛地抬头 他看着便衣男 这一看 便衣男的心里咯噔一下 众宁直接哭出了声 空气中弥漫着潇涩之意 现场安静地不像话 只听见仪器表滴滴滴的声音 这声音好比死神来了 可是怎么也换不回夜风 不知道医生在便衣男耳边嘀咕了一句什么 便衣男脸上一变 震惊地看着医生 两久 他才到 送英雄们回家 他低下头 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明的目光 是 所有人悲伤地答道 随后 对着夜风的方向行了一个标准的礼 他们都以为夜风没救了 已经断气 不然队长怎么会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 直接要带着他回家 医生忙着 给夜风打着氧气瓶 然后送上了车 关门开车 一气呵成 其他便衣着急地跟在救护车后面 樱花军也没有拦着 任由他们离开 心里的高兴之意不予言表 杨永宽重轨恨了 周深的气息更加的猛烈 他们不顾其他 一头冲进樱花恶鬼中间 三下两下地消灭完恶鬼 临走前恶狠狠地弯了樱花军一眼 最后带着重轨跟上远去的救护车 这时 直播间陡然黑屏 大家看不到夜风的情况 顿时炸锅 纷纷哭了出来 风爷 眼眶尽了刀子 我在此祈祷主播不会有事 若是上天可以实现信女这个愿望 我愿一身节俭 只吃素 这么好的人 怎么就这样了 那放冷枪的人 你没有心 主播怎么得罪你了 你要这样对待他 蹦不住了 我们全场的人都哭成了孩子 到底要怎样才可以换回主播 杀人别用主播道 老天爷你到底长没长眼 一时间 所有网友泪流满面 一个个哭成了孩子 大家都气不成声 还有不少人 跪在地上祈祷夜风 可以度过这一难 于是 华夏就出现了这样的声音 性女愿一声不嫁 换主播醒来 只要主播好好的 我就乖乖听话 不再叛逆 我用二十年寿命 换取夜风醒来 相比大家的颓废 而身处缅北的许总 已经着手准备庆功宴 不少因为夜风 遭受劫难迫害的集团老板 一接到消息就都来了 因为一个夜风 他们损失了上百亿不止的经济 也不是他一人的死 可以换回的 他们进门的第一句话 都是夜风真的死了 许总没有脑 很有耐烦心地解释了 一遍又一遍 死了 有视频见证 还能有假 我找的几个人 都是神枪手 就没有失手的时候 你们就把心放在肚子里 夜风再也翻不起浪了 哈哈哈哈 看到他中枪 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许总激动得面红耳赤 嘴角的笑意 怎样也落不下来 要不是现场人太多 都想来一段舞蹈 来庆祝一下 他跟老总们举杯庆贺 因为夜风丢失的面子 也在这一刻找了回来 许总 我现在都要看看 还有谁敢看不起我 过了今夜 我还会东山再起 被众人灌着酒 再加上自己放纵 一会儿功夫 许总就喝醉了 当着众人的面 一个小小的夜风 他就沉不了气候 这不死了 敢和我作对 也不掂量掂量 自己有多大的本事 过完今晚 园区又可以进人了 他华夏不是狂吗 那我就专挑他们的人下手 这一次 我还要十倍 百倍地还给他们 我要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人间地狱 许总脸上挂满 阴狠与算计 这句话瞬间点燃 所有人的心 他们本就干着这份勾当 要不是因为夜风 上面严令禁止 不可以再出差错 他们早就捡起老本行了 对对对 一个集团老总激动到 现在就是最佳时机 我们完全可以靠着夜风 再收割一拨人 这个提议一下子 就击中所有人的心 这个好 我倒要看看 他们对夜风的重视有多重 会不会因为夜风不顾一切 我们可以派人装作去调研夜风 又捣雨 我都想好了 无偿接送大家调研夜风 仅限大学生 开口的那人 骄傲地抬起下巴 你们觉得怎么样 众人你看我 我看你 焦头劲儿着 这个好 这个好 完全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哈哈 大学生好啊 健康 许总醉意朦胧 笑道 你这个想法坏刀 不过我喜欢 这下看他们这么逃 许总伸出手 慢慢收紧 好像一副 静在掌握的样子 哈哈 宴会厅里 弥漫着纸醉精迷 所有人脸上 都洋溢起高兴的笑容 他们仿佛已经看到 无数钞票 新鲜的血液 在向他们招手 这段时间 不少国家都在叫嚣 早就等不及了 这要是成的话 他们完全可以提高价格 狠狠地赚上一笔 最岛前 许总的嘴里还不断地嘟囔着 你们要怪就怪叶峰 要不是他们 你们也不必死得这么惨 樱花国 回到局里 给上面报备的樱花首领 在办公室里 笑得前仰后合 不断地拍桌子捶腿 那得意的小模样 令上面的领导 都有点看不下去 嗨嗨 他只能用咳嗽来提醒他 不要做得太过 樱花首领 也才注意到自己的行为 有些过激 连忙站直身子 一脸欠一道 不好意思 我太激动 这些天有些压抑 领导没说话 但脸上的情绪松了一点 樱花首领又道 只是 没有抓住活的 不然咱们的实验 又可以进一步 不说还好 一提到这件事 樱花领导的眉头 恨不得皱在一起 叶峰这个人吧 说来很神奇 通过线人的转述 也知道叶峰身上 有很多秘密 他们一早就注意到了他 一时的奇人 爱领导叹了一口气 心里郁闷不已 两久才开口道 要是可以得到他的尸体 也是好的 尸体 紧接着 两人眼前一亮 樱花军首领率先开口 我马上着手准备 势必把他的尸体秘密带回来 好 走出房间 樱花军首领的嘴角 就没有放下过 他阴森森的嘟囔着 叶峰 你怎么也想不到死了 也逃不了我们的手掌心 他仿佛看到叶峰冰冷的尸体 躺在实验室 被人慢慢分解 那他们樱花国称霸世界的时候就到了 到那时 老M也要跪在他们面前俯首称臣 当狗哪有当人来的痛快 与此同时 几乎所有国家都关注到了这件事 只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刚崛起的星星 就让戏剧性的陨落 倒是让人唏嘘不已 除开小樱花 还有不少人 也开始打叶峰尸体的主意 若是他身上的秘密 可以被参透 的确可以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帮助 光是一个能见鬼 就足以让他们心动 更别提叶峰 还有召唤鸟群的技能 当然也不止这一项 他们感觉 叶峰可以和所有动物沟通 从最开始的驯猴 到鸟群 还有在樱花墓地里召唤来的小动物们 就可以看出 他的能力不止于此 还有他的记忆 也是未解之谜 只一眼就可以三岁化老 也很是神奇 就连老M的老灯 也在合计这件事 并吩咐手下的人 一定要抢先得到叶峰 老灯为人心狠手辣 主战 他的毕生心愿 就是令老M登上世界之巅 碾压所有国家 他最痛恨的就是寒老 这家伙主和平 从中间坏了他们不少事 他的不少计划 也被寒老给破坏 要是可以 他第一个想收拾的 就是寒老的国家 上下五千年的底蕴 他也好奇 所以以前他们才不留余力地 帮助樱花侵略 华夏 事出必有因 他们就是贪婪 只是哪里 叶峰一睁眼 就发现自己处在一个 十分明亮的地方 四周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望无际的白色 他好像浮在空中 转了一圈 什么也没发现 叶峰才想起来 自己中了枪 他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身上剧烈的疼痛 心脏被穿透的滋味 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 上次通过完成任务 得到的奖励软甲 可以抵挡三次致命危机 而这一次 也直接用完 可敌人不只有三枚子弹 他感觉自己中了很多法 叶峰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 这里是地狱 系统呢 空间里只有自己的回音 别无他人 叶峰不禁在想 我难道真的死了 这一刻 他脑海里浮现算命老头的话 有一截 呵呵 叶峰自嘲地笑了笑 不知过了多久 叶峰终于接受了事实 就在这时 空气中 突然回荡起一道熟悉又冰冷的声音 宿主 我恐怕要沉睡一段时间 归期不定 你好自为之 保护好自己 你要是没了 我也会没 叶峰 他没有听错 叶峰慌了 他颤抖着问道 童子 你怎么了 为什么系统要沉睡 他不是无敌的吗 能量耗尽 这句话忽远忽近 音调里还带着磁条磁磁的声音 就好比机器快要短路的声音 叶峰真的慌了 不要 他知道系统不会说谎 所以系统在和他告别 他如何接受的了 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 系统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对于一个没有亲人的他来说 系统好比他的亲人 亲人要走 他心里如何好过的了 你该走了 我不要 你回来 叶峰声嘶力竭的喊道 不是因为他舍不得系统的技能 而是他已经将系统当做了亲人 虽然叶峰从来没有说过 但心里早就把他当成了兄弟 一股无力感顿时袭上叶峰的心头 你要沉睡多久 要这样你才会醒 回应他的只有无尽的回音 系统的声音再也没有出现 一股犀利拉扯着叶峰 似乎要将他拉到哪里去 眼前一片漆黑 叶峰 你没事对不对 他怎么还不醒 不是说没事了吗 谁在说话 为什么声音这么熟悉 混沌中 叶峰耳边浮现很多声音 而且都很熟悉 叶峰努力地睁开眼睛 只是半天也睁不开 耳边的声音再次响起 叶峰眼睫毛动了 他没事 他好了 话音刚落 伴随着十一道整齐的掌声 慢慢地叶峰睁开双眼 看到一丝光亮 他看到身边站着不少熟悉的人 韩老 谭科 赵国强 便衣男 杨永宽等鬼也在 看到他醒来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欢呼 不少人还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太好了 太好了 叶峰醒了 大英雄醒了 他没事 普天同庆 想不到中了这么多枪 还能活下来 真不容易 醒了就好 醒了就好 谭科抿着嘴 说 我就知道 你小子不会有事 韩老紧皱着的眉头 伴随着叶峰的苏醒被抚平 他看着叶峰温和的笑道 没事就好 叶峰茫然地看着大家 心里思绪万千 他明明感受到 自己的心脏被枪打穿 可现在身上 却没有一丝难受之意 所以 系统为了救他 选择耗尽自己的能量 大家欢呼着 可叶峰却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最信任的伙伴 因为救他而沉睡 归期不定 如何呼唤也没有用 他再也没有可以 无时无刻伴嘴的伙伴了 何又剩下他一个人了吗 难道我是天命孤星 叶峰暗自想着 也是这一刻 叶峰才知道 系统不是神 自己不过是肉胎繁体 自从得到系统后 他就很狂 肆无忌惮 所以连最开始系统 说的话都没有听 要是那会儿 自己听系统的话 让大家先走 那系统也不会沉睡 那几千仙伯也可以回家 这一切都怪他 是他太过自负 才导致了这样的悲剧 大家还处境喜悦中 没有发现叶峰的不对劲 只有离得比较近的韩老 坦克 赵国强等人 发现他的不对劲 温热的眼泪划过脸颊 叶峰就跟个植物人一样 双眼眉光 整个人透着颓废之意 韩老几人很是着急 他们看向身边的医生 医生抹掉头上的冷汗 肯定地开口 叶先生各项指标都正常 没有任何不妥 一番话下来 大家再一次确定 叶峰没事 只是不知道 他为何会这样低沉 几人对视一样 默契地没有出声 静静地看着他 叶峰脑海里 不断浮现 与系统互动是时光 以前他没有发现 自己这么依赖系统 直到失去 才懂得他的好 很久很久过去 叶峰才闭上眼 任由眼泪流下 他暗自在心里发誓 童子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醒来 这段时间 因为有童子的陪伴 叶峰直接成为了人上人 还就接触到韩老等人物 若是没有系统 他估计一辈子 都达不到这个高度 前世的成就 相比现在 就是小屋见大屋 叶峰为华夏贡献了不少成就 就回不少人 就算是去缅甸也好 去樱花国解救英雄 火烧神策也罢 这一切的一切 都离不开系统的支持 一身武艺 要是没有系统 叶峰恐怕早死了几百遍 童子 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自己 也当是保护你 系统说的话 线下叶峰再也不敢忘 过了许久 叶峰才强撑着身体坐起来 四处打量一番 才发现自己 在一间高级病房 挤出窗户被白肘叶遮挡 他周围站着韩老等十个人 剩下的就是杨永宽重轨 见他有所动作 所有人一起 唐克连忙上手去扶他 叶峰惨白着一张脸 站了起来 他先是来到韩老面前 扯出一抹笑容 嗓子沙哑地说道 信不如命 我们回来了 所有人 大家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神中 看到了震惊 叶峰说的是 我们回来了 这是不是就代表 直播里出现的英雄们 都回来了 可喜可贺 看到叶峰的伤势 大家都以为叶峰死定了 所以 连同对英雄们的回归 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没想到真的回来了 韩老鼻头一酸 他拍着叶峰的肩膀 心味道 好 好 好 一连说了三个好 足以见得他对叶峰很器重 杨永宽重鬼见叶峰没事 面露喜色地说道 你没事就好 我们都吓死了 你要是死了 我们的存在也没有意义 是啊 还好你没事 不然我们可是会自责的 叶峰强忍着悲伤 缓缓站到杨永宽等前辈身边 我没那么容易死 我可是打不死的小强 叶峰吐槽道 心里却隐隐作痛 难受无比 哈哈 小强多好 命硬啊 就是就是 这样才可以好好为国家效力 众人站得笔直 郑重地 看向叶峰的方向 屏住呼吸 不敢打扰 他们知道 叶峰不是自言自语 而是和战场上 拼死保护国家的英雄聊天 正是因为他们的大爱 这才唤取了现在的太平盛世 对前辈们 他们心里多的是 不以言表的尊重与敬佩 韩老野站的笔直 就好比要被老师军训一般 哪怕这些人他都不认识 只是从课本上了解过他们 但他们真正出现在自己眼前 说不紧张 那是假的 尤其是他 这样的领导人 自然很重视前辈们的看法 大家也该互相认识认识 叶峰往双方之间迈了一步 站到中间 杨永宽等鬼 你不需要休息一下 韩老却白手道 我们不着急 你先休息 叶峰可是中了枪的人 就算是没事 那也需要休息 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 不是互相认识 而是以叶峰的身体为主 你们 这样的关心落在叶峰这个锅身上 说不敢动那是假的 叶峰环视一圈 每个人的眼眸中 都带着浓烈的关切 他淡淡一笑 说 我没事 不信你们看 说着 叶峰就要原地蹦跳起来 哎 你别 给我待那 不要动 你是伤员懂不懂 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四周顿时响起着急又关切的声音 我知道 被按住 叶峰也倍感无奈 我真的没有事 可以给你们介绍 介绍完 我再休息 这 见叶峰坚持 再加上他挣扎着转了几个圈 爱含老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妥协道 好吧 只是 含老脸色一变 说 不舒服就说 别硬撑 是是是 叶峰连连点头 有那么一瞬间 他竟然觉得 含老有点老妈子错觉 当然 叶峰可不敢说出口 不然就算功劳再打 只怕也会被大家一人一口唾沫给淹死 接下来 一个问题摆在叶峰的面前 怎样让大家看到英雄呢 也不知道 系统不在 直播小球还有没有用 叶峰心里默念 下一秒果然看见那个隐形 只有自己可以看见的直播小球 心里不免一喜 直播小球还在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 想着 叶峰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众人见他拿出手机 不知道捣过什么 过了几秒 好了 话落 杨永宽等人 就见叶峰拿着一个长方形的东西 对着他们一晃 其他人脸上就浮现惊喜之意 众鬼 他们一头雾水 叶峰解释道 这样做 大家就可以看到你们了 他还不忘拿着手机对大家展示 就因为这样 杨永宽等鬼 也看到了神奇的一幕 自己的鬼魂 竟然出现在那个小盒子里面 众鬼 杨永宽一脸疑惑 问 难道这就是手机 怎么还把我们装里面了 什么是手机 我们不会有事吗 下一秒 他们就听见自己的声音 从小盒子里传出来 他们说一句 盒子就同步一句 所有鬼都来了兴趣 韩老等人很是高兴 他们终于可以看见先辈们 几人对视一眼 韩老率先开口 英雄们 欢迎你们回家 众人 英雄们 欢迎你们回家 两道声音中气十足 荡气回肠 顿时就拉回众鬼 落在手机上的视线 英雄们猛了 下一刻 鼻头酸酸的 有点想哭 是怎么回事 最后还是杨永宽站出来 他哽咽道 我代表大家 谢谢你们 这一刻 他们真正感受到回家的感觉 叶峰上前一步 站到韩老边上 介绍道 这位是咱们的领导 第一人 这介绍 他们还有什么不懂 只是有点不敢相信 这只这领导来接我们了 我们真的值得吗 众鬼互相看着 眼中的诧异境险 完全没想到自己这样小人物 也可以惊动大老 所有鬼都向韩老心里 顿时升起敬意 感谢您来接我们回家 领导来是我们的荣幸 虽然没见过 但是看到华夏发展得这么好 大家心里就很是敬佩这个韩老 一个领导要是做得好 完全可以带领大家 到达更深一步的领域 和叶峰在一起的这几天 他们也多少了解了一些 知道韩老主和平 但是做到这样的地步 已经厉害 这位是谭科 他是 杨永宽 李金福 顾国 大家互相报上自己的名来 时间有限 众鬼只是在后面看着 看着杨永宽六人和顾国 和韩老他们寒暄 他们并没有表现的如何不愤 相反可以回家 已经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 简单认识后 韩老谭科几人 轮番开始解答众鬼的疑惑 叶峰站在中间 一会儿看杨永宽他们 一会儿看韩老等人 心里感叹 两个世纪的人第一次碰撞 当真是妙不可言 谭科他们听得很认真 跟着前辈们听以前的故事 可比听书上的知识来的震撼 就说真正的战争与残酷 又岂是文字可以表达出来的 一番交流下来 大家对以前的事 又了解家身不少 对小樱花只会越来越狠 这些先辈们年纪轻轻 却瘦骨凌寻 不是缺胳膊 就是少腿的 大家难以想象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不为人知的痛苦与折磨 反正只有一句话 不忘历史 人群中有个穿着军装的男人 王将军 他问道 韩老 您看是不是可以让大家 见一见英雄们 文言 韩老眉头一蹴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下意识地看向叶峰 叶峰很快就明白他的想法 自己一个活不了的人 突然奇迹般生还 要是再出现在大家面前 当真有点怪异 在场的都是人惊 王将军保证道 韩老放心 他们的嘴很严 说着 他撩起白者叶的一脚 露出黑压压的一脚 叶峰上前一步 才发现自己身处的地方 压根就不是医院 而是一个部队 基地才是 外面的操练场上站满了人 他们每个人都精神抖擞 笔直地站在操练场上 杨永宽也惊讶到 刚才就是他们来接我们的 他们跟随飞机一起下来 就是这些穿着迷彩服的后背们 拉着横幅 嘴里大声喊道 欢迎英雄们回家 他们心里很是感动 所有人都没有忘记他们 都在盼着他们回家 这样的氛围 就是让他们再死一次 大家也会义无反顾地去死 这些人怎么来的 韩老如何不知 他看向叶峰 问道 你觉得 见 叶峰没有犹豫 你去安排 韩老吩咐道 是 接到指令 军装男子很快就走了出去 韩老又道 叶峰 是这样的 我们打算 闻言 叶峰先是一惊 随后也赞同地点点头 我看行 你安排就好 正好我也想修整一段时间 十分钟后 叶峰众人被王将军 带到一个偌大的议事厅 还没走过去 大家就看见座位席上站满了人 他们眼神坚定地 看着讲台上方 庄重的模样 令众人动容 现场安静地掉一根针 都可以听见 整个议事厅所有的窗户 都被封闭 只靠着灯光点亮大厅 韩老先 让大家先请 王将军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韩老给打断 他立马反应过来 笑道 英雄们先请 他伸出手 做出请的姿势 所有人都看着他们 示意他们先走 杨永宽等鬼受宠若惊 最后拗不过他们 跟随王将军的步伐走上讲台 一路以来 他们见过太多的新事物 这会儿也慢慢适应 就在这时 叶峰将手机画面 直接放送到大屏幕上 从大屏幕上 一时听众人都看见 王将军走出来 紧随其后 又出现了一群陌生又熟悉的人 视线投到讲台上 王将军后面 却什么也没有 他们是先辈们 是英雄 和叶峰直播间看到的一样 若说一开始接机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英雄们是否回来 这一刻 所有人都激动了 因为纪律大家 只是面上显露激动之意 每个人睁大双眼 激动得浑身颤抖 带所有英雄 都站到讲台上 王将军一个手势 现场顿时响起 欢迎英雄们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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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声音比接机时还要响亮 还要中气十足 气势磅礴 一股青春热血的气息 扑面而来 伴随着啪的一声 天空中飘下许多五颜六色的彩带 所有鬼都处在震撼中 他们再一次被后背的牌面给惊到 大家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的高光时刻竟然在死之后 以另一种形式展现 李金福哽咽道 原来大家还记得我们 是真的先要接我们回家 杨永宽嘀咕着 我还以为叶峰是安慰我们 没想到这一切都是真的 其他人管那些干什么 高兴就完事了 就是就是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游览华夏的大好河山 一定很壮观吧 哈哈哈哈 台上每个鬼脸上都扬一起开心的笑容 他们对着台下的后背们挥着手 感慨不已 同时心里也有些惆怅 要是其他兄弟可以看到就好 他们和自己一起出来 结果回来的只有他们 侧面 叶峰等人也十分的感慨 这排面 相信他们很喜欢 叶峰笑着 看着寒老谭科 谭科淡笑 大家为了这个机会 差点没争破头皮 回想昨天叶峰发来的信息 发现叶峰和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 只是叶峰说的是 找几个人来接英雄们 他们则是想 排面一定要给足 这些都是为国捐躯的人 值得这样的对待 要不是现在时候不对 按照寒老的想法 应该举国欢庆 是吗 惊讶了一秒 叶峰就反应了过来 这里是部队 他们本身就是英雄 对英雄们自然是崇拜与向往 那可不 你是不知道你直播在这里有多火 要不是有纪律在身 不少人都想上樱花国支援你 叶峰没有说话 但看向大家的眼神带着羡慕 要知道 他前世最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参军 可是因为体制原因 没有得偿所愿 这一世能让这么多人崇拜自己 是不是也另想地完成了他的心愿 韩老和谭科等人都一同上了讲台 这一天 注定是所有人都记忆犹新的一天 叶峰没有上去 而是躲在后面 和仲宁一起看着讲台上的大家 仲宁望着叶峰的背影 欲言又止 只又欲言 最后开口道 叶峰 你真的不上去 这一次 你的功劳最大 你难道不享受大家的崇拜 后面这句话没有说出来 就被叶峰打断 不用 其实这样最好 系统沉睡 叶峰就成长了 知道低调才是正道 这样才不会有人惦记自己 下一秒 叶峰的右眼皮就狂跳 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想着 叶峰抬手掐绝 这是 挂象极为的不好 事情很严重 怎么了 仲宁不明白 上一秒还高兴的人 怎么一下子就变脸了 能帮我让韩老和谭景 肩过来吗 有急事要找他们 看着叶峰脸上 从未有过的严峻模样 仲宁也知道 这件事不简单 没多想 禁止走上舞台 也不过韩老还在说话 就来到谭科身边 低声和谭科说了一句 谭科立即回头看向叶峰 仅一秒 他就上前一步 感受到他的异样 韩老还笑着说道 今天就到这里 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韩老把话筒交给王将军 就挥手和大家告别 怎么了 看到叶峰的那一秒 韩老的眉头就紧促起来 叶峰左右看了一眼 谭科立马明白他的想法 直接道 跟我来 对于这里 谭科可谓是熟悉的不能熟悉 他在前面带路 韩老和叶峰跟在身后 仲宁没有去 他知道这件事 肯定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 默默在原地 看着三人的背影 不一会儿 谭科就带着两人 到了一间幽静的办公室 放心 这里绝对安全 来不及坐下 叶峰皱着一张脸 直接道 华夏有难 闻言 韩老和谭科对视一眼 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震惊之色 韩老攥着手心 开口 怎么说 刚才我补了一挂 发现往后几日 华夏不太平 挂项上显示 有大祸 我追溯源头 却发现找不到原因 而祸端源头 就在西南方向 西南方向 两人没有诧异 为何叶峰会补挂 注意力全放在西南这个方位 叶峰这个人很是邪恶 但对华夏尤为的忠心 他们一点也没有怀疑叶峰 他们从医生那儿得知叶峰身上 有八枚子弹 医生说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 叶峰的伤势 可谓用惨烈的来形容 医生看到的第一眼 就差当场宣判死亡 只是 没多久 叶峰的伤口就奇迹般的 以极快的速度恢复着 因为怕周围的人看出不妥 便依难才下达回国的命令 上飞机时 叶峰身上的伤口基本愈合 而子弹也神奇般的 慢慢从他体内的退出来 就好像叶峰整个人都在倒退 到回味中枪的时候 见到这一幕的人 无不成奇 韩老知道叶峰身上的秘密多 但他一点也不怀疑叶峰 能为国家牺牲性命的人 是多么的忠心 思绪拉回 韩老和谭科对视一眼 一口同声说道 缅甸 叶峰点点头 嗯 他们又要捡起老本行 此话一出 韩老和谭科 均是倒吸一口凉气 虽说一早 他们就知道 缅甸不会善罢甘休 势必要从头再来 只是没想到 竟然来得这样快 所以 他们的目标是咱们 这句话 韩老是咬着后槽牙说的 没错 叶峰点点头 随后又皱起眉头 开枪的人 应该就是他们派来的 想来 他们一定是觉得我死了 所以 又开始打坏主意 挂象显示 他们把目标 放在16-20 这个年龄阶段 最近不会太平 一番话下来 韩老和谭科的心 瞬间被揪了起来 虚余 他们又被叶峰震惊第二次 还不止缅甸 还有其他人 也在打主意 两人心里乱作一团 问道 可知道他们为何来 这个问题 倒是把叶峰给问住了 他还真不知道 其目的为何 叶峰摇摇头 房间里顿时沉默 安静无比 足足过了五分钟 韩老才对着叶峰担忧地开口 我看八成是为你而来 闻言 叶峰不意外地点点头 虽然看不见关于我的挂象 但我也有这样的直觉 看来早些实说的计划 有必要实施 叶峰冷着一张脸道 最好来得问中桌边 韩老谭科也点头赞同 毕竟敌人在案他们在明 这么防也防不住 不防且走且看 就看是魔高一丈 还是造高一指 同日下午五点 官方报道发布了一条揪心的报道 知名主播叶峰不幸身亡 享年二十五岁 让我们一同为他送别 此条消息一出 全网几乎瘫痪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大家反复翻看这则新闻 新闻里有着对叶峰的讲解 其中提到了他去缅甸救人 上樱花国救英雄的事件 官方直接变成灰色通告 刹那间 所有平台也纷纷效仿 全网灰 众人感受到了 上面对叶峰的重视 网友们都疯了 网上众说纷纭 你们告诉我 不是真的 叶峰为什么会死 他这么好的人 怎么会死 你们骗人 峰爷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是上天的蠢 他不可能 我一定是在做梦 这不是真的 你们骗人 峰爷 我们还等着你来接受挑战 你怎么就你再和我们开玩笑对不对 网上大多数的人都不相信 叶峰已经死了 都认为是幻觉 可官方又怎么会骗人 慢慢的 每个APP都在调研叶峰 大家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 他才25岁啊 多么年轻 就这样该死的小樱花 该死凶手 务必要抓到他们 为咱们主播报仇 得知这个消息 最为震撼的就是顾青 顾家所有人都围在他身边 安慰他 可魂不守舍的顾青嘴里 只有一句话 都是我害死了他 顾家人对视一眼 都叹了一口气 爱顾青的妈妈看着他 心里十分难受 他轻轻拍着女儿的背 说道 适者已去 咱们要做的事往前看 一直自责也没有用 你也不愿意见到这样的情况 是啊 其他人点点头 也跟着劝说 叶峰他是个英雄 也是个好人 他一定会投个好态 阿青 你别太难过 我们都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可谁知道他就出现了意外 要是他知道 你自责 肯定也不会怪你的 说着 他们又似乎觉得不妥 毕竟叶峰的死 的确和顾青有关 他们也不敢劝说些什么 一直坐在旁边 不言不语的顾强老爷子 看着自己最疼爱的孙女 心里惊涛骇浪 着实难受不已 他沉思着 然后颤颤巍巍的站了起来 来到顾青身边 咱们去送送他 虽然我们没脸去 但不去就更不是人 听到爷爷的话 顾青满含愧疚的抬头 触及他坚定的目光 他狠狠的点了点头 顾青想着 一定要亲眼见到才行 哪怕已经看到通告 可他不相信 叶峰就这样没了 他可是从缅甸 安然无恙回来的男人 就是因为他有自保的能力 所以自己 才提了这个挑战 要是知道结果会是这样 他真想倒回那一天 那他一定不会平安 他也是害死叶峰的直接凶手 就算是跪 也要跪到叶峰的官国前 不赎罪 顾青一辈子都过得不心安 其他人对视一眼 纷纷点头 我们也去 这回他们也顾不得 顾国回来没有 叶峰已死 再也没有人可以看见鬼魂 他们也不会强求 顾强也在活着的时候 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也不知道 死后可不可以再相遇 网络上多的是 因爱生恨的人 见到叶峰死后 就有人将矛头对准了顾青 他们先找到顾青的账号 就是他 要不是他 咱们的主播就不会死 他还会在华夏继续挑战 可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咱们彻底失去了峰爷 要说樱花国的人 还有放冷枪的人 是害死峰爷的凶手 但是你又好得到哪里去 你也是间接害死峰爷的人 要不是你 他也不会去接这个挑战 我固然恨樱花国 但是我还是希望 峰爷可以活着 我的主播 你怎么就这个发起挑战的人 到底有没有信 主播都走了 你竟然连个道歉都没有 你怎么对得起主播 我看他就是在逃避责任 这是人命啊 他背负上了人命 躲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出来 你们说是不是 有大佬可以调查他的背景吗 我倒要看看他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一时间 铺天盖地的舆论 都对着顾清一人扑来 原本因为叶峰的死 而变得魂不守舍的顾清 哪里能注意到网上的评价 此时 他只想快点见到叶峰 然后赎罪 他知道自己罪裂深重 对不起叶峰 也对不起所有人 但是他只能哭 却什么也做不了 顾清恨自己的无能 网上一面倒的舆论 也不敢和顾清说 这些留言可谓是极其狠毒 完全可以让一个人身败名裂 网络暴力这件事 不是一般人可以平静对待的 就连特别坏的人 都要掉一层皮 更别说是好人 那些抵不过网爆的 不是死就是死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这边 得知叶峰已死消息的 还有远在缅北的许总 见到直播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叶峰就不活 死定了 但真正听到这个消息 还是很高兴 贪坐在沙发上的许总 还有一点微醺 他盯着手机上来自华夏的通报 笑得合不拢嘴 哈哈哈哈 这就叫风水轮流转 许总可没有忘记 他被叶峰挟持的画面 他这辈子从未栽过跟头 也就遇到叶峰后 才诸事不顺 死了好 只有死人才不会干涉别人 要怪就怪你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死了也活该 你这条命五百万倒是不亏 中了这么多枪 当真是值了 感叹没多久 许总的电话 就叮铃铃地响了起来 看着上面 没有显示归属地的号码 许总勾起一抹阴险的笑 接通电话 对面立马传来一句话 任务已完成 叶峰已死 我知道 尾款稍后打到你账上 许总不紧不慢地说道 好 合作愉快 若是满意的话 下回也可以再找我们 哈哈 许总笑道 好说好说 挂完电话 许总就给助理拨通了电话 让他汇款 一共四百万 加上定金的一百万 也就是叶峰这条命值五百万 好在这钱没有白花 他的心头刺已除 不光是他 还有其他国家的人 都在关注这件事 对于华夏的通报 所有人都表示 在意料之中 樱花国和老M 都在合计上华夏 来偷到叶峰的尸体 大家都打着自己的注意 没一个是好人 在仲明的帮助下 叶峰又换了一副连嘴 不然这段时间 还真不敢出来 办公室里 叶峰 仲明 坦克三人 坐在沙发上聊天 看着通报 叶峰心里总有一种 违和的感觉 良久 他才开口道 想不到有一天 我竟然可以看到 自己的死后的通报 全网灰 逼格也有点太高了吧 叶峰着实没有想到 他可以有这样的逼格 要不是系统 他早就死了 那这会儿 真就是他的事实通报 这么一想 倒是也没有什么违和的感觉 坦克一愣 杨庄咳嗽一声 然后道 作戏自然要做全套不是 这样才会有人相信 有叶峰的警醒 韩老等人非常重视这件事 已经下达不少相关命令 所有部门都在积极地配合 而叶峰没有死这件事 也就只有见到 叶峰的十来个人知道 再加上有仲宁的配合 的确可以做到天衣无缝 文言 叶峰不由地笑出了声 哈哈哈哈 说的也是 只是 话锋一转 叶峰又道 我只是没想到 有一天 还要参加自己的葬礼 这又啥 仲宁很快接话 他捂着嘴笑道 你又没有死不是吗 文言 叶峰微微一愣 随后笑了起来 低声道 是啊 没有死 要不是有系统 世界上早就没有叶峰了 如今还如何去做这个局 一切都是空谈罢了 叶峰很快就恢复如初 所以 两人都没有察觉到 他不稳的情绪 对了 仲宁看着叶峰 开口道 你有没有看网上 网上 叶峰一愣 自从回来 他还真就没有上网 网上能有什么 不就是大家在讨论我的死 想到自己的影响力 叶峰对网友们很是歉意 但是现在形势不对 只能这样做 一想到要骗所有人 叶峰那是一百个不愿意 更不愿意去骗自己的粉丝 他们那么拥护自己 所以 除了自己的死 叶峰也没考虑到其他问题 犹豫了一秒 仲宁还是觉得 如实说的比较好 是这样的 你还记得给你评论 让你去樱花国的网友吗 刹那间 叶峰的思绪被拉回 脑海里闪过一道灵光 古青 难道他 一股不好的念头 出现在叶峰脑海里 想也没想 他就打开了手机 点开自己的死亡的通报 叶峰的眼睛越睁越大 满脸不敢想象 他不确定的 又往下翻了翻 这 网上竟然都是 在网报顾青的话语与帖子 还有人扒出顾青的个人信息 然后甩到APP上 这下大家都知道他的个人信息 发布挑战的人叫顾青 女 26岁 现任女警察 其爷爷还是大功臣 是从战争中存活下来的幸存者 爸爸也是警察 其他人就算不是警察 也从事着为国家贡献的职业 老师也好 医生也好 可谓是满门中烈 一开始所有人对他一家都表现得很尊敬 可是叶峰死了 他家既然没有出来说一句话 就连怂恿者顾青本人 也没有出来发表什么话语 这才激发大家的怒意 觉得他是个害人精 就算是满门中烈又如何 叶峰还不是你害死的 要不是你发表这个挑战 叶峰也不会死 峰爷都死了 你还有什么脸 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怎么不去死 他帮你们找到了你曾祖父 现在人死了 你连一句问候都没有 顾青你还是不是人 这么好的家风 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个人 自私自利也就罢了 现在害死人还躲起来不见人 当真是孙子 亏我一开始对他印象很好 这些网友们 因为找不到凶手 所以都将矛头一下子对准了顾青 他一个弱女子 又能翻起什么风吗 越看叶峰的眉头越皱 众名也给谭科解释完 这些三个人都处在沉默中 这些话会害死人 许久 叶峰才对着谭科 说出这句话 因为前世的经历 叶峰非常懂网爆的力量 那可是杀人于无形的软刀子 就算是人最后死了 他们被谴责 也只会轻飘飘地来一句 我也没说什么呀 是他 或者他抗压能力不好 又怪不得我们 是啊 这话咋看没有什么毛病 只不过是软绵绵的文字调侃 只是 谁又知道 这些话就是压死当事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人一句 生生地将一条鲜活的生命 推向死亡 他们明明可以活下来的 大家只会随波逐流 觉得跟着大部队就是对的 完全没有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去想 反正只要自己爽就行 就是这样 网爆才一步步形成 要是所有人都和善一点 多少人就可以活下来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言伤人六月寒 唐科又如何不知道这样的事 他颇为无奈道 事已至此 他们只能受委屈 一句话 叶峰就知道 这件事没有回旋的余地 万一他扛不住呢 叶峰语调不自觉地拔高了几分 虽然没见过顾青 但是从文字中 叶峰可以看出 这个女生很好 很正直 而且他家满门中烈 都是为国效忠的人 若是真含了这样人的心 那还有什么能让他们拼命守护 叶峰 你要知道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唐科一改温和的态度 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这一刻 叶峰仿佛都有点不认识他 陌生的感觉顿时洗上心头 众宁左右看着没有搭查 这已经超过自己的发言权 静静听着就好 文言 叶峰沉默了许久 唐科的话固然是对的 但是现在若是没有干预的话 按照舆论的发展 顾卿能不能承受 还是一件难以说清楚的事 网爆的力量 还没有人可以真正的抗下来 男人都得掉成皮 女人又如何承受得了 计划我知道 但是也可以魄力让他知道 不是吗 叶峰只能退一步 话落 谭科细细回想了一下 最后无奈道 好 我来安排 计划固然重要 但是叶峰不希望这里面再背负上人命 别人不在乎可以 但他在乎 又聊了一下细节 谭科和仲宁都走了出去 房间里只剩下叶峰一个人 他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过了一会儿 才开始翻开着手机 登陆斗音 私信几乎是轰炸般的袭来 叶峰的手机都没来及反应过来 就差卡掉 为了掩饰自己的行踪 叶峰直接将斗音设置为隐身 这样就没有可以看见他上不上线 私信多的叶峰看也看不清 他往下翻找着 这才找到顾清的账号 看着红色的提示 顾清给他发了很多未读消息 点开一看 里面有很多很长的小作文 叶先生 对不起 要不是我 你也不会死 我知道你现在也看不见 我很是自责 等参加你的葬礼 我也该赎罪 若是可以回到过去 我不会再评论 没有任何一个人 比我更希望你活着 从你一开始做户外直播 我就关注你 看着你一步一步做起来 我和大多数人都见证了你的成长 你活着 相信是很多人都期盼的事 我很懦弱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爷爷提议 让我们一起去给你吊咽 我想着 是要和你真正见一次面 这样也好当面给你请罪 即便小作文看下来 叶峰不难看出 顾清言语中的后悔 每段话都没有提及后悔 可字字都是后悔 文字中透露着绝望 叶峰不知道他所说的赎罪是什么 但是直觉告诉他 一定不是好事 看来有必要干预一下 可自己现在的情况特殊 又不能贸然暴露自己 大家的付出就要白费 叶峰一拳砸在沙发上 眉头皱得跟山丘一般 过了几秒 起身出去 刚出门 恰逢谭科迎面走来 看到叶峰 他笑道 放心吧 解决了 没等叶峰问什么 手机再一次响起 抬手一看 果然如他所想 随后 叶峰才展开笑颜 郑重地对着谭科说了句 谢了 对方摆手 随意道 应该的 就先这样 我去忙 手上还有一摊烂摊子 等着收拾 谭科拍着叶峰的肩膀 又恢复最开始的模样 好 紧接着 谭科就离开 叶峰 走廊里突然响起声音 叶峰回头 就看见杨永宽 顾国等英雄出现在镜头 正寒笑看着他 即便他换了一副面容 但大家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叶峰笑着走上前 英雄们也从那头走过来 刚站定 叶峰就问道 都解决完了 杨永宽大笑道 可不 我就没有见过这么迅速的笑语 李金福 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们都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顾国 现在的华夏真的太好 对我们也很好 你是不知道 他们说 要给我们修建专门的灵园 规模老大了 想想就激动 说起这个 杨永宽就一阵高兴 再也不用那么憋屈了 就是就是 只要一想到 我们可以扎根在家乡 做到真正的落叶归根 我就想哭 国家对我们太好 我都有些恍惚 自己值不值得 我也是 我感觉我们已经得到了最高的待遇 可我们也没做什么 就被当成英雄 看着那些后辈们敬佩的眼神 我就有些羞愧 叶峰静静聆听大家的诉说 这些英雄到底死的时候不大 这会争论的模样 当真相的孩子一般 着实很有趣 吵吵了半天 他们才看见 叶峰嘴角似笑非笑的模样 倒是有点不好意思 杨永宽摸着头尴尬一笑 让你见笑了 没有 叶峰淡淡地说道 大家要不要出去看看 好啊好啊 听说这里是部队 我倒真想看看 后辈们训练的地方 我也是 去看看 他们互相撞着对方 眼神示意走了 活泼的样子 不像历尽百年沧桑的鬼魂 叶峰迈开步子走了出去 其他鬼都跟在他们身后 一路上 叶峰给大家介绍着外面的事物 当看到可以有好几层 甚至是十几层的楼房时 所有人都惊讶了 纷纷张大嘴巴 里面恨不得可以塞下一个鸡蛋 这发展的速度 比我的脑速都快 恕我孤陋寡温 没有见识 哈哈 滑下这样真是太好了 这到达的高度 简直可以说是飞速 是啊 叶峰点点头 感叹道 为了让国家变得好 多少英雄脚迫脑子 不分昼夜的研究 反复实验 让我们吃得饱 穿得暖 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 相比下 我们倒是没有什么用 叶峰自嘲地笑了笑 谁说你没有用 杨永宽等人都反驳道 要是没有你 我们又怎么能看到这盛世 你的功劳也很大 对此叶峰一笑而过 杨永宽等人 很是对部队很感兴趣 他们飘在前头 到处看着 发官员的模样 叶峰摇头跟在后面 一路上遇到不少 身着迷彩的人 他们看见叶峰 并没有过多注目 而是专注地操练着 走了一会儿 叶峰才发现 顾国没有跟上来 他一个鬼站在原地 不知在想些什么 怎么了 顾国回头 才发现 走到前头的叶峰 又返回来到自己身边 他抿着嘴说 想家了 不知啥时候 可以去看孩子 他虽然看不见 但这回身上 却充满了干劲 没有以前那般柔弱 不靠摸索 也可以靠着感知之道危险 没死在恶鬼的手下 当真是因火得福 闻言 叶峰幡然醒悟 心里合计了一下 才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但用不了多久 你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是吗 对于叶峰的话 顾国自然是相信的 短暂EOM后 就打起精神 和大家一起去感受 华夏的大好河山 就算看不见 他也可以通过大家的描述 在脑海里 描绘出一幅壮丽的山河图 计划完 谭科就开始着手准备 吩咐手下开始注意 这件事做得极为隐秘 明面上 他们没有过多干涉什么 就怕打草惊蛇 而和缅甸和云城的交界处 已经被严格把关 争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人员 华夏要面临的危机 80%来自缅甸 虽然无法证实是不是真的 但房这终归是好的 未雨绸谋方能无忧 云城 一间脏乱的地下室 里面有几个人在密谋着什么 为首的人坐在床上 这人长相颇为正直 一看就是个老实人 他憨厚的毛子扫了一眼房间里的其他人 吩咐道 上面有吩咐 带回一个人这个树 他手张开笔划着 50万 左手边一个长相普通的女人惊讶道 其他人虽没有说话 但是眼神流露出来的表情都和女人一样 这一刻 他们的心扑通扑通的跳着 但一单就可以潇洒一段时间 当真是最好的买卖 吐了一口烟圈 憨厚男友道 别看钱多 风险也很大 经历上回的是 你们见现在的人还好骗吗 那个不是防备的很好 这钱不好挣 文言 整个房间顿时沉默下来 的确如憨厚男所说 现在云城到缅北的各个出口 都被把控得很好 就连天远的小路也有人把控着 就算他们想要搞点小动作也很难 不过 你们也担心 憨厚男解释道 上面会帮我们解决 只要我们带回人就好 叶峰的追悼会设在三天后 不少网友们已经自发组织 要上京都去给叶峰追悼 怎么说 叶峰也是他们一直以来最喜欢的主播 哪怕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 依旧不影响感情深厚 叶峰又是大英雄 追悼会前两天 网上掀起了一波狂潮 不少要去京都的网友提议道 有没有一起去京都的 我们可以搭个办 我就一个人 我也想去 正愁没有小伙伴一起去 楼上这位可以约一下 还有我还有我 我也要去 默默举找钟 大家都很想到现场调研 于是 很多人就在帖子下留言 小美就是其中之一 她是一个大二的学生 自从关注叶峰后 整个人的生活都丰富了起来 她每天除了学习 就是到处安利叶峰 给周围的朋友们 诉说叶峰的好 妥妥地小迷妹妹 叶峰的死 无疑给了小美当头一棒 得知这个消息 她足足在家里哭了一天一夜 家人们都说她有病 为一个任都不认识的人哭成那样 真的值得吗 只有小美知道 这一切都值得 因为父母的不理解 小美一气之下 就跑出了家门 当看到网友们发的帖子后 小美顿时有个念头 那就是 要去见叶峰一面 生前没见过 死后怎么也得要见上一面 也好圆了自己的心愿 于是乎 小美问遍同学 可是不知怎么的 同学们都有事不能去 或者不同路走不到一块去 所以小美只好放弃这个想法 目光落在网上 或许和网友们一起去也是好的 最起码有个伴 打着这个想法 小美就开始关注网上的消息 网撒网 最后选择发布视频 让其他人来找自己 于是乎 一则搭伙去京都调砚 仅限女生的视频 就发送了出去 很快 小美就收到不少人的评论 你要去京都吗 带我一个 我也一个人 报个名 我想去 微笑 带我带我 我就在附近 短短一分钟 小美的评论区就沦陷了 上百人都在评论要去京都 人是有了 可是也不可能大家都去 小美想得很简单 就是找一个同城的一起去 人不需要多 在路上可以聊天 且志同道合就行 小美也在评论区回复 婉拒了好些外地的网友们 聊着聊着 小美的视线被一条评论吸引 小姐姐可以选我吗 我也想去京都 家人们都不理解我 觉得我是跟风党 想一出是一出 我和家里人吵架跑了出来 现在正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可以组团去吗 这评论一下 就勾起小美心酸的回忆 这个网友的经历 和自己实在太想 爸爸妈妈的话 环绕在耳畔 小美心里很是憋屈 难受不已 哎 她或许也和我一样困惑 看了眼网友归属地 正好也是白城 和自己同城 也不知道离得远不远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小美选择和网友先聊聊 虽然现在骗子很少 可防人之心不可无 还是谨慎一点的比较好 点开对方的私信 没等小美说话 对面就发来了消息 小姐姐 你是哪个 要不要咱们一起组队去京都 说着 对面又发了个 可怜兮兮的表情包 和对面沟通了一会儿 小美得知她也是大学生 还离得挺近 坐车也就半小时的路程 对面直接甩出自己的学生证 这一下给小美搞懵了 现在的大学生 都这么真诚了吗 上来就撂下证明 自己身份的证件 也不怕她是坏人 小美颇有些无奈 笑道 你这样不行 别太相信别人 证件什么都不要乱发 万一我是坏人怎么办 对面黑黑一笑 反问道 我相信姐姐是个好人 不会骗我对不对 哈哈 我又不是骗子 骗你干什么 那不就得了 对了 咱们什么时候去 一番交谈下来 小美和网友相谈甚欢 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反正他们都是离家出走的人 也不想回家 索性就决定今天就走 小美和网友定了一个时间 随后来到目的地 刚到那里 小美就见到一个 长相漂亮的女生 看到小美的那一刻 她高兴地挥手 小美笑着回应 两人都是自来熟 很快就熟络了 女生提议道 要不先等一下 我有个朋友 也想去 她还没有收拾好 她家就在这附近 我们去找她 闻言 小美点头笑道 也好 多一个人 多一份乐趣 走吧 网友见小美这么好说话 顿时没开眼笑 揽着小美的手臂 就往朋友家走去 小帅也是一个大学生 因为平时很自卑 平时很少和同学们聊天 很是孤僻 她同样关注叶峰 很长时间 一直视叶峰为偶像 特别羡慕叶峰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没有被任何条条框框框住 虽然结局不尽人意 但是好在 这一生是一块 倒也值了 叶峰的追悼会 她无论如何 也得参加 刚坐上去京都的高铁 真当她闭言准备补教时 身边的人突然来了一句 兄弟 你也是去京都 去叶峰的追悼会现场 小帅没有说话 她很抗拒和陌生人说话 所以没有搭话 但她心里还是有点感兴趣的 毕竟都是去给叶峰追悼的 见她没说话 那个男人也没觉得尴尬 自顾自的说了起来 叶峰太可惜了 你说这么好的一个人 怎么就这样没了 那群狗日的 要是让我抓到他们 肯定得让他们跪在 叶峰尸体前道歉 然后再送他们几颗花生米 男人义愤填膺的说着 口中的唾沫心子乱飞 听到男人的话 小帅不免觉得有些好笑 就差要吐槽 你一个手无腹机之力的人 如何跟人家有冷兵器的人作对 还抓住他们 靠做梦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一点也不识计 气死我了 为了这事 我都一天一夜没有睡觉 着实是想不明白 许是男人太过过躲躁 小帅实在是忍不了 可性格的原因 令他无法说出心里的真实话 只能和男人小声交谈 聊了很久 男人还是没有停歇 还越说越有劲 小帅的眉头紧紧簇在一起 就像两座大山峰一样 大哥 咱们一会儿聊行不 让我先睡会 嗯 对不起 是我打扰你了 男人似乎也看出他不耐烦 善善一笑后 整个人就拘谨着不再说话 甚至没敢看 小帅一眼 低着头一副做错事情的模样 这突然的转变 直接让小帅束手无策 他还是第一次对陌生人这样说话 难道是自己语气过重 太伤人了 小帅开始自我怀疑 深深地自责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小帅不安地撇向男人的方向 后者依旧没有动作 还是低着头 整个人都笼罩着一股低沉的气息 见状 小帅心里的愧疚又加深了一些 珍珠过后 他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大哥 对不起 我刚才说的话一点过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去京都 路上也好有个伴 他忐忑着 不知道能不能挽回大哥幼小的心灵 下一秒 男人抬头 惊喜地看着他 不确定道 真的吗 看着那突然点燃的毛子 小帅承认他有些后悔 可嘴里就像灌了签一般 怎么也张不开 就这样 小帅因为愧疚 选择和男人结伴 除开他们 还有不少人都在偶遇 大家选择结伴上京都 不管是火车 高铁 飞机也好 都赶在来的路上 不少人还没到京都 就已经把周围的房间给定了 就为见夜风最后一面 一些小有名气的博主 也在网上发布 自己和陌生人约着同行 发了Vlog记录 抒情的音乐 一下就勾起了网友们向往的心理 真好啊 可以和大家一起 约着去追悼 这样风野走得也不会太孤单 Vlog做得太好 为什么我没有发现这样事 我也想去怎么破 楼上的要不要一起去 我正好还没有走 看你是同城的 不介意 咱们就一起呗 大家都在去京都的路上 只有我们苦逼的没有动作 大家等我 我明天再出发 网上的风向 一下就引起了夜风的注意 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 可不知为何 夜风心里总有种不好的感觉 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这件事不简单 结伴追到夜风的话题突然兴起 热度飞升 一度上来热搜 足以大家对这件事的重视 大家对他的在乎 夜风很是感动 将他们蒙在鼓里 夜风也于心不忍 哎算了 夜风叹了一口气 嘀咕道 看来只能在这件事结束后 再补偿他们 甩了甩有些胀痛的头 夜风觉得 还是先上网看看 大家的动向比较好 这不又开始刷起了视频 许是直觉的缘故 夜风始终觉得 这件事不简单 看来有必要好好深究一下 很快 夜风就在不少账号底下 发现了一些共同点 这些要组团的人都是一个人 没有朋友陪伴 要么就是因为自己 和家人吵架的学生 他们想要通过和网友们 一起上京都给自己追导 而评论区的人也数不胜数 这些都没有什么 很正常 夜风一时间还以为是自己魔杖了 心里有疑惑 所以看什么都疑惑 正当他要退出的时候 一个账号引起了夜风的疑惑 小草青青 这个账号怎么有些眼熟 没多想 夜风又往下翻了翻 结果又在另外几个视频底下 发现了不对劲 突然 夜风就想起了什么 他翻看着小草青青主页 发现这个人是个星号 除了显示是个女的 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就连一个视频都没有发 那夜风为何会关注他 还不是因为 他在每个视频底下都评论 这都不是重点 引起夜风怀疑的是因为 他同一时间说了几个版本的话 一会儿不是说和家里吵架了 就是和男朋友吵架 或者是想去京都 有没有人陪 又看了一会儿 夜风发现 这个人评论的都是那些 只有几百赞左右的人 这些博主都有一个共同点 爱在评论区聊天 不少人已经暴露了自己的想法 为什么想去追到啥的 还有一个特点 小草青青都是在博主评论完在评论 而且说的和博主相差无几 主打的就是类似经历 一个或许是巧合 但是每个账号下面 都按照一样的套路来 夜风不得不怀疑 这个人的用心 结合挂项来看 坏人针对的就是大学生 难道 夜风脑海里灵光一闪 想到了什么 想着 他立马编辑信息发送 随后 又开始找可以的证据 没多会儿 一个视频就引起了夜风的注意 视频上是一个女人哭诉着的画面 他眼泪婆娑地说着 女儿 你走哪里去了 爸爸妈妈知道错了 不是有意和你生气的 你回来好不好 这时 看到这个视频 夜风心里莫名地有一丝怪异 刚想发送评论 便顿主 不行 我这个账号不能用 为了明白事情的真相 夜风找到仲宁 让他将自己的号借给自己用一下 仲宁二话没说 就给了他 于是 他在旁边看着 夜风直接登录他的账号 然后找到发布视频的女士 一会儿没看 视频底下就有不少评论 从评论再结合女士说的话 夜风不难明白 这个女士和自己女儿失去联系 他们已经找了两个小时 还是没有见到人 且女生的手机 一直处在无法接通的状态 看到这里 夜风心里咯噔一下 这件事不简单 他喃喃着点开女士的私信 编辑了一段话过去 你女儿叫什么 年纪多大 我或许知道 她在哪里 夜风不知道 女士会不会告诉自己 但她需要一个媒介 去知道这个女孩的方位 只要得到信息 就可以知道 女孩安不安全 不知为何 她总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觉得女生的失联不简单 远在白城的女士 看到这条消息 嘴边骂骂咧咧的话 竟然没有说出口 竟然鬼使神差地回答了 都说痘音上大神多 或许真的可以呢 抱着这个想法 女士就将女儿的年龄 和名字说了出来 这样想主要是 他们把女儿要去的地方 都找过了 都没有找到人 她女儿从来没有 不接电话的习惯 就算是他们骂了她 看到他们的电话 也会报平安 可是现在已经过去 两个多小时 电话也打不通 他们也知道自己女儿 想去京都给夜风调宴 可是托关系去查 只知道 女儿买了一个小时前 去往京都的高铁票 可奇怪 就奇怪 在她没有去 高铁上没人 这下 她和家人都着急了 报了警 可是 却因失联时间 不足24个小时不能立案 没办法之下 她才想到发不到网上 让看见 她孩子的人提供消息 所以对于夜风的话 她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小美 20岁 白成人夜风 默默念着这些信息 仲宁站在一旁打量 不知道夜风要搞些什么 但是看样子是有人失踪了 可是要人家的信息干什么 夜风什么时候和期末一样 喜欢问这个 突然 仲宁灵光一闪 想到什么 她诧异地看着夜风 想要确定什么 夜风专注着 没有注意到她的眼神 一分钟过后 夜风眉头皱起 低声说了句 找到了 仲宁顿时来精神 问道 找到什么了 失踪女生吗 嗯 夜风诞生回应 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仲宁跟在身后 心里感慨万千 虽不知道夜风 是如何知道 女生在哪里 但是 夜风现在 很像期末找到线索的模样 夜风真是让人惊讶 她竟然会 算命 看着夜风的背影 仲宁诧不已 心里暗道 你到底有多少秘密 是我们不知道的 夜风就像是无数张瓜瓜乐 每瓜一张都有不同的惊喜 坦克走后 方远就被调了过来协助 所以她也知道 夜风没有死 只是还没有见到夜风 见到夜风的那一秒 方远激动的眼眶通红 刚张嘴想说什么 就被夜风给堵了回去 现在有件棘手的事情 需要方大哥协助 文言 方远顾不得寒暄 立马正色道 你说 夜风点点头 是这样的 经过一番解说 方远也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知道有人失踪 而且背后还有极大的阴谋 她不免皱起眉头来 夜风 时间太紧 咱们不可能过去 你看能不能让人过去看看 好 方远一口答应 也不管夜风说的这些有没有依据 反正去就完了 你放心 这件事我来安排 在夜风的帮助下 方远不到一个月 就侦破了很多陈年就案 方远也因为工作效率被提拔 现在已经是一举之长 这跨度无疑是大呢 而且 这还不是她的终点 那就好 听到方远的答复夜风 心里就松了一口气 某间破旧的楼房 叫叫叫 你们就算是叫破嗓子 也没有人会来救你们 你们就别白费力气 老老实实地待着 我们还会对你们和气点 不然的话 哼哼 电棍的滋味 我相信你们不想体验 昏暗的房间里 两个长相平平无奇的男子 各提着一根电棍 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墙角蹲着十来个人 他们抱着头不敢言语 其中蜷缩在角落里的一女生 脸上挂着眼泪 却一点声音也不敢发出来 生怕有点动静 就被看管他们的人发现 小美低着头 心里泛着酸涩 她怎么也没想到 会被网友骗 说什么 带她去朋友家叫上朋友一起 这压根 就是骗子的话术 为了骗她来边的谎话 小美心里都后悔死了 为什么自己要相信别人 哪怕一个人去京都 也不会被骗 她和网友来到这里 刚进门就觉得不对劲 可是那么多人 拿着刀架在她脖子上 她吓得惊慌失措 六神无主 害怕到连尖叫声都喊不出来 被骗进来的这些人 也不是没有想过逃跑 可是那个出头鸟 现在还躺在地上 被电棍电到抽搐 晕倒 有了前车之剑 试问还有谁赶上 小美只恨自己轻信别人 怪不得别人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救他们 也不知道这些人 要带他们去哪 除开这个房间 外面还有四个 正在喝酒的壮汉 他们手边都放着明晃晃的刀 他们咧着嘴笑着 哈哈 想不到这次这么顺利 这些蠢蛋 一下子就上当了 可不是 我还以为要费一些手段 结果就是瞎操心 我不过就是在网上发了一段话 他们自己就找来 完全不用我出手 这感觉 简直不要太爽 一个人五十万 这里面有十五个 嘖嘖嘖 这钱也来得太快了 为首的男子一脸凶相 左手光秃秃的 像是被人砍掉的 有黑的毛子 扫过紧闭的房间 随后又灌了一口酒 这才道 别高兴得太走 没把人送出去 一切还都是未知数 小心点 让大家注意 千万别被盯上 文言 其他几人也正色道 是 大哥 他们做这一行的 不是躲就是躲 危险度极高 断手男友道 这批货差不多了 准备一下 天黑出发 是 大哥 是 这边 刚接到消息的白城警察 立马出动 因为不明白 里面有什么情况 两个小队的警察 都化身便衣 向着目的地出发 没多久 他们就来到这座 只有六层的破旧楼房 因为楼房很是破旧 不少人都已经搬了出去 只有几户老人居住在这里 整座楼房略显潇涩 警察在不远处安置勘察员 他拿着望远镜 对楼房里眺望 围在四面的便衣警察 都在等待消息 只要确认前方没事 他们就往前进发 找到目标楼层 望远镜警察反复看着 并没有发现不妥 目标房间也被窗帘挡住 什么也看不见 这次行动是上面审批 为了不到打草惊蛇 这个小区的网 直接被掐掉 但凡这个小区的人 都上不了网 发不了信息 这样也是怕闹出没 必要的麻烦 比如坏人之间的通报 就在刚才 全市都接到了不少电话 都是关于孩子不见的 而且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 都要去京都给夜风吊唁的人 这个群体说来也有点怪 他们都是大学生 有的岁数甚至还要小一些 他们均是看到 网上别人发布的消息 所以跑了出去 直到现在好几个小时过去 依旧没有一点消息 愣是不见综艺 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连电话也打不通 所以家长们很是担心 纷纷打电话求助警察 正好因为他们 又因为上面下达的命令 这件事 他们尤为的重视 这才切断了这个片区的网络 也算是有备无患 没有发现异常 拿着望远镜的警察 对着对讲机说了一句 周围没有危险 可以行动 话落 下一秒就收到无数声收到 紧接着 围着墙角的警察 慢慢朝着楼道摸索上去 一个个小心翼翼的 外面还有不少人在外面蹲守着 就怕有人逃脱 不多时 警察们就来到了上面给的地址 望着暗红的房门 所有人都想不到 里面可以有坏人 可事实就是如此 越是这种 别人看不起眼的地方 越是藏匿的好地方 这些人也是打着这个想法 所以来到这里 好在效果一直很好 在这里很长时间 也没有被条子找到 几个警察手握着枪 悄悄地贴近房门 里面却一点声音也传不出来 就算是这样 警察们也不会去怀疑什么 怀疑消息不准确啥的 他们只需要执行好 命令就行 现在首要的是 怎么进去才是 既不让里面的人 伤害那些失踪的人 又可以将这些人给全部制服 按照提供的消息 这里面一共有六个歹徒 他们手里也有刀 枪啥的就不知道有没有 外面也有几个警察 把目光放在楼房的阳台上 想要通过从房顶下来 然后从阳台突围 和楼道里的人 一起包抄这群歹徒 于是乎 房顶的人已经开始动作 歹徒位于的房间 正好在四楼 他们从六楼下来还算安全 但他们也大意不得 不断检查好装备才下来 整个过程只有两分钟不到 他们没有说一句话 都是用手势交流 楼道里 原本紧闭的房门的门把手 突然转动 两面的警察点头示意 现场顿时紧张了起来 里面是刚才房间 离手持刀的人 他出来是因为要下楼丢垃圾 顺手再购买点东西 房间里的断手男几个人 喝酒喝得有些微醺 此时已经歪在破旧 带着臭味的沙发上 几个大男人四仰八叉地躺着 毫无一点形象可言 今天过后 他们就可以远走高飞 只要一出国 就算是华夏有再大的本事 也抓不到他们 杂乱的桌子旁边 还有一个半喇不拉的黑色背包 透过一角 可以看到 里面安安静静地 躺着很多手机也好 证件也罢 这些东西 都是从受害者的手上收来的 就是为了避免他们报警 房间的男人一手提刀 一手握着电棍 眼神不断游走在哪些 蹲在墙角的人 仿佛在说 只要你们抬头 我就给你们好看 角落里的人 乖得跟鞍唇一样 愣是一动不动 整个房间都很是寂静 听到门锁转动 原本半睡不睡的断手男 猛地睁开眼睛 眼神怒视着男人的方向 低声喝了一句 老五 你搞什么 断手男很是不满老五开门的动作 这要是门口有警察怎么办 不得把自己一行人都给端了 猛地被喊 老五顿住手上的动作 憨厚地回头 笑道 我出去扔个垃圾 正好买点东西回来 说着 他还不忘扬了杨手上的垃圾袋 断手男见状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皱着眉头 半天才憋出一句 快去快回 别让人给盯上 他对手下一向宽厚 只要不被警察抓住 不影响计划的事 他们都可以做 老五笑了笑 好嘞 断手男懒地再管 索性又躺下闭上眼睛 末了还不忘 把桌子上的刀拿了过来 外面的警察们如临大敌 他们看到门把手转动 结果半天也没有压下去 他们有些忐忑 目光紧紧地盯着紧闭的房门 都从对方的眼神中 看到了行动之一 又过了一分钟 房门再一次转动 这下所有人都如临大敌 整个人就像紧绷的琴弦 下一秒 房门打开一脚 里面探出一对眼睛 正好和左边的警察四目相对 老五 警察 他大喊了一声 最先想到的是关门 可是警察们本就防着这件事 立即用工具把房门拦住 这声喊叫滑破天际 房间里原本微醺的人顿时清醒 里面坐了起来 并拿起手边的刀 面路凶狠地盯着房门的位置 不多时也冲了上去 没等冲上去 房门就被外面的十来个警察 齐心协力地给推开 他们一冲进来 就对着歹徒们举着枪 不要动 我这个枪可没有眼睛啊 话落 阳台处的玻璃被猛地打开 哪里赫然出现三四个警察 他们同样也手举着枪 目光带着审判地看着他们 你们跑不了 连同大家被关着的房间里 也出现了两个警察 他们拿枪指着里面的男子 拿着刀的男子顿时被吓杀 看着突然天降的警察 原本好好蹲在角落里的人们 都喜极而泣 纷纷往他们的方向跑去 他们身上的这身衣服 让大家无条件地相信 有他们在 自己就有救了 被骗的人虽然害怕 但是都没有大喊大叫 乖巧地站在警察身后 见状 男子自知敌不过 手举着刀往出退 可外面也都是警察 老大几人也被他们拿枪对着 不敢动作 房间里的两个警察安顿好人 走了出去 对着围守的人点了点头 把武器放下 不然我们手上的枪可不长眼睛 要是不想我们一枪打断你们的腿 就乖乖听话 断守男看到眼前的一幕 都没有发现问题出现在哪里 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警察会来 还精准地找到了他们的位置 这不合理 其他人见状也下得不行 万万没想到 警察竟然来得这么快 这都算了 他们竟然还都带着枪 这要他们怎么面对 实力悬殊 老二到老六都在看断守男 他们心里很是迷茫 不知道要怎么办 现在上的话 无疑是一缩子 可是就这样认了他们又不甘心 明明就只差了一步 断守男盯着为首的警察 沉默了半天才到 你们怎么发现的 他自认为做得天衣无缝 这个新的骗术又是第一次展示 怎么才没多久就被识破 文言 警察面不改色道 若要人不知 除非紧莫为 你们不要做无谓的挣扎 就算做了也没用 他的声音这一刻 就好比地狱的使者 不断在几个歹徒的耳边环绕 六人周身一颤 顿时露出了绝望的眼神 放下武器 这句话一落 老二至老六五人没有犹豫 自知敌不过警察 于是乖乖地选择了就范 现在只剩下了断手男 他握紧手中的刀 犹豫不决 为首的警察也盯着他 没多久 断手男也没辙了 他微微弯腰 想要将武器放在地上 所有人盯着他的动作 一秒也没有松懈 就当刀刚要贴到地面的时候 断手男忽然持着刀冲了上来 把为首的警察当做了目标 明晃晃且反光的刀越来越近 为首警察的心顿时提了起来 眼见着快要刺到他的那一秒 伴随着砰的一声 断手男刺痛愣了一秒 为首警察立马找准时机上去 一把夺过了他的刀丢到一边 反手将他反扣在地上 房间里传出了惨叫声 只是他们的声音 没有断手男的大声 啊啊啊 本就挨了一枪 此时刀疤男只能嗷嗷地叫喊着 却没有一点用 老六等人没想到 老大这样有血性 竟然敢反抗警察 他们想破脑袋 也没有想到 这些警察竟然敢公然开枪 默默为老大默哀一秒 带走 为首的警察吩咐道 于是手下的人就跟赶鸭子一样 赶着那些歹徒 被骗的人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 心里受到了不少惊吓 好在他们来时就有准备 带的都是消音的枪 所以只有房间的人 听到了细微的声音 楼房里的其他人 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刚到楼下 就有队员开来车 歹徒被分批上了不同的车 被骗的人 也被警察们安顿着上了车 就这样 一场没有消烟 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 不光是这里如此 还有不少地方 都在上演一样的事 叶峰紧促的眉头终于松开了一点 他黑亮的眸子闪过一道光芒 还好有这个技能 不然华夏可真是要遭受多大的劫难 为了调出后面的大鱼 那些被骗的人 只是给家人报了一个平安 警察们示意 让他们一直在网上 发消息不要停 就装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家长们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还配合地装着 就装自己的孩子没有回来 时间过多很快 转眼就来到叶峰追悼会的这天 早上八点 在这叶峰尸体的灵车 从长安街出发 不少网友都来围观 道路两旁站满了人 现在拥挤不已 很多人都拉着横幅来的 上面写着 叶峰一路走好 大英雄 安眠我们永远会记住你的好 等等话语 现场各个年纪的人都有 上至七老八十 下至不懂事 上在强堡中的婴儿都来了 这架势足以让所有人动容 现场的人 已经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要不是提前安排好了路线 不然被这些网友们围着 还真是举步难行 两侧的人们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泪水 看到叶峰的临车过时 都忍不住喊道 风爷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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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呐喊响破天际 整个天空都弥漫着一股低沉的气息 这么好的人 怎么救 他这么年轻 到底是招了什么年 那群狗日的还没有找到 一想到 他冷冰冰的躺在里面 我这心啊 就十分的难受 老天爷 你看看你都干了什么 这么好的人 竟然就得了这样的下场 世界还有没有天理了 现场还有不少人 因为接受不了事实晕厥的 好在附近都是警察和救护车 立即就安排好了晕倒之人的去处 不多时 一群鸟群从远处飞来 他们在天空中盘旋着 一直跟随着叶峰的临车 不少鸟还停在临车上面 他们像是知道什么似的 纷纷对着临车哀气着 一个个都很有人性化 这一幕令所有人都惊呆了 不少难以接受叶峰已死的人们 在看到这一幕时 都没绷住 直接出了声 感谢观看